李南穿越到东周大陆,一出生就有先天道体,子气东来十万里。 但他败入清玄圣地,修为一道洞天境便瞬间全无,连续三次,最后一次更是连先天道体也失去,于是被逐出圣地。 不曾想,直接觉醒系统。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剑体。 恭喜宿主获得无敌众铜。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剑精。 恭喜宿主获得 第一章,李南 清玄山 位于东周大陆南荒一条赫赫有名的山脉,清玄山脉,清玄山是其主峰,只因这里坐落着一个庞大无比的势力,清玄圣地,故清玄山的名头也由此而来。 此时,夕阳西下,清玄山下不远处是一方纵横百里的湖泊。 清玄湖的波光与晚霞交相辉映,鲜鹤在空中翱翔,一副景象美不胜收。 正所谓落霞雨孤雾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在清玄圣地的宗门大殿内,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一脸苦涩,静静听候着宗门的发落。 李南,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的修为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无法恢复了吗? 清玄圣主萧承望,怒气冲冲地问道,脸上又有些无奈。 圣主,弟子也不知怎么回事,修为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弟子。 李南很是无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每当修炼到道洞天静,修为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很是气愤,以及无可奈何。 除此之外,他的先天道体更是消失不见,直接变成一个繁体。 直接使得圣帝一众长老大为震惊,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好好的一个苗子怎么就突然不行了? 况且,圣帝圣主等人也检查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大殿内的氛围顿时有些压抑。 圣主,李南恐怕不再适合担任圣子之位,他已经连续三次修为消失不见,此次更是连先天道体都变成繁体,或许他是天谴之人。 此时,一位长老突然开口说道,李南闻言看去,只见这长老脸上有丝丝冷笑。 这是圣帝的三长老,名叫韩作斯。 他此前抢了韩作斯孙子的圣子之位,韩作斯已经连续三次落井下石。 李南对此没什么话说,毕竟这是自己的原因,谁叫他找不出原因,先天道体更是变为繁体。 天谴之人。 大殿内的众位长老依时间窃窃私语,脸上顿时闪过恍然大悟的神色。 圣主,韩长老说的有道理,李南已经不适合担任圣帝圣子之位,如果他先天道体还在的话,倒还可以想想办法。 但如今,他的先天道体已经化为繁体,他已经没资格担任圣子。 四长老卢要冷声说道,他和韩作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 如果韩作斯的孙子韩要望担任圣子的话,他也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于是毫不犹豫地继续说道。 圣主,李南不仅让我们圣帝蒙羞,更是成为了天下人的笑话。 现在哪个宗门不知道,李南一道动天境,就修为全无。 有传言称,李南是天谴之人,还请圣主将他赶出圣帝,以免连累到圣帝。 说完,如要冷笑地看了眼李南。 李南紧紧握着拳头,对此有些无奈,却没有丝毫办法。 至于他们说的天谴之人,他也有所耳闻。 但他知道自己绝不是所谓的天谴之人,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 如果真是天谴之人的话, 那他怎么还会来到这个世界。 圣主,韩长老和卢长老说的对啊,李南恐怕真是那天谴之人, 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失去了先天道体。 殿内众人统一说辞,一致决定将李南赶出圣帝。 李南,你还有什么话说? 圣主消沉望尘下脸,面色很不好看。 当初李南是他带进圣帝的,如今李南这么不争气,让他大失所望。 圣主,我对此无意义。 李南淡淡开口,既然修不了先,那就回家做他的太子也好了。 这些天他想过很多,压力很大,直到今天再次迈入洞天境,修为又瞬间全无。 这次连带着他的先天道体也消失不见,只能白烂。 累了,毁灭吧。 这时,韩耀望跟着一位长老走了进来,对圣主萧承望行礼道,拜见圣主。 萧承望点了点头,问道,韩耀望,你有何事? 圣主,如今三年之期已到,我想挑战圣子,进逐圣子之位。 韩耀望说完,挑衅地看着李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不等萧承望说话,三长老韩作思笑着说道, 妖望啊,李南已经被逐出圣地了,圣子之位现在空着,还得圣主做主啊。 萧承望闻言捏了捏拳头,有气不好发作,三长老那一脉是越来越过分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着说道,圣子之位就由韩耀望担任吧。 毕竟,已经没有人可以竞争得过韩耀望了,不如直接把这圣子之位给他,也显得自己这圣主一视同仁。 多谢圣主。 韩耀望激动地说道,萧承望点点头,而后看向韩耀望旁边的袁胜,袁胜是刚刚和韩耀望一起进来的,想必是有什么事情。 于是问道,袁长老,你有何事? 回圣主,圣女知道李南的修为再次消失后,决定退婚,还请圣主成全。 袁胜笑呵呵地说道,对于这件事,现在看来毫无难度,因为李南都被逐出圣地了。 李南,圣女退婚,你可有话说。 萧承望对着李南问道, 我接受退婚。 李南颓废地说道,对此他早有预料,只是一时间有些恍惚,此前这圣女还经常缠着他,没想到。 只能说人都是现实的,如果不接受退婚,他能不能安全回到天南国还是个问题。 不是谁都有资格喊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 这句话来的,一言不合,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出了大殿后,弟子们逐渐多了起来,许多弟子对着李南指指点点。 听说了吗,这李南就是个废物,他已经三次修为全无了,是个天谴之人,我们要离他远点。 可不是吗?据说他的先天道体都没了,不是天谴之人是什么? 要我说,三年前就该把李南赶出圣地。 这李南占了三年的圣子资源,全白白浪费了。 不过,现在的圣子之位由韩耀望师兄继承,比李南那个废物强多了。 李南没有理会他人的指指点点,直接回到住处,简单收拾了下行李,然后就下山去了。 回头望了望圣地,这三年的过往如画面般呈现在脑海。 从成为圣子到第一次修为全无的不敢相信,不愿接受,再到第二次,第三次的不敢突破修为,再次失去修为。 期间种种,怎是简单的言语可以形容的? 虽然很不甘心,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说的好听点,是释然。 只能安慰自己说,终于不用那么逼自己。 如今晚霞满天,美不胜收,这不比那担惊受怕的日子来得强。 突然,脑海中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系统能量已吸收完毕,正在激活中。 第二章,混沌剑体。 听到这声音,李南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旋即就是一阵狂喜。 这是系统,我的金手指终于来了。 难怪修为老是消失不见。 先天道体也化为繁体,大概是被系统吸收去了吧。 对于系统,李南很清楚,这是穿越者的金手指。 穿越前,他看过许多小说,对于系统还是比较了解的。 现在只要等系统慢慢激活就行了。 开局吸收修为的老爷爷他知道。 但开局吸收修为和先天道体的系统了解一下。 本来穿越过来的时候就天生意向, 紫气东来十万里,觉醒了先天道体,并加入清玄圣地。 成为清玄圣地有史以来资质最高的圣子。 这本是十分圆满的开局。 结果修炼到洞天境,修为瞬间全无。 当时那脑瓜子嗡嗡嗡的呀。 人生的大起大落不过如此,真是大喜大悲。 如今准备回家当个百烂太子,继承家产,系统又冒出来了。 真是。 其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系统已激活。 系统正在绑定中。 丁。 系统绑定成功。 李楠稍微了解一下,发现这个系统挺简单的,就是个千道系统,每天都可以通过千道来获得奖励。 宿主 李楠 年龄 二十 修为 五 体质 繁体 李楠看了下个人面板,发现挺简单的,只是不忍直视。 丁。 系统检测到宿主首次绑定系统,已发放新手大礼包一份。 丁。 检测到新手大礼包,请问宿主是否打开? 打开。 李楠在心里默念一声,对新手大礼包很是期待。 丁。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剑体。 丁。 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重铜。 丁。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剑精。 我乐个去,人生要不要这么大起大落? 我的小心干受不了啊。 李楠楠楠自语,神色很是夸张。 这系统也太给力了。 看系统的介绍,混沌剑体比先天道体强大太多了,还是攻击极强的剑道体质。 一剑破万法都小瞧了这混沌剑体。 因为前面还有混沌两字,毕竟只要跟混沌沾边的都不得了。 无敌重铜就更不用说了,毕竟重铜本是无敌路。 如今还有混沌剑体,想想就让人激动,这三年的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李楠又看了看,混沌剑精,这是一本修炼功法与混沌剑体相匹配,同时里面蕴含着剑法,几乎囊括了世间所有的剑招。 不得不说,系统真是太给力了。 回头看了眼清玄圣地,李楠撇了撇嘴,竟然把我赶出来了。 那小爷,我就不回去了。 如今系统在手,只要给他时间,清玄圣地迟早是只随手可灭的蝼蚁。 系统,融合体质产生的异象可以遮掩吗? 李楠突然问道,毕竟身在清玄圣地的势力范围内,要是产生异象,如今没有修为再深,被发现就很危险。 可以遮掩。 听到系统的回答,李楠这下就放心了。 系统,融合混沌剑体。 李楠在心里默念叨。 丁,混沌剑体融合成功。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李楠顿时感觉到一股力量涌入全身,周身有丝丝混沌雾气环绕,脑海中似乎传来一道剑鸣声。 他有一种感觉,修炼剑道将会事半功倍,一日千里。 又握了握拳头,感觉力量也强大很多。 尽管没有修为再深,但混沌剑体本身就十分强大,肉身比枝荒骨胜体等肉身强大的体质不差分毫。 带着喜悦,李楠又融合了无敌重酮。 这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有一种魔力,似乎可以吞噬人的心神。 接着,李楠看向混沌剑精。 不知道这个系统可不可以融合,还是要自己修炼。 系统,融合,混沌剑精。 随着李楠声音落下,顿时无数剑道感悟融入脑海,混沌剑体也似乎更加活跃。 李楠整个人犹如一把利剑,似要刺破苍穹。 过了好一会,李楠才回过神来,气息逐渐平稳,如普通人一般。 没有理会他人错愕的目光,收拾好心情,正要朝着天南国而去。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楠,你这是要回去做你的太子吗? 韩耀望笑嘻嘻地问道,此时他春风得意,要多爽有多爽。 李楠一愣,像看傻子似的,看向韩耀望。 单单说道,对呀,不然我去哪里? 李楠,没想到吧,最终还是我当上了圣子。 当初你担任圣子的时候,我就很不服气。 凭什么你一来就可以担任圣子,就凭你那仙天道体吗? 你修为没我高,实力没我强,凭什么担任圣子? 如今遭报应了吧,不但修为全无,就连你那仙天道体也没了。 人呐,要有自知之明,你一个小地方来的太子。 凭借你那仙天道,体当了几年的圣子之位,也算知足了吧。 现在我们是两路人,本来想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 但看你,也挺可怜的,我就放过你了,回去好好做你的太子吧。 韩耀旺对于李南的眼神很是不喜,都被逐出圣帝了装什么装,现在老子才是圣子。 于是猖狂得意地说道,说完,就消失不见。 李南有些猛逼,他还以为韩耀旺来打脸的,结果嘲讽一通,就走是怎么回事。 或许,正如韩耀旺所说,他们已经不是一路人,看在圣帝的面子上,看他可怜,都不屑于对付他。 李南摇摇头,不再多想。 因为,刚刚系统的声音又响起了。 丁,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李南心里默念。 丁,恭喜宿主获得召唤卡一张。 看着手里的召唤卡,李南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是可以召唤生物降临的卡片,只能他自己使用,召唤来的生物修为是随即的。 按系统的话来说,一般召唤出的生物修为会比他高,不然召唤过来就没用了。 同时,通过召唤降临的生物无条件忠诚于他。 看到这,李南顿时放下心来。 毕竟前是他看过召唤来的人还不忠诚宿主的小说,他很不理解。 幸好这系统没这毛病,这才是好系统嘛。 接着,李南把手中的召唤卡直接捏碎。 第三章。 罗血。 顿时,前方的空间出现一道波纹,一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随后空间瞬间恢复正常。 罗血拜见主人,来人穿着一身鲜红衣衫,面色冷酷,一身煞气,朝李南拜道。 起来吧。 李南淡淡说道,接着打开了罗血的个人面板。 姓名,罗血。 种族,修罗族。 修为,神魂镜九重。 体质,嗜血亡体。 顿时,李南心里一惊,竟然是神魂镜巅峰的存在。 要知道,神魂镜可以在清玄圣地当一位客亲长老了。 而此前针对他的三长老寒作思,也就神魂镜的修为。 据李南所知,境界从低到高分为炼体镜、聚气镜、元丹镜、动天镜、神魂镜、虚镜、半王镜、王镜。 在网上他就不知道了,因为圣主萧承望也就是虚镜的修为,虚镜也称半王镜。 而圣地内还有王镜的存在,不过他没有见过。 李南平复了一下心情,冷静下来,有一位神魂镜巅峰存在的保护,他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就算有人要追杀他,也不可能派一位半王镜的人来。 这三年,他都没有好好游玩过,始终忐忑不安,这下可以放松下来逛一逛了,也不着急回去。 罗血,我们去前面的清玄城逛逛。 李南笑着说道, 是,主人。 罗血面无表情地答道。 李南一愣,总觉得被一个大男人喊主人怪怪的,于是说道, 别喊我主人了,喊我公子吧。 是,公子。 罗血依旧面无表情,机器式地回答。 罗血,你是机器吗? 李南好奇地问道。 公子,机器是什么? 罗血不解。 机器就是,继续走路吧。 李南一下愣住了,我跟他说机器干嘛。 是,公子。 罗血答道。 罗血,你好无趣,李南没话找话。 是,公子。 罗血板着脸说道。 算了,罗血不适合聊天。 很快,李南就让罗血带着他来到了清玄城。 顾名思义,这座城也是由清玄圣地管理的。 只不过,在他担任圣子的这些年,他没有来过。 大街上,人来人往,有许多穿着清玄圣地服饰的人走来走去。 他们脸上充斥着高傲的神色,作为南荒仅存圣地的弟子,是很有优越感的。 罗血,你带钱了吗? 李南的肚子咕咕叫了,毕竟他没有修为,是要吃饭的呀,要补充能量。 钱是什么? 罗血不解。 算了,没什么。 李南服额,然后从身上掏出仅存的一块零食,朝着一家酒楼走去。 这块零食,是他妹妹送给他修炼用的,先前来的清玄圣地也没有缺过修炼资源,然后就一直留着了,没想到今日能派上用场。 一家酒楼内,酒楼的名字就叫一家酒楼。 李南美滋滋地吃着饭菜,抬头一看,发现罗血正面无表情地坐着。 不禁问道,你怎么不吃啊? 不饿啊,罗血依旧那么冷酷。 好吧,那我就自己吃。 突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哎哟,李圣子怎么来这吃饭了? 不会怪我招待不周吧? 李南抬头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身着清玄圣地弟子服侍的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那人有些面熟,长得一张压嘴脸,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 你谁啊? 李南心里有些纳闷,面露冷色,看样子,这些人是找茬来了。 圣子大人贵人多忘事啊,还记得徐燕然吗? 压嘴脸模样的人,冷笑着说道。 徐燕然,李南一思索,顿时想了起来。 徐燕然也是清玄圣地的弟子。 此前他还是圣子时候,发现眼前这人欺负徐燕然,就管了一回事。 没想到在这遇到了,这是来者不善。 想清楚怎么回事后,李南问道,你是那个流鸭子。 闻言,除了流鸭子之外的弟子,脸上闪过莫名之色,想笑却不敢笑。 流鸭子最讨厌体实重。 李南听到李锦铭的说辞后,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是娘亲因为什么事,不得不离开家族,与家族有矛盾。 然后娘亲为了保护他们独自离开。 二是娘亲家族内出了变故,需要娘亲的帮助,娘亲只好离开。 现在只希望娘亲没事,不然他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李南眼睛里露出一丝杀意,瞬间又恢复了正常。 儿子,还得靠你啊,只希望你娘亲没事。 李锦铭担忧地说道,他只怪自己没能力,连自己孩子的娘亲都帮助不了。 而后,李南安慰,开导了李锦铭和李小南一番,聊了会天,便回到了自己的宫殿。 这里还跟以前一样,很干净,很温馨。 收拾好思绪,李南开始查看这三天的签到奖励,中途一直在赶路,都没时间查看奖励,更没时间修炼。 除了离开清玄圣地的那天外,还签到了三天,分别得到了一万块的极品灵石、太玄剑,以及一张召唤卡。 极品灵石没什么好说的,可以充当货币,或者用来修炼。 太玄剑则是一柄天阶灵气,威能十分不错。 而武器的级别分为,繁阶、黄阶、玄阶、地阶、天阶,再往上的话,李南就不清楚了。 刚好没有衬手的武器,这太玄剑来得刚刚好。 接着,李南拿出召唤卡,直接捏碎。 跟上次一样,空间出现一道波纹,一道人影凭空出现。 只见他身着大红色裙子,面容冷翘,眼睛里有红光闪过,如一个杀人女魔头。 属下罗莎,拜见主人。 罗莎盈盈失礼,声音带着一丝魅惑,跟冷酷的面容完全不一样。 起来吧,以后叫我公子就好。 李南淡然说道,而后看起了罗莎的信息面板。 姓名,罗莎。 种族,修罗族。 修为,虚敬四重。 体质,血魅之体。 好家伙,竟然是虚敬的修为。 李南面露喜悦之色,这张召唤卡来的,恰是时候,刚刚得罪了清玄圣地,终于有了一些自保之力。 李南暗自松了口气,接着对罗莎说道, 罗莎,你先去熟悉一下王公,要保护好我爹和妹妹。 是。 罗莎达到,便消失在眼前。 就在罗莎降临的时候,正在修炼的罗雪突然感应到什么?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悄然睁开,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而后又露出恍然的神色,楠楠自语道,不愧是主人。 罗莎离开后,李南拿出一部分迁到的极品零食,放在周围,楠楠自语。 这下,终于可以放心地修炼,不用再担心,修炼到洞天境,就修为全无。 系统激活后,他曾悄悄问过系统,跟他的猜测一样, 他的修为和先天道体,确实是被系统吸收的,这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李南运转混沌剑精,开始进行修炼,或许是混沌剑体的缘故,修为静静极快。 炼体一重,炼体二重。 炼体三重,炼体六重。 就在李南进行修炼时,清玄圣帝,宗门大殿内。 罗豪的儿子罗延正在讲述着什么,那天晚上,正是他告知罗豪有关刘鸭子被杀害的事情。 如今过去三天,他父亲罗豪还没有回来,他因因有些不安,便来到清玄圣帝说明相关情况。 听到罗延的话后,圣主萧成望皱起眉头,圣帝长老失踪这可是大事。 但他不信李南有这个能力击杀罗豪,更不相信会有人敢击杀圣帝的长老。 在这南荒之地,圣帝就是这南荒的天,反而认为罗豪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这事情本座知道了,兴许是你父亲被什么事情耽误了,你也不用着急。 至于刘鸭子的事情,也已知晓,只能怪他既不如人,圣帝也是需要脸面的。 你们弟子之间的事情,就自己去解决。 萧成望淡然说道,没把罗延说的事情当回事。 至于刘鸭子被李南的护卫一掌打死的事情,他更没放在心上一个外门弟子罢了。 他也了解过相关情况,那十几个弟子根本不敢说谎。 老老实实把那天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你自己主动去杀别人了,难道不允许别人还手吗? 就算是圣帝,也是要脸面的。 况且,圣帝的弟子也需要历练,既不如人还要圣帝出头,那就太不像话了。 圣主? 罗延欲言又止,他有种感觉,他父亲遇害了,不然追踪一个李南,怎么需要这么久。 但又觉得,圣主说的有道理,在南荒谁敢与圣帝为敌。 好了,我会让圣帝长老去寻找的,没事就退下吧。 萧成望冷声说道。 是,罗延只好退下。 罗延离开后,萧成望觉得这事还是要查一下的,便换来了三场老韩作丝,给他安排点试做。 刚好韩作丝有一门追踪秘书。 毕竟现在的韩作丝那是个春风得意啊,因为他的孙子被立为圣子,那可是下任圣主人选。 不久后,韩作丝来到大殿内,笑眯眯的问道,圣主,有什么事吗? 萧成望把罗豪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希望韩作丝可以查到罗豪的相关踪迹,看看有什么情况。 韩作丝自然满口答应,找罗延询问相关情况去了。 天南国,太子行宫。 李南正在修炼,不过一晚上的时间就修炼到炼体石重。 下一步就可以聚弃。 如果是平常人的话,炼体这一境界起码要打磨一年左右。 这得益于李南曾修过三次炼体,这是第四次,登基自然无比深厚,再加上混沌剑体。 肉身无双足以媲美荒谷圣体,甚至还要强上一线。 这些足以让他的静静一日千里。 为什么我隐隐感觉炼体精并没有达到极限,还可以继续修炼呢? 李南有些纳闷,皱着眉头,如今已经炼体石重,力量已有三十万斤。 这可比之前修炼的还要高很多,毕竟十万斤就算圆满。 李南打算先不突破到聚气,既然隐隐有感觉,那说明炼体精还可以进步,根基还是要打磨到最好。 丁,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这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他现在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就是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千道,李南心里默念。 第六章,杜杰。 丁,恭喜宿主千道成功,获得玄黄母气一缕。 玄黄母气,李南有些惊讶。 嘶,还是童子哥给力啊,知道我想要什么就来什么。 看了系统介绍后,李南倒吸一口气,这玄黄母气沉重万钧,刚好可以用来锤炼肉身,可以说是锤炼肉身的最佳宝物。 但是,一般人可不敢用玄黄母气来锤炼肉身,一不小心就会使肉身崩溃。 李南却没有这种担忧,毕竟他本身就是混沌舰体,虽说还没有进行开发,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崩溃的,况且还有童子哥在。 系统,融合玄黄母气。 没错,李南直接让系统融合,有外挂不用那不是傻子吗? 李南话音刚落,顿时便感觉玄黄母气溶进肉体,肉身瞬间感觉到一股撕裂感, 就像肌肉一点点被撕裂开来,让人痛不欲生。 但同时,混沌舰体存在的神秘雾气朝着被撕裂的部位而去,肉身逐渐被修复。 再加上系统的精确控制,这种疼痛短短一瞬间就结束了。 就算如此,李南也感觉到无比痛苦,脸颊上遍布黄豆大小的汗珠,衣衫也被汗水湿透。 不过肉身却得到了打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力量更加强大,是之前的好几倍,这时李南才感受到了一股圆满之意。 李南笑容灿烂,满脸都是兴奋的表情,他不仅打破炼体径极净,还超越极净达到禁忌,禁忌顾名思义,上天不允许存在。 李南打开系统的个人面板,这是最能直观看到自己实力的。 宿主,李南,年龄,二十,修为,炼体径十重,百万斤距离。 体质,混沌舰体,无敌重铜。 原来禁忌就是百万斤距离吗? 李南有些不解,但也懒得多想。 因为系统刚刚告诉他,天道是不允许禁忌的存在,他需要渡天结。 此前是系统遮掩了他的气息,天道无法发现他要打破禁忌。 那个,系统,这个天结能顺利渡过吗? 我只是个炼体器的菜鸟。 李南有些不安地问道,他对于自己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 在没实力之前就别作死,天结可没办法让别人帮忙。 如果不是系统非要他渡结,他就让系统一直帮他遮掩气息了。 虽然系统可以这么做,但系统建议他进行渡结。 素主,别担心,还有本系统在。 听到系统这么说,李南就放心了。 轰轰轰。 一瞬间,天南国上方被乌云遮盖,一股毁灭的气息充斥在天地间, 仿佛要把一切都毁灭。 罗血和罗莎也是睁开那血色眼睛,一脸严肃地看向天空, 然后立刻赶到了李南身边。 他们脑海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好李南。 罗莎,快送我去个没人的地方,我要渡结。 李南很是着急地大声说道, 他没想到天洁来得这么快,只能远离这王宫, 不然这里的一切都会被天洁摧毁。 罗莎也没犹豫,直接带着李南朝远处赶去。 终于,在天洁锁定李南前,二人成功远离了人群。 放下李南后,罗莎就在十里外候着, 他不敢靠太近,怕被天洁锁定。 哄。 一道闪着蓝光的雷电轰击而下, 直接砸在李南的头顶, 李南的头发瞬间到竖起, 满脸乌漆满黑, 除了身子有些麻之外, 就是身上有电光闪烁, 倒没有感到危险。 李南轻呼一口气, 这下安心了。 就在李南渡结时, 天南国三百里外的青云宗, 他们也看到了头顶上带着毁灭气息的乌云, 宗门弟子们瑟瑟发抖。 宗主因扑面容严肃地看向头顶, 他能感觉到这是有人在渡结。 他不敢想象这是何等境界的人在渡结, 这天结范围之广, 简直闻所未闻, 他根本不敢靠近, 生怕渡结之人波及到自己。 清玄圣帝, 圣主萧承旺也感受到了天结的气息, 实在是这天结就如惶惶天威, 让他好不自在, 修为低的人不亲眼看到的话, 倒是没什么感觉。 同时, 圣帝内的太上长老等人, 修为伴王以上的存在, 都感受到了这股充满毁灭气息的天结。 究竟是何人在渡结, 竟然隐得这般天结, 难道是外来之人? 萧承旺喃喃自语,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按道, 看来只能去找太上长老了。 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这老者面容有些干枯, 头发灰白相见, 眼睛如同鹰眼般锐利。 见过第四太上长老, 萧承旺见状, 赶紧行礼道。 第四太上长老轻轻点头, 目光看向了天南国的方向, 面色逐渐沉重, 因为他也看不出这天结的来历。 这天结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王结不像王结, 圣结不像圣结。 这天结的气息比城王结强许多, 但又比不得成圣结, 好生奇怪。 第四太上长老喃喃自语, 而后又看向萧承旺, 缓缓说道, 圣主, 此事你就先别管了。 第一, 第二, 第三太上长老现在都不方便出手, 只要不影响到我圣地,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第四太上长老说完, 身影便消失在眼前。 萧承旺听闻后, 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朝第四太上长老离去的方向拱了拱手, 打了一声, 是。 他没想到, 就连第四太上长老都不清楚这天结的来历, 他可是看过有人渡成圣结的呀。 除此之外, 距离天南国一千里左右的势力都抬头看向天空, 惶惶天威, 让人害怕。 这些势力都跟清云宗和清玄圣地的人一样, 不敢靠近, 不敢打听, 生怕波及到自身。 凡人更是跪拜在地上, 焚香祈祷, 以求上天保佑。 凡人如此, 凶兽亦是如此, 匍匐在地上, 瑟瑟发抖, 不敢乱动。 轰轰轰。 连续三道雷霆轰在李南身上, 除了衣服, 头发烧焦外, 李南还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缓缓增加, 这个发现让他的眼睛瞬间放光。 难怪系统不让我现在突破到聚气镜, 没想到突破禁忌后, 力量还可以增加。 李南感觉有些无趣, 还伸了个懒腰, 挑衅地看着天结, 仿佛在说, 小样, 小小天结, 看我怎么拿捏你。 很快, 一连八道雷结就此过去, 李南甚至没什么感觉, 心想, 这雷结也太简单了。 天结似乎感受到李南的挑衅, 最后一道雷结迟迟没有落下, 而是在不断地汇聚, 天空中的雷结已经呈现暗红色, 里面的威压也是越来越大, 似乎要毁灭一切。 李南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 没想到这雷结还能这么玩, 实在过分。 终于, 轰的一声, 不等李南反应过来, 暗红色的雷结轰在李南头顶, 冒起一阵白烟。 顿时, 天结消散不见, 不管李南有没有活下来, 都不是天结操心的事情了。 正所谓大到五十, 天眼四九, 总会有一线生机在, 只要抓住, 就能活下来。 第七章, 超越境界。 李南躺在地上, 不断咒骂着贼老天, 简直是个老六, 不讲武德。 他此时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怎么有股肉香味? 李南使劲用鼻子闻了闻, 发现是从自己身上传来的。 好想咬一口, 怎么办? 罗莎见天结散去, 马上闪身到李南身前, 担忧地看向李南, 然后抱着李南快速回了王宫。 此时, 王宫的众人也缓缓回过神来。 李锦鸣也是松了口气, 按道, 这小子弄出来的动静也太大了, 真能折腾, 简直要毁天灭地一样, 幸好没有伤害到国内百姓。 画面回到李南度劫的地点, 罗莎抱着李南走了两个时辰后, 一道人影出现在不远处, 这人穿着一身黑色衣衫, 面色有些苍白, 嘴角有着血迹, 似乎跟人发生过打斗。 黑色人影面容很年轻, 有些稚嫩的同时又显得坚毅, 看起来十五六岁, 手上戴着一个古朴的铜色戒指, 他的眼神有些担忧。 突然, 他对着戒指开口说道, 齐老, 你没事吧? 陆峰,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只要沉睡一段时间就好, 你仔细找一下, 前面不远处有雷积木的气息, 戒指中传来一阵虚弱的声音, 渐渐消失不见。 陆峰见状, 面色有些难看, 而后坚定地说道, 齐老,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到恢复灵魂的物品, 一定会治好你。 说完, 就朝前面走去, 仔细打量着周围。 没过多久, 他看到了一截闪着雷光的树木, 眼睛顿时发亮, 嘴里喃喃道, 这就是齐老说的雷积木了。 接着, 他将雷积木完整取下, 然后快速离开了此地。 他前进的方向, 正是天南国都城。 或许是李南在此渡劫的缘故, 尽管天结已经消散, 但此地一时半会没人赶过来, 这让陆峰可以十分顺利地离开。 经过几个时辰的恢复, 李南已经完全恢复过来, 肉身力量也更进一步。 宿主, 李南, 年龄, 二十, 修为, 炼体静时重, 超越静计。 体质, 混沌剑体, 入门, 无敌重铜。 系统面板上的百万斤距离已经消失, 换成了超越静计。 虽然镀结时增加的力量不多, 但确确实实增加了, 这比突破静计还要困难百倍, 万倍。 可以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根本没法比。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混沌剑体经过吸收玄黄母气, 再加上雷结的洗礼, 直接达到了入门境界。 体质的境界分为, 出窥, 入门, 小城, 大城, 圆满, 一共五个境界。 要想达到小城境界, 如果单独靠自己的话, 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去。 入门境界的混沌剑体, 李南已经可以发挥混沌剑体的一丝微能, 更是觉醒一道神通, 一箭开天门。 那就突破吧。 李南轻笑道, 心想如果清玄圣地的那些人看到自己, 不但是混沌剑体, 还有无敌重铜的话, 不知是什么表情。 哄, 李南体内气血轰鸣, 丝丝雾气缠绕, 显得神秘无比。 随着混沌剑精的运转, 经脉中的灵力如潮水般奔涌而过。 聚气一众, 聚气二重, 聚气三重。 不过, 片刻时间, 修为便提升到聚气三重, 这还是它根基无比雄厚的原因, 突破每一重需要的灵力比其他人要多数十上百倍, 不然突破的速度会更快。 这还只是聚气镜, 要是境界网上需要的能量可想而知。 幸好, 它此前签到了一万块极品灵石, 不然通过吸收这稀薄的灵气进行修炼的话, 速度肯定会慢很多。 李楠不再多想, 闭眼接着运转, 混沌渐精。 随着修为的提高, 突破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当宫殿内最后一块零石变成粉末的时候, 李楠的境界已经突破到聚气九重, 它并没有急着突破到圆丹境, 而是打算再聚气镜也要突破境界。 不仅要在同境界做到横推一切敌, 还要在跨境界的时候也能横推一切敌。 有系统在手, 更要利用好这一切。 因为系统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 准备所有敌人,只有自己实力强大了, 才能保护自己在意的东西。 关于系统, 它想得很明白, 对它而言就是其辅助作用, 帮它变得更强的存在。 只不过, 怎么再聚气镜突破境界, 它没有一点思绪。 不过, 它刚刚倒是打破极境了, 系统面板是这么显示的, 但它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或许跟它的体质有关。 宿主, 李楠, 年龄, 二十, 修为, 聚气镜九重, 极境, 体质, 混沌剑体, 入门, 无敌重铜。 看着一地的粉末, 李楠有些无奈, 虽然它的根基无比雄浑, 但也太好资源了。 它只是修炼两个境界而已, 就耗费了一千块极品零食。 而零食的兑换比例是, 一块极品零食等于十块上品零食, 等于一百块中品零食, 等于一千块下品零食。 如果不是系统, 签到了一万块极品零食, 它真的不敢想象, 自己修炼竟然如此耗费资源。 如果换算成下品零食的话, 这两个境界, 就消耗了一百万的下品零食, 恐怖如斯。 并且, 它还想突破禁忌, 估计又是一大笔消耗。 幸好有系统在手, 李楠连连感慨,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哥, 你在吗? 突然, 门外传来李小暖的声音, 这声音有些焦急。 小暖, 怎么了? 李楠起身开门, 看到李小暖急匆匆又有些慌张的样子, 他有些纳闷, 于是问道, 是出什么事了吗? 哥, 旁边的大卫国打过来了, 老爹正在大殿和大臣们议事, 他让我过来通知你一声。 李小暖焦急地说道, 这是他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显得有些不安。 小暖, 放心吧, 没事的, 有哥在呢, 哥哥会保护你的。 李楠摸了摸李小暖的头, 温柔地说道, 嗯嗯, 李小暖点点头, 情绪稳定了下来。 对于这个妹妹, 他向来很爱护。 李小暖从小就是他的跟屁虫, 二人的关系好得很。 至于大卫国打过来, 他还真不怕, 现在有罗沙和罗血二人在, 大卫国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第八章, 老爹竟然是老六。 不久后, 李楠二人来到了一世大殿, 见过太子殿下, 见过公主殿下。 众位臣子拱手说道, 男儿, 你来了呀? 李锦明有些欲言又止, 最终打了个招呼。 李楠看着焦急的李锦明, 不禁有些心疼。 父王, 这是怎么回事? 大卫国怎么突然打过来了? 李楠不解地问道, 在重要场合, 他还是称呼李锦明为父王的。 男儿, 现在外面都在传一个消息, 说你被清玄圣地逐出门了, 这是真是假呀。 李锦明没有回答李楠的问题, 反问道, 他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李楠, 要是儿子被逐出清玄圣地, 那天南国今天可就危险了。 此前那些势力都是看在清玄圣地的面子上, 不敢入侵天南国, 因为天南国的太子, 是清玄圣地的圣子, 入侵天南国那不是找死吗? 如今不一样了, 李楠被清玄圣地逐出门的消息, 在整个南荒船的沸沸扬扬, 这就导致野心蓬勃的大卫国, 再次起了吞并天南国的心思。 此前大卫国是不得不放弃, 天南国这块肥肉。 不仅李锦明紧紧盯着李楠, 那些大臣们也紧紧盯着李楠, 都希望从李楠嘴里听到反驳的话。 不过, 他们注定要失望了。 父王, 我确实被清玄圣地逐出门了。 李楠淡然地说道,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是怕老爹和妹妹担心, 所以就没说出来。 太子殿下被清玄圣地逐出门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是啊。 大臣们脸色逐渐沉重, 有的人在低声讨论, 有的人想方设法思考着对策。 唉, 哪儿? 你怎么不早点跟父王说啊? 父王也好, 做准备不是。 李锦明叹了一口气, 他没有怪李楠的意思, 就算被清玄圣地逐出门, 那也是他的亲骨肉。 李锦明心里暗自想到, 哪儿被逐出圣地, 心里恐怕也不好受吧, 要是念念, 再就好了。 李锦明继续说道, 我儿这么优秀, 你娘也说, 你有大地之姿, 我看, 是清玄圣地没眼光。 哼, 李锦明有些傲娇, 对于夫人的话, 是奉为圣旨的。 既然夫人说哪儿, 有大地之姿, 那哪儿, 就一定有大地之姿。 既然对大臣们问道, 大王是怎么敢这样一论清玄圣地的? 不过, 他们终究屈服在了李锦明的淫威之下, 纷纷应道, 是是是, 要让他们说清玄圣地的坏话, 给他们一万个胆子也是不敢的。 李南摇头失笑, 这老爹还是很有趣的, 他没有急着说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 他想看看大臣们的反应。 他也意识到, 这个世界终究是要靠拳头说话的, 如果他还是清玄圣地的圣子的话, 借大魏国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入侵天南国。 这一刻, 他有了组建势力的想法, 因为他以后的修为到了这个世界的顶点, 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么老爹跟妹妹没了他的保护, 兴许就会出现危险, 比如这次的大魏国入侵。 要是他没有系统的话, 天南国便会就此完蛋, 因为大魏国的整体实力要强于天南国, 不算罗血和罗沙的话, 最强之人也属于大魏国。 因此, 他才要看一看各位大臣的反应, 他决定以天南国为基础, 组建以国为单位的势力。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最强的, 短期目标就是一桶南荒。 这时, 李景明看着众位大臣, 突然说道, 众爱卿, 你们如果想要离开天南国的, 就早点离去吧。 不然大魏的兵马, 还有一日, 就兵临城下了。 听到这话后, 李南有些错愕, 露出惊讶的表情, 但又点了点头。 看似老爹让他们离去, 实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把不安定的因素提前拔除, 至少还有一战之力。 果然, 有几位臣子听到这话后, 目光闪烁, 接着行了一礼, 便告辞离去, 其中还有两位是二品大员。 但李景明没有丝毫惊讶, 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们离去。 你们怎么不走? 李景明对着剩下的大臣问道, 很是欣慰, 愿与天南共存亡。 剩下的大臣齐声说道, 有你们是我天南的福建。 李景明感慨连连, 有大王在才是天南的福建。 整个大殿效作一团, 老李, 你家孩子送出去了吗? 肯定送出去了啊, 怎么说也要为我李家, 为我天南留下一丝血脉。 老花头, 你呢? 都一样, 哈哈哈哈。 老爹, 你怎么不把我送走? 李南笑着问道, 那你会走吗? 李景明反问道, 二人相视一笑, 自然知道对方的答案。 李南按道, 这老爹越来越像老狐狸了, 他才不信, 真要是遇到危险的老爹, 还能这么淡定地站在这里, 肯定有什么后手, 或许是娘亲留下来的。 李南没有理会李景明, 走到李小暖身边, 安慰起了妹妹。 系统, 我爹是什么境界? 李南在心里默念道, 因为他突然想到, 他现在聚气期, 还看不清自家老爹的境界, 还感受不到气息, 属实有些奇怪。 王静三重, 听到系统的回答, 李南惊了。 老爹什么时候, 有了这么高的修为? 比罗莎还要高一个大境界? 难道是娘亲的原因? 难怪刚刚敢大放厥词, 说清玄生的没眼光, 他怀疑自己去杜劫的事情, 老爹都看得一清二楚, 毕竟神魂镜就可以神识离体, 用神识查看天地, 更别说王静了。 这时, 李景明感觉到, 李南正在看着他, 只是眼神很是优越, 又有些怪怪的, 他心中一正, 不明所以, 但也没有多想。 那么, 看来罗莎和罗血, 也被老爹发现了。 他万万没想到, 老爹竟然是个老六, 小丑竟然是。 最终, 李南放弃了, 揭穿老爹的想法, 就看谁狗得过谁, 我有系统在手, 你也别想, 看清我的修为。 心善的李南, 还是决定让罗血二人出手, 既然老爹, 想当老六, 就让他当好了, 指不定谁坑谁呢?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清玄圣帝清玄城城主罗豪, 是被罗血除掉的, 想必罗豪死亡的事情, 也快被清玄圣的发现了。 要是让清玄圣帝的人知道, 李南有神魂境巅峰的护卫, 那么肯定会怀疑到李南身上, 而他根本无法辩解。 第九章, 大卫来写, 大卫国王公义政殿内, 此时, 殿内的人都笑容满面, 正在说说笑笑, 但他们对义人很恭敬, 所有话题都是围绕着那人展开。 卫王卫丰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刘长老, 请问天南国是怎么得罪您了? 我的意思是, 天南国实在不知死活, 竟敢得罪刘长老, 想知道战后怎么处置天南国的众人。 在卫丰看来, 这位刘长老可是清玄圣帝的外门长老, 全是极大。 结果, 昨日突然来到大卫, 让他们发兵对付天南国, 这让他不可置信。 随后, 更是告诉他, 天南国的太子已经被逐出圣帝, 这才让他稍微松一口气。 尽管如此, 他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李南曾经是清玄圣帝的圣子, 就算被逐出门墙, 他也不敢小觑。 这才斗着胆子问一句。 时面色阴沉, 吓了卫丰与众臣子一跳。 不过, 刘长老没有为难他们的意思, 声音尖锐地说道, 本座就实话告诉你们, 李南那小杂种杀了我孙子, 那可是, 本座唯一的孙子啊, 他竟然敢毫不留情地杀了他, 就算圣帝不予追究, 本座作为他的爷爷, 一定要为他报仇, 将李南这小杂种抽皮扒金, 让他生不如死, 更要当着李南的面, 折磨他的家人, 让他知道, 失去亲人是什么滋味。 本座要让天南国所有人为我孙子陪葬。 文言, 店内众人纷纷呼吸急促, 面容失色, 这灭绝人寰, 人神共愤的事情, 他们大魏国只要敢做, 恐怕整个南荒都容不下大魏的存在。 刘长老, 这, 魏丰嘴巴打着哆嗦, 一时说不出话来。 放心, 本座会替你们隐瞒的, 这是魔族的炼血大阵, 到时候别人只会以为是魔族下的手, 联系不到你们的身上。 刘长老毫不遮掩他的杀意, 就算行如此恶毒的事情也在所不惜。 魏丰小心翼翼接过炼血大阵的阵途, 看到阵途的刹那, 似乎看到了其中的尸山血海。 人间炼鱼怨气冲天, 魏丰赶紧收拢心神, 实在太过可怕。 此时的李楠正在修炼, 并不知道刘长老的恶毒计划。 不过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担心, 这是实力带来的自信和安全感。 天南国清松城, 这是一座边境城池与大魏接壤。 次日, 天微微亮。 清松城十里外, 密密麻麻助力着数不清的士兵, 一片肃杀之气激荡在空中。 这是大魏国的军队来了。 城墙上, 李景明, 李南等众臣子早早来到这里。 这些臣子都抱着死意, 打算破釜沉舟一战。 李南健壮, 嘴角抽了抽, 这老爹演得太好了, 没有丝毫破绽, 让这些大臣真的以为这是最后一战。 要是没有戏统的话, 他也看不出来老爹在演戏, 同时很是感动, 这才是国家栋梁, 这才是天南国的信仰。 李南想了想, 这些都是忠于国家的臣子, 让他们发生意外损失就太大了。 于是, 清了清嗓子, 严肃地说道, 父王, 各位大人, 其实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大魏对我们造不成威胁。 太子殿下, 你该不会没睡醒说胡话吧? 还是被吓得失心疯了? 这时, 丞相李良开口说道, 他这时说话也放开了, 都快死的人了, 还在乎什么君臣礼。 接着又接着说道, 大王, 要不还是让太子离开天南, 好歹也为您留下一条血脉。 太子殿下, 您就别开玩笑了, 要是能活下来, 老夫就谢天谢地了。 其他大臣也纷纷附和, 看向李南的眼神怪怪的,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开玩笑。 李南顿时无言, 平时怎么没看出来, 这些臣子脑洞这么大。 钟爱卿, 还是听听太子怎么说吧。 这时, 眼帝李锦明面容缓和地说道, 是, 闻言, 众人都安静下来, 看向李南, 想听听他怎么说。 各位大人, 方才本宫说的都是真的。 李南摇头苦笑, 也不多解释, 转头对着旁边的空气叫道, 罗显, 出来一下, 顺便让各位大人感受一下你的威压。 顿时, 罗雪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只感觉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降临到他们身上, 使他们要跪倒在地。 不过这威压只有一瞬, 显然罗雪也明白李南要怎么做。 众人很快缓过神来,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 就像一个杀神盯着他们一样, 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父王, 各位大人, 此人名叫罗雪, 神魂镜九重的修为。 接着, 李南瞥了眼众人, 淡淡说道, 按道, 让你们不信我, 这下吃了个小苦头吧。 众人终于反应过来, 朝李南拜道, 侍臣等有眼无珠, 请太子殿下恕罪。 这下可以相信本宫了吧? 李南笑着反问道, 是急是急, 丞相李良连忙回应。 开玩笑, 一味神魂镜九重的存在, 犹如定海神针一样。 这只不过是两个小国之间的战斗, 要解决大魏不是简简单单吗? 而大魏国那边最高的战力, 也只是洞天境罢了。 众人轻快着聊着天, 笑容满面, 同时有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李南见状, 满意地笑了笑, 这些臣子还是挺可爱的。 父王, 等会我和罗雪会参战。 您和各位大人, 就在这里, 观战就好。 李南正经说道, 他也想检测自身的战力到达什么程度, 刚好大魏最高战力不过洞天境, 他想试一试。 嗯, 你去吧。 李景明点了点头, 没有意外。 在他看来, 这战场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相信李南会出意外。 但李良却开始反对了, 宫生说道, 太子殿下, 您千金之躯怎么能轻易涉险, 还请太子殿下三思。 众臣子也进行附和。 李南顿时有些头疼, 这臣子也是好意, 但他偏偏不喜欢有人管着他, 于是冷声说道, 本宫是这天南国太子, 守家卫国是本宫的责任与义务, 而等不用多说。 第十章, 交战。 李南没有理会众臣子, 直接来到军队前面。 将士们, 或许你们很多人没亲眼见过本宫, 但本宫告诉尔等, 本宫是天南国的太子。 李南看着眼前的军队将士, 胸中顿时升起豪情万丈, 大喊出声。 拜见太子殿下。 无数将士齐声喝道, 声音冲破云霄。 将士们, 本宫将带领你们一同冲锋杀敌。 这一次, 大魏来势汹汹, 入侵我们的国家, 伤害我们的亲人, 请你们大声告诉本宫, 我们该怎么办。 李南大声吼道, 杀!杀!杀! 将士声音如雷, 直冲消汗, 肃杀氛围, 充斥全场。 李南不是没想过, 让罗雪直接杀入大魏国, 直接灭了大魏高层。 但天南国需要练兵, 需要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 而这次大魏入侵刚好促成这一切, 于是李南便打消了, 让罗雪团灭对方的想法。 等这一战结束后, 罗雪神魂境九重的修为将会暴露, 彻底出现在南荒的视野中, 毕竟一般的宗门势力, 最高修为也不过是神魂境。 而罗雪暴露后, 整个天南国很可能会面临, 清悬圣帝无情的打压, 甚至摧毁。 更重要的是, 大战后, 他决定成立天南王朝, 不断进行扩张, 有老爹这张没暴露的底牌在, 绝对是胜帝之下第一势力。 战场上, 双方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 李南独自向前喊话, 对面和人敢跟本宫一战。 大魏带兵的是, 他们的大将军魏永锐。 魏永锐看到, 敌国太子上前喊话了, 正想作答。 不料, 几方已经有人冲上去了。 魏永锐一看, 竟然是太子未解。 顿时吓了他一跳, 赶紧说道, 一定要保护好太子殿下。 是, 魏永锐此时也没有喊魏杰退回来的打算。 那样对军队士气的影响就太大了。 况且, 他也知道李南修为全无, 被逐出圣地这事, 想必不会出什么意外, 只是心中隐隐有种不安。 于是, 只好派人通知了魏丰。 魏丰也是倾全国之力, 想要一举拿下天南国, 然后布置炼血大阵。 所以也亲自来到了战场, 随他一起的, 还有清悬圣地的刘长老。 李南, 你不是修为全废了吗? 还被逐出圣地, 现在还敢来到战场。 老子劝你引颈救路, 勿要自悟。 魏杰嚣张地说道, 鼻孔朝天, 眼中闪过不屑之色。 你臭屁怎么这么多啊? 明明是你们大卫入侵我国。 这么嚣张不怕死无全尸吗? 李南怒声说道, 我呸, 就你这废物, 还想让我死无全尸, 再做什么春秋大梦? 实话告诉你, 不仅你要死, 你天南国的百姓都会死, 劝你束手就擒, 免受皮肉之苦。 魏杰阴冷地说道, 他也不怕李南知道什么, 在他看来, 李南已经是个死人了。 李南闻言, 心中一惊, 玄疾怒不可遏, 杀意喷涌而出。 找死? 李南起码冲上前, 想要一剑斩杀魏杰, 因为聚气镜, 只能短暂地升空, 无法长时间遇空。 他从魏杰出现, 就看出了魏杰的, 修为不过聚气巴重, 比他还低。 只要让他近身, 就是一剑的事情。 李南手持太玄剑, 不过几个呼吸, 就冲到魏杰身前, 对准魏杰的脖子, 就是一剑。 这时魏杰还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神色大变, 瞳孔猛缩, 接着他的头颅飞起, 一命呜呼。 而魏峰听到魏杰迎战李南的消息后, 也是想看看, 自家儿子的英勇表现。 没想到, 一出来就看到儿子, 被斩下头颅。 我儿, 我儿, 魏峰顿时痛哭流涕, 气不成声, 双眼通红, 这是他最喜爱, 也是最看好的儿子。 刘长老已经答应他, 收魏杰作为弟子, 进入清玄圣地, 没想到, 如今却死在李南之手。 全军听令, 全军出击, 为太子报仇, 本王要让天南国鸡犬不留。 魏峰怒声吼道, 杀。 天南国这边, 大将军李涛也是下令, 全军出击。 片刻之间, 两国军队就碰撞到一起, 厮杀声冲天抢地。 随着冲锋, 不断有人倒下, 从此长眠。 战场变得血流成河,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罗穴此时死死关注着李南, 生怕他有危险。 在这战场, 他的全身细胞都在欢呼雀跃, 但他现在不能出手, 他明显感觉到暗处有一个神魂镜的存在, 要时刻提防他进行偷袭, 他的目的就是保护李南。 李南也在奋力拼杀, 一个又一个的敌人从他面前倒下, 他的戾气似乎用不完一样, 不停斩杀着敌人。 大魏大将军魏永锐也注意到了李南, 也可以说想不注意都难, 实在是李南一开始就斩了他们的太子。 眼看李南杀敌越来越多, 力气就像用不完似的, 魏永锐沉不住气了, 真要这样下去, 全军要被他杀穿不可。 魏永锐眼中杀意大胜, 接着腾空而起, 直接飞到李南头顶, 朝着李南一枪刺去。 李南也没想到, 义军主帅竟然亲自下场, 有些惊讶。 接着想到, 要是他死在这里, 对方是气怕, 是会直接崩溃。 眼看长枪刺来, 李南丝毫不慌, 一时间跟魏永锐打得有来有回, 很是轻松, 还有余力。 二人周围的战场都被清空, 双方的将士也都注意到二人的大战, 都绷紧了心神。 魏永锐是元丹八重, 李南发现低估自己了, 如果元丹八重是这样的实力的话, 他完全可以跟动天境过招了。 元丹境就这点实力吗? 李南嘲讽道, 哼, 魏风冷哼一声, 开始全力以赴, 喝道, 追风枪? 只见密密麻麻的枪影袭尸而来, 一时间让人避无可避。 李南剑状, 眉头微皱, 嘴里清喝, 清莲剑戈。 顿时, 一朵巨大的青色莲花包裹住李南, 将袭来的枪影纷纷挡住。 这清莲剑戈是此前在清玄圣地学到的剑法。 二人打了个平手, 李南剑状, 决定不再留守。 斩天拔剑术。 顿时, 魏永锐在这一剑中感受到了死亡, 他瞳孔猛缩, 神色大惊, 毫不犹豫燃烧了自己的圆丹, 修为顿时突破到圆丹九重, 无限接近, 鱼动天境。 哼, 魏永锐大喝一声, 这一剑还是被他抵挡下来了, 只不过身受重伤。 第十一章, 一剑开天门。 李南剑状, 打算马上取了魏永锐的性命, 此时魏永锐已经没有再战之力。 就在他打算出手的瞬间, 魏丰出现在场上, 凭借动天境三重的修为, 把魏永锐救了下来。 魏丰动天境的威压充斥全场, 赫然成为了整个战场的焦点。 面对洞天境三重的魏丰, 李南不敢有丝毫大意。 洞天境三重就代表着有三个洞天, 魏丰的灵力是远超自己的, 只能快战快决。 以他现在的灵力, 一剑开天门这道神通只能施展一次, 必须要把握好时机。 魏丰显然是全力出手, 气势比魏永锐强大十倍不止。 就在他以为要将李南击杀在此的时候, 李南的眼神骨颈不波, 很是平静。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暗道不好。 但李南哪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魏丰仗着自己动天境的修为, 终究是大意了。 一剑开天门? 李南大吼道, 声音整个战场可闻。 顿时, 天空中出现一柄万丈大小的巨箭, 凌厉气息, 充斥天地, 直接朝魏丰斩去。 战场上的众人都感受到一股沙发气息, 不可抵挡。 这柄剑似乎可以斩尽一切。 魏丰瞪大了眼睛, 神色大变, 他很清楚自己无法抵挡这一剑, 不由地朝银杖看去。 只不过, 这一剑快的谁都没反应过来, 魏丰就此被斩的飞灰烟灭, 连滴血液都没留下。 除此之外, 大魏国的士兵也被余下的剑气磨灭过半。 魏永锐这位大将军也就此死亡, 战场顿时血流成河, 残肢断壁落了一地。 此时, 正在大魏银杖中的刘玄, 脸上闪过亥然之色。 他想不通李南这个废物圣子, 是怎么习得如此强大的剑道神通, 就连圣帝都没有。 而后他的呼吸顿时急促, 要是他拿到了这门剑道神通, 那么他在圣帝的地位将会提升一大截。 站在城墙上的李锦铭等人, 也纷纷睁大了眼睛, 实在是这一剑的威力太过巨大, 太过惊艳。 李锦铭揪着的心也放松下来, 以具气静的修为就能逆罚动天强者, 实在不可思议。 罗谢则是惊讶这一剑的威力, 但没有丝毫意外, 主人这么强不是正常的吗? 此时的李楠已经历劫, 刚刚那一剑抽空了他体内的灵力, 得益于他强大的肉身, 才没有倒下去。 于是, 李楠赶紧拿出极品零食进行恢复, 干涸的经脉逐渐恢复过来, 只能说混沌剑体太过变态。 突然, 战场上的一丝丝煞气也被他引了过来, 进入他的体内与灵力融为一体。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修为在缓缓增加, 但并没有突破聚气镜。 这是…… 李楠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大卫国的士兵见到他们的大王 被一剑斩的尸骨无存后, 瞬间被吓得六神无主,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这是魔鬼, 快跑啊! 随后, 大卫国的士兵纷纷丢盔弃甲, 投降的投降, 逃跑的逃跑。 天南国的士兵刚想欢呼庆祝, 刘璇突然出现半空中, 他神魂镜的威压全力释放, 让天南国的士兵身子一顿, 清玄大声喝道, 本座是清玄圣地的长老刘璇, 你们若是不想死的话, 就把。 刘璇话还没说完, 就被隐藏在暗中的罗血一刀砍下了头颅, 神魂俱灭, 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罗血随后不屑地说道, 话真多, 接着就消失在众人的目光中。 随后, 片刻的沉默后, 天南国的士兵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 天南国众人不停地呼喊着, 胜利了, 胜利了。 李南的青衫被血染的鲜红, 犹如从地狱走出来一样, 看起来恐怖绝伦。 李景明和众臣子来到他的身前, 眼中有惊艳之色闪过, 不等李景明开口。 李南直接说道, 父王, 我遇见立天南王朝, 现在应该把大魏国拿到手中。 李景明神色一愣, 有些意外, 但没说什么, 直接映了下来。 而后欣慰地说道,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老爹都无条件支持你, 老爹的, 就是你的。 李南自然明白老爹的意思, 面面相去, 也没说什么。 随着战斗的结束, 天南国胜利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令人震惊的是, 天南国竟然有神魂镜的强者,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 这位神魂镜强者竟然斩杀了清玄圣帝的长老。 这条消息如一块巨石砸入水中, 引起惊天波澜。 一时间让天南国附近宗门势力人人自危, 生怕清玄圣帝牵连到自己身上。 随后, 又一条消息传了出来, 天南国吞并大魏后, 宣布建立天南王朝, 由李南接任王朝之主的位置。 而李南当上王朝之主的第一条命令, 就是整军备战, 进行争霸, 如不臣服, 直接扫灭。 这条命令如狂风过境, 导致天南王朝附近的势力成惶成恐, 敢怒不敢言, 他们可没有神魂镜强者在, 一时间风声鹤唳, 如一片乌云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上。 他们实在想不通李南是怎么敢和清玄圣帝叫板的, 一时间不知做何选择, 如果臣服天南王朝的话, 如果不加入, 马上就会被天南王朝覆灭。 然而李南没有给他们选择的时间, 直接派出罗血和罗沙横推过去, 先把势力范围扩大一圈再说。 有摇摆不定的势力和反抗的势力, 自然也有选择直接臣服的势力, 毕竟没有人是傻子, 选择臣服的势力则是赌天南王朝能最终取得胜利, 看好李南的未来。 随着罗血和罗沙的上门服务, 有的势力很识实物, 见天南王朝打上门了, 直接选择臣服, 也有的势力在罗血二人上门的情况下摇摆不定, 罗血二人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直接选择动手摧毁, 也有一两个任不清行事, 进行反抗的势力, 直接被二人抹除,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二人又是分开行事, 所以速度很快, 一天时间就让天南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大五倍, 之后便回到了王宫, 等待李南的命令。 第十二章, 鸿蒙紫气, 天南王朝, 玉京城, 这是天南王朝的京都之地, 王宫坐落于此。 虽说, 李南接任王朝之主的位置, 但日常事务还是李锦鸣处理的, 他只是挂名的。 此时, 王宫议事殿内, 李锦鸣正在跟几方主动臣服的势力交谈, 一方面是进行拉拢, 另一方面则是展现实力, 让他们不要动歪心思。 这不, 罗血和罗沙都出来站台了, 释放出滔天煞气, 这煞气已经实质化, 不知杀了多少人才有如此多的煞气。 李锦鸣则是继续苟着, 静静看着罗血二人的表演。 青云宗宗主鹰仆按道侥幸, 幸好没有反抗, 不然直接成罗喜二人的刀下亡魂了。 除了青云宗的鹰仆外, 还有青霞洞的洞主, 青霞真人, 四方楼的四个楼主, 宁宇伯, 宁文兴, 宁宿, 宁末。 这三个势力, 都是主动来到天南王朝臣服的。 经过罗血二人上门服务, 才臣服的势力, 此时还在过来的路上。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没有歪心思, 真心为天南王朝着想, 那天南王朝也不会亏待各位。 实话跟你们说, 天南王朝的短期目标就是一桶南荒, 真以为那些逃跑的势力真的跑得掉吗? 哼。 李锦鸣笑眯眯地说道, 不等几人开口, 然后冷哼一声, 又接着说道, 你们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加入我天南王朝不一定是坏事。 另外, 即将成立天南书院, 你们进入其中进行教学, 顺便挑选一些有天赋的弟子, 想必对你们来说不难。 是。 硬仆几人相识一眼, 直接答应了下来。 李南一救助, 在太子行宫内, 他并不想搬走, 再加上他只是挂名的国主罢了。 宣布争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来已经暴露一部分实力, 并且跟清玄圣地为敌。 二来, 则是李锦鸣偷偷告诉他清玄圣地内的老不死, 他可以对付。 李南选择相信老爹, 想必除了他的修为, 娘亲还留下了其他的后手。 昨天在战场上吸收煞气后, 他感觉到修为在增加。 而昨天的千道奖励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因为是一缕鸿蒙紫气。 鸿蒙紫气除了可以让生灵拥有无限寿缘, 不死之身外更是大盗之机, 一缕就可以让人成为圣人。 这怎么能不让李南激动吗? 这一缕鸿蒙紫气才是让他面对清玄圣地的底气所在。 或许是昨天的千道奖励太过逆天, 今天的千道奖励只是一条灵脉。 李南也发现自己的胃口被系统养大了, 灵脉竟然还不满足, 不得不说童子哥太给力了。 李南摇头轻笑, 暗自提醒自己做人要懂得满足, 知足常乐。 而后从系统空间将灵脉提取出来, 放置在了王宫地底。 顿时, 玉京城的灵气浓度提升了一大截。 有修为在身的人明显感觉灵气浓度提升, 惊讶无比。 普通人则是觉得空气清爽, 让人身心舒畅。 一处宫殿内, 鹰蒲等人正在商量天南书院的事情。 突然, 他们感觉到灵气浓度瞬间提升了一大截, 顿时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之色, 几人面面相去。 这是…… 宁肃最先开口, 声音婉转动听, 接着又说道, 咱们这位王朝之主不简单呢, 最少是上品灵脉吧。 几人摇头苦笑, 是他们眼界低了呀。 南荒的灵气本就稀薄, 除了清玄圣地的灵气浓郁一些外, 其他地方的灵气浓度都差不多。 而天南王朝竟然可以获得灵脉,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有了灵气这么充足的灵脉, 修炼和突破境界都会容易很多。 于是, 他们更加认真讨论着天南书院的发展规划。 如果说此前是屈服在天南王朝的淫威之下的话, 那么现在则是对未来有了一丝希望, 被李南这么大的手笔深深折服了, 对天南王朝多了一些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 城内一间客栈内, 陆锋正在疗伤修炼。 这些天, 天南王朝的消息就算他再闭关都有所耳闻, 也被天南王朝的霸气所吸引。 突然, 正在修炼的陆锋猛地睁开双眼, 他察觉到灵气猛然骤增。 男男道, 这恐怕是那国主的手笔吧。 而后不再多想, 继续闭眼修炼。 系统, 融合鸿蒙子气。 李南控制住激动的心情, 平静说道。 随着话音落下, 李南顿时发现自己的身体轻盈许多, 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身体变得更加纯粹, 肉体也愈发晶莹。 同时, 他发现自己的修为正在快速地增加, 直接超越了聚气镜的禁忌。 随后, 如火山喷发一样, 修为直接突破到圆丹镜, 一颗子。 黑, 黄三色的圆丹正在体内快速旋转, 不断变大。 圆丹镜一重, 圆丹镜二重, 圆丹镜四重。 天南王朝的消息, 经过一天多的传播, 终于传到了清玄圣帝的耳中。 此刻, 圣帝大殿内。 圣主萧丹望脸色阴沉得可怕, 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竟然怀疑这消息是假的。 他实在难以相信, 有人竟敢不把清玄圣帝放在眼中。 哼, 天南王朝简直岂有此理, 竟敢杀我圣帝弟子, 灭我圣帝长老, 简直欺人太圣。 一长老, 二长老, 你们谁去灭了天南王朝? 萧丹望冷哼一声, 怒气冲冲地说道。 一长老和二长老相视一眼, 一长老站出来说道, 圣主, 天南王朝这么高调形势, 恐怕不简单啊, 说不定背后会有什么阴谋, 否则怎么敢如此欺我圣帝? 哼, 所有阴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虚妄, 天南王朝能有什么阴谋? 只不过仗着有神魂镜巅峰的存在撑腰。 萧丹望稍微冷静下来, 但不相信天南王朝有对付圣帝的底牌。 圣主, 一长老, 老夫觉得或许是李南那小子因为被逐出圣帝心怀不满, 而后指使那人杀害我圣帝长老, 还请圣主下令报仇雪恨, 养我圣帝之威。 三长老还作私愤恨地说道, 刘璇是他的至交好友, 如今却死在了天南王朝那个嘎踏地方。 他可不信李南有什么底牌, 有底牌就不会那么废物, 被赶出圣帝还不敢作声。 众人闻言纷纷对三长老表示支持。 一长老见状, 陈寅一会, 说道, 那为了保险起见就多派点人过去, 圣主你觉得如何? 好, 想去的都自愿报名, 三长老你去组织一下。 肖成望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觉得李南那小子有点邪门, 多派点人去也保险一点。 第十三章 大战前夕, 洞天静。 最终, 清玄圣帝九大长老一共去了五位, 分别是一长老段无牙, 二长老花鱼, 三长老韩作思, 四长老卢耀, 九长老袁胜。 有趣的是, 其中有三位都得罪过李南, 显然是害怕李南成长起来后对付他们, 于是都心照不宣选择去消灭李南。 除此之外, 与之随行的还有弟子三千人, 圣子寒耀旺, 原清玄城少城主罗延赫然在列。 此时, 清玄圣帝广场, 三艘淫于非洲赫然升空, 朝着天安王朝急速飞去。 清玄圣帝没有丝毫隐瞒的意思, 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告诉天南王朝, 清玄圣帝来了。 也让南荒众人瞧瞧, 得罪清玄圣帝的下场。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清玄圣帝的淫于非洲, 非洲上传来恐怖的威压, 使得瞧见的人头皮发麻。 于是, 清玄圣帝即将覆灭天南王朝的消息, 快速传遍南荒。 清玄圣帝终于露出他的獠牙了。 我就说吧, 天南王朝这是自取灭亡, 一个小小的王朝竟敢触怒清玄圣帝。 天南王朝, 那么嚣张地发起战争, 直接将我吹雪门毁灭, 这是活该, 最好把天南王朝杀得鸡犬不留。 本来还想去投奔天南王朝的, 圣帝太霸道了, 明明是圣帝打压别人, 希望天南王朝能度过这一劫吧, 终有一天, 圣帝会灭亡的就如同其余三大圣帝一样。 觉得可惜者有之, 感到快意的人亦有之。 清玄圣帝剑指天南, 时隔多年再次露出獠牙, 他要告诉世人一个道理, 圣帝不可辱。 南荒有一处风景, 绝佳之地, 换作八十里桃陵, 有八十里桃陵, 三千里月光之称。 八十里桃花指的是桃花, 遍布八十里之地。 一道桃花盛开的季节, 桃花随风飘舞, 美不胜收。 三千里月光则是桃花酿成的酒, 名头响彻三千里。 天南王朝这么快就要覆灭, 还真是可惜, 清玄圣帝太霸道了。 一个身着紫色华服的青年, 微微摇头。 叹息说道, 本来还想去看看, 被称为天谴之人的国主, 如今看来是没机会了。 说完, 便取下腰间的青色葫芦, 灌了一大口酒。 男男道, 还是酒好喝。 少爷, 如果您想见那里男, 那不是随时可以去见吗? 小小的清玄圣帝罢了, 紫衣青年身后, 一个二十岁左右模样, 身着轻衣的女子说道, 言语间显得有些不屑。 哈哈哈哈。 小青, 如果他此次未死, 那少爷就去见见他, 帮他解决小小的清玄圣帝, 又何妨。 紫衣青年眼中, 净显狂傲之色, 似乎这片天地都不被他放在眼中。 天南王朝, 太子行宫。 李男正在修炼, 他对清玄圣帝的到来毫不知情。 三色园丹上逐渐多了一丝金色,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他就在黄色旁边, 但李男依旧感知到了, 觉得有些奇怪。 紫色的是鸿蒙紫气, 土黄色的是玄黄母气, 黑色的大概是混沌, 剑体携带的神秘雾气。 那这金色的是什么呢? 李男一时有些不解, 不过他懒得多想, 一天时间他就突破圆丹镜, 进入了洞天镜。 而且, 他的修为还在飙升。 洞天镜一重, 洞天镜二重, 洞天镜三重, 洞天镜八重, 洞天镜九重。 一天时间, 李男直接从聚气九重突破到了洞天镜九重, 周围虚空九口洞, 天浮浮沉沉, 里面蕴含着无穷的能量。 他知道这是鸿蒙紫气的功劳, 不仅让他聚气镜超越禁忌, 圆丹镜也同样超越禁忌。 而洞蒙紫气就像没有消耗一样, 滋养着他的肉身与灵魂。 本来还可以直接突破几个境界, 但是确实没必要, 此前他的最高修为也就是洞天镜, 如果再次突破的话, 洞天镜也许就没办法超越禁忌, 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踏实。 他有种感觉, 此时的他可以斩神魂镜的强者, 就算虚镜也可一战。 而虚镜强者已经开始接触法则, 有法则和没法则区别很大, 能不能斩杀就要战过之后才知道, 他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拿二, 清玄圣地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 估计明日就会到, 据说他们一共来了五位长老, 其中一长老, 二长老都是虚镜修为, 其余的则是神魂镜, 除此之外, 还有三千弟子, 他们这是打算覆灭我天南王朝啊。 李景明来到店内, 对着李南忧心地说道, 李南瞅了老爹一眼, 这货这时候还在装呢, 这是装习惯了。 你一个人就可以覆灭清玄圣地的来人, 要不要装得这么忧心。 李景明见李南看他的眼神不对, 善善说道, 习惯了, 习惯了。 老爹, 那你就继续装吧, 暂时不需要你动手。 你的修为能不暴露, 就别暴露, 清玄圣地来的人我能对付。 李南想了想, 还是让老爹苟着好, 说不定关键时候能有奇效。 接着又继续说道, 清玄圣地还真是看得起我们天南王朝, 五大长老, 三千弟子, 则则则, 要是让他们都留在这, 清玄圣地怕是不好受吧。 李南的声音逐渐冷了下来, 闪过一丝杀意。 李景明闻言顿时皱起眉, 有些担忧地说道, 你真能对付他们。 毕竟, 天南王朝可没办法给他帮助, 天南王朝能打的就他一个人罢了, 其余的都是元丹靖以下的, 元丹靖都不多。 老爹, 你就放心吧, 李南神秘一笑, 也没解释什么。 反正到时候, 老爹就知道了, 李景明健壮, 也没说什么。 这孩子如今他都看不透, 就比如那突然出现的灵脉, 他自己查看了, 居然是极品灵脉, 让他有种做梦的感觉。 李景明走后, 李南目光望向清旋圣地的方向, 不知在想些什么。 罗血? 李南突然呼喊道。 不过片刻, 罗血便突然出现在身后。 咦? 你虚静吗? 李南有些惊讶。 之前就卡在突破的边缘, 在战场上吸收一部分血气后, 就自然而然突破了。 罗血面无表情地说道。 李南赴匪, 罗血, 难得一次性说这么多话, 想必是突破后, 很开心吧。 第十四章, 战斗, 上。 叫罗血来, 主要是想问一下清旋圣地的人到哪里了。 要是在天南王朝境内开战的话, 损失也许会比较大。 罗血走后, 李南心里有些纳闷, 这系统怎么还不提醒我牵道? 他发现, 系统主动提醒牵道, 获得东西要好很多。 那一万块极品灵石, 太玄剑都是自己主动牵道获得的, 比其他的东西差太远了。 或许是系统感受到了他的想法, 他梦寐以求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丁,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牵道, 请问是否进行牵道? 牵道? 李南激动地说道, 恭喜宿主获得黄境修为体验卡一张。 备注, 使用黄境修为体验卡, 将在一个时辰内拥有黄境巅峰修为, 并且无任何副作用。 卧槽, 这张体验卡, 李南激动地语无伦次, 这个将是他现在最大的底牌, 黄境巅峰的修为, 这可是黄境之上的境界。 不知道使用一键开天门会怎么样, 估计黄境之上的强者都不敢应接吧。 这个牵道就像开盲盒,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还以为这一次会来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阵法, 但要修炼功法之类的, 毕竟他也算一方势力之主。 没想到系统给的东西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 但又让人喜爱, 希望一直都不要用到吧, 不然就是拼命了。 有了这个底牌, 在南荒做事都会有底气许多, 就是不知道清玄圣地真正的底蕴是什么。 虽然明面上清玄圣主只有虚境修为, 但还敢以圣地自居, 怕是底蕴非凡。 不过快了, 只要这一战覆灭来敌, 清玄圣地的底蕴将会逐渐暴露出来, 到时候通过这张黄境修为体验卡, 又可以阴一波。 并且, 这期间还可以进行迁道, 说不定可以迁出更强的底牌。 次日, 清玄圣地的三艘迎于非洲, 距离天南王朝, 还有一千里的距离。 这里是蝎王宗的底盘, 蝎王宗距离此地不过二十里。 蝎王宗宗主蝎群知道, 清玄圣地要从此的经过后, 更是早早在一旁等候, 就是想搭上清玄圣地的关系。 如他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淫于非洲后面更是跟着数千修士, 要不就是清玄圣地的下属势力, 要不就是想搭上圣地关系的人或势力。 蝎群正想上去跟清玄圣地的人打招呼, 突然, 三道人影游远极近, 拦在了淫于非洲前面。 这三人正是李南、 罗雪、 罗莎。 李南面带笑容, 如一篇篇美公子, 似乎没把前来的势力放在心上。 罗雪、 罗莎二人身上煞气弥漫, 让人不寒而栗。 蝎群健壮, 这三人好像来者不善, 刚好没有合适的理由接触清玄圣地。 这三人刚好给了他借口,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接触清玄圣地后该怎么做。 于是, 他毫不犹豫上前怒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 竟然阻拦清玄圣地的大驾, 是想找死吗? 蝎群说着, 直接踏空而起, 几步便迈到三人身前, 做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虽然这三人他看不透, 但不妨碍他狐假虎威, 还有清玄圣地的人在此, 他就更不怕了。 罗雪可没惯着他, 直接抽刀一劈, 一道百丈大小的血色刀芒瞬间出现在蝎群身前, 让他避无可避, 直接被劈成两半, 死不瞑目。 本来要上前阻止的人不止他一个, 但比他慢一步, 其余人见状, 吓得纷纷倒退, 生怕不歇群的后路。 这时, 清玄圣地的人也反应过来, 这是有人来挑衅了。 李南, 竟然是你? 圣子涵要望大声喝道, 他是又惊又木。 什么? 竟然是李南? 他就是天南王朝的主子, 看起来好年轻啊。 不过, 还敢找上门来, 不得不说胆子很大, 要是我早就跑了。 废话少说, 他们只有三个人, 这可是接触圣地的好机会。 大家一起上, 不信他们还能把我们都杀光不成。 于是乎, 清玄圣地的人还没出手, 其余势力便急不可耐地冲了上来。 这就是作为顶级势力的好处, 只要你有实力, 多的是愿意替你办事的狗腿子。 罗血和罗沙二人赢了上去, 这点小角色, 他们就能解决。 一开始众人还以为二人是神魂境的修为, 但打着打着感觉不对劲了, 他们的人越死越多。 而罗血二人身上一道伤痕都没有。 他们顿时有些胆寒, 虽然不怕死, 但是明知必死, 还冲上去那就不值得了。 哼, 二位都是虚敬强者, 对一群弱智出手未免有失身份。 这时, 二长老阴柔的声音响起, 使得众人的身形一顿。 他们是有苦说不出, 感情打扮天人家竟然在逗他们玩。 罗血, 罗沙也停了下来, 守在里南身边。 段无牙和花鱼顿时感觉有些棘手, 没想到, 小小的天南王朝竟然有两位虚敬强者的存在, 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此前天南王朝表现出来的实力, 只是两位神魂敬霸了, 感情他们在压制修为。 一长老, 二长老, 就有你们二位牵制对方的虚敬强者吧。 我们就直接拿下里南, 随后覆灭天南王朝。 韩作斯冷冷说道, 同时心里一惊, 还好, 没有独自前来, 不然就完完了。 本来他之前是要跟刘璇一起帮助大卫覆灭天南国的, 后来有事, 耽误就没过来, 这让他有些庆幸。 段无牙, 花鱼二人略意思量, 就同意了韩作斯的建议, 如今也只能这么做。 并且, 对方的虚敬强者也必须要斩杀, 不然对清玄圣地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很快, 罗血对上了花鱼, 罗沙对上了段无牙。 花鱼的修为是虚敬二重, 比罗血高一重, 但罗血的实力不能单以境界来论, 一时间二人打得有来有回。 而罗沙则是容易多了, 段无牙跟他一样是虚敬四重的修为, 再加上罗沙本身实力不俗, 所以是罗沙一直压着段无牙打。 段无牙越打越吃惊, 搞不好今天会栽在这里, 心里暗暗叫苦。 韩作斯等人也看出来了, 但虚敬的战斗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不是谁都有越己战斗的能力。 但是没办法, 三位长老只能硬着头皮上去帮忙, 这下才稍微缓解一下段无牙的压力。 第十五章 战斗, 下。 同时, 其他势力的人见清玄圣地长老处在下风, 纷纷上前帮忙, 一时间战场混乱无比, 围着罗血, 罗沙二人转。 李南这边反而没什么人, 没人会认为他有威胁, 毕竟天谴之人的名声在外, 在场之人都没正眼看他。 李南, 上次就告诉过你, 你只不过是个小地方的太子, 如今竟敢杀我圣地长老, 当初就应该将你抹杀。 韩耀望冷声说道, 眼中带着杀意, 语气轻松, 丝毫没把韩耀望放在眼里。 但眼神深处有些着急, 罗血, 罗沙二人都被缠住, 一时脱不开身, 要是他直接引动天结的话, 罗血二人估计也会被天结锁定, 这样就完犊子了。 但是到如今, 也容不得他想那么多, 不引动天结, 罗血二人也坚持不了多久, 毕竟对面人太多了, 再加上有两位虚境牵制, 他不出手的话, 怕是会隐恨当场。 可恶, 本圣子要把你的头拧下来当尿壶, 以解本圣子心头之恨。 韩耀望恶狠狠地说道, 就是, 等你死后, 我们还要将天南, 王朝连根拔起, 让世人看看, 如我圣地的下场。 只是你没机会看到了, 姐姐姐。 罗沙在一旁面色猙獰地说道, 最后更是肆意狂笑, 他们仿佛看到李南即将跪地求饶, 血洒当场的模样。 李南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这群人不止要杀自己, 还想彻底覆灭天南王朝, 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废物, 是不是很无能为力啊? 要不你跪下求本圣子, 说不定本圣子会替你求求情。 韩耀望一脸狂傲戏血之色。 哈哈, 就是, 你李南就是个废物, 废物就要有废物的自知之明。 罗沿等人在一旁附和, 李南在他们眼中已经是死人了, 现在不介意他多活一回。 说完了吗? 李南的声音如从九幽之中传来, 让韩耀望等人打了个寒战, 似乎要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 既然说完了, 那就去死吧。 听到这句话后, 韩耀望等人面面相去, 有种不安的感觉, 还不等他们回答, 李南大声吼道。 一剑开天门。 顿时, 一柄遮天蔽日的巨剑顿时出现在虚空中, 似乎要把天都斩破, 巨剑带着无穷剑气, 充斥着毁灭气息, 如同惶惶天威, 让人生不起反抗的念头。 这一剑的威力, 比前些天还是巨气境施展的时候, 大了数十倍不止。 如果说, 上次那一剑可斩洞天, 那么这一剑可斩虚境强者。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厉害的剑道神通? 我不信, 我不信, 哈哈哈哈。 韩耀望看到这一剑后, 张大嘴巴,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随后更是用手指着李南咆哮, 最后更是发疯似的大笑, 看样子是疯掉了。 其他人见状, 也是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是不想动。 而是在这一剑的威压下动不了, 只能绝望地看着这剑越来越近。 正在围攻罗雪、 罗莎的众人, 此时的脸上也浮现出惊吓之色, 他们感觉到这一剑可斩了他们, 同时很是庆幸, 因为这一剑不是对着他们来的。 罗雪、 罗莎二人则趁着机会远离战场, 他们知道李南接下来要做什么。 段无牙等人见罗雪二人要走, 根本不敢阻拦, 况且有心无力。 此时他们的弟子正在李南的剑下, 必须要想办法营救, 搞不好这些弟子会死亡殆尽。 李南源先是不打算使用这一招的, 毕竟太好灵力了, 这不, 有一个洞天的灵力被抽干了。 但是为了给罗雪二人创造脱身机会, 这一剑不得不出来, 结果发现这一剑的威力实在太过巨大, 他都没想到如此惊人。 果然, 还是低估自己了, 或者说低估混沌舰体了。 唉。 突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叹息声。 接着, 那人大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掌印朝着巨剑而去。 刹那间, 巨长便和巨剑相撞, 令人惊讶的是, 巨长和巨剑都崩溃开来, 算是打了个平手。 李南面色凝重, 看着来人, 想必这也是清玄圣帝之人。 他第一时间就问了系统来人的境界, 系统告诉他是王靖一众, 让得他大吃一惊, 这圣帝还真是看得起他, 王靖的强者都派了出来。 难怪轻松一掌就击溃了他的神通, 王靖果然不一般, 不愧是掌握法则的存在, 就是不知道他掌握的法则是什么。 拜见第七太上长老, 段无牙等长老见状, 顿时面露喜色, 恭敬地说道。 嗯…… 第七太上长老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李南, 缓缓说道, 李南, 本座再给你一个机会, 加而我清玄圣帝, 继续担任圣子。 啊, 不行, 圣子之位是我的。 你个老头子, 不许抢我的圣子之位, 我才是圣子, 疯了的寒耀望大声嚷嚷。 寒耀望便晕了过去, 韩作斯赶紧接住, 这可是他的宝贝孙子。 哦, 那不追究本宫击杀长老的责任了。 李南细写地说道, 这老家伙说话就像施舍一样, 让他很是不喜。 只要你加入圣地, 自然不会再追究。 不过, 你要将刚刚施展的剑道神通交出来。 第七太上长老淡淡说道, 眼中有一抹火热之色。 他也是用剑的, 如果学会那门神通, 越境杀敌岂不是吃饭喝水, 那么简单。 至于长老的仇, 在这门见到神通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拿到这门神通, 还不是随时都可以报仇。 段无牙等人想张口说些什么, 但被第七太上长老眼神制止了, 不敢开口。 你说这门神通啊, 这是本宫体制携带的, 本宫可无法交给你。 李南嘲讽道, 原来是打他神通的主意, 别说是体制带来的, 就算真有, 也不可能交出去。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本座回去吧, 继续担任圣子。 第七太上长老冷声说道, 如果真是体制携带的神通, 虽然有些可惜, 但李南确实妖孽, 于是心里生起了一点爱才之心。 在他看来, 李南是绝对不会拒绝自己的, 因为他根本没得选。 第十六章, 共同渡劫, 世界核心。 本宫为什么要跟你回去? 李南轻笑道, 刚刚只不过在为罗雪二人争取时间, 现在他们已经远离此地, 他也可以放心引动天节。 他倒要看看王静 是否可以在他的天节下活下来。 树子, 找死! 第七太上长老怒声喝道, 看到李南脸上嘲笑的表情后, 顿时明白李南是在耍他。 就在这时, 李南直接让系统不再遮掩他的气息。 聚气静, 圆丹静两个静界的静气息 瞬间出现在李南身上, 天空顿时被乌云笼罩, 一股毁灭气息冲斥这方天地。 这是天节的气息。 第七太上长老有些不明所以, 心里还在想, 这是谁在杜劫? 天节范围也太广了吧? 难道是上次那人? 偏偏没想到是李南在杜劫, 所以一时间也没退走。 因为李南境界不够, 他也不知道突破禁忌后会引得天节降临, 这才让他后知后觉。 你不跑吗? 李南笑着说道, 他已经感应到天节即将降临, 跑哪去也无所谓, 都会跟着他一起杜劫。 第七太上长老闻言, 一时没反应过来, 突然, 他感觉自己被天节锁定了, 怒吼道, 是你? 该死! 或许是天节觉得被挑衅了, 竟然有人可以遮掩禁忌气息, 还一释放就是两个境界, 简直不可饶恕, 并且下方这么多蝼蚁都在一起, 这是在藐视本天节吗? 于是,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道天雷接连批下, 除了李南和第七太上长老外, 其他人哪见过这阵仗, 有的人连第一道天雷都没挨过, 直接在天雷下化作飞灰。 而李南怕天节威力不够, 特意释放两个境界的禁忌气息, 目的就是为了批死第七太上长老, 这个王静强者。 炼体镜的时候是一九天节, 聚气镜则是二九天节, 元丹镜则是三九天节, 以此类推。 如今二九天节和三九天节融合到一起, 不仅数量更多, 天雷威力都是按照三九天节降落的, 这威力可想而知。 天雷不过降下九道, 场中就只剩四人还活着, 除了李南外, 就是圣地七太上长老, 段无牙和花鱼还活着, 不过段无牙和花鱼被天雷劈的鲜血淋漓, 看样子也坚持不了多久。 该死! 第七太上长老无比愤怒, 因为他看到李南跟个没事人一样, 在主动挨雷劈, 跟他们之间的狼狈样形成鲜明对比。 最关键的是, 他现在根本拿李南没办法, 从一开始他被雷劫锁定后, 就想解决李南, 结果李南直接施展一剑开天门, 让他不得不应接。 而后李南趁机拉开距离, 在这比他成王节威力还要大的天节面前, 他不得不全身心应付,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当场隐恨。 他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 人家杜劫都是远离人群, 生怕天节的威力加大。 李南到后, 故意拖着他们一起杜劫, 简直是杀人诛心。 又是久到天雷落下, 第七太上长老郑以为天节要结束, 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结果没想到, 天节又继续锁定了他, 顿时人傻了。 他看了看周围, 如今就剩下他和李南了, 圣地来的人没被李南杀死, 反而被天雷劈死, 他只觉得心里苦。 而这时, 他听到了李南魔鬼般的声音。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天节威力这么大, 把你们圣地的人都给劈死了, 不过你也不要灰心, 还有二十七道天雷, 加油, 相信你可以度过的。 李南刺着大白牙, 笑容很温柔, 很阳光。 此刻, 他心里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把天节留着, 等需要的时候再度节。 天节, 你礼貌吗? 听到李南的话后, 第七太上长老眼睛一瞪, 口吐白沫, 静止倒在了地上。 不会吧, 不会吧, 这是被吓死了。 李南揉了揉眼睛,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但天节, 并没有因为第七太上长老的倒下, 而放过他, 直接一道天雷静止披下, 似乎不太满意, 又是连续三道天雷披下。 第七太上长老彻底化, 为了飞灰。 要是他在泉下有知的话, 一定会气得活过来。 你一个天节, 竟然变尸。 李南见状, 脸色并没有变得轻松, 威力更是奇大无比。 同时, 也庆幸直接引动两个境界的天节。 不然今日, 就要浪费黄境修为体验卡了。 突然, 系统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叮,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迁道, 请问是否进行迁道? 杜劫的时候迁道, 不知其他穿越者体验过没有。 李南心里想道, 同时, 心里默念一声, 迁道。 恭喜宿主获得世界核心。 世界核心? 李南有些奇怪, 也不知这世界核心是什么玩意。 哼, 又是一道血红色天雷劈了下来, 现在的雷劫劈在他身上已经让他有些抽搐。 而天雷还有12道, 如果不用黄境修为体验卡的话, 似乎坚持不过去了, 但他又不甘心。 系统, 你有办法吗? 李南有些着急, 只好问系统, 之前渡劫的时候, 系统说可以解决。 不知道这次行不行。 宿主, 天劫本系统是可以帮你解决, 但不利于你的成长。 那怎么办? 李南艰难地说道, 宿主, 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现在突破动天境禁忌。 怎么突破? 李南相信系统不会无敌放逝, 既然系统说可以突破动天境忌, 那就一定可以。 动天最终会演化成什么? 文言, 李南脑海中闪过无数场景, 他又想起刚刚的签到奖励, 顿时豁然开朗。 激动地说道, 是世界, 动天最终会演化成世界。 是了, 动天本身就是一个空间, 如果让他演化下去, 绝对可以演化成一方世界, 但是以他动天境的修为, 绝对做不到, 不知道大地境能不能做到。 大地境这个境界, 是他老爹告诉他的, 他老爹则是说是, 他娘亲告诉老爹的。 大地境是这方世界最高的境界, 在网上的境界, 老爹没有说, 或许是不想让他担心吧。 毕竟都是娘亲告诉老爹的, 老爹怕他影响到心。 第十七章 融合动天, 各方反应, 摒弃掉杂乱的思绪, 现在是该想想让动天演化世界, 从而突破动天境境境。 看了看虚空中的九大动天,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要是再凝成一个动天, 会怎么样? 系统, 再凝聚一个动天可行吗? 李南有些不确定, 于是干脆问系统, 他怕凝聚动天不成, 反而突破到神魂境, 那就亏大了。 可行, 闻言, 李南很是惊喜, 这一步算是对了。 于是, 李南疯狂吸收灵气, 把剩下的几品灵石都扔进动天。 同时, 第十口动天正在缓缓成形。 这时, 一道血色天雷轰击而下, 正巧不巧, 正好轰击在第十口动天之上, 第十动天瞬间开裂, 裂缝逐渐扩大, 有崩溃的趋势, 李南顿时大吉。 要是动天被毁, 这一时半会可没办法, 重新再凝聚一个动天。 要么就使用修为卡, 要么就让系统帮忙, 这两种都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宿主, 以第十口动天为中心, 融入世界核心, 再融合其余九大动天。 突然, 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 李南文言,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按照系统说的做。 拿出世界核心后, 直接扔进第十口动天, 顿时, 第十口动天立即稳定下来。 接着, 他又控制其他九大动天, 朝第十口动天融合而去。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突然, 又一道天雷轰击在李南头顶, 李南嘴角顿时出现一抹血色, 现在还剩下最后十道天雷。 天劫凝聚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这使得李南有了喘息之机。 他相信, 只要迈入洞天竞竞技领域, 度过此次天劫将会很轻松。 主要是这次涉及到的人太多, 上万人渡劫, 其中还有一位王靖, 可以想象天劫的威力会有多可怕。 尽管那些人已经被天雷劈死, 但是天雷的力量可没有减少分毫。 就在李南引动天竞时, 南荒各地都看见了天空中巨大的节云。 这次的节云覆盖了小半个南荒, 足有三万里之广。 惶惶天威之下, 无论是人还是凶兽, 都在天威之下瑟瑟发抖, 让人生不起丝毫反抗之意。 八十里桃林, 紫衣青年面色凝重地看向天竞方向, 眼里闪烁震惊之色, 似乎感到不可置信, 嘴里喃喃道, 这是禁忌天竞。 不然大声说道, 惊得张大了嘴巴。 少爷, 你没感觉错吧? 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啊。 没错, 这是古书上记载的禁忌天节, 没想到, 这方世界竟有如此天骄。 难道是天地大节将至了吗? 不过, 此等天骄, 我们必须要交好。 他至少都是这方世界的气韵之子, 甚至是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 如果我们能跟随在他身边, 那。 紫衣青年眼睛逐渐发亮, 激动起来身子也跟着颤抖。 小青自然明白少爷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这等天之骄子最不缺的就是跟随者。 并且, 如果真是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的话, 跟在他身边就等于于整个时代为敌, 气韵之子的惹祸能力绝对是超强的, 气韵之子或许死不了, 但他身边的跟随者往往没几个能活到最后的。 尽管如此, 但还是很多人选择跟随气韵之子。 因为不跟随的话, 要么一生平凡, 要么就是气韵之子的敌人, 被气韵之子斩杀, 根本没有第三条选项。 况且, 等气韵之子成长起来后, 他们获得回报是巨大无比的, 这是至少称霸一个时代的荣耀。 其中的利益有多么巨大, 可想而知。 清玄圣地, 不知为什么, 萧承望有种很不安的感觉。 望着天杰的方向, 竟发现自己内心在害怕。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因为强者是很相信自己冥冥中的感觉的。 但他不敢上前去看, 这天杰的威力, 他挨不了几道。 除此之外, 清玄圣地的一些老祖也被天杰惊醒, 实在这等天杰太过可怕了些。 远远看去, 竟然落下二三十道天雷, 还没停止, 实在让人心惊胆寒。 清玄圣地如此, 南荒各地势力皆是如此, 他们隐隐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要变天了。 这才几天, 接连两人渡劫, 实在太过可怕, 不敢想象。 十万大山。 这里居住着数不清的妖兽, 妖兽是拥有智慧的存在, 他们拥有思考能力, 而且可以进行修炼, 不像凶兽只会按照本能行事。 此时, 三大妖皇竟然汇聚一堂, 这在平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理难度结引起的。 龙二, 你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 一只两丈高的巨猿, 竟然口吐人言, 朝对面头上长着两只脚, 下巴留着两条长须的青年说道。 就是, 龙二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不远处一只金色的大鸟突然开口说道。 元云, 金风, 我喊你们过来, 想必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然也不会过来。 龙二先卖了个关子, 而后又接着说道, 短短几天, 竟然出现两次天节, 并且这个天节的威力我都没把握度过。 我猜测这个世界或许会发生大变。 你是说? 元云眼睛闪烁, 不知想起了什么, 不确定地说道。 没错, 想必你们族中也有记载, 我们妖族, 在这十万大山苟延残喘一万年, 是时候去争一争啊。 龙二语气严肃, 又有些唏嘘, 那该如何做? 金风和元云同时问道, 他们显然没想那么多, 至于族中留下的记载都是残缺的, 他们也没放在心上, 要是龙二不说, 他们甚至不记得这回事。 当然是不遗余力地交好, 追随, 三千年前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 如今胡族和紫雕一族不知有多么辉煌, 我们甚至连仰望他们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你们两族怎么想的, 反正我骄龙族选择追随那人。 龙二缓缓说道, 与其有些深沉, 三千年前的事情还是让他耿耿于怀。 龙二,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你们两族? 我们三族在对外上向来都是一致的。 金风当即反驳道, 那你们的决定是? 龙二有些期待, 希望三族能共进退吧。 我们与你一起共进退。 元云和金风对视一眼, 齐声说道。 好, 好, 好。 龙二激动地连说三个好字, 哈哈哈哈。 随后, 三妖齐声大笑。 第十八章, 洞天禁忌, 圣人法旨。 李南全力以赴地将十大洞天融合为一, 随着时间流逝, 已经有八大洞天融合成功, 只剩最后两个洞天。 但天节却没有给他那么多时间, 又是一道血红色天雷轰击而来, 李南喷出一口鲜血, 面色更加凝重。 快点, 再快点。 李南心中大为焦急, 全力催动修为。 好在没有其他的变故, 除了天节外, 没有任何人打扰他。 终于, 在下一道雷霆落下之前, 十大洞天融合为一, 虚空中只剩一口洞天吞吐灵力。 李南很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实力有一个质的提升。 小小天节, 看小爷怎么拿捏捏。 感受到自身实力后, 李南心中大喜, 整个人轻松下来。 直接冲天而起, 一道剑光自天际而来, 直接将节云分成两半。 虽然已经突破至洞天禁忌领域, 但他感觉并不是很圆满, 总觉得缺了什么。 看到天空中, 节云不断会拢, 天雷不断汇聚, 暗红色雷光闪烁, 他突然想到什么, 要演化成小事件, 天雷应该可以加快进度吧。 李南心中一惊, 被自己这么疯狂的想法吓一跳, 但不是又心仰难耐, 于是直接把天雷连带着节云 都一起收进洞天。 李南的心有些忐忑, 但收进去好一会, 发现洞天并没有破碎, 这才松了口气。 接着, 他迫不及待想要 看看洞天内是什么样子。 只见现在的洞天世界 还在不断地扩张, 范围足有百里大小, 世界外是一片虚无。 而节云到了洞天世界 并没有消失, 反而依旧在降落天雷, 引起一阵阵轰鸣声 在陆地上留下一道道深坑。 李南有一种感觉, 他可以控制这个天结, 于是, 他心念一动。 顿时, 一道道天雷随着他的意识披下, 没有丝毫误差。 接着, 天结又随着他的意识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又随着他的意识瞬间出现。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泽泽, 李南略微有些惊讶, 同时心中大喜。 如果这天雷可以轰击在外面的世界就好了。 李南心中暗响, 结果, 一道天雷果真从洞天内劈了出来, 在地上留下一道大坑。 李南本来没抱希望, 这情况的出现让他大为振奋。 如果对敌的时候, 直接放出一道天雷, 那场面绝对会惊掉别人下巴。 而且, 这天结可是没打丝毫折扣的, 足可以劈死王靖强者。 又多了一道杀手锏, 以后请叫我雷帝。 李南美滋滋地想着, 心情要多激动有多激动。 看了眼, 满目疮痍的大地, 心想该回去了。 因为是主动前来阻击, 而清玄圣地等人都杜结失败而亡, 也没人敢跟在清玄圣地后面看热闹。 估计这消息暂时不会传出去, 那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发育。 他心中也有些焦急, 清玄圣地的第七太上长老就是王靖修为, 那至少还有六人都是王靖的存在。 关于清玄圣地太上长老的事情他虽然了解的不多, 但没想到至少有七位这么多, 虽然被他吓死一位, 但也至少还有六位。 加上他不了解的, 突然冒出几个老祖也不奇怪。 他现在有些怀疑娘亲留下的后手能不能解决清玄圣地。 想多无意, 还是努力变强。 回到玉京城后, 老爹李景明急忙活了地找上来, 看到人漠视后才放心下来。 你这个臭小子, 竟然敢拉着上万人跟你一起度劫。 你要是被劈死了, 我怎么跟你娘交代? 李景明有些责怪地说道, 眼神有些担忧。 后面降下的天雷他都不敢接, 然后又看怪物样地看着李楠, 按道, 这小子真是个怪胎, 早点变强也好, 这样就能让我跟念念早点相聚。 老爹, 你看不起谁呢? 王靖都被劈死一个, 这清玄圣帝竟然派到王靖前来, 真是看得起我天南王朝, 这下有他们心痛的了。 李楠幸灾乐祸地说道, 好小子, 你那冰块脸手下说, 有王靖的时候吓老爹一跳, 没想到真给你弄死了, 不愧是我李景明的儿子, 真有出血。 李景明笑呵呵地说道, 冰块脸自然说的是罗血。 老爹, 重点是王靖啊, 来人只是清玄圣帝的第七太上长老, 说明清玄圣帝至少还有六位王靖之上的强者, 加上暗地里的, 娘亲留下来的手段, 真能对付清玄圣帝吗? 李楠有些无语, 啥时候了还在洋洋得意, 圣帝目前表现出来的底蕴就不一般。 圣帝之所以叫圣帝, 那是曾经出现过圣。 因为圣仪留下来的底蕴可想而知, 有句话叫做圣人之下接楼椅, 圣人之下和圣人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就算清玄圣帝再怎么没落, 也不是可以轻松抗衡的, 至少他现在没有抗衡圣人的手段。 你这臭小子, 你娘走之前告诉过我, 清玄圣帝有假圣的存在, 然后你娘为了避免意外, 就留下一道圣人法纸。 李锦铭自然明白李楠的担忧, 只是这个圣人法纸只有一击之力, 轻易不能动用。 我说老店, 你非要卖关子, 直接说有圣人法纸不就行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 李楠很是好奇, 竟然是圣人法纸, 还是他老娘留下的。 李锦铭没有犹豫, 直接将一张手掌大小泛着青色光芒的纸张拿了出来, 蕴含着令人战力的威压。 李楠接过后, 仔细瞧了起来, 一看就不是简单之物。 李锦铭又说了这张法纸的用法, 只要滴一滴写上去就可以使用。 那个老爹啊, 当初娘是怎么看上你的? 李楠的八卦之心一下就来了, 他娘竟然是圣人,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那我去什么清玄圣帝啊? 李楠有些纳闷, 自家老娘的大腿竟然没抱到。 那个, 老爹还有事, 先走了。 李锦铭闻言有些尴尬, 这是, 是能拿出来说的吗? 不等李楠反应过来, 人就不见了。 嘖嘖嘖, 老爹竟然会害羞。 李楠咧嘴一笑, 同时心里有些想念老娘了。 不知娘亲现在怎么样了, 一定要没事啊。 系统, 你再给力点, 让我一步登天。 李楠美滋滋地想着, 他晚上做了个美梦, 梦到一步成圣, 挥手间一剑灭了清玄圣地。 第十九章 少年, 亲爱的哥哥, 陪我去玩吗? 一大早, 李小暖就找到李楠, 想和李楠一起出去玩。 好好好, 李楠有些无奈, 只好答应下来。 玉京城大街上, 李小暖拉着李楠这看看, 那瞧瞧, 走了两个小时, 李小暖依旧兴致勃勃勃。 因为听闻清玄圣地 要来覆灭天南王朝, 玉京城的人流量 这几天大了很多, 较往常提升数倍不止, 这都是外来人口, 皆有修为在身, 想来是看热闹的。 李楠并没有管这件事, 只要不影响人们 正常的生活就行了。 哥哥, 我们去吃饭吧, 听说一家酒楼的饭菜 可好吃呢。 李小暖笑嘻嘻地说着, 今天跟哥哥一起出来玩, 好开心啊。 好啊, 想吃什么歌请客? 李楠笑着回应, 走进一家酒楼后, 这里人流量爆满, 一眼看去都没有发现空位置。 看着李小暖 兴致勃勃勃的模样, 又不忍心打断。 这时, 他瞧见一处靠边的位置, 只坐着一人, 看模样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于是, 他带着李小暖走了过去。 你好, 我们可以坐这里吗? 李楠笑着打招呼。 少年抬头打量了一下两人, 有些惊讶, 略意犹豫便同意下来。 多谢。 李楠二人到了生县, 小兄弟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李楠好奇地问道, 这人年纪轻轻, 竟然是圆丹静修为。 跟他之前的天赋差不多, 显然是个好苗子。 嗯。 少年似乎不善于打交道, 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李楠也不介意, 继续问道, 我听说这里即将发生大战, 清旋圣地的人就要打来了, 小兄弟也是过来看热闹的吗? 少年听后摇了摇头, 也不说话。 喂, 我哥问你呢, 咋不说话? 李小暖气呼呼说道, 在他看来, 这人太不懂礼貌了。 少年闻言, 眉头皱了皱, 但依旧没有说话。 小暖, 不得无礼。 李楠轻声说道, 接着对着少年歉一道, 小兄弟, 抱歉, 不是故意的。 没事。 少年回道, 说完便告辞离去。 少年走后, 李小暖气呼呼的。 哥, 那人怎么这样? 人家跟我们不熟, 自然不愿搭脸, 这样无可厚非。 况且, 或许人家性格如此, 李楠看着少年离去的方向, 颇有些好奇。 他有种感觉, 以后还会跟他见面的。 哥哥, 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啊? 李小暖嘟起嘴。 李楠见状, 玩耳一笑, 解释道, 人家可是各缘单静的天才, 自然会让人高看他一眼。 不是吧? 我竟然没看出来。 李小暖有些惊讶。 那人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大, 没想到深藏不露。 谁让你平时不修炼? 你要是努力修炼, 不一定比他差。 李楠有些无奈, 李小暖啥都好, 就是不愿修炼。 不然如今至少都是原单静修为, 现在只是聚气静初期罢了。 李小暖吐了吐舌头。 李楠拿他没办法, 也不在这件事上多说, 自顾自斥起菜来。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在清玄圣地的几年雇着修炼, 可没心情吃这些。 虽说有修为, 再生不吃饭也没事, 但也要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酒楼中不免有闲聊的人, 八卦去世, 说个不停。 讨论最多的话题, 就是清玄圣地和天南王朝 接下来要发生的大战。 你们说清玄圣地的人为何还未到? 按照消息昨日就该到了。 清玄圣地的人又不急, 听说, 清玄圣地来的路上聚集了好多势力, 想必这才耽误了一部分时间。 我想也是, 除了天南王朝, 谁敢不对清玄圣地的人恭敬有加, 甚至再晚几日到来也不是不可能。 好不容易遇到清玄圣地的人总要去套近乎不是? 天南王朝也没那么简单, 这里灵气如此浓郁, 估计和清玄圣地差不多, 难怪敢不把清玄圣地放在眼里。 要我说, 清玄圣地属实霸道, 自家的长老初首席杀利国主, 还不允许人家反击, 天南王朝就该教训一下清玄圣地。 你不想活了呀? 不说了不说了, 要是被清玄圣地的人知道, 那就没命了。 李南饶有兴致地听着, 他真的好想告诉他们, 清玄圣地来人已经被雷劈死了。 但想想还是算了, 还是在苟着发育几天。 知道清玄圣地有假圣存在后, 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稳住别浪。 假圣是成圣失败, 但又比准圣的实力要强, 比圣境的实力要弱。 再加上大县将至, 这种人往往最危险。 虽说有圣人法指在手, 但只能用一次, 谁知道清玄圣地有没有圣人法指, 这真是让人为难。 兴许是吃得太饱, 李小南没有要求李南继续陪着他玩, 反而回宫睡觉了。 按照李小暖的话, 就是吃得好饱啊, 人家都困了, 先睡个觉。 李南双手一摊, 这正合他意。 正走着, 李南忽然瞧见, 前方正有人发生争斗。 这不巧了吗? 其中一人正是之前那位少年, 另一位则是卫身穿红衣的女子。 小弟弟,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红衣女子魅惑一笑, 眼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 不了, 尽管动手吧。 少年冷声说道, 面容无比坚毅。 小弟弟, 真是让人伤心呢。 那就让姐姐瞧瞧你的本事。 红衣女子话音刚落, 便持见栖身而上。 少年健壮, 眼睛一凝, 急忙退后。 嘴里念念有词, 双手结印, 大喝一声, 去。 顿时, 无数张符纸朝红衣女子飞去。 接着, 少年又大喝一声, 抱。 无数符纸炸裂开来, 一时让红衣女子灰头土脸, 红色长裙被炸出几个大洞, 顿时春光外泄。 小畜生, 你找死。 红衣女子大怒, 咬牙切齿, 做事就要全力出手。 少年顿时, 面色凝重起来, 又看了眼周围, 急忙退走, 只见两张符纸贴在身上, 速度奇快无比。 红衣女子健壮, 急忙追去。 罗莎, 你将小暖送回王宫, 我追过去看看。 李南淡淡说道。 是。 罗莎突然出现在旁边, 恭敬应道。 李小暖闻言, 也没说什么, 反正要回去睡觉。 第二十章, 红衣女子。 李南就这么跟在少年和红衣女子身后, 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跟着。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红衣女子终于追上少年。 红衣女子咬牙切齿, 满脸怒涩望着少年, 狠狠说道。 小畜生, 你跟你那个师父一样, 都是那么惹人眼。 一时间二人打得有来有回, 少年也不再留守, 无数符指从手中飞出, 布满周围虚空, 释放出可怕的能量。 直接将红衣女子一击重伤, 打倒在地。 怎么会? 怎么会? 红衣女子不可置信, 神色有些疯癫。 少年皱着眉头, 犹豫道, 你跟我师父什么关系? 红衣女子大笑, 竟然有些疯狂道, 漏我十六年, 整整十六年啊, 你说是什么关系? 少年有些不解, 在他看来, 师父不是这样的人。 但红衣女子的话, 不似作假, 一时间不知该不该出手, 随着虚空中的符指不断站立, 最后符指都化为积分, 少年终究是没有打出那一击。 你走吧, 我师父已经先去了。 少年说道, 别以为你这次放过我, 我就会感激你。 哦, 红衣女子狠狠说道, 而后喷出一口鲜血。 师父, 你可害惨我了, 难怪你说女人可怕。 少年心中暗道, 犹豫着将一颗丹药递上, 而后认真说道, 姑娘, 我还是相信我师父 不会无缘无故封印你, 其中定有误会。 不然我师父 也不会再三盯住我 十六年之期满时 将你放出来。 红衣女子 只是恶狠狠瞪了少年一眼, 而后接过丹药服下。 她说得不错, 她师父封印你 确实是不得以为之。 李南这时站了出来, 语气淡然。 二人都朝李南看了过来, 李南对着少年笑了笑, 而后接着说道, 这位姑娘, 你的体质可不一般, 要是爆发出来, 甚至可以让方圆万里 成为死狱, 最重要的是, 姑娘你将失去意识, 成为只知杀戮的怪物。 我想她的师父 正是为了保护你, 才不得已将你封印。 不可能, 不可能, 红衣女子歇斯底里, 李南没有管她, 这个消息的 让她消化一下。 小兄弟, 怎么称呼啊? 李南笑着问道, 这两人都很不一般, 特别是那红衣女子, 初看没什么, 直到用系统查看的时候, 让她大为震惊。 道, 十二, 少年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说出了她的名字。 道十二, 这是什么名字, 李南心中有些奇怪,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在下李南, 道十二文言, 脸上有些错愕, 问道, 你就是天南王朝国主? 确实是我。 李南点了点头, 笑着回答。 道十二脸上有些惊讶, 她没想到, 李南真如传闻中的那般, 不仅年轻, 修为连她都看不透。 她可是有专门的探查术, 除非是圣境之上的存在, 否则都逃不过她的探查术。 接着, 李南问了关于红衣女子的事情, 但道十二知道的不多, 只是她师父让她来解封。 你师父真的先去了吗? 李南有些狐疑, 据道十二所说, 她的师父修为高深莫测, 怎么会突然先去? 那个我也不知道, 管她呢? 师父死便死了吧? 现在十二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想看漂亮女子, 就看漂亮女子, 不用被管着了。 道十二先是摸了摸头, 而后腼腆说道, 一看就知道这是她的真心话。 李南内心直呼好家伙, 这少年好单纯。 过了半场, 红衣女子渐渐冷静下来。 请问公子, 不知我是什么体质? 红衣女子对着李南失了一礼, 直接问道, 你乃是鬼王之体, 这体质如果就这么觉醒, 将会吞噬你的意识, 方圆万里都将化为死欲。 李南淡淡开口, 其实, 红衣女子不仅仅只是鬼王之体, 她的体内可是蕴藏一丝鬼仙血脉, 将来说不定可以成为鬼仙肢体。 在知道红衣女子是鬼王之体后, 她甚至有些害怕, 难道真的有鬼的存在吗? 鬼王之体? 道十二和红衣女子都大吃一惊, 红衣女子面色有些欺然, 气声说道, 如此体质, 放我出来作肾, 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封印的下场。 姑娘, 师父说, 将你放出来, 是因为她算到你在十六年后, 有一线生机存在。 她还说, 你若是不想出来, 十二也可以代劳, 将你重新封印。 道十二眼神清澈, 面色淡然, 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真有一线生机吗? 红衣女子喃喃自语, 不禁自问, 所谓的一线生机, 真的存在吗? 十二也不知, 道十二稚嫩的脸庞, 显得格外认真。 那你继续将我封印吧, 我还是不出去害人。 红衣女子沉吟许久, 面色凄然。 梁生说道, 我向来运气不好, 出生丧母, 三岁丧父, 别人都把我当作不祥。 如若不是遇到你师父, 心虚早就活不下去。 虽然这些天我老是找你麻烦, 但只不过想见见你师父, 都说, 你那一脉心思单纯, 但在我看来, 你师父恰恰相反, 心思被那狐狸还多。 我虽说没有听说过 所谓的鬼王肢体, 但想必如公子说的那样, 就此觉醒会将方圆万里化为死欲。 而我也将成为没有意识的怪物,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虽没有念过书, 不知什么大道理, 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害别人。 如若不是公子说我会变成 没有意识的怪物, 那我兴许会选择自由。 师父, 这人好苦。 道十二难难自语, 他不知对红衣女子说什么, 只知这是他见过最苦的人。 李南一时竟不知言语, 他不知道告诉他究竟对不对。 如若不告诉他的话, 他或许会遇到那一线生机, 现在却打断了他的这一线生机。 在他的观念里, 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方圆万里, 生灵的命是命, 他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本想着帮助道十二解决一下麻烦, 这下道好, 似乎好心办坏事了, 不禁有些自责。 公子, 不必这样, 或是天命如此。 红衣女子似乎感受到李南的心情, 淡然一笑, 苍白脸上顿时浮现出凄美笑颜。 这时, 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李南的脑海中。 第21章 九天雷竹 丁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 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李南一愣, 玄疾心灵默念。 恭喜宿主获得体制觉醒卡一张。 签到奖励一出, 李南再次愣住, 系统该不会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吧? 体制觉醒卡可以完美觉醒任何体制, 并且不会带来副作用。 简简单单的介绍, 却是红衣女子最需要的东西。 姑娘, 天命如此, 天命就该如此吗? 李南笑着问道, 他此刻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 红衣女子健壮, 不禁愣住了, 李南的笑容带着一股自信, 很容易让人信服。 李南不等红衣女子说话, 接着说道, 我可以解决你的体制问题, 但你要跟在本公子身边。 我愿意。 红衣女子毫不犹豫, 李南的话就像救命稻草一样, 就算自己能活, 那还不是孤苦一人, 跟在这位公子身边心许还不错。 李南有些错愕, 把准备好的话都收回了肚子里, 没想到红衣女子就这么答应了。 于是确认道, 你可想好了, 红衣女子用力点了点头, 那就跟我走吧。 李南淡淡说道, 就红衣女子不是他一时兴起, 主要是这体制实在太过变态, 况且红衣女子身上还有鬼仙血脉, 将来可以成为他的一大助力。 十二小兄弟, 你是跟我一起回去? 还是? 李南又看向到十二, 这道十二也不一般, 虽然看着不爱言语, 但一身俘虏之术高深莫测, 红衣女子这位元丹镜巅峰都不是他的对手。 李兄, 十二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 来日再见。 道十二笑着说道, 没有如在酒楼时那般冷漠。 好, 十二, 来日再见。 李南虽然觉得有些可惜, 但还是笑着说道。 回到王宫后, 李南赶紧将红衣带到密室, 然后使用体制觉醒卡。 因为, 红衣已经在体制觉醒的边缘, 随时都有可能觉醒, 幸好有系统查看着, 他才敢将红衣带入王宫。 因为红衣女子没有名字的缘故, 他直接取了个红衣的名字, 红衣欣然接受。 李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穿红色衣服, 罗血如此, 罗沙依旧, 红衣还是这样。 难道流行红色吗? 但其他人没看到几个穿红色衣裳的呀。 看到红衣的气息正在稳固快速地提高, 李南也放心下来。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连续签到七天, 额外讲了一次签到机会, 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李南没想到连续签到七天, 还有额外签到, 顿时美滋滋进行签到。 但很快发现不对劲, 心里默念道, 童子哥, 不是连续签到八天了吗? 宿主没有进行签到, 系统只是进行提醒。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九天雷竹一珠。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灵脉星号石。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阵法天雷影。 连续几道声音响起, 李南露出激动之色, 这奖励来得太及时了。 九天雷竹乃是植物化灵, 可以引动天雷降临, 关键的是, 竟然有半圣修为, 并且是母珠存在, 可以孕育众多雷竹。 修炼境界为, 炼体境, 聚气境, 元丹境, 动天境, 神魂境, 虚境, 半王, 王境, 黄境, 大能境, 半圣, 圣境, 准地, 大地。 遗憾的是, 只能在本体的一定范围内移动, 不过本体的攻击范围达一万公里。 这倒是可以中, 在王宫内, 天南王朝也将有自身底蕴存在, 可以有效地保护天南王朝。 这下可以与清玄圣帝分庭抗礼, 清玄圣帝假胜不出, 天南王朝在南荒就是无敌的存在。 李南没有犹豫, 直接将九天雷竹从系统空间拿了出来。 主人, 九天雷竹空灵的声音响起。 咦? 你会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南有些惊喜, 莫想到九天雷竹竟然还会说话。 我没有名字。 九天雷竹司考了一会, 似乎在想名字是什么。 那你以后就叫小竹。 李南瞬间就确定了小竹这个名字, 然后询问小竹的意见。 小竹自己在王宫内找了个地方扎根, 身上雷光在闪烁。 接着, 李南又看起千道的奖励。 极品林脉竟然有十条, 这下可以极大程度提高天南王朝的灵气浓度。 天南王朝将成为南荒的修炼圣地。 思考一会, 李南决定将九条极品林脉埋入天南王朝地下, 剩下的一条放进自己的洞天世界。 刹那间, 天南王朝的灵气浓度翻了数十倍, 比清玄圣地的灵气还要浓郁。 洞天世界内意识充斥着灵气, 使得洞天世界演化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在天南王朝的众人也纷纷感受到灵气的提升, 有的地方灵气几乎凝结成实质, 化为灵液, 这使得许多人直接原地突破。 就算没有修为再生的人也感觉身体轻松不少, 一些简单的病痛直接痊愈。 这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一些人露出贪婪的目光, 一些人则是感到害怕, 还有的人露出惊讶之色, 然后淡然出之。 天雷影是一门地阶阵法, 可攻可守, 需要用雷属性的东西作为阵眼。 李南心念一动, 直接用小竹的本体作为天雷影的阵眼。 这样自己离开天南王朝后, 也会放心不少。 在阵法范围内, 小竹将拥有圣阶的实力, 并且会随着他修为的增加, 能发挥的力量也会跟着增加, 直到递进为止。 除了实力的增加外, 天雷影还可以抵挡递进强者的攻击。 这对于修为弱小的男荒来说, 直接立于不败之地。 李南也没想到直接起飞, 这就是拥有外挂的好处。 随着天雷影布置完毕, 李南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毁天灭地的力量, 地阶阵法恐怖如斯。 除了他可以控制地阶阵法阵法外, 小竹也可以控制, 并且小竹控制时的威力最大。 顿时, 一股冲天豪气油然而生, 清玄圣地已经不被他放在眼里。 有小竹的存在, 清玄圣地要是赶来, 直接灭之。 镇乃李南, 自及日起, 天南王朝历为天南皇朝, 欲经城方圆一万公里内, 近归天南。 突然, 一道霸道绝伦的声音响彻在天南王朝境内, 经久不息。 第二十二章, 运厥。 这声音带着滚滚威压, 通过天雷影镇法的加强, 欲经城方圆万里, 进阶可以听到。 听到之人无不震惊, 不敢相信天南皇朝竟然如此霸道。 这是要变天了呀, 看来清玄圣地根本奈何不了天南皇朝。 有人喃喃自语。 这有啥, 老夫就是散修一个, 如今天南皇朝灵气如此浓郁, 臣服天南皇朝也没什么。 倒是我等, 占了大便宜, 还是赶紧前往登记吧。 要是被赶出皇朝, 那就亏大了。 一位满口黄牙, 劈头散发的老者, 咧嘴说道。 天南皇朝竟然如此霸道, 哼, 想必清玄圣地之人马上就要到了吧。 到时候看着天南皇朝怎么嚣张, 想必我等可以分杯羹, 最起码可以喝口汤。 也有的人不放在心上,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天南皇朝只不过是个凡人皇朝, 就出了个礼难。 只要清玄圣地一到, 李南还不是要引紧救路。 通过阵法, 李南可以听到天南皇朝内的各种声音, 听着那些不怀好意的声音, 李南冷笑一声, 用我天南的灵气, 还敢说我坏话, 找死。 旋即心念一动, 几时到雷霆接连披下, 那些人瞬间神魂俱灭。 见状, 有的人冷汗直流, 纷纷庆幸自己, 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不然也会死的, 不能再死。 而啊, 这样做, 会不会太过了? 李景明出现在李南身边, 神色凝重问道, 老爹, 不碍事。 李南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摇头一笑。 李景明见状, 也不再多说什么。 老爹, 天南书院的是怎么样了? 突然, 李南想到什么, 开口问道。 玉京城的天南书院, 差不多建好了, 正在招生, 其他地方要晚点。 李景明想了下说道, 这个事情, 还请老爹放在心上, 南皇缺的就是灵气, 造成修炼困难。 现在我天南皇朝灵气充裕, 修炼也会更加容易, 天南书院应收尽南皇之地的天才。 李南想了想, 说道, 好, 李景明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了下来, 随后便转身离去。 在李南看来, 南皇之地不是没有天才, 而是天地灵气匮乏, 这才导致修为普遍不高。 而修为高的人, 基本都集中在清玄圣地, 其他的地方, 有神魂境的存在, 就顶天了。 据他所知, 除了清玄圣地外, 还有四方势力, 有王境的存在, 但只是, 出入王境罢了。 他们都是不想看别人眼色行事, 而清玄圣地也懒得管他们, 反正影响不到他们的利益。 这四方势力分别是玉兽宗、 药王谷、 百花宗、 魔剑宗。 其中, 魔剑宗有两位王境一众的存在, 其他三方势力各有一位王境一重。 另外, 还有一方势力超然无外, 那就是十万大山的妖族。 没有人知道, 十万大山妖族势力如何, 但却是清玄圣地也不愿得罪的存在。 玉兽宗, 宗门大殿内。 宗主韩志明怒声说道, 天南皇朝实在过分, 不把我玉兽宗放在眼里, 本宗提议直接将其覆灭。 因为天南皇朝一万公里的范围, 将玉兽宗也包括进去, 这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做宗主太难了。 宗主三思啊, 天南皇朝这么做, 想必是有底气在, 他们得罪清玄圣地还能完好无损, 恐怕有什么底牌, 我建议去和天南皇朝商量一二。 长老们纷纷劝道, 是啊, 宗主, 妖族也在天南皇朝势力范围内, 不如我们等等妖族的反应再说。 另外, 我们还可以联合药王谷, 百花宗, 魔剑宗等势力。 大长老管全开口说道,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天南皇朝的不一般, 天南皇朝就像一颗巨星冉冉升起, 在不确定有什么手段之前, 不能轻易得罪。 韩志明见状, 悄悄松了口气, 他就怕这群人不知死活去得罪天南皇朝, 所以他干脆主动提出来, 就算有什么意外也怪不到他的身上。 韩志明心里直呼, 做宗主太难了, 那行, 就由大长老你前去玉京城说明一下情况, 如果实在不行, 就臣服吧。 韩志明沉声说道, 面对天南皇朝他是真的没有办法, 他可不信天南皇朝没有对付王靖的手段。 是, 大长老管全应道, 管全也不犹豫, 直接朝着玉京城飞去。 十万大山, 金风, 袁云也知道了天南皇朝将其化为势力范围的事情。 众妖大怒, 弱小的人类竟然侵占他们的领地, 纷纷集合起来, 想要发动兽朝, 让天南皇朝看看, 妖族不可辱。 袁云,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类有这么大的胆子? 金风问声说道, 要不去问问龙二? 袁云挠了挠头, 也没想明白。 好, 金风同意了袁云的建议, 如果是之前, 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和气, 直接打上门去就完事了。 但知道一些事情后, 就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也许关系着他们的未来。 在他们之间, 龙二是最聪明的, 有不懂的事情, 找龙二就对了。 龙二住在十万大山边上的千辛湖中, 不一会儿, 袁云, 金风就来到了千辛湖。 龙二, 听他们说了相关情况后, 开始沉思, 缓缓说道, 此前感应到的那人, 就在你们说的天南皇朝。 而天南皇朝的变化, 也无不说明那人就在天南皇朝, 或许我们可以先去看看。 好, 袁云和金风相视一眼, 一致决定去天南皇朝瞧瞧。 几天时间一会儿过, 李南哪也没去, 就在宫中修炼。 兴许是好东西, 都被签到完了, 这几天签到的东西, 不如从前, 都是些功法, 零食, 丹药之类的。 李南咬头苦笑, 这才是正常签到的东西, 要是一直有那么强大的东西给他, 那才有些奇怪。 不过, 倒也签到了些用得上的东西, 比如说, 孕爵, 正门功法, 这是所有人都可以进行修炼的功法, 不管有没有修炼资质。 因为这是修炼气韵之力, 气韵越强大, 修炼之人的实力也就越强大, 修炼之人实力强大, 又能反补气韵之力。 唯一的一点, 就是要跟国家气韵相绑定。 这倒没什么, 是可以忽略的一点。 毕竟想要变得强大, 总要付出些什么。 而, 孕爵, 则跟国家气韵息息相关, 国家气韵越强, 修炼, 孕爵, 之人的实力就越强大。 李南决定将这一门功法传下去, 天南皇朝, 人人如荣的时代即将降临。 第23章, 风波。 李南暂时没有修炼这门功法, 将孕爵交给老爹后就继续闭关, 提升实力永远是最重要的。 随着孕爵的传播, 一些人开始尝试修炼, 慢慢发现, 竟然许多人都修炼成功了。 这还是只是修为低下, 或者没有修为的人修炼。 而修炼, 孕爵的人修为提升十分迅速, 而后传播得越来越广。 老李, 你修炼, 孕爵了吗? 什么? 你竟然还没有修炼孕爵。 随着时间流逝, 讨论, 孕爵的人越来越多。 老丈, 孕爵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都在讨论孕爵啊? 玉京城内三个年轻人拦住了一个老丈, 问道, 年轻人, 你说这个的话, 老汉就要跟你好好聊聊了, 孕爵是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传给我们的修炼功法。 老汉一听, 顿时眼睛发光, 跟他们说起了孕爵的事情。 等等, 你是说没有资质的人也可以修炼吗? 中间一人问道, 是啊, 皇帝陛下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所有人都可以修炼你, 现在我们村里的人都修炼了, 不仅身体变好了, 力气变大了, 还有的娃子竟然可以飞上天。 老汉继续眉飞色舞, 说着, 丝毫没有在意三人惊讶的目光, 在他看来, 惊讶才是正常的。 三人相视一眼, 眼里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三人跟老丈到了声线, 缓缓走进了人群, 这三人正是龙二、 元云, 金风化成的。 龙二, 这, 韵爵, 好神奇, 我感觉我也可以修炼。 元云惊讶道, 你修炼了? 龙二问道, 元云点了点头, 他刚刚只是运转了一遍功法, 竟然就修炼成功了。 我还感觉到, 修炼, 韵爵, 我可以简单使用这的气韵之力, 加持到身上, 可以让我的实力得到增强。 元云继续说道, 眸中惊讶之色更甚。 我也感觉到了, 金风也开口说道, 龙二有些无语, 这两个憨憨, 怎么什么功法都去修炼, 也不怕出什么事情。 但现在看来, 还没有不好的事情, 但他可不敢修炼, 这实在太过恐怖了些。 这也让他坚定此行, 没有错, 或许真能遇到那人。 除了, 运厥的事情, 来看热闹的人逐渐发现不对劲, 天南皇朝的灵气越来越浓郁, 而前来天南皇朝的清玄圣地之人却毫无踪迹, 想看天南皇朝笑话的人顿时紧张起来。 而后, 一则消息的出现更是让众人震撼无比, 天南皇朝直接承认将清玄圣地前来之人覆灭了, 而他们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大大出乎众人意料。 谁都没想到天南皇朝不声不响就把清玄圣地来的人给覆灭了, 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站队的问题。 而天南皇朝的名声在南皇大圣, 所有势力都在考虑天南皇朝的事情, 他们可没有清玄圣地那么头铁, 更没有清玄圣地那个实力。 伴随着这条消息, 天南皇朝宣布成立天南书院, 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天南书院学习修炼, 前提是要通过考核。 一时间前去天南书院报名的人数不胜数。 值得一提的是, 在看到玉京城的景象后, 玉兽宗大长老管权无比惊叹, 天南皇朝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尽管没有见过天南皇朝的高手, 但他还是贯彻落实了宗主韩志明的决定, 直接选择臣服。 而后, 见到李景明的刹那, 更是大惊失色。 李景明直接显露王晋四重的修为, 震得他一愣一愣地, 使他不敢多想, 庆幸玉兽宗没有选择对抗。 直言回去就解散玉兽宗, 归于天南皇朝统治。 随着事情不断发酵, 清玄圣帝也得知了三千弟子 被天南皇朝覆灭的消息, 其中还包括圣帝圣子和第七太上长老。 这对清玄圣帝来说是奇耻大辱, 同时也让圣主肖成望大吃一惊, 惊恐无比, 心中庆幸没有主动前去, 否则自己也要交代在哪。 肖成望直接找到第四太上长老, 严明情况后, 第四太上长老大怒, 何道? 你这圣主怎么担任的? 竟然使我圣帝三千弟子赴死, 其中还包括老七和圣子。 如若不是, 圣帝受损严重, 真想一掌毙了你。 哼, 请太上长老恕罪。 肖成望大惊失色, 冷汗直流, 他刚刚明显感受到了 第四太上长老的杀意。 先等着吧, 老大三人还在闭关, 等他们出关再说, 暂时别去招惹天南皇朝。 第四太上长老冷声道。 是。 肖成望硬道, 心中松了口气。 同时更加怨恨李南, 如若不是他, 也不会有如今的事情。 王宫内, 李南刚从红衣闭关的密室内出来。 红衣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已经成为神魂镜的强者。 这让李南好一阵羡慕, 他虽然也可以突破至神魂镜, 但隐隐感觉差了点什么, 就没急着突破。 反正神魂镜也不是他的对手, 一剑罢了。 天南书院。 如今算刚起步, 其中的功法等资源, 还是从别的势力拿来的。 莫办法, 成立时间还短, 底蕴跟不上是正常的。 相信要不了多久,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他有些怀念, 清玄圣地找麻烦的日子了。 如今消息放出去这么久, 清玄圣地一点反应都没有, 未免有些无趣。 咦? 李南一愣, 竟然看到有老爷爷, 没想到天南书院, 还有气韵之子。 你叫什么? 李南走了过去, 朝露锋说道, 回陛下, 我叫陆锋。 陆锋见状, 竟然是当今陛下。 李南在天南书院, 成立当天来过这里, 大部分人都认识他这位陛下。 呵呵, 喊我院长就好了。 李南有些玩耳, 尽管他曾说过一次, 但还是有的人喊他陛下。 院长, 不知你有什么事? 陆锋有些纳闷, 他不知院长找他做什么。 哈哈, 没什么事, 你戒指中的那位还好吗? 李南笑着问道, 陆锋闻言顿时警惕起来, 神色凝重看着李南。 别紧张, 你也算是我的学生, 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你戒指中的那位状态可不好。 李南淡然说道, 自己学生的机缘他可没兴趣, 再大的机缘有他的系统大吗? 第24章, 三大妖黄。 闻言, 陆锋也放松下来, 信了李南的话。 给我看看吧。 李南笑呵呵说道, 陆锋犹豫了一会, 最终还是把戒指递给了李南。 李南接过戒指, 查看起来, 然后皱了皱眉头, 说道, 这老头灵魂很虚弱呀, 一般的办法可没办法治好他。 陆锋闻言握了握拳头, 面色有些难看。 李南接着说道, 我如果帮你将他的灵魂恢复过来, 你怎么报答我? 陆锋闻言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充满着息迹,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院长, 您真的可以让齐老的灵魂恢复过来吗? 怎么? 不相信我? 李南云淡风轻地说道, 我信, 我信, 只要院长将齐老的灵魂恢复过来, 我愿答应院长的所有要求。 陆锋急忙说道, 还发了个道士, 天空顿时有雷声响起, 道士成立。 李南见状, 不禁有些好笑, 摇摇头不再说话, 然后, 从系统空间内拿出一颗丹药, 随着丹药的出现, 灵魂似乎要升华一般, 明显可以感受到灵魂的渴望。 这是圣魂丹, 乃是圣镜丹药, 就你口中的齐老绰绰有余, 现在我就帮你练化它。 李南说着, 然后借助大阵的力量, 将丹药送入戒指内进行练化。 陆锋急忙道谢, 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戒指。 如果是昏迷不省的灵魂进行练化的话, 那只能依靠本能进行练化,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随着时间流逝, 李南已经将圣魂丹练化小半, 戒指中的灵魂也变得实质, 没有方才那么虚弱。 剑差不多了, 李南就收起力量, 他灵魂已经恢复过来了, 但什么时候, 行我就不知道了, 想必也快了。 李南说着, 将戒指还了回去, 陆锋慎重戒指, 一脸认真说道, 院长, 感谢您的出手, 您的恩情陆锋必不敢忘。 行了, 日后修为有成, 别忘了天南书院就行。 李南摆了摆手, 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学生, 还是挺开心的。 至于回报, 他还真没想过。 是, 陆锋认真回了句, 在天南书院转了一圈后, 没有看到第二位如陆锋这样的骄子。 李南摇头苦笑, 自己也太贪心了, 有一位就不错了。 况且自己身边还有红衣, 这是天赋比陆锋还要强的人。 可以说天赋在他见过的人当中, 是仅次于自己的存在。 因为他是有个卦, 得到了很多逆天之物, 不然红衣凭借鬼仙血脉, 天赋还要在自己之上。 要知道, 那可是先这一世听都没听过的存在。 至于上一世, 得神话故事当中, 虽说有仙, 但也没见过。 孰强孰弱也不好说, 毕竟修行体系都不一样。 就拿鸿蒙紫气来说, 自己使用之后, 目前还是动天境。 虽然对于那一缕鸿蒙紫气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 但他估计放开境界也成不了仙, 因为根本炼化不了, 心许要等到更高境界才能发挥作用。 立地成仙在这个世界基本是幻想, 天道根本不允许。 他打破修炼境界, 禁忌都会引来天洁, 更别说立地成仙。 我们也要加入天南书院, 凭什么不让我们加入? 突然, 一阵争吵声传来, 李南抬头望去, 只见三个青年模样的人正在跟鹰仆争吵。 鹰仆之前是青云宗的宗主, 后来加入了天南皇朝, 现在负责天南书院的一些事务。 李南听了半天, 总算听明白了。 这三人想加入天南书院, 结果显示年龄太大了, 鹰仆就不让加入, 然后就吵了起来。 咦? 那三人好像不是人, 李南用重铜一看, 发现这三人都是妖。 接着, 李南又用系统查看他们的资料。 姓名, 金蜂。 种族, 大鹏族。 修为, 妖黄五虫。 血脉, 具备一丝金翅大鹏血脉。 姓名, 龙二。 种族, 蛟龙族。 修为, 妖黄七虫。 血脉, 具备一丝黑龙血脉。 姓名, 圆云。 种族, 巨猿族。 修为, 妖黄六虫。 血脉, 具备一丝远骨, 巨猿血脉。 李南直呼好家伙, 这三人, 竟然都是妖黄境界。 正想着天南书院, 没有高手坐镇, 这不就来了吗? 不过, 还得先弄清楚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虽然他现在不拒这三人, 但还是弄清楚的好。 怎么回事啊? 李南出现在几人面前, 诞生问道。 鹰蒲见状, 松了口气, 急忙说道, 见过院长。 这三人想加入书院, 但他们的古灵超过太多了。 硬蒲蒲笑道, 哼, 他们三人是妖族, 年龄自然会大一点。 李南笑着说道, 鹰蒲有些惊讶, 莫想到这几人竟然是化形的妖族。 见过院长, 龙二几人闻言, 连忙跟着行礼。 不用客气, 你们是真心想要拜入天南书院吗? 李南冷声问道。 顿时, 龙二几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似乎有一座巨山要压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呼吸急促, 心中大惊, 根本不敢说谎。 是的, 我们几人是十万大山的三大妖皇, 前些天慕名而来, 看到天南书院后, 顿时生出加入的想法。 而且陛下也说了, 十万大山属于天南皇朝的势力范围, 想必我们妖族也是天南皇朝的一份子。 龙二咬牙说了出来, 身上大汗淋漓。 李南文言身上气势一收, 他可以感觉到这三人没有说谎。 行, 本院长同意你等三人的加入, 不过, 可别生出二心, 否则。 是, 我们不敢有二心。 龙二三人急忙说道, 心中暗道庆幸。 你们想必也感受到了, 天南书院暂时没什么修为高深的存在。 你们三人就暂时成为书院长老吧, 有空就教教学生, 收收弟子都是可以的。 李南淡然说道。 是, 龙二等人硬了下来, 鹰蒲见状, 忙说道, 见过三位长老, 方才是我。 硬仆话还没说完, 就被圆云打断。 不碍事, 不碍事, 方才是我等, 没有说清楚, 还请多多包涵。 是急是急。 金风, 龙二也应声说道。 李南刚想走, 龙二突然问道, 院长, 我管许多人都修炼, 运厥, 我等也可以修炼吗? 自然是可以修炼的, 只要。 李南将, 运厥, 简单说了一下, 这也没必要隐瞒他们, 修炼, 运厥, 基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只要不破坏天南皇朝, 自然没有坏处。 如果修炼有运厥的人, 迫害天南皇朝的话, 将会被功法反噬。 龙二几人闻言, 倒吸一口气, 实在是, 运厥, 太过逆天, 与国家气运相辅相成, 如此功法听都没听说过。 这也让他们下定决心, 要好好在这修炼, 虽然跟一开始的想法, 有所偏离, 但不碍事。 第25章, 势力的选择, 魔剑宗, 位于南荒西部, 距离玉京城大概两万里。 此时, 魔剑宗大殿内。 宗主, 天南皇朝的灵气浓度 比我们这高出数十倍不止, 有的地方甚至灵气化业。 据弟子打听到的, 天南皇朝是得到了极品灵脉, 还不止一条, 这才使得灵气如此浓郁。 魔剑宗大师兄见鬼正说着自己看到 和打听到的情况, 目光中尽是贪婪之色。 魔剑宗中长老文言, 竟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们没想到, 天南皇朝竟然有灵脉的存在, 还不止一条。 要是他们魔剑宗能够得到一条极品灵脉, 那么修为完全可以更进一步, 甚至成为皇境强者也不是不可能。 想到这里, 众人顿时呼吸急促, 面露贪婪之色。 见鬼, 那天南皇朝的实力如何? 宗主见开语思考了一会, 沉声问道, 回宗主, 据我所知, 目前天南皇朝只有一位皇境强者, 两位虚境坐镇, 皇境强者是李南的父亲, 具体实力不知, 想必不超过王境三重。 见鬼沉吟了一会, 将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尽数说了出来。 如此的话, 天南皇朝道也不足为惧, 但就怕有隐藏强者。 剑开语思量半天, 南南说道, 殿内众长老相试一眼, 大肠老剑无敌上前说道, 宗主, 我们可以联合清玄圣地, 御寿宗等势力, 想必他们会很感兴趣。 是啊, 宗主, 如果不抓住此次机会, 突破到王境都越来越困难。 二肠老甲, 志愿苦着脸开口说道, 他在虚境九重已经十数年, 偏偏无法突破。 想要突破只能靠灵石, 但王境需要的灵力是海量的, 没有足够的灵石根本没有办法。 天南皇朝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 就像一只饿了三天的狼看到猎物一样, 无比疯狂。 众人闻言纷纷附和, 眼中露出无比凶残的目光。 众人一人一句, 最终还是把剑开语说动了, 主要是他也在王境一重卡了数十年, 没有资源根本无法突破。 那就去找一下清玄圣帝 以及其他三大势力, 想必他们也等不及了。 剑开语最后拍板, 如果只有他们一方势力的话,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有命拿, 也要有命花才好, 否则只会给他人做嫁衣, 况且在不清楚天南皇朝的具体实力之前, 网上却很可能就会交代在哪儿。 没看到清玄圣帝都拿天南皇朝没办法吗? 似乎是约好的一样。 除了御寿宗之外的三大势力, 纷纷朝清玄圣帝而去。 这天, 清玄圣帝山门外, 三大势力同时到来。 好巧, 两位怎么都来了? 剑开语笑呵呵问道。 是啊, 没想到剑兄也来了。 百花宗宗主花言亦是笑容满面。 怎么没看到韩志明这家伙? 剑开语突然问道。 人家臣服天南皇朝了? 你不知道? 要往古古主黄阳下笑眯眯说道。 剑开语闻言一愣, 他还真不知道。 一看两人的神色, 便明白他们二人都知道这件事。 同时心中一惊, 幸好没有独自去找天南皇朝的麻烦。 不然真要交代在那里。 清玄圣帝, 大殿。 不知三位, 来我清玄圣帝, 有何贵干? 肖成望面容冷峻, 他这些天可谓是气急败坏, 对于他们的到来实在是没有兴趣接待。 肖圣主,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来此事想跟圣帝结盟, 一起对付天南皇朝。 剑开语直接开口说道。 他对于另外两人的目的也心知肚明。 如今肖成望明显心情不好, 要是在拖拉, 估计会被赶出去。 文言, 花言和黄阳下点了点头, 表示来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见状, 肖成望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在思量。 办赏后, 肖成望沉吟道, 此前, 我圣帝三千弟子死于天南皇朝之首, 其中包括我圣帝圣子, 以及第七太上长老。 消息传回来后, 第四太上长老让本圣主不要轻举妄动。 你们的提议虽然我很有兴趣, 但暂时恐怕不能如你们的愿。 三人文言, 心中大惊。 他们都不知道清玄圣帝第七太上长老死于天南皇朝之首, 那可是跟他们一样王敬的存在, 并且实力比他们还要强。 如果提前知道的话, 他们根本不敢前来结盟, 就算要去攻打, 恐怕他们也是炮灰。 三人眼中露出苦涩, 这是白跑了一趟。 但到如今这种情况, 不结盟也要结盟了, 否则被天南皇朝知道他们前来结盟, 目的就是攻打天南皇朝, 他们也会不好过。 而天南皇朝的霸道众所周知, 他们根本不敢有侥幸。 除非主动臣服, 以此换来天南皇朝的原谅, 要么联合灭了天南皇朝。 关键是这两种都不好选, 没有清玄圣帝加入, 他们的联盟实力要大打折扣。 虽说还有四位王静, 但依旧不敢小觑天南皇朝。 目前已知的, 天南皇朝就有两位王静, 一是李景明, 二是元玉寿宗宗主韩志明, 一时让他们陷入了两难之境。 萧承旺见状, 也明白他们的想法, 实在是清玄圣的没办法派王静出去, 他自己都是虚静修为, 王静基本上不听他的命令, 除非是有太上长老同意, 否则他毫无办法。 不像这三大势力, 全宗的资源供宗主修炼, 以至于这三人的修为比他还高。 三位不妨再等几日, 待我圣地太上长老出关后, 再做打算也不迟。 萧承旺淡淡说道, 也只好这样了, 三人没有办法, 只能同意。 于是, 三人又急忙离开, 通知宗门做好战争准备, 更多的是防止天南皇朝来袭。 话说御寿宗在大长老馆全回去后, 宗主韩志明直接召开宗门大会, 宣布解散御寿宗。 御寿宗的一众长老弟子, 全部加入天南皇朝, 成为皇朝子民。 天赋较高的, 可以加入天南书院, 或者接受天南书院发布的任务以此, 获取修炼资源。 因为天南书院的任务, 只要是天南皇朝的人都可以接。 宣告一出, 御寿宗众弟子, 直接沸腾了。 他们一开始, 还以为要跟天南皇朝发生战争, 没想到宗门直接解散。 这倒也如了大多数人的愿, 因为天南皇朝的修炼环境 比于寿宗要好太多。 因此, 大多数人都没什么意见, 反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第26章, 战前。 睁眼闭眼, 半个月时间悄然流逝。 天南皇朝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 随着各大势力臣服, 天南皇朝逐渐掌控了方圆万里之地。 由于运厥的普及和修炼, 天南皇朝的强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再加上天南皇朝充沛的灵气, 那些臣服的势力除了一开始有所怨言, 后面更是丝毫不敢提及。 是否真心臣服对李南来说不重要, 只要他们修炼, 运厥就会和天南皇朝挂上钩。 而气运之力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剥离。 如果对天南皇朝不利的话, 就会受到功法反噬。 他们也不是傻子, 在感受到天南皇朝有如此底蕴后, 也摆正心态, 做一个天南人。 李南的洞天世界也越来越大, 开始逐渐稳定下来。 大小族有一千公里, 虽然远比不上天南皇朝的大小, 但这是属于他的一个人的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还会随着他修为的提升逐步扩张, 同时也会诞生生灵。 融入了一条极品灵脉后, 洞天世界的灵气相当浓郁, 就是还没有生物的存在。 李南已经在想着要抓一些什么小动物放进去, 或是直接移植诸多植物。 嗨嗨, 还是等世界彻底稳定下来再说。 李南摇头一笑, 有些操之过急了。 不过, 随着洞天世界逐渐圆满, 他能感受到洞天境界圆润起来。 原来如此, 难怪感觉差点什么, 但突破其实并不影响。 想到这, 李南不再犹豫。 直接运行, 混沌渐晶, 开始进行突破。 他在洞天境已经待了大半个月, 近一个月, 这已经够久了。 境界屏障如泡沫一样, 一戳就破。 李南水到渠成, 到了神魂境。 神魂境一重, 神魂境二重, 神魂境六重。 莫过多久, 李南的气息越来越强, 直接到了神魂境九重。 李南遏制住了继续突破的欲望, 实在是突破的感觉, 妙不可言。 突破到神魂境后, 体内出现了一个原因, 或者说神魂比较恰当, 是由灵魂之力构成的。 神魂原因上, 有丝丝神秘雾气流转, 又有紫色韵意泛起, 实在神秘无比, 又显得无比高贵。 一吞一吐间, 仿佛有道义流转。 另外, 洞天世界也融入体内, 成为了体内世界, 比之前要强大方便不少。 就在李南进行突破时, 清玄圣地后山突然爆发出强烈气息, 一闪而逝。 连续三次, 萧承望健壮, 顿时大喜。 祝贺三位太上长老, 突破黄境。 萧承望不敢犹豫, 立马飞到后山, 大声恭贺。 不一会儿, 帝次太上长老出现在他身前, 孝竹言开道, 圣主, 老大他们还要稳定一下修为, 需要几天时间。 停顿了一会, 又沉声道, 开始准备覆灭天南皇朝吧。 之前, 不是有三大势力过来结盟吗? 可以通知他们了? 是。 萧承望文言大喜, 终于可以覆灭天南皇朝, 为弟子长老报仇了。 萧承望离开后, 连忙让人通知摩剑宗等势力。 摩剑宗等势力接到消息后, 脸色大喜, 这些日子的紧张不安消失一空, 连忙带着部分长老弟子前往清玄圣地。 八十里逃灵, 还是那处小院, 还是那深紫衣, 紫衣青年喃喃自语, 有趣, 当真有趣。 说着便喝了一大口酒, 少爷, 什么有趣啊? 小青在一旁辅着情, 有些不解道, 也没什么, 就是又有人要去找天南皇朝的麻烦了。 紫衣青年呵呵一笑, 随即淡然道, 少爷, 你不是要去见那天南皇朝的里南? 什么时候去啊? 在这待着也太无聊了。 小青耸拉着脸, 撇嘴说道, 紫衣青年闻言一愣, 然后笑骂道, 好你个小青, 既然说跟少爷待着无聊, 罚你酿酒三百壶。 啊, 小青惊呼, 啊什么啊? 还不快去。 紫衣青年看了看自己的酒葫芦, 毫不客气说道。 哦, 小青只好答应, 谁让他是个丫鬟呢? 三天后, 清玄圣帝的三位太上长老已经稳定秀为出关, 此时正在大殿内听着肖成望汇报事情, 闻言后大怒。 天南皇朝竟敢不将我圣帝放在眼里, 更是杀我三千弟子。 你这圣主怎么当呢? 第一太上长老何问道, 黄敬气势使得肖成望冷汗直流, 他还真怕这第一太上结果了他, 毕竟第一太上的脾气最为暴躁。 老大, 还请息怒, 这件事说到底也怪不到圣主身上, 实在是里南那斯太会隐藏了, 谁也没想到小小的天南皇朝竟有王敬坐镇。 第四太上长老赶紧劝道, 生怕肖成望被老大一掌拍死。 哼, 小小天南皇朝也敢如我圣地, 特别是那里南, 定要将他挫骨扬灰。 第一太上收起气势, 面露杀意。 是, 是, 对了, 魔剑宗, 百花宗, 要王谷三大势力, 也前来与我们结盟对付天南皇朝。 第一太上您看, 肖成望小心翼翼地说道, 哼, 既然他们来了, 就一起吧, 此次就将天南皇朝彻底覆灭, 让世人瞧瞧谁, 才是南荒的天。 第一太上, 思量一会, 本想拒绝,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也没道理不答应, 有的时候, 清玄圣地需要维持高高在上的位置。 很快, 清玄圣地联合三大势力即将覆灭天南皇朝的消息, 传遍整个南荒, 引发南荒众人热议。 只不过这一次有一部分人看好天南皇朝, 不像上次一边道都以为天南皇朝会就此覆灭。 也有的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怕被遭到清算。 尽管如此, 更多的人认为上次天南皇朝是运气好。 而这次天南皇朝必定会被清玄圣地覆灭。 上次还只是仅有数千人跟随清玄圣地。 而这次翻了十倍不止, 足够近十万人跟随清玄圣地前来覆灭天南皇朝。 李南得到消息后不以为意。 终于来了, 这次之后, 清玄圣地的底蕴总该暴露出来了吧。 三大皇境一众的强者, 在他眼里根本不够看, 还有三大妖皇在。 李景明照例来了李南这里, 只不过他一点都不慌张。 开玩笑, 自家儿子比他还六。 更有三大妖皇在此, 光是十万大山的妖族就可以覆灭来人。 第27章 展露实力 老爹, 你先在这里等会, 这次恐怕要你出手了。 李南淡然说道, 没事, 老爹修炼你给的功法后, 静静极快。 再加上你给的资源, 现在老爹可是王金六重。 李景明得意地说道, 他没想到自己儿子这么变态。 对, 就是变态。 连妖族都可以收服,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有更厉害的底牌。 莫过多久, 三大妖皇以及罗沙等人都到了此地。 拜见陛下, 拜见太上皇。 众人齐声说道, 眼中尽是火热之色。 虽然只有短短时间, 但众人的修为或多或少都有提高。 不必多礼, 这次叫你们过来, 想必你们也清楚, 清玄圣地联合三大圣殿, 想要覆灭我天南皇朝。 正看你们这段时间修为都有提高, 朕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莱迪全部留下。 至于怎么打, 就是你们的事情, 朕不会插手, 希望你们不会让朕失望。 李南声音很平淡, 天南皇朝除了他和小竹, 算是底蕴全出, 要覆灭莱迪再简单不过。 是, 众人齐声喝道。 三大妖皇很是激动, 终于可以出一份力了。 这些天, 他们在天南书院过得很是滋润, 李南还将千道的三颗提升血脉的丹药赐予他们, 使得他们的修为大幅度提高。 龙二更是直接突破到大能镜, 成为大能镜一众的强者。 金峰和元云二妖的修为也大幅度提高, 都突破至黄镜九重。 李南签到的丹药, 使得他们的血脉更进一步, 从而反足。 三大妖皇这些天就像做梦一样, 莫想到区区一枚丹药就能使他们的血脉反足, 连带着修为也得到提高。 他们很清楚, 这一切都是李南给的。 对于李南的吩咐, 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除此之外, 来到天南皇朝的众多强者的实力也有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陆峰的老爷爷也醒了过来, 灵魂更进一步, 只要找到合适的肉身将会比以前更加强大。 红衣的鬼王肢体成功觉醒, 犹如一位上位王者, 带着淡淡的威压, 修为更是到了虚境九重。 李南有些无奈, 自己的混沌剑体带来的提升好像并不大。 红衣的鬼王肢体一觉醒修为就像做火箭一样飙得飞快。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体质特殊, 是急不来的。 将大概的事情安排好后, 李南又做起了甩手掌柜。 皇朝事务平时有他老爹看着, 他只是挂个名。 并且, 大臣们修炼、 运厥后都喜笑颜开, 办起功来更加得心应手。 可以说, 李南在天南皇朝的明星是李锦明也比上的。 尽管李南没有修炼、 运厥, 但依旧有庞大的气韵之力降临在他身上。 这倒是意外之喜, 气韵之力倒真是一股神奇的力量。 突然, 李南眉头一皱, 似乎还夹杂着香火之力。 尽管没有对这方世界的香火之力不了解, 但冥冥中感觉到了因果的存在, 因果来源属于皇朝之中的百姓。 见状, 李南赶紧斩断了这丝香火之力。 他身具混沌剑体, 并不需要香火之力, 香火之力反而会成为他的智骨。 老大, 前面就是天南皇朝。 第四太上长老介绍道。 嗯。 第一太上长老摆了摆手, 清玄圣帝联军停了下来。 突然, 第一太上长老冥冥中感觉到一股心计的气息, 这气息一闪而逝。 他皱了皱眉头, 心中暗道, 难道是错觉吗? 玄机并没有放在心上。 不多时, 天南皇朝的人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带队的正是李景明, 算是他正是在南荒亮相, 此前他都没有出过手。 正当是谁, 没想到是清玄圣帝的人啊。 泽泽, 还有魔剑宗, 药王谷, 百花宗。 你们真是看得起我天南皇朝。 李景明嘲讽道, 平顿片刻又接着冷笑道, 二等就不怕有来无回吗? 李景明, 废话少说, 今日再无你天南皇朝立足之地, 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就把灵脉让出来。 哼哼, 魔剑宗宗逐渐开于冷笑。 也不怕告诉你, 我圣帝三位太上长老都已突破黄境, 如果不想找死的话, 赶紧投降。 那样, 也能给你天南皇朝留下一丝血脉, 否则让你天南皇朝寸草不生。 肖成望冷声喝道, 在他看来, 三位皇境足够解决天南皇朝, 这么多人来, 主要是给世人瞧瞧清玄圣帝的底蕴, 让世人知道清玄圣帝不可期。 皇境很了不起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 接着, 一道坦胸怒辱的鸡肉大汉出现在虚空中, 来人正是圆云。 龙儿打算先狗一波, 看能不能再坑一波清玄圣帝的人。 圆云皇境巅峰的气息, 毫不保留地朝清玄圣帝众人冲击而去, 许多人受不了, 直接跪倒在地。 第一太上长老等三位皇境健壮, 急忙帮忙抵挡圆云的威压。 圆云, 你妖族要插手我圣帝之事吗? 就不怕南荒妖族就此覆灭。 第一太上长老大怒, 他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啊? 面对一位皇境九重的存在, 他们三人连手都不是对手, 况且还是妖族, 他们本身的实力就比同镜的人族要强。 清玄圣帝等人面色凝重, 已经尽可能高估天南皇朝的实力,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还是大大低估。 虽然目前只出现一个妖皇, 但妖族一般是联手而出, 很可能还有另外妖皇在此地, 搞不好今天要交代在这里。 萧承望很是苦涩, 他这个圣主太难了, 本想着今天终于可以指点江山, 为死去的弟子报仇, 结果天南皇朝不讲武德, 竟然背靠妖族, 就不劳你操心了, 准备好受死了吗? 圆云肆意大笑, 好久没这么痛快过, 今日他将让世人瞧瞧妖族的风采。 旋即,圆云不再犹豫, 直接化为百丈大小的巨猿。 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第一太上长老等三位皇静身边, 举起双手就砸了过去, 将三人砸倒在地, 纷纷喷出一口鲜血, 这一击便让三人重伤。 老大, 这次的实力太过可怕, 还是想办法逃吧。 第二太上长老面色苍白, 神情凝重, 声音十分虚弱。 第一, 第三太上长老闻言, 露出苦笑, 说道, 老二, 恐怕要灾了。 没想到, 我等刚突破皇境, 便要奔赴皇权, 圆云。 你等着吧, 你妖族会为我等陪葬。 三人相视一眼, 似乎下了某个决定。 大侯道, 有请老祖为我等报仇。 第二十八章, 一边倒, 清玄圣地。 后山深处, 此地是清玄圣地老祖的闭关之地。 突然, 天空中降下一片血云, 然后一道决绝的声音落下, 有请老祖为我等报仇。 哄, 后山两处地方直接炸裂开来, 大吼道, 是谁? 是谁敢伤我圣地之人? 不一会儿, 一男一女便出现在虚空中, 瞬间便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天南皇朝, 妖族, 你们找死, 竟敢杀我圣地长老。 接着, 两人瞬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道充满杀意冰冷的声音。 呵呵, 遗言交代完了呀。 那就上路吧。 圆云冷声道, 现在这三人已经虚弱无比, 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 住手! 圆云刚打算将他们击杀, 这时, 一道冰冷无比的声音响彻这方天地, 似乎连天地都要被冻住。 开玩笑, 圆云怎么可能听他的? 拳头一砸, 三人便血肉模糊, 神魂俱灭, 死得不能再死。 你找死! 随着声音落下, 一道千丈大小的剑光从远处袭来, 似乎要将天地斩裂, 刹那就到了圆云身前。 圆云剑状, 不敢大意, 拳头上凝聚法则之力, 一拳轰下。 剑光随即消散, 圆云的拳头上也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接着, 两道人影出现在虚空中。 一男一女, 是清玄圣帝上一代的圣子圣女。 圣子名叫裴修为, 圣女名叫报思雅。 没想到, 是你们这两个小崽子, 怎么还在南荒, 是天赋不行吗? 圆云嘲讽道, 哼, 暴思雅冷哼一声, 眼神露出杀意。 哼, 原来是你这只老圆, 二百年前就是黄静, 如今还是黄静, 要不要臣服本座,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突破打能。 裴修为笑眯眯说道, 似乎没把刚才的事情放在心上, 至于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没人知道。 你也配。 圆云嘲讽道, 似乎觉得不过瘾, 又继续恶心道, 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 你这个小杂毛走, 就被老子一巴掌拍成肉饼了。 那还有, 你今天在这狗叫? 找死。 裴修为怒声道, 身上气息大涨, 杀意似乎要凝成实质。 你想杀爷爷, 可没那本事。 圆云继续嘲讽, 话是那么说, 圆云还是认真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 裴修为的境界跟他一样, 都是黄静久重, 气息要隐隐强他一线。 但他血脉反阻, 加上妖族本身比同境界人类强大, 所以也不惧裴修为。 但裴修为旁边的豹斯雅有点麻烦, 看来要精风出场了。 他的修为叫裴修为弱上一线, 紧紧黄静八重。 不等圆云反应, 裴修为又是一剑斩了过来, 接着, 豹斯雅也施展手段针对圆云, 让他完全处于下风, 身上挂满了剑伤。 小鸟, 你还不出手? 圆云大吼, 这也太坑队友了, 竟然看着自己挨揍, 实在过分。 看到眼前这种状况, 金风只能出场。 他还想让圆云多抗一回, 结果才这一下就坚持不住了。 你才小鸟, 你全家都小鸟。 金风骂骂咧咧出现在豹斯雅身前, 黄静九重的修为毫不保留地释放。 豹斯雅见状, 神色凝重起来。 他没想到金风也在这里, 修为比他还高,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一时间压力骤增, 他完全落于下风, 落败也是迟早的事。 随着金风的出场, 圆云压力大减, 和裴修为打得有来有回。 只要拖出裴修为, 胜的就是他们。 李锦鸣等人健壮, 也随着圆云等人的出手, 各自挑选对手。 除开黄静外, 清悬圣帝联军在黄静 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除了第四太上长老是黄静五重外, 他们基本都是出入黄静不久。 而天南皇朝不仅有李锦鸣 这个王静六重载, 还有妖族的强者加入进来, 基本就是一边倒的屠杀。 再加上, 还有龙二在暗中盯着,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意外。 第四太上长老越打越心惊, 没想到李锦鸣实力如此高深, 竟然还能引动气韵之力攻击。 一不小心, 第四太上长老就被李锦鸣重伤。 趁着这件事, 巨猿族的一个王静白毛巨猿 趁机将第四太上长老斩杀。 至此, 清玄圣帝前四位太上长老全部领了和饭, 在黄泉路上团聚。 白毛巨猿咧嘴一笑, 李锦鸣一愣, 同样笑了笑。 剑开语看到, 第四太上长老被斩杀后, 心中大惊, 他知道快轮到他了。 他万万没想到, 天南皇朝竟然有皇境的存在, 不然打死, 他都不敢对天南皇朝生出觊觎之心。 但人总是喜欢作死, 拦都拦不住。 果然如他所料, 解决第四太上长老之后, 李锦鸣直接找上了他。 那个, 李兄, 我投降, 我投降。 剑开语大喊, 身上冷汗直流。 李锦鸣一愣, 略意思考, 然后面露狠色, 直接全力出手。 现在才投降, 晚了。 李锦鸣冷笑, 他可没忘记这些人是来覆灭天南皇朝的, 如果攻守一行, 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 剑开语心中大为后悔, 但是已经毫无办法, 李锦鸣不是他一个王敬一众可以对付的。 莫几个回合, 剑开语就被李锦鸣斩杀。 除了剑开语外, 清玄圣帝一方的王敬没过多久, 就被空出手来的李锦鸣等人纷纷斩杀。 随着王敬强者损失殆尽, 清玄圣帝联军彻底成为被屠杀的一方, 因为天南皇朝这方的王敬强者没人抵挡。 红衣站在一旁, 看着前方的杀戮, 竟有些不忍。 尽管他从小就被欺负, 周围人带着异样的眼睛看他, 甚至成为人们口中的灾心, 但他依旧用笑容面对所有人。 直到遇到到十二的师父, 那人没告诉他叫什么名字, 到十二倒是说他师父就叫到十一。 遇到到十一的那段日子, 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但到十一却无情将他封印。 他并不恨到十一, 只想找个说法。 遇到李南后, 知道了事情真相, 他宁愿放弃自由, 再次被封印。 因为他本身就是善良的, 周围人也好, 环境也罢, 都没有改变他。 可是, 这些人真的好讨厌, 竟然想覆灭儒家一般温暖的天南皇朝。 想到这, 红衣的眼睛顿时充满血色, 变得通红。 恐怖的煞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场中的血气朝着他汇聚而来, 就连是血王体的裸血都抢不过他。 第29章 裴天成 裸血健壮, 神色顿时凝重。 如此情况, 他从来没见过, 也不知是好是坏。 龙二剑战斗进行得差不多了, 还剩两位皇境在战斗。 他记得李南交代的话, 是让他们都留在这里。 于是, 他也不打算隐藏自己。 要是再有什么变故, 也不是他能解决的。 他知道, 清玄圣地有大能静和准圣的存在, 至于圣静, 他也不了解。 就在圆云和裴修为平分秋色的一击上, 又来了。 主人, 小竹想要。 小竹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指了指李南手中的雷元叶脆声声说道, 你想要雷元叶? 李南问道。 小竹用力点了点头, 眼巴巴看着李南手中的雷元叶。 李南沉吟了一会, 虽说这雷元叶对他也有用, 但对于身为九天雷竹的小竹来说, 雷元叶更加有用。 而且, 小竹更是半胜强者。 有了雷元叶, 小竹也能更进一步, 说不定短时间内就能成为圣静强者。 好, 给你。 李南不再犹豫, 直接把雷元叶给了小竹。 小竹欢天喜地接过了雷元叶, 然后快速消失不见, 想来是迫不及待了。 李南哑然一笑, 小竹快点变强也好。 他此前想的是解决清玄圣地的麻烦后, 独自上路, 努力变强, 打听老娘的消息。 毕竟带着一个势力终究比较慢, 但如今有了神灵法身, 必须要吸收香火之力与气韵之力。 他不得不改变原有计划, 天南皇朝统一南皇之后, 下一步则是统一东周大陆, 不过要慢慢来。 南皇只是东周大陆的一个弹丸之地, 灵气稀薄, 实力低下, 根本没人愿意来南皇。 不过, 随着十条极品灵脉的出现, 南皇的灵气正在逐渐恢复。 虽然缓慢, 但也让南皇众人看到了希望。 这也是李南的功劳, 他没想到将灵脉埋入天南皇朝境内, 还会带着整个南皇的灵气浓度提升。 清玄圣地。 许多闭关沉睡的老祖都醒了过来, 一股压抑的气息充斥清玄圣地。 你就是当代圣女。 这是一个老狱, 名唤连奥蕾, 是清玄圣地的三代老祖, 如今已有两千来岁, 他刚刚出关。 回老祖, 我正是当代圣女, 袁清娥。 袁清娥躬身说道, 哼, 你再将情况给老神讲一遍, 必须要事无巨细。 你可明白, 莲傲雷冷哼一声, 半圣五重的气息一闪而逝, 直接将袁清娥阵的脸色一白,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是, 袁清娥惶恐答道。 不久后, 在袁清娥的诉说下, 把这些天的情况调理清楚, 事无巨细全部讲了一遍。 文言后, 莲傲雷寒气逼人, 身上散发出可怕气息, 周身一丈的空间似乎在破碎重组。 其他人看到后, 心中惊恐无比, 又震惊于莲傲雷恐怖的实力。 同时又给他们打了一记强心计, 他们从莲傲雷身上看到了希望, 这些天被天南皇朝压制的阴霾一消而散。 老神倒要看看, 天南皇朝究竟有何实力, 竟敢犯我圣地, 非要将天南皇朝连根拔起不可。 莲傲雷语气冰冷, 煞气逼人。 停顿了一会, 又接着说道, 为了避免意外, 还是通知二祖一声。 二, 二祖, 有弟子惊慌呢喃。 是, 袁清娥直接应下, 能在清玄圣地排的上号称为祖的, 都是半圣以上的存在, 半圣以下的没有资格排号称祖。 二祖正是冲击圣人失败, 但是保留一条性命, 是清玄圣地实力最强之人。 如今, 三祖让他们通知二祖, 怎么能不让人震惊? 除非是到了清玄圣地的生死存亡关头, 才会唤醒二祖。 因为二祖,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不管是舒适营, 都将死亡。 连奥雷也是没有办法, 他怕天南皇朝有高阶半圣的存在, 为了保险一点, 只能先通知二祖。 至于圣人, 他根本没想过。 南皇根本不可能诞生圣人, 况且也没有感应道成圣洁的气息。 所以在他看来, 二祖就是南皇最强的存在, 这一战的胜利势在必得, 毫无输的可能。 实在不行, 就将大人赐予的圣人法指拿出来, 这是他最大的底牌, 也是清玄圣地最后的底牌。 仅仅只有一张, 本来清玄圣的有他们存在就足够了, 根本没有想过要使用圣人法指。 放在平时也确实如此, 只要清玄圣地派出一个黄境, 便能横扫南荒。 但偏偏出了里南这个怪物, 导致清玄圣地连连受挫, 年轻一辈更是被屠杀一空。 要说不后悔那是假的, 南荒就像是清玄圣地的后花园一样, 这里天赋好的人都会被送往南荒之外, 留在清玄圣地的人都是没有突破希望的。 当初里南并没有赶上时候, 就恰巧留了下来。 如今马上就要到十年之期, 该怎么办才好? 连奥蕾皱着眉头, 如今圣主已死, 他就得先负起责任。 这一一过后, 再重新挑选圣主吧。 连奥蕾很是心累, 本以为在南荒可以混吃等死, 不用上战场, 也没有生死危险, 结果却出了这一档子事。 天南皇朝, 玉京城。 在里南的指示下, 天南皇朝各地都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 玉京城的雕像更是有百丈之举。 这雕像就是他的模样, 雕像面容略微有些模糊, 但仔细一看的话, 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们陛下的雕像, 这是里南为神灵法身修建的。 自从修建后, 每天都有无数人前来朝拜。 继而神灵法身也得到了大量的香火, 信仰之力, 使得神灵法身愈加深不可测。 这天, 正在查看小竹状态的里南, 忽然感受到什么? 眉头一皱, 但又马上舒展开来。 小竹使用雷元液之后, 便陷入了沉睡, 身上的气息在不断增强, 本体雷光闪烁, 使得周遭空间随之扭曲。 这股气息让他心惊不已, 看来雷元液对小竹真的帮助巨大。 他本来想看看, 小竹能不能剩一两滴雷元液, 这样也可以让他感悟一下雷道法则, 多一种攻击手段。 看到小竹没有醒来的迹象后, 里南直接离开了。 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天南皇朝的边境, 他刚刚感受到清玄圣队又打来了。 因为他知道天南皇朝众人不是来人的对手, 所以也没通知他们。 此时, 清玄圣地众人正在不断轰击阵法, 结果这阵法纹丝不动。 里南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如同看一个小丑, 这乃是地阶的阵法, 再加上有十条极品灵脉功能, 他们能打破才怪了。 三组, 这轰不破呀, 难道这阵法是地阶的? 一人苦着脸说道, 连奥雷的脸色沉了下来, 黑的似乎能滴出水来, 逐渐难堪。 就在这时, 里南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第32章, 打嘴杖, 出手。 继续啊, 怎么不继续了? 里南也愚道, 你是何人? 连奥雷冷声说道, 你连阵都不知道, 还来攻打阵的皇朝? 里南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 这是天南皇朝的帝王, 之前他是我们圣帝的圣子, 因为, 圆青鹅见状, 急忙在一旁解释道。 对于圆青鹅, 里南也注意到了。 这个之前, 跟在他身边的根屁虫, 自从他没有天才光环, 先天道体消失后, 更是不曾见过他。 如今看去, 不过再普通不过的人, 也就有点滋涩罢了。 里南, 老身是圣帝的三组, 如若你重回圣帝, 圣子之位还是你的, 并且会把你送入东周大陆修炼。 如何? 也不知他们聊了什么, 连傲累突然说到。 这让里南有些意外, 问道, 你们有办法离开南荒? 南荒与外界隔着一片死亡沙漠, 非大能不能过, 这也导致南荒逐渐与外界脱节,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外界的存在。 那是, 实话告诉你, 我们清旋圣帝, 大部分力量都在南荒之外。 南荒你也知道, 这里灵气稀薄, 根本不适合修炼。 只要你加入圣帝, 不久后自然会有人接你去外面。 连傲累也耐着性子跟里南说道, 一方面是, 里南确实很优秀, 尽管多次修为尽师, 但此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十分强大。 另一方面, 则是他无法打破眼前的阵法, 只能徒增笑话, 降低清旋圣帝的影响力。 朕虽然对你的提议很感兴趣, 但是朕更想一捅南荒, 不如你清旋圣帝, 并入我天南皇朝如何。 里南淡然说道, 里南, 你这是在做梦, 老神劝你好自为之。 若是我圣帝强者前来, 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老神是看在你天赋的份上, 别给脸镰脸。 连傲累耐住脾气, 寒生说道, 哼, 老妖婆, 朕还需要你给面子, 你算什么东西。 里南肆意嘲笑, 没有将连傲累的话放在心上, 除非他们有大地存在, 还差不多。 否则他们赶来, 直接一巴掌送他们上路。 小畜生, 你怎敢如此, 别以为你待在这阵法内, 我就奈何不了你。 连傲累气得浑身发抖, 脸色潮红, 他实在想不通里南怎么有这个胆子。 不就一偏僻弹丸之地的土著吗? 哪里来的自信? 那你能奈何阵吗? 里南笑着问道, 跟一个半生强者打打嘴仗, 可还行。 他此前吓死一个王靖, 要是能把这半生气死就好了。 里南如是想道, 只不过他这想法注定要落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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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老神了, 我就不信你这阵法能一直维持, 否则老神定要, 将你剥皮抽筋, 千刀万剐。 连傲累双目喷火, 愤怒至极, 但他拿里南毫无办法, 只能看着某人得意忘形的笑容。 里南, 我劝你快点投降, 圣地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不要因为自身脸面, 将万一生灵的生死弃之不顾, 否则圣地将会把你天南皇朝万里之地化为绝地。 这时, 原青鹅面若寒霜, 冷声开口。 朕还以为是谁? 没想到, 是你这根屁虫。 那你倒是展现你圣地的底蕴, 不会所谓的底蕴, 连我天南皇朝的阵法都破不开吧。 里南面色冷淡, 嘲讽道, 原青鹅背弃的胸脯高低起伏, 气喘吁吁。 还有你个老东西, 朕现在就出来, 朕倒要看看, 你怎么将整剥皮抽筋。 里南又看向连傲累, 寒生说道, 旋即, 捏碎了黄镜修为体验卡。 瞬间, 里南的修为达到了黄镜巅峰。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感受到自身的修为力量。 虽说远远比不上神灵法身, 但抵挡半圣强者片刻还是能做到的。 系统, 释放动天境禁忌气息。 里南心里默念。 没错, 他依旧打算邀请自己的好帮手。 旋即, 里南不再犹豫, 一步跨出了阵法范围。 连奥蕾见里南出来, 心中大喜, 似乎不敢相信。 但马上做出反应, 喝道, 既然你找死, 那老神就成全你。 连奥蕾直接一掌朝里南拍去, 几乎瞬息而至。 里南见状, 赶紧持剑抵挡。 咔嚓! 这一掌成功被里南挡了下来, 似乎对他并没有造成影响。 连奥蕾见状, 面露惊讶之色, 一个黄镜竟然可以抵挡他的随手一击, 并且毫发无损。 连奥蕾出手的力量越来越大, 他倒要看看里南的极限在哪里。 然而, 里南却始终能抵挡他的攻击。 小畜生, 我看你怎么挡。 思天! 连奥蕾面色冰寒, 怒吼道, 直接施展出一道小神通。 两只巨招直接朝里南袭来, 似乎要将里南撕碎。 顿时, 虚空被撕裂开来, 形成一道巨大的裂缝, 大地也随之崩裂。 轰轰轰。 里南健壮, 不敢大意, 面色凝重。 他没有躲闪, 关键是躲不掉。 他倒要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能达到何种程度。 虽然刚才能和连奥蕾打得有来有往, 但那是他没有权力出手的情况。 一剑开天门。 里南迪吼道, 直接施展出一剑开天门。 顿时, 风云倒卷, 一柄无比巨大的剑从天空斩下, 巨剑过处, 空间破碎。 轰轰轰。 巨剑瞬息便与巨爪相撞, 紧紧瞬间, 巨爪便被巨剑斩碎开来。 但巨剑也不满裂纹, 紧紧片刻便化为碎片, 消散开来。 连奥蕾惊恐地看着里南, 刚刚那一剑让他都感受到威胁。 若是里南的修为在高点, 他说不定都不敢与之为敌。 怎么可能? 圆青鹅脸色一白,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同为圣子, 里南怎么可能这么强? 小畜生, 刘你不得。 连奥蕾声音冰冷无比, 眼神锐利地盯着里南。 哦, 你以为还有机会吗? 里南瞥了眼天空, 也遇到。 这时, 连奥蕾也反应过来。 只见天空已完全黑了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 一股天杰的气息弥漫天地。 连奥蕾顿势无比惊恐, 他没想到里南竟然在引动天杰, 这天杰当中蕴藏的能量让他都感到害怕。 正打算撕裂空间逃离这里, 结果在出手的瞬间便被天杰锁定, 连奥蕾只好作罢。 好好渡劫还能有一线生机, 逃跑的话天杰威力更是会成倍增加, 除非找到一个天杰感受不到气息的地方, 但这种地方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第33章 第九战将 还有一种办法, 则是灭杀引发天杰之人。 但里南哪会给他这个机会, 作为个中老手, 在引发天雷的瞬间就离连奥蕾远远的。 而天杰老兄也很给力, 再见到里南的刹那, 杰云更是眨眼间就汇聚完毕, 似乎不批死里南不罢休。 更令天杰老兄气愤的是, 竟然又有这么多人帮那个可恶的家伙, 一定要狠狠地劈他们。 里南见状, 悄然松了口气。 正因为大能镜以上强者可以撕裂空间逃跑, 赶路, 他才小心翼翼引动天杰, 又尽可能引起连奥蕾的注意, 不让连奥蕾发现天杰的存在。 其实, 这无比困难。 想要这般做, 也就只有拥有系统的里南能这般做。 不然别人看到你杜杰, 早就跑得远远的。 除非你主动缠上别人, 但半圣镜的连奥蕾用这种方式明显行不通, 还是得靠童子哥。 连奥蕾恶狠狠盯着里南, 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但现在, 他已经做不到了, 天雷已经汇聚完成。 雷来! 这时, 里南大吼一声, 又大笑出声, 字意飞扬。 随着里南声音落下, 一道道天雷也静止劈响。 轰, 轰, 轰。 一道道天雷劈了下来, 里南倒没什么感觉, 已经习惯了。 但清玄圣帝众人可没这么幸运, 作为清玄圣帝当代圣女的原青蛾, 直接被第一道天雷劈得灰飞烟灭, 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里南自然看到了, 暗道好家伙, 这也太弱了。 当初既然与我同为圣子, 休与你为伍。 连奥蕾看着轻松无比的里南,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还有手段, 没用出来, 就是圣人法指。 他在思虑, 为了一个里南, 使用圣人法指值不值得。 就算把里南灭杀了, 但天南皇朝的阵法依旧破不开。 于是, 他暂时收起了心思。 而里南也离天南皇朝的阵法越来越近, 现在是随时可以进入阵法之内, 他彻底安下心来。 主要是怕连奥蕾这个老家伙, 谁知道他有什么隐藏的手段, 圣帝的底蕴, 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 连他老娘都留给他们一张圣人法指, 更别说强大无比的圣帝。 所以还是小心为上, 连奥蕾见状,咬牙切齿, 这小畜生实在无耻。 看什么看, 还不好好度你的劫? 里南大声对道。 说完这句话, 里南在连奥蕾痴人的目光中走进了阵法内, 然后掏出一块西瓜, 靠坐在半空中看连奥蕾度劫。 而天雷劈在阵法护照上, 没有任何影响。 瞧见这一幕的连奥蕾,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至于是被弃的, 还是被雷劈的, 或是两者都有,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里南也没有兴趣问他, 他此时正在美滋滋吃着瓜。 随着天雷不断落下, 天劫也逐渐到了尾声, 只剩下最后九道天雷。 里南元本想用动天世界, 将天劫吞进去化为己用, 但看见连奥蕾杀人的目光后, 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天雷虽好, 也不能拿小命开玩笑。 尽管此次天雷只有36道, 但比上次的45道天雷的威力更加可怕, 原因当然是某人拉上半剩一块肚劫。 接下来的这几道天雷, 让里南都猛缩脖子, 庆幸有守护阵法的存在。 咦? 冒烟了? 突然, 正在吃瓜的里南发现, 连奥蕾竟然冒烟了, 这把他吓了一跳。 而除了连奥蕾外, 清玄圣地其余人都死得不能再死。 连奥蕾咬牙坚持着, 虽然天雷威力巨大, 但对他来说还没有生命危险。 又是三道天雷落下。 里南看着都心惊不已, 但连奥蕾依旧坚挺, 神色傲慢无比。 似乎再说, 你能拿我怎么样? 里南这就忍不了了, 要是天雷都不能把这老货劈死, 那自己就亏大了。 正想着该如何是好时, 脑海中突然想起一道声音。 里南面色一喜, 脸上露出渐渐的笑容。 正在肚竭的连奥蕾一看, 心中一跳, 似乎感觉到大难临头, 但他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于是乎,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祭出圣人法旨。 呜呜呜。 随着圣人法旨祭出, 一股巨大的威压赫然出现。 接着, 一道青色人影显向而出。 尽管人影朴实无华, 但身上的威压却是实打实的。 这正是圣人法旨投影而出的圣人虚影。 见过大人, 连奥蕾赶紧行礼, 接着赶紧将眼前情况进行汇报。 青色人影点了点头, 旋即皱了皱眉头。 一挥手将降落下来的天雷进阶磨面。 至此, 里南杜劫结束。 小贝, 就是你杀我青玄圣地之人。 青色人影淡淡说道, 看里南的目光如同看一只蝼蚁。 你这不是废话? 你是谁? 里南狠不起人影的眼神, 圣人罢了, 不知道挡不挡得住他神灵法身的一拳。 青色人影一愣, 似乎没想到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而这个说话的人, 还是只随手可灭的蝼蚁。 小贝听着, 本座乃青玄大帝麾下第九战将罗无星。 念在你打破禁忌, 度过禁忌天节的份上, 给你一个选择, 成为青玄大帝麾下第十大将, 否则, 死。 罗无星强忍怒意, 缓缓说道。 在他看来, 能成为青玄大帝麾下的战将, 是一件无比荣幸的事情。 而他也确实已成为第九战将为荣。 如今看到一个打破禁忌禁忌的天骄, 他还是决定给里南一个机会, 因为青玄大帝一直在搜寻可以打破禁忌的天骄, 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 如果他将里南引入大帝麾下, 青玄大帝一定会重重奖赏他, 说不定会有突破大帝的一丝可能。 连奥磊一脸羡慕地看着里南, 他让大帝正眼的资格都没有。 而里南何德何能, 竟然能成为大帝麾下第十战将。 他恨不得取而代之, 但只能想想, 如果里南成为第十战将后, 里南的身份将比他尊贵无数倍, 让他死他就得死。 想到这里, 连奥磊不禁有些慌张。 青玄大帝, 里南低声弥南, 他没想到这背后还有大帝的存在。 这青玄圣地到底是什么来头? 意识让他有些头大。 没错, 青玄大帝可是真正的帝境强者, 可不是所谓的准帝。 罗乌星抬头挺胸, 神色傲然。 这祸怕不是个傻子吧? 里南心中暗道。 第34章, 还不快去? 你小子磨葬什么? 快告诉本座你的决定。 罗乌星有些不耐烦, 急声说道。 在他看来, 里南能成为青玄大帝麾下的第十战将, 是里南的福气。 里南还这么磨蹭, 想必是想要更好的资源待遇。 至于里南会不会拒绝, 他根本没有想过。 能跟随大帝强者, 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朕拒绝, 里南淡淡开口。 罗乌星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的神灵法身就有大帝的实力。 至于罗乌星口中的青玄大帝, 是不是神灵法身的对手, 还是未知。 更别说让他成为青玄大帝麾下的第十战将。 好好, 那你现在就跟本座去向大帝报道。 罗乌星开心地笑了, 他就说嘛, 没有人可以拒绝大帝。 突然, 他似乎意识到什么。 什么? 你说你拒绝? 罗乌星不可置信, 这可是大帝, 他当初是历经一路挑战, 才最终成为第九战将。 虽说那时青玄大帝还没有成帝, 但也是顶尖的圣经强者。 竟然有人拒绝大帝的招揽, 还是当着他的面拒绝的, 犹如一记耳光打在他脸上, 让他的骄傲一败涂地。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罗乌星沉声说道, 面色阴沉无比, 周遭空间随之颤抖。 顿时无比压抑, 犹如火山爆发的前奏。 连奥蕾文言, 心中悄然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李南成为青玄大帝麾下的第十战将。 作为一个圣人王的存在, 耳朵应该没龙吧? 李南轻笑道, 并没有将罗乌星的话放在心上。 他也是刚通过系统知道, 圣经分为圣人, 圣人王, 大圣三个境界, 他此前还以为就单单是一个境界。 小贝, 你找死! 罗乌星怒吼, 他已经很久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 至于李南刚刚说的, 圣人王被他自动忽略了, 不然他肯定想弄清楚李南知道他境界的原因。 你来打阵呀, 你个狗腿子。 李南尽情嘲笑, 当面嘲讽一个圣人王强者的机会可不多, 至少目前是这样。 最关键的是, 这个圣人王还拿他毫无办法。 如此吸引仇恨, 清玄大帝不至于找上门来吧。 李南心中暗道, 轰轰轰轰。 罗乌星含怒一拳砸了过来, 结果直接被阵法抵挡。 罗乌星一愣, 没想到这里还有阵法, 然后眼神看向连傲累。 似乎不幸邪, 罗乌星这下没有留守, 全力轰击在阵法之上。 结果阵法只是晃动一下, 然后屁事没有。 而罗乌星在这一下过后, 身形消失不见, 圣人法旨也就此成为灰烬。 老妖婆, 你怎么还不走? 李南好奇地问道, 哼, 小兔崽子, 你就等着第九战将大人的报复吧。 连奥雷恶狠狠说道, 很是快意。 刚刚可是吓得他面色发白, 幸好这小畜生没有成为第十战将。 是吗? 你既然不走, 那就别走了。 李南淡淡说道, 他刚刚只是想确认罗乌星是不是真的消失, 毕竟圣人王的手段他毫不了解。 现在可以确定罗乌星确实消失不见,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连奥雷面色一变, 正要撤离。 忽然, 一道青色天雷轰击在他身上。 连奥雷身形一顿, 气息顿时萎靡下来, 显然受了重伤。 接着, 数片清脆欲滴的竹叶朝他袭去, 竹叶上携带着丝丝雷光。 说说说, 扑扑扑。 连奥雷躲避不及, 被竹叶接连击中, 在身上留下一道道猙獰伤口。 连奥雷面露惊恐之色, 不敢相信作为半生的他竟然会陨落于此。 他知道已经跑不掉了, 先是天结让他受伤颇重。 而后小竹出其不意的本命神通天雷将他直接打成重伤, 命悬一线, 接着又是媲美盛气的竹叶将他肉身摧毁。 连奥雷很是不甘, 眼睛里闪过怨毒之色, 心中后悔之意更甚。 受众心情使他面色复杂无比。 终于在一道天雷之下, 连奥雷神魂俱灭。 他在最后都没有通知二组, 就想着李南能主动打上清悬圣地, 然后二组出其不意替他报仇。 现在通知二组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出一次手的二组根本不能对李南造成任何危险。 连奥雷死后, 小竹出现在李南身边。 李南子细看, 发现小竹已经半生九重了。 这雷元叶带给小竹的帮助是巨大的, 心中不禁暗道可惜, 脸上肉疼之色闪过, 但片刻又浮现出势然之色。 小竹越强, 对他的帮助就越大。 光是作为天南皇朝的阵眼, 守护灵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 八十里逃灵。 紫衣青年饶有兴致地看着李南, 方才的荧幕都被他看在眼里。 只不过在大阵内看不清楚而已, 他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出手, 竟然直接将一位半胜打得重伤垂死。 还有刚刚的天结让他神色一愣, 没想到竟然就是李南本人。 以往都有系统遮掩, 再加上天结石, 天机混乱。 紫衣青年也看不到, 此次因为有圣人出手, 扰乱了一刹那天机, 让他看到了这一幕。 这下道好, 想见之人与气韵之子, 二者重合了。 紫衣青年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多闹道, 应该早点出现的, 这下道好, 饭都赶不上热乎的。 少爷, 上次我还提醒你去见李公子, 谁让你不去的? 小青伸着脖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道, 小青, 你那三百壶酒酿好了吗? 紫衣青年眼睛一瞪, 小青的头力马缩了回去, 嘴里嘟囔道, 臭少爷, 就知道欺负我。 你说什么? 紫衣青年紧紧盯着小青, 没什么, 少爷, 小青刚刚是说少爷可以帮忙解决清玄圣地的老东西, 这样也算给李公子送上一份礼物。 况且, 想要追随李公子就要早点下手, 不然等李公子修围上来了, 他也不会需要少爷的帮助了。 小青连忙说道, 将自己心中所想也说了出来, 他是真的希望少爷好。 紫衣青年不禁一愣, 仔细思考起小青的话来。 而后男男道, 小青你说的有道理, 你真是少爷的福星。 那是, 小青兴奋地说道, 心中暗道, 少爷终于学会夸人了, 小青你是最棒的。 那你怎么还不去, 把清玄圣地老东西的人头给李公子送去? 小青正美滋滋想着的时候, 紫衣青年催促的声音突然响起, 似乎还不满意, 又接着说道, 对了, 既然去了, 就顺便把清玄圣地打包给李公子送去。 啊? 小青明显没有反应过来。 啊什么啊? 还不快去? 难道这点小事, 还让本少爷亲自出马? 紫衣青年灵魂三连问, 小青听得一炸一炸的。 哦, 小青脑袋晕乎乎的, 似乎没明白怎么回事, 人就朝清玄圣地而去。 第三十五章 清玄圣地当覆灭。 长河剑 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一。 虽说是三千大千世界, 但大千世界远远不止三千, 只是形容大千世界如横河之沙, 不计其数。 这里宗门伶俐, 皇朝帝朝数不胜数, 天骄多如牛毛。 清玄帝朝正是其中一方势力, 更有大地坐镇。 此时, 清玄帝朝第九战将釜底, 正在与人对影的罗乌星面色一变, 道九的动作一顿, 眼中闪过诧异之色。 罗兄, 这是怎么了? 说话的是第八战将于文山, 他经常与罗乌星对影, 二人关系十分要好。 于兄, 我感应到我赐予东周大陆南荒清玄圣地的圣人法旨, 被激活了。 罗乌星皱着眉头说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 我记得六尾和紫雕王那两个家伙, 是来自南荒吧? 还有第一战将也是来自东周。 真是怪事, 东周既然出了这么多天骄, 我开始对罗兄你负责的东周大陆有些好奇了。 罗兄, 要不一起去看看? 于文山思索一会, 梅宇间有些纳闷。 他负责的大陆, 至今为止就出过一个被大地看上眼的, 就是眼前的罗乌星。 正因此, 他跟罗乌星的关系特别要好。 于兄, 先不急, 既然激发圣人法旨后, 估计事情也解决了。 我们先喝酒, 这件事就让清玄学宫的人去瞧瞧。 罗乌星沉映了一会, 没想那么多, 东周大陆还有清玄学宫在, 清玄学宫可是东周大陆的最强势力。 罗兄, 来来来, 喝酒。 臭少爷, 就知道欺负我。 哼, 小青气呼呼地走到一半他越想越不对劲, 似乎又被少爷欺负了。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了清玄圣帝山门前。 傍晚的夕阳美如画, 似一幅人间仙境的画卷。 清玄圣帝, 都怪你这清玄圣帝, 呸。 小青嘴里碎碎念, 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清玄圣帝的人给我听着, 你们已经被姑奶奶包围了, 请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不然杀无赦。 小青的声音响彻天地, 方圆百里都可以非常清楚听到这道声音。 远在八十里逃灵的紫衣青年, 看到小青这操作后顿时惊呆了。 伸手符额, 满头黑线。 丢脸, 实在太丢脸了。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本少爷有这么中二的侍女。 你一个圣人讲什么道理, 直接一巴掌送那个老东西上路不就好了。 清玄圣帝幸存的长老弟子听到后, 吓得面无血色, 脸色苍白。 完了完了, 天南皇朝打上门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呀? 我不想死啊。 别慌, 慌什么慌, 我们还有老祖在,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把你们吓成这。 一个长老正吹胡子瞪眼, 大声嚷嚷, 但他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小清一指戳爆。 郭躁! 小清冷声喝道。 接着, 众弟子被吓得鸦雀无声。 在他们眼里, 天南皇朝简直就是恶魔, 他们的长老一去就死了, 圣主一去也死了。 如今看来, 他们的老祖一去还是死了。 现在, 竟然还被人打上门来了, 只怕清玄圣殿就要就此覆灭。 他们这些弟子将何去何从, 或者直接被荡城楼以斑灭杀。 小清淡淡瞥了眼中人, 眼中闪过不屑之色, 然后静止来到了后山。 这里还有一道似有似无的气息, 如果不仔细感应, 还真察觉不到异常。 但小清明显不在此恋, 放声说道, 老家伙, 还不快出来迎接孤奶奶。 唉。 小清话音刚落, 一道叹息声出现在天地之间。 清玄圣地众人健壮, 眼睛浮现出息迹的光芒。 有的弟子连滚带爬, 激动地说道, 这是我们的老祖, 我们有救了, 有救了。 也有的弟子持悲观之色,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那些人。 人家打上门来, 肯定是有办法对付老祖, 现在还在这里吓嚷嚷, 要是人家一个不高兴, 就会让你下地狱。 前辈, 真没办法善了吗? 一位老者出现在虚空中, 神色凝重地看着小清, 此人正是假圣二祖。 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与李公子为敌, 你的人头和清玄圣地, 就当作给李公子的见面里吧。 小清也不回答他, 就像在诉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声音平淡无比。 可, 晚辈明白了, 二祖嗑出一口鲜血, 神情有些落寞。 仅仅一瞬, 二祖大喝道, 前辈, 还请接晚辈一招。 二祖眸光大亮, 整个人如升华一般, 绽放出可怕的力量。 如果仔细看的话, 二祖全身所有的力量都融于这一招当中, 这一招已经有了圣人的力量。 只是, 在真正的圣人面前, 这一招显得那么渺小, 被小清轻描淡写挡了下来。 接着, 二祖直接化为飞灰, 消散在众人面前。 小清没在意众人的悲伤, 禁止找到清玄圣地的宝库, 将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 而后消失在原地。 今日, 清玄圣地当负面。 小清的声音如滚滚天威, 传遍大半个南荒。 至此, 南荒三千年的天倒了, 清玄圣地成为历史。 一时间, 南荒众人大惊, 纷纷前去清玄圣地, 想要查看结果。 没过多久, 清玄圣地负面的消息, 如风暴一样传遍整个南荒。 里南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得到消息的时候, 他有些错愕。 没想到清玄圣地竟然被灭了, 他还惦记着清玄圣地的宝库, 毕竟天南荒朝这么大的势力, 需要的资源不是一星半点。 他有些好奇, 南荒竟然还有人可以击杀假圣, 实在不可思议。 传闻是一位身着青色裙子的女人, 都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只希望不是敌人, 不然又要花大量时间处理, 否则定要他有来无回。 自从惹上清玄圣地后, 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不过结果是好的, 现在只需提升实力就好, 接下来就该一捅南荒, 然后前往南荒之外。 于是乎, 天南荒朝直接发表声明。 即日起, 南荒大帝尽归天南荒朝, 所有势力必须臣服天南荒朝, 不禁天南荒朝者神魂俱灭。 听到天南荒朝如此霸道的声明后, 南荒各势力人心惶惶。 特别是此前站在清玄圣地一对的, 更是担惊受怕。 但没有办法, 想要活命只能臣服。 接下来的时间, 一个个势力纷纷选择臣服, 解散, 没有人投铁成为那个杀鸡儆猴的角色。 至此, 天南荒朝一捅南荒, 这比李南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他还以为会有人跳出来阻拦, 比如那灭了清玄圣地的那位女子。 第36章, 鹿无双。 一捅南荒后, 李南明显感觉到天南荒朝的气韵之力强大了一大截, 更有气韵金龙盘旋在虚空, 并且, 这段时间又通过迁道, 获得了镇国玉玺、 万祖鼎、 仁皇剑, 这三样的品阶都是地阶, 都是可以镇压一族气韵的存在。 另外, 还迁道了100条上品灵脉。 李南将这100条灵脉均匀分布到整个南荒, 南荒的灵气浓度随之提升了一大截。 幸好可以通过系统直接释放灵脉, 不然凭他神魂镜的修为就要花上许多时间。 由于天雷影视地阶阵法, 轻轻松松就覆盖了整个南荒。 而李南并不满足, 又将此前迁道的金龙镇、 玄武镇、 八荒剑镇一一布下, 反正有系统帮忙, 一念间的事情。 金龙镇是一门地阶阵法, 并以镇国玉玺为阵眼, 且可以借用气韵之力形成一条巨龙, 同等情况下, 威力比之天雷影还要强大。 玄武镇则是一门以防御为主的地阶阵法, 以万祖鼎为阵眼, 并可以借用气韵之力, 防御力远远超过了天雷影这门阵法。 而八荒剑镇更不用说, 以仁皇剑为阵眼, 同样能使用气韵之力, 攻伐能力是这几门阵法中最强的, 同时又具备相当不俗的防御能力, 既能形成无数剑气攻击敌人, 亦可以抵御敌人的进攻, 攻守兼备。 布下这三门阵法后, 整个南荒可以说固若金汤, 就算大帝青来, 怕是都要折挤于此。 地气的威能不是开玩笑, 尽管南荒暂时没有人能完全催动地气。 但关键在于, 这三样地气是天南皇朝的气韵之物, 可以通过气韵之力借用天南皇朝所有人的力量, 完全复苏不在话下。 三样完全复苏的地气, 加上足以覆灭大帝的地阵阵法, 那威能可想而知, 因为有一百多条灵脉的缘故, 里南根本不用担心阵法能量会枯竭。 里南在布置阵法的时候, 就将其连接到这一百多条灵脉上, 可谓是土豪一个。 就没有哪个势力有一百多条灵脉, 有个几条就顶天了, 可以称之为洞天伏地了。 谁让里南有挂呢? 这就是开挂的好处。 这天,里南正在修炼。 小竹通知他说有人找他, 来人是一个身穿紫色服饰的青年 与一个身着青色裙子的女子。 里南一愣, 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爱莲湖, 是玉京城不远处有名的景点, 莲花时节, 这里有满湖盛开的莲花, 美不胜收。 正如里南心中猜测的一样, 那位身穿青色裙子的少女, 正是覆灭清玄圣地的真凶。 他竟然是圣人四重的修为。 而他身前的紫衣青年, 更是圣人王九重的修为。 系统显示, 这青年受了大道之伤, 不然修为更高。 里南顿时大吃一惊, 这是哪来的变态? 该不会是某个老家伙, 变的吧? 但系统, 又说他们的古灵不超千岁, 是天才中的天才, 成为大帝, 如吃饭喝水那么简单。 通过介绍, 里南知道了紫衣青年名为陆无双, 是长河界陆家之人。 轻衣少女是陆无双的侍女, 名为屈青, 而陆无双习惯喊她为小青。 里兄, 冒昧来访, 还请恕罪。 这是我二人带来的见面礼, 还请里兄收下。 陆无双笑容和煦, 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 哦? 里南一愣, 搞不懂怎么回事。 不瞒里兄, 在下早就对里兄神交已久, 今日终于如常所愿得以相见。 我没想到, 清玄圣地一而在, 再而三欺负到里兄身上, 不然早就将其覆灭。 这是清玄圣地宝库内的东西, 就当是在下的见面礼。 陆无双慢条思理地说道, 而后将一枚储物借着地上。 哈哈, 陆兄太客气了。 那我也不客气了。 里南笑呵呵地, 直接接过储物借质, 当着面查看起来。 有东西不要, 那不是傻子吗? 况且, 管他们是什么来历, 就算有所求, 也要看他答不答应。 反正收下的东西, 不可能还回去的, 还有一大帮手下药养, 不要白不要。 陆无双见状, 直接愣住了。 他此前还想过, 里南不收怎么办, 甚至为此, 思考了数中解决办法, 但里南不按套路出牌, 让他蹦不住了。 一旁的小青见状, 眼睛迷成了缝, 心里乐呵呵地。 心中暗道, 臭少爷, 吃扁了吧, 活该。 哈哈, 李兄是真性情。 陆无双大声笑道, 对于刚刚的事情丝毫不以为意, 不知陆兄前来所为何事。 李南开门见山问道, 他可不想跟人打雅谜。 陆无双再次愣住, 他没想到, 李南如此直接, 让他准备的话都成了无用功。 思量了一会, 陆无双沉声说道, 李兄, 你可知大帝之上。 李南摇了摇头, 他现在还是一个神魂镜的小菜鸟, 圣人对他来说都很遥远, 更别说大帝之上了。 李兄, 方才我也告诉过你, 我是长河界陆家之人, 那你对长河界可有了解。 陆无双接着问道, 李南再次摇头, 眼神有些奇怪地打量陆无双。 李兄, 我这么跟你说吧, 长河界是一个大千世界, 此方东周大陆便属于长河界之下的东河域。 像东周大陆这样的世界数不胜数, 乃至东河域这样的大域也有百万之多, 而这只是长河界之下的界域罢了。 在长河界, 共有十方超然势力, 俯瞰长河界的兴衰。 分别是, 陆无双说了半天, 李南听得头有些大。 在他看来,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有系统在手, 直接横推过去就行了。 陆兄, 你直接言明找我有何事就行了。 李南淡淡说道, 陆无双健壮, 有些纳闷。 这么辛苦, 给你介绍长河界的情况, 怎么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真不愧是气韵之子。 陆无双自我安慰。 嘿嘿, 我关李兄是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 于是想跟随在李兄左右。 陆无双有些尴尬地说道, 李南嘴角抽了抽, 我怎么就成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了? 连带着看陆无双的眼神更不对了, 这人竟然上赶着给他当小弟, 难听点就是狗腿子。 该不会有什么不良嗜好吧? 李南下意识后退一步。 第37章, 九转到单。 李兄, 你别误会, 是这样的。 陆无双看李南的眼神, 就知道他误会了, 于是急忙解释。 听到陆无双的解释, 李南顿时明白过来, 这小子是把他当成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了。 据他所说, 万古以来, 能打破境界禁忌的人少之又少。 而能打破境忌之人, 无不是闪耀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就算不是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 那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按陆无双的话来说, 这个时代还没有见过其他人突破境忌。 而以前的时代, 也没听说过有人连续几大境忌都突破境忌。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个境界打破境忌, 就能将无数天之骄子踩在脚下。 像李南这班前四个境界都打破境忌之人, 更是闻所未闻, 就连古籍中也未曾有过记载。 这也是陆无双坚定选择跟随李南的原因。 就算李南不是这个时代的气韵之子, 那气韵之子也势必会被李南踩在脚下。 因为他看不透李南, 比家族的大帝更加朴朔迷离。 你真要当我的狗腿? 追随者? 李南淡淡问道。 本来一开始, 他并不打算收什么追随者。 于他而言, 有个红衣就够了, 再加上天南书院还有个陆丰, 这两人都是个顶隔的天骄, 比他还要像气韵之子。 一个拥有鬼王之体, 鬼仙血脉, 来头大的吓人。 一个拥有老爷爷, 气韵之力浓郁的都要成为实质, 更是入了他这个外挂拥有者的眼。 这两人要不是气韵之子, 打死他都不行。 而他只不过是个穿越者, 重生到这个世界系统外挂的拥有者罢了。 陆无双严肃地点了点头, 然后更是发下道士。 这让李南心中一惊, 道士可不是随便能发的。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就会被大道反噬, 修为一落千丈, 甚至有生死道消之威。 因此, 不会有人轻易立下道士。 行,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这个追随者。 本来我是没打算收追随者的, 估计你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李南缓缓说道, 收下陆无双, 一是因为陆无双对他目前来说帮助比较大, 陆无双的修为天赋都很高, 可以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也可以成为他的护道者。 二是可以通过陆无双了解这个世界, 目前来说他手底下的人修为都太低了, 急需高手坐镇, 办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比如寻找他的老娘。 陆无双文言, 激动异常, 急忙行礼道, 拜见大人。 不用多脸, 喊我公子就好。 李南淡淡说道, 话落,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丁,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道, 请问宿主是否进行签道? 签道。 李南没有犹豫, 直接签道。 想必系统这时候出现, 应该会有什么好东西, 还可能是跟陆无双相关的。 恭喜宿主获得九转道单一瓶。 果然如李南所料, 签道的东西与陆无双有关系。 九转道单是地阶单药, 不但可以修复道商, 还可以助人领悟大道。 看到这简单的介绍, 李南并没有当回事, 只要有用就行。 因为他签道地阶单药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他拥有的地阶单药足有几百枚, 地阶之下的丹药就更多了。 于是乎, 李南直接掏出了一枚九转道单, 扔给陆无双, 说道, 无双, 这是九转道单, 可以修复你身上的道商。 只见一枚闪着九彩霞光的丹药 朝陆无双扔去, 陆无双见状, 急忙小心翼翼接下。 眼睛里闪过不可置信之色, 脸上浮现亥然之状, 师生道, 这难道真是传说中可以修复道商, 助人领悟大道的九转道单? 陆无双接到九转道单的刹那, 他体内的道商就有隐隐修复的迹象, 同时他对于大道的领悟有加深的迹象, 这不无表明这就是传说中的九转道单。 是啊, 有什么奇怪的吗? 李南不以为异道。 谢谢公子次丹, 公子, 你听我说, 这九转道单乃是传说中的丹药, 珍贵至极, 更是能令十方超然势力都能出手抢夺的丹药。 陆无双激动异常, 将情况进行了说明。 同时他心里异常不安, 其他人知晓,那公子就危险了。 他刚刚可是看到公子毫不在意的表情, 说明公子并不知道此丹的珍贵, 只是只好尽可能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李南也没想到这九转道单如此珍贵, 看来系统奖励的其他丹药也是珍贵至极, 以后要拿来用一下。 这个领悟大道的丹药就十分不错, 可以给老爹红衣等人一枚。 没事, 这等丹药我多的是, 只要你好好为我办事, 好处少不了你的。 李南淡淡开口, 他此刻就像一个万恶的资本家, 若无双见状, 恨不得磕几个头, 把李南当祖宗供起来。 他心里对李南更加尊敬了, 同时非常感动, 这可是九转道单, 竟然愿意送给他。 他可是什么公都没力, 就算立了功, 也没有人会愿意将如此仙丹赐予他。 他开始对李南感到强烈的好奇, 此前只是想当追随者, 为以后博取利益。 没想到直接找了大腿, 难怪李南说不打算要追随者, 他顿时明白这是走了大运, 心中不由想, 难道我陆某人才是弃运之子, 不然怎么会让我遇到李公子? 是, 无双一定为公子安前马后,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陆无双连连保证, 心情无比激动, 那你就赶紧服下, 别舍不得用, 把刀伤治好, 才能更好替我办事。 李南不得不提醒, 他还真怕陆无双这小子舍不得用。 是, 陆无双硬道, 眼中闪过一抹犹豫之色, 他直接将酒转道丹吞了下去。 李南见状, 点了点头, 这家伙还是比较靠谱的。 而后, 他又看向小青, 手中出现一枚圣接顶尖的丹药。 淡淡说道, 这枚丹药你收下吧。 谢公子。 小青急忙感谢, 翘脸上浮现出激动的神色。 没想到他也有份, 虽然不是递接丹药, 但这枚丹药对他也十分有用。 你先在这看着他吧, 估计这家伙一时半会好不了。 李南淡淡说道, 留下一句话后, 就转身离去。 是。 小青行了一礼, 而后走到一旁护法。 第38章, 半年后, 死亡沙漠。 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李南本想看看有没有人来找麻烦, 毕竟连奥蕾寄出的可是实打实的圣人法指, 估计罗乌星会有感应。 但这半年来啥事都没发生, 天南皇朝在有条不稳的发展。 而经过这半年的迁道, 李南又获得了800条下品灵脉, 20条中品灵脉, 10条极品灵脉, 丹药, 功法数不胜数。 李南将800条下品灵脉和20条中品灵脉 统统融入了南荒, 使得南荒灵气暴涨, 南荒众人的修为也得到急速地提高。 而那10条极品灵脉则被他收进了洞天世界, 现如今的洞天世界灵气浓度比南荒还要强, 更是形成了一片灵气湖泊。 里面生机盎然, 可以看到周围一株富有道运的茶树扎根于此, 这正是李南迁道的悟道茶树, 被他收入洞天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罗写、 罗沙二人都已渡过王劫踏入王境, 距离皇境也不远了。 因为李南多次给予血脉丹的缘故, 三大妖皇都突破至大能境, 龙二更是达到了半圣境。 三大妖皇对李南感激连连, 他们也看出来了, 他们能做的就是帮助李南看家护院, 为天南皇朝培养人才出把力, 因为他们的天赋决定了他们的修为上限。 虽说由李南赐予的血脉丹, 但想要超越祖先, 血脉更进一步也是相当困难的。 血脉丹只是让他们的血脉繁足, 提升血脉浓度, 并不能让他们的血脉超越祖先。 此外, 或许是这十六年来被封印, 红衣的修行一日千里, 现在已经和罗写等人持平, 成为王境强者, 距离皇境也不遥远。 他老爹李景明也突破皇境, 成为一位皇境强者, 李小暖也在他的监督下, 踏入洞天境, 只能说李小暖太让人操心了。 别人有那么好的条件, 早就没日没夜地修炼, 争取更进一步。 李小暖就想着玩, 一天到晚都玩, 李楠拿他毫无办法。 他有些想念老娘在的时候了, 老娘让小暖往东, 小暖就绝不敢往西。 虽然有时候会往南或者往北, 但最终会听老娘的话, 走到东。 不像现在, 就跟个小魔女似的, 整天跟三大妖黄魂在一块, 玩得不亦乐乎。 再说陆无双, 小青二人一直在没日没夜地修炼, 就是想多为他出奋力。 小庄的道商已经成功致雨, 他的修为不仅恢复过来, 还略有进步, 成为了大圣竞四众的强者。 在不算神灵法身的情况下, 是天南皇朝的最强战力。 小青亦是在半年内, 连破数破望神童。 一个月后, 几人终于从死亡沙漠走了出来。 经过打听才知道, 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雷州。 东州大陆除开南荒与死亡沙漠外, 共有七大地域。 分别是雷州、济州、 义州、辽州、 中州、宝州、北园。 雷州位于东州大陆的西南方, 南陵死亡沙漠, 东靠济州, 往北则是宝州。 雷州、前古城。 这算是附近最大的城池, 城内人来人往, 大多都有修为在身。 反而是没有修为的凡人叫少, 几乎看不到。 李南和红一正在街道上走动, 陆无双二人则去打听事情, 以及建立势力去了。 建立势力也是李南要求的。 南荒出来实属不变, 那就在东州大陆建立一个势力好了。 等以后可以打通死亡沙漠, 那就合而为一变好。 况且, 他让二人建立的是天南书院, 本就是属于南荒天南书院的分院。 目前第一步, 那就先名杨雷州。 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天南书院雷州分院。 尽管东州大陆上的灵气 比南荒要浓郁很多倍, 但能突破, 圣境的终究是少数。 圣人强者依旧是东州大陆的顶端强者。 一个势力如果有圣人强者作证, 那么这个势力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流势力。 在乾谷城, 拥有圣人的势力只有三家, 分别是城主府、 王家和刘家。 城主府顾名思义, 是雷州青雷皇朝下辖的城池的城主。 而青雷皇朝是雷州名义上的控制者, 是雷州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就如南荒的天南皇朝。 但又比不上天南皇朝, 因为青雷皇朝没办法像天南皇朝一样 收服所有势力。 虽说是最强大的势力, 但做事情也有彻种, 没办法随心所欲。 除了青雷皇朝外, 雷州还有天雷山, 雷剑宗两大超级势力, 旗下势力数不胜数, 比之南荒不知强大多少。 李南二人逛了好一会, 打听到即将举办一场拍卖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南带着好奇, 他可从来没有参加过拍卖会, 于是朝拍卖场地走去。 拍卖会的守卫感受到 红衣身上强大的气息后, 也不敢阻拦, 也没有邀请函, 禁止让他们走了进去。 拍卖会场内已经在进行拍卖, 众人的情绪都被带动起来。 李南也注意到正在拍卖的物品, 是一门天阶功法, 足足拍卖了十二万零食。 李南有些猛, 这天阶功法这么值钱吗? 他一签到就是百本, 签本, 而且不知道签到了多少次。 其中天南书院绝大部分的功法, 都是他贡献出来的, 甚至不乏王阶, 黄阶, 圣阶的功法。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拍卖会就接近了尾声。 李南一样东西都没拍, 实在是以他的眼界看来, 这些东西都太刺了, 让他提不起一点兴趣。 红衣倒是兴致勃勃拍了两件物品, 有请压轴物品上场。 主持人大声喝道, 李南听到后, 眼睛一瞥, 顿时看到了盘中的物品, 然后心中一惊。 这是一只实话的眼睛, 聚集拍的人说, 这只眼睛是一种特殊的眼瞳。 经过我们拍卖场的检测, 这很有可能是灵瞳, 神瞳也不是不可能, 并且里面还蕴含一股能量, 对修炼童术的人价值有多高 我就不多做赘述了。 起拍价, 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零食。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欢呼起来, 就算是普通的灵童, 也非凡物。 一百一十万零食, 一百一十二万。 特别是, 对修炼童术的人来说, 正如主持人说的那样, 价值不可估量, 珍贵无比。 二百一十六万。 立马就有人喊到了, 二百一十六万零食。 李南也神色严肃看着那只实话的眼睛, 隐隐有种熟悉感。 于是, 直接用系统查看。 竟然是, 破旺神童。 李南大吃一惊, 面部惊喜之色一闪而过。 破旺神童号称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力。 虽然不及他的无敌仲童, 但也是同一级别的神童。 最重要的, 这是一只修炼到大成的破旺神童。 虽不如仲童那么变态的能力, 但却是世间一切邪魔的克星, 一眼下去便能使邪魔魂飞魂散。 三百万。 仅仅片刻, 拍卖价格便涨到了三百万零食。 李南没有着急, 这零食他多的是, 反而观察起拍卖场的人来。 拍卖场的人修为都不高, 大多都是洞天境之下, 王静和黄静的强者也有十几位, 此时都在争抢那枚破旺神童。 或许他们就是听到破旺神童的消息, 才敢来拍卖会的。 李南收起思绪。 随着价格越来越高, 较价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李南见状不再犹豫, 大声喊道。 一千万零食。 李南直接加了三百万零食, 喊价一千万零食, 这直接让正在出价的人正主了。 其他人见状, 纷纷停下叫价, 朝李南看去, 想看看叫价一千万的是何方神圣。 一千零一十万零食。 拍卖场的一个豪华包厢内, 一个阴沟鼻子的老者正抱着个美艳女子玩耍, 听到李南喊价一千万零食后, 咬咬牙多喊了十万零食。 一千二百万零食。 李南没有犹豫, 又多喊了一百九十万零食。 哗! 拍卖场众人感到不可思议之色, 一个还不确定效果的灵童, 竟然有人出价一千二百万。 顿时看李南的目光像看冤大头一样。 主持人见状, 面色激动无比, 大喊道, 这位公子喊价一千二百万,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拍卖场一时半会没有人喊价, 于是, 主持人开始倒计时, 一千二百万一次, 一千二百万两次。 阴沟鼻子老者闻言, 看了看怀中的美艳女子, 脸上露出迟疑之色。 善善说道, 老夫已经没那么多零食了, 你要不换个东西。 我不骂, 我就要这眉眼睛。 怀中女子撒娇道, 老者闻言, 脸色有些不好看, 咬咬牙, 大声喊道, 无奈海沙帮的三长老, 如果你超过一千二百零一万零食, 那你就拿去。 海沙帮三长老, 这可拥有圣人坐镇的强大势力, 比前古城的三大势力还要强大一筹。 没想到这位竟然在这里, 看来这眉眼睛要归他了。 拍卖场内众人倒吸一口气, 面露戏血之色, 一副看戏的样子。 没想到, 海沙帮的三长老竟然在此, 还用身份威胁竞争之人。 第四十章, 到手, 海沙帮? 李南可没听说过什么海沙帮, 至于周围人的反应, 他倒是看在眼里。 似乎这海沙帮的三长老风平不行, 大多数人对其有畏惧之色。 李南可不管那么多, 这破旺神童他必须拿到手。 他花这么大代价镜拍破旺神童, 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破旺神童。 至于其他人, 竟拍着实话眼睛, 估计就是想搏一搏罢了。 看海沙帮长老这副模样, 似乎也不像知道有破旺神童这回事。 否则便不会出言威胁, 而是准备好临时叫价, 毕竟破旺神童的价值远不止区区千万临时。 理清思绪后, 李南倒没有在乎别人的看法。 9号包厢的贵宾出价, 一千二百零一万临时,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主持人激动地喊道, 他的眼神看向了李南。 在他看来, 最有可能竞争这枚石化眼珠子的, 就是李南了。 拍卖场众人则是看起了好戏, 他们想看看李南会不会出价, 海沙帮三长老的身份摆在那。 如果没有实力的话, 可能有命拿没命用。 既然你的极限就是一千二百零一万临时的话, 那我便出一千二百零二万临时。 李南没有在意他人的眼光, 轻笑着说出了报价。 华。 此话一出, 拍卖场众人感到不可置信, 煞时间喧哗一片。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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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竟然敢不将我海沙帮放在眼里, 小心有命买, 没命用。 海沙帮三长老气急败坏, 他已经严明身份, 竟然还有人不给面子。 须知, 就算城主府都要给他海沙帮几分面子。 如今竟然被一个臭小子打脸, 那愤怒可想而知。 哦? 海沙帮我还真不知道, 很厉害吗? 李南旦笑着说道, 脸上闪过不屑之色。 众人闻言纷纷瞪大眼睛, 脸上闪过震惊之色。 这小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后了吧, 到了这一步, 还敢说海沙帮的不是。 放肆! 臭小子, 你可知海沙帮是一流势力, 里面可有圣人作证, 岂能有你侮辱。 这时, 一个刀疤脸大汉呵斥到, 脸上竟是对海沙帮的讨好之色。 你是谁? 李南旦淡瞥了刀疤脸一眼, 眼里闪过冷芒。 区区神魂镜, 为了讨好海沙帮竟敢呵斥他, 活得不耐烦了吗? 看到李南的眼神的刹那, 刀疤脸一正, 旋即感到惊恐无比, 似乎有什么大恐怖要降临在他身上, 直接跌坐在地上。 李南没有管眼前之人, 冷笑着说道, 我记得这是拍卖场吧? 你们拍卖方就不管管吗? 既然没钱, 就别来拍卖场。 随着李南声音落下, 整个拍卖场顿时安静无比, 落真可闻。 谁都没想到, 李南会如此说话, 丝毫不把海沙帮放在眼里。 这种人要么是个愣头青, 要么本身拥有不凡实力, 或者拥有强大的背景, 不怕海沙帮。 显然, 此刻没有人会认为李南是个愣头青, 因为愣头青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根本活不长。 而李南看着如此年轻, 也不像有实力的样子, 看起来倒向某个大势力的人。 想到这, 此前嘲讽过李南的人心中惊恐万分, 无比后悔。 他们可没强大的背景, 来到这本身就是为了拍到修炼的资源, 怎么可能有强大的背景呢? 你是何人? 海沙帮三长老显然也想到了, 他也认为李南有背景, 说不定护道者就在附近。 本公子就普通人一个, 想找麻烦尽管来。 李南冷笑一声, 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又朝着主持人说道, 怎么? 还不宣布结果。 主持人这时也反应过来, 战战兢兢宣布了拍卖结果。 李南直接交了零食, 将破网神童拿到手后, 他暗自松了口气。 如此宝物是可遇不可求的, 自从拥有无敌众童后, 一直都不知如何将其开发。 如今, 看到大成的破网神童, 总算看到了提升无敌众童的希望。 拿到破网神童后, 李南没有多留, 直接离开了拍卖场。 海沙帮三长老兵冷地看了眼美艳女子, 虽说目前还不清楚对方身份, 但看其有恃无恐的模样, 估计也不是简单角色。 美艳女子翻了个白眼, 不谢道, 你真不会以为那人有什么背景吧? 如果有背景的话, 我们的人怎么会收不到消息? 以你威胁那人来说, 他背后的人早就出面教训你了。 海沙帮三长老一愣, 似乎说的有道理啊。 于是黑黑一笑, 正想抱着美艳女子做点好玩的。 然后被美艳女子直接拒绝了, 女子说道, 别吼急啊, 现在还不去追那小子吗? 哼哼, 那小子跑不了的, 就让那小子多活一会吧。 海沙帮三长老冷笑着说道, 女子一想,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就任由他动手动脚。 半个时辰后, 海沙帮三长老笑容猥琐地问道, 是老夫厉害, 还是大长老厉害? 别说那个老家伙, 要不是他不行, 姑奶奶会找你吗? 女子一脸不屑道, 离开拍卖场后, 没多久, 李南就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他, 尽管掩饰得很好, 但还是没躲过他的探查。 李南也没打草惊蛇, 想跟就让他们跟着好了, 他就和红衣大摇大摆在街上走着。 主要是跟来的人都是些小鱼, 不被他放在眼中, 否则他还真可能会动手。 红衣, 我要找个地方闭关, 你是自己去修行, 还是跟我一起? 李南淡淡问道, 他此前想的, 便是将红衣带出南荒后, 让红衣独自去闯荡。 毕竟红衣有气韵在身, 他的鬼王肢体, 鬼仙血脉, 还要靠他自己才能完全复苏。 而他通过系统迁到的东西, 除了一开始获得对红衣觉醒体质, 血脉有帮助的东西外, 就再也没有迁到过跟红衣有关的东西。 他通过大英果树, 隐隐感觉到, 红衣的机缘需要他自己去找, 跟在自己身边反而会耽误了他。 于是, 才有此疑问, 但他也会尊重红衣的选择, 就算跟在自己身边也没关系。 红衣文言一正, 旋即露出开心的笑容, 温柔说道, 公子, 红衣也感受到了, 与公子在一起虽然也能变得强大, 但那不是红衣想要的, 红衣希望有一天能站在公子身边, 而不是公子的累赘。 公子, 我们来比一比, 看看谁能第一个名扬东周大陆。 第41章 激活破忘神童, 红衣走后, 里南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接着, 瞬间消失在天地之中。 他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洞天世界内, 这也是洞天化为世界的好处, 洞天不再是虚无的, 而是成了实打实的世界。 虽不能与外界相比, 但灵气浓度远远超过了外界。 他就像造物主一样, 可以控制洞天世界内的一切。 只是目前洞天世界内还没有自行演化生命, 里面的花花草草都是他移植进去的。 破忘神童, 该怎么用呢? 里南难难自语。 于是, 他直接催动无敌众童, 散发黑白两束光, 照射在石化的破忘神童上。 不料, 就这么简单的试验, 破忘神童竟然起了反应, 神秘的优色光芒大圣, 直接将里南笼罩在内。 突然, 里南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环境发生了改变。 虚空中有一只睁开的巨大的优色眼眸, 同时一股战力感传来, 似乎一眼就可以让他神魂俱灭。 但里南没有感受到恶意, 他稍微安下心来。 接着, 一幅幅连续的画面出现在虚空当中, 如一部电视剧。 画面中, 有人, 有妖兽, 还有不知名的族群, 然而更多的是不知名的怪物, 邪魔。 这些怪物, 有的头长双脚, 有的生了双距大无比的翅膀, 有的仅仅是一团黑气, 没错就是一团无形的黑气。 这些怪物, 好似无穷无尽, 疯狂攻击着人类, 妖兽等族群。 突然, 一个模糊的人影站了出来, 他的眼眸发出强烈的光芒, 瞬间照耀整个战场。 幽光锁过之处, 将无数怪物, 邪魔化成飞灰, 特别是无形的黑气, 更是直接消融开来。 人类, 妖兽等族群的联合阵营, 似乎在欢呼, 眼睛瞪大的, 瞧着那道伟岸的身影, 是他福大煞之, 江青, 拯救了他们。 但仅仅过了片刻, 一只不可名状的怪物, 突然出现在虚空中, 将那道人影击倒在地, 一击就使人影重伤。 人影健壮, 似乎也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于是自爆了一只破望神童, 将怪物逼退。 而人影似乎也到了游进更窟的地步, 为了破望神童不被怪物得到, 又或是为了人类的希望。 他, 施展力量将其左眼实化, 并放入空间乱流。 至此, 画面结束。 看完画面后, 李楠唏嘘不已。 他感受到了那股凄凉的氛围, 心情也被其感染, 沉重, 气氛不已。 同时很是震惊, 他不知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 也许将来他也会遇到, 但人类真的能胜利吗? 宿主, 你不用过于担心, 不要被眼前的画面所影响, 有本系统在, 你注定是无敌的存在。 系统似乎感受到了李楠的心情, 竟然头一次出言安慰。 童子哥, 我还以为你, 只是冰冷地发放奖励的机器。 李楠轻笑道, 系统没有理会他, 刚刚是他受到影响了, 画面中的人比他强大不知道多少倍, 都被一击重伤垂死。 因此, 他的心境采取了波澜。 但系统的话也提醒了他,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拥有混沌剑体, 无敌重铜, 还连续四镜打破禁忌, 说是当今时代天赋最强之人也不为过。 最关键的是, 他还拥有系统这个外挂。 他根本不用担心的, 只要他修为上去了, 那怪物也就一件的事。 想到这, 李楠的心情顿势好了很多。 心境在这一刻似乎发生了改变, 一道奇异的波动从他的神魂散发出来。 咦? 这就神魂镜极境吗? 李楠有些惊讶, 他这大半年一直在为打破神魂镜禁忌发愁。 如今, 见到突破到极境后, 他隐隐明白了什么? 是心境的蜕变吗?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破望神童发出一束光, 直射他的左眼。 啊, 李楠大叫出声。 痛, 实在太痛了。 或许是无敌重铜感受到类似的本源, 竟毫不阻拦, 完全接受了幽光中的能量。 不知过了多久, 虚空中的破望神童化成积粉, 消散开来。 李楠左眼幽光一闪而逝, 假如仔细看的话, 他的左眼深处存在着一抹神秘的幽光, 与众同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这般变化李楠自然也感受到了, 面色随即狂喜。 接着, 又浮现出震惊之色。 嘴里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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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使我直接有了大乘破望神童, 神魂镜的境界就这么打破了。 尽管感到不可思议, 但李楠愉快地接受了这般变化。 这算是他第一次通过系统外的东西来提升自己。 此前, 还是小去了这个世界的人啊。 李楠感慨连连, 他本想着有系统提供的资源就够了。 莫诚想一出, 男慌就让他遇到这么大的机缘。 难不成, 我真是所谓的气运之子。 李楠平复心情, 打开系统面板, 查看起自己的信息来。 宿主, 李楠, 年龄, 21, 修为, 神魂镜九重, 镜记, 体制, 混沌剑体, 入门, 无敌重铜, 小成, 破望神童, 大成。 惊喜是来得真快, 不久前还在想怎么提升无敌重铜。 结果, 由于破望神童的缘故, 直接让无敌, 重铜达到小成, 开发进度, 直接超过了混沌剑体。 李楠也因此拥有了无敌重铜的一道神通, 以及两道破望神童的神通, 让他的杀法手段再次提升一截。 就在李楠在洞天世界, 查看破望神童的时候, 暗中跟随李楠的人竟然发现, 李楠跟丢了,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后。 从他们的脸上, 可以看出慌乱之色, 这可是要命的事。 但他们也不敢隐瞒, 直接将此事汇报了上去。 城主府, 此时, 正有三人在饮酒作乐, 分别是城主府天羽城主, 刘家家主留身, 王家家主王月。 忽然, 天羽城主动作一顿, 面色阴沉说道, 那小子竟然跟丢了。 什么? 刘身和王月都大吃一惊, 随即面色同样阴沉下来, 很不好看。 怎么回事啊? 刘身打破沉默, 问道。 天羽城主将他得知的情况说了出来, 一时间让二人有些意外。 活生生的人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 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术法可以隐藏自身? 或是那小子实力超绝, 半猪吃老虎? 三人都想到了这种情况, 但想想又不可能, 只能皱着眉头下达了继续寻找里南的命令。 同时, 正在城内某处潇洒的海沙帮三长老同样得到了消息。 第42章, 现身。 你说什么? 竟然把那小子跟丢了? 海沙帮三长老怒吃道。 是, 是, 一名弟子惶恐达道, 眼看三长老正在暴露的边缘。 他又急忙说道, 三长老, 我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在找那小子。 哦, 是什么人啊? 三长老一听, 似乎来了兴趣, 眼睛一眯,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说来奇怪, 有城主府的人, 也有刘家和王家的人。 弟子见状, 胆紧说道,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去。 你确定? 我确定? 这件事, 变得有趣起来了。 那你继续盯着他们, 有那小子的消息, 及时通知, 别被他们发现了。 三长老悠悠道。 是, 弟子急忙硬道。 下去吧。 三长老摆了摆手, 弟子见状退了出去。 如此看来, 这件事倒是有趣了。 美艳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露出饶有兴致的神色。 元姬, 你这是对那小子有了想法吗? 三长老看着美艳女子问道, 这美艳女子正是他口中的元姬。 不行吗? 元姬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挑衅地看着三长老。 李南熟悉了一下新掌握的三道神通后, 没有在洞天世界九流, 直接出现在浅古城。 暗中跟踪的人发现后, 赶紧将情况报了上去。 算了, 还是早点解决好。 这几只小老鼠实在烦人。 李南自然发现跟踪他的人还没离开, 似乎他们并不是一伙人, 这就有趣了。 于是, 李南直接朝城外而去。 果然如他所料, 这些人依旧跟了上来。 半个时辰后, 李南到了一处树林, 他没有再往前走。 也不废话, 拿出泰玄剑, 直接朝暗中之人杀去。 不好, 他发现我们了。 其中一人大喝道, 发现又如何? 他还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不成? 也有的人不屑开口, 但事实终究会教他们做人。 李南从南荒开始就一直狗得狠,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实力, 总会有源源不断的底牌出现。 呵呵, 人多就有用吗? 李南在斩杀一人后, 嘲讽道, 人确实很多, 跟踪他的人有上百人, 都是为了防止他突然消失不见, 并且已经通知强者前来。 李南如黑夜中的刺客, 翩翩起舞, 每一剑都把一名敌人的性命带走, 留下一抹血花, 妖艳至极。 就是简单的挥剑, 挥剑, 再挥剑。 一个个敌人都倒在地上, 剩余的人被李南杀得胆寒。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李南这般杀人, 就像没有修为的凡人搏杀一样, 每一剑都会将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带走。 若是李南施斩术法, 神通还能接受, 但这反扑归真的打法, 让他们害怕至极。 他们终于明白, 就算有百人合力也不是李南的对手, 这就是个半猪吃老虎的混蛋。 快跑啊, 这人是魔鬼。 突然, 有人惊慌失措地大喊, 其他人听到后, 纷纷四散逃离。 见李南并没有追来, 正要松口气。 忽然, 数十道雷霆朝分别朝众人袭去, 速度极快无比。 众人面色大变, 被吓得脸色苍白, 有的人更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瞬间, 所有人都被雷霆灭杀。 还想逃? 李南嘴角露出邪魅的笑容。 虽然无比轻松解决了众人, 但李南觉得有些奇怪, 这些人可不像是一伙人。 难道是海沙帮的人? 可除了海沙帮外还有哪个势力呢? 李南一时没有想通, 正准备走时, 突然又有三人快速飞略过来, 两男一女。 小子, 就是你杀了我们的人? 其中那个女子鹤问道, 事又如何? 李南淡淡说道, 这三人都有黄金的修为, 以他如今的实力而言, 费力一番还是可以斩杀的。 你们是什么人? 李南问道, 你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竟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其中一个男子大声说道, 神情有些惊讶。 大象会关心蝼蚁的死活吗? 李南淡然说道, 表情有些不屑。 本来想着给背后之人一些教训, 看样子来人不一般, 倒也没太过方在心上。 只要不是那三大超级势力, 他都有足够的底气对付, 这是不算他神灵法身的前提下。 文言, 几人面色都不太好看, 这小子竟然说他们是蝼蚁。 就在两人要翻脸时, 之前没有说话的男子开口了。 这位公子, 我是城主府的人, 那两位分别是刘家和王家之人。 你在前古城, 想必也听说过我们三大势力, 让人跟踪你并不是想找你的麻烦。 而是有另外的事情。 听到这男子说完后, 李南一时没有说话, 认真思考起来。 三人见状, 也没有打扰李南。 这三人分别是城主府的尼少, 刘家刘飞鹏, 王家王元双, 其中王元双是女子。 听这三人的意思, 城主府, 刘家和王家都在找他, 并没有想过要对他做什么。 派出这么多人也是为了看住他, 同时为了保护他不被海沙帮找麻烦。 但为什么跟踪他, 这三人都没说。 而是让他跟着他们去城主府。 李南思量了一会, 他隐隐感觉这三人是为了破忘神童来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说得通。 而破忘神童在前古城拍卖, 这三大势力不可能不知道, 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拍卖破忘神童。 想明白怎么回事后, 李南顿时有些好奇, 他们处心积虑地拿出破忘神童拍卖, 又费尽心思跟踪自己,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行, 我跟你们去城主府。 李南笑着说道, 他也想知道这破忘神童隐藏着什么秘密。 三人见状, 也是松了口气。 虽然他们都是黄境强者, 但都看不透李南的气息修为, 反而隐隐感受到了一股威胁。 他们这才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对李南进行劝说。 不然那么多人死在李南手里,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好说话? 四人离去后, 没过多久, 一道人影从暗中走了出来, 而后快速离去。 过了半想, 又一道人影从暗中走了出来, 嘴里愤恨道, 可恶, 我的破忘神童。 说完, 人影咬牙切齿, 瞥了眼前古城, 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43章 就知, 前古城, 城主府, 李南先是与几人客套一番, 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 几位前辈, 不知你们喊李某来, 事有何事? 李南开门见山问道, 天与城主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暗自点了点头。 李小友, 既然你这么问, 那我们也就直说了。 李小友可认识那枚石化眼珠。 天与城主缓了缓, 陈寅开口问道, 哦, 那枚石化眼珠是三位拍卖的? 李南一愣, 没想到他们如此快就说明了来意, 心中生起好奇,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瞒小友, 那枚石化眼珠子正是我等三人进行拍卖的。 哎, 王月接过话, 承认了此事, 接着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这枚石化眼珠是我们三家的圣人老祖从死亡沙漠带出来的, 后来他们三人不知是何原因, 然后被那石化眼珠弄得神魂错乱, 不能再保持清醒。 于是, 我等三人就想通过拍卖的方式,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那石化眼珠的来历。 此前我们三家也请高人检查过, 但都没有发现异常。 这才出此下策,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圣人老祖恢复过来。 如果小友知道那石化眼珠的来历, 还请小友告诉我等。 如果不知道, 我等三人愿意多出十万临时将其买回。 也不怕小友笑话, 这石化眼珠我们已经拍卖过多次了, 一直都不清楚它的来历。 哎, 王月说完, 重重叹了口气。 三人紧紧盯着李楠, 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 李楠虽然面无表情, 但心中有些惊讶。 莫想到这破忘神童经过这么多人的手。 最终到自己手上, 不得不说是幸运。 三位前辈, 不瞒你们说, 那没石化眼珠已经化成鸡粉消散了。 李楠平静地说道, 然后仔细观察着三人的表情。 闻言, 三人一正, 都没想到是如此胆。 只不过几天时间罢了, 石化眼珠竟然消散了。 意识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也没说什么。 三人一直在观察李楠, 他们确信李楠没有说谎。 李楠见三人没有其余动作后, 试探着说道, 三位前辈, 不知你们可否带晚辈去瞧瞧几位老祖, 说不定晚辈会有办法。 三人面面相去, 但谁也没有反对, 这个时候了, 也只能碰碰运气。 于是, 三人就同意了李楠的提议。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若是前古城的三位圣人神志不清, 神魂错乱被敌对势力知道的话, 对前古城就是一场灭顶之灾。 三人带着李楠来到地下, 这里布置着一门圣街的阵法,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压制力。 不多时, 李楠就来到关押三位圣人的地方。 正如他们所说, 三位圣人都是神志不清, 气息为民。 这哪有圣人的样子, 跟街头的乞丐相比, 没什么两样。 若不是系统的信息显示是圣人的话, 李楠还以为这三人拿自己开玩笑。 看到系统的介绍后, 李楠顿时心里有了数。 原来是这三位圣人暴力拆解破望神童, 然后被破望神童中蕴含的能量冲击, 导致他们神志不清, 神魂错乱。 李楠可是清楚看到破望神童的来历, 那道人影实力之强, 前所未有, 比他的神灵法身还要厉害。 这般人物留下的东西, 还敢使用暴力? 那不是找死吗? 如果这三人是那些怪物或者邪魔的话, 估计变得连灰都不剩, 这还是破望神童手下留情的结果。 这是刚刚李楠通过系统和破望神童知道的事情经过。 其实, 想要解决三人的问题也不难, 一枚圣洁的丹药就足以解决。 或者精通神魂的强者为他们重聚神魂。 再者, 就是使用破望神童破除他们的妄念, 让他们自行恢复过来。 恰好, 李楠刚好可以救他们三人。 恢复神魂的圣洁丹药他有, 破望神童他也有。 可以说, 他有两种办法可以救治这三位圣人。 但他跟这三人非亲非故, 找不到理由救治, 这让李某人很难办。 所幸, 李楠也不隐瞒, 说道, 三位前辈, 这三位圣人只是神魂受损罢了, 只要有恢复神魂的圣洁丹药, 就可以让他们恢复过来。 三人闻言, 纷纷面露苦涩。 留神苦笑道, 李小友, 若是我们可以弄到可以恢复神魂的圣洁丹药, 那我们早就救治老祖了。 小友可能不知可以恢复神魂的丹药, 别说圣洁就是王洁, 黄洁的丹药都很难得。 留神说完, 重重叹了口气, 眼神涣散, 李楠的这个答案让他一下子衰老不少。 天语城主和王岳也是如此, 面露无奈之色。 李楠健壮, 心中倒是挺佩服他们的, 如此境地, 也没有怪自己。 李楠臣赢了一会, 慢慢说道, 前辈, 晚辈有办法救治这三位圣人老祖。 李楠说完这句话, 立马闭嘴。 文言, 三人露出大喜之色, 但马上反应过来, 要救他们的老祖肯定也是有条件的。 小友, 你有什么条件就说吧。 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绝不推辞。 天语城主郑重地说道, 是啊, 小友, 只要你开口, 我们三人绝不推脱。 王岳和留神二人也急忙保证。 李楠健壮, 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看来这三位还算正直, 没想过抢夺, 或是逼问他, 这倒也值得一救。 李楠也不再犹豫, 拿出了三枚丹药, 诞生说道, 这三枚丹药就足以救他们, 但是能不能恢复过来我, 并无把握。 三人紧紧盯着李楠手中的丹药, 暗自心惊, 他们没想到, 李楠这么容易, 就拿出了三枚圣经丹药, 还是可以恢复神魂的丹药。 小友, 请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倪天语欠你一个人情。 天语城主郑重说道, 我王家一时欠小友一个人情, 我刘家, 也欠小友一个人情。 王岳和留神都郑重说道, 李楠健壮, 也不再犹豫, 将丹药给了三人。 他并不担心三人的言而无信, 能到这一步的都不是傻子。 三人激动地接过丹药, 小心翼翼给他们的圣人老祖喂了下去。 三人面露紧张, 看到老祖气息慢慢稳定下来后, 纷纷输了口气。 我等先在此谢过小友, 如有吩咐, 万死不辞。 三人同时对着李楠一拜, 慎重说道, 李楠但定接受了这一拜,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忽然, 倪天语面色大变。 第44章, 海沙帮蔡家。 就在里南前往城主府时, 暗中的那道人影同样朝着潜古城掠去。 潜古城, 四季酒楼, 这里是海沙帮暗中的联络地点。 此时, 海沙帮三长老正在与一个长着八字湖的中年男人喝酒聊天, 原姬握在八字湖中年男人的怀里。 海沙帮三长老名为邱鹏天, 八字湖中年男人正是海沙帮的大长老蔡家。 三长老, 你所言属实? 蔡家笑眯眯地问道, 手还在原姬的大腿上摸了一把。 原姬露出享受的表情, 心中则暗骂不断, 眼神深处闪过嫌弃之色。 大长老, 想必是没错的。 那小子已经再次出现, 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传来。 而城主府, 刘家与王家都在关注那小子, 想必正是因为那石化眼珠子。 邱鹏天说道, 这停了下来, 看向大长老蔡家。 你是说, 那传言是真的? 蔡家眼神闪烁, 迫不及待问道。 正是, 如若不然, 他们怎么会多次将那石化眼珠子进行拍卖, 而后又高价买回。 三长老邱鹏天缓缓说道, 长着阴沟鼻的脸上露出蜘蛛在握的神情。 若真是这样, 那这三家将随手可灭, 前古城也将被我海沙帮掌控, 到时候记你一大功。 大长老蔡家若有所思地说道,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 正是此前暗中窥探里南之人。 属下见过大长老, 三长老, 来人恭敬说道, 暗压, 无需多礼, 说说你见到的情况吧。 三长老淡淡说道, 声音听不出喜怒。 是, 属下见到那小子将暗中跟踪他的人都给斩了, 然后城主府的倪绍, 刘家刘飞鹏, 王家王元双随后就到了。 但这几人并没有发生冲突, 而是邀请了那小子前往城主府。 暗压如实汇报, 随后更把李南大概的实力说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确定他可敌黄镜? 三长老邱彭天惊讶地问道。 是, 属下确定。 暗压十分肯定地说道。 哦? 三长老, 此人有何特殊的? 大长老蔡家此时来了兴趣。 邱彭天随即将李南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重点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照你说, 他很年轻, 看起来二十来岁, 并不像画了容貌, 但实力却可敌黄镜。 看来, 他很有可能是大势力培养的弟子, 出来历练的, 只不过连我们都没有打探到消息, 不可轻易与之为敌啊。 蔡家皱着眉头, 缓缓说道。 邱彭天文言露出无奈的苦笑, 他当时也没想到随便遇到的小子就这么变态, 难怪不把海沙帮放在眼里。 同时很庆幸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麻烦,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三长老, 缓和关系的誓容后再论。 目前最重要的是, 前古城三大势力的事情, 看来他们的圣人老祖真如传言那般, 出了大问题。 不管此事是真是假, 我们都要去试探一番。 蔡家话落, 邱彭天点了点头,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理难的事情。 要是因此得罪一个大势力, 他可能会因此完蛋。 他比大长老想得更多, 按压刚刚说那人用的事件, 轻轻松松便将百人斩杀, 并且能敌皇境, 很可能是中周大罗剑宫之人。 而大罗剑宫户短是出了名的, 幸好没有一大蹊跷。 至于雷剑宗的人他没有想过, 他对于雷剑宗天赋出色的弟子都有了解过, 也不像那人那般儒雅随和。 雷剑宗的人往往脾气很大, 形势比较霸道。 就这样, 邱彭天心烦意乱跟着蔡家来到了城主府。 此时, 倪天宇等人正给他们的圣人老祖服下担药。 倪兄, 这是怎么了? 王月看到倪天宇面色大变, 不解地问道。 倪少刚刚传来消息, 说海沙帮大长老与三长老来到府上, 并且带来了他们老帮主的嘱托, 想拜见我们几人的圣人老祖。 倪天宇面色凝重地说道, 好在圣人老祖已经服下丹药, 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过来。 哼, 海沙帮这是来者不善, 打探我们的虚实来了。 脾气暴躁的王月冷哼一声, 如同被激怒的老虎。 王兄说得不错, 海沙帮既于浅古城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这次怕是要打错算盘了。 刘神冷笑道, 只要给他们一段时间, 他们的圣人老祖就能恢复过来。 哦? 几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李南听到海沙帮后, 好奇地问道。 他还记得海沙帮的三长老在拍卖会的时候威胁过他, 只不过没找人找他麻烦, 让他有些不解。 文言, 三人没有隐瞒。 不瞒小友, 海沙帮之所以基于浅古城, 是因为浅古城拥有死亡沙漠秘境的名额。 而死亡沙漠秘境的名额是有限的, 海沙帮才会打我浅古城的主意。 倪天宇简单介绍道, 刘神见李南没听懂的样子, 接过话继续说道, 小友可能不知, 当初开发这秘境的时候, 所有势力都有约定, 只认势力, 不认人, 就算你把名额卖给别人也没事。 只要你代表的是那个势力, 就有资格进入秘境。 因此, 有人会花钱买名额, 也有的势力会想办法推翻原有势力, 取而代之。 李南倒是听懂了, 只是死亡沙漠怎么就成秘境了? 但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 他打算过会再问, 想必这么大的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 城主府, 会客厅内, 双方表面上都很客气, 不愿意主动撕破脸皮。 天羽成主, 刘家主, 王家主, 老夫就开门见山了。 老帮主, 让我带他向三位的圣人老祖问好。 老帮主想邀请三位圣人老祖商量 死亡沙漠秘境的事情。 海沙帮大厂老菜家笑呵呵说道, 然后没说完, 就被王月打断了。 放肆! 死亡沙漠秘境的名额, 是我前古城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海沙帮做主了? 王月愤怒呵斥, 一双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 呵呵, 王家主稍安勿躁, 这件事也不是老夫能做主的。 如果你们不愿商量的话, 老帮主将会亲自上门, 与几位的圣人老祖友好商量一番。 蔡家不以为意, 笑呵呵说道, 闻言, 倪天羽、 王月, 刘神三人面色铁青, 恨不能将蔡家碎尸万段。 呵呵, 就先请三位好好考虑一下, 我等就到辞了。 对了, 别忘替老夫向三位的圣人老祖问好。 蔡家没有理会几人的脸色, 自顾自说着。 刚准备走时, 看到三长老邱彭天的眼神示意后, 又停了下来。 第45章 天雷山 哼, 你们还有何事? 倪天羽见蔡家停住脚步, 冷声问道, 呵呵, 倪城主稍安勿躁, 不是什么大事情, 只是有点事情询问一下你。 蔡家慢悠悠说道, 并没有在乎倪天羽要吃人的目光。 快说, 倪天羽毫不客气说道, 此前不是有位公子来到了你府上, 不知他还在不在你府上。 蔡家问道, 听闻此言, 倪天羽与王月, 留神二人心中一惊, 均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蔡家。 你找他有什么事? 倪天羽惊异不定, 心中怀疑事情已经被海沙帮的人知道了。 呵呵, 你城主不用担心。 不是我找他, 是我海沙帮的三长老, 找那位公子有点事, 有点误会, 需要解决一下。 蔡家笑呵呵说道, 然后看向了邱鹏天。 倪天羽三人惊异不定地看着邱鹏天, 邱鹏天与李南有矛盾他们是知道的, 拍卖回那天, 邱鹏天威胁过李南。 但听他们这语气, 似乎对李南有些忌惮, 前来的目的也有找李南的意思。 这下子让他们有些为难, 一是怕李南出什么事, 毕竟李南刚刚帮过他们, 二是怕几人不怀好意, 目的就是为了打听他们三家的情况。 关于他们说的找李南消除误会, 似乎也有这种可能。 因为李南带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了, 虽然没有表达出来, 但不代表他们心中没有波澜。 李南能毫不在乎地把圣街丹药拿出来, 说明他有足够的底气面对他们。 再加上救了他们的圣人老祖, 他们也不可能出卖李南。 比起海沙帮, 他们更担心惹得李南不快。 你说那位李公子, 他已经走了。 倪天羽略带惊讶说道, 似乎没想到几人在找李南。 邱鹏天文言并不相信倪天羽说的, 他们的人正在城主府外, 李南走了他们肯定会得到消息。 但倪天羽就是一副李南不在的表情, 他也没有办法, 他不可能强闯。 邱鹏天一行人只好告辞, 只是让手下多加注意李南, 出现后及时跟他汇报。 海沙帮一行人离去后, 倪天羽三人第一时间找到了李南。 李小友, 还没来得及感谢你, 多亏了你的帮助, 不然我们三人的家族就危险了。 倪天羽情真意切地说道, 是啊, 如果没有李小友, 我们三大家族怕是离覆灭不远了。 刘申和王月很是认同倪天羽的话, 同样对李南很是感谢。 三位前辈, 不用如此多礼, 日后若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客气的。 李南淡淡说道, 他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交易。 他手底下的人还是太少了, 以后有事免不了需要有人去办, 这三大家族刚好符合他的要求。 倪天羽三人自然也听出了李南的言外之意, 不过他们倒是不在意, 李南有需要的话就尽力给他办。 对了, 李小友, 海沙帮三长老似乎找你有事情。 据他所说是找你消除一下误会。 这时, 倪天羽想起了邱鹏天说的话, 不管怎么样, 还是转告一声比较好。 哦? 他们在哪? 李南不以为意,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已经离去了, 是我说李小友已经离开了, 想必他们也不会信, 估计李小友一出去他们就知道了。 倪天羽见李南毫不在意的样子, 目中露出欣赏, 很是感慨, 也不知是哪方势力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传人。 无妨, 李南摆了摆手并不在意。 转而问道, 前辈, 方才听你说死亡沙漠秘境, 难道这死亡沙漠就是一方秘境吗? 倪天羽闻言一论, 他没想到李南会问这个问题, 死亡沙漠秘境的事情大部分事理都知道, 他有些意外。 不过也没有多想, 说道, 李小友, 死亡沙漠确实是一方秘境, 只不过它是秘境的入口。 并且, 死亡沙漠秘境只限圣境之下修为的人进入, 小友是想进入秘境吗? 倪天羽突然想到, 兴许是李南想去死亡沙漠秘境也说不定, 故此问道, 李南点了点头, 问道, 不知下次秘境是什么时候开启? 还有三年时间, 倪天羽想也没想, 开口说道, 小友, 你放心, 秘境的名额就由我们出了, 还不等李南说话, 留身若有所思, 直接开口说道, 那就多谢了。 李南一正, 玄机直接答应了下来, 不要白不要, 也省得自己去找名额。 见此, 李南提出了告辞, 再三挽拒了三人的挽留。 这趟来的道是直, 没想到, 死亡沙漠竟然是一方秘境的入口, 破望神童境也是从秘境内带出来的, 这让他大吃一惊。 他十分清楚破望神童的来历, 如今看来这秘境可不一般。 据三人所说, 他们的圣人老祖, 就是在秘境内获得了成圣机缘, 直接在秘境内突破成为圣人。 下次秘境开启, 还有三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正好提升一下修为, 见见这方世界的天骄。 离开城主府后, 李南没有在乎隐藏在暗中的人, 而是直接离去。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天雷山。 天雷山不仅是雷州的三大超级势力之一, 更是修炼肉身与雷道神通术法的好去处。 在天雷山可以引动天雷粹体, 并且存在着大大小小上千个雷池。 天雷山并没有将所有雷池据为己有, 反而对外开放, 只要缴纳足够的零食就可以进去修炼。 不管是翠链肉身还是修炼雷道神通术法, 一概不管。 因此, 常有修炼雷道神通术法之人, 或是借用天雷粹体之人齐聚天雷山。 并且, 天雷山为了迎接众多天骄, 还摆下擂台, 只要榜上有名都可以获得奖励。 除此之外, 天雷山还有一座通天桥。 据说上面可以测试天赋潜力, 如果天赋潜力巨大的话, 还能登上通天榜。 而通天榜便是记录天赋潜力排名的一个榜单。 世界榜和大陆榜, 记录着从古至今踏足通天桥的天骄, 人人皆已进入天骄榜为荣。 传闻通过通天桥的人会有意想不到的奖励, 但能通过之人寥寥无几。 尽管如此, 但前去通天桥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只要能登上通天榜, 那么你就会被整个大陆, 甚至整个世界的人知道, 真正做到闻名于天下, 成为无数势力拉拢的对象。 第46章 书前 天雷山 不仅是雷州一方超级势力的驻地, 雷州大陆天骄证明自己的地方。 只因这里有着一座通天桥。 据传, 通天桥从古至今便存在, 不知存在过多少岁月。 这天, 李南终于赶到了天雷山。 从远处看去, 天雷山上天雷不断, 呈现出一幅不可思议的壮丽景象。 到了境前, 天雷轰鸣声不断, 如果不是阵法隔绝, 那这声音都可能震死敌皆休者。 李哥, 这就是天雷山袜, 这景象真他大爷的好看。 李南身旁, 一个小胖子惊叹道, 这小胖子是他来天雷山的路上遇到的, 名叫书前, 修炼的竟然是文器, 一身如道气息, 如汪洋深不可测。 李南撇了撇嘴, 这小胖子一路上不知道惊叹多少次了。 只要遇到稍微好看点的景色, 总会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不是看他人还不错, 就冲他这为所样, 非得教训他一顿。 忽然, 只见小胖子左手腹背, 右手摸他那两撇小胡子, 胖嘟嘟的可爱脸, 硬是被他搞成一副猥琐样。 又来了, 又来了, 李南心中暗道, 一定要忍住, 一定要忍住, 李南低声喃喃, 雷, 好大的雷, 山, 好高的山, 人, 好多的人。 小胖子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李南都不知道他的文器是怎么修出来的, 就这也能算诗。 这还不算完, 随着小胖子不断念出声, 他身上的文器也被引动, 气质显得儒雅, 飘渺。 但仔细一看, 却是个长着凉撇胡子的猥琐样。 雷来, 李南终于忍不住了, 大吼一声雷来。 哄哄, 雷声响过, 只见天空中的雷被李南引来, 劈在小胖子头上, 把小胖子弄得灰头土脸, 不说, 更重要的是将小胖子的凉撇胡子烧成灰烬。 舒服, 李南口中缓缓吐出一口气, 早就想烧他的胡子了, 一脸猥琐不说, 还这么喜欢装逼。 李哥, 是不是引雷劈我的? 小胖子哭丧着脸, 委屈巴巴地说道, 小胖子, 你别乱说, 你李哥是那样的人吗? 李南连口否认, 那你刚才喊雷来。 小胖子目光闪烁, 有些怀疑, 你竟然怀疑我, 我喊雷来是想附和你做的事, 可能是你做的事引得天雷降临。 李南大声叫道, 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人也随之变得萧索。 小胖子见状, 有些迟疑, 暗想, 难道真不是李哥? 也是, 李哥之前还救了我, 不可能是李哥的。 李哥,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小胖子满脸愧疚之意。 行吧行吧, 李哥就不跟你计较了。 李南摆了摆手, 毫不在乎地说道, 李哥, 你真好。 小胖子感动地说道, 刚想摸一下自己的胡子。 啊, 我的胡子。 小胖子发出了猪叫般的声音, 眼睛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整个人瞬间淹了。 我的胡子, 我最最最爱的胡子。 呜呜呜, 小胖子呜咽着说道。 李南心虚地看着小胖子, 暗道, 好家伙, 这是把他的胡子当成宝了呀。 同时更加确定, 不能承认这件事是他做的。 他怕这小胖子受不住打击找他拼命, 那他到时候是打死他, 还是不打死他呢? 真是难为人, 还是不告诉他了, 对他对我都好。 李南, 小胖子, 没有胡子的你, 更好看了。 小胖子, 我的胡子, 我要我的胡子。 李南, 再长出来, 就是了。 小胖子, 他长不出来了, 呜呜。 李南, 没胡子更好看, 只要你减肥, 就会吸引许多仙子的目光。 小胖子, 真的会吸引仙子吗? 李南, 当然。 小胖子, 哦耶, 为了我的仙子们, 亲爱的胡子大爷, 你就安心去吧。 李南。 李南悄然松了口气, 没了胡子小胖子, 看起来顺眼多了。 自从遇到小胖子的那一刻, 他就特别想将小胖子的胡子给剃了, 一张清秀的脸硬是被那两撇胡子耽误了。 他刚刚说胖子, 可以吸引人也不是瞎说的, 是小胖子真有那个本钱。 再加上他身上的如道气息, 一身气质绰约斐然, 不说人见人爱, 那也相去不远。 这时, 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哟, 我还以为是谁被雷劈了? 没想到是书前公子啊。 小胖子书前转身一看, 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冷声道, 胖爷的事, 是你能管的吗? 孙洪才你是不是找揍? 孙洪才闻言身子一僵, 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哼, 书前, 我大哥也在这里, 正在走通天桥, 别以为我怕你。 孙洪才想到大哥在这里后, 胆子瞬间大了不少。 小胖子闻言, 脸色有些发青。 小胖子, 去弄他, 有李哥在。 这时, 小胖子的脑海中, 响起了李楠的声音。 小胖子一愣, 然后脸上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活动了一下手关节, 一步一步朝孙洪才走去。 你, 你想干嘛? 孙洪才有些不敢相信, 嘴巴打着哆嗦。 他还以为有大哥在这里, 书前是不敢动他的, 没想到书前这么用。 你说呢? 小胖子书前戏穴道。 胖爷, 能不能别打脸? 孙洪才委屈道。 你在教胖爷做事? 书前冷声道。 我没有。 你有。 书前把孙洪才揍了一顿后, 心情顿时舒畅了不少, 郁闷一扫而光。 而孙洪才鼻青脸肿地跑了, 走之前狠狠瞪了书前一眼。 李哥, 我们跑吧。 书前严肃地说道。 有什么好跑的? 有李哥在, 你就放心吧。 李南给了他一个安心的表情, 有一种近在掌握的气势。 那家伙跟你有什么恩怨? 李南随意问道。 李哥, 这是还得从小学宫说起。 我们书家与他们孙家都是小学宫的派系之一, 原本我书家就与孙家不对付, 在学宫也总是唱反调。 只要我书家同意的, 他孙家一律反对, 反之亦然。 但此前只是派系之争, 自从小学宫唯一的大夫子将他一身的儒道修为灌入我体内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小学宫内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我书家, 另一派则支持孙家。 书前将他所知的事情给讲了一遍, 李南听着头有些大。 不过, 也大致明白了怎么回事, 无非是这小胖子得到了大夫子的传承, 然后孙家派系的人想夺走传承。 一位如到大夫子的传承可想而知, 这可是准地存在。 李南有些惊讶地看着小胖子, 没想到小胖子还有这机缘。 难怪看他的如到气息深不可测, 但实际实力却低得可怜。 第47章 通天堡 通天桥下 一个鼻青脸肿的人神情阴逸地站在原地, 眼神中闪过愤恨之色, 此人正是孙洪才。 他被书前揍了后, 直接来到了通天桥附近, 就是为了等他的大哥。 忽然, 通天榜闪过一道青光, 一个名字出现在榜单之上。 是青光, 有人上大陆榜了。 快看, 快看, 这人的排名还在不断上升。 排名千百万了。 孙洪才阴逸的表情一扫而光, 面露激动之色, 他大哥上榜了。 须知, 通天榜记录的乃是从古至今的天赋潜力排名, 能排进千百万就已经是一中无一的存在。 别看百万之数巨大无比, 但于一个大陆从古至今的人而言, 不过沧海一粟。 小杂种, 我大哥一定会为我报仇, 你们书家就等着灭亡吧。 孙洪才面露争鸣, 眼中竟是疯狂之色。 随着孙洪天登上通天榜的大陆榜单, 孙洪天的这个名字瞬间就被众多势力知晓, 纷纷开始查探他的消息, 想把他拉入几方势力。 中州, 清玄书院。 院长, 院长, 方才有人登上通天榜了。 来人神色激动, 欣喜不已, 正是书院负责招生的外门长老一鸣答。 你说什么? 有人登上通天榜了? 院长王通有些惊讶, 同时也面露喜色。 一定要将他收入我清玄书院。 这些年诵去帝国的苗子可是少了很多, 罗大人对我们的意见也是越来越大。 王通府长说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问道, 他上的是什么榜? 我的院长大人, 当然是大陆榜, 世界榜哪有那么容易上? 义明达自然明白王通的想法, 苦笑着回道。 王通意识有些感慨, 世界榜太难上了, 长河界中的大陆, 世界数不胜数, 想上世界榜何其艰难。 那他所在市里查清了吗? 王通继续问道, 查清了是几州小学公孙家之人。 义明达诞生说道, 嗯, 哎, 小学宫的那位大夫子终究未能成帝, 陨落了, 不然我清玄书院想要得到他还真困难, 以小学公如今的情况, 他们怕是保不住这位天才, 你去将这位天才收进书院吧。 王通脸上唏嘘不已, 他对小学公的那位大夫子敬佩不已, 之前也是他的老师, 因为他曾在小学公进学, 后来被罗无心看中, 于是来到清玄书院担任院长。 是, 听到王通的话, 义明达没有意外, 对于将孙宏天收入书院志在必得。 几州, 小学公, 孙家所在此时喜气洋洋, 孙家众人脸上尽是骄傲。 好啊, 好啊, 不愧是我孙家的祈礼, 孙家家祖孙和府长大校。 承越, 你为孙家伤了的好孩子啊, 这一次不但令我孙家面上有光, 也定能让我孙家更进一步, 如果书家那小子不能登上通天榜, 那这小学公就是我孙家说了算。 孙和激动不已, 老脸上干瘪的肉笑起来争鸣无比。 多谢家主。 孙承宇面露笑容, 自己的孩子登上通天榜, 他也予有荣烟。 在孙家的地位也能更进一步, 说不定下任家主就是他。 书家所在。 书家众人的脸色就没孙家的好看了, 他们的脸色阴沉无比。 没想到孙宏天竟然真的登上通天榜, 这下他们在小学公的话语权将被极大的削弱, 甚至小学公将无他们的容身之地。 搞不好还要把书钱交出去, 因为书钱身赴大夫子的传承, 不交恐怕无法善了。 书家会就此灭亡也说不定。 唉,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难道是天要亡我书家? 书家家主此刻再也绷不住了, 发出无奈的怒吼声。 家主, 先不要着急, 我们要相信书钱的孩子才是。 是啊, 家主, 我们应该相信书钱的孩子。 书钱既然能够获得代夫子的传承, 那说明他的天赋潜力肯定在孙宏天之上。 孙家众人纷纷开口说道, 目前只能寄希望于书钱。 不仅清旋书院, 小学公在热议孙宏天登上通天榜的事情, 许许多多的势力都闻风而动。 天雷山。 没想到孙宏天竟然登上通天榜了, 可恶。 小胖子书前咬牙切齿, 心中满是不甘。 面对已经登上通天榜的孙宏天, 他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大。 如果他登不上通天榜, 或者登上通天榜的排名比孙宏天低, 他们书家将会遭到孙家无情的打击, 直至负面。 因为他知道孙家不可能留意的威胁在世上,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 小胖子, 不就是上的大陆榜? 凭你的天赋潜力,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李楠毫不在意说道, 眼神中闪顾不屑。 小小的大陆榜而已, 他的目标可是总榜, 就算不能登顶, 排名前十总是可以的吧。 须知, 他身负混沌剑体, 无敌重铜, 破网神铜。 任何一种体质拿出来, 都可以做到无敌仪式, 更别说三种体质齐聚一个人身上。 并且, 他还突破五镜禁忌, 只是神魂镜的禁忌天节还未堵, 他的根基无比稳固。 因此, 他非常有信心登上总榜, 就是榜首不敢肯定, 谁知道无数岁月以来都有哪些变态。 于是, 他的目标就是总榜前十。 要是他的目标被其他人知道的话, 恐怕会嘲笑不知天高地厚。 李哥, 你说得对, 我一定会超过孙洪天的。 书前被李楠毫不在意的情绪感染了, 给自己加油打气。 李哥, 那你的目标是多少啊? 书前好奇地问道, 在他看来, 李楠一定可以登上通天榜, 就是不知道排名怎么样。 我的目标是前十, 李楠淡淡开口, 内心毫无波澜。 李哥, 我相信你可以登上大陆榜前十的。 书前对李楠说的话深信不疑, 前十对于李哥而言, 恐怕轻易就能做到吧。 李楠文言, 摇头笑了笑, 他的目标可不是大陆榜前十, 而是总榜前十。 要是这点信心都没有, 还不如回家中敌卖红薯, 当一个混吃等死的混子。 呵呵, 大话谁不会说? 还大陆榜前十, 就他这样, 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 能不能登榜还是个问题。 要是凭小白脸榜, 我看这位人凶定能榜上有名。 突然, 一道不和谐的嘲讽声 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第四十八章, 书前登榜。 文言, 李楠二人转头一看。 你说什么? 书前顿时怒不可遏, 大声喝道。 李楠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好端端在这里, 说几句大实话 都有小丑站出来挑衅。 他又不是什么 无脑小说的主角, 哪有那么吸引仇恨。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就他要能登上通天榜前十, 我跪下来给他道歉。 那人叫嚣道, 来人一副偏偏公子的模样, 面色阴柔, 没有一点阳刚气息, 竟比本公子还好看, 真是留你不得。 来人心中暗道, 你是何人? 李楠冷声问道, 本想直接拍死他, 但他既然要打赌, 那就赢了之后再拍死他。 他李楠是讲道理的。 本公子阴阳宗少宗主事业, 记住本公子的名讳, 殷虚伟。 这是你们的荣幸。 殷虚伟高高在上地说道, 丝毫没把李楠放心上。 你说我登上通天榜前十, 你就跪下来, 给我道歉。 李楠冷冷问了句, 看他的目光, 如同看一个死人般。 不知为何, 殷虚伟突然感到一阵心境, 但仍毫不客气地说道, 事又如何。 好, 记住你说的话, 李楠冰冷地说道, 呵呵, 就你也想登上通天榜前十,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 就是, 竟然还敢和殷阳宗少宗主打赌, 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人家要找死, 怪谁呢? 看吧, 不管输赢, 那人死定了。 周围人熙熙攘攘, 都不看好李楠。 李楠文言也不回应, 楼仪岂之鸿湖之至。 李哥, 书前欲言又止。 殷阳宗他也听说过, 通过财补进行修炼, 他们的少宗主更是心狠手辣, 财补的对象无意活口。 而阴阳宗的实力比他们小学宫还要强大, 根本不是他们书家能对付的。 如今阴虚伪不知为何突然找他们麻烦, 这让他很是着急。 就算李哥再强大, 也不可能比得过阴阳宗。 无妨, 你先去走通天桥, 你走完我再走。 李楠一脸风轻云淡, 对于刚才的事情没有放在心上。 对于他来说, 这个阴阳宗少宗主已经是个死人了。 书前用力点了点头, 他一定要登上通天榜, 一定要超过孙宏天, 为了书家, 目前暗下决心, 只要他天赋潜力足够强, 就会有势力愿意保住他们。 怎么? 想让这个小胖子去探探路? 阴虚伪嘲笑道, 你还是珍惜一下为数不多的时间。 李楠撂下一句话, 不再多言。 你什么意思? 好好好, 好的很。 你最好登上通天榜前时, 不然谁都保不住你。 阴虚伪面色阴狠, 眼神中露出杀意, 无比愤怒。 这时, 孙宏才也注意到了这边的事情, 眼珠子一转, 奸笑着说道, 阴少宗主, 他们只不过是小学宫书家之人罢了。 你要碾死他们, 如同杀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 孙宏才看到李楠与书钱在一块, 自然而然认为李楠也是书家之人, 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阴虚伪闻言, 脸上玩味一笑, 似乎在说, 你死定了。 书钱, 我大哥已经登上通天榜了, 你们书家就等着覆灭吧。 孙宏才狠狠地说道, 脸上满是快意之色。 书钱闻言, 脚步一顿, 冰冷地看了孙宏才一眼, 然后静止踏上通天桥。 孙宏才对书钱的视而不见弃地跺脚, 怒气蹭蹭蹭地上升, 怒喝道, 老子一定要将你书家之人斩尽杀绝。 似乎还不满意, 又对着书钱的背影吐出几口唾沫。 这时, 他背后感到一阵凉意袭来, 让他心脏一跳。 李楠健壮, 面色冰冷无比, 此人实在讨厌至极。 刚要一剑将孙宏才斩杀, 但还是停了下来, 孙宏才还是交给小胖子解决。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书钱在通天桥上越走越远, 只留给众人一道看不清的背影, 直至背影也消失不见。 忽然, 一道白色光芒出现在通天桥上, 通天榜也随即亮了起来, 散发出淡淡清光。 说说说! 众人的目光都朝通天榜看去,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声色。 什么? 这件人真的登上通天榜了? 他一定超不过大哥, 一定超不过的。 孙宏才面容失色, 不敢相信。 没想到书钱真的登上通天榜, 而随着时间流逝, 书钱的排名越来越高。 高升, 洞天晋三重, 排名2565681。 鲁大海, 洞天晋四重, 排名2356634。 许珊珊, 神魂晋一重, 排名1923533。 而且, 书钱排名提升的速度比他大哥还要快很多。 一定超不过大哥的, 一定超不过。 孙宏才心中大吼, 但他的脸上已经苍白无比, 留下滴滴冷汗。 他不敢相信书钱的排名超过大哥后会发生什么, 但对他们孙家来说打击一定是巨大的, 因为代表着书钱的天赋潜力比他大哥要高。 但通天榜并不会因为孙宏才的想法所停止。 孙宏天, 洞天晋四重, 排名, 996562。 书钱, 袁丹晋三重, 排名, 996351。 终于, 书钱的名字超过了孙宏天, 并且还在以不慢的速度向上攀升。 怎么会? 他怎么就这么超过大哥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袁丹晋的垃圾, 怎么比得上洞天晋的大哥? 不会的, 不会的。 孙宏才喃喃自语, 面色苍白,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十分清楚通天榜带来的影响, 一个超越他大哥的天才, 说明大夫子的选择没有错。 但小学宫他孙家一脉该何去何从? 今天竟然有两个人同时登上通天榜, 还一个比一个强。 难道今天是登榜的好日子? 你们看, 他的排名还在上升, 天哪, 这是个天才, 我竟然亲眼看到了天才的诞生。 哼, 刚才还有人嘲讽, 这位天骄, 我看那人是不想活了, 如此天骄也是他能嘲笑的。 一时间惊叹声不绝于耳, 不管是之前对书前有看法的, 还是不认识书前的, 都起了结交之心。 如此天骄, 不中途陨落的话, 肯定会绽放出属于他的异彩, 名震大陆。 李南看着榜单微微一笑, 这小胖子还是有两下子的。 虽比不过他, 但在这方大陆, 天赋潜力也是极高的存在。 第49章 你可愿做徒弟。 哼, 殷虚伟在一旁冷哼一声, 脸色不太好看。 除了孙宏才外, 殷虚伟也是最不愿看到, 书前登上通天榜的。 如今书前登上通天榜就算了, 排名还如此靠前。 这让他心中一突, 排名前百万的存在, 足以引起超级势力的争夺。 也只有排名前百万, 才能引起通天榜的共鸣。 这算是通天榜承认测试之人的天赋潜力, 表示祝贺。 而他虽然是阴阳宗的少宗主, 天赋潜力却排不进通天榜大陆榜单前百万。 不仅他是如此, 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只能说, 前百万的天赋潜力要高一些。 虽说阴阳宗也算一方大势力, 但在那些超级势力面前根本不够看。 那些超级势力或多或少都有排名前百万的天骄存在, 这也是超级势力的底蕴。 快看, 有人从通天桥下来了。 忽然, 一道惊呼声传遍在场众人耳朵。 众人闻言纷纷停止了交谈, 转头朝通天桥那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着黑白相见长袍的青年从通天桥漫步走了下来。 他面容充满喜悦, 眉宇间有着傲然之色。 看到众人的惊讶之后, 表情闪过淡淡的不屑,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他是得到通天榜认可的存在, 是东周大陆自古以来天赋潜力排名前百万的天之骄子。 他孙洪天的名字将传遍大陆。 他略意感应, 便看到了孙洪才所在。 只是孙洪才的面容有些苦涩, 惶恐, 这让他有些不喜。 同时也有些纳闷, 自己登上通天榜, 才弟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怎么还是这种表情啊? 才弟, 你怎么这副表情啊? 为兄登上通天榜你, 应该高兴才是。 孙洪天静止走到孙洪才旁边, 语气温和地问道。 对于才弟, 他的包容性一向很高。 因为孙洪才没有修行天赋, 至今不过聚气景。 他对于这个弟弟, 从小便爱护得紧, 一直都想找一株天才地宝给弟弟洗经伐水。 在东周大陆十分少见。 他父亲也不愿花费代价帮助弟弟, 因为这样不值得, 修炼资源都是优先攻击他。 因此, 他对于孙洪才是感到亏欠的, 总想着弥补孙洪才。 大哥, 你登上通天榜我很高兴, 但, 但书前那小子同样也登上了通天榜, 而且排名比你还高。 孙洪才哭丧着脸, 似乎不敢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你说什么? 孙洪天大惊, 眼中闪顾不可置信之色。 大哥, 书前那小子排名比你高, 还在上升。 孙洪才重复了一遍, 然后看向通天榜。 只见书前的排名还在上升着, 虽然速度有所放缓, 但已经进入前五十万了。 孙洪天的眼睛瞬间充满血丝, 对于书前的排名比他还要靠前不敢相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不信也得信。 唉。 孙洪天重重叹了口气, 原来的意气风发, 转眼间不见了踪影, 转而成了凝重之色。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想过, 就直接轰杀书前。 但这种想法, 仅仅思虑片刻, 便被他否定。 如果他敢击杀书前, 那就代表着, 彻底与书家撕破脸。 而书家定会, 与他孙家不共戴天。 虽然他孙家不拒书家, 但两家相争的结果, 只能是两败俱伤。 算了, 这件事, 还是交给家主他们去头疼吧。 孙洪天摇头苦笑, 看到孙洪才脸上的伤后, 有些疑惑。 问道, 才弟, 你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孙洪才也不敢隐瞒, 将之前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不敢有丝毫夸大, 或扭曲事实。 现在的书前他们惹不起, 除非下定决心, 要除掉书前。 孙洪天文言, 摇了摇头, 在此之前, 他肯定会为财帝找个说法, 但现在想想, 便放弃了。 书家有书前在, 如果书前不陨落的话, 书家将会一飞冲天。 快看, 天雷山的人来了, 没想到连天雷山都惊动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此地就是天雷山。 如今有两个好苗子, 天雷山当然感兴趣, 虽然天雷山以雷道与炼体闻名, 但也会招收一些天之骄子。 嘶, 来人好像天雷山的山主。 是, 这是第九山的山主, 元雷大圣。 忽然, 有人惊呼出声。 李南文言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宽松长袍的老者, 出现在虚空中, 眸中闪过丝丝雷霆, 面目无比威严。 出了一开始的惊呼声, 元雷大圣出现后, 众人转瞬间便安静下来。 实在是元雷大圣在雷州大帝赫赫有名, 别的圣境强者基本不会怎么走动, 都在潜心修炼。 而元雷大圣可不管这些, 时不时就出门晃悠一下。 这也让许多人都记住了他。 还有的人想败入这位元雷大圣门下, 但被他统统拒绝了, 给出的理由则是天赋潜力不行, 不配做他的弟子。 如今, 看到有两位登上通天榜, 难道是忍不住要来招说弟子了吗? 就在众人响入飞飞之际, 元雷大圣淡淡瞥了众人一眼, 眼中闪过疑惑之色。 你是方才登上通天榜之人? 元雷大圣忽然来到李南身边, 出声问道。 不是, 李南有些错愕, 也不知他为何找上自己。 不是, 那就奇怪了。 元雷大圣有些惊讶, 嘴里低声喃喃。 实在是他有些看不透李南, 故以为他才是登上通天榜之人。 众人见状, 脸上揭露出奇怪之色, 这人没什么特别的啊, 怎么会让元雷大圣以为 登上通天榜的人是他呢? 那你可愿做我徒弟。 忽然, 元雷大圣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话一出, 不禁李南愣住了, 就连众人也惊掉一地下巴。 登上通天榜之人就在此处, 元雷大圣竟然想说一个 榜上无名的人为弟子, 实属怪事。 而让众人更加惊掉下巴的是, 李南竟然拒绝了。 我不愿。 李南淡淡开口。 为何? 元雷大圣问道, 你承受不了我的因果。 李南的话风轻云淡, 但元雷大圣却陷入了沉思, 他深深看了眼李南,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觉得有些可惜, 他内心深处有种感觉, 李南绝非池中之物, 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至于李南说的因果, 他只当是李南的婉拒之言。 第五十章, 打赌。 李南拒绝之际, 众人纷纷眼睛瞪大如同龄。 这实在太出人意料。 本来众人以为, 李南走了狗屎运, 都羡慕他能被天雷山的第九山主看上。 结果李南不知好歹, 众人眼里是又酸又气。 你不想做元雷大圣的弟子, 让我上啊。 这是在场大多数人的心声。 哼, 这人也太不知好歹了。 元雷大圣看得起他, 竟然拒绝了大圣。 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大圣求求你, 收我做弟子吧。 天呐, 元雷大圣首次收弟子, 竟然被拒绝。 这世道已经这么疯狂了吗? 哼, 我听说他等会要踏通天桥, 不会真以为他可以比得上刚刚这两位吧。 我敢打赌, 他绝对会后悔。 在场众人冷眼旁观者有之, 气愤者有之, 羡慕者有之。 总之, 大多数人都觉得李南错过了一个大机缘, 这可是天雷山, 这可是元雷大圣。 哼哼, 真以为你是通天榜前十吗? 殷虚伪暗自冷笑, 悄悄松了口气。 心中更是庆幸李南拒绝了元雷大圣, 不然他真不敢与李南为敌。 听着众人的讨论声, 李南不以为意, 依旧风轻云淡, 他们只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只要他登上通天榜前十, 这群人恐怕立即就会跪舔他。 这不是他瞎想, 这是通过这些天的观察。 他很明白通天榜的含金量, 以及众人对通天榜的看重。 既然你拒绝, 本作也无法勉强。 只能说, 你我无缘。 元雷大圣淡淡说道, 面上看不出喜目。 晚辈多谢大圣。 只是晚辈有个提议, 李南到了声欠, 对于大圣必要的尊重是要有的。 而后不知想起了什么, 转而对元雷大圣说道, 他觉得这元雷大圣人品还可以, 倒是可以邀请进天南书院担任职务。 现在天南书院实在缺少高手坐镇, 除了陆无双和小青, 就没有圣经的存在。 而作为一个势力而言, 势必会减缓发展速度。 他可是想一统东周大陆, 这样下去可不行。 只有想办法拉人入伙了, 面前这元雷大圣就不错, 实力也符合, 又可以教授雷道, 简直是个完美人选。 哦? 你有何提议? 元雷大圣饶有兴致地看向李南, 他倒是要听听这小辈要说些什么。 晚辈想邀请元雷大圣加入我的势力。 李南淡淡开口, 此话一出, 元雷大圣直接愣住了。 他这是被挖墙脚了? 这是天雷山吗? 元雷大圣不得不佩服李南的胆量, 就冲他赶在天雷山挖天雷山的山主, 就凭他这份勇气都让他高看一眼。 众人文言都张大了嘴巴。 李南这个操作实在让人看不懂, 人家要收你为徒, 你拒绝就算了。 你还想拉别人加入你的势力, 还是在人家势力内? 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嗨嗨。 元雷大圣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他本想直接拒绝, 但不知为何, 他冥冥中感觉到加入眼前中人的势力, 才是正确的。 这股感觉很无厘头, 让他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前辈不要急着拒绝, 不如我们打个赌, 如何? 李南笑着开口, 好不容易遇到个大圣, 怎么也要想办法拉进天南书院? 你说, 元雷大圣没有拒绝。 一方面他想看看李南的葫芦里卖什么药, 另一方面则是他比较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就离开天雷山, 加入李南的势力, 这有点说不通。 毕竟天雷山为了培养他, 花费了无数资源。 他对天雷山也有很强的归属感。 但若是换取变强的机会, 恐怕没人会放弃这个机会。 就赌我能不能进入通天榜前十。 如何? 李南但笑着说道, 他相信听到这个赌约后, 元雷大圣肯定会赌。 换做任何人在这里, 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赌。 因为如果他真的进入通天榜前十, 中途不陨落的话, 绝对是这方天地最强的存在之一。 加入他的势力, 好处太大了。 闻言, 元雷大圣心中大惊。 面容有些错愕望着李南, 他想从李南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但可惜, 他什么也没看出来。 若你说了呢? 元雷大圣紧紧盯着李南, 没有急着答应。 他这是觉得冥冥中的感应兴许是错的。 这么狂的人, 怎么可能是通天榜前十? 别说前十, 就是前一万他都愿意加入李南的势力。 实在是不知多少年, 没有人排进前一万名。 若要仔细算来, 大概有一万年了吧。 说? 我不可能会说。 李南的话质地有声, 似乎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人也太狂了。 他以为通天榜是他家的, 说前十就前十。 哼, 或许人家是真有实力, 也说不准啊。 我呸, 别说前十, 就是前一万名, 最近一万年都没人进去吧。 元雷大圣还未开口, 众人就讨论起来, 纷纷嘲笑李南不知天高地厚。 元雷大圣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劝人的话, 直接憋回了肚子里。 本来以为李南很狂, 但没想到能狂到这种程度。 元雷大圣不敢赌吗? 李南刺激道, 哼, 本座赌了, 只要你能排进前一万, 就算你胜。 元雷大圣冷哼一声, 心中净生出一丝幻想。 如果眼前之人真能进入前十, 哦不, 只要前一万就行。 本圣也跟你赌了。 李南正想回答时, 一道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李南回头一看, 发现说话的是一位身着白袍, 背后负着剑的青年。 十年见过元雷大圣, 复剑青年朝元雷大圣行了一礼。 哼, 原来是你这小子, 多年不见, 竟已经成圣了。 元雷大圣哈哈大笑, 随着复剑青年的到来, 沉闷的气息一扫而光。 小子, 多了一人跟你赌, 怎么还不同意? 我跟你小子说, 这人乃是雷剑宗千年来天赋最高之人, 你要是赢了, 那你可就赚大了。 元雷大圣笑着开口, 同时介绍了十年。 好, 我接了。 李南眼中一亮,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别怪我。 李南不再犹豫, 在众人的视线中轻松一跃, 便踏上了通天桥。 第五十一章 踏上通天桥。 十小子, 上次见你还不过黄境修为, 如今百年过去, 你已经成圣。 元雷大圣感慨连连, 唏嘘不已。 前辈, 你不也更进一步? 十年眯着眼, 咧嘴说道。 哈哈哈哈。 二人相视一眼, 顿时开怀大笑。 过了好一会。 你说说, 这算哪门子事? 当年我想收你小子为徒, 结果被你小子直接拒绝。 如今道好, 老夫再次想收个弟子, 被拒绝就算了, 结果他还想把我收为小弟。 元雷大圣苦着脸, 郁闷不已, 嘴里念念叨叨。 十年闻言, 脸上使劲憋笑, 面色古怪无比。 元雷大圣当初确实被他拒绝了, 原因是他喜爱剑道。 而在雷州, 剑道最强的宗门便是雷剑宗。 而他凭借极高的天赋, 元雷大圣也并没有责怪他, 反而经常去雷剑宗指点他修炼, 是一世亦有的存在。 直到百年前, 十年开始闭关, 感受自身剑道。 如今再次相见, 十年已经一跃成为圣人。 话说, 你小子干嘛掺和进来? 元雷大圣忽然问道, 这一点不太寻常。 十年没有说话, 淡淡转头往身后一瞥。 元雷大圣见状, 呼得想到什么, 眼中震惊之色一闪而过。 难道是? 元雷大圣是探着问道, 嗯…… 十年微微点头。 通天桥上, 李南一踏入通天桥, 便感到了不同寻常。 这通天桥充满古老的气息, 就像是历经无数岁月留下的痕迹。 这种气息让他全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 似乎在渴望。 同时, 通天桥上有着淡淡的威压, 但对李南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旋即, 李南不再犹豫, 朝前走去。 想象中的考验并没有直接到来。 除了威压外, 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 李南向后望去, 只见一片苍茫, 根本看不到任何人的存在。 桥下也是如此, 仿佛不在这片天地当中。 此时, 李南还不知, 随着他不断前进, 通天桥已经泛起光芒。 通天榜一时散发出浓郁的青色光芒, 李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天榜上。 快看, 快看, 有人上榜了。 忽然, 有人大惊出声。 这已经是今天第三个上榜的人, 好久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距离今天最近上榜之人还是十年之前吧。 李南? 有谁认识李南吗? 除了刚刚踏上通天桥的那位, 还有谁? 只见, 李南的名字在通天榜上不断跳跃着, 速度奇快无比。 仅仅片刻便入了千百万名。 李南, 神魂静九重, 排名, 965685。 李南, 神魂静九重, 排名, 865563。 李南, 神魂静九重, 排名, 675616。 原来他叫李南, 十年淡淡出声。 呵呵, 看来是他没错了。 这上升速度, 排进前十万名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元雷大胜呵呵一笑, 而后沉吟道, 前辈, 你觉得他不能进入前一万? 十年惊讶道, 他以为元雷大胜跟李南打赌, 肯定是觉得李南能胜。 在他们眼中, 输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实力能得到精进, 亏一亏这天地大盗。 前一万, 何其艰难? 老夫已经大胜其重, 但突破之大胜七重后, 修为便没有丝毫精进, 这也是我愿意与他打赌的原因。 我赌他, 能让我更进一步。 你我修炼到这般境界, 老夫在通天榜的排名, 不过是十万名开外。 你小子的名次比老夫好点, 但也只是刚刚进入十万以内。 一般而言, 只有进入前十万名, 才有一丝可能达到准地, 仅仅是一丝可能。 而在十万名开外, 想要踏入准地之境, 百万无一。 元雷大胜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自顾自说了起来。 前辈, 你应该相信他才是。 你看他, 已经进入前十万了。 十年盯着通天榜, 而后对着元雷大胜也于一笑。 文言, 元雷大胜赶紧看了眼通天榜。 李南, 神魂境九重, 排名, 八万六千五百三十五。 李南, 神魂境九重, 排名, 七万九千三百五十六。 这小子什么怪胎啊? 十万以内速度, 还有这么快? 元雷大胜吹胡子瞪眼, 用手揉了揉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前辈,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十年再次也遇到。 嗨嗨, 难怪这小子这么狂, 原来是有点本事, 但要排名前一万, 还是很困难的。 元雷大胜咬牙说道, 但他心里却希望有奇迹发生, 希望李南能打破 这万年来 无人登上万名内的诅咒。 是的, 就是诅咒。 在东周大陆的人看来, 是这片天地受到了诅咒, 以至于万年来众人的天赋, 潜力比不上前人。 怎么可能? 怎么会?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殷虚伪在一旁喃喃自语, 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 面色苍白无比, 毫无血色。 李南已经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就算他们阴阳宗也不敢招惹。 通天榜大陆榜单前 十万名的天骄啊, 就算李南没有进入前十, 也绝不是他可以得罪的。 一想到之前 毫不客气地嘲讽李南, 他就想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完了,完了。 殷虚伪心中惊恐无比, 他甚至不敢逃跑, 只能想办法跪求李南的原谅。 周围人见状, 纷纷拉开了与他的距离。 他们都清楚 眼前之人与通天榜上名字 还在快速跳跃前进 李南的矛盾, 他们可不想被殃及驰鱼。 殷虚伪见状, 眼中露出阴狠之色。 只要等我度过这一劫, 定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只因这些人方才还在跪舔他, 现在却因为李南与他拉开距离, 让他心生怨对。 这一幕, 恰好被刚刚离开通天桥的书前看到。 书前心里有些奇怪, 这阴阳宗少宗主是怎么了? 之前还一副嚣张无比的样子。 怎么走了趟通天桥, 这殷虚伪就变成这样了? 一定是我, 让他感到了绝望。 书前顿时想到, 因为他通天榜的名次非常靠前。 殷虚伪肯定是担心受到他的报复, 才害怕至极。 咦? 他们怎么都不看我的? 书前心里有些纳闷, 他好歹也是两万多名吧, 这已经是大陆顶级天桥了。 就没有人惊讶吗? 就没有人为我欢呼吗? 第52章, 强势登上世界榜。 书前很是郁闷。 本来知道自己的天赋潜力这么高, 是一件特别激动的事情。 不仅可以化解孙家带来的威胁, 还能警告一番因虚伪。 但现在怎么感觉很不得尽? 这时, 正在注意书, 前情况的孙洪才二人, 直接朝书前走了过来。 他们二人都没想到, 书前的天赋潜力如此之高, 竟然可以位列通天榜大陆, 榜单两万多名。 这个名次, 让他们感到绝望。 如果他们相差不多的话, 还有追赶的可能。 但书前的天赋潜力, 让他们感到绝望, 根本生不起追赶的心思。 通天榜大陆榜单两万多名, 成为准地强者有非常大的希望。 而他孙洪天的潜力不过盛进罢了。 二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随着孙洪天二人的走动, 自然有人注意到了, 毕竟孙洪天也是登上大陆榜之人。 于是, 连带着书前也被注意到。 主要是刚才所有人都被里难, 吸引了注意力。 众人这才发现, 书前竟然排名两万八千六百五十四。 天哪, 竟然有人排名两万多。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也太厉害了。 大佬, 身上还缺挂剑吗? 我还会暖床, 会洗衣做饭, 我只爱你一个。 大佬, 我想做你的追随者可以吗? 众人的目光纷纷朝书前看了过来, 还有的人直接一脸崇拜地看向书前, 更有甚者直接走到书前进前想拉近关系。 书前一时有些尴尬, 不知如何回应。 他哪见过这阵仗啊? 原来大圣和十年也饶有兴致看向书前, 眼中有诧异之色闪过, 似乎没想到还有人有如此天赋潜力。 去收个图, 十年也饶到, 算了吧, 他不适合老夫。 原来大圣摇摇头,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嚷嚷道, 好你个臭小子, 你这是在消遣老夫? 哈哈, 十年文言哈哈大笑, 不过, 你倒是可以收他为图, 见到本身就可以兼容许多大道。 原来大圣诞生说道, 十年摇了摇头, 沉吟道, 见到确实可以兼容许多大道, 但那小子并不适合, 他有一身浩然之气便够了, 见到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通天桥上, 李楠依旧向前走着, 只是威压越来越大, 但对他没什么影响。 他忽然意识到什么, 喃喃自语道, 通天榜排名是按照走了多远计算的吗? 那他如果超过大陆榜第一名, 或是进入世界榜, 那他会不会遇到其他大陆的人? 随着越走越远, 东周大陆的气息逐渐变淡, 他已经快感受不到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 忽然, 他感觉踏入了一片全新之地。 此地, 东周大陆的气息完全消失不见, 他心中盈盈有了猜测。 如果他猜测成真, 那么他就是进入世界榜了。 这段通天桥, 怕是只有长河界顶尖的天礁, 才能踏入。 他不知自己此时, 在通天榜的排名是多少, 他估计已经很靠前了。 要知道排名, 只有结束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李楠只好继续向前走, 才进入世界榜而已, 距离他的目标远得很。 此时, 天雷山。 快看, 我的天哪, 李楠进入千亿万了。 忽然, 有人大吼一声。 众人顿时回过神来, 没有再去打扰书前, 反而看起了通天榜。 众人看着李楠的名字不断跳远, 虽然张大了嘴巴, 但却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他们正在见证一个万年来的奇迹诞生。 李楠, 神魂境九重, 排名, 9835。 李楠, 神魂境九重, 排名, 6964。 李楠, 神魂境九重, 排名, 2641。 李楠的名字在通天榜上依旧没有停止, 仍然在上升。 在场中人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们似乎看到了一颗巨星正在缓缓升起。 在众人的等待中, 李楠的排名终于进入了前一千, 而后又在紧张的等待中进入了前百。 李楠, 神魂境九重, 排名, 986。 李楠, 神魂境九重, 排名, 89。 此时, 在场中人中最开心的便是元雷大圣与十年。 元雷大圣瞪大了双眼, 张大了嘴巴, 一点都不符合他大圣的身份。 我这是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 元雷大圣这么多年来就没这么震惊过, 实在太刺激了。 时, 时小子, 这不是在做梦吧? 元雷大圣喃喃问道, 语气中充满不确定。 刷! 一道剑光闪过, 你小子拿剑劈我做肾, 元雷大圣惊怒道, 那就不是做梦。 十年淡淡回道, 元雷大圣白了十年一眼, 并没有生气, 因为这不是做梦。 哇, 前十了, 前十了。 有人大声欢呼, 仿佛是他进入了通天榜前十。 众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跟个傻子似的, 在场谁不知道。 也就是这一刻。 通天榜发出淡淡的紫光, 又一个榜单赫然出现。 这是, 这是世界榜? 忽然, 一道声音想撤众人耳旁。 闻言, 众人回头望去, 然后大吃一惊, 又有圣人来了。 还不止一位, 方才出生的, 正是刚刚到此地的清玄书院的招生长老一鸣达。 除了一鸣达外, 还有几位看不清气息的存在, 不过他们并没有出生。 看他们的脸色, 就知道并不平静, 他们心里面已经惊涛骇浪, 感觉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 但通天榜从未出过错。 一些大势力的人到了之后, 发现不同寻常后, 立马就给背后势力传音。 眼前的情况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做主的了。 还有的小势力则赶紧退了出去, 这里不是他们能掺和的。 一不小心就会有生死盗销之危。 一个位列世界榜之人, 足以改变东周大陆的格局。 要么交好, 要么趁早灭杀, 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 这是通天榜世界榜单带来的风暴, 恐怕用不了多久, 东周大陆都会知道有人强势登上世界榜。 实在是李南小瞧了通天榜的分量, 如果他知道登上通天榜会造成如此影响的话, 也不知会不会选择踏上通天桥。 原来大圣与十年相识一眼, 两人都发出苦笑, 这一下可麻烦了。 他们真没想到李南如此妖孽, 竟然强势登上世界榜。 如果只是位列大陆榜的话, 带来的影响还只是陷于东周大陆。 而位列世界榜则是可以与长河界无数天骄竞争。 踏足地竟不说吃饭喝水那么简单, 至少不再困难。 作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的李南, 正在通天桥上继续走着, 丝毫不知道自己将掀起怎样的风暴。 忽然,他瞳孔猛地一说, 这是…… 人影 第53章 你好,我叫李南。 孙洪才、孙洪天二人很无奈。 本想找书前问问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但直接被众人挡在了外面。 一是书家之人的李南一路高歌猛进, 打破诅咒, 登上通天榜东周大陆榜万名内。 这使得他们的心中惶恐不安, 生怕波及到家族。 如今,李南竟然强势登上世界榜, 他们心中反而平静下来。 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愿意有人登上世界榜, 除非是他们自己人。 但显然, 李南不是这些大势力之人。 就算李南是书家之人, 但书家也绝对保不住李南。 没有任何势力愿意有这么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存在, 特别是那些超级势力。 李南的出现, 势必会对他们的地位造成严重冲击。 如果有势力愿意出面保住李南, 必将遭受其余势力的联合打压。 而这种情况, 只能靠自身。 他们可不相信, 李南能承受这么多势力的打压, 甚至很可能一出现, 就会被无情抹杀。 想到这, 孙洪才兄弟二人悄悄松了口气, 丝毫没在意被汗水打湿的衣衫。 中州, 清玄书院。 院长王通也收到了一鸣达的传音, 瞳孔猛的一缩, 面容露出震惊错恶之色。 实在是消息太过震惊, 他原本以为就是三个不错的天骄。 没想到, 一人排名近百万, 一人排名两万, 还有一人竟然强势登入世界榜。 这件事, 已经超出他做主的范围了, 必须要上报才行。 仅仅片刻, 王通便有了决定, 只见他拿出一枚环形玉佩, 果断捏碎了它。 不一会儿, 一道人影出现在他面前的虚空中, 正是罗无星。 何事? 罗无星淡淡问道。 回大人, 王通将此事快速说了一遍。 什么? 罗无星也大吃一惊。 这件, 挑战, 因为是世界榜的缘故。 长河界各大世界, 各方大陆。 李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天榜长河界榜之上, 上了榜的天骄, 纷纷感受到李南的出现。 大封界。 李兄, 没想到我, 还是低估你了, 邓静在一旁苦笑道。 他已经尽可能高估李南的天赋, 但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邓静, 这就是你说的妖念吗? 邓静不远处, 正是施流, 大封界天赋最高之人。 施流面容严肃, 看着排名飙升的李南, 心中生起了从未有过的无力感。 青云世界。 某处, 一个发白如雪的女子抬头呢喃。 哪儿? 是你吗? 这女子身上的气息有些虚弱, 脸色有些苍白, 眼神中带着期盼与思念。 念姐姐, 你怎么又出来了? 快回去调养身子。 这时, 一个身穿鹅黄衣裙的女子快步走了过来, 她脸上有些着急。 通天桥上, 李南的感觉有些奇妙, 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但压力却陡然增加。 不远处, 一个人影站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 李南没有犹豫, 走到那人影面前, 便停了下来。 你若击败吴, 便拥有登上通天榜的资格。 人影开口说道, 声音很是平淡, 就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闻言, 李南顿时一惊, 而后发现自己的修为恢复了。 他还以为这人跟他一样, 是测试天赋潜力的, 未曾想到是通天榜登榜资格的验证者。 你说的可是总榜? 李南想确认几件事, 于是开口问道。 正是, 人影没有感情地回到。 登上总榜是否可以进入其他界域? 李南再次问道。 可以, 你还可以问一个问题。 人影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李南闻言, 一时没有开口, 只能再问一个问题, 那就得好好想想。 怎么让通天桥认竹? 李南心中有些紧张, 紧紧盯着人影。 在他看来, 通天桥妥妥的一件神物, 竟然可以连接无数世界。 这笔地气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通天桥就是一件宝物, 但不妨碍他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能使通天桥认主, 那他就等于掌握了进入其余世界的钥匙, 想尽就尽。 不知, 人影的语气依旧冰冷。 似乎没想到, 李南会问如此问题。 这还是头一次, 人影有些错愕。 但李南还是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了答案。 虽然人影回答的是不知, 那就说明很有可能可以认主。 李南顿时心头火热。 准备好了吗? 人影冰冷地问道, 似乎李南刚才的问题惹怒了他。 来吧。 李南轻松一笑, 打架他还没怕过谁。 况且, 眼前之人的境界还跟他一样。 这不是找死吗? 人影闻言, 没有丝毫犹豫, 抽出一把大刀, 直接照着李南的头皮来。 这刀似乎跨越了空间, 竟直接出现在李南的头顶, 锋利的气息似乎要将空间都劈碎。 李南健壮, 面色有些凝重。 没想到这人的实力如此之强, 换作其他人恐怕躲不掉这一刀。 他来验证进入总榜的资格是有原因的。 但李南是谁? 外挂的拥有者, 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人影又不是非要阻止他进入总榜, 只是检测李南有没有资格进入。 破灭神光。 李南也没有客气, 破望神通的神通发动。 一击便将人影打成重伤。 李南顺利通过考验, 拥有登上通天榜的资格。 而后, 李南脑海中多了一些信息, 关于通天桥和通天榜的。 李南发现, 到现在, 他才算真正登上通天榜。 此前, 只是通天榜的子榜, 目的只是为了挑选天胶。 子榜是通天榜应时而生的, 不是所有的天胶都有资格登上通天榜。 故此出现了世界榜与大陆榜, 用来筛选天才。 只有通过考验的人, 才能登上通天榜。 李南发现, 通天榜上的人比之世界榜和大陆榜少得可怜, 人数不过一万, 而他的出现势必会让人跌出通天榜, 从而失去通天桥的相关权限。 到了通天榜, 想要排名的上升, 只能一路打过去。 在这里不仅仅考验天赋, 更考验战力。 一个从一方介义中脱颖而出的天才, 天赋潜力自然不会差。 故此, 上了通天榜, 则要一路横推过去。 但不是跟本人打, 而是跟榜上之人留下的虚影战斗。 这虚影可以发挥本人的全部实力。 并且, 通天榜与两张子榜不一样, 人死亡后便会从通天榜中消失, 而子榜却不会。 也算是给那方大陆和介义的人留下传说。 李南也不再犹豫, 直接朝最后一名发起挑战, 也就是第一万名。 东方星月, 玄黄剑, 洞天境九重, 一万。 哇哦。 在发起挑战的刹那, 李南瞬间感觉自己的修为变成了洞天境九重, 与这位名叫东方星月的少女一样。 李南二话不出, 直接持剑朝东方星月杀去。 喂, 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无礼? 一来就打。 忽然, 东方星月竟然开口说话, 一道婉转动听的声音出现在通天桥上。 李南一愣, 但已经来不及收剑, 东方星月被一剑送回了家。 李南有些尴尬, 心想, 他也不知道, 这不能怪他, 哪一天有机会见到再说吧。 李南继续挑战。 即末下, 万妖剑, 神魂禁九重, 九千九百九十九。 嗨, 老兄, 李南这下有经验了, 先打个招呼再说。 然而, 迎接他的是数不清的剑光。 李南顿时一怒, 反手就是一招万剑归宗。 二人一时间打得有来有回, 但李南明显比他要强很多。 二人不在一个层次, 十多招后, 李南就将其打败。 接着, 李南不知疲倦地继续挑战。 在这里, 就算受伤也能快速恢复过来, 根本没有疲倦的感觉。 李南都不知道挑战多少人了, 随着挑战的人越来越多, 他感到越来越吃力。 嗯, 此前只要出一道神通, 便能解决对手。 现在出两道, 三道还不能解决对手。 不愧是无数世界中脱颖而出的天骄, 真难打。 李南刚刚解决了一个对手, 这是一头牛腰。 他与这牛腰过了上万招, 才找到机会将其击败。 他承认是他小觑了天下英雄, 这还只是排名五千开外的存在。 要是前一千, 前一百, 前十的存在, 又会有多高的实力呢? 第五十六章, 陆无双发狂。 李南隐隐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的天赋潜力对于长河界的人来说, 那是相当诈列的存在。 但对于长河界外的天骄妖孽, 优势并不大。 通过通天榜, 就可以看出来, 长河界就只有他上了通天榜。 而玄黄界族有上百人位列通天榜, 这还指他挑战不到五千人的情况下。 他只能看到排名比自己低的人的基本情况, 以及他挑战之人的基本情况。 排名高的, 他现在还看不到。 看来, 长河界在众多界域中也是垫底的存在。 而玄黄界的实力, 想必是众多界域中顶尖的存在。 李南低着头, 南南自语。 一下子挑战这么多人, 历经数千场战斗。 就算身体不疲惫, 但他的心里也感到了厌烦。 好在这通天榜只要有了登榜资格, 就可以随时进行挑战。 于是, 他毫不犹豫选择退出通天桥。 长河界。 随着李南位列通天榜, 各地通天榜都散发出强烈的金色光芒, 仿佛在告诉众人李南的时代即将来临。 无数人抬头看向天际, 看向那张金光闪闪的榜单。 这一刻, 李南的名字想撤长河界。 长河界无数生灵知道了李南的存在。 这是登上通天榜总榜的恐怖天骄。 他们长河界终于有了天骄登上通天榜。 这对于长河界来说意义重大。 这是真正的通天榜, 这才是真正的通天榜呢。 有古老的存在南南, 声音有些颤抖。 我长河界终于要迎来复苏了吗? 李南, 你到底是何人? 亦有人面露杀意, 不愿将来被李南骑在头上, 欲杀之而后快。 李南的出现直接震惊长河界。 一些古老的势力纷纷入世, 都想争一争这个大势。 也有的势力选择折服, 认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出世时机。 东周大陆, 雷州, 天雷山。 此时, 天雷山已经聚集了数十位圣人以上的强者。 主宰东周大陆的超级势力都来了, 一些稍弱的势力根本不敢靠近。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天雷山另外八大山主纷纷出关。 毕竟他们的大本营离通天桥并不算太远。 真要是打起来, 他们会很头疼。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将护山阵法开启到最高级别, 实在是阵仗太过吓人。 一时竟有些后悔占据这些个山头, 但要让他们撤离, 估计没人愿意。 怎么样了? 陆无双神情凝重地问道, 族中之人是否愿意, 他也不敢保证。 族长说, 此事事关重大, 他会拦住地境强者, 其余的要我们自己解决。 小青严肃地说道, 陆无双文言, 明显松了口气。 只要递进强者过不来, 他就有机会保住李南。 即便机会渺茫, 他也要去争取。 他的实力在这几十位强者当中, 还是比较靠前的。 除了少数势力来的是大圣境的存在, 一般来的都是圣人, 圣王强者。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通天榜上李南的名字停了下来。 李南, 长河界, 神魂境九重, 五千二百一十二。 众人知道, 李南这是要出来了。 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好似风雨欲来的前奏。 李南也不负众望, 诗诗然从通天桥走了出来, 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陆无双和小青健壮, 瞬间便出现在李南身边, 把李南护在身后。 陆无双立即给李南传音说明了前因后果。 李南这才回过神, 他也发觉此地的氛围很是诡异, 仿佛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无比压抑, 使人闯不过气。 这是怎么了? 李南主动打破沉默, 扬声问道。 虽有如此之多的圣境强者, 就连大圣都有好几位, 但他也毫不畏惧。 他想见剑神灵法, 伸手握斩仙剑的绝世风采。 自从斩仙剑牵到出来后, 他自己根本无法使用, 一直放在洞天世界进行酝氧。 李南, 要怪就怪你太妖孽了, 东周大陆根本容不下你。 这时, 一位光头和尚忽然说道, 从他的眼睛里, 还可以看到极度之色。 哦? 你是哪位? 李南没有急着出手, 反而平静地问道。 平僧宝灵山法红, 法红淡淡说道, 声音里听不出喜怒。 我李南得罪你了。 李南平静地问道, 卫仓, 法红回道, 就因我天赋潜力高, 便容不下我。 李南声音很平静, 眼睛盯着法红。 是。 法红不介意 跟这位无双添交多说几句话。 你们呢? 李南的疑问声再次响起, 他的眼睛看向了其余人。 小子, 法红圣人说得对, 要怪便怪你出身在东周大陆, 要怪便怪你没有背景。 又一位圣人出声说道, 你们一群圣境强者 屈尊对付一个神魂境的小家伙, 就这么不要脸。 陆无双怒气问道, 东周大陆的人简直疯了, 李南的天赋潜力和其高, 说不定能亏一亏 递进之上的境界, 彻底解决邪魔怪物的威胁。 这群人何其短视。 哼哼, 阁下, 你也是位大圣,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他所带来的威胁, 我们不敢赌。 既然能在他弱小的时候, 将其抹杀, 为何要等他成长起来? 只能怪这小子太高调了, 如果他不去走通天桥, 不去登榜。 那么我等, 也不知有这回事。 我等都是圣人, 出个手一不小心, 就会让你神魂俱灭。 小子, 还是自我了断吧, 说不定还能有一丝真灵转世。 哼, 今日我陆无双真是长见识了, 这么多位圣人, 逼迫一个神魂镜的小家伙。 找的借口, 那是那般荒唐, 简直可笑至极。 你们可知, 还有无数邪魔怪物等着剿灭。 你们可知, 长河界之外还有无数介余, 他们实力强大无比。 如果发现, 我长河界, 你们知道, 迎接我长河界的, 将会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们, 等待我长河界的, 只有毁灭, 奴役。 陆无双发狂大喝, 劈头散发, 随风狂舞。 他本以为, 以他大圣境的修为, 足以护李南成长起来。 未曾想, 仅仅是李南斩路锋芒, 他就不得不找家族求援。 这么多圣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毫不在乎长河界的未来, 也要将天赋绝伦的天才抹杀。 这事到怎么了? 陆无双怎么也想不通, 他好恨。 恨自己的实力弱, 无法为李南护道。 未曾放任任何一只邪魔怪物, 进入长河界。 但护着的这群人, 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 选择葬送长河界的未来。 他不知道, 为什么要护着这样的人? 他陆家, 难道就是为了这般人吗? 他陆家一代又一代的大帝, 战死欲外, 为的就是长河界的安宁。 如今, 他真的替陆家的先辈, 感到不值。 若不是他身受到伤, 机缘巧合, 来到东周大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世上竟有这般荒唐之事。 陆无双此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 就如即将要爆发的火山, 压抑无比。 只见他歇斯底里, 怒喝道。 他日我若成帝, 定要等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直至神魂俱灭, 魂飞魄散, 真灵泯灭。 第57章 困境 陆无双怒法冲冠, 他的声音盖过了天雷山滚滚雷音, 震耳欲聋, 响彻天地。 李南看着陆无双的身影, 心中五味杂陈, 大为感动。 少爷, 小青眼含泪水, 低声难难。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少爷, 以前只觉得少爷不务正业, 就知道欺负他。 没想到, 少爷竟有如此一面。 呵呵, 你还想成殿? 你以为我等还会让你活下去吗? 开口的是, 一周大日剑派的一位大圣, 他被人称为, 真阳剑圣。 就是, 真以为你等几人, 还能活得下去。 法红剑有大圣开口, 他也顺势叫嚣。 实则他心中过于妒忌, 凭什么小小的神魂镜, 有大圣出面护他。 而他修炼数千载, 不过是个圣人。 清玄书院的王通, 与一鸣达二人都没有开口, 因为清玄书院的背后, 是清玄帝国, 他们清楚, 别人不知道的一些秘心。 王通神情, 有些凝重。 他没想到, 陆家之人, 也参与进来。 须知, 就算他背后的清玄帝国, 对于陆家来说, 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陆家就是东和狱的天, 因为他们守护着东和狱的安宁, 是值得所有人敬重的存在。 你可以不进天道, 但不能不进陆家。 因为陆家, 用他们族人的鲜血守护了东和狱无数岁月的安宁。 而陆家, 也从不干预东和狱其余势力的发展, 只是有地境出现时, 才会被陆家召唤到知狱外的一些情况。 所以他们清玄帝国, 才知道东和狱的背后, 占着陆家这个庞然大物。 清玄帝国, 也需要定期去清角狱外的邪魔怪物。 王通与易鸣达相识一眼, 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他们绝不能针对陆家之人, 况且李楠还未成长起来, 更是陆家看好之人, 对于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就在众人准备出手灭杀戮无双等人时, 十年站了出来, 与李楠等人站在一起。 石小子, 你…… 元雷大胜大惊, 脸上随即露出苦笑之色。 楠楠道, 石小子, 你还是这么绝? 难道就不怕万劫不复吗? 李楠眼中意外之色闪过, 心中生起暖意。 如此时刻还愿意站在他身边的人, 都是值得托付背后之人。 他本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十年一言不发, 冷酷无比。 这时, 他脑海中突然想起十年的传音, 别说话, 这个时候了, 我该酷一点。 李楠文言, 面露古怪, 有些错愕, 不过还是成全了十年。 罢了, 罢了, 老夫既然答应加入你的势力, 那便与你一起吧。 元雷大胜摇头苦笑, 也站在了李楠前方, 不等李楠等人开口, 便沉声说道, 我依修这一生从未失信于人。 说完, 就一言不发。 哼, 你雷剑踪与天雷山也要参与进来。 难道找死不成? 真阳剑圣怒喝道, 老匹夫, 别叫那么大声, 老夫仅代表我个人。 元雷大胜不屑道, 我十年也只代表我个人, 十年淡淡开口。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一起赴死吧。 真阳剑圣怒声说道, 他没想到这个时候, 还有人出面护着李楠, 愚蠢至极。 师尊? 见师尊没有反应, 楼莲有些疑惑。 小莲, 我们就是来看个热闹。 苏梅诞声说道, 而后带着楼莲退去。 不去帮那个哥哥吗? 楼莲还是有些疑惑。 难道师尊真是为了看热闹? 现在不去。 哦, 与他们一同退去的, 还有王通二人。 虽然有人注意到, 但也没放在心上。 陆无双等人也注意到了几人的离开, 心中悄悄松了口气。 一下子少了两位大圣, 要轻松不少。 如今对面只剩三位大圣, 实力不再那么悬殊。 只是剩下的那些圣人, 圣王强者该如何应对? 如果不带着李楠的话, 他们一心想要跑肯定是可以跑掉的。 况且圣境的战斗没有那么快结束, 除非是碾压。 然现实并没有给他们多余的思考时间, 真阳剑圣已经持剑杀了过来。 落日剑法, 坠日。 真阳剑圣一出手就是灵力的杀招, 一道无比庞大的大日虚影凭空出现, 散发极高的温度。 周围空间瞬间被扭曲, 如同真正的太阳落下, 仿佛世间末日。 大日虚影净直, 朝圆雷大圣砸下。 除了极高的温度外, 还充斥着磅礴的剑气。 这是剑气构成的大日。 圆雷大圣剑壮, 脸色凝重下来。 不敢大意。 这么多年不见真阳剑圣出手, 没想到他的剑法已经可以虚构大日。 虽然离真正的大日还有一定距离, 但依旧不可小觑。 九天雷洞。 圆雷大圣也不客气, 只见九天之上的天雷被引动, 与他形成共鸣。 天地之威加持己身, 雷电之力在周身闪烁, 如沐浴在雷电中的神灵。 无数雷霆直接朝大日虚影轰去。 轰轰轰。 雷霆与大日虚影接触的刹那, 顿时爆发出可怕的轰鸣声。 渔波朝周围扫去, 空间也随之塌陷, 出现一个上万丈的空间裂缝。 小青连忙护住李南, 这渔波能轻易要了圣井之下的命。 呵呵, 一秀, 看来你也不行啊。 真阳剑圣朝笑道, 圆雷大圣文言, 没有作声。 一招过后, 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不是真阳剑圣的对手。 虽然接下了刚刚那一招, 但他的体内有无数剑气乱窜。 即使暂时平复下来, 但不是长久之计。 呵呵, 你还真是不知死活, 本想看在天雷山的面子上, 饶你一命, 现如今可别怪我。 真阳剑圣冷声说道, 废话少说, 继续吧。 圆雷大圣宁重道, 好好好。 真阳剑圣气笑了, 脸色铁青。 按道, 天雷山, 我可是给过你们面子了。 陆无双自然也注意到了圆雷大圣的情况, 他本以为圆雷大圣可以坚持住。 如今看来, 他们二人的修为虽然一样, 但对大道的领悟上, 真阳剑圣超过了圆雷大圣一截。 恐怕用不了多久圆雷大圣就要落败, 甚至有陨落的可能。 但他也没办法过去帮助圆雷大圣, 他正被两位大圣缠着。 这两位都是大圣一众, 所以他还占据着上风比圆雷大圣的情况要好很多。 一旦圆雷大圣落败, 他也会有危险, 只能祈祷圆雷大圣坚持得久些。 第58章, 离去。 李南面色凝重, 盯着五位大圣之间的战斗。 剩下的这些圣人, 圣王似乎颇有默契, 谁都没有主动去攻击李南, 而是等着几位大圣战斗的结果。 难道真要使用神灵法身不成? 李南心中暗自焦急, 神灵法身是他最大的底牌, 如果要使用的话, 将会大量消耗香火之力与气韵之力。 一旦消耗过多, 日后很长时间这神灵法身恐怕无法使用。 如果面临真正的递进强者, 又该如何? 底牌, 只有别人不知道才叫底牌。 明面上的东西, 从来不叫底牌, 最多是威慑。 就在李南思考对策时, 元雷大圣已经完全处在了下风, 身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伤口。 一秀, 你真不让开。 真阳剑圣面色冰冷, 胸中生起一股怒火。 如果一秀再不让开, 他就要吓死手。 呵呵, 你吓唬谁? 我说过我一秀一生, 从不失信于人, 休要啰嗦。 到了此刻, 元雷大圣反而平静下来。 数千年的时光, 从一阶弱小, 披荆斩棘, 被尸门看中, 最终悟的大道, 成就圣人。 眼看前路一断, 好不容易有个希望出现在眼前, 却是如此结局。 难道他一秀天生, 便不能成帝吗?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他一秀不幸, 哪怕是死, 他也要护李南安全。 如果李南他日, 有信登灵大帝之上, 未必不能将他复活。 哼,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便试试, 我落日剑法的最终是, 真阳剑圣冷哼一声, 言必, 他整个人恢复平静, 看不出喜怒, 周围天地似乎静止下来。 落日剑法, 出阳。 随着真阳剑圣声音落下, 一道绝美的剑光浮现于虚空之中, 看起来没有任何杀伤力。 就如鹅毛一般轻飘飘地, 朝圆雷大圣缓缓而去。 然而, 绝美剑光不过前进短短距离, 一道道空间裂缝却随之出现。 虚空中更有一轮大日升起, 如梦似幻, 如冬日阳光般温暖, 好似能消融一切。 见到这剑光的刹那, 圆雷大圣汗毛竖起, 他从这道轻飘飘的剑光中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而随着大日的升起, 他感受到一种大恐怖。 这是准地之危, 不可抵挡。 这一刻的圆雷大圣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 提不起一点反抗之意。 什么? 十年大惊道, 眼前的这一切实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真阳剑圣竟然以大圣击中的境界, 便发出准地之危。 场中众人无不震惊, 平时不显山, 不露水的真阳剑圣, 竟然如此可怕。 这一剑绝不是落日剑法, 脱胎于落日剑法, 却远超于落日剑法。 他的大道理解如此深刻了吗? 远处苏眉喃喃自语, 脸上还有震惊之色。 唉。 李南心中重, 重叹了口气。 现在他不出手不行了,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死去。 忽然, 不等李南反应过来。 十年取下了背后那柄剑, 眸中闪过复杂之色, 然后握紧了剑柄。 顿时, 十年的头发肉眼可见地变白, 皮肤随之变得干枯, 遍布褶皱。 只剩双明亮尖锐的眼睛, 一股滔天威压从十年手中的剑散发出来。 十年的身形有些瘦小, 但在此时的李南心中变得很伟大, 他很确定十年可以解决眼前的事情。 什么? 正在暗自得意的真阳剑上大吃一惊。 而后, 他便看到了十年手中的那柄剑, 似乎是一柄本不该存在的剑。 随即, 他心念一动, 眼中充满火热, 如果他得到这柄剑的话, 看着真阳剑圣眼中的火热, 十年有些不屑。 真阳剑圣, 我这一剑可斩准地, 不知你接不接得下。 十年的声音并不大, 有些衰弱, 却十分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十年并不想听真阳剑圣的答案, 只想趁着自己还能挥剑多挥出几剑。 话落, 那轮升起的大日便被十年一剑斩落, 而十年也随之变得更加虚弱, 身形有些亮腔。 接着, 又朝真阳剑圣挥出一剑。 十年仿佛被抽干力量, 竟直接跌倒在地, 昏迷过去。 这一剑, 无比绚烂, 如同天际流星划过。 眨眼间便到了真阳剑圣面前, 真阳剑圣想提剑抵挡, 但剑光明显更快, 直接将他的眉心洞穿, 神魂也被磨灭。 至此, 真阳剑圣陨落。 正如十年所说, 这一剑可斩准地。 真阳剑圣虽可以爆发出准地之威, 但还不是准地, 斩杀他也实属正常。 啊, 大圣陨落了。 忽然, 有人惊呼大喊。 李南没有管众人, 快速来到十年身边, 直接掏出九转倒丹, 给十年扶了下去。 十年的情况, 肉眼可见得好了起来, 但依旧没醒过来。 李南不禁有些着急, 面色有些难看。 公子, 石小子是生命本源缺失严重。 您这丹药虽好, 但无法弥补生命本源。 这时, 袁雷大圣走了过来, 出声提醒。 闻言, 李南又掏出一枚天花丹, 直接让十年扶了下去。 这也是一枚地阶丹药, 可以补充气血, 弥补少量生命本源。 是他之前签到获得的。 随着真阳剑圣被斩杀, 众人明显有了退意。 虽然他们都是圣人, 但远不能与大圣比较, 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只有被轰杀的份。 公子, 袁雷大圣看了眼心生退意的众人, 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算了, 暂时放过他们。 你若将他们都杀了, 固然痛快, 但他们背后的势力, 等过段时间, 我亲自来杀。 话不多说, 要不要多久, 这些势力怕是又会找上门, 到时候想走也走不掉了。 此次多谢你了, 这是九转道丹, 可以恢复道商和领悟大道。 李南淡淡说道, 神色有些复杂。 多谢公子。 袁雷大圣激动道, 可以助人领悟大道和修复道商的丹药, 有多么珍贵他是知道的。 如今的情况, 只有离开东周大陆, 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离开后, 相信其余势力也不敢找袁雷大圣等人的麻烦, 吴双,谢谢你们。 李南正色说道, 他现在能说的也只有谢谢, 修炼资源陆吴双等人并不缺, 一些珍贵的丹药他也有给。 公子, 陆吴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作为护道者, 他有些失败。 不用多说, 这不是你们的错。 我也没想到人心竟然如此复杂, 有推荐的去处吗? 李南淡然说道,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轻松。 陆吴双略一思考, 便给出了答案。 重新踏上通天桥, 李南有些恍惚, 这才多久。 不多时, 李南的身影消失在通天桥上, 只留下一道声音回荡在通天桥上。 真憋屈, 我李南一定会回来的。 第59章 玄黄界 三个月后, 随着李南的离去, 东周大陆并没有因此变得平静, 反而到处暗流涌动。 其中, 孙家与书家握手言和, 达成和解。 书前接任小学工当代夫子。 李哥, 等你回来, 书前望着夜空, 喃喃自语。 阴阳宗少宗主回宗后突然暴毙, 不知是何原因。 海沙帮爆发圣战, 方圆石里被抹去, 海沙帮弟子死亡不计其数。 听说只有在外的弟子, 才侥幸活得一命。 雷州, 前古城, 四季九楼。 海沙帮三长老邱鹏天, 也得知了海沙帮覆灭的消息。 除了他们在外的长老弟子, 在帮内的弟子几乎无人活命。 圣人静的老帮主, 也没能逃过一命。 听到这消息后, 邱鹏天惊出了一身冷汗。 庆幸没有跟随大长老回海沙帮, 不然也玩完了。 圆姬, 想必大长老已经没了。 你说, 我们该如何是好? 邱鹏天眼神有些玩味, 以他得到的消息, 他目前是海沙帮胜余人中 修为最高的人。 呵呵, 奴家都听你的。 圆姬魅惑一笑, 贴上了邱鹏天的身。 不知过了多久, 邱鹏天彻底放松下来, 没有丝毫防备。 忽然, 圆姬拿出一根泛着寒光的黑针, 直接刺进了邱鹏天的眉心。 你? 邱鹏天只来得及惊呼一声, 便没有了意识。 呵呵, 老东西, 这么长时间便宜你了。 一根足以灭杀圣人的煞针, 你足以自豪。 只是没想到, 海沙帮就这么被覆灭了。 我苦苦在海沙帮低调迎人百年, 甚至不惜自己的身子, 好在海沙帮中被覆灭, 也不枉我苦苦筹划。 哈哈哈哈。 圆姬的脸上, 争鸣无比, 净显疯癫, 放肆大笑。 或许是笑够了, 又开始大哭起来, 看起来悲痛异常。 忽然, 一个人走了进来, 正是暗鸭。 你快乐吗? 半天, 暗鸭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圆姬眼睛通红, 疯狂大喝。 是不是李南的人做的? 圆姬突然问了句。 是。 暗鸭沉默半想, 最终答道。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自从李南先生拍卖场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的报酬机会来了。 李南, 我欠你条命。 圆姬歇斯底里, 发泄着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情绪。 宝州某处。 红衣, 你真不愿跟我们离去? 陆无双皱着没问道。 不愿。 红衣回答得很坚决。 这些天, 她一直上门挑战各势力的天骄, 还从未落败。 接下来, 她打算上宝临山, 也算为李南出口恶气。 红衣妹妹, 你就跟我们一起离去吧。 这里并不能让你快速变强, 你只要跟我们去一个地方, 说不定你可以快速变强, 然后就能帮到公子。 小青见红衣态度坚决, 不拿出杀手锏, 红衣是不会等他们走了。 真能变强。 红衣快速问道, 声音充满急切。 她知道李南的遭遇后, 双目流血, 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鬼仙血脉, 燃血而亡。 还是突然出现的, 陆无双救了她一命。 可以。 小青重重点头, 她也明白那种无能无力的滋味。 红衣当即答应跟陆无双二人一起走。 陆无双期间还去了趟南荒, 没有李南拖后腿, 速度是快了一大节。 然后, 将李南的情况告知了李景明。 李景明得知李南没事后, 也是松了口气。 李景明看了眼眉心眉肺的李小暖后, 选择将此事瞒了下来。 天雷山, 第九峰。 原雷大圣依旧居住于此, 另外八大山主对他并没有意见, 反而抱有愧意。 一间屋内, 床上躺着的正是十年。 忽然, 十年的手指动了动, 眼睛略微颤抖。 终于, 历经三个月, 十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恰巧, 原雷大圣没有外出。 十年一醒, 他便感知到了。 十小子, 你总算醒了。 原雷大圣唏嘘不已, 这小子是真敢拼命。 挥出两剑, 差点把自己弄死了。 他可活着。 十年说出了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放心吧, 活得好好的。 原雷大圣闻言一笑, 这还是他印象中的十小子, 没有变。 接着, 原雷大圣说了他昏迷之后的事情, 对李南给的丹药, 着重提了一下。 十年闻言, 立马盘坐在床, 闭眼修炼起来。 气息也逐渐稳定。 原雷大圣见状, 并没有打扰他, 只是希望他早点突破境界, 弥补一下亏空的本源。 李南并没有听从陆无双的建议, 而是选择前往玄黄界。 因为他在通天榜上, 看到最多的就是玄黄界的天骄。 其中, 有几人不打不相识, 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还要他相见。 当然, 他也想知道玄黄界存在这么多天骄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则是玄黄界并不排外。 他从上榜的天骄那了解到, 不管是不是玄黄界之人, 很大一部分都听说过玄黄界, 甚至许多人还去过玄黄界。 这才让他心生前往玄黄界的想法。 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玄黄界, 玄天大陆,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然后从天际坠下, 正是李楠。 好你个守官人, 我不就上次下手中了点, 至于公报丝绸将我扔下来吗? 天际传来李楠气急败坏的大吼声。 砰, 哗啦, 李楠直接砸在一片水里, 激起一片水花。 李楠顿时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 幸好他有点修为, 肉身强度还可以, 不然就要被那家伙整死了。 然而, 不等李楠骂骂咧咧, 啊, 一道尖叫声打破了此地的安宁, 仿佛要刺破云霄。 啊什么啊? 李楠嚷嚷到, 被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吓了一跳, 于是转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 一个人投入在水面上, 貌似还有点眼熟。 你还看? 东芳新月娇声喝道, 不看就不看, 又没有料。 李楠嘀咕道, 随后打算离去。 等等, 李楠刚转身, 就要踏空而起, 便被少女的声音叫住。 有什么事吗? 李楠的动作顿时一将, 心里想着, 不会这要巧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他刚刚已经记起, 这人是谁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正是被他打落通天榜的东芳新月。 你说呢? 好你个李楠, 不仅不讲武的偷袭我, 现在还偷看我洗澡。 东芳新月气呼呼说道, 他刚刚也想起了, 李楠这张可恶的脸。 第六十章, 文公。 喂, 你别乱说。 听闻此言, 李楠大惊, 大叫道, 还怒气冲冲瞪了东芳新月一眼。 我可没有偷看你沐浴, 这话不能乱讲。 李楠表情十分严肃, 这人怎么凭空污蔑他, 玷污他的清白。 他现在还没有对象呢好吗? 要是传出去了, 那他不得社会性死亡。 看到李楠如此严肃, 东芳新月也自知理亏, 说错话了。 他刚刚确实是看见李楠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就想找回一下场子, 没想到李楠直接炸毛了。 没有就没有嘛, 凶什么凶。 东芳新月嘀咕道, 眼睛瞬间变得水汪汪的。 李楠一看, 这哪受得了啊? 这和他妹妹差不大的女孩子, 竟然还会哭鼻子。 还是因为她, 她要上哪说里去? 算了, 赶紧跑路才是正事。 哭鼻子的女孩子, 太难缠了。 东芳新月是吧? 我本来就没有偷看你沐浴, 我是被通天桥那个守官人扔下来的。 哪知道你在这。 还有, 作为一个女孩子, 哭鼻子真的好丑。 拜拜。 李楠快速说完, 片刻也不敢停留, 直接踏空急速离去。 东芳新月有些发愣, 她不应该哄一下我吗? 她刚刚说什么? 哭鼻子的女孩子, 真的好丑。 她在说我好丑。 啊。 东芳新月再次发出尖锐的叫喊声, 似乎有些不过瘾。 又对着李楠离去的背影, 用力喊道。 你才丑, 本小姐才不丑。 可恶, 这个混蛋。 东芳新月低声喃喃, 脸色有些潮红。 远在天边的李楠, 此时也听到了 东芳新月的大叫声, 心中更是庆幸自己跑得快。 在外转悠一段时间后, 李楠确定了 自己所在的位置。 这里是玄天大陆, 自己所在之地 是东芳家族的势力范围。 难怪那么巧, 那小丫头 不会找我的麻烦吧? 李楠突然想到, 这小丫头 不会那么小气吧? 李楠正走在 落花城的街道上。 城如其名 不断有飞花落下, 随风飘舞。 而城内的居民 明显已经习惯 这种景象。 一些外来人 则与李楠一样 露出惊讶, 赞叹的表情。 这要是放在前世, 绝对是一个 网红打卡地。 李兄,李兄! 忽然, 李楠听到叫唤声, 听着声音 好像是叫他的。 还未等他转头看去, 一人已经走了上来。 李兄, 真是你啊, 没想到你 真在玄天大陆了。 东方汉学面容激动, 如同看到了知己。 汉学兄, 李楠一愣, 随即惊喜道, 东方汉学 是他在通天桥的 对手之一, 但这东方汉学 不愿跟他比试战力, 反而以作诗论胜负。 李楠被他勾起了好奇心, 便硬了下来。 熟读唐诗三百首的他, 自然轻而易举, 就赢了。 而后, 两人更是相谈甚欢。 按照前世的话来说, 两人就是网友的关系, 现在网友奔陷了。 哈哈, 李兄, 看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走走走, 跟我去参加一个诗会, 这几天兄弟可疏惨了, 你得帮我迎回来。 东方汉学兴奋说完, 便拉着里南踏空而起, 不久后便出现在一个湖心亭, 周围与落花城一样, 虚空中飘荡着花瓣。 红尘黄绿青蓝子, 各种颜色的花瓣都有, 令人目不暇接。 除此之外, 湖心亭中已经聚了十几人, 都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汉学兄, 你总算来了, 迟到可要自罚三倍。 其中, 一人开口说道, 脸上泛起笑意。 陆明兄, 好说好说, 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东方汉学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随后便不作声, 让他们猜。 不过, 这十几人明显没见过里南, 纷纷摇头。 汉学兄,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来介绍一下这位兄弟。 陆明苦笑道, 今日, 这东方汉学不太一般, 一副蜘蛛在握的模样, 看来要小心才是。 难不成, 此人是个文坛大家? 哈哈, 我还以为你们猜得到? 你们此前不总是念叨人家, 如今李兄来了, 你们却不认识, 这不让人笑到大牙吗? 东方汉学挥了挥手中的扇子, 笑着说道, 众人一时挠头, 一时没有想起来。 这位兄弟, 你是李南? 忽然, 言后一拍大腿, 激动地问道。 其他人闻言, 眼中进阶充满惊讶。 正是, 李南有些奇怪, 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就是那个连续挑战通天榜四千多位天骄的猛人? 陆明这时也想到了, 惊讶问道。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李南的身上。 如果是长河界的李南, 那就是我了。 李南苦笑着回答, 他这是被人当大猩猩围观了。 哇, 大佬真是你, 我可是你最忠实的粉丝。 言后更是跳起来说道, 他个子不高, 看起来还有些鸡贼, 但说的话很真诚。 嗨嗨。 李南有些尴尬,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 朝东方汉学使了实眼色, 他到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自己好像还挺出名的样子, 竟然还有粉丝了。 哈哈, 言后兄先不要着急, 都先给李南兄介绍一番自己吧。 东方汉学见状, 赶紧说道。 汉学说得不错, 李兄, 我叫言后, 随便怎么称呼我都成。 言后很兴奋, 抢先介绍道。 我是陆白, 爱好喝酒。 说话的是一个带着杂乱胡渣的男人, 看起来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满脸醉意。 说话间还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李兄, 陆白兄确实喜爱喝酒, 用嗜酒如命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他的剑术却是我们之中最高的, 年轻一辈无人能及, 更是被称为玄皇界剑道第一天才。 因他嗜酒如命, 故有人称他为小酒剑仙。 如果不是他修为低点, 前面那个小字就要拿掉咯。 还有, 你别看他这副模样, 要是收拾起来, 也是个一等一的美男子。 东方汉学在一旁介绍道。 显然, 他这话并没有人反对, 就连开始略带挑衅的陆明都默认了他说的话。 可见陆白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陆白兄, 李南也朝陆白打了个招呼, 算是认识。 玄皇界见到第一天才, 这个名头可不一般, 跟他的混沌剑体比起来不知熟强熟弱。 最后一个介绍的, 则是陆明。 李南算正是跟这些人认识了, 这些人给他的感觉都还不错。 汉学兄, 虽说你带了李南兄给我们认识, 但该喝的酒可跑不掉啊。 陆明抓着东方汉学不放, 硬是要他先喝三杯酒。 行, 我喝。 东方汉学苦笑道, 没想到最终还是没逃掉。 于是, 在众人的目光下, 他连饮三杯酒。 然后, 赶忙喝了一壶茶水, 眼中闪过嫌弃之色。 他跟众人不一样, 就好比陆白有多爱喝酒, 他就有多不喜喝酒。 哈哈。 众人纷纷笑道, 汉学兄, 下次看你还敢不敢迟到? 陆明笑着说道, 哼, 此前的话可还算数。 东方汉学冷哼一声, 问道, 当然算数, 你该不会让李南兄替你上场吧。 陆明文言一正, 他不知东方汉学提这个做什么。 难道李南还会迎试作对? 他可是没在李南身上感受到半分文气。 那有何不可? 东方汉学理所当然道, 我们的比试可不一般。 你确定李南兄修有文气? 陆明池一道, 若是李南没有文气的话, 那不是打李南的脸吗? 东方汉学顿时回过神来。 对啊, 李南兄未曾修炼文气, 并不能以文入道, 也不能以文对战。 那个, 李南兄? 东方汉学有些尴尬, 我的确没有修炼文气。 不知是否可以借修炼之法一官。 李南翻了个白眼, 然后淡然问道。 众人闻言, 眼中闪过迟疑之色。 李南这是打算现场修炼文气, 要是失败了咋整? 给你。 东方汉学正在考虑时, 一旁满脸醉意的陆白, 直接扔了本秘笈过来。 见状, 众人脸上揭露出苦笑, 这陆白兄看来是想见见李南的实力了。 李南翻开一看, 上面详细介绍了修炼文气的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在体内构建一个文工, 引得文气进行修炼。 文气也并不会与现在修炼的能量产生冲突, 因为文艺在道。 说简单也简单, 睡难也难。 简单的是他悟性很高, 这修炼方法一看就会。 难的是他在纠结用哪篇文章作为开篇构建文工。 文工的构建是重中之重。 李南思考片刻, 心中隐隐有了想法。 于是静止盘坐在地, 就要进行修炼。 众人见状, 也没有出声打扰。 东方汉学脸上有些焦急, 这是他疏忽了。 要是让李南丢了面子, 那他估计会被李南的粉丝们暴走。 李南还不知道他在玄黄界的粉丝有多少, 但他可十分清楚。 想想就吓人, 东方汉学想到那个场面, 瞬间打了个寒战。 陆白的眼神似乎清醒了些, 饶有兴致地看着李南。 你构建文工后, 作为开篇呢? 陆白也猜不到李南的想法。 而李南就打算这么构建文工, 想来是心中已有沟壑。 李南兄, 你一定要成功啊。 东方汉学默默祈祷着, 李南沉下心神, 按照密集中构建文工的方法, 开始进行对文工的构建。 不到片刻, 一座文工缓缓成型。 接下来, 只需将文章刻在文工内即可, 形成真正的文工。 想来想去, 李南最终决定以《道德经》作为开篇。 恰好他此前签到了完整版的《道德经》, 相信定能在这个世界绽放出异彩。 咦? 众人暗自惊讶, 这么快就将文工构建好, 天赋不一般啊。 就看他要以什么文章作为开篇。 开篇对于整个文工来说, 非常重要。 众人紧紧盯着李南, 绷紧呼吸, 都想知道他会以什么文章作为开篇。 第61章, 鄙视, 李南并未让他们久等。 文工成行后, 便开始在文工中刻写《道德经》。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随着第一句刻下, 文工顿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文工彻底照亮。 外界, 随着李南刻写《道德经》, 似乎引发了天地的异动。 玄天大陆的文器开始躁动起来, 纷纷朝李南汇聚而来。 感觉最明显的则是胡心亭的众人, 他们体内的文工都被引动, 仿佛有金氏之书即将出世。 东方汉学道吸一口气, 南南道, 这他娘的要不要这么变态, 这才第一句。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陆白嘴里不自觉念出了声, 因为文工内刻写的文章会出现在文海之上, 只要有文工之人, 皆可查看。 陆明等人直接傻眼了, 人家才写出第一句, 就引得天地异动, 文器朝拜。 这还比个锤子啊, 好好的一场诗会, 成了李南的个人秀。 记下学宫, 正在修炼的寻夫子陡然睁开眼, 嘴里喃喃道, 这, 这, 目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大为惊叹。 所有学子, 速进文海学习道德经。 接着, 寻夫子的话语传遍整个记下学宫。 道德经? 有学子不解。 你们谁知道道德经是什么吗? 师兄, 快进文海。 你进去就知道, 寻夫子说的是什么了。 随着寻夫子话音落下, 记下学宫众人纷纷进入文海, 查看起寻夫子说的道德经。 他们倒要看看, 道德经是何物? 竟然令寻夫子都赞叹不已。 除此之外, 玄天大陆修炼文器之人, 纷纷感受到了文海的异动。 此时的文海波涛汹涌, 道德经绽放出神秘的光芒, 无数的文器被引动, 朝着道德经汇聚而去。 道德经赫然有成为百经之王的趋势。 天下修炼文器之人大为震惊, 都想知道是谁写了这篇奇文。 李南并不知道外界的异动, 众人的震惊。 他沉浸在道德经的课写当中, 似乎每刻下一个字, 他都能快速领悟其意思。 这种感觉十分美妙, 让他不可自拔。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但随着课写的字越来越多, 李南渐渐感觉到吃力, 好似精气神都要消耗殆尽。 课完第一章后, 李南赶紧停了下来。 他没想到前世的道德经, 放在这个世界, 竟然如此厉害。 同时, 他也庆幸自己选了道德经, 作为开篇。 仅仅将第一章课写完毕, 就损耗了他大半心神。 虽然消耗很大, 但文工中蕴含的文器, 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这些现象无不说明, 道德经的神秘强大之处。 众人见李南缓缓睁开眼, 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李南兄, 你是不是没写完? 陆白突然问道。 文言。 众人一正, 目光皆聚于李南身上。 嗯, 目前只是第一章罢了。 李南点头表示确定, 接着又道, 没想到刻写经文竟如此耗费心神, 看来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了。 李南兄, 你就是个怪胎, 我从没见过, 你这个变态之人。 东方汉学嘴角抽了抽, 好奇打量着李南, 想看看李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嗨嗨, 李南翻了个白眼, 有这么夸人的吗? 那啥? 陆明兄, 现在开始比试吧。 说好的李南兄替我出场。 东方汉学看着陆明, 不怀好意地说道。 汉学兄, 这我就要说你了。 方才李南兄刻写经文, 心神耗费巨大, 现在比事实在不妥。 再说了, 李南兄的才气有目共睹, 我承认不是李南兄的对手。 你要不换个人来, 陆明笑着说道, 直接承认不如李南, 又朝东方汉学眨了眨眼。 好像在说, 你看我像傻子吗? 明知道比不过还去比。 那不是傻子是什么? 李南兄, 我, 东方汉学不知如何作打, 陆明这丝也太小家子气了。 我输你那么多次, 让我赢一回都不行。 李南见东方汉学看来, 直接双手一摊, 好像在说他也无能为力。 人家不愿比, 你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 东方汉学在心里哀嚎。 陆明兄, 你看汉学兄这副苦大仇身的模样, 要不还是比比吧? 言后出声说道, 就是, 就是, 陆明兄你也让汉学兄赢一次。 众人皆开口复合, 实在东方汉学说得太惨, 让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那就比比吧。 陆明见东方汉学演了巴基的模样, 也没好意思再拒绝。 怎么比? 李南好奇道, 似乎与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李南兄, 你且看着, 我现丑了。 这时, 阎后大笑着说道, 瞬间, 他整个人的气势一变, 不负之前的鸡贼模样。 剑出西南三千里, 花。 阎后话音一落, 天际顿时出现一道剑光, 向西南三千里横扫。 同时, 周围十里的花都被带动, 形成一柄花瓣组成的巨简, 横压天地。 李南见状, 顿时明白了过来。 原来修的文器, 还能这般使用, 也不知书前那小胖子, 为何没用过这般手段, 反而喜欢拿拳头打人, 跟他书生的形象一点都不大。 李南兄, 请赐教。 陆明见李南明白过来, 朝李南拱手道。 陆明兄, 请。 李南回了一里, 大湖之水随风起, 直击苍穹三万里。 随着陆明话音落下, 瞬间狂风大作, 形成一道水龙卷, 接天连地, 似乎能将万物粉碎。 好家伙, 感情这些人打架, 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 李南低咕道, 李南兄, 到你了。 陆明淡淡说道, 目中有些好奇, 在想李南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句。 满堂花醉三千刻, 一剑双寒十四周。 李南也不废话, 大喝出声。 李南话音刚落, 无数剑起凭空出现, 更引得落花城中的剑汇聚而来。 我的剑? 有人大惊。 快看, 好多剑都飞走了。 爹爹你看, 渐渐成精了, 它们会飞, 一个小女孩拉住他爹的手说道, 呜呜呜, 这是剑发出的声音, 众人抬头一看。 无数柄剑从四周汇聚而来, 灵力气息充斥天地。 接着, 虚空中出现了一柄巨大无比的剑, 这柄巨剑正是由无数柄剑汇聚而成, 剑起盖压天地。 第六十二章, 规矩。 哈哈哈哈。 陆明兄, 接招。 李南放声大笑, 对于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他引动的剑多达十万之巨, 如同剑仙降临, 剑势无可匹敌。 陆明看着李南以文气引来的剑, 面色凝重。 他本来以为李南再怎么妖念, 刚施展也要逊色于他。 结果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陆明没有言语, 连接天地的水龙卷随着他意念而动, 朝李南汇聚而来的剑横扫而去。 正所谓水无常形, 巨剑并没有想象中的摧枯拉朽, 反而与水龙卷缠斗在一起。 但明显可以看出来, 水龙卷已经后继法力。 被斩落的水珠也被巨剑同化, 化成无数水剑继续朝水龙卷轰击而去。 陆明健壮,面容有些苦涩。 他以神魂境的修为败了, 还情有可原, 自己还能接受。 但关键是他后面将修为放开至虚境, 然而还不是李南的对手。 他也没脸继续比下去了。 谁都知道李南目前的境界是神魂境, 他领先一个境界, 胜了还好说, 偏偏败了。 李南兄,我败了。 陆明苦笑着说道, 尽管他很自傲, 但也不是输不起之人。 遇到如此优秀之人, 也不知是他的幸运, 还是他的不幸。 原本对于延后等人, 吹嘘李南感到不屑一顾。 但如今看来, 李南不是不能继续挑战, 排名前列。 而是人家不愿继续挑战罢了。 陆明兄, 承让。 李南笑着说道, 心中暗道, 好险, 差点就说了。 他刚刚也发现, 陆明将修为提至虚境, 这竟然可以跟他媲美, 相差不远。 虽说他没有使用其他的手段, 但他的闻道手段绝对不弱。 本身就以闻道引动剑的共鸣, 加上混沌剑体的特殊, 别说虚境, 就是王静都抵挡不住他这一招。 玄黄界果然卧虎藏龙, 就是不知陆明在通天榜排名如何。 李南心中有些惊讶, 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 陆白眸中的奇异色彩巧然而逝, 对于李南他是越来越好奇了。 就凭李南引动超十万丙剑, 就值得他刮目相看。 众人还在震惊之时, 落花成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朝胡心亭赶了过来。 他们也感受到了那股剑势威压。 都是用剑之人, 他们自然对引动他们配剑之人感到无比好奇。 同时心中生起敬佩之意, 能从他们手中引剑而去, 那得是多高的剑道修为。 李南兄, 快跑吧, 一大帮子人围过来了。 言后忽然急切道, 脸上鸡贼的模样有些搞笑。 闻言, 李南脸上有些不明所以。 然不等他问话, 陆白突然出声说道, 李南兄, 下次比一比剑, 如何? 听到陆白的话, 李南一震, 脸上露出苦笑。 这些人怎么都想跟他比试, 都这么闲的吗? 好, 有空再说。 想是那么想, 但李南还是答应了下来。 只因好奇陆白这个玄黄剑第一剑道天才。 陆白得到李南的肯定答复后, 头也不回地欲见而起, 眨眼便消失在眼前。 李南兄, 你还是先将他们的剑还回去吧。 东方汉雪垮着脸, 语气闷闷的。 虽然李南胜了, 但今天竟然忘记打赌了。 看来输给陆明的东西, 是拿不回来了。 听到东方汉雪的话后, 李南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只见他大手一挥, 天空中的剑如铜长了眼睛一样, 纷纷朝来处返回。 搞定了。 李南兴奋地说道, 这样子太酷了。 记下学功。 寻夫子脸色肃然。 他看了, 道德经一遍又一遍, 惊讶之色越来越甚。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认识创作道德经的人了。 虽然言语不多, 但字字朱击。 以他的境界, 观看道德经都有新的感悟, 让他在文道上又前进了一步。 别看, 只有小小的一步, 却是其他人梦寐以求的。 你究竟是谁呢? 寻夫子喃喃自语, 想了半天没有得到答案。 因为在他印象中没有一人可以做出此文, 此文的作者将来定可以成就问到第一人。 这是他下的结论。 李兄, 现在你见识到他们的疯狂了吧? 东方汉学气喘吁吁地说道, 脸上还有一些汉字。 李南苦笑着点点头, 他现在总算明白, 陆白为什么听到有人围过来就直接遇见而走。 这些人简直太疯狂了, 看到他如同看到了宝一样, 追得不停。 关键是他们没有恶意, 他也不好下手。 按照延后的话来说, 这些人都是他的粉丝, 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粉丝动手吗? 李兄, 还没问你为什么突然来玄天大陆? 东方汉学这才想起来, 李南来玄天大陆想必是有什么事情, 而自己问也没问就拉他去参加诗会, 如果耽误他的事情就不好。 李南想了想,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只是有些丢人。 于是, 在沉吟了一会, 组织一下语言后, 李南便把在东周大陆的事情说了出来。 岂有此脸! 突然, 东方汉学大声怒骂道, 脸上闪过增雾之色, 同时有些恶然。 过了好一会儿, 等到心情平静下来, 东方汉学才缓缓说道, 李兄, 你放心, 在玄黄界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东方汉学语气激昂, 拍着胸脯连连保证。 接着, 他怕李南不理解, 又接着说道, 李兄, 借主大人亲自下令, 老辈强者不得亲自对付年轻一辈的天骄。 所以, 你就放一百个心, 在玄黄界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东方汉学接连保证后, 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带着看李南的眼神都不对了, 似乎有些羡慕, 有些嫉妒, 有些忧怨。 哦? 玄黄界界主大人, 李南并没有听说过相关情况, 难怪玄黄界还有像前世一样的粉丝存在, 原来还有这规矩。 李南在暗自思量, 所以没注意到东方汉学的眼神, 否则定要起一地鸡皮疙瘩。 是啊, 借主大人是玄黄界最强大之人, 他亲自下达的命令, 没人敢违背。 曾经有不开眼的大帝强者以大欺小, 抹杀了一个上了通天榜的天骄。 然后那位大帝被借主大人下令镇压, 至今都没有放出来, 有传言称那位大帝已经死亡。 东方汉学以为李南不幸, 然后直接举了个例子。 更是严明, 不幸可以去问任何人。 因为这件事在玄黄界流传甚广, 更被借主大人当作典型。 想必那位大帝也算另一种异议的长生了。 第63章, 东方新月的男神。 汉学兄, 你认识东方新月吗? 李南看着面前的东方家族的府邸, 突然出声问道, 你说新月啊, 她是族长的小女儿, 是我堂妹。 东方汉学理所当然地说道, 至于东方新月与李南之间的事情, 她并不知晓。 李南猛地一拍额头, 暗自叫哭。 该不会进了狼窝吧? 李兄, 你认识新月啊? 也对, 新月也上了通天榜, 李兄应该是认识的。 东方汉学自问自答, 完全没有看到李南脸上郁闷的表情。 认识, 我当然认识了, 还在一个湖里抛过澡。 李南心中暗道, 李兄, 我跟你说, 过几日就是新月妹妹选亲的日子。 听说会有很多势力的人前来, 目的就是为了和新月妹妹定亲,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 别看新月妹妹平时不着调, 但她的修炼天赋也是很强的。 东方汉学在一旁说个不停, 李南则一直听着, 没有插口。 关键是她也不知道如何插话。 至于东方汉学说东方新月不着调, 她也发现了。 还是两次。 李兄, 你怎么不说话? 东方汉学歪过头, 看了眼李南。 嗯, 我再听你说, 不碍事, 你说就好。 李南笑着说道, 自从第一次接触, 她就发现东方汉学是个话楼。 只要有人在她旁边, 她就能自顾自说个不停。 好巧不巧的是, 东方新月也刚好这个时候回来, 三人恰好碰到一起。 新月。 东方汉学看到东方新月后, 眼睛一亮, 赶紧笑着打招呼。 汉学哥。 东方新月也听到了东方汉学的声音, 刚出声回应, 然后抬头便看到了东方汉学旁边的李南。 一双眼睛瞬间瞪大, 嘴里大声喊道, 李南。 嗯。 李南自然也看到了东方新月, 嘴角抽了抽, 淡淡硬了声。 汉学哥,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 东方新月嘟起嘴, 眼珠子转了转, 不知在想些什么。 哦, 你说李兄啊。 我与她在通天桥便认识了, 这恰好在洛花城遇到, 我便邀她前来, 好尽一尽地主之意。 东方汉学并没注意到东方新月的神色, 笑着解释道。 汉学哥, 那你们先忙,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东方新月俏皮地说道, 东方汉学笑着硬了下来, 但李南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东方新月怎么好像要使唤? 难道是我的错觉? 李南摇头笑了笑, 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能翻天了不成。 汉学兄, 玄黄界真的没人敢以大欺小吗? 李南突然开口问道, 李兄, 你就放心吧, 绝对没有哪个老不死的敢出手对付你, 除非他不想活了。 东方汉学笑着道, 有些不以为意。 李兄这是不信他啊, 那你们东方家族呢? 李南再次问道, 当然也不。 咦? 李兄你说什么? 东方汉学有些没? 反应过来, 没什么, 就想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大家族, 会不会一大欺小。 李南淡淡解释道, 哦, 李兄, 你放一百个心, 没人敢触碰借助大人的眉头。 东方汉学贪了贪手, 有些无奈, 他已经说了很多次, 这样我就放心了。 李南眉头舒展开来, 笑着说道,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李南正与东方汉学在院子里喝茶。 与喝酒不一样, 喝茶的东方汉学是一副享受的模样, 陶醉于其中。 李南特意拿出两片悟道茶叶, 一人一片, 使得东方汉学大为感动, 说他这辈子没遇到过对他这么好的人。 这可是悟道茶。 这是传说中的东西, 李兄竟然有, 不但有, 还愿意拿给他喝。 虽然只有一片, 但也珍贵至极。 李兄, 这悟道茶你可别拿给别人喝了, 防人之心不可恶。 东方汉学神情严肃, 文言, 李南一愣, 还是头一次见东方汉学这般模样, 看来悟道茶非同一般。 李南当即笑着说道, 汉学兄, 不瞒你说, 这悟道茶也是我偶然得知。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不过尝尝味道。 今天见汉学兄如此爱茶, 才拿了出来, 并未多想。 东方汉学文言, 心中大为感动。 李兄, 你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兄弟,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东方汉学一边夸李南的好, 一边倒自己的苦水。 李南善善一笑, 这算是自讨苦吃吗? 尽管难为情, 李南还是忍着鸡皮疙瘩, 听了下去。 不能辜负汉学兄的一片心意不适。 突然, 几个人闯了进来, 为首之人叫嚣道, 你们谁是李南? 快给我站出来。 李南并未急着答话, 而是看向东方汉学, 毕竟这是他的院子。 你们是谁? 竟敢闯我的院子? 东方汉学拍案而起, 出声怒喝。 王静的修为毫不保留地释放, 几人当即被压倒在地, 痛苦不堪。 他跟李兄喝茶, 喝得好好的, 他话还没说完, 这几人就这么, 闯进来也太不给他面子了。 要是传出去, 其他人怎么看他东方汉学? 你是? 原先开口的那人痛苦问道, 来我的院子, 竟不知我是谁?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 仔细喽, 老子是东方汉学。 东方汉学快要发狂了, 这里好像是他们东方家族的地盘吧, 怎么会有这种蠢货? 东方三少, 还请恕罪, 我等不是故意冒犯, 为首之人脸色一白, 赶紧道歉。 嗯? 东方汉学冷哼一声, 面露杀意。 我等是凤白李少爷的命来请李楠的。 那人不敢犹豫, 赶紧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生怕晚上半分就性命不保。 要是东方汉学杀了他们, 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 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谁让他们擅闯东方汉学的院子? 滚吧。 东方汉学用力一甩袖子, 将几人扫出院子。 李兄, 真是抱歉。 东方汉学拱了拱手,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是他邀请李楠来做客, 如今发生这种事,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妨。 李楠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 他也知道这不是东方汉学的错, 东方汉学并不知情。 李兄, 还请你别跟星月一般计较, 我代他向你道歉了。 东方汉学认真行了一礼, 他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李楠再三确认 东方家族会不会以大欺小, 感情是星月妹妹这里出了岔子。 汉学兄, 你这就见外了, 这等小事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李楠笑着说道, 东方汉学健壮也放下心来, 悄悄松了口气。 他看得出来, 李兄是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原来是东方星月放出话, 说李楠是他的男神, 想要得到他的青睐, 必须证明自己比李楠优秀。 而百里庆那家伙刚好喜欢东方星月, 再加上脑子一根筋。 自然就受到了东方星月的蛊惑, 来刺找李楠的麻烦。 只不过这些手下太不会办事, 或者说没有脑子。 能被东方星月拿出来当挡箭牌的人, 能是简单之人吗? 没看到就他们几人来了, 别的势力明显没上这个当。 第六十四章, 莽夫, 头号大敌。 东方汉学将来人赶走后, 二人又坐下喝茶。 不过二人的心思都不在喝茶上。 汉学兄, 百里庆是何许人也? 李楠思绪纷飞, 刚来玄黄大陆又得罪一人。 他虽然不畏惧, 但多少有些麻烦。 百里庆那小子就是一根筋, 俗称没脑子, 或许正是这份心性, 让他在修行上静静极快, 天赋一柄。 东方汉学说话喜欢长篇大论, 爱用事实举例。 李楠这几天已经习惯了, 要是东方汉学说话声再小一点就好了, 那样不至于太吵。 汉学兄, 照你这样说, 百里庆那小子也不应该直接找我麻烦才是。 难道是受人挑拨? 李楠眉头微皱, 如果百里庆真是直来直网之人, 那他应该自己就上门了。 而不是派几个实力差劲的手下。 这里是东方家族, 不是他百里家族。 他作为百里家族的子弟应该很明白这一点, 不太可能主动上门挑衅。 而他派来的人竟然连东方汉学都认不得, 这太不应该。 这事确实透着古怪。 东方汉学听李楠这么一说, 也感到有些不对劲。 那几个连他都不认识的人, 是怎么知道李楠就在这个院子? 百里庆这个莽夫又为何不亲自前来? 哼哼, 谁要是敢挑拨东方家族与百里家族之间的关系, 定要他付出代价。 东方汉学冷笑一声, 眼里露出冷意。 若不是李兄提醒, 他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弯弯绕绕。 看来是有人见不得东方家族好。 汉学兄, 不如我们去看看百里庆。 我倒是对你口中的莽夫有些好奇。 李楠但笑着说道, 谋中含义一闪而过。 竟然有人敢利用他, 真当他是好欺负的不成。 若不是跟东方汉学聊了下百里庆, 估计他就成别人手中的刀了。 他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事情。 李楠跟着东方汉学来到一处广场, 这里聚集着许多年轻一辈, 大多是为东方心悦而来。 当然也有来凑热闹的, 这样的人向来不在少数。 也有的人不怀好意, 想方设法搞破坏。 如同下水道见不得光的老鼠, 专门使些下三滥的手段。 李兄, 正在鄙视中的那人就是百里庆, 赤手空拳的那个。 东方汉学面朝鄙视的两人说道, 哦? 李楠一正, 这百里庆果真如东方汉学说的那样,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莽夫。 应接对手的攻击, 也不在乎受的伤, 静止冲上去硬钢, 挥起拳头就是一通乱伦。 百里兄, 在下认输。 百里庆对面那人, 见到百里庆这么忙, 被揍一顿后赶紧大喊认输。 百里庆健壮, 便停下了手。 星悦, 我又赢了。 百里庆转身, 咧着嘴露出一口大白牙, 对着人群中的东方星悦大喊, 就像一个讨要夸奖的小孩。 东方星悦无脸, 露出姨母笑, 她好尴尬。 她实在对百里庆这莽夫没有兴趣, 但百里庆自从见到她后, 就不依不饶, 死缠烂打。 真头痛。 百里庆健壮, 心中大喜。 因为她看到东方, 星悦对着她笑了, 咧着嘴傻笑的不停。 百里庆心想, 是不是多赢几场, 星悦就会对她刮目相看, 然后同意她的提亲。 下一个, 还有谁? 百里庆放声大喊, 此时的她已经被东方星悦冲昏了头脑, 只想用尽全力博取家人一笑, 若是可以将家人娶回家, 就更好了。 百里庆话音刚落, 场中响起一阵唏嘘声。 她显然犯了众怒, 使得众人同仇敌开。 百里庆, 你也太嚣张了, 我玉天锐来占你。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 接着, 一个手持长枪的青年出现在百里庆对面。 这青年面色冷漠,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正是玉天锐。 场中顿时出现一片哗然, 显然玉天锐也是有名气在身, 有不少人认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没想到玉天锐上场了, 百里庆那小子有对手了。 是啊, 两人都是天娇, 也不知道谁更厉害显。 哼, 百里庆那小子怎么可能是玉天锐的对手? 那小子还是太年轻了显, 玉天锐可不输任何同辈天娇。 咦? 听到玉天锐的声音后, 李楠有些惊讶。 这玉天锐也是上了通天榜之人, 他还与之交过手, 结果自然是他胜了。 不过, 玉天锐的枪术使得出神入化, 让人防不胜防。 若不是他的手段更多, 更厉害, 玉天锐怕也没那么轻易败贝。 玉天锐? 我听说过你, 今日我倒要看看登上通天榜的人, 是不是真的天赋一柄, 是不是真有实力。 百里庆的话语有些轻挑, 但他的神情已经凝重起来。 玉天锐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 他就感受到一股霸道凌厉的气势, 与上一场的对手完全不一样。 如果他还像之前那样不顾伤势, 做一个莽夫的话, 很可能要交代在这里。 待会你就知道了, 玉天锐的话语不多, 眼睛紧紧盯着百里庆。 百里庆健壮, 也不敢拖打。 直接拿出一把开山斧, 双手紧握, 神色凝重地盯着玉天锐。 百里庆竟然拿武器了, 看来玉天锐让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肯定, 玉天锐可是上了通天榜的。 虽然百里庆也可以登上通天榜, 但他应该还不是玉天锐的对手。 可不要小觑百里庆, 他只是不屑上榜, 否则通天榜必有他一席之地。 快看, 玉天锐主动压下修为, 与百里庆一样都是动天经六重。 百里庆见玉天锐主动压下修为, 顿时一怒, 他觉得玉天锐看不起他。 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也不废话, 直接手握开山斧朝玉天锐劈去。 玉天锐不敢大意, 使用长枪一挡。 顿时, 一股距离传来, 让他五脏六腑都略微震动, 吃了个暗亏。 这让玉天锐大惊, 心中暗道, 这小子好大的力量。 玉天锐接下来不敢应接百里庆的正面攻击, 开始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对付百里庆。 情况, 马上便有了好转, 不再被苦苦压制。 随着玉天锐利用自己的优势, 将枪用的出神入化。 百里庆渐渐落入下风, 身上开始出现伤口。 这反而激发了百里庆的血性, 不顾自身伤势, 也要从玉天锐身上撕下一块肉来。 正所谓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而现在的百里庆就是又硬又横, 还不要命。 一时间玉天锐被百里庆压着打, 任何招式似乎都不管用。 面对无脑莽的百里庆, 玉天锐是有苦说不出。 不就是鄙视吗? 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玉天锐想不通, 百里庆这小子怎么跟他拼命。 其实这也不怪玉天锐, 百里庆本来就想在东方心悦面前表现一番。 恰好玉天锐跳出来坏打好事, 再加上这蟒夫的性子, 能不跟他拼命才怪。 算了, 不跟这蟒夫打了。 真不知道, 我站出来做什么? 白叔给这蟒夫一场。 玉天锐冷漠的脸庞变得有些郁闷, 这不他压得找最瘦吗? 还有这蟒夫, 一场比适至于拼命吗? 不打了, 不打了。 玉天锐骂骂咧咧, 他很想说一句, 不是我不愿意打, 是这小子不要命, 为了一场比适拼命不值当。 哼, 百里庆冷哼一声, 脸上闪过不屑之色, 似乎在说, 就这。 玉天锐见状, 生生忍住在打一场的冲动, 一言不发离开了此地。 这, 厂商众人面面相去, 唏嘘不已。 他们也看出来了, 不是玉天锐打不过, 是百里庆这小子玩命。 众人看向百里庆的眼神怪怪的, 一场比适竟然把赫赫有名的玉天锐搞破坊。 此前断言, 玉天锐赢的人更是面色不善地看着百里庆。 新月, 你看, 我又赢了。 百里庆开心地像个孩子, 忽视了在场所有人, 只想得到东方新月的另眼相看。 啊, 东方新月也不知说什么好, 心中甚至在想, 谁去把百里庆揍下来就好了。 忽然, 他眼睛一瞥, 顿时看到了东方汉学与李南二人, 然后眼珠子一转。 嗨嗨, 百里庆,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 李南是我的男神, 除非有人比他更优秀, 不然我不会同意任何人的提倾。 文言,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就有人问李南是何方神圣。 接着就有人给他们科普, 李南是一个连续挑战通天榜四千多位天骄的狠人, 连玉天锐都不是他的对手。 连续挑战四千多位天骄, 玉天锐都不是对手。 哗, 众人顿时惊了, 难怪东方新月看不上众人, 原来是有这么个妖孽在。 而白里庆听到东方新月的话后, 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李南, 又是李南。 白里庆喃喃自语, 这些天他已经听到过很多次李南这个名字了。 一开始, 他并不在意这个人, 直到东方新月放出话, 他才开始重视李南。 不管你是谁, 我都会将你打扮, 只有我才配得上新月。 白里庆已经将李南当成头号大敌。 他觉得李南要是知道东方新月这么想的话, 肯定会和他一样, 不顾一切朝东方新月奔赴而去。 第65章 你先救谁? 李南身边东方汉学面色古怪, 有些欲言又止。 汉学兄,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你一直盯着看, 李南没好气到, 东方新月这小丫头当着他的面, 给他拉仇恨。 要不是知道他没有恶意, 非得教训他一顿不可。 李兄, 我觉得吧, 你跟新月在一起, 挺好的。 东方汉学善善说道, 有些尴尬。 你说啥? 李南一经, 东方汉学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我拿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让我做你妹夫。 李兄, 嗨嗨, 东方汉学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下子盖住了。 新月, 我一定会打败李南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比他优秀。 这时, 白李庆中二的声音突然响起, 脸上斗志昂扬。 没错, 他这时候又开始幻想了。 新月一定是在给我考验,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新月, 你的良苦用心, 我会记住的。 李兄, 你不上去让他见识一下人间的险恶? 东方汉学在一边偷笑, 白李庆纳莽夫还不知道郑主就在这里, 若是让他知道的话, 也不知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这有什么好趣的? 无聊。 李男瞪了东方汉学一眼, 这家伙还偷笑, 真以为他没发现。 哦? 白李庆, 你确定要证明给我看? 东方新月眨了眨眼, 面色有些古怪。 按道, 白李庆这家伙也太配合自己了, 都不忍心打击他。 当然。 新月, 我说到做到。 白李庆昂首挺胸,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新月果然是在意我的, 目的就是想让我变得优秀, 我一定不能辜负新月的良苦用心。 李兄, 看来你不上, 你要上了。 东方汉学面色古怪, 嘿嘿一笑。 李男有些无语地看了东方汉学一眼, 这家伙就不念着他一点好, 他还给了这小子一片悟道茶叶。 真是浪费。 果然, 东方汉学话音刚落, 东方新月的声音传了过来。 白李庆, 李男就在现场, 那你们先再比比。 同时, 东方新月的目光也看向了李男, 脸上有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李男面皮一抽, 果然为女子与小人男养野。 这丫头骗子也太记仇了。 白李庆的眼神也随着东方新月的目光看了过来, 直呼道, 李男是吧? 快给我比一比, 我要证明我比你优秀。 众人的目光纷纷聚集在李男身上, 充满好奇。 没想到这个传闻中的人物就在此地, 看起来就不是凡人。 果然是个莽夫,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这是李男对白李庆的评价。 李男眼珠子一转, 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翘起。 我为什么要跟你别? 李男平静地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没想到李男竟然会拒绝, 这可是抱上东方家族这条大腿的好机会。 而且看样子, 东方新月对他本身就存在好感, 只要他愿意, 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如今, 他竟然拒绝比试, 东方家族可不会选一个胆小懦弱之人做姑爷。 因为我要挑战你, 要证明我比你优秀。 白李庆李直气壮道, 他觉得就是这样, 这么说没毛病。 李男未知气节, 这家伙也太耿直了, 准备好的话硬是没一点用。 可是我不想跟你别, 李男只好换种说法。 为什么? 这一下让白李庆梦了。 他不跟我比, 怎么办? 不行, 你必须跟我比。 白李庆大声道, 表情有些抓狂。 好啊, 我可以跟你比, 就算认输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李男顿了顿, 假装思考。 好, 你问。 白李庆见李男肯答应比试, 别说几个问题, 就算一百问题, 他也会回答。 他已经在想, 要不要把老爹穿什么颜色的内裤, 也说出去了。 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派人找我麻烦? 李男没有直接说, 而是传音到白李庆的耳中。 而后, 便紧紧盯着白李庆的眼睛。 没有, 快点下一个问题。 白李庆虽不知道李男为什么要用传音, 但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多想。 他只想李男快点问下一个问题。 好, 那我要问了, 你且听清楚了。 李男看见白李庆的神色, 就知道他没有撒谎。 看来是真有人以白李庆的名义找他麻烦。 是想借他之手, 除掉白李庆? 还是想借机挑起白李家族与东方家族的矛盾? 快问, 少啰嗦, 新月已经等不及了。 白李庆有些不耐烦, 三句不离东方新月。 李男翻了个白眼, 他算是看出来了。 白李庆这小子, 就是个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不知道吗? 嗨嗨, 你听着。 请问, 有一天你娘和东方新月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李男不怀好意地笑了, 很灿烂。 白李庆, 他们都会飞。 李男, 不, 假设他们都不会飞。 白李庆, 我同时救两个。 李男, 不, 你只能救一个, 另一个会被淹死, 你选择救谁? 白李庆, 我。 小样, 还想跟我斗? 李男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双手父辈, 仰望天空。 白李庆, 你快说啊, 你选择救谁? 东方新月也被李男的问题勾起了兴趣, 他想知道白李庆的答案是什么。 不仅东方新月如此, 场中的众人都好奇地看着白李庆。 新月, 我。 白李庆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这两个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但是只能救一个, 他真的不知道选谁啊。 只能说出这道题的人真的变态。 看着东方新月期待的表情, 白李庆心里很是焦急。 娘, 这只是假设, 为了你儿子的幸福, 我只能痛苦并快乐地选择新月了。 白李庆心里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心里跟他娘说了声抱歉。 新月, 我当然是选你了, 这还用说。 白李庆露出一副自认为帅气迷人的模样, 深情地说道。 呸, 生你养你的娘都不救, 没孝心。 东方新月毫不留情, 虽然心里有些窃喜, 但脸上却是寒霜密布。 新月, 那我选择救我娘。 白李庆连忙道。 呸, 口口声声说在乎我, 结果都不愿意救我, 你就是骗人的。 东方新月别过头, 生气地说道。 我我我, 新月, 我选择救你。 白李庆语无伦次, 满头大汗, 心里大急。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逆子, 你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女声突然响起。 众人齐齐打了个寒颤, 这声音太特么吓人了。 娘, 你听我说。 白李庆缓缓转过身子, 欲哭无泪。 说? 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是选择救新月吗? 乌梦月面色冰寒, 脸上似不了一层阴云。 他刚刚可是听得很清楚, 自己儿子的第一选择竟然是救东方新月, 这让他这个当娘的情何以堪? 我, 白李庆哑口无言。 你什么你?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回去再教训你。 乌梦月诞生说道, 也不知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 反正在白李庆看来, 他娘是真生气了, 回去一顿鞭子炒肉是少不了了。 白李庆低着头, 苦着脸。 他现在还在想那个问题的答案。 他头一次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我真的很笨? 李楠? 乌梦月带着打亮的眼神, 心中有些惊讶。 他竟然发现, 看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 前辈? 李楠拱了拱手。 你很不错。 乌梦月留下这么一句眉头目尾的话, 就带着白李庆离开了。 李楠有些纳闷, 难道就是专门夸自己一句? 乌梦月两人走后, 场中又开始喧哗起来。 我和你娘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一个女孩突然对一个男孩问道, 那你想要我就谁? 你让我就谁我就就谁? 那男孩脑光一闪, 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哼, 梅主见, 我们分手吧。 说完, 女孩扬长而去, 留下男孩一人在风中凌乱, 使得周围人面面相去, 然后颇有默契, 同时点了点头。 他们决定打死, 也不能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他们的婆娘也问他们, 那该怎么办? 然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件, 世中就是传了出去。 有的男人, 还是很聪明的, 决定先下手为强, 走女人的路, 让他们无路可走。 结果, 你一个男人, 竟然不会游泳, 还要我就…… 不过了, 分手。 李兄, 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东方汉学, 好奇地问道, 他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甚至想, 这个问题, 是人该问出来的吗? 要什么女人,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李男审然一笑, 他还不知道他问的这个问题, 会给玄黄界的男人, 带去怎么样的后果。 对哦, 东方汉学听到李男的话后, 眼前一亮。 怪不得李兄这么变态, 原因在这啊。 李兄, 但是我, 还是想知道答案。 东方汉学摇摇头, 为了避免被人问到这个问题, 还是把答案问清楚得好。 李男瞥了东方汉学一眼, 然后缓缓说道, 在我们那, 如果你娘和你女人同时掉水里, 你必须救你娘, 不然是犯法的。 他说, 你可明白。 李男高深莫测地说道, 哦, 李兄,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东方汉学似乎真的听明白了, 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第66章。 邪魔? 黑衣人? 自白李庆被乌梦月带走后, 往场众人没有人主动去挑战李男, 生怕李男在问出什么离谱的问题。 这个问题, 已经将他们逗怕了。 东方心悦兴致缺缺, 本想让李男下场, 结果弄出了这么个事。 不过结果是好的, 至少白李庆被乌梦月带走了。 李男见状, 这场年轻人之间的聚会也没什么意思。 至于东方心悦招亲, 似乎就像一个幌子。 除了白李庆那家伙, 场中众人的反应并不强烈。 本想看看是谁在暗中搞事情, 结果啥也没发现。 于是, 李男与东方汉学二人便离开了此地。 刚回到院子不久, 就有一人找上门来, 来人是东方汉学的堂兄。 是东方汉学二伯的儿子, 名叫东方修明。 汉学? 这位便是李男兄弟了吧。 东方修明先是和东方汉学打了个招呼, 然后朝着李男说道。 二哥? 东方汉学有些不明所以。 正是。 李男点点头, 有些纳闷, 这人看起来是找他的。 哈哈。 李男兄, 别误会, 我来找你没别的事情。 之前不是有人打着白李庆的旗号找你麻烦吗? 现在, 东方修明先是说明了来意, 而后把有关事情清楚说了一遍。 闻言, 东方汉学大吃一惊, 师生说道, 二哥, 你是说邪魔死灰复燃, 还在玄天大陆, 甚至玄黄界有了一定的根迹。 东方修明面色凝重, 只是轻轻点头。 而后说道, 这次事件, 很有可能是邪魔在背后搞鬼。 李男意识神情凝重, 关于邪魔他在东周大陆的时候便知道了。 没想到玄黄界也有邪魔的存在, 还在暗中发展, 积蓄力量。 邪魔有多么可怕, 他是知道的。 那该如何应对? 李男问出了他目前最想知道的问题。 他在玄天大陆就是孤身一人, 没有任何帮手。 能发挥的力量有限。 目前各方势力已经联合起来, 只要邪魔敢冒头, 必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既然能消灭他们一次, 就能消灭他们第二次。 东方修明的语气很自信, 并没有将邪魔放在心上。 对了, 李男兄, 汉学, 你们别把这件事说出去了。 东方修明严肃地说道, 这件事知道的人有限。 如果传出去, 邪魔得知情况后, 将变得更难对付。 如今邪魔有了冒头的念头, 他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将邪魔一网打尽。 否则, 等邪魔继续潜伏, 到时候将会更加可怕。 李男与东方汉学二人重重点头, 这件事, 就算东方修明不说, 他们也不会传出去。 估计这件事, 只在部分大事里才知道, 因为要防止邪魔。 若说玄天大陆没有邪魔的走狗, 这是谁都不信的。 东方修明走后, 李男面容严肃, 这件事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他还未成长起来, 左右不了大事。 逞强的话, 只会被大事碾碎。 虽然东方修明的话语中, 很是自信, 但他可是见过 破望神童与邪魔战斗的场面。 无数生灵成为邪魔的粮食, 被邪魔无情斩杀。 就连破望神童的原主人, 都被逼自暴而忘。 他并不乐观, 邪魔竟然敢露头, 说明他们准备的, 差不多了。 李男只感觉时不我待。 他必须快点变强, 不论是东周大陆的敌人, 还是邪魔, 都只有变强才能解决。 李青思路后, 李男悄悄松了口气, 他的目标就是变强。 李兄, 别紧张, 邪魔只是小意思了。 东方汉学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与东方修明一样, 对于邪魔不以为意。 但愿吧。 李男没有过多解释, 只希望真如东方汉学所说。 否则的话, 玄天大陆怕是要生灵涂炭。 汉学兄, 邪魔之事不可小觑, 定要放在心上。 李男面容严肃, 有必要提醒一下东方汉学。 李兄, 你放心, 我会记心上的。 东方汉学一愣, 这还是他头一次见李男这么严肃。 难道邪魔真有那么可怕吗? 看东方汉学的神情, 李男便知道他并没有听进去。 实在是玄黄剑安逸太久了, 许多人都不把邪魔放在心上。 如果他没有见过生灵被屠戮的场景, 恐怕他也不会将邪魔放在心上。 或许, 在他们眼中, 邪魔仅仅是那些 为了修炼不择手段的人, 或是杀人放火之人。 他们哪知道真正的邪魔是什么样的。 告别东方汉学后, 李男再次来到洛华城。 不得不说, 这里的景色很美, 让他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 忽然, 他整个人被黑雾笼罩, 但周围人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似乎李男并不存在。 谁? 李男大惊, 他不知怎么就中了招。 呵呵呵, 他耳中传来一阵沙哑的笑声。 哼, 李男冷哼一声, 旋即用破旺神童看去。 只见黑雾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处阵法禁止。 而他正被困在阵法内。 这阵法并没有攻击的能力, 只有困人知晓。 而且也困不了多久。 阵法另一边, 正有一个身穿黑袍的人, 眼睛冷嗖嗖盯着他看。 这黑衣人明显不知道李男已经发现了他, 只以为李男受惊妄看。 哼, 只是个黄镜罢了。 李男心中暗道, 不过没有露出异常。 继续装作, 没有发现黑衣人。 李男, 神魂禁九重, 通天榜排名5212, 因天赋过高, 被东周大陆之人忌惮, 被各大势力联手为杀。 而后逃到玄天大陆, 黑衣人的声音再次传进李男的耳中。 你是谁? 李男又惊又怒, 这人竟然将他调查得那么清楚, 实在可怕。 他在东周大陆的经历, 只告诉过东方汉学一人。 而东方汉学并不是大嘴巴。 那这黑衣人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有什么未知的手段? 突然, 他想到了邪魔。 难道眼前这黑衣人, 就是邪魔的走狗? 你别管我是谁, 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 呵呵呵。 黑衣人起了细耍的心思, 笑声如磨牙一般, 非常刺耳。 你既然知道这么清楚, 又何必来问我, 说说你的来意? 李男并未慌乱, 淡淡说道。 呵, 果然是位不同寻常的天骄, 我是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黑衣人对于李男的表现很满意。 如果有这样的人加入他们, 他们以后的实力也会更加强大, 计划也能更容易实施。 第67章, 信邪神, 得永生。 在与黑衣人交谈的过程中, 李男偷偷用系统查看了一下黑衣人。 果然如他所料, 此人体内有一丝邪魔的气息, 这气息连大成的破网神童都看不出来。 难怪能在玄天大陆潜伏。 弄清楚怎么回事后, 李男瞬间有了个计划, 他打算顺藤摸瓜。 哦? 那你们是谁? 李男听到黑衣人是邀请他加入他们后, 反而不急了, 说不定能打入他们的内部。 你不用管我们是谁? 黑衣人不愿多说, 就算有大阵再也不敢多说。 那我为何要加入你们? 李男饶有兴致地问道。 果然, 听到他的话后, 黑衣人冷笑几声。 开口道, 我们可以为你报仇, 帮你杀了东周大陆所有的敌人。 黑衣人说完, 便不再说话。 李男文言, 则是思考了起来。 在黑衣人看来, 这才是正常的, 他也不急着要答案。 这阵法禁制还有半个时辰才消失, 完全来得及。 若是李男不答应的话, 就只能用强的, 没有人能挡住邪神的力量。 李男的脸色殷勤不定, 似乎在犹豫。 终于, 李男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然后缓缓说道, 我要如何相信你们有能力替我报仇? 哼哼, 加入我们之后, 你自然会知道。 至于现在, 你可没资格知道。 如果你加入我们, 是要我们帮你报仇, 还是你自己报仇, 都随你。 黑衣人心情大好, 似乎确定李男会加入他们。 在他看来, 一个身负如此仇恨之人, 不可能拒绝报仇的诱惑。 李男咬咬牙, 面色坚定下来。 狠狠说道, 好, 我加入你们, 仇我要自己报。 哈哈, 这样才对嘛。 黑衣人大笑出声, 然后出现在李男面前。 李男顺势一惊, 装作被他气势吓到的模样。 黑衣人很满意李男的表现, 身上气势一收, 便恢复正常。 将他扶下去, 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黑衣人拿出一颗黑色的丹药, 上面有丝丝邪恶的气息环绕, 似乎能影响人的心神。 李男没有犹豫, 接过丹药, 直接吃了下去。 这丹药他用系统看过了, 并不是毒药, 而是蕴含一种邪恶的气息, 跟黑衣人体内的同源。 而他体内有鸿蒙紫气的存在, 他并不担心, 这丹药会对他造成影响, 实在不行, 还有系统。 黑衣人满意点了点头, 这下彻底放心下来。 扶下丹药后, 李男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竟然得到了缓缓的增长。 这让他有些错愕, 然后看向黑衣人。 这颗丹药并不是毒药, 想必你也感受到了, 这里面蕴含邪神的一丝力量, 比其他人修炼的能量可是要高出几个档次。 就算天赋一般的人扶下这个丹药, 他也会变成一个天骄。 黑衣人显然看出了李男的亚异, 便耐心解释了一下。 说到邪神时, 更是面露尊敬, 很是激动。 接着又给李男简单说了一些情况。 不过, 都不是什么重要信息, 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李男按暗记下黑衣人说的消息。 李男加入后, 黑衣人显得很是高兴, 看李男的目光都柔和了几分。 你还没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事例? 李男淡淡开口, 语气有些冰冷。 呵呵,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邪神最忠实的信徒, 在邪神的带领下, 我们将会获得更强的力量。 黑衣人对于李男的反应并没有生气, 在他看来, 这都是正常的, 天骄都有脾气。 况且, 以李男的天赋, 以后李男比他更能得到邪神的重视。 他对李男也更加和善起来。 你记住, 邪神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大帝在邪神面前都是随手可灭的蝼蚁, 信邪神得永生。 黑衣人面露狂热之色, 仿佛邪神就是他的主宰。 信邪神得永生。 李男男男道, 这是谁想的中二口号? 没错, 邪神是最伟大的存在, 将会一统万节。 黑衣人对于李男的反应并不奇怪, 任谁知道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存在后, 都会是这个表情。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李男问道, 自然是暗中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特别是天骄, 尽可能多邀请天骄加入我们, 这对我们的计划很重要。 黑衣人目光闪烁, 跟李男讲明情况。 若是失败了, 不会暴露吗? 李男哑然问道, 哼, 没那么容易失败, 只要他们服下神丹, 就不可能失败和暴露。 黑衣人冷冷道, 神丹就是刚才李男吃下的那一刻。 闻言, 李男一惊, 难道还有什么, 他不知道情况? 于是, 李男沉下心神, 发现随时都可以将那道气息驱除出去后, 才安下心来。 看来我与他们不一样。 李男按道, 这就是他的优势, 已经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只要获得信任, 取得更多消息, 那么邪魔对他就造不成威胁。 李男打算再试探一下。 斟酌一番后, 李男说道, 此前是不是你们的人装作百里镜的人找我麻烦? 呵呵, 没错, 不过他们可不是我们的人, 只不过是炮灰罢了, 死了也没关系。 黑衣人大大方方承认了, 李男都是自己人了, 没什么好隐瞒的。 可是我听说有人知道这是我们的人做的, 他们还联合起来, 准备将我们一网打尽。 李男愣了愣, 继续说道, 黑衣人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 没想到李男竟然知道这么多。 呵, 这都是我们放出去的消息, 邪魔是邪魔, 我们是邪神大人的人。 至于他们联合起来, 呵, 我们也知道消息。 并且里面就有我们的人。 黑衣人淡淡说道, 李男既然能说这件事, 说明他还是能相信的, 多告诉点无关紧要的消息也没关系。 还能和李男打好关系。 虽然他现在是黄静修为, 但天赋可没李男好, 要不了多久李男就会超过他, 说不定到时候他还要抱李男的大腿。 哦, 信邪神得永生。 李男有些惊讶, 为了防止黑衣人看出破绽, 然后喊上了一句口号。 果然, 黑衣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再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 陆明也是我们的人。 黑衣人神秘地说道, 他正是从陆明那, 才知道了李男来悬天大陆的消息。 然后, 经过他们的人弄明白了李男的一些事情。 这才敢出现在李男面前邀请他的加入。 第六十八章, 东方修明, 陆念。 文言, 李男大为震惊。 他万万没想到, 陆明竟然是邪魔的人。 他还与陆明鄙视一番, 竟没有发现丝毫问题。 看来以后要多用系统进行查看, 不然会出大问题。 他现在甚至在想, 东方汉学是不是邪魔的人, 还有东方修明。 东方修明给出的消息看似正常, 但既然是秘密, 怎么可能就这么告诉他了? 难道东方修明也是邪魔的人? 不想不要紧, 亦想吓一跳。 东方修明也是我们的人? 李男盯着黑衣人的眼睛, 冷声问道。 呵呵, 黑衣人眼中再次闪过意外之色, 略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都能被李男猜出来。 于是, 他将黑色面纱接下。 出现在李男面前的, 赫然是东方修明。 看着这张熟悉的脸, 李男的心里五味杂陈。 这特么的。 惊喜是一个接一个。 若不是有系统, 他怕是会被耍得团团转。 修明兄, 你这? 李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呵呵, 李男兄, 以后我们就一起共事了。 东方修明看到李男这副模样, 也没当回事。 他此前加入邪神麾下的时候, 他的表情跟李男一样, 甚至比李男还要夸张。 只能说, 这都是天意。 不知汉学兄加入我们了吗? 李男突然问道。 这也太可怕了。 若是东方汉学也加入了他们, 他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东方汉学。 是杀, 还是不杀。 他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选择。 东方汉学对他来说, 算是朋友。 尽管他话多了点, 但为人很不错。 在李男艰难的等待中, 东方修明摇了摇头, 唏嘘道, 汉学他并不是我们的人。 文言, 李男心里大大松了口气。 至于东方修明, 为什么没将东方汉学拉进来? 他没有问。 只要东方汉学不是邪魔的人便可。 李男本想多问些问题, 结果东方修明说他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李男兄, 放宽心。 邪魔是什么? 什么又是邪魔?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就拿你来说, 东周大陆的那些人跟邪魔合意? 他们因你天赋出众, 便想趁你弱小将你抹杀。 如果没有通天桥呢? 你又该如何? 是不是已经成了亡魂? 哪有我们如今相见之日? 东方修明见李男这般复杂模样, 竟掏心窝子跟李男讲起了大道理。 道理虽然人人都懂, 但没人提点, 无视刺激。 道理也仅仅是道理。 李男兄, 什么是魔? 在我看来, 人心便是魔。 如果你拥有滔天的力量, 站在世界巅峰, 那你的话就是道理, 更没人管你是邪, 还是魔。 东方修明苦口婆心地说着, 看得出来他也是这么想的。 李男兄, 不必想那么多, 你历经的事情还少, 且向前走, 往后自然会明白我说的话。 东方修明见李男在苦苦沉思, 说完一通话后便转身离去。 能领悟多少, 就看李男自己了。 李男站在原地, 额头冒着冷汗, 心里掀起滔天大浪。 东方修明的这些话, 将他的三观阵的粉碎, 他还觉得很有道理, 甚至很是认同。 那是邪, 那是魔呀。 那他为什么会认同呢? 李男自己也不知道, 或许东方修明说的是对的, 他还年轻, 经历的还少。 或许往后, 他会想明白。 此刻, 他的三观正在重塑。 东方修明的话, 终究是影响到了他。 过了两久, 李男轻轻呼出一口气, 眼神恢复了清明。 而后, 踏着轻快的步伐, 离开了这座万花飞舞, 美丽绝伦的城池。 邪也好, 魔也罢。 既然存在, 总归是有其道理在。 既然可以使用, 为什么不用? 东方修明说得对, 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 就不用瞻前顾后。 东周大陆的那些人, 也不敢对我动手。 长河界, 青云世界。 陆无双等人, 离开东周大陆后, 便朝青云世界而去。 几经辗转, 陆无双几人终于到了青云世界。 少爷, 我们终于到了。 小青叫苦道, 天知道他们为了赶路, 有多么辛苦。 是啊, 终于到了, 咕咕应该有救了。 陆无双喃喃自语, 眼中有复杂之色闪过。 红衣奇怪地看了眼陆无双, 但也懒得多想。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变强。 仙凤山。 是青云世界赫赫有名之地, 传说中有奉在此地雨化飞升。 这里是东河玉陆家的祖地, 而陆无双几人此行的目的地, 就是这里。 不多时, 陆无双几人的身影, 便出现在远处的天空中。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三人的身影游远极近。 最终出现在镜前。 恰好, 仙凤山点有两人助力。 一人满头银发, 面色憔悴, 气息微弱。 一人满头青丝, 神情恍惚, 眼角还有未擦干的泪珠。 但从面容可以看出来, 二人都是风华绝代之人。 他们一眼便看到了前来的三人。 陆无双三人也看到了他们二人。 大郭, 小郭。 陆无双率先打了声招呼, 行了一礼。 满头银发的是她的大姑, 名为陆念。 满头青丝的是她的小姑, 名为陆星。 只不过陆星看起来比她还小, 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吴双? 你怎么来了? 陆星有些惊讶, 有些好奇。 回小姑, 我是为了大姑而来, 我想应该可以救治大姑了。 陆无双声音有些颤抖, 他一直来都想着一件事, 就是治好大姑。 当初李南让他服用酒转到单的时候, 他还犹豫要不要将其给大姑? 只不过是李南交给他疗伤用的, 才不敢私自做主。 本来他们是打算先去域外战场, 进行磨练。 前些十日听到大姑身体突然虚弱后, 他便急忙朝青云视界而来。 你说什么? 陆星尖声叫道, 眼睛直勾勾盯着陆无双。 陆念也看着陆无双, 心中生起一丝稀迹。 万一无双说的是真的呢? 那他就可以去见他日丝夜想的人了。 小姑, 我是说大姑有救了。 陆无双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颤抖着说道, 快呀, 那你还不快就, 愣着做什么? 陆星着急大吼, 他真怕这个大姐突然就磨了。 要知道, 今天他大姐的气色已经很虚弱, 若不是觉得他时日无多, 怎么也不会让他来此地。 第69章, 李南是我弟弟。 因为陆念伤的是本源, 一身本源去了十至八九, 几乎耗尽。 他们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 但都没办法治好陆念, 甚至连好转都做不到。 只能是尽力拖延时间。 陆无双闻言, 不敢犹豫。 他也发现大姑几乎游进灯窟, 要是再耽误下去, 可能就出事了。 于是, 陆无双从储物空间内将李南交给他的圣接, 地阶丹药都拿了出来。 不仅如此, 还有十片悟到茶叶。 只要他认为有用的东西, 全部被他一股脑拿了出来。 陆星看着陆无双拿出来的东西,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大姑, 这些都是地阶丹药, 你试试看, 能不能治好你的伤势, 哪怕有好转也行。 陆无双快速说道, 陆星见陆念愣在原地, 顿时就知道陆念这是在想着家族, 这丹药怕事不会轻易服用。 毕竟陆无双只是让他试试, 并不知道具体效果。 若是没有效果的话, 那就浪费了, 还不如留给家族。 而地阶丹药珍贵至极,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炼制地阶丹药了。 现存的地阶丹药都是以前留下来的, 每一颗都无比珍贵。 大姐, 得罪了。 陆星轻声说道, 然后轻易将陆念制住, 拿起地阶丹药一颗一颗往陆念嘴里送。 他才不管地阶丹药对家族有多大用, 他只想救回她的大姐。 他也不担心陆念的身体承受不住, 因为陆念的体质是冰凤神体, 本身具有涅槃的能力。 但由于本源亏空耗尽, 一身大地修为低至谷底, 如今连圣人都不如。 而地阶丹药本身就有造化之力, 就算不能治好陆念的伤势, 为他延续寿命还是可以做到的。 万一以后就有办法弥补本源, 重活一世呢? 随着地阶丹药不断地吞服, 陆念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好起来, 由苍白变得红润。 为了保险起见, 陆星将陆无双拿出来的20多颗地阶丹药 全部给陆念服了下去, 而后便全力助陆念炼化药力。 由于陆念原先就是大地修为, 地阶丹药的炼化本身就没有难度。 他的身体犹如酒汗缝甘铃, 随着丹药不断被炼化, 本源竟在慢慢地恢复。 不仅陆念感觉到了, 陆星和陆无双二人也感受到了。 陆无双与陆星二人大喜, 这丹药有用, 非常有用。 陆念心中很是感动, 这么珍贵的丹药竟给他一个将死之人使用。 吴双, 谢谢你。 陆念轻声说道, 他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正在好转, 修为也在慢慢地恢复。 大姑, 其实这些丹药都是公子赐予我的。 陆无双有些不好意思。 哦? 陆星与陆念二人闻言, 看了过来。 公子名为李南, 是东周大陆的人。 当初我觉得他是天命之人, 便跟随与他。 而后, 陆无双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再说到李南登上通天榜, 被东周大陆之人围杀时。 陆念与陆星脸上闪过一道杀意。 东周大陆那些人简直该死。 陆星怒道, 李南就是他大姐的救命恩人, 竟然被如此对待, 这怎么行? 陆念听到李南这个名字时, 眼神一亮, 但又随即暗淡下去。 对了, 你把李南的样貌给我们看一下, 以后遇到了也好报恩才是。 陆星提议道, 其实, 是他刚刚看到了陆念的黯然神伤。 他也知道陆念有个儿子也叫李南, 但两人大概率不是一个人。 但万一呢? 果然, 陆念闻言后, 眼睛一亮。 陆无双没有拒绝, 这是应该的。 李南对他们的帮助太大了, 而他却没帮李南做什么事。 接着, 陆无双一挥手, 在虚空中形成一道光幕, 李南的样貌赫然出现在上面。 男儿? 陆念失声难难道, 光幕中的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李南。 什么? 大姐, 他就是你的儿子? 陆星有些不可置信, 张大嘴巴看向陆念,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是, 他就是我的男儿。 陆念此时失声痛哭, 刚开始还是觉得东周大陆那些人该死, 现在恨不得马上出手灭了他们。 他们竟然将他的孩子逼得远走他乡, 若不是无双等人的护佑, 他的孩子将与他天人永隔。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事情。 陆星还好, 对于李南是他侄子这件事还能接受。 因为李南本身就身具先天道体, 天赋强大些很正常。 但陆无双就直接梦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做了什么? 我竟然做了大孤儿子的追随者, 李南是我弟弟。 陆无双一脸尴尬,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吴双, 快说说李南的情况。 陆星看到陆念的情况后, 赶紧转移话题。 果然, 听到陆星的话后, 陆念的目光移向了陆无双。 陆无双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事实如此, 不能接受也要接受了。 日后被嘲笑就被嘲笑吧, 做自己弟弟的追随者, 又不丢人。 别人想当, 还没机会呢。 于是, 陆无双把与李南相关的都事无巨细说了出来。 不管是李南被清玄圣地逐出门墙, 还是大魏来袭, 杜敬继天节, 亦或者覆灭清玄圣地前往雷州, 等等事情都说了出来。 听到自己儿子这么优秀后, 陆念心里很是自豪。 同时很是自责, 在儿子成长最快的几年, 他都没陪在儿子身边。 反而让他独自面对。 他没想到这一年, 自己的孩子竟然经历这么多事情。 那你说李南, 他会听你的来到清云世界吗? 陆星问了陆念想知道的事情。 实在是陆念关心则乱, 心思不在这上面。 正当陆无双要回答时, 红一忽然接过话说道, 公子不在清云世界。 红一的声音很平静, 说得很确定。 哦? 你是? 陆念问道。 我是红一, 是公子的侍女。 红一淡淡说道, 若不是陆念是公子的娘亲, 他才懒得说这么多话。 我知道, 你们要问什么, 我与公子有一种特殊的感应, 如果他在清云世界的话, 我可以感应得到。 红一说完, 便不再言语。 反而陆念有些好奇, 也不知自家儿子 从哪找到这么优秀的侍女。 他可以看得出来, 红一的天赋十分强大, 恐怕对比自己儿子的 先天道体也毫不逊色。 第七十章 再见陆白。 好了, 我亲爱的大姐, 你就别问东问西了。 先抓紧时间炼化丹药, 恢复修为才是大事。 这样才能早日 与你的宝贝儿子相见。 陆念有些无语, 这大姐让他操碎了心。 陆念有些玩耳, 但也听了陆心的话, 恢复修为才是最重要的。 他要给他儿子报仇。 有人欺负他儿子, 作为母亲站出来很合理吧。 陆念回去闭关后, 陆心看着陆无双与小青二人, 不知在想什么, 只见他嘴角微微翘起。 无双,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娶个媳妇了吧。 陆心一本正经, 拿出了作为长辈的气势。 修为比这小子低又怎样? 他还不是要乖乖听他的话, 谁叫他辈分高。 陆无双闻言, 一脸便秘之色, 怎么忽然提这个? 他有些搞不懂自己的小姑了, 前一刻还在担心大姑的身子, 下一刻便关心起自己的婚姻大事。 小姑, 这是不急的。 陆无双刚想解释什么, 然后禁止被陆心打断了他说的话。 什么叫不急? 你这小子就是走了狗屎月, 若不是小男治好你的伤, 我二哥怕是要绝后。 你说急不急? 再说了, 小青跟了你这么多年, 作为一个妾是不过分吧。 你若不把婚事办了, 我找我二哥去。 陆心说个不停, 最后更是拿出了他的杀手锏, 找他二哥。 陆心的二哥正是陆无双的父亲, 名叫陆怀。 小姑, 陆无双闻言, 眼巴巴看着陆心。 陆心留给他一个你懂的表情。 玄黄界, 玄天大陆。 李南离开洛花城后, 一路向北。 自从知道邪魔侵入玄天大陆后, 他心中大吉。 因为不清楚有多少通天榜上的天骄被邪魔蛊惑收服。 而这些被蛊惑收服的天骄, 很可能受邪魔的命令前往其他的世界。 从而蛊惑更多的人, 这后果不敢想象。 他本想继续在玄天大陆历练, 变强。 但事情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也没办法顺藤摸瓜找到潜伏的邪魔势力。 除了服下东方修明给他的一颗丹药碗, 东方修明并没有告知他关于邪魔有关的信息。 想必东方修明也不知道邪魔势力有多庞大。 同时, 也没有再联系他。 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 他知道已经不能再等下去, 便决定先返回东周大陆, 直接使用雷霆手段横扫东周各大势力。 神灵法身没必要再隐藏了。 东方修明点醒了他。 做事情没必要瞻前顾后, 该霸气就霸气。 自己当初有神灵法身这个底牌, 却瞻前顾后不愿动用。 现在想来确实有些不应该。 一个小小的东周大陆, 还能翻了天不成。 还有百里清那莽夫, 那么莽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想通后, 这些天来的郁郁, 之色一扫而空。 顿时觉得身心舒畅。 悬天大陆的通天桥入口, 在飞仙山。 说是飞仙山, 其实是以前经常有剑修欲剑而行, 故此得名飞仙山。 说来也巧, 在去飞仙山的路上, 恰巧碰到陆白在与两人大战。 李南用系统一看, 好家伙, 陆白对面的两人体内都有邪魔的气息。 答案是什么, 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两人见状, 心中一喜, 因为他们感受到, 李南身上跟他们有相同的气息。 这就说明, 大家都是一伙的。 原本他们还觉得大意了, 这么久, 竟然拿不下陆白, 觉得要失败时, 没想到李南来了。 陆白同时也看到了李南, 面色一喜, 大声说道, 李南兄, 他们是邪魔, 快助我除了他们。 陆白兄, 来了。 李南淡淡一笑, 然后朝陆白掠了过去, 同时不忘给对面二人使个眼色。 那二人见状, 果然面色一喜, 不由得有些放松下来, 放缓了攻势, 破灭神光。 李南距离他们二人, 还有十丈时, 直接施展了破忘神通的神通, 朝其中一人暴射而去。 只见, 那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光束冻穿胸口。 啊。 那人至死也没想通是怎么死的, 眼神中满是惊恶。 不愧是破忘神通, 果真对邪魔有克制作用。 李南心中大喜, 他以神魂镜的修为施展破灭神光, 便能斩杀黄境巅峰之人。 可见破忘神通的强大。 你? 剩余那人又惊又怒。 这人不是来帮他们的吗? 他的脑子有些不够用啊? 难道还能反抗邪神不成? 李兄, 好样的。 陆白看见李南一击, 便将其中一人斩杀, 眸光大亮。 他刚刚可是拿他们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李南却能如此简单就将其中一人斩杀, 令他大为震惊。 其实这也不怪陆白, 不是陆白不强大。 而是吞服了邪神丹的二人, 体内的能量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他以王静的修为能不落下风, 已经是个超级变态了。 若不是李南拥有克制的手段, 再加上二人警惕减少, 这才一击毙命。 李兄, 他要逃。 这时, 陆白大喝一声。 李南也看出了那人的意图, 旋即前去阻拦。 结果发现, 平常手段根本不能对那人造成影响, 反而有被压制的迹象。 李兄, 你只需拦住他片刻, 我这就好。 陆白传音说道, 只见陆白整个人如一柄, 出窍的利剑, 无数剑翼从他周身迸发而出。 煞世间风云倒卷, 无数水珠朝他周身汇聚而来, 继而形成一柄巨大的水剑。 水剑上还有水龙盘旋。 吼。 水龙发出一声咆哮怒吼。 那人剑状, 脸色猛的一变。 他在这一剑中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若是还逃不掉, 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 他出手愈发灵力, 但李南却是游刃有余。 那人一时根本奈何不了李南。 剑状, 李南微微一笑。 玄黄剑第一剑到天才, 果真名不虚传。 陆白这一招, 足以与他混沌剑体的神通, 一剑开天门相媲美。 说说说。 天地似乎安静下来。 只留下风声吹过, 只见一具无头尸体朝地面落去。 剩下的那人也随之灭亡。 咕噜。 李兄, 这多亏了你, 我欠你个人情。 陆白打完架后的第一剑是, 什么都不关心。 而是取下腰间的酒葫芦, 喝了一大口酒。 陆白兄, 你这不就见外了吗? 我刚好有件事需要麻烦你。 李南间笑着说道, 人情不要白不要。 这人情可大可小, 起码先说出来让他拒绝不了再说。 第七十一章, 提醒。 陆白一正, 没想到李南这么直接。 我就客套一下。 李兄, 请说。 陆白的嘴角抽了抽, 毕竟他话刚说出来, 也不好收回去, 也没什么大事。 陆白兄, 邪魔已经潜入玄天大陆, 乃至整个玄黄界, 想必这一点你也十分清楚。 李南面容严肃, 心里在想, 陆白这家伙可不能被邪魔控制了, 否则这个玄黄界第一见到天才将会成为邪魔的利润。 他虽不惧, 但也不想任由邪魔发展壮大。 陆白点点头, 他自然明白李南所说的。 陆白兄, 不瞒你说, 之前前来参加师会之人, 也有邪魔中人。 李南淡淡说道, 说这些也是要让他意识到邪魔已经发展壮大。 什么? 陆白面色一变, 男男道, 这怎么可能? 李兄, 你想让我做什么, 就直说吧。 陆白苦笑道, 李南说, 这些也太吓人了。 陆白兄, 我要你做得很简单, 就是跟我回上和见。 李南笑眯眯说道, 像急了一只奸诈的小狐狸。 李兄, 陆白不知说什么好, 留在这儿确实有危险, 万一被邪魔控制住, 那后果不敢想象。 那就讨扰李兄了。 陆白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一是他觉得李南神秘无比, 一身实力诡秘莫测。 二是, 留在这里确实会有危险, 邪魔竟然无孔不入。 哈哈, 到时候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李南神秘笑道, 陆白并不知道他在东周大陆的事情。 东周大陆的人不是觉得他天赋强大, 认为他有危险吗? 那他就再带一个天赋绝伦的天骄回去。 如今已经过了一年多, 系统一直没有提醒他进行年签, 这让他有些苦恼。 毕竟事实证明, 经过系统的提醒, 迁到出来的东西比自己主动迁到的东西要好得多。 不过, 他有预感, 这次的年签将会给他带来一个无比巨大的惊喜。 这也是他赶回东周大陆的依仗。 他有点想念召唤卡这玩意了, 自从迁到两张召唤卡后, 就再也没有迁到过。 难道罗血与罗莎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才刚开始就迁到了出来。 经过他的了解, 这世上好像并不存在修罗一族。 也就是说罗血, 罗沙二人是世上为二的修罗族人。 也不知除长河界与玄黄界以外的界域, 是否有修罗一族的存在。 他隐隐觉得罗血二人并不简单。 收回思绪, 李南与陆白二人朝飞仙山快速掠去。 赶到飞仙山时已经是三个月后。 飞仙山? 这里热闹无比, 还有无数天骄在此地交流。 鄙视。 一座神秘雄伟的大桥连接天外不知名处, 正是通天桥。 快看, 是陆白。 忽然, 一人大声喊道。 他神色激动无比。 陆白? 哇, 我的梦中情人来了。 他难道是来继续闯通天桥的? 现场诸多人朝陆白看去, 有的少女眼中更是冒起粉红色泡泡。 他旁边那个是谁啊? 有人注意到了陆白身旁的李楠。 虽然李楠在玄黄界出名,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出名的仅是李楠这个名字。 陆白兄, 没想到你如此出名。 李楠笑着说道。 陆白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之色, 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李兄, 我们快走吧。 陆白话音刚落, 也不等众人反应, 便直接朝通天桥略去。 速度奇快无比, 似乎在逃避什么。 李楠见状, 失声一笑。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这一面。 李楠本想直接踏上通天桥, 直接返回东周大陆。 看了看场中众人后, 悄悄叹了口气。 还是把邪魔的事情说出来吧。 虽说玄黄界整体实力很强, 但邪魔的实力不可小觑。 诸位! 李楠的声音传遍四周, 众人的目光都朝他看了过来。 什么事? 这人是谁? 众人叽叽喳喳。 我要跟诸位说一件关乎玄天大陆生死存亡的大事。 李楠严肃开口。 众人面面相觑, 还有得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李楠。 关乎玄天大陆的生死存亡。 你以为你是谁? 邪魔已经潜入天玄大陆, 甚至整个玄黄界他们实力强大无比。 若不小心应对, 玄天大陆将有覆灭之威。 李楠没有在乎众人的想法,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 他只是提醒一下, 听不听就不关他的事。 他的重心还是在东周大陆, 那有他的老爹等人。 想必东周大陆没有这边严重, 只能寄希望邪魔的速度不要那么快。 否则上了通天榜的天骄被邪魔控制后, 很可能去其他世界搞事情。 你是谁?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其中一人大声问道, 眼神中满是质疑。 哼, 我是李楠, 就是通天榜上的那个李楠。 想必你们中一些人听说过我, 至于你们相不相信我, 与我无关, 我只是提醒你们一声。 我马上就返回长河见, 这里发生什么也与我无关。 李楠淡淡开口, 对于他们的质疑并不在意。 李楠话音刚落, 场中众人顿时惊讶无比。 一是因为李楠的身份, 没想到, 他们竟然有朝一日, 见到李楠本人。 二是李楠说的事情, 虽不确定真假, 但李楠没必要骗他们。 大家别信他的, 他说是李楠, 他就是李楠吗? 有的人眼中阴沉无比, 带动众人反驳李楠。 找死? 李楠冷声说道, 然后一道破灭神光, 直接射向那人。 那人正是邪魔中人。 在众人的目光中, 那人直接身死盗消。 然后, 从他体内出现一缕邪魔的气息。 哗哗哗, 现场一片嘈杂, 谁都没想到李楠忽然抱起杀人。 更让他们吃惊的, 则是刚才那人死去后出现的气息。 邪恶诡异无比。 此人就是邪魔中人, 他的气息, 你们也看到了, 是邪魔无疑。 李楠面无表情, 冷声说道, 不等众人反应, 继续说道, 你们之中, 还有人也是邪魔中人。 闻言, 众人纷纷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 面色惶恐地看向周围。 他们没想到, 真如李楠所说, 邪魔已经渗透到如此地步。 连他们认识的人, 都投靠了邪魔。 让他们震惊的同时, 又多了几分惶恐不安。 第72章, 我回来了。 这时, 投靠了邪魔的人, 也不敢继续伪装, 而是朝远处逃去。 总共有七人, 刚刚李楠的灵力手段, 将他们吓得心惊胆寒, 根本生不起与李楠争斗的心思。 想跑? 李楠眼中冷色一闪。 接着, 便见七道剑光, 分别朝七人袭杀而去。 七人毫无例外, 都被李楠斩杀当场。 这七人修为不过是袁丹, 动天竞罢了。 诸位, 这邪魔无处不在, 你们也看到了, 希望你们将此事传出去, 将邪魔揪出来。 李楠话落, 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 直接踏上了通天桥。 通天桥上, 陆白正在等着李楠。 见李楠上来, 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李兄, 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我可以看穿他们的气息。 李楠随便找了理由, 笑着说道, 陆白健壮, 也没多问。 毕竟这是李楠的隐私。 陆兄, 我们走吧。 李楠淡淡说道, 陆白点了点头,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二人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东周大陆。 李楠打听了一下位置, 发现正在宝州。 这不就巧了吗? 他记得宝州宝灵山, 当日也参与了围杀他。 那今日便从覆灭宝灵山开始吧。 东周大陆, 我李楠回来了。 李楠眺望远方, 神情复杂。 陆白兄, 待会可能要发生大战。 李楠准备和陆白稍微解释一下。 哪知道,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白打断。 李兄, 难不成东周大陆 还有比你更强的天才不成? 李楠摇了摇头。 算了, 还是不说了。 反正打算出动神灵法身, 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是, 我是去报仇。 你要一起吗? 李楠戏谑道。 哦, 既然李兄相邀,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陆白虽爱喝酒, 但也是性情中人。 那就走起。 宝灵山。 是宝州一方超级势力, 弟子都是一群和尚。 一座大殿内, 法红正在沿袭佛法, 眉头时而皱起, 时而舒缓。 不好了, 不好了。 忽然, 一名弟子匆匆忙忙跑了进来, 嘴里大喊着不好了。 何事? 法红瞪了这名弟子一眼。 回圣人, 扇下来了一人, 说, 说。 弟子面色惶恐, 嘴唇打颤, 背后已经被冷汗尽尸。 快说。 法红怒声道, 那人说要圣人自绝于此, 并解散宝灵山, 否则, 否则定要宝灵山鸡犬不宁。 弟子说完, 大气不敢喘, 静静等待法红的话。 法红怒不可遏, 声音冰冷无比, 充满杀意。 圣人饶命。 弟子连忙跪下, 头上大汗淋漓。 哼。 法红冷哼一声, 便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宝灵山脚下。 是你。 法红眼睛瞪大, 充满不可置信之色。 他万万想不通李楠, 怎么赶来宝灵山? 难道是不怕死吗? 法红, 今日你自绝于此, 并将宝灵山解散。 我便放过宝灵山。 否则宝灵山上下, 鸡犬不留。 李楠没有跟他废话, 直接表明来意。 至于法红怎么选, 则不关他的事。 李兄, 我们是不是玩得太大了? 陆白的心, 砰砰直跳。 这太TM刺激了。 他已经有些后悔, 跟李楠来辞。 对面那可是圣人。 李兄竟敢要圣人自绝, 实在。 小畜生, 你找死。 法红恼羞成怒, 李楠竟敢如此辱他。 就算李楠有什么底牌, 还能敌得过宝灵山不成。 这么说, 你是不愿了? 李楠面无表情, 声音冰冷无比。 法红则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 直接含怒出手, 想将他抹杀。 哼, 李楠冷哼一声, 幸好他让神灵法身随时待命。 还不等法红反应过来, 神灵法身便将其拍成飞灰。 在陆白惊恶的目光中, 神灵法身出现在虚空中。 虚空随之颤抖, 似乎承受不住神灵法身的威压。 这一刻, 整个东周大陆都感受了神灵法身的存在。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只知道一股强势霸道, 高高在上的力量出现在宝州。 也有的人反应过来, 惊恐说道, 大帝。 李兄, 这位大帝是你的护道者? 陆白咽了口唾沫, 瞪大眼睛问道。 李楠点点头, 并未解释。 刚好神灵法身需要一个身份, 作为护道者再合适不过。 此时, 宝灵山众人也在神灵法身的威压中颤抖。 他们想不通为何有如此存在, 找他们的麻烦。 大帝, 您为何要灭我宝灵山? 宝灵山中, 一位准地一众的古老存在问道。 他已经苟延残喘多年, 本就寿缘无多。 是宝灵山的活化石, 也是宝灵山最强的存在。 然神灵法身并没有理会他, 直接一掌将其拍灭, 宝灵山的准地致此死亡。 而后, 神灵法身又一掌朝宝灵山拍去, 宝灵山无数弟子纷纷抱成血污。 宝灵山被夷为平地, 至此消失在东周大陆。 下一个, 李南声音平淡, 听不出喜怒。 他今日便要一统东周大陆, 将那些势力进阶拔除。 他此时高调无比, 同时向整个大陆宣布他的到来。 他要看看有哪个势力这时候敢跳出来, 只要敢跳出来就直接毁灭。 覆灭宝灵山后, 神灵法身带着他与陆白, 快速在宝州转了一圈。 目的就是为了让宝州所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让他们知道宝州至此归他李南统治。 因为有神灵法身的存在, 无数势力宣布解散, 臣服于李南。 宝州过后, 李南来到雷州。 二话不说, 直接让神灵法身覆灭青雷皇朝。 当初雷州三大超级势力, 唯独青雷皇朝派出圣人对他出手。 对于另外两个超级势力, 李南也没有客气。 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一是解散, 二是臣服于他。 两方势力根本不敢犹豫, 直接选择了臣服。 于是, 在雷剑宗与天雷山两大超级势力的帮助下, 雷州无数势力纷纷解散, 臣服。 正在天雷山第九封的一休, 十年二人面露苦笑。 这才多久不见, 还需要他们帮助的公子, 竟然有了大地互道。 同时, 天雷山与雷剑宗等圣经乃至准地强者, 都纷纷踏足第九封。 想要一休与十年二人替他们说说好话, 虽然目前李南并没有找他们麻烦, 但也害怕清算。 同时, 也想在李南河那位大地面前露露脸。 万一手缝里流出点机缘, 就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虽说, 不大可能成大地, 但能活得长一点也好。 一休和十年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不答应不行啊。 反正只是说说好话罢了。 第七十三章 中州沉浮 随着宝州, 雷州的势力被李南覆灭, 收服。 东州大陆其余势力渐渐得到消息。 这些势力的第一反应就是消息错误, 不敢相信。 李南是谁? 是他们东州大陆乃至长河界的天骄, 还是一位被他们围杀, 最后逃走的天骄? 如今, 这位天骄回来了, 还有一位大地强者为他护道。 顿时, 凡是参与围杀过李南的势力。 上到老祖, 下到弟子, 皆是头皮发麻, 惶恐不安。 他们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个后果。 加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不对。 如果换个角度, 站在李南的角度上想。 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 得到这个结论后, 圣经之上的强者开始想办法离开东州大陆。 一位大地存在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 也有的势力背后有大地强者的存在。 比如清玄书院, 他们此前也没招惹李南, 主动退走了。 但也主动联系背后势力。 一位大地强者的存在不是开玩笑的。 见过罗大人。 王通联系上罗乌星后, 恭敬的行礼。 尽管他的修为比罗乌星高, 但是罗乌星的地位和天赋潜力不是他能比的。 何事? 罗乌星眉头微皱, 这么短时间已经联系他两次。 难道又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回大人, 李南已经回到东州大陆, 并且有一位大地强者为他护道。 如今, 李南已经覆灭宝州和雷州的势力。 据说, 宝灵山上上下下, 进阶覆灭。 参与围杀过他的势力, 不是臣服为奴, 就是生死盗销。 其余势力, 不是臣服就是解散。 王通快速将事情说了一遍。 他神情严肃, 李南的做法让他胆战心惊。 甚至已经可以预料到, 李南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统东州大陆。 罗乌星闻言, 眉头紧皱, 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 涉及到大地强者, 这已经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情, 并且他们的大地还在域外战场没有回来。 如果真如你所说, 恐怕李南还真想一统东州大陆。 罗乌星微微沉吟, 有大地在, 清玄书院怕事只能解散, 否则就是为李南做嫁衣。 他眉头一线, 忽然想到什么。 而后问道, 对了, 上次交代你去南荒查探清玄圣地的事情怎么样了? 回大人, 南荒已经被天南皇朝统一, 并且有地阶大阵守护。 对了, 天南皇朝的陛下也叫李南。 王通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他并没有加以分析, 而是巨石禀报。 你还是准备撤离吧, 将一些天赋较高的弟子带走。 罗乌星并没有说其他的事情。 难道, 只希望二者不是同一人吧? 是。 王通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罗乌星继续让他们待在这里。 一周, 大日剑派。 由于有希望成就准地的真阳剑胜被斩, 大日剑派与李南根本没有异合的可能。 门派大殿。 大日剑派的所有高层都聚集于此, 他们也听到了李南强势归来的消息。 一时间弄得门派上下人心惶惶。 掌教, 我们还是球员吧, 李南是不会放过我等的。 是啊, 掌教, 宝州和雷州的势力不是解散就是臣服, 根本没有第三选择。 尤其是针对过李南的势力, 高层更是被一网打尽, 只能臣服, 否则就是死亡。 一时间, 大殿内的声音嘈杂无比。 众人都看向掌教宇洋真人。 宇洋真人是一位准地一重天的强者。 宇洋真人摆摆手, 大殿内顿时安静下来。 主位, 先不要慌, 我们背后也有大地强者。 相信李南背后的大地也会给个面子。 众人文言也多安下心来。 北园, 神女殿。 店主苏梅面色凝重, 李南再次出乎了她的意料。 上次是有陆家强者为其互道, 此次更是来了位大地强者。 看李南的态度, 似乎要将东周大路一统。 难道神女殿要就此消失吗? 苏梅望着远处, 喃喃自语。 她自小便在神女殿长大, 神女殿对她来说跟家一样。 面对强势的李南, 她甚至生不起反抗的心思。 她苦笑着摇摇头, 在想, 若是上次长出来帮助李南或许就不一样了吧。 其实这也是她想多了, 不论如何, 都抵挡不住李南要一统东周大路的决心。 中周, 清玄书院挑选了一些天才弟子, 然后离开了东周大路。 李南也没有为难他们, 只要他们不惹到她, 就随他们去了。 于是, 中周大路只剩一方超级势力, 大罗建功。 对于大罗建功, 李南并不熟悉。 说是超级势力, 但已经没落了, 门中一位准地强者都没有, 远远比不上其他的超级势力。 上次大罗建功也没有派人为杀她, 因此, 她也不会打开杀戒。 臣服或者解散就行。 目前来说, 她不允许有其他势力的存在。 除非天南皇朝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或者她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允许别的势力存在。 这一趟中周之行, 很顺利。 没有耗费口舌, 中周各大势力臣服的臣服, 解散的解散。 其中, 大罗建功的剑子还向陆白发起挑战。 结局是陆白仅用一剑便取得了胜利。 这也让大罗建功之人心服口服, 甘愿臣服于李南。 他们相信, 在李南的带领下, 大罗建功会重新成为东周大陆买至长河界最顶级的剑道圣地。 接着, 李南朝着几州而去。 几州小学宫代父子还在支持, 小学宫是几州的超级势力。 如今, 甚至不如大罗建功, 他们一位大胜都没有, 只能沦为一流势力。 小学宫, 书前听闻李南归来后, 便以夫子身份宣布小学宫臣服于李南。 他也看出来, 李南是想一统东周大陆, 他们小学宫也没有别的去处。 再加上他与李南接触过, 知道他的性格。 小学宫众人也没有别的去处, 臣服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 小学宫众人并没有谁提出反对。 李南自然欣然接受, 大多数势力都是要进行合并的。 只有像雷剑宗、 天雷山、 大罗剑宫这样的势力, 才会被允许单独存在。 为他, 为天南皇朝培养人才。 毕竟, 他的下一个目标可是长河剑。 李南也不怕他们阳奉阴围, 到时候地阶大阵, 直接覆盖整个东周大陆, 但阳奉阴围的人一律处死。 第74章, 太阳帝君, 神女殿沉服。 很快, 几州参与围杀他的势力, 都遭到了清洗。 剩下势力, 都选择沉服。 东周大陆, 不算南荒的话, 也有四州之地沉浮于李南。 分别是宝州、 雷州、 中州、 几州。 李南记得, 最清楚的一人, 就是来自大日剑派的真阳剑圣。 不过, 真阳剑圣已经被十年斩了。 大日剑派在一州, 李南接下来去的便是一州, 处理完一州之后, 便只剩下北渊和辽州。 李南没有犹豫, 直接来到大日剑派所在地。 此时, 大日剑派众人严阵一带。 面对来世汹汹的李南, 他们不敢有丝毫大意。 这已经不是恩怨的问题, 而是李南望图一统东周大陆。 如今已有四州之地被李南掌控, 现在轮到他们了。 李南, 你当真要如此行事? 大日剑派掌教, 羽阳真人大声呵斥。 他已经联系了背后的大帝, 如今有说话的底气。 不然, 他绝对不敢, 对拥有滔天凶威的李南如此说话。 看来是不愿臣服了, 毁灭吧。 李南懒得跟他啰嗦, 他赶时间。 闻言, 羽阳真人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李南如此霸道, 甚至商量的时间都不愿给。 神灵法身则是一掌朝羽阳真人拍去。 羽阳真人健壮, 心中大惊, 脸色难看至极, 生死危机萦绕在他心头。 他此时被锁定, 根本躲不掉。 若是接下这一掌, 他必死无疑。 突然, 一道人影出现在羽阳真人身前。 他轻飘飘拍出一掌, 与神灵法身打成了平手。 大地吗? 李南面色凝重, 嘴李南难道。 同时, 他用系统查看对面大地的修为。 大地一重中期, 李南顿时放下心来。 大地与其他境界不同, 大地境共有十二重, 每一重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每一重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 就算相同境界, 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四个小境界的差距也很大。 这就导致大地修为想要提高很是困难。 因为大地每三重是一个坎, 大地十二重, 一共是四个坎。 分别为黄敬大地、 玄敬大地、 地敬大地、 天敬大地。 大多数大地的境界都在前三重, 也就是黄敬大地。 以神灵法身的实力来说, 大概处于黄敬大地的巅峰, 也就是大地三重巅峰。 对付一个大地一重中期的大地, 绰绰有余。 道友, 吴是太阳帝朝的地主, 太阳帝君, 还请你给个面子, 他日定好好感谢。 太阳帝君面色凝重, 缓缓说道, 他并不想与神灵法身开战, 他发现有些看不透, 隐隐感受到一股压迫感。 两位大地之间的战斗, 可不是开玩笑, 甚至可以将一方大陆打沉, 造成无数生灵灭绝。 然而, 神灵法身并没有理会他, 若是阻拦, 直接灭了。 这时, 李南淡淡开口, 神灵法身不再犹豫, 施展神通朝太阳帝君杀去。 这时, 太阳帝君十分清楚地感受到 神灵法身带来的压迫感。 黄境大地巅峰? 怎么可能? 太阳帝君神色大变, 他怎么也想不到东周大陆 竟有黄境大地巅峰的存在。 人家只要肯花些时间, 别说他这句分身, 就是他本体亲自, 也很可能会陨落在此。 道有误会, 道有饶命。 太阳帝君连忙求饶, 可惜他说晚了。 一心想验证 斩仙剑威力的李南, 可没心情陪他玩。 只见神灵法 伸手持斩仙剑, 不过发挥出斩仙剑一成的威力, 便将太阳帝君斩杀。 羽阳真人健壮, 直接跌倒在地。 他背后的大帝竟然被斩杀在此, 尽管只是大帝分身, 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大帝强者。 他知道他完蛋了, 连带着大日剑派都会毁灭。 李南也不客气, 只要拒不臣服的, 一律杀无赦。 当然, 他也不会滥杀无辜。 大日剑派众多弟子 还是活了下来, 若他们安安分分不招惹他, 他也懒得理会, 若是有天骄, 他甚至愿意培养。 毕竟大日剑派是一方超级势力, 门中的天骄还是挺多的。 随着大日剑派覆灭, 一周也没有值得他出手的势力。 剩余的势力自有元雷大圣等人解决。 他只要出场, 证明身边有大帝强者就足够了。 李南有些恍惚, 他还是小看了大帝强者, 更小看了拥有大帝力量的神灵法身。 否则, 当初根本不用离开东周大陆, 也不必瞻前顾后。 神灵法身出手时间很是短暂, 消耗并不多。 以现在的神灵法身来说, 可以连续全力出手半个时辰。 等一统东周大陆, 势必会增加无数的香火与气韵之力。 解决完一周的势力后, 现在只剩北元与辽州。 没过多久, 元雷大圣就来禀报说, 一周所有势力全部臣服。 那些已经逃离东周大陆的人, 李南暂时没有管。 只要他们当初没有对他出手, 就随他们去了。 接着, 李南便来到了北元。 北元与一周一样, 只有一方超级势力, 神女殿。 苏美已经在神女殿门口等了一会, 她一开始想试图说服一下李南。 但随着李南收服各州势力, 她顿时明白过来这是痴心妄想。 便干脆携神女殿高层 在门外攻迎李南的到来, 也算给李南留下一个好印象。 他们神女殿也算是为数不多, 没有与李南起冲突的超级势力。 李南不至于为难他们才是。 嗡嗡嗡。 神灵法身带着李南降临神女殿, 威压使得神女殿众人心头一颤。 我等拜见李公子, 拜见大帝。 还不等李南开口, 神女殿众人便齐声拜倒。 李公子, 这是我神女殿的所有资源。 缩眉地上一个储物戒指, 恭敬地说道。 李南一看, 里面确实有非常巨大的修炼资源。 嗯, 我拿走七成, 剩下的三成给你们修炼用。 李南略一思考, 决定还是留三成给他们。 其余的修炼资源就要重新分配。 多谢公子。 苏眉文言, 脸色一喜, 还能剩下三成资源, 是他没有想到的。 马上东周大陆就要统一, 大能镜之上的强者全部前往中周听候安排。 李南如上位王者, 淡淡说道。 是。 神女殿众人纷纷应道。 不多时, 北渊各大势力见神女殿都主动献上资源臣服。 他们也不敢犹豫, 进阶献上资源宣布臣服。 至此, 除了辽州外, 东周大陆进阶归于李南统治。 第七十五章 天命丹 长河剑, 太阳帝巢。 正在修炼中的太阳帝君猛地睁开双眼。 他刚刚察觉到自己的分身被斩灭了, 这使得他脸色大变。 他分明记得自己的分身前去东周大陆, 帮助大日剑派去了。 不曾想, 对手的实力如此之强, 还不将他放在眼里。 太阳帝君又惊又怒, 惊的是对手的强大, 怒的是丝毫不给他面子。 直接斩了他的分身。 他能感觉到是何人斩的他, 但却不知那人的实力。 能斩他分身的存在, 至少也是大帝一众后妻的存在。 哼, 不管你是谁, 敢斩我分身, 都要付出代价。 太阳帝君冷声道, 不过一时也没轻举妄动。 毕竟还没弄清楚对手的实力。 辽州, 是东周大陆鱼龙混杂之地, 也是东周大陆最混乱的地方。 这里没有秩序, 杀戮才是辽州的主旋律。 无数穷凶极恶之徒汇聚辽州。 据传, 原魔教教主逃往辽州后, 消失不见。 处理完北渊的势力后, 里南没有耽搁, 立即来到辽州。 对于辽州, 他也早有耳闻, 虽说明面上没有强大的势力。 任何一方超级势力。 对于这些穷凶极恶之徒, 他也懒得费什么口舌。 愿意臣服地辩饶他们一命, 不愿地就地斩杀。 没有商量的余地, 否则就是给他日后的工作添乱。 里南来了, 里南来了, 快跑啊。 里南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大不了跟他拼了, 说不定还有一丝活路。 来人救救我们吧, 我不想死啊, 好不容易逃到辽州。 辽州上下一片哀嚎, 对于这些既不臣服, 又不改过是非之人。 里南没有客气, 一律斩杀。 他要将东周大陆打造成铁桶一般, 容不得这些人在这添乱。 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将东周大陆清洗一遍。 这是他早就想好的。 李公子, 饶命啊。 忽然, 一人恐惧大喊, 眼神中满是慌张。 你选择臣服, 我自然不会杀你。 里南面无表情, 声音平淡。 这是他对于这些人的一贯原则, 哪怕这人是准地也是一样。 对于不听话的准地, 斩杀虽然有些可惜,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放走这些穷凶极恶之徒是不可能的, 只能给他的天南皇朝添乱。 我臣服, 我臣服。 魔九连忙应道, 他是原魔教教主, 准地二重修为。 对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 不然也不会逃到辽州。 公子, 辽州还有一位准地, 他。 魔九话没说完, 便被一声大喝打断。 好你个老帮子, 你在这里搞事件。 来人正是魔九口中的准地, 被称为红文老魔。 红文老魔与魔九一样, 修为都是准地二重。 在东周大陆来说, 是巅峰的存在。 公子, 我也选择臣服。 红文老魔陪笑道, 没有理会魔九鄙视的眼神, 为了活命不丢人。 再说了, 能跟上这么一位有大地互道的公子, 还是他们脸上沾了光? 嗯。 李南没有理会这二人的心思, 既然臣服了就要守他的规矩。 辽州可还有隐藏的强者。 李南淡淡开口, 他现在意识到一件事, 也许还有强者隐藏在暗中。 或是不问世事的存在, 又或是别的原因。 不过, 目前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只要将辽州拿下。 东周大陆名义上就归他统治, 也能一心应对邪魔怪物。 你们一人服下一枚丹药。 李南想了想, 逃出两枚丹药。 这是系统迁道出来的, 可以提升修为与潜力。 但服下丹药后, 他们便无法违背李南的意志。 平常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李南要他们做什么时, 他们无法反抗。 可以说, 系统迁道出来的丹药都是如此, 因为本身就是为李南这个宿主准备的。 二人接过丹药, 脸色一沉。 他们没想到主动臣服, 还需要服下丹药。 恐怕这一事都要受制于人了。 但二人没有反抗的余力, 神灵法身就在一旁看着。 于是, 二人心一横便将丹药吞服下去。 咦? 我的修为怎么提高了? 二人心中大惊, 这丹药好像不是毒药。 就算是毒药他们也认了, 可以提升准递境修为的丹药, 怕是只有传说中的递接丹药才有可能实现。 多谢公子次丹。 魔九与红文老魔齐齐下跪, 恭敬地对着李南行礼。 他们发现, 不仅修为提高, 达到了准地三重。 他们的天赋潜力也随之增强, 就算没有机缘, 他们也能靠自身修炼到准地巅峰, 甚至是大递境。 这一败, 他们心服口服。 如果之前是碍于无奈, 被迫臣服李南, 那么现在则是心甘情愿。 他们寸功未利, 变得到如此丹药, 心中一时大为感动。 哼, 这是天命丹, 乃是地阶丹药。 想必你们也感受到了, 可以提升准地乃至大递境的修为, 以及天赋潜力。 不过只能服用一枚, 第二枚没有任何效果。 你们只需好好替本公子办事, 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李南轻笑着说道, 给他们丹药一方面, 是为了控制他们, 一方面也是需要他们办事。 他手下的高端战力, 还是太少了, 除了神灵法身, 没有一人拥有地阶实力。 是, 甘愿为公子赴死。 魔九与红纹老魔面色朝红, 无比激动。 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李南刚才说的话, 他们竟然有幸服用地阶丹药。 恐怕这天命丹, 在地阶丹药中也是高端的存在。 仅仅提升地阶修为, 就非一般丹药可以做到。 想要提升地阶修为何其艰难? 而天命丹不仅可以提升修为, 更重要的是提升天赋潜力。 用逆天改命来形容毫不为果。 无愧于天命二子。 在天命丹面前, 天命可改。 可以让无法修行之人, 踏上修行之路。 他们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李南乔见二人激动的样子, 心中暗自得意。 这天命丹, 他可足足签到了108枚。 相信要不了多久, 他便能培养出一百来未准地, 甚至是大地。 这足以改变一人命运的丹药, 也只有他手上才有。 他相信要不了多久, 长河界也会是他手中之物。 第76章 签道 你二人有如此实烈。 为何不在辽州建立势力? 为何来到辽州? 李南见辽州众人也逐渐沉浮, 心情大好。 开始好奇魔九二人的一些过往。 因为修炼大因果树的原因, 他并没有感觉魔九二人有较大的因果存在, 甚至罪孽怨气也没多少。 这与他们的身份似乎不太相符。 传言中的大魔头似乎也做不得真。 魔九与红纹老魔相视一眼, 从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一抹无奈。 回公子, 此事说来话长, 魔九正想怎么说, 话没说完, 便被李南打断道, 那就长话短说。 是, 此前, 我本是魔教教主, 虽是魔教, 但也未曾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更多的是想给那些没有修行天赋的人一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修炼的机会。 于是我想方设法, 终于找到可以让普通人也能修炼的方法。 谁知, 随着我将此事公布后, 东周各大势力便容不下我魔教, 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魔教覆灭。 而我敌不过各大势力联手, 只能退到辽州。 他们不想由我拼命, 再加上辽州还有红文老兄在, 他们也不愿踏入辽州, 然后我便躲过这一劫, 更突破之准第二重。 本想出去报仇雪恨, 但魔教众人已逝, 我也无言面对他们, 便没有踏出过辽州。 魔九眼神落寞, 可以看得出来其中的愤懑。 李南文言, 久久不语。 他没想到除了他外, 还有人遭受过这般荒唐之事。 幸运的是, 这人跟他一样, 还活着。 他绝不允许 以后的东周大陆 还有这般荒唐的事情发生。 那你呢? 李南看向红文老魔, 又是一个以老魔自居的家伙。 难不成也有什么苦衷? 既然公子问起, 那我便说说。 这老魔称号 还是东周众人给我起的。 当初, 我一人一刀压得东周众 天骄抬不起头, 被称为东周千年来 天赋最强之人。 而后, 我行侠仗义, 坏了个大势力不少好事, 同时结识了魔九。 那时候的魔九 是我最佩服的人, 没有之一, 就连我的师尊 在我心里都比不上魔九。 虽然我能胜得过魔九, 但他的财情 是我怎么也比不上的。 他要让所有人都能修炼, 拥有力量。 后来, 因为我得罪过太多势力, 我师尊死后, 我被逼逃亡, 然后隐姓埋名, 一举成为准地。 辽州也是在那时候 拥有了第一位准地。 红文老魔唏嘘不已, 这些事情仿佛历历在目。 李南依旧久久不语, 每个人都有故事, 他有何层例外? 不多时, 辽州也被他掌握。 走吧, 随我前去中州。 李南诞生说道, 如今东州大陆 进阶归于他的掌控, 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忽然, 系统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丁,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 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李南习惯性在心里默念。 丁, 恭喜宿主获得地气斩神刀。 李南略微一惊, 他签到的地气有限, 比不上丹药之类的修炼资源。 如今, 多了把斩神刀, 自然让他欢喜。 忽然, 他看向了红纹老魔。 这家伙, 好像是用刀的。 略一犹豫, 李南便打算将斩神刀赐予红纹老魔。 实在是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反正都是自己人, 红纹老魔的实力越强大, 也能更好为他办事。 红纹。 李南停下脚步, 转头喊道。 公子, 红纹老魔恭敬答道。 这斩神刀从今往后就给你使用, 别拒绝。 李南拿出斩神刀的刹那, 红纹老魔的目光便被深深吸引。 当他听到这把斩神刀是要赐予他时, 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实在不好受。 是, 多谢公子。 红纹老魔无比恭敬道。 他被深深震撼到了, 这可是地气。 东周大陆可还没有听说, 哪个势力有地气。 如今, 李南竟然愿意将地气拿出来给他使用, 这是多么大的荣幸。 红纹老魔心中大为感动, 激动地说道。 公子, 我就是你手中的刀, 你让我杀谁我就杀谁。 嗯。 李南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见一旁的魔九望眼欲穿的模样, 心里不禁有些好笑。 于是, 他接着道, 魔九, 你也别羡慕红纹, 这斩神刀最适合他, 以后若有合适的地气, 也会给你使用。 多谢公子。 魔九文言, 无比激动。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签到一年, 获得一次年签机会, 请问宿主是否进行签到? 听到这声音的刹那, 李南面色大喜。 这绝对是他听过最美妙的声音了, 他保证。 年签啊, 他已经期待已久, 他签到的时间早就过一年了, 如今才来, 不会让他失望才是。 签到, 李南没有犹豫。 丁, 恭喜宿主获得世界树幼苗。 丁, 恭喜宿主获得朱天星斗大阵。 丁, 恭喜宿主获得穷奇。 丁,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 丁, 恭喜宿主获得滔天。 丁, 恭喜宿主获得陶悟。 系统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看到奖励的刹那, 李南的嘴角微微翘起。 果然, 年签真不是盖的。 李南心中大喜。 世界树幼苗, 成长起来, 一片树叶便能拖起一个世界, 更能提高世界的层次, 提高修为的修炼上限。 没有犹豫,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是, 种在自己的洞天世界内。 随着世界树幼苗的种下, 它明显感觉到洞天世界更加稳固, 连带着世界内其他植物疯狂生长。 而世界树幼苗也在疯狂吞噬灵力, 短短时间便尝到百丈高。 看见洞天世界内的变化, 李南大喜。 这个世界的力量它是可以动用的, 世界的层次能量当然是越高越好。 朱天星斗大阵, 按照系统的介绍, 这是一门顶级的地阶大阵, 随着星斗数量的增多, 这门大阵的威力也会更加强大。 尤其是这门大阵可以接引朱天星辰, 将其化为己用。 如果数量够多, 甚至可以抵御大地之上的存在。 想想无数的星辰环绕在东周大陆周边, 还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这有多么可怕。 并且, 朱天星斗大阵可以笼罩的范围非常广, 一方大陆简简单单, 就算长河界, 也能轻易笼罩。 但李南不可能现在就覆盖整个长河界, 与他的打算不一样, 虽有无双的攻伐能力, 但消耗也是巨大的。 他目前根本支撑不起如此巨大的消耗, 只需守好东周大陆便可。 第77章 齐聚中周 老邦子, 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高兴? 红文老魔给魔九传音道, 他有些不解。 难道是公子有什么大喜事? 公子高兴还不好, 我们做好本分知识便好, 别瞎打听。 魔九翻了个白眼, 公子心情好, 他们才能跟着心情好。 红文老魔, 善善一笑, 看着手上的斩神刀笑得像个孩子。 这是地气, 还是顶尖的地气? 他觉得一定是上辈子做了大善事, 才有这么好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 看完朱天星斗大阵的介绍后, 李南大喜。 这对他来说, 或者对东周大陆来说, 朱天星斗大阵的出现,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让李南彻底没有后顾之忧。 更令李南惊喜的是, 竟然将传说中的四大凶兽迁到了出来。 最关键的是, 这四大凶兽的境界还不低, 都有大地一众的修为。 一下子让东周大陆的底蕴大增。 李南没有急着换这四大凶兽出来, 等到了中周再说。 到时候人都到齐了, 更能让他们感到震撼。 时间匆匆而过。 除了南荒外, 东周大陆大能镜之上的强者, 因李南的要求, 全部来到中周, 听候李南的安排。 此时, 原清玄书院所在地, 平时难以得见的大能镜之上的强者, 汇聚一堂。 他们凭住呼吸, 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就目前来说, 除了少数势力, 大多人都不知道李南叫他们来的目的, 只能暗自祈祷, 这一趟不会出什么事。 对于东周大陆被李南统一这件事, 许多人是敢怒不敢言。 聪明的人已经开始想办法走入李南的视线, 他们知道这是大势所趋。 他们根本反抗不了李南, 与其暗自愤怒, 不如抱住李南的大腿。 他们可是听说, 有不少人得到李南的赏赐, 其中更有圣街丹药, 甚至地街丹药。 忽然, 虚空被撕裂开来。 接着, 两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仔细一看, 正是李锦鸣与李小暖二人, 两人都带着好奇之色, 打量着这片天地。 老爹,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南荒之外的世界, 不过我感觉这个灵气还没南荒的浓郁。 李小暖满脸兴奋, 似乎来了兴致。 走吧, 你哥该等着急了。 李锦鸣笑着说道, 对于李小暖说的不置可否。 李小暖闻言, 激动地跳了起来。 老爹快点, 我已经好久没见到我哥了。 正在会见诸多强者的李南, 心念一动, 便知道是老爹和李小暖来了。 他此前便安排饕餐, 前去接老爹, 总算来了。 诸位稍等, 等我去接一下我爹。 李南但笑着说道, 是, 众人齐声应道。 虽然李南没有说, 但众人还是跟在李南身后, 前去迎接李锦鸣二人。 爹。 李南满脸笑意, 已经有许久未见老爹了。 好小子。 李锦鸣笑着开口, 拍了拍李南的肩膀, 眼中满是欣慰之色。 哥, 想死我了。 李小暖如之前一样, 像个八爪鱼一样贴在他身上。 小暖, 你又不好好修炼, 到现在还是。 李南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小暖打断道, 哥, 你太过分了, 一见面就说叫我。 李南与李锦鸣相识一笑。 诸位, 这位便是朕的爹, 日后天南皇朝的事务大多由他做主。 李南悄悄看了眼李锦鸣, 有些尴尬。 毕竟又把自己老爹推出来当工具人, 还好老爹没什么反应。 我等拜见太上皇, 拜见太上皇。 众人齐声败道。 对于李南说的, 他们根本不敢反对。 此前李南也告诉他们, 以后的东周大陆由天南皇朝管理, 他是天南皇朝名义上的皇主。 李锦鸣一时有些猛, 尽管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 但当这些大能, 圣人真的败道在他面前时, 心中还是大大一惊。 他没想到不过一年不见, 他的儿子竟然将东周大陆拿下了。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起来吧, 以后还要各位多多协助。 李锦鸣面无表情, 淡淡开口。 是, 众人齐声喝道。 回到大殿后, 李南继续着手他的安排。 神女殿, 大罗剑宫, 天雷山, 雷剑宗, 小学宫五大势力听令。 李南大声喝道。 闻言, 五大势力之人肃穆, 目光灼灼看着李南。 你们五大势力, 全部并入天南书院, 允许你们形成单独一脉, 日后为我天南皇朝培养人才, 不得懈怠。 李南声音平淡如水, 但充满威严。 是, 五大势力齐齐应道, 同时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样, 还能保留一丝传承, 只不过日后, 没有那么自由了。 其余大小, 势力也一样, 将传承拿出来, 全部并入天南书院。 是, 众人应道, 魔九, 红文老魔上前听令。 李南大声道, 皇主, 魔九, 红文老魔上前恭敬道, 你们二人以后就是天南书院的副院长, 一是守护者, 可明白。 李南淡淡说道, 他这么安排, 是有原因的。 在所有准地当中, 这二人的修为是最高的。 天雷山, 神女殿, 雷剑宗三方势力的准地都不及这二人。 明白。 魔九和红文老魔大声应道, 神女殿, 雷剑宗, 天雷山的准地都为天南书院的守护者。 可明白。 李南再次开口。 我等明白。 三人齐声开口。 这三人分别的是神女殿的曼宁仙子, 雷剑宗的飞光剑地, 天雷山的俘罗。 他们都是准地一众的修为境界。 这是天命丹。 你们一人一枚。 李南拿出三枚天命丹, 交由三人。 三人接过后, 面色大喜, 心中无比激动。 这可是地丹, 魔九与红文老魔服用了这个丹药, 然后更进一步。 甚至有问鼎大帝的可能, 如何能不叫他们激动? 你们在这服用即可。 李南淡淡道。 三人文言也不犹豫, 在众人的目光中静止将天命丹服用下去。 李南又将目光转向其他人, 十年, 元雷大圣, 输钱。 一个个熟悉又不熟悉的人从他的目光中一掠而过。 只要有培养价值, 李南都会毫不犹豫选择培养一把。 不就是天命丹吗? 他还有一百来克。 第七十八章, 震惊的众人, 四大凶兽。 十年等人见李南的目光看了过来, 面色激动无比。 尤其是十年, 元雷大圣与输钱三人。 他们是最开始就跟李南交好的, 说是众人最为熟悉李南的人也不为过。 果然, 在他们的目光中, 李南又拿出一瓶天命丹, 给了他们人手一颗。 其中, 苏眉手上拿了两颗, 另一颗是给楼莲的, 务必给他服下。 李南看着苏眉淡淡说道, 他上次远远见过楼莲一次, 是个天才, 只不过没去通天桥罢了。 是, 多谢皇主。 苏眉心头一喜, 恭敬道, 对于楼莲也能拿到地阶丹药, 他有些意外。 看来皇主是真的愿意培养天骄, 想必所图甚大, 那他也不是没有冲击地尽的机会。 他相信只要立功, 李南定不会少了他的赏赐。 如今, 没有丝毫的功劳, 仅凭天赋都能得到一颗天命丹。 要是立了功, 那还得了。 基本上, 有大胜潜力之人, 都被李南赐予了天命丹。 但就这一百来颗丹药, 竟然没有发完。 天赋还是太低了。 李南暗自摇头, 东周大陆落后其他大陆, 世界太多了, 也不知是何原因。 陆白兄, 你就别眼巴巴看着我了, 这天命丹自然有你的份。 忽然, 李南瞧见陆白正眼巴巴看着他, 但又不好意思提, 让他玩耳一笑。 这平时酷爱喝酒, 狂得没边的陆白, 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说着, 便将一枚天命丹给了陆白。 吃吧, 吃吧, 吃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李南心里笑呵呵地想到, 陆白也没有客气, 当着他的面吃了下去。 这家伙。 李南摇头一笑, 这陆白还真是相信他, 也不怕他下毒。 咦? 李南发现自家妹妹居然眼睛不眨地盯着陆白看。 于是乎, 他在两人中看来又看去, 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 该不会是李小暖看上了陆白吧? 他越想越有可能。 毕竟陆白的姿色摆在那里, 再加上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 能吸引女孩子也说得过去。 李南不禁有些头疼, 他怎么看都觉得这二人不大。 一个人爱玩, 一个人爱喝酒, 一个天真烂漫, 一个狂的没边的醉鬼。 这样子能走在一起。 算了, 随他去吧。 李南有些头疼, 最后决定不管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能在一起固然好, 不能在一起也无所谓。 老爹, 你看小暖。 李南传音给李锦明, 示意他看李小暖。 这头疼的事情还是交给老爹吧。 等众人都回过神来, 已经是三天后了。 这三天里, 曼宁仙子, 飞光见地, 弗罗三人, 他们的修为从准地一重, 晋升到准地二重。 潜力也提升一劫, 有机会成为大地强者。 书前这小胖子更是连破几个大境界, 现在是神魂境巅峰的修为。 其他人更不用说准地都能提升修为, 他们的修为进步更大一些。 众人目光火热地看向李南, 这一刻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李南的神秘, 有大地强者护道就算了, 连这么逆天的丹药都能拿出来。 诸位, 你们都是站在东周大陆巅峰的人, 希望你们努力修炼, 好应对将来到来的大节。 除了天命丹外, 镇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丹药, 只要你们有功劳, 甚至有望更进一步, 都可以来镇这里领取丹药等修炼资源。 另外, 天南书院要全方位检测一个人的根骨, 不能放过一个天才。 李南洋洋洒洒说了很多, 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听进去。 他下了死命令, 修为实力的提升是重中之重, 这是将来应对邪魔的关键。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他打算将四大凶兽换出来, 好好震一震众人。 嗡嗡嗡, 天空被撕裂开来, 四股带着邪恶气息的威压充斥天地。 接着, 穷奇, 饕餐, 混沌, 陶屋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众人健壮, 神色大惊, 还有的人跌倒在地, 实在是这四大凶兽太过吓人。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物。 对, 就是怪物。 这四头怪物的气息无比强大, 比魔九这位准地的气息还要强大很多倍。 皇主, 当心, 魔九见四头凶兽冲了下来, 面色大变, 急忙护在李南身前。 红文老魔等准地皆是如此, 他们都不知道这四头凶兽是李南换来的。 呵呵, 无妨。 李南笑着摆了摆手。 穷奇, 饕餐, 混沌, 逃物。 李南淡淡喊着四兽的名字。 穷奇拜见主人, 饕餐拜见主人, 混沌拜见主人, 逃物拜见主人。 四大凶兽恭敬地败道。 这一幕, 使得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更加震惊。 实在是这些时日, 他们的所见所闻太过匪夷所思。 从今日起, 你们就是我天南皇朝的四大守护兽。 李南直接宣布道, 我等里面。 四兽郑重点头, 然后消失在众人面前。 呵呵, 诸位不必惊讶。 他们不过是刚入大地的凶兽罢了。 李南风轻云淡地说道, 面带笑意, 轻轻瞥了众人一眼。 众人闻言, 心里掀起滔天大浪。 大地? 竟然真的是大地? 刚入大地罢了, 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 众人已经麻木了, 更加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玄机更是惊喜。 天南皇朝有了四位大地境的存在, 在长河界也是可以排在前列的存在。 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接着, 李南见众人的心情逐渐平复。 于是心念一动, 诸天星斗大阵便出现在东周大陆。 整个东周大陆都被一层星光覆盖, 显得神秘无比。 无数星光被引来, 连带着一些星辰都被牵引过来。 这就是诸天星斗大阵的强大之处。 它可以炼化星辰为己用。 不等众人询问, 李南便主动说道, 这是诸天星斗大阵, 尿用无穷。 不仅能抵挡大地的攻击, 还能炼化诸天星辰, 爆发出可怕的威能。 同时, 还有探查、 传送等功能。 李南大致给众人讲述了一下诸天星斗大阵。 若说之前的天雷银等大阵功能毕竟单一的话, 那么诸天星斗大阵的功能就比较多, 还拥有强大的攻击与防御能力。 如果有邪魔怪物出现的话, 势必会被诸天星斗大阵探测到。 众人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他们只觉得好厉害, 真厉害, 实在太厉害了。 同时, 心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修炼, 让皇主刮目相看。 第79章 法则之力 随着众人的离去, 天南皇朝统一东周大陆的消息, 如暴风般席卷整个大陆。 不管是修行之人, 还是普通凡人, 都知晓了天南皇朝的存在。 尤其是知道了天南皇朝皇主李南的存在, 因为在每个城池中都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 如果仔细看的话, 与李南有些相像。 但又不是李南, 是神灵法身的模样。 一个大陆供给的香火之力是无比庞大的, 足够神灵法身发挥出大地的力量。 短时间内, 是不用担心神灵法身耗尽力量了。 老爹, 什么事啊? 李南见李景明来了, 赶紧打了个招呼。 他可是知道李景明忙得不可开交, 以前管理一个小地方就特别忙, 更别说现在。 还好老爹的修为提了上来, 已经是大能静的强者。 好小子, 你老爹可没你那么清闲, 这么大的摊子全交给我, 也就只有你这臭小子干得出来。 李景明美好气道。 一方面儿子这么优秀, 他很有成就感。 另一方面, 当这小子的爹实在太累了。 你小子要求的雕像都给立好了, 还建立了祠堂。 运爵, 这门修炼之法也传了下去, 现在整个东周大陆之人都有修炼。 死亡沙漠也处理好了, 南荒与东周大陆彻底连通。 你是不知道, 当南荒暴露在东周众人面前时, 直接惊掉了东周众人的下巴。 还有就是, 陆丰宇到十二这两人并没有任何消息, 想必不在东周大陆。 红衣与陆无双等人, 同样离开了东周大陆, 目前没有具体的消息。 李景明将李南关心的事情, 一件件说了出来。 喂, 臭小子你有没有认真听? 李景明见李南一副哈欠连天的模样, 气得咬牙切齿。 有啊, 我都听明白了。 李南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 小子, 你什么时候将你娘亲找回来? 你如今有了四位大帝手下, 这对你来说没有难度了吧? 李景明说起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好像这小子没有将他娘子放在心上, 这实在太过分了。 老爹, 正在找, 你就放心吧, 只要打听到老娘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李南连连保证, 但掌和界实在太大, 大陆世界数不胜数, 要找到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还要难, 他已经全力去找了。 李景明见状,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李南已经尽全力去找了。 一开始还以为夫人在东周大陆, 结果东周大陆根本没这么个人, 那就只能是其他世界的人了。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夫人来自其他世界, 这就有点奇怪。 想想当初结实的样子, 越想越说不通, 好像夫人是专门为他而来的。 真是的, 这么大个人了, 去哪也不说一声。 李景明小声嘀咕, 离开了李南的住处。 李南咬头苦笑, 玄机不再想这件事。 他的修为已经到了虚境巅峰, 到达虚境后就开始接触法则之力, 也没有极境或是禁忌之说, 看的是法则之力的领悟, 或是修炼法则之力的多寡。 同时, 也与法则之力的强大有关。 因为有系统迁到的大因果树, 通过修炼, 自然而然掌握了一部分因果法则。 这是顶级的法则之一。 另外, 由于洞天世界吞噬天结的缘故, 让他也掌握了一部分雷值法则。 虽比不上因果法则, 但也相当强悍。 攻伐能力首屈一指。 除了以上两种法则, 因为身负混沌剑体的缘故, 剑之法则与混沌法则也有掌握。 不过, 相对于剑之法则, 混沌法则只能说是掌握的, 连皮毛都算不上。 至于仲童带给他的能力, 有演化、解析之效。 因为, 上次融合破网神童, 无敌仲童跟着达到了小城之境, 同时解锁了一门神通, 消融术, 可以将万物消融分解, 化为乌有。 修炼到高深处, 甚至能够消融法则, 消融大盗。 当你使用这门神通, 消融对方的法则大盗时, 有多么恐怖, 可想而知。 但也因为无比强大的原因, 导致众童和这门神通的提升, 无比困难。 李楠将这门神通带来的法则, 称之为消融法则。 而破网神通不是他自身所有, 所以只有两门神通, 并没有助他领悟相关的法则之力。 故此, 李楠掌握的法则有剑之法则, 雷之法则, 因果法则, 混沌法则, 消融法则。 虽大多仅仅只是掌握了皮毛, 但也超出一般人很多。 其他人能掌握其中一门法则都谢天谢地, 可李楠却是有五种法则。 烧是好思绪。 李楠也没想到就这么修炼到了虚境巅峰, 只需再进一步。 他将成为王境强者。 他并没有着急突破, 突破后对他的帮助并不大。 他本身就有越境而战的能力, 只要顺其自然突破就行了。 在一个境界打磨时间长一点, 还是很有好处的。 公子, 距离东周大陆最近的大陆是永元大陆。 罗血前来禀报, 他的修为与李锦明的一样, 都到了大能境。 永元大陆的整体实力如何? 李楠淡淡问道, 如果永元大陆的实力与东周大陆相差甚远的话, 那么便直接进行武力降服。 若是差不多, 那只能慢慢想办法。 出了大陆, 想要控制一方世界还是有一定困难。 回公子, 永元大陆并无大地强者, 修为最高的是准地。 罗血面无表情, 将已知的情况说了一遍。 李楠听到罗血的话后并没有意外。 如果永元大陆有大地强者的话, 东周大陆应该会得到消息。 传令, 圣境之上的强者备战, 准备攻伐永元大陆。 李楠语气平淡, 似乎在说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 是。 罗血攻进硬道, 骨子里的那份杀伐气息不经意流露出来。 于他而言, 战场才是提升修为的好去处。 随着李楠命令的传出, 东周大陆的圣境强者开始热血沸腾。 这代表着他们有立功的机会, 立功就能得到李楠的赏赐。 特别是那些修为难以寸进之人, 纷纷摩拳擦掌, 恨不能现在就杀进永元大陆。 但他们也知道急不得, 这一切都要等待李楠的命令。 第八十章, 世界本源。 石小子, 你恢复过来了吗? 元雷大圣笑呵呵问道, 现在他们又像从前一样, 有事没事在一起聊聊天, 交流一下修炼经验。 多亏了公子的丹药, 我现在基本都恢复过来, 连带着潜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真不愧是天命丹, 连带着我的潜力都得到极大的增强, 果真有逆天改命的效果。 十年笑着说道, 感慨连连。 哈哈哈哈。 石小子, 你说得不错, 天命丹果真是夺天地造化。 老夫我晋升准地只是时间问题,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就是准地了。 元雷大圣喜笑颜开, 他现在已经是大圣巴仲的强者, 距离九重也就是一步之遥, 随时可以突破。 他们都得到了李楠的赏赐, 或者说是被他们当初站出来的暴打。 石小子, 这次参与的人比较多, 我们要不联手? 元雷大圣忽然说道, 嗯, 十年没有多想, 便答应下来。 功伐别的世界,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说不定就会葬身永元大陆。 联手的话, 活命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虽然他们这边有大帝的存在, 但他们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 李楠是不会派大帝出手的。 否则, 要他们这些人有何用? 大帝都是一方势力的定海神针。 真正参与功法争斗的, 往往都是圣境强者, 乃至大能静, 黄静之人。 除了十年与元雷大圣外, 其他的强者也找上自己的老友, 想合作一番。 这天, 李楠见时机已经来临, 永元大陆的基本情况也已经了解, 是时候征服永元大陆了。 李楠心中暗道, 他抬头望向远方, 心里有些复杂。 战争意味着你死我活, 会让无数人直接或者间接死亡。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邪魔已经入侵玄黄界, 甚至其他界域。 他都不敢保证, 长河界有没有邪魔的存在。 唯一值得庆幸的, 就是东周大陆并没有发现邪魔的存在。 这让他安心不守。 只要按部就班, 将长河界一统。 利用系统迁道的资源, 不断变强。 他终究会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点。 丁, 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迁道, 请问是否进行迁道? 就在他进行沉思时, 系统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思绪, 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迁道? 李南心里默念。 他已经习惯系统地忽然提醒, 就是不知今天会迁道什么。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世界本源。 世界本源? 李南带着疑问, 查看了介绍。 世界本源, 顾名思义, 就是一方世界的本源。 如果一方世界失去本源, 那么将变得不能修炼, 法则衰弱, 甚至消失。 世界也会变得孱弱无比, 天地灵气将会消散。 同时, 世界本源越强大, 能承载力量就越强, 也能诞生更强的存在。 就拿东周大陆来说, 近万年来, 根本无法突破至大地境。 就连突破至准地境的人都寥寥无几, 甚至此前, 修为最高的不过是准第二重。 李南顿时明白了世界本源的妙用。 童子哥, 东周大陆的本源是不是缺失了? 李南突然问道, 他今日迁到这个世界本源, 想必是有原因的。 他此前就觉得东周大陆怪怪的, 竟然万年没有大地诞生, 但又可以承载大地的力量。 是, 如果对东周大陆使用世界本源, 则可以让东周大陆诞生出大地境的存在。 系统还解释了一句, 对于世界本源, 它有两个用处。 第一, 则是给自己的动天, 世界使用。 第二, 便是让东周大陆吞噬, 弥补本源。 李南略意考虑, 便决定将世界本源给东周大陆吞噬, 弥补东周大陆的本源。 因为它的动天世界, 本源本身就无比强大。 还有世界术的存在, 世界本源只会越来越强。 这点世界本源对于动天世界而言, 基本没什么用处。 反而对东周大陆用处非常之大, 可以使东周大陆诞生大地。 这样一来, 东周大陆修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也能诞生更多的天骄。 想必东周大陆的天骄棘手, 是和这个原因有关的。 李南不再犹豫。 心念一动, 世界本源便出现在天地之中。 而后与东周大陆的世界本源进行了融合。 短短瞬间, 东周大陆灵气喷发, 天降金莲。 怎么回事啊? 已经齐聚中周的圣境强者, 各个露出惊讶的表情。 眼前的情况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快, 修炼。 我感觉现在修炼变得容易了。 也不知是谁大声说了句。 而后, 众人纷纷开始修炼。 有的人直接跨越了一到两个小境界。 须知, 这里的都是圣境强者。 修为更低之人会得到怎样的机缘可想而知。 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李南得到的反馈是无比巨大的。 他似乎能感受到世界的欢呼,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这一刻, 他觉得他就是东周大陆的天命之子。 呜呜呜。 王静一众。 王静二重。 刚突破虚境没多久的李南, 修为又开始攀升。 这是东周大陆对他的馈赠。 因为他使得东周大陆的世界本源得以完整, 甚至更加强大。 仅仅片刻, 李南的修为便到了王静巅峰。 他甚至有感觉, 只要他想突破, 他的修为随时可以跨入圣境。 这是东周大陆对他的奖励, 但他硬生生停了下来。 虽然一步入圣, 看似很快, 很强大。 但这不是他的道路。 东周大陆能让他一步入圣, 但不能让他直接掌握法则之力。 而圣境更是开始接触大道之力。 这比法则之力更加强大。 尽管有些可惜, 但李南明白。 他迟早也会成为圣境, 乃至递进强者。 如今, 他的修为并不是很重要,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便可。 想清楚这一切, 李南不再在意这其中的得失。 李南静静观察着修炼中的众人, 这次迁道也算来得及时, 征战前还能让众人提升一下修为。 众人的修为越高, 对他的帮助就越大。 这些人可都是修炼了运厥, 吃了他给的丹药, 与天南皇朝与他深深地绑在了一起。 他根本不担心有人会背叛。 一个月后, 众人纷纷从修炼中醒来。 感受着自身的修为, 很是惊喜。 我等拜谢皇主! 众人齐声朝李南方向拜祷。 虽然他们不知道是何原因, 但不妨碍他们猜测这一切与李南有关。 在东周大陆, 也只有李南有这般手段。 诸位, 稳固好修为。 三日后, 出发。 李南的声音响彻在众人耳旁。 第八十一章 楚家。 时间一会儿过, 转眼便来到了三日后。 这天, 天南皇朝的强者已经准备就绪。 只要李南一声令下, 即刻就能对永元大陆发起进攻。 并且, 永元大陆的势力在众人心中都有了数。 天南皇朝这边以五位准地带队。 魔九带领的强者以元大罗剑弓为主。 曼宁仙子带领的强者以元神女殿为主。 飞光剑帝带领的强者以元雷剑宗为主。 弗罗带领的强者以元天雷山为主。 红纹老魔则是带领圣渝的圣境强者。 李南并没有阻止, 不管是什么势力都有派系之分。 只要他们为天南皇朝考虑没有触碰他的底线, 就随他们去。 除了这五位准地外, 李南也准备轻身前往。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把穷旗混沌带上。 此前大日剑派背后都有大帝强者, 永元大陆某些势力的背后说不定就会有大帝存在。 他要保证此行一举拿下永元大陆。 出发! 李南平静开口, 轰轰轰。 随着李南声音落下, 穷旗将众人移卷。 众人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永元大陆, 与原来的东周大陆一样, 并没有一统大陆的势力。 而是以宗门、世家为主。 这些宗门, 世家共同统治着永元大陆。 分为三大世家、四大宗门。 一共七大超级势力。 世家分别是楚家、刘家、上官家。 宗门分别为霸刀门、 玄英宗、圣光寺、青红宗。 这七大超级势力将永元大陆瓜分, 把持永元大陆无数的资源。 天南皇朝此行的目的, 正是以这七大势力为主。 只要将这七大势力解决, 永元大陆唾手可得。 此时的永元大陆, 一片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人知道天南皇朝来势汹汹。 楚家所在, 这里正经历着一场厮杀。 可恶, 你们是什么人? 楚家家主, 楚风双目通红, 愤怒无比。 紧紧盯着半空中的黑衣人, 他并不清楚眼前人是什么来历。 他的族人正被屠杀, 连刚出生的幼儿都没被放过。 呵呵, 楚风, 之前让你加入, 你不愿, 只好将你楚家抹去。 黑衣人冷笑着说道, 似乎眼前的一幕对他来说很是赏心悦目,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纸尖上的鲜血。 你们是? 楚风闻言, 神色大变。 他顿时回忆起不久前, 楚家来了位不速之客, 邀请他们加入一方神秘势力。 没有意外, 楚风直接拒绝了。 开玩笑, 楚家是永元大陆的七大超级势力之一, 还用得着加入别的势力。 楚风露出苦笑, 眼底很是不甘。 难道就因为不加入他们, 就要将他们楚家抹去吗? 楚风嘴角咳血, 神情紧张, 额头皱成了穿字。 眼睛朝虚空深处看去, 他们楚家老祖正与一人大战。 如果老祖胜出还好说, 不然他们楚家今日就要就此覆灭。 黑衣人也没有着急, 饶有兴致看着楚风, 看着楚家发生的一切。 有时还发出随手一击, 将下方的楚家之人灭杀。 似乎楚家对他来说, 就如随手可灭的蝼蚁。 来了兴趣, 便一脚踩上去。 楚风捏紧拳头, 面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他很想将眼前的黑衣人一箭斩杀, 但他远远不是这黑衣人的对手。 并且已经被眼前的黑衣人打成重伤, 若不是黑衣人抱着戏耍的心思, 恐怕他已经死了。 你到底要如何? 楚风牙刺欲裂, 强忍着痛楚。 哼, 只要你楚家加入我们, 我们便放过你楚家如何? 黑衣人嘴角微微翘起, 轻笑着说道。 不, 黑衣人随手一指, 又一位楚家人被击杀。 你, 楚风已经不抱希望, 楚家经此一意, 就算勉强存活下来, 也将退出超级势力之列。 碰, 忽然, 一道人影从虚空中砸在地上。 老祖! 楚风急得大叫, 这是他们, 楚家唯一一位准地境的老祖, 没想到, 老祖都败了。 难道天要往我楚家吗? 楚风声音沙哑, 身形显得有些勾搂, 仿佛一下步入了暮年。 呵呵, 这就是你楚家拒绝的代价, 黑衣人不以为意的。 是吗? 忽然, 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从裂缝处传了过来。 谁? 黑衣人大惊, 转头朝空间裂缝看去。 呵呵, 没想到长河界真有邪魔的存在。 李南的身影从空间裂缝走了出来, 跟在他身边的是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 他原本并未打算前来楚家, 是穷奇与混沌感受到了此处的异常。 明明有准地战斗, 但波动却异常小。 若不是穷奇身为大帝境, 还真察觉不出来。 大帝? 黑衣人身后的准地脸色凝重, 尸声说道。 什么? 黑衣人大惊, 面色阴晴不定。 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大帝降临。 明明那些大帝都脱不开身, 眼前的这位大帝是从哪冒出来的? 对于长河界的大帝, 他非常了解。 不然也不会此时对永元大陆楚家出手。 穷奇将他们都杀了。 李南淡淡说道, 他向来不爱废话, 能动手坚决不动口。 是, 主人。 穷奇咧嘴硬道。 然后, 一步一步朝黑衣人走去。 黑衣人与他背后的准地冷汗直流, 正面承受了穷奇的威压。 黑衣人率先承受不住威压, 跌倒在地。 破! 黑衣人直接爆裂开来, 化成一团血雾。 那名准地健壮, 想开口求饶, 却发不出声音。 他眼睛瞪大, 瞳孔猛缩。 在他的视线中, 穷奇朝他就是一爪。 扑扑, 他也随之不了黑衣人的后尘。 哼! 穷奇冷哼一声, 邪魔那一方的人尽数神魂俱灭。 楚风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感到不可置信。 方才高高在上的黑衣人, 以及将他老祖打成重伤的准地, 就这么没了。 大帝。 楚风嘴里喃喃, 似乎想到什么。 然后心中一喜, 又有些局促不安, 对着李南拜谢道,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前辈若有差遣, 楚风万死不辞。 他以为李南同样是大帝强者, 因为刚刚穷奇喊李南主人, 他听得十分清楚。 拥有大帝作奇的强者, 他不敢想象是何等存在。 第82章, 收服楚家, 龙骨。 哦? 你确定? 李南看着楚风, 玩味一笑。 说来此事也很意外, 没想到, 距离东周大陆, 最近的永元大陆, 竟有邪魔的存在。 更意外的是邪魔竟然将楚家解决得差不多了, 都不用他, 怎么费力, 就能将楚家拿下。 当然, 对于这些势力, 他还是以拉拢为主, 然后转变为他的人。 毕竟, 他手底下的人太少了, 以后的势力范围会越来越大, 如果不这么做, 将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确定? 楚风咬咬牙, 用力点了点头。 在一个大帝面前, 他没那个胆量, 胡说八道。 说出来的事情, 他必须完成, 否则就是对大帝的不敬。 大帝的怒火, 他承受不起。 我要你楚家臣服于我, 可怨? 李南没有废话, 直接问道。 文言, 楚风面色变化, 殷勤不定。 大帝, 我楚家怨臣服于您。 还不等楚风开口, 身受重伤的楚家老祖, 出声应道。 楚风小子, 能追随于大帝, 是我楚家的福分。 楚家老祖见楚风还想说些什么, 赶紧出声说道。 他可不想大好的机会就被楚风破坏, 他是准地, 自然能够清除大帝的强大。 别看他是准地强者, 在楚风面前显得强大无比。 但在大帝面前, 他也只是一只稍微强壮的蝼蚁, 把这颗丹药服下去。 李南拿出一颗天命丹, 服下丹药, 才算是他的人。 这是。 楚家老祖瞪大眼睛, 他能感受到他的身子对于这枚丹药的渴望。 楚家老祖不敢犹豫, 接过丹药后, 直接将丹药吞服下去。 虽然天命丹主要的功能是提高根骨潜力, 增加修为。 但同时是地阶丹药, 还是顶级的地阶丹药。 治疗伤势根本不在话下。 楚家老祖的伤势肉眼可见的好转, 身上的气息也提升一减。 楚连心扣谢大帝。 楚家老祖楚连心恭敬败道。 眼中满是感激之色, 这枚丹药不仅让他伤势恢复, 还能让他更进一步。 他有预感, 只要闭关一段时间, 定能突破到准第二重。 一旁的楚风见状, 眼中的艳羡之色一闪而过。 但他有自知之明, 根本不敢对李南提要求。 他的心态也是马上转变过来。 作为大帝的追随者, 大帝给他, 他才能接受。 万万不能主动提要求。 李南自然也注意到了楚风的神色, 也注意到他态度的转变。 这是给你的。 李南也没有吝啬, 将一枚天命丹给了楚风。 楚风是圣王三众的强者, 本身的潜力就不可小觑, 有了这枚天命丹, 成为准地不在话下。 如果再有一些机缘, 就算是大帝也有可能。 楚风见状, 神色一乐。 这枚丹药跟老祖刚刚服下的一模一样, 给老祖带来怎样的改变, 他一清二楚。 这么珍贵的丹药, 就这么给他了。 楚风有些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 就算眼前的是毒药, 他也要接过来吃下, 并且感谢大帝赐丹。 更别说是这般逆天的丹药。 你小子还犹豫什么? 大帝给你, 是你小子的福分。 老祖跟你说, 服下这枚丹药后, 老祖感觉到将来有冲击大帝的可能, 还不感谢大帝。 楚连新见楚风犹豫不决, 心里不由大吉, 然后赶紧出声提醒。 闻言, 楚风大惊。 玄疾不再犹豫, 恭敬地接过丹药, 又朝着李南败献。 你楚家可还有圣镜强者。 李南出声问道, 刚才穷奇提醒他说, 周围除了楚风二人外, 便没有圣镜强者存在。 楚连新悲痛地摇了摇头, 他们楚家的圣镜 已经被先前的黑衣人悉数斩杀。 唉。 李南心中微微叹气, 偌大一个楚家, 最后只剩一位准帝, 一位圣王。 若不是他及时赶来, 楚家已经灭亡了。 霸刀门。 顾名思义, 因为霸刀强势, 故取名霸刀门。 门中弟子都练就一手好刀法。 红文老摩知道, 有这么一个宗门后, 主动请英前来霸刀门。 因为他也是用刀的, 说是东周大陆, 刀到最强者也不为过。 所以对于霸刀门很感兴趣, 其他人自然不会跟他抢。 毕竟七大超级势力, 而他们只有五队, 每人挑一方势力, 还能胜两方势力。 此时, 霸刀门山门前, 一位独臂少年背负着一柄漆黑如墨的大刀。 这大刀比他人还高, 看来沉重无比。 少年面容坚毅, 看起来十五六岁, 左边衣袖空空, 显然左臂已经断了。 古铜色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 闪烁着不一般的光芒。 他站在霸刀门山门前, 忽然放声大喊, 南宫齐何在, 龙骨前来赴三年之约。 南宫齐何在, 龙骨前来赴三年之约。 南宫齐何在, 龙骨前来赴三年之约。 龙骨的声音响彻天地, 山谷中还传来回音。 怎么回事啊? 霸刀门弟子面面相去, 都不清楚来人的情况。 去去去, 少主也是你能见的。 这时, 一位弟子上前赶人, 但龙骨并未理会他, 那弟子也不好强行赶人。 如果龙骨话中是真的, 他会不好交代, 只能放任龙骨在山门外。 一炷香后, 龙骨再次放声大喊。 南宫齐, 难道不敢与我比吗? 哼, 你且上来, 少主在演武场等你。 这时, 一道声音出现在众人耳旁。 霸刀门弟子面面相去, 没想到龙骨说的是真的。 他竟然真的认识少主, 还要与少主比试。 哼, 不自量力罢了, 什么阿猫阿狗也妄图与少主比较。 就是, 一个残废罢了, 不要到石刀都拿不动。 龙骨没有理会众人的讥讽, 一步一步踏上台阶, 朝霸刀门的演武场而去。 不多时, 龙骨便来到了演武场。 此时, 演武场上众人围着一位青年有说有笑, 言语行为尽显恭敬讨好之色。 那位青年正是霸刀门的少主, 名为南宫齐。 哼哼, 龙骨, 你还真来了? 南宫齐轻笑道, 眼中尽是不屑。 南宫齐又接着道, 三年前留你一命, 还以为你会苟且偷生, 这次你是打算将右臂也留下吗? 哈哈, 就是, 龙骨别给脸不要脸。 依我看, 你们龙家还是将你姐姐嫁给我们少主的好, 那也是你们龙家的福气。 哼, 就他们龙家也配与我们少主相提并论。 废话少说, 我姐是不会嫁给你的。 龙骨冷声道, 他已经做好死在此地的准备, 但他死之前一定要将南宫齐斩杀。 第83章 来战, 或许是出于对南宫齐的信任, 霸刀门没一位长老出现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 龙骨只不过是袁丹静, 能发挥出洞天静的实力, 就顶天了。 而南宫齐是神魂静的修为, 随便动动手指都能碾压龙骨。 哼, 当初要不是看在玄英宗的面子上? 你以为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跟本少主出言不逊? 你姐不过是玄英宗的真传弟子罢了。 本少主娶她, 是给你龙家面子。 南宫齐眼神斜视着龙骨, 话里话外, 言行举止都充满了对她, 对龙家的不屑。 龙骨紧紧攥着拳头, 双目变得通红。 三年前的画面浮现在她的脑海。 她姐为了保护她, 才有了这三年之约。 如果她不来也是可以的, 但她姐就要嫁给南宫齐。 而嫁给南宫齐, 她姐姐怕是会生不如死。 为了保护姐姐, 她便偷偷一人来了霸刀门, 赴这三年之约。 南宫齐, 来站。 龙骨盯着南宫齐, 出声喝道。 旋即取下背后的墨色大刀, 面色凝重, 如灵大敌。 既然你找死, 那本少主就成全你。 南宫齐面色冷了下来。 小废物, 从来没有人敢再三不给我面子, 偏偏你是那个例外。 本少主决定了, 这次就不杀你。 我要让你看着我与你姐澄清, 还要你亲眼看看龙招 在我胯下成欢的模样。 南宫齐舔了舔嘴唇, 挑衅地看着龙骨。 闻言, 龙骨的神色更加冷了几分。 用力握紧了手中的刀, 一言不发紧紧盯着南宫齐。 用刀? 让本少主教教你刀怎么用。 南宫齐话说间, 轻描淡写, 就将龙骨的攻击挡住。 同时, 他单手提着把刀, 一步一步朝龙骨走去。 不论龙骨怎么拉开距离, 南宫齐都离他越来越近。 尽管来之前, 龙骨就有预料到双方的差距很大。 但他没想到差距如此之大。 他不管怎么攻击, 甚至都碰不到南宫齐。 这还怎么打? 龙骨胸中涌现出深深的挫败感。 两个大境界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吗? 龙骨喃喃自语, 脸上泛起一丝苦涩。 刀是这么用的。 南宫齐低声喝道, 只见一刀半月形的绿色刀芒朝龙骨劈去, 龙骨必无可避。 坚毅的面容上首次出现慌乱之色, 龙骨猛地咬牙, 嘴唇瞬间出现一抹血色。 南宫齐挥出这一刀后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戏血看着龙骨。 在他的设想里, 不出意外的话, 龙骨将会被重伤, 运气不好, 甚至会当场殒命。 这并非夸大, 而是他对自己的自信。 就是此时, 龙骨心中一动, 全力催动, 手上那柄比他人还高的大刀。 似乎他的精气神都被墨色大刀吸收, 龙骨瞬间变得虚弱无比。 一定不能倒下。 龙骨暗暗给自己鼓劲, 他还没有将南宫齐斩杀, 还没有抱断臂之仇。 终于, 在倒下的瞬间, 龙骨将他所能发挥出最强大的一刀斩了出去。 而此时的南宫齐, 还在细血地看着龙骨。 对于龙骨的这一击他,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就倒下了。 南宫齐斥笑道, 龙骨倒下前的那一刀, 他也看到了, 不过没有在意。 就这, 还敢与少主比试? 哼, 少主还是太仁慈了, 换作是我, 三年前他就没命了。 少主无敌, 少主无敌。 随着龙骨倒下, 众人窃窃私语, 随即更是响起一阵欢呼声。 南宫齐听到后, 嘴角微微翘起, 这些话显然很受用。 看着龙骨倒下前斩过来的一击, 南宫齐并没有放在心上。 伸出右手, 随手迎了上去。 扑! 忽然, 南宫齐的右手硬声而断。 他感觉到痛苦时已经晚了, 还不等他叫出声, 龙骨的这最后一刀, 直接将他斩成两半, 神魂也没有逃过。 正在欢呼的众人, 直接傻眼了。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少主死了。 也不知谁大喊了句,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紧紧片刻, 便有长老赶了过来。 看着躺在地上死的, 不能再死的南宫齐, 又看见还剩一口气的龙骨。 某中闪过不可置信之色, 接着就是大怒。 龙家, 你们找死。 这长老低吼道。 少主死了, 还是被人在自家宗门斩杀的。 这件事传出后, 不知会引发多大的震动。 本来是他负责保护少主的安危, 结果被一个低了两个大境界的人斩杀, 怕是说出去都没人信。 而他, 也要接受宗门的处罚。 还剩一口气的龙骨, 在听到南宫齐被他斩杀后, 心里的石头悄然落地, 他才不管这些人会如何。 更不会管龙家会如何, 他只在乎他的姐姐。 则则则, 正在虚空中观战的红纹老魔, 面色有些复杂, 同时又有些惊喜。 红纹老魔等人, 刚好是在龙骨与南宫齐交战的时候过来的。 恰巧看到这一幕, 红纹老魔就隐藏在虚空中, 没有出现。 这么好的苗子, 死了可惜了, 刚好做我的弟子。 红纹老魔喃喃自语, 他周围的圣镜强者闻言, 眼中闪过羡慕之色。 小畜生, 你斩杀了少主, 你就先给少主偿命吧。 那冥长老寒声道, 正要出手灭杀龙骨时, 一声大喝从天际传来。 谁敢灭杀我的弟子? 正是红纹老魔。 那冥长老健壮, 神色一惊, 接着诗声道, 准帝。 哼。 红纹老魔冷哼一声, 不等那冥长老说话, 直接一眼将他瞪得爆炸。 徒弟, 徒弟新鲜。 红纹老魔有些焦急, 好不容易碰到个叨叨的好苗子, 可别就这么死了。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静止拿出好几种疗伤丹药, 一粒一粒给龙骨服下。 很快, 龙骨的气息就稳定下来。 是谁? 这时, 一道怒吓声骤然出现。 那么大声作甚? 是你爷爷我。 要是吵到我的宝贝徒弟了, 你赔我一个徒弟啊。 红纹老魔毫不客气对了回去, 嘴里还念叨着龙骨。 他的宝贝徒弟气息刚刚稳定下来, 可不能出什么波折。 虽然龙骨还没答应做他徒弟, 但红纹老魔已经将他视为弟子了。 你为何杀我霸刀门长老? 来人是霸刀门的门主, 名为南宫丘, 正是南宫齐的父亲。 第八十四章, 霸刀门臣服。 南宫丘知道自己儿子被龙骨斩杀后, 本就大惊大怒。 结果, 还不等他做出反应。 霸刀门的长老, 他儿子的护道人也死在这里。 那家伙想杀我弟子, 该杀。 红纹老魔冷声道, 毫不在意南宫丘的脸色, 注意力反而在龙骨身上。 南宫丘顿时明白过来, 眼前之人口中的徒弟正是龙骨。 若是早知道龙骨有未准帝师尊, 他也不会看着南宫齐这般行事。 前辈, 你可还有事? 南宫丘忍着怒火, 准帝不是他能轻易得罪的。 况且, 眼前之人的气息比他们老祖的气息还要强大, 他们霸刀门惹不起。 哼! 闻言, 红纹老魔冷哼一声, 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 是要收服霸刀门。 实在不行, 就将霸刀门打敷。 你且听着, 我奉大帝之命, 前来收服你霸刀门。 红纹老魔昂手挺胸, 目中充满骄傲自豪, 他可是为大帝办事的。 说完, 淡淡瞅了南宫丘一眼。 什么? 南宫丘还未发话, 他身后的长老就大惊失声, 大帝要收服他们霸刀门。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在霸刀门众人脑中炸响。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大帝怎么会看得上他们宗门? 最强的不过是未准帝一众的老祖, 还是寿员无多的那种。 因此, 他们才不敢轻易 与其他超级势力起争端。 三年前才看在玄音宗的面子上, 放过龙招, 龙骨一马。 如今, 一位准帝强者告诉他们, 奉大帝之命, 前来收服他们。 如何能不震惊? 而等可怨臣服? 红纹老魔寒生问道, 似乎不怨臣服, 就会遭受他的无情打杀。 南宫秋神情大变, 面色一寒。 就算他是霸刀门的门主, 也不敢轻易做主。 若是拒绝, 恐怕他们霸刀门 立刻就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若是臣服, 他有何脸面去见他尸骨未寒的儿子? 此刻的南宫秋心中无比复杂, 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徘徊。 这个决定对他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痛苦。 但最终, 理性占据了上风。 霸刀门, 臣服! 南宫秋咬牙说下了这句话。 说完后, 他似乎瞬间苍老了几十上百岁。 肠病发白, 面容苦涩。 他们倒没有怀疑 红文老魔在骗他们。 一是红文老魔的修为 比他们老祖的还要高, 他们基本没有胜算。 二是红文老魔方 才说话兼尊敬, 自豪的模样不像是假的。 这就对了, 那小家伙是你的儿子吧? 我知道你什么想法, 我劝你不要做什么傻事, 要怪就怪你儿子轻敌, 人家一刀斩下去。 你儿子就随手一挡, 也太不把我徒弟当回事了。 红文老魔难得出言解释几句, 活了这么久, 他也能明白南宫秋的感受。 但龙谷是他认定的弟子, 可不能让他霍霍了, 故此才警告一番。 是, 南宫秋苦笑道, 明明人家的徒弟斩了你儿子, 你还得感谢人家不对你出手。 这时, 龙谷清醒了过来, 感受到这么多强大的气息后, 面色一惊厚, 马上恢复了正常。 你醒了? 红文老魔率先开口道,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龙谷朝着红文老魔拜谢道, 他在昏迷之际, 知道是红文老魔救了他。 哼, 老夫不太喜欢说废话, 你可愿为我弟子。 红文老魔言肃道, 龙谷拜见师尊。 闻言, 龙谷没有犹豫, 竟执行了拜师礼。 哈哈, 好好, 红文老魔开怀大笑, 他如今也有一波传人了。 徒儿, 你先等一会。 红文老魔柔声说道, 诸位, 你们既然臣服于我天南皇朝, 那便要尊我天南皇朝的号令。 否则, 红文老魔说到这, 停顿了一会, 滚滚杀意释放而出。 众人背下的脸色发白, 有的人甚至以为红文老魔要抱起杀人。 我等明白。 众人赶紧应报。 当然, 如果立功是有奖励的。 至于奖励是什么, 我在这也不多说。 总之, 奖励绝对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甚至可以让你们有踏足递竟的可能。 红文老魔卖了个关子, 对着他们神秘一笑。 哗哗哗, 霸刀门众人闻言大惊, 随后情绪被调动起来。 递竟啊, 他们做梦都达不到的境界。 见红文老魔说得这么言之凿凿, 霸刀门众人不得不相信。 你们老祖呢? 红文老魔朝南宫秋问道。 他并没有察觉到准地的气息, 想必他们老祖隐藏气息很有一套。 闻言, 南宫秋也不再犹豫, 立即传音联系老祖。 既然选择臣服, 那就要做出表率。 宗门老祖肯定是要出来见上一面的。 至于如何安排, 他并不知道红文老魔的打算。 刀绝见过道友。 这时, 一道声音在众人耳旁响起。 抬头看去, 只见一位老者立在虚空中, 正对着红文老魔作医。 见过道友, 道友唤我红文便可。 红文老魔也没有拖大, 眼前之人日后也是他们天南皇朝之人, 有必要打好关系。 这是皇主让我带给你的天命丹。 我这里还有一颗严寿的丹药, 你先拿去吧。 红文老魔淡淡道, 眼中闪过肉疼之色。 他们五位准地, 都有李南交给他们的天命丹等丹药, 就是为收服永元大陆的强者准备的。 但严寿丹却是李南赐予他的。 这是颗地阶的严寿丹, 他才会显得很肉疼。 但是没有办法, 刀爵一副随时可能挂掉的样子, 他不敢去赌。 一位准地强者, 对天南皇朝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 刀爵脸上浮现震惊之色, 他不是没有见过严寿丹, 但能让他身体这般渴望的丹药, 还是头一次见。 哼, 刀爵道友, 这可是皇主赐予我的地阶严寿丹, 若不是看你这副模样, 我可舍不得拿出来。 红文老摩笑呵呵的, 不知在想些什么。 红文道兄, 此等恩情必不敢忘。 刀爵朝红文老摩正重施了一礼, 这梅严寿丹对他来说就是救了他一命。 此等恩情可想而知。 哼哼, 你要谢还是谢皇主去吧, 天命丹才事无辈, 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的效果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感悟吧。 红文老摩笑着说道, 继续卖了个关子。 文言, 刀爵没有犹豫, 先是将严寿丹吞服, 效果立竿见影。 原来灰白的头发重新变得有黑, 干枯的皮肤变得韧性十足。 仿佛回到了壮年, 而后他又将天命担服下。 顿时他心中一惊, 他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缓慢增加, 好像潜力也在提升。 这这这, 以他准地的身份都惊讶得语无伦次。 红文老摩在一旁笑而不语, 他之前又何尝不是这般惊讶。 此时, 霸刀门众人目光火热, 摩拳擦掌, 已经在想如何立功拿赏赐了。 哼, 诸位别急, 皇主派我等前来, 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永元大陆, 防止邪魔的入侵。 红文老摩的话给了众人一颗定心丸, 让他们知道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 第85章 前往上官家族, 红文老摩顺利收服霸刀门后, 而后带着霸刀门众人 朝上官家族的方向赶去。 因为上官家族有两位准地存在, 说是永元大陆最为强大的势力也不为过。 除了上官家族外, 圣光寺的底蕴也不可小觑。 传闻圣光寺背后有大帝的身影。 因此, 这两方势力被天南皇朝五位准地放在最后处理。 当然, 楚家不算。 楚家已经被李南亲自收服了。 恰巧, 除去楚家, 五人只需对付六方势力便可。 五人经过商量, 圣光寺放在最后处理, 因为其背后有大帝存在。 相对来说, 上官家族只有两位准地, 比圣光寺好对付得多。 此时, 除了红文老魔外, 魔九也朝上官家族赶去。 因为他收到了红文老魔的传信。 剩下的玄英宗, 刘家, 青红宗分别由曼宁仙子, 佛罗, 飞光剑地带队出手。 相对来说, 行动还是比较顺利的。 除了佛罗性子爆裂些, 上去就直接对着刘家之人一顿胖揍, 与刘家老祖展开战斗。 打得刘家众人一脸猛逼,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 直到最后刘家老祖气愤询问缘由, 佛罗才说明原因。 明白缘由的刘家老祖, 欲哭无泪。 若是早说, 他早就臣服了好吗? 不至于挨着一顿揍。 他一个准地被揍得鼻青脸肿, 都没脸出去见人。 你说你一个准地, 怎么还喜欢肉搏? 于是, 在佛罗的淫威之下, 刘家也被收服。 而曼宁仙子与飞光剑地的手段, 就温和多了。 与红文老魔一样, 直接开口威胁。 不同意, 就直接干仗。 他们见来人气势汹汹, 也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只好请出宗门老祖。 准地老祖出来后, 直接一言拍板, 臣服于天南皇朝。 曼宁仙子与飞光剑地, 也没让他们失望。 直接将天命丹赐予了两位准地老祖。 随后, 两位准地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赴下了天命丹。 同他们一样, 其中的喜悦, 激动之情,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对于臣服于天南皇朝, 已经没有一丝芥蒂, 反而充满了期待。 仅仅一枚丹药, 就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还有冲击递进的可能。 这是他们此生最大的机缘。 上官家族。 凭借两位准地的存在, 在永元大陆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就算其他六大超级势力, 也不敢轻易与上官家族敌对。 这就导致上官家族之人, 天生自带一种优越感。 形势无所顾忌, 气男霸女更是成了日常活动。 偏偏没人感动他们。 就连抱怨都不敢, 生怕被上官家族的人发现。 自然而然, 上官家族的人行事越发霸道, 更是不将其余六大超级势力放在眼里。 俗话说得好, 欲要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这天, 红文老摩率先赶到了上官家族。 与之一起的还有霸刀门的众人, 刀爵赫然在脸。 他们正愁没有立功的机会, 如今送上门来的功劳不要白不要。 南宫秋看着前方的上官家族冷笑几声。 其余几大势力, 他倒是没什么看法, 很有可能会与他们一样, 直接投诚。 但上官家族, 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们不会臣服, 反而会奋起反击。 上官亚裔, 速速出来。 南宫秋放声大吼, 声音传遍四周。 方圆十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 是谁? 竟敢直呼上官家族的名讳, 是不想活了不成。 你傻呀, 敢直呼上官家主名字的, 肯定是跟他同等身份的存在。 听这语气, 似乎来者不善。 这下有好戏看了, 只希望不要牵连到我们。 不然, 闻声的众人, 有人大惊大怒, 有人窃窃私语, 有人幸灾乐祸, 还有的人战战兢兢, 生怕波及到他们。 何人? 竟敢直呼家主名讳? 人未到, 声仙智, 一道怒吼声传了过来。 接着, 树道人影出现在此地。 看他们身上的服饰, 正是上官家族的供奉。 哼, 主人都没发话, 你们就急着跳出来, 试想如何? 南宫丘嘲讽道, 对于眼前的这些供奉, 没有好脸色。 他们仗着上官家族, 供奉的身份为非作歹, 之前还不将他霸刀门, 放在眼里。 他们的背后, 若不是上官家族, 他早就出手, 铲除这些人了。 我倒是谁? 原来是霸刀门南宫门主, 来此有何贵干? 黎锋上人眯着眼, 激笑道, 他本身就与霸刀门有矛盾, 加入上官家族后, 更是频繁针对霸刀门。 你负不起责任。 南宫丘没有理会 黎锋上人的讥讽, 根本没将他当回事, 离了上官家族, 他啥也不是。 更别说, 上官家族在今日之后 会不会继续存在, 还两说。 就算存在, 恐怕天南皇朝 也会将其整顿一番, 想继续这么猖狂 是不可能的。 而这些供奉, 估计也没好日子过。 没看到他们霸刀门 都被狠狠警告了一番, 没人敢在大帝级别的 势力面前猖狂得意。 你…… 南宫丘, 你别得意。 你们霸刀门 估计离覆灭不远了, 我可是听说 你们老祖寿元将近。 离风上人惊目无比, 而后冷笑着嘲讽了回去。 闻言, 南宫丘牙刺欲裂, 面色冰寒, 恨不得现在将其斩杀。 在这永远大陆, 不管七大超级势力 之间的恩怨怎么样, 但在面子上总要过得去。 今日这番话, 他还是第一次 听见有人当着他面说。 南宫丘正欲说些什么, 忽然, 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哼, 跟他废话作甚? 直接斩了便是。 正隐藏在虚空中的 红文老魔看不去了, 直接出声喝道。 你且记住, 你现在代表着 天南皇朝的脸面。 似乎不太满意, 红文老魔又接着提醒道。 闻言, 南宫丘顿时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不是之前的 霸刀门门主了。 他现在代表着天南皇朝, 绝不是小小的上官家族 能招惹的。 想明白后, 南宫丘争鸣一笑, 全力运转修为 刀芒凭空出现, 将虚空撕裂, 朝离封上人等供奉斩去。 没错, 他不仅要斩了离封上人, 还要将来人尽数斩杀。 南宫丘, 这里是上官家族。 难道你爸刀门要 与我上官家族 开战不成? 众供奉又惊又怒, 在他们看来, 南宫丘这是疯了。 竟敢在上官家族的地盘上 如此行事。 同时, 他们心中大惊, 脸色沙纳惨白。 因为南宫丘来真的, 他们从这一刀中感受到 生死之危。 第八十六章, 争斗。 剑状, 数位供奉权力出手抵挡。 他们虽然敌不过南宫丘, 但自问抵挡片刻 还是能做到的。 哼, 突然, 他们耳旁响起了 惊雷般的冷哼声。 接着, 他们便抱成血污, 却是红纹老魔看不下去了, 觉得这些苍蝇实在烦人。 南宫丘, 你爸刀门 是想与我上官家开战吗? 忽敌, 一道怒吼声 从上官家族内转了出来。 连天空中的云朵 都被震散, 恐怖至极。 接着, 数十道身影凭空出现。 他们愤怒盯着南宫丘。 在他们看来, 是南宫丘斩杀了他们的供奉。 这是将他们上官家族的脸面 踩在地上摩擦。 这让他们如何受得了? 为首之人 正是上官家族的组长上官雅义。 他脸色阴沉无比, 似乎要责任而示。 哼, 不是我霸刀门, 是我天南皇朝。 南宫丘冷冷说道, 并未将众人放在眼里。 似乎有意激怒他们。 南宫丘, 不管是你霸刀门, 还是所谓的天南皇朝。 只要敢惹我上官家族, 那么就要付出代价。 上官雅义怒声道, 他眼神殷勤不定。 似乎在考虑要不要 将南宫丘留在这里。 但南宫丘今天的行为太反常, 竟然敢当众挑衅他上官家。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或许是有什么把握, 也说不定。 哼, 管你有什么底牌, 敢惹我上官家, 保证是你做过最后悔的决定。 上官雅义愤愤暗道, 他想到了之前 出现在他们家族中的身影, 目光充满火热之色。 上官雅义, 好歹, 竟敢嘲讽我天南皇朝。 你上官家族是想灭族吗? 南宫丘见上官雅义上当后, 马上又用言语刺激。 在场的哪个不是人精, 不管是上官家族中人, 还是天南皇朝这一方的人, 都明白了南宫丘 是在故意激怒上官雅义, 目的不言而喻。 他想借天南皇朝之手 覆灭上官家族。 红文老魔目光闪烁, 但也没说什么。 一方面, 他在东周大陆的经历, 让他看不得上官家族的行事方式。 另一方面, 则是李南对这样的人同样不惜。 来之前李南就说了, 如有必要, 便覆灭一两个超级势力, 让永元大陆的人瞧瞧。 刚好用来杀鸡景侯, 敲山震虎。 上官雅义自然也感觉得出来, 但他自问有了那些人的帮助。 别说霸刀门就是另外六大超级势力加起来, 也不会是他上官家族的对手。 既然你找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上官雅义含声道, 不论什么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指壳子。 上, 给我杀了南宫秋。 上官雅义直接发号施令, 他倒要看看南宫秋哪来的自信。 话音刚落, 上官家族的众人便朝南宫秋杀去, 一个个面色猙獰, 似乎杀死霸刀门门主, 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哼, 你们这是欺我天南皇朝无人吗? 这时, 刀爵直接站了出来, 出现在虚空中。 准地的威压将众人狠狠压制, 让他们面色凝重。 上官小儿, 还不将你们的老祖喊出来? 刀爵冷声道, 狠狠瞪了上官雅义一眼。 上官雅义随即喷出一口鲜血, 一眼便让上官雅义重伤。 上官雅义又惊又怒, 脸色无比阴沉, 差一点就死在刀爵的手里了。 这让身为上官家族组长的他, 怎么受得了? 当即不再犹豫, 直接传信给家族的老祖。 他倒要看看, 霸刀门怎么应对? 不过片刻, 两道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他们眼神紧紧盯着刀爵。 这两人正是上官家族的老祖, 都是准地修为。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突破到准地二重? 其中一人面色错愕, 失声惊呼, 他名叫上官金云。 他前不久才靠着一方神秘势力的赐予, 才突破至准地二重。 而刀爵是怎么突破至准地二重的? 他想不明白, 难道刀爵也投靠了那方神秘势力? 是了, 肯定是这样。 上官金云暗暗想到, 但又有些不解。 既然都投靠神秘势力, 那么他们自然是一伙的。 那为什么要来找他们上官家的麻烦? 但没人能告诉他答案。 上官少元闻言, 神色一惊, 他没想到刀爵已经是准地二重。 而他还只是准地一众, 幸好他们两人共同来了, 否则还真不好对付。 上官金云, 你不也突破至准地二重? 看来你也有机缘, 嘖嘖嘖。 刀爵眼中, 差一只色一闪而过。 显然上官金云与他一样, 突破至准地二重, 让他有些惊讶。 刀爵老匹夫, 你来我上官家, 究竟有什么事? 上官金云寒声问道。 看到刀爵的修为同样是准地二重后, 他已经收起战斗的心思。 就算他与上官少元联手, 怕是也拿不下刀爵。 到了准地这个层次, 除非修为差距, 或者掌握的法则差距特别大。 一般都难以轻易解决战斗, 就算真打起来, 想要杀死对方也是难上加难。 哼哼, 我来做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吗? 刀爵冷笑道。 现在的他, 面对上官金云丝毫不虚, 况且还有红文老魔在场。 此刻他信心十足。 不管了, 先打了再说, 早就看这家伙不爽了。 刀爵心中暗暴。 于是, 一股金氏刀意从他体内喷涌而出, 将虚空割裂, 形成丝丝裂缝。 霸刀第三斩, 斩天。 哼, 巨大无比的刀影出现在虚空中, 似乎要将天给劈开, 而后朝着上官金云斩去。 刀影过处, 虚空破碎, 一道道空间裂缝出现又愈合。 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上官金云怒道, 而后也是全力出手, 施展出巨大的枪影, 与刀影齐齐破碎开来。 这一招, 两人打了个平手。 上官金云与上官少元相视一眼, 点了点头。 接着, 两人同时向刀爵出手, 毫不保留。 随着上官少元的加入, 刀爵马上落入了下风。 但这两人要击败他, 也不是一下子的事。 一时间, 天地色变, 空间破碎。 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三人战斗的波动, 使得整个永元大陆的强者都能感受到。 正在赶路的魔九, 更是加快了脚步, 不再停留。 他本以为红文老魔就足够解决上官家族, 没想到, 战斗如此激烈。 此时的红文老魔正看着三人的战斗, 仿佛一个吃瓜群众。 他隐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似乎上官家族中还有强者没有出来。 旋即皱起眉头, 更加小心隐藏自己的气息。 他倒要看看, 上官家族还有什么牛鬼蛇神。 第87章 准地陨落 时间缓缓流逝, 三人的战斗愈发激烈。 为了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坏, 三人都有一远离地面, 转而朝虚空深处而去。 尽管如此, 但仍有恐怖绝伦的波动传来, 轰击到地面上, 导致大地崩裂, 山川炸裂。 无数生灵被战斗波及, 继而灭亡。 这就是准地战斗的恐怖之处, 更别说准地之上的大地强者。 动则毁天灭地, 甚至能将一方大陆打沉, 将世界毁灭。 刀绝虽然已一敌二, 但并未慌张, 除了一开始落入下风。 随着战斗的进行, 慢慢稳住了局面, 打得有来有往。 红文老魔则认真探查 上官家族内的隐晦气息, 里面的气息让他感到不同寻常, 一时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在等魔九等人的到来, 只要另外几人赶来, 上官家族就是瓮中之变。 不管里面有谁, 他都有信心拿下。 终于, 在紧张的等待中, 魔九率先赶到了此地。 只不过他有些猛, 因为战斗之人并不是红文老魔。 持刀对敌的事另有其人, 这也让他松了口气。 老邦子, 你总算来了。 这时, 红文老魔现身笑着说道, 这是…… 魔九有些不解。 持刀之人是霸刀门老祖刀爵, 如今是我们天南皇朝之人, 另外两人是上官家族的老祖, 不愿臣服。 另外, 上官家族内还有两道隐晦的气息, 怕是不简单。 红文老魔将情况快速说了一遍, 如今有了魔九, 他也不惧隐藏在上官家族中的人。 接着, 红文老魔的气息毫无保留释放出来, 朝着上官金云二人抱射而去。 刀爵见状, 悄悄松了口气, 他以一敌二还是很有压力的。 特别是上官金云与他同样的修为, 必须时刻小心应对。 上官金云与上官少元二人则是面色大变, 神情凝重。 什么? 准第三重? 上官金云失声惊道。 刀爵, 这就是你自信的来源吗? 上官金云怒声道。 显然, 红文老魔的出现, 让上官金云又惊又怒。 关键是上官金云的修为竟然是准第三重, 比他还要高一个境界。 刀爵呵呵一笑, 并没有理会上官金云出手更加狠力。 红文老魔暂时没有理会上官金云, 直接找上上官少元。 毕竟在他眼里, 上官少元只是准地一重, 是个软柿子。 相比较上官金云来说, 要容易解决许多。 一旁还有魔九看着, 不用担心上官家族其他的强者, 他可以全力出手。 随着红文老魔的出手, 上官少元瞬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样是修的是刀, 刀爵的刀是堂而皇之, 霸道无比。 而红文老魔的刀则是煞气滔天, 无比妖异, 如天魔降灵一般。 这也是他被称为红文老魔的原因。 上官少元面色逐渐凝重, 只是两个小境界的差距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还不叫人吗? 红文老魔心里暗道, 既然这样的话, 就别怪他下杀手。 魔刀灭尸? 嗡! 红文老魔的刀身上闪耀着暗红色的光芒, 诡异无比。 接着, 一把无比巨大的暗红色的刀瓶空出现, 周围空间随之颤抖起来。 上官少元健壮, 只能硬着头皮施展全身解数。 他从这一刀中感受到了恐怖的危机。 这还是红文老魔没有使用斩神刀的情况下, 否则单单这一刀就能将他灭杀。 红文老魔怕使用斩神刀后, 会将上官家族内隐藏的强者吓跑, 故而藏了一手。 噗! 上官少元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上鲜血淋漓。 体内无数刀器肆虐, 这一击便将他斩成了重伤。 准第三重强者恐怖如斯。 正在战斗的刀绝二人健壮, 心中同时一惊。 尤其是刀绝, 他也是修刀的, 自然明白这一刀的恐怖之处。 换作是他, 也没办法轻易接下来。 不管怎么样, 都会受伤。 上官少元心中大吉, 此时的上官少元已经身受重伤, 哪怕以准地修为, 短时间内也没有再战之力。 实在是红文老魔方才的一刀太过恐怖。 如果不牵制住红文老魔的话, 上官少元定会陨落于此, 甚至连带着他也会陨落。 就在红文老魔准备继续出手时, 上官晶云顾不得太多, 出声大喊, 还请前辈出手相助。 嗯? 红文老魔动作一顿, 心中略微一喜, 总算要出来了吗? 不过, 仅仅停顿瞬间, 便继续朝上官少元杀去。 不论如何, 先将此人斩杀再说。 找死? 一道怒吓声, 从上官家族内转了出来。 接着, 一只百丈大小的拳, 硬凭空出现, 拳硬随风变大, 短短一瞬, 变成了万丈大小, 携带无比威势, 朝红文老魔轰来。 红文老魔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黄牙, 竟然不躲不避, 任由全应袭来。 而他依旧, 朝上官少元挥出一刀。 出手之人, 明显也没想到, 红文老魔竟然如此拖大, 这可是, 他全力出手。 哼, 出手之人冷笑一声, 他倒要看看, 红文老魔怎么当。 上官少元面色惨白, 他此刻, 已经没有再战之力, 整个人虚弱无比。 他没想到红文老魔竟然不管不顾, 也要将他斩杀。 那可是, 同样的准地三重强者出手, 他怎么敢的? 他不想坐以待毙, 只好强提一口气, 闲闲躲过了红文老魔的这一击。 正要输口气, 却见一人出现在全应面前, 一拳轰出, 直接将全应轰碎。 此人正是魔酒。 上官少元大惊, 竟然还有一位准地三重的强者, 他的心瞬间跌入谷底。 红文老魔对着上官少元咧嘴一笑, 没有任何言语, 闪身到上官少元身前, 直接一刀劈下。 这一刀没有任何意外, 一带准地, 永元大陆的最强者之一, 就此陨落。 少元? 上官晶云健壮, 神色悲痛无比。 二人虽不是亲兄弟, 但比亲兄弟还要亲。 如今却眼睁睁看着上官少元陨落,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先前出手的那人, 神情逐渐凝重。 他正是隐藏在上官家族中的神秘强者。 他万万没想到, 暗中竟然还有一位准地三重。 这下棘手了, 刀爵没有给上官晶云悲痛的时间, 既然决定要覆灭上官家族, 那么此刻就不能留守。 不过, 二人都是准地二重, 倒也旗鼓相当, 短时间是分不出胜负了。 好, 好的很。 神秘人怒急而笑, 然后, 他当着众人的面捏碎了一块漆黑的令牌。 第八十八章, 邪魔一族。 神秘人捏碎令牌后, 顿时, 一个漆黑的空间通道浮现出来, 连接何处, 里面传来阵阵诡异气息。 见状, 魔九等人一愣, 这是要叫帮手。 红文老魔错愕道。 不过, 红文老魔一高人胆大, 并没有破坏这个通道。 他很想看看, 都会有什么人过来。 他的斩神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自从李南将斩神刀赐予他, 他还没拿出来战斗过, 今日刚好试试斩神刀的锋芒。 不过, 在此之前, 还是要将上官晶云处理掉。 红文老魔的目光盯上了上官晶云, 一步落下, 便已到了上官晶云的背后不远处。 随即就是一刀斩下。 这一刀,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所有威能内敛, 刀锋锁过之处。 空间如豆腐一样被割裂, 仿佛不存在似的, 直接出现在上官晶云身前。 感受到这一刀的威能后, 上官晶云大惊, 心脏猛的一跳。 而这时, 刀爵翼是爆发出权力一击。 刀芒吞天, 如果他抵挡刀爵, 则势必会挨红文老魔一刀。 若是抵挡红文老魔, 那么刀爵这一刀, 他也无法抵挡。 但现实没有给他思考时间, 他根本无法抵挡红文老魔的这一刀。 因为已经来不及, 红文老魔的这一刀角度太过刁钻。 时机又把握得非常好, 正好是刀爵权力出手的刹那。 噗! 上官晶云被红文老魔直接斩成重伤垂死, 气息变得无比雷弱。 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 上官晶云的惨状,显得气急败坏, 又惊又怒。 好不容易将上官家族拉进来, 没想到上官家族的最高战力就要就此陨落。 那他们的辛苦不就白费了吗? 之前还赐予了上官家族两颗丹药, 这可是能提升准地修为的丹药, 连他都眼热不已。 但他毫无办法, 抹九症与他缠斗。 眼看上官晶云就要陨落, 而空间通道内还没人出来, 神秘人就很是急躁。 楚家所在, 穷奇意识感受到了空间通道传出的气息, 然后他将此事与李南一说, 这邪魔真是无处不在, 除了楚家, 没想到上官家也有。 穷奇, 先带我过去。 李南面色一冷, 穷奇描述后, 他第一反应就觉得是邪魔。 他倒要看看, 在永元大陆究竟会有多少邪魔降临。 终于, 在红文老魔即将斩杀上官晶云的刹那, 空间通道中传来一阵波动, 三道人影从空间通道走了出来。 不过, 红文老魔没有留守, 禁止将上官晶云斩杀。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上官晶云与眼前的几人有合作。 偏偏这几人身上的气息古怪无比, 他顿时想到了李南所说的邪魔。 你们是邪魔? 红文老魔面色凝重, 大惊道。 杰杰杰, 你猜到又如何? 你竟敢破坏我等的计划, 罪该万死。 其中一人咬牙切齿, 寒生说道, 方武见过三位大人, 先前的那位神秘人对着从空间通道出来的三人行礼道。 方武带着敬意, 虽然他与那三人都是准地强者, 但在族中的地位差距却很大。 就如嫡系与庞系的区别, 甚至比嫡系与庞系的差距还要大。 因为他原本不是圣族之人, 是投靠过去的。 圣族正是红文老魔口中的邪魔一族。 方武, 怎么回事? 刚才开口之人质问道, 他名圣浩。 另外两人的名字分别是圣苍和圣炎。 回号大人, 方武不敢有丝毫隐瞒,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 哼, 等好大的胆子, 竟敢破坏我圣族的计划, 该死。 不过, 我圣族也是爱财, 只要你们加入我圣族, 此事既往不救, 否则, 圣浩一身杀意凛然, 语气无比冰冷。 圣浩四人眼神尖锐盯着红文老魔三人。 笑话, 你们邪魔一族就该杀无赦, 想要我等臣服, 你们怕是没那个本事。 红文老魔讥笑道, 该死的臭虫, 既然不愿臣服, 那便陨落在此吧。 圣浩冰冷道, 他事的修为是准第四虫, 圣苍与圣炎都是准第三重。 要对付两个准第三虫, 一个准第二虫再简单不过。 况且, 他们这边有四个准第强者。 文言, 红文老魔等人面色凝重, 特别是刀爵, 面容苦涩。 这太特么刺激了, 原先一达二就算了, 现在还要面对修为比自己高的存在。 红文老魔率先对圣浩发起攻击, 知道这几人是邪魔一族后,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邪魔一族有多诡异, 他是听李南说过的。 哼, 圣浩冷哼一声, 他没想到还有人主动对他发起攻击, 他直接一拳朝红文老魔轰去。 碰, 红文老魔则是提刀一横, 便将圣浩的拳头拦下。 不过, 圣浩的这一击他还是吃了不小的亏, 毕竟境界的差距在那里。 准递四重已经是准递中期, 他三重还是准递出七把了。 呵呵, 看来你还有两下子。 圣浩出手还不忘嘲讽, 不过, 他一时也拿红文老魔没有办法。 圣苍与圣炎都找上了魔九, 芳武找上了刀爵。 魔九, 刀爵与他们一照面就落入了下风, 根本没有还手的可能。 就在他们要坚持不住时, 曼宁仙子等人赶到了。 曼宁仙子等人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上前帮忙, 使得几人的压力大减。 什么? 正在与红文老魔交战的圣浩大金, 没想到又出现了几位准递。 他们想要取胜恐怕很困难, 更别说斩杀几人。 一时惹得圣浩大怒, 开始全力出手, 收起了戏耍的心思。 不过, 红文老魔并有在意, 在圣浩金插的目光中掏出了斩神刀。 斩神刀顶级地界武器。 你见过吗? 红文老魔戏学道, 现在那几人有着飞光剑地等人的牵制, 他也不怕那几人忽然就跑了, 不然是个麻烦。 若不是怕其他人逃走, 他早就逃出斩神刀, 将圣浩斩了。 什么? 圣浩神色大变, 竟然真的是地气, 还是顶级地气? 他这时再也没有与红文老魔战斗的心思。 在一柄顶级地气面前, 他领先的一个小境界就如同一个笑话。 况且, 还是与眼前之人极为搭配的斩神刀, 别说是中期, 就算准地后期都可以一战。 不过, 红文老魔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准地修为, 已经可以催动斩神刀半数威能。 有了斩神刀的加持, 他的气息暴涨, 瞬间盖过了圣浩。 圣浩在他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 如同漂浮海上经历暴风雨的小舟, 随时有毁灭的可能。 圣浩心中大吉, 如果继续下去, 今日势必会陨落在此。 第89章, 红文老魔发威。 李南此时也到了上官家族附近, 有着穷奇, 遮掩气息, 没人没发现他的存在。 李南并没有急着出去, 反而在一边静静观战。 圣浩眼看就要被红文老魔斩杀,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 他心里无比憋屈, 小小的永元大陆竟然有地气的存在, 还是那种纯粹的功法地气。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搞不好今日就要陨落在这里。 作为圣族的嫡系, 乃至实权人物, 自然有保命的东西。 圣浩眼中闪过肉痛之色, 将一面巴掌大小的黑色旗帜拿了出来。 手中掐绝, 嘴里念念有词。 嗡嗡嗡。 黑色旗帜迎风见掌, 旋即被一片黑雾笼罩。 黑雾中散发出阵阵邪恶气息, 让人心生恐惧。 红文老魔见状, 心神有些慌乱。 眼前的黑雾竟然能影响他的心神, 下意识让他想要远离此地。 哼。 红文老魔冷哼一声, 旋即催动斩神刀, 对着面前的黑雾全力斩去。 煞时间, 黑雾翻滚, 那面黑色旗帜破裂开来。 只不过, 黑雾里面并没有圣浩的存在。 什么? 红文老魔大惊道, 圣浩竟然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有趣。 李南轻笑道, 他身负破望神童, 自然看清楚了圣浩的把戏。 圣浩并没有逃走, 而是化成黑雾, 进入了那面黑色旗帜。 虽说那面黑色旗帜被斩得破裂开来, 但里面却自带一个空间。 圣浩此时正在黑色旗帜内的空间里面。 如若不认真仔细检查的话, 圣浩还真有可能逃走。 红文老魔见状, 气急败坏。 找不到圣浩后, 转身看向另外三人。 圣浩逃走了, 但这三人他一定要全部留下。 于是, 他提着斩神刀便朝芳武报射而去。 没有花里胡哨, 直接一招魔刀灭使朝芳武斩下。 芳武遁实心声警惕, 感受一股生死之危。 死? 红文老魔大贺。 圣浩的逃走让他无比愤怒, 这一刀他没有丝毫留守。 芳武顿时脸色大变, 瞳孔猛缩。 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红文老魔持刀朝自己劈下, 一双眼睛瞪大向同龄。 接着, 整个人被劈成了两半, 死不瞑目。 虽是准地, 但在地气面前完全不够看。 大地之下, 没有人敢直音地气的锋芒。 红文老魔没有停留, 直接朝圣苍而去。 圣苍与圣炎见状, 脸色猛的一变。 他们方才可是看见了红文老魔的神武一面。 他们与方武都是一样的修为, 可不认为自己能挡得住地气的攻击。 但是, 他们一时半会根本逃不走。 曼宁仙子, 弗罗, 飞光见地等人正缠着他们, 想走也走不掉。 除非愿意承受几人的合力一击, 否则别想离开。 而这时红文老魔已经手持斩神刀杀来, 根本不给他们考虑的时间。 红文老魔一副要将他们斩杀的模样, 令他们心惊胆战, 甚至连作战的勇气都没有。 圣苍与圣炎相识一眼, 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虽然他们的修为比圣号低了一个小境界, 但论保命的手段, 却是不缺的。 这就是圣族嫡系的底蕴, 哪项芳物, 连个保命的手段都没有。 圣苍祭出一个丑陋无比的实质雕像, 上面长着两根弯弯的大脚, 看一眼就能吸引人的心神, 让人心神大乱。 突然, 实质雕像活了过来, 他竟然睁开了双眼, 闪出暗红色的光芒, 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圣炎则趁着这个机会, 祭出一块红黑色的令牌, 令牌上传来古怪的波动。 嗡嗡! 众人见状, 纷纷出手, 想打断圣年的手段。 方才芳武捏碎一块黑色的令牌, 就构建出一个空间通道。 如今, 又来一块令牌, 这块令牌上的气息, 比之先前的还要古怪, 不知会引出什么存在。 他们不敢赌。 呛呛呛呛! 红文老魔手握斩神刀斩在实质雕像上, 并没有想象中的摧枯拉朽, 只是在实质雕像上留下几道深深的痕迹。 这对于实质雕像来说, 无关痛痒。 这使红文老魔大吃一惊。 斩神刀的强大, 他深有体会, 如今却不能有太大的剑效。 难道这雕像的材料, 非同一板? 眼见雕像朝他杀来, 红文老魔心一横, 直接施展出他最强大的一招, 虽然想留着给别人一个惊喜, 但现在不用的话, 根本斩不碎这雕像。 一个雕像竟然可以拖住他们这么多位准地, 实在是非同小可。 我心如刀! 呛呛呛! 一道奇异的波动从红文老魔身上传出来, 仿佛此时的天地都静止下来。 我心如刀! 无物不斩! 随着红文老魔话音落下, 天地还是那个天地, 但红文老魔与雕像之间空间直接粉碎开来, 似乎从来没有存在。 在原地留下一个漆黑的空间裂缝, 周遭还有丝丝刀气残留。 碰! 这一次, 雕像直接炸碎开来, 终究是红文老魔的我心如刀更甚一筹。 众人健壮, 神色一惊。 特别是魔九, 他与红文老魔相处最久。 看着红文老魔的眼神怪怪的, 似乎没想到这家伙隐藏得那么深。 就拿这一刀来说, 绝对能够斩杀准地后妻。 圣仓健壮, 无奈叹了口气。 这永元大陆就不该来。 而后, 他又看向不远处的圣言, 此时圣言的手段已经快要完成。 你若是身在我圣族, 定能成为大地强者, 但在这里难难难。 接下来, 你们就面对一下我圣族的大地吧。 圣仓面露微笑, 似乎他也看开了。 接着, 一股毁灭波动从他身上传来。 不好, 他要自爆。 魔酒大喝。 文言, 众人大惊。 一位准地强者的自爆, 可不是开玩笑的, 绝对是毁天灭地。 哼。 突然, 一道冷哼声响彻天地。 圣仓自爆的能量被直接压回体内, 好似从来没有发生。 圣仓一愣, 紧接着面色大变, 似乎要说些什么。 但静止倒在了地上, 除了肉体完好外, 神魂俱灭。 红文老魔等人也都回过神来, 明白了怎么回事。 只不过, 袁永元大陆的准地还不清楚怎么回事。 红文老魔等人也没解释什么, 反正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清楚了。 这时, 圣言的手段终于完成。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无比恐怖的波动从裂缝中传来, 似乎要将天地毁灭。 第九十章, 覆灭。 哈哈哈哈, 你们去死, 你们都要死, 为了圣族的荣光。 圣言激动大笑, 似乎疯癫了般。 圣浩, 圣苍, 你们二人就安心去吧。 你们的后代, 我会替你们照看的。 圣言喃喃自语, 而后, 他面色疯狂地看向空间裂缝。 红文老魔等人并没有着急,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空间裂缝。 就算是大地降临, 又有何妨, 他们天南皇朝可是来了两位大帝。 如今皇主正在暗处看着, 他们一下子就充满信心。 在众人的目光中, 空间裂缝中走出了一个高大的人影。 他长着一双巨大弯曲的大脚, 眉心上有着奇怪的图案, 手臂上长着道刺。 一双眼睛能将人的心神吞噬, 诡异无比。 红文老魔见状大惊, 赶紧一开目光。 若不是准地修为, 怕是看一眼就要沉沦其中。 众人骇然无比,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存在。 圣言? 来人嘴角一动, 似乎带着一种魔力, 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但又能让人听得懂他说什么。 属实充满诡异, 言拜见那非大人, 以及方武等归附于圣族的人 都被眼前之人斩杀, 请大人为武等报仇。 圣言面容严肃, 无比愤怒地说道。 准地三重, 红飞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而后他的目光, 紧紧盯着红文老魔手中的斩神刀, 眸中有些讶异。 这是地窃。 红飞喃喃自语, 有些不可置信。 他们圣族所用的武器大多来自人族, 他们根本无法打造出地气。 并且, 他们的武器十分粗糙, 根本无法与人族打造的武器比较。 如今, 一柄地气在他面前, 自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的眼中透露着深深的渴望。 人类, 将你手中的地气交给我, 我便饶你一命, 并且允许你加入伟大的圣族。 内飞尽可能和善地说道。 他不能在此地停留太久, 不然人族的大队赶过来, 他就糟了。 能得到一柄地气也不错, 算是意外之喜。 那飞正美滋滋地想着。 在他看来, 给面前人类一个加入伟大的圣族的机会, 绝对能让眼前之人满意, 从而交出他手中的地气。 红文老模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 这人怕不是在做梦吧? 纳飞似乎有些急不可耐, 就要动手去抢。 这时, 穷奇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大地的威压朝着内飞压去。 紧紧片刻, 纳飞便承受不住, 露出痛苦之色。 纳飞并不是大地境界, 而是准地巅峰。 虽说距离大地境, 只有一步之遥。 但偏偏这一步之遥, 将无数准地强者拒之门外。 一步之遥, 便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两者之间根本无法比拟。 大地? 纳飞咬牙切齿道, 随即就是面露恐惧之色。 在一位大地面前, 他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 然后他目光愤恨地看向圣言, 都怪这个家伙, 换自己过来。 圣言也是惶恐无比, 他没想到暗中还有大地的存在。 他根本就没有圣仓口中说的大地令牌。 这位尊敬的大地强者, 还请您饶我一命, 伟大的圣族将会记住您的恩。 那非话还没说完, 便被穷奇一爪灭杀。 穷奇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只负责执行李南的命令。 执行力可谓是杠杠的。 圣言见内非都被一爪灭杀, 心中心灰意冷。 这一遭可谓是损失惨重。 穷奇也没给他思考的时间, 圣言顿时也被灭杀。 过后,穷奇立马回到了李南身边。 五等参见皇主, 五等拜见穷奇大人。 这时,东周大陆一众准地, 圣经强者朝着李南与穷奇拜倒。 他们面露狂热之色, 他们无法对付的存在, 在穷奇面前, 只要一找就能解决。 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永元大陆臣服的众人见状, 也面露亥然之色, 赶紧行李拜倒。 原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主大人。 还有大帝强者穷奇大人。 嗯,都起来吧。 李南丹丹说道, 脸上看不出喜怒。 身在高位久了, 举手投足间都能散发出强大的威势。 多谢皇主! 众人齐齐败谢。 另一边, 上官家族的众多强者还在等着消息, 他们并不知他们的准地老祖 已经陨落的消息。 上官雅裔面露苦涩, 他远远看着战场, 如今战斗已经结束。 却没有两位老祖丝毫的消息, 并且两位老祖的气息已经消失不见, 如今看来是凶多吉少。 果然, 还不等他有所动作。 南宫丘等人就将他团团围住。 上官雅裔, 你上官家勾结邪魔, 罪无可赦。 皇主发话, 今日将上官家族覆灭。 南宫丘冷声道, 他脸上闪过复杂之色, 他也没想到是这般结局。 永元大陆的超级势力, 上官家族竟然勾结邪魔,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想想就胆汗。 幸好有皇主派人前来, 否则永元大陆威仪, 连带着他们都要死于邪魔之手。 还请南宫兄放过那些幼儿,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邪魔啊。 上官雅裔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心思, 南宫丘能过来已经说明太多问题, 现在只能祈祷他上官家族能有一丝血脉流下。 勾结邪魔, 等于是整个人族, 整个长河界的叛徒。 如果此事宣扬出去, 他们上官家族将会遗臭万年, 再也没有他们上官家之人的立足之地。 上官雅裔自然也能想到。 唉。 故而, 在一声重重的叹息后, 他直接自觉于此。 南宫丘没有同情, 勾结邪魔这一条, 上官雅裔死上一万次都不足解恨。 南宫丘明白, 这一次多亏了李南的到来, 否则他们永元大陆将会是整个长河界的罪人。 至于要不要将上官家族之人斩尽杀绝, 他要看李南的意思。 正如上官雅裔所说, 那些诱饵是无辜的。 李南文言站在原地, 久久不语。 唉。 心中重重叹息, 十岁之下抹去记忆, 其余人连同上官家族一起覆灭。 李南很少做这种覆灭全族的事情, 但上官家族勾结邪魔, 是既定事实。 容不得他讲情面, 若不用铁血手段, 将阵不住世人。 如果一些铤而走险之人, 行同样之事, 他又该如何? 第九十一章, 杜恶。 处理完上官家族之后, 永元大陆的超级势力便只剩下圣光寺。 李南并没有同众人一起去圣光寺, 反而跟着穷奇在永元大陆游历起来。 圣光寺游混沌在暗中看着, 若是不敌的话, 他也能随时赶过去。 主人。 忽然, 穷奇出声叫了声, 只见穷奇手上拿着一面破损的黑色旗帜。 李南顿时想了起来, 圣浩还在里面。 若不是穷奇提醒的话, 他已经忘了。 圣浩, 是你自己出来, 还是让我揪你出来。 李南轻笑着说道, 圣浩这招瞒天过海, 瞒过了所有人。 若不是他恰好在场, 怕是就让这家伙逃了。 话音落下, 黑色旗帜并没有反应。 仿佛就只是一面破损的旗帜,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穷奇灭了他。 李南冷声道, 既然他不想出来, 那就别出来了。 本想打听一下邪魔一族的情况, 但也不是非要打听不可。 有了实力, 直接横推便可。 以他的成长速度用不了多少年, 便可以成为顶尖的存在。 文言, 穷奇猙獰一笑。 旋即不再客气, 手一握便将旗帜化为飞灰, 连带着里面的圣号神魂俱灭。 这永元大陆似乎还不如东周大陆, 李南若有所思。 在他看来, 东周大陆很是神秘, 不仅有死亡沙漠的存在, 关键是死亡沙漠有一方秘境, 那方秘境神秘无比。 而万年前的东周大陆是有大地存在的, 只是本源缺失, 导致万年以来无法成地。 而永元大陆的本源完整, 实力却与东周大陆相差不多。 这就显得很奇怪。 另一方面, 他则是在想到十二的事情。 到十二实在神秘至极, 好端端的便从东周大陆消失不见。 以东周大陆的底蕴, 应该没有这般天骄才对。 他当初还以为到十二是东周大陆数一数二的天骄, 结果一走出南荒, 才发现东周的天骄不过如此。 到十二很有可能不是东周大陆之人。 那他当初为什么身在南荒? 又为何恰到被他碰到? 最让人费解的则是红一。 红一天赋潜力的强大, 也绝不是东周大陆, 乃至长河界能诞生出来的存在。 就拿自己来说, 若不是因为系统的存在, 自己的天赋绝对比不上红一。 难道是故意把红一送到他身边? 这一切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线, 让自己与之串联起来。 到十二呀,到十二。 里南有预感, 这一切应该可以从到十二身上找到原因。 圣光四, 在永元大陆上是独一档的存在。 因为它不仅是一方超级势力, 背后有大地的影子。 还因为永元大陆半数之地, 都遍布圣光四的寺庙。 可以说, 永元大陆至少有一半的人是 信仰圣光四中的神佛。 红文老魔等人朝圣光四赶去的路上, 有数不清的信徒朝着圣光四的方向跪拜。 他们三步一拜。 这些信徒犹如行尸走肉般, 脸上麻木无比。 红文老魔等人看着这一幕, 心惊打寒。 这种手段太过骇人听闻, 普通老百姓不中庄稼, 不劳作, 一直跪拜圣光四的神佛。 你们这六大超级势力, 就任由圣光四的人胡来。 红文老魔质问道, 他气得吹胡子瞪眼。 玄冥、乌庄、刘恒三人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这三人正是玄英宗、 青红宗、刘家的准地强者。 刀绝见状,苦笑道, 红文兄, 你有所不知, 圣光四背后有大地的影子, 我们此前也反对过, 这才只让他占据半数之地罢了, 否则。 哼。 红文老魔闻言大怒, 冷哼一声。 老帮子, 这圣光四比你还像魔。 忽然, 红文老魔朝着魔九说了句, 老东西, 你是怎么说话的, 不会说话就闭嘴。 魔九翻了个白眼, 气得想给红文老魔两拳。 无念, 那为何不将这魔器毁了? 红文老魔质问道, 杜恶文言苦笑着摇摇头。 这魔器哪是他能毁的, 不说寺内的准地强者, 单单魔器本身就是一见地气。 以他大圣经的修为, 如何能毁? 红文老魔一愣, 有些尴尬, 是他想当然了。 整个圣光四就杜恶一人清醒, 那圣光四其他的人呢, 会不会以为杜恶不正常? 正是施主你想的那般, 此前我多次提过毁了魔忠。 但, 杜恶摇摇头,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红文老魔大惊,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刀爵若有所思, 说道, 这是他心通。 正是, 杜恶毫不避讳, 大胆承认了下来。 死! 众人闻言, 倒吸一口气。 他心通乃是传说中的神通, 没想到竟有人修成。 所以, 你也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 红文老魔笑着问道, 如今看来, 这杜恶应该不会阻止他们。 小僧知晓, 只不过魔忠太过诡异, 寺内还有师叔等准地强者, 诸位施主怕是不好对付。 杜恶正色道, 眼中满是悲悯之色。 这个你就放心吧, 还请大师一步。 红文老魔笑着说道, 杜恶值得他称一声大师。 面对地气, 他还真不拒。 听杜恶所说, 魔忠充满诡异, 并不是纯粹的杀伐地气。 比起他的斩神刀来肯定不如。 有斩神刀在手, 魔忠根本不被他放在心上。 众人相视一眼, 立即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红文老魔没有犹豫, 手握斩神刀, 静止朝圣光寺内走去。 魔忠在圣光寺中心, 周围还有众多强者在修炼。 这时, 他们都睁开双眼, 朝红文老魔看了过来。 不过, 在红文眼中只有那一座冒着黑气的魔忠。 你是何人? 一位光着膀子的光头大鹤。 红文老魔没有理会他, 反而一刀朝魔忠劈去。 动。 瞬间传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魔忠看起来没有影响, 表面甚至没有痕迹。 找死! 众僧人大怒, 竟然有人敢攻击他们的圣物, 简直找死。 于是乎, 众僧人齐齐出手朝红文老魔杀来。 出手十分狠辣, 没有丝毫留守。 其中, 甚至有两位准帝, 正是渡厄的师父与师叔。 分别叫无念, 无想。 去死! 无念大喝道, 一掌朝红文老魔派来。 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巨大的佛陀法香。 使得这一掌未能巨大。 无想则是将他手中的念珠全部抛出。 这些念珠似乎有生命般, 快速朝红文老魔袭杀而去。 威力不下剧长分毫。 哼! 红文老魔见状, 没有丝毫担心。 魔刀灭世! 翁翁! 巨长被红文老魔斩成两半, 碎裂开来。 念珠则是被魔九上前一步给阻拦下来。 无念与无想这一击, 没有对红文老魔造成丝毫影响。 这时, 红文老魔并不想与他们纠缠。 他的重点主要是防止魔忠。 无念, 无想见状。 转弓为首, 实在是红文老魔一方实力强横,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随着战斗的进行, 越来越的僧人被斩, 圣光寺内, 血流成河。 贼子! 可恶! 无念大怒, 竟不顾红文老魔, 手持魔忠朝众人杀去。 当心! 红文老魔大吉, 手持魔忠的无念, 绝不是其他人可以对付的。 动! 这时, 无念已经发出一击, 将弗罗打成重伤。 该死! 红文老魔没有办法, 只好去追击无念。 魔九等人见状, 纷纷撤退开来, 朝无想杀去。 此前的侥幸心理不复存在, 本想着因为魔忠的缘故, 留他们一命。 结果这些人已经成了魔忠的奴隶。 面对几位准递围攻, 无想苦苦支撑, 身上留下数不清的伤痕。 魔九更是火力全开, 不留丝毫余地。 哄! 无想的胸口被魔九撕裂开来, 瞬间中伤。 他的气息跌到谷底, 再也没有反抗的可能。 众人见状, 悄悄松了口气。 魔九只是封印住了无想的修为, 并没有斩杀他。 还是想看看, 能不能让无想摆脱魔忠的控制? 毕竟, 他们没这个能力。 不代表皇主没有相关的手段, 他们对于里南已经是盲目地相信。 手持魔忠的无念比无想强大一大截。 若不是红文老魔同样持有斩神刀, 恐怕早就落败。 虽然魔忠没有斩神刀强大, 但其中的诡异气息在战斗中 不断影响着红文老魔, 让他没法专心对敌。 但凭借准第三重的修为, 这才与无念打了个平手。 虽说斩神刀比魔忠强大, 但都是地气, 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 魔佛大授业。 无念大喝一声, 身后出现一尊如魔似佛的法香, 诡异无比。 然后, 魔佛法香伸出剧长朝红文老魔袭来。 剧长所过之处, 空间被撕裂开来, 使得红文老魔必无可避。 见状, 红文老魔不再躲避, 正要施展神通。 突然, 咚的一声, 红文老魔直接被干扰。 这时, 剧长已经来到镜前。 哼! 红文老魔大怒, 大喝道, 我心如刀, 无物不斩。 煞时间, 天地为之一镜。 剧长直接崩碎, 这一刀穿过剧长朝无念斩去。 无念心中大惊, 面色凝重。 不敢犹豫, 全力催动魔忠。 动! 又是一声中响。 红文老魔这一刀, 终究是被挡了下来。 无念脸上闪过一丝怨念, 心中愤愤不平。 而后, 手中拿出一枚射粒子。 催动法觉, 射粒子发出红黑色的光芒, 随后升天而起。 接着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如同一个红黑色的小型太阳, 将周围万里之地 都映照出红黑的诡异色彩。 哇! 到最后, 射粒子直接画为了一个人影。 这人影面容模糊, 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红文老魔等人, 面色凝重地看着射粒子画成的人影。 这兴许, 就是圣光丝背后的大地。 无念拜见我佛。 正如红文老魔想的那般, 这射粒子画为的人影, 正是大地存在。 也就是无念口中的佛。 哼, 找死。 人影看了一眼无念, 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人影没有客气, 大地威压尽职, 朝红文老魔等人压去。 瞬间, 红文老魔等人就喷出一口鲜血, 面色惨白。 喂, 身为大地竟然以大欺小, 这不好吧? 忽然, 一道问声问气的声音响起。 第九十三章, 混沌现身。 随着声音落下, 那股威压顿时消失不见, 红文老魔等人同时松了口气。 面对一位大地强者,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拜见混沌大人。 混沌现身后, 众人朝他一拜。 那模糊人影也朝混沌看来, 似乎有错愕之色闪过。 你是妖族之人? 人影凝重道。 永元大陆怎么会有大地的存在? 人影暗暗心惊, 他现在只是通过舍粒子降临, 根本不是眼前妖族大地的对手。 在他看来, 混沌生的这般模样, 是妖族之人无疑了。 但永元大陆并无妖族的存在, 这让他很纳闷。 你管我是谁? 混沌问声问气, 不懈地扫了他一眼。 阁下, 你真要灭我圣光寺? 人影沉声问道, 大地气息正在凝聚。 这不是明摆着啊? 混沌不懈道, 圣光寺如此行事, 怎能不灭? 那就让我领教一下阁下的手段。 人影化落, 旋即不再犹豫, 似乎知道自己不能维持太长时间, 上来就是全力出手。 一只万丈巨长从天而降, 朝着混沌压去。 顿时, 空间仿佛被挤压, 煞时间出现无数空间裂缝, 通向虚无。 此外, 还有无数银唱声响起, 影响混沌的心神。 哼, 混沌直接化成本体, 一道怒吼声从混沌口中发出。 顿时天崩地裂, 银唱声直接消失不见, 连带着巨长也逐渐崩溃。 这还没完, 混沌直接朝人影杀去, 朝着人影一爪拍下。 一人一兽, 打得有来有回, 可以看出来混沌站着上风。 只要射粒子内的能量消失殆尽, 人影也会随之消失不见。 混沌明显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不急不缓应付着人影。 哼, 人影自然也知道了混沌的打算, 暗暗交集。 终来, 人影大喝一声, 魔忠迅速被他纳入手中。 混沌健壮, 神色一正。 人影有魔忠在手, 一时让他畏手畏脚。 但人影明显要借魔忠之威, 镇压混沌。 这就是有地气与无地气的区别。 红纹老魔等人在远处看着暗暗交集, 只能暗暗祈祷混沌能够战胜对方。 混沌大人应该可以对付那家伙吧。 魔九暗暗想到, 而后看向了红纹老魔。 你要不将斩神刀借给混沌大人。 红纹老魔闻言, 面色有些犹豫。 思量一会, 咬咬牙, 大声喊道, 混沌大人, 接刀。 红纹老魔控制斩神刀快速飞向了混沌。 混沌见状, 眼神一亮, 而后控制斩神刀朝人影斩去。 有了斩神刀加持的混沌, 战力上升了一个等阶。 这时, 战斗变成了一边倒。 因为斩神刀本就是极具杀伐的地气, 比之魔忠要强大不少。 人影只能控制着魔忠进行防御, 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射利子的能量即将耗尽。 突然, 人影似乎想到什么, 面色一变。 而后看向了手中的魔忠, 难难道, 如果此战失败, 你也将被别人夺走。 接着, 人影控制着魔忠, 魔忠内所有信仰之力, 全被人影吸收。 人影逐渐凝食, 面容逐渐清晰起来。 就在这一刻, 永远大陆圣光寺的 无数信徒员的倒下, 失去生命。 随之带来的, 则是魔忠与人影的气息暴涨。 还差点, 还差点。 人影喃喃自语, 面目争鸣, 抽搐着清惊。 而后, 人影看向了无念。 嘴角邪魅一笑, 冷笑道, 道你为佛奉献了。 话音一落, 无念便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缓缓消散, 化成一道红光朝魔忠汇聚而去。 师父, 杜恶瞧见这一幕后, 心里满是复杂, 眼中尽是悲悯之色。 这不是我心中的佛, 杜恶喃喃自语。 你以为这就有用? 混沌嘲笑道, 眼中浮现出可怜之色。 就算能打败他又如何? 又不止他在永远大陆, 还有穷奇与主人也在。 恐怕主人与穷奇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吧。 若这家伙与他好好打, 不使用这歪门邪道就罢了。 偏偏要使用这般天怒人怨的歪门邪道。 黑佛, 魔中的来历。 人影花音落下后, 虚空中, 李楠与穷奇的身影赫然出现。 此时, 穷奇将人影的退路也拦住了。 拜见主人, 混沌恭敬道。 我等拜见皇主, 拜见穷奇大人。 众人面色狂热, 如同看到了信仰, 激动的拜道。 文言, 眼前的青年竟是大帝的主人, 该有多么可怕。 他已经不敢去想了。 你是何人? 李楠居高临下地问道, 他声音平淡, 但又不容置疑。 如同一位帝君, 俯视无尽山河。 回大人, 我是这圣光寺背后的大帝, 被人称为黑佛。 名叫黑佛的人影小心翼翼, 不敢有丝毫不尽。 两位大帝存在的主人, 可想而知, 该是何等的存在。 他想都不敢想。 而后, 李楠又看向混沌。 接着, 混沌便将之前的事说了一遍。 李楠闻言, 面色立刻冰冷下来, 眼神不善地盯着黑佛。 那些人, 可都是将来天南皇朝的子民, 如今竟被眼前之人悉数灭杀。 如此天怒人怨的事情, 竟然毫无顾忌。 回大人, 这都是魔中惹的祸, 不关我的事啊。 黑佛紧张地解释着, 若不解释清楚, 他今日这句分身怕是难逃一死。 关键的是, 这句分身是由他的舍粒子划成的。 如果不拿回舍粒子, 他今后想要更进一步, 基本没有可能。 哼, 这魔中难道不是受你控制吗? 李楠怒喝道, 黑佛张了张嘴, 哑口无言。 魔中确实是他控制的, 这一切也确实是他想这么做的。 他不禁回忆起当初败入佛门的那一刻, 他也是一心向善的小和尚。 直到遇到了无数无能为力的不平之事, 尸门被灭, 无数生灵惨遭屠戮。 后来捡到了魔中, 他那时还不知道魔中是地气。 然后从魔中里面得到了强大的修炼之法, 就这样一步一步成长为大帝。 他为尸门报了仇, 但魔中却时时刻刻影响着他。 后来实在受不了, 就将魔中置于永元大陆, 并且建立圣光寺, 这也是他之前尸门的名字。 他将射粒子置于圣光寺, 而他本体则受到陆家召唤, 去了狱外战场。 李楠此刻非常想将黑佛斩杀, 但他也知道, 眼前这人的本体正在与邪魔作战。 若是斩杀他的分身, 黑佛本体绝对会受到影响, 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在面对邪魔的时候, 长河界的立场是一样。 尽管他十分想斩了黑佛, 但黑佛同样在诛杀邪魔。 若要比较, 一个黑佛比亿万普通圣灵的价值更高, 甚至二者不在一个两极。 若要就此放过黑佛, 又与他的心背道而驰。 然而, 黑佛并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反而是自己派人前来找他的麻烦。 黑佛这又跟谁说理去? 说到底, 还是谁的拳头大水有理? 李南站在原地, 思考良久。 黑佛, 我今日斩你分身, 你可服气。 李南睁开眼后, 淡淡说道, 服气? 不管黑佛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他此刻确是这么回答的。 好, 我尽量不连累你的本体, 你且上路。 李南话音一落, 只见神灵法身突然出现。 手持斩仙剑, 先是将黑佛分身语气本体的因果斩断。 作为修炼了大因果树的李南来说, 斩断因果不过再简单不过的事。 当然, 凭他还不行, 得要神灵法身来斩。 黑佛顿时一愣, 他发现与本体之间的联系彻底断了, 就算是自己身故也绝不会影响到本体。 黑佛多谢大人。 黑佛感激地看了眼李南, 真挚败谢道, 能以一具分身换得本体安然无恙, 这个代价完全可以承受。 嗯, 李南但但应了声。 接着, 只见神灵法身一剑便斩了黑佛的射粒子分身。 圣光寺就此负面。 神灵法身将魔忠拿到手上, 认真查看这件诡异的地气。 然而, 他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系统? 莫办法, 李南只好求助系统。 回宿主, 此魔忠乃是挑选传人所用, 对于宿主并没有用。 据系统了解, 像魔忠这样的地气还有很多, 宿主不必放在心上。 李南文言一愣, 用地气挑选传人。 这也太土豪了吧? 听系统说, 魔忠这样挑选传人的地气还有很多。 难道是制式的? 还是某件地气之上的仿制品? 李南无了个大语。 感情魔忠是千人千面, 每个人得到的传承都不一样。 但是一个魔忠只有一人能得到传承, 其余人就算得到也没有用。 只能是当作地气使用。 但这也很土豪了好吗? 现在一些大地都没有地气, 可见地气的珍贵。 稀少。 他有些好奇是谁拿地气来挑选传人, 比他还好。 虽有系统的奖励, 但地气并不多。 他的四大凶兽都没有地气。 童子哥, 要不你给我批发点地气来。 李南在心中默默道, 万一就实现了呢? 他可是好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好东西了。 不过, 系统并没有反应。 不过, 这魔忠似乎挺邪性的, 也不知黑佛得到了什么传承, 让这魔忠变得这般邪性。 李南喃喃自语。 想必这传承定不一般, 他只是好奇, 对这传承倒是没有兴趣。 他现在犹豫要不要毁了这魔忠, 思量片刻, 他决定还是留下这魔忠。 说不定到时候用得上。 诸位, 想必你们也清楚朕的意思, 还请朱卫素将永元大陆拿下。 李南看向众人, 缓缓说道, 他心中有些激动, 此行比他料想中的要顺利很多。 尽管遇到了邪魔族人, 但都得以解决。 还斩了邪魔一族几大准地, 这算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遵皇主令, 众人齐声喝道。 原永元大陆之人则是心情复杂, 这才多久便要收服整个永元大陆。 不过, 这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毕竟有大地的存在。 永元大陆在大地面前, 就是挥手可灭的存在。 能被皇主统治, 也是永元大陆生灵的福气。 几位, 你们不必如此, 被皇主统治才是正常的。 你们且看, 将来我天南皇朝必将一统长河剑。 魔九笑呵, 跟众人说着, 这是他感觉到的。 如今才统治两片大陆, 不过刚刚开始。 众人闻言, 眼中闪过惊讶之色, 不过马上就被激动取代。 魔九说得很有道理, 天南皇朝必不会止步于此。 统治长河剑的过程中, 代表着无数的功劳, 同样代表着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赏赐。 这些赏赐定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第九十五章, 猜测, 就在圣浩等人死亡时, 长河界之外, 一处气息无比诡异之地。 一位正在闭关的人影睁开双眸, 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接着, 此人大怒, 面前的虚空都被粉碎开来。 是谁? 究竟是谁? 哦! 人影怒不可遏, 百万里之谣都可以听见此人的怒吼声, 天地随之颤抖。 是谁惹得老祖大怒? 简直太恐怖了。 我听说是圣浩, 圣仓等族人的魂灯灭了。 不仅如此, 就连那非大人的魂灯也熄灭了。 噓! 你们还讨论这个, 不想活了呀。 邪魔族人窃窃私语, 关于圣浩等人前往永园大陆, 也有族人知晓。 只是没想到, 这次摔了的大跟头, 命都丢掉了。 须知, 他们几人都是邪魔一族的嫡系天骄, 甚至有成帝的一丝可能。 但他们却遇到了红文老魔等人, 面对顶级地气斩神刀, 就是圣浩也没有直面的资格。 虽说圣浩逃进黑旗中, 但被李南发现, 最后死于穷旗之手。 只能怪他们命不好, 恰巧碰到了李南。 是谁? 竟惹得那老家伙这般大怒。 长河界边缘, 一人看着邪魔一族的方向, 惊讶出声, 面容有些错愕, 紧接着面色凝重起来。 此人正是陆家如今的家主陆怀, 也就是陆念的二弟, 陆星的二哥陆无双的老爹。 那老家伙发怒可不是好事情, 说不准又是全面入侵。 陆怀暗道, 神情凝重, 不知在想些什么。 哼, 估计是他的某个子嗣陨落了吧。 这时, 不远处一人笑呵呵道,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不信? 另外一人反对道, 殊不知, 他们的玩笑之言尽是真的。 那非正是方才大怒之人的子嗣, 那人名为纳咒, 乃是邪魔一族, 鼎鼎有名的大地强者。 这些人都是前来抵御邪魔一族的强者, 因为近期邪魔一族大肆进攻。 因此, 长河界所有大地强者都被征召前来抵御邪魔。 当然, 礼难召唤而出的四大凶兽不在此恋。 这是由于长河界大地强者不知晓的缘故, 就连此前的太阳帝君都不知道是谁灭杀了他的分身, 只知晓是在东周大陆生育。 此时他还在思考是谁杀了他的分身。 至于黑佛, 因为神灵法身斩断了他与舍利子分身的因果, 他更不知晓李南的相关情况。 你们别扮嘴了, 那就这老家伙如此动怒, 恐怕又会发起进攻, 全面警戒吧。 陆怀听见这二人扮嘴后, 也是没有办法。 他们都是东和狱陆家阵营之人, 平常总喜欢扮嘴。 这二人名为常骏, 乐伤。 二人文言, 面容逐渐凝重起来。 他们并非没有想到, 只是邪魔一族还未准备好。 如果仓促发起大战的话, 邪魔一族逃不到好。 永元大陆 与当初东周大陆的情况相似, 听说被强制解散, 宗门势力后。 起初还有人不愿意, 但随着红文老魔等人, 强势灭杀了一些人, 甚至包括了几位圣王, 圣人强者。 其余人再也不敢作声。 他们可是十分清楚, 此前发生的大战, 惶惶地危充斥天地, 不是他们这些, 圣经可以冒犯的。 他们都很意外, 小小的永元大陆, 竟然引得大帝强者亏损。 到了这般地步, 他们只有臣服, 根本没有人敢反抗。 在听到是大帝强者统领后, 那些怨言更是瞬间消失。 大帝! 传说中的存在, 活着的大帝。 谁敢有怨言? 就这样, 天南皇朝顺利一同永元大陆。 而后, 逐天星斗大阵, 邪魔入侵。 红文老魔从李南娜离开后, 便直接朝青云世界而去。 毕竟只要有心打听, 便会知道, 陆家的祖地在青云世界。 这对长河界修为高深的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秘密。 当然, 若是修为低下之人, 甚至连陆家都没有听说过。 比如此前东周大陆的一些人, 长河界, 东河域外。 正如陆怀预料的那样, 那咒大怒之后, 邪魔一族便发起全面进攻。 无数邪魔朝长河界蜂拥而来, 汗不畏死。 哼, 不管是谁斩了菲儿, 都要给他陪葬。 邪魔大军后方, 那咒望着远处长河界的生灵喃喃自语。 眸中闪过冰冷的沙翼, 竟是暴虐之色。 就如同恶魔的眼睛, 血色般通红。 不, 他们对于长河界的人来说, 就是恶魔。 我等拜见咒地。 那咒的身前不远处, 足有一百位准地朝他一拜。 这百位准地, 是此次大战听令于那咒的手下。 别看准地这么多, 但面对真正的大地时, 准地犹如蝼蚁般弱小。 除非他们有抗衡大地的手段, 比如地气、地阶阵法等。 想要以准地逆罚大地强者, 亿万中无一, 几乎不可能存在。 此次, 不必留情, 若有可能。 那咒语气冰冷, 说到这, 停顿了片刻。 他眼眸中散发无尽暴虐杀气, 天地也随之变色, 犹如炼狱降临。 将长河界生灵彻底覆灭。 那咒一字一顿道。 是。 百位准地齐声喝道, 他们早就想杀入长河界。 这次更是咒地下令图进长河界, 想必能让他们杀得尽兴。 对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咒毫不在乎, 他此刻只想为他的孩子报仇。 他的孩子可是准地巅峰的存在, 只需一步便可成帝。 那非是他最在意的子嗣, 是他所有子嗣中天赋最高的一个, 是最有可能成帝的一个。 若那非成帝, 那他们家将是一门双帝。 但此时说什么都晚了, 那咒能做的便是为他报仇。 尽管不清楚仇敌是谁, 但只要将长河界之人途径, 那么他儿子的仇自然可以得报。 长河界的众位大地强者, 脸色无比凝重, 他们都眺望着战场。 现在还不是大地下场战斗的时机, 否则仅仅是余波, 就不是大地之下的人可以抵挡住的。 这一点长河界与邪魔倒是很有默契, 大地强者不轻易下场。 下场也会远离战场中心, 避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爹, 您就让我上场吧。 陆无双苦着张脸, 眼巴巴看着陆怀, 他也想参与这次的战斗。 但无论他怎么说, 陆怀都没有答应。 这次不比以往, 上次, 你能有小男救你一命, 算是你服大命大。 但这次, 说到这, 陆怀的神情很凝重, 不知该不该往下说下去。 对于唯一的儿子, 他自然格外看重。 此次他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邪魔一族很有可能会倾巢而出。 到时候, 他自己的安危都顾不上, 更不用说陆无双的。 想到这, 陆怀眉头紧皱, 神色愈加深沉。 父亲,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如果逃避的话, 我做不到。 这与我的坚守的信念背道而驰, 上次, 我未能保护好李楠表弟, 差点让我道心失手。 这次, 我不想逃避, 我要杀出一条路来。 陆无双质地有生, 面色不改。 他有一种直觉, 就是如果再遇上李楠的话, 可能李楠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 因此, 他迫切想要, 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李楠是他表弟, 但他也是李楠的追随者。 可不想落后李楠太多, 不管如何, 都要站在李楠的身边。 你真的决定了? 陆怀思索一阵, 诗神问道。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 自己以前不也是这般模样, 才成长为大帝, 接任陆家家主。 陆无双重重点了点头。 好孩子, 你要保重。 陆怀有些感慨, 但也只是简单叮嘱一句。 甚至, 他身为大帝强者, 都没有给陆无双保命的东西。 这就是他们陆家的传统, 想要什么, 只能靠自己去拿。 父亲, 我会的。 陆无双话落, 便离开了此地。 陆怀望着他的身影, 久久不语。 而后,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来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恢复了多少实力。 李楠此时, 正在努力修炼, 冥冥中他有一股紧迫感。 或许是在永元大陆 遇到邪魔一族的原因, 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他自修炼文功后, 现在已经将《道德经》 刻写了大半, 距离全部刻写完成已然不远。 皇主! 这时, 魔九来了, 恭敬道。 你来了呀, 这有一件事。 对于魔九的到来, 李楠没有一点意外。 他再三思量, 还是决定要他们加快进度, 提高众人修为。 他修炼有大因果树, 对于冥冥中的东西他是信的。 正所谓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魔九, 你们须加快, 运绝地普及, 让所有人都进行修炼。 另一方面, 将一些高深功法, 乃至神通都逐渐开放。 只要是我天南皇朝之人, 皆可修炼, 必须提高所有人的修为。 你们也是, 若是缺修炼资源可以跟我言明, 必须尽快提升修为, 朕有感觉乱世将临。 李楠说了很多, 将他知道的, 甚至预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魔九眉头紧皱, 他还是头一次见皇主这般凝重, 对于皇主说的话, 更是不敢有丝毫马虎。 在魔九看来, 皇主不会无地放逝, 肯定有他不知道的消息。 他能做的, 能为皇主分忧的。 则是将皇主吩咐的事情传达下去, 完美做好, 这样才能不辜负皇主的信任。 魔九必不辜负皇主的信任。 魔九严肃道, 而后, 魔九便离开了此地, 他要将李楠的话落实到位。 能让皇主这般在意的事情, 恐怕非同小可。 于是, 他要来了两方大陆所有的准地强者 与圣境强者。 在他看来, 这都是有机会更进一步的。 至于修为更低的人, 想要短时间突飞猛进, 成为圣人、 圣王、 大圣, 乃至准地。 这不太可能。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圣境之上的人更进一步。 圣人到圣王, 圣王到大圣, 大圣到准地。 至于突破到大地, 他们这些人中短时间, 看来是不太可能。 不过, 提高一个小境界倒是有希望实现。 毕竟李南赐予的那些丹药不是摆设。 第97章, 红衣女魔。 诸位, 此次邀请你们前来, 不仅仅是老夫个人的意愿, 更要传达一下皇主的想法。 魔九看着众人, 缓缓开口。 果然, 在听闻与李南相关后, 众人都严肃起来。 据皇主所说, 接下来或者是不久的将来, 很有可能会发生动乱。 因此, 皇主要求我等尽力提升修为, 不许再摆烂。 说到这, 魔九看了眼人群中的几人。 那几人善善一笑, 刚刚的摆烂就是说的他们。 老夫在这里提几个要求, 那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进步, 必须提高实力。 比如说, 圣人出街要想办法提高到高阶, 甚至是圣王进。 同理, 圣王强者与大圣强者同样如此, 准地则要想办法更进一步, 至少提高一个小境界。 说到这里, 魔九停顿下来, 眼神扫视了一圈众人。 他是在场中修为最高的, 眼神很有威慑力。 众人也知道, 魔九是皇主眼中的红人, 他的话多半代表了皇主的意志, 故而没有人敢打马虎眼。 场中一些人欲言又止, 这些都被魔九看在眼里, 他自然知道这些人的顾忌, 无非是没有修炼资源。 因为天南皇朝一同两方大陆的过程中, 绝大部分修炼资源都被天南皇朝收走。 这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甚至连怒气都不敢释放出来。 老夫知道, 你们一些人的顾虑, 在此之前, 皇主言明, 如有缺修炼资源的, 将权力供给, 唯有一条。 说到这, 魔九停顿下来, 目光扫视全场, 充满压迫感。 让场中众人心惊不已。 一定要全力修炼, 提升修为, 天南皇朝有多么强大诸位, 心里也清楚。 诸位如果就这么点修为, 随时可能会被淘汰掉。 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 天地将变, 修为地下的人很可能。 画壁, 魔九不再多言。 他也是想天南皇朝, 众人齐心协力, 全力提高实力, 不然也不会推心致富, 说这么多。 他如红文老魔一样, 早就将自己, 看作天南皇朝的一份子。 但人心复杂, 难免有偷鸡摸狗之辈。 他只希望这些人, 能够看清现实, 天南皇朝不是什么人, 都能亏死的。 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人,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就此一遍, 听进去了, 就是自己人。 听不进去, 就任他自生自灭。 众人散场后, 魔九将天南书院的事情安排好后, 便去闭关了。 自他服用天命丹后, 真的就如逆天改命般, 修为时时刻刻在进步。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 短时间内冲击到准地巅峰不是问题。 这不止他的想法, 服用过天命丹的准地, 基本都是这个想法。 能突破到准地, 大多天赋潜力都是极高之辈。 或是服员深厚之人。 在服用天命丹后, 自然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长河剑, 东河狱, 狱外战场。 一道红色的身影, 正在不断斩杀周围的邪魔, 一剑又一剑, 似乎感觉不到泪。 噗! 忽然, 旁边一位大能镜邪魔朝他袭来, 出手竟是狠力之招, 招招致命。 但在红色身影的眼中, 却显得不过如此。 仅仅交手数十招, 便将其一击毙命。 这红色身影, 正是红衣。 离开青云世界后, 陆无双变将他带到了狱外战场。 这里正是提高修为, 磨炼人的好去处。 红衣也没有让他失望, 短短时间就到了黄境巅峰, 距离大能镜不过半步之遥。 随时都能突破到大能镜。 虽没有到大能镜, 但他杀起大能镜来毫不手软, 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难度。 又增加了一丝。 红衣眉头微皱, 眼中有不解之色。 似乎杀邪魔可以让他的鬼仙血脉 逐渐变得浓郁。 似乎这邪魔的气息对他来说是大补, 血脉深处竟有渴望之一。 红衣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有点想念那个无所不知的男人了。 哼。 突然, 红衣冷哼一声, 将刚刚偷袭他的大能镜强者, 一箭斩杀。 随着他杀敌的数量越来越多, 终于引起了邪魔一族的注意。 小心那个人族天骄, 竟然以半部大能杀大能镜如杀鸡屠狗, 有谁钱去斩了那个红衣女子? 这时, 一位大能镜的邪魔震惊到,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 在他说话期间, 红衣又斩杀了两位大能镜。 这我等也对付不了啊, 圣经的战场不在这边, 该如何是好? 邪魔一族的大能镜, 已经被红衣杀得心惊胆寒。 他们也尝试过多人联手, 但依旧被红衣斩杀。 并且红衣还趁势突破到大能镜, 将他们气的鼻子都歪了。 半部大能的红衣就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更别说突破之大能镜的红衣, 这简直是他们心中的恶魔。 在他们眼中, 红衣赫然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殊不知, 他们在长和解人的眼中, 也跟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没什么两意。 快跑啊, 红衣女魔杀来了。 啊? 红衣女魔? 就是那个杀大能镜如杀鸡屠狗的女魔。 随着红衣诸杀的邪魔越来越多, 邪魔族人竟给红衣取了给红衣女魔的称号。 红衣的出现, 让每一个看到她的都闻风丧胆, 不炸头。 渐渐地, 这一情况被邪魔族中的圣人知晓。 而后, 有的圣人假装大能镜, 目的就是为了诸杀红衣。 他们不愿意看到红衣成长起来,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她灭杀在摇篮之中。 同样的, 红衣的表现引起了长和界强者的注意。 你们可知那是谁? 有大地强者笑着问道。 实在是红衣太给他们长脸了, 仅凭一人之力便将邪魔圣境之下的强者杀得闻风丧胆。 这还是头一回。 回大地, 这人似乎是陆无双公子带来的, 立马就有人上前禀报。 那大地闻言, 神色一愣。 这么好的苗子, 又给陆家收走了。 不管如何, 定要保护好此人。 如果成长起来, 定是我们的一大助力。 大地威严开口, 他自然看到邪魔有圣人强者假扮大能静。 但他身为大地静, 不能随意出手, 要出手也是以圣人对之。 否则, 他出手的话就是坏了规矩。 若是两方的大地都盯着修为低下的人出手, 那不就乱了套吗? 是。 手下之人闻言, 脸色疑素。 显然大地的评价让他感到吃惊, 没想到这人能让大地刮目相看。 能成为大地的助力, 那至少也是大地吧。 他心想着, 定要安排几个顶尖圣人强者保护, 不能让如此天骄出现丝毫意外。 第98章 长阿圣人, 鬼仙一族。 随着杀戮不断进行, 红衣也逐渐发现不对劲。 似乎邪魔都有意来送死一般, 目的就是为了缠住他。 但他却没有丝毫办法, 周围的邪魔实在太多了。 全部汗不为死, 一窝蜂朝他涌来。 他挥了一剑又一剑, 都数不清挥了多少剑。 不知斩杀了多少邪魔, 只是满地的尸体都表明, 无数邪魔死在了他的手上。 以他大能静的修为都感到有些吃力, 但邪魔依旧不断朝他为来, 仿佛无穷无尽。 哼, 红衣冷哼一声, 将周遭的邪魔一扫而空。 忽然,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不远处呼啸而来。 圣人。 红衣眉头一皱, 旋即想办法撤退。 他只是大能静, 还不是圣人的对手。 圣人的身躯, 灵力都发生了蜕变, 与圣人之下的生灵根本不是一个生命层次。 所以说圣人之下接楼椅, 想要逆天伐圣, 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逃。 靠近的圣人眉头一掀, 脸上泛起猙獰的笑容。 只见他伸出右手, 朝着虚空一握, 红衣的身形顿时停了下来。 被固定在虚空中, 红衣翘脸一寒, 神情很是凝重。 空间朝他压缩而来, 身躯搁吱作响。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终于, 在权力挣扎下, 红衣终于摆脱了圣人的控制。 只不过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气息变得萎靡起来。 咦? 那位邪魔族的圣人大吃一惊, 红衣竟然能挣脱他的束缚, 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哼, 看你逃哪去? 邪魔族圣人大怒, 正欲全力出手。 你们是七我长河界无人吗? 这时, 一道怒吓声响起, 竟只挡住了邪魔族圣人的攻击。 来人正是长河界的一位圣人强者, 被称为长阿圣人。 长阿圣人话音落下后, 朝邪魔族圣人掠了过去。 长阿圣人? 邪魔族圣人健壮, 面色一沉。 虽然对于长河界会派出圣人不足为怪, 但眼前之人却是长河界赫赫有名的长阿圣人, 实力无比强横。 能以圣人修为力敌圣王强者, 面对低阶圣王甚至可以击败。 既然认识我, 那么便去死吧。 长阿圣人冷冷道, 然后全力出手。 仅仅一剑, 便将邪魔族的圣人斩首。 随后, 收剑朝着红衣走去。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红衣认真感谢道, 若不是长阿圣人及时出手, 他怕是会遭遇不测。 虽不一定会死, 但难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必如此, 邪魔一族卑鄙无耻。 你要多加小心才是。 以你的天赋, 迟早会赶上我, 超过我也不在话下。 长阿圣人轻笑道, 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天才, 自然要好好表示一下善意。 多谢前辈提点。 红衣感谢道, 长阿圣人昂首, 接受了红衣的感谢。 而后, 他便隐去身形, 继续跟在红衣身后, 为他保驾护航。 红衣健壮不再多言, 心里记住了这份恩情。 另一边, 邪魔一族也得知红衣有长阿圣人的保护, 他们无比愤怒。 但终究没有彻底失去理智, 依旧保持强者对强者, 弱者对弱者的攻击方式。 于是, 在红衣的带领下, 圣人之下的战斗完全是一边倒, 邪魔族一方苦叫不已。 于是, 长河界率先取得圣人之下战斗的胜利。 邪魔族圣人之下的族人则选择退出战场, 毕竟实在没人能抵挡住红衣女魔的攻击。 就算联手, 也不过是人家己见的事情, 何必去送死呢? 除了圣人之下的战斗外, 还有圣境之间的战斗。 只不过相比, 圣人之下的战场, 圣境之间的战斗洞则没有那么惨烈。 毕竟圣人的数量虽比大地强者多了很多, 但依旧数量有限。 能超脱生命层次达到圣境的, 哪一个不是天赋绝伦之辈? 至于地境之间的战斗, 目前还没有开启, 双方都保持一个谨慎理智的态度。 邪魔一族虽说想占领长和剑, 但也不愿族人都死光了。 否则, 就算赢下战争, 也没有任何意义。 随着圣人之下战场战斗的落幕, 圣境之间的战斗也慢慢平息下来。 废物? 你们都是废物吗? 竟然这么多人敌不过一个红衣女子, 还把她叫做红衣女魔? 那周脸色无比阴沉, 都快要滴出水来。 看着眼前的这些族人, 恨不得将他们抹杀, 实在太丢人了。 你们给本地想想办法, 一定要将其斩杀, 无圣族怎能任由弃屠杀? 那周最终还是收起了杀意, 与其冰冷, 似乎可以冻结空间。 她怎么也想不通, 长河界这么弱小的戒雨, 怎么能出现如此强大的天骄? 主上, 无等要不要换回前往玄黄界, 或是其他戒雨的天骄, 以此来对付那个红衣女子。 这时, 一味准地站了出来, 轻声开口。 她是那周的左膀右臂之一, 鸣角波安。 在她看来, 是大地麾下的天骄, 都去其他强大的戒雨了, 否则小小的长河界, 怎么会敌得过伟大的圣族? 那周文言, 一时没有说话, 陷入了沉思。 主上, 属下听那些大能静说, 那红衣女, 红衣女子体内, 似乎有一股古怪的, 力量, 仿佛天生克制我等, 似乎, 似乎。 这时, 旁边一位准地站了出来, 话说到一半, 欲言又止, 神情有些慌张不安。 这人也是那周的左膀右臂, 自称为天心道人。 天心, 有什么好犹豫的? 你说便是。 波安是个急性子, 不等那周开口, 便急着说道。 天心道人有些犹豫, 先是看了眼不暗, 眼神又朝那周看去。 见那周微微点头, 天心道人这才说道, 主上, 死女子似乎是传说中的鬼仙一族。 什么? 那周大吃一惊, 面色大变, 神情显得极为凝重。 她目光闪烁, 呼吸更是急促起来。 好一会, 那周才平复自己的情绪。 你所言属实? 那周语气冰冷, 就算她是大地强者, 也被这个消息震惊地七上八下。 主上, 此前我曾算了一挂。 天心道人喃喃道, 话没说完, 然后整个人的气息跌到谷底, 非常虚弱。 就好像风中蜡烛随时会熄灭一样。 第99章, 撤退, 魔九的剑意。 天心? 你怎么了? 那周眉头一皱, 天心道人的情况这时经道了她。 天心道人的情况她也了解, 推演之术极为了德。 但像此时这般, 受到这么大的反噬, 还是头一回剑。 一旁的不按见状, 神色不可思议。 她从未见到天心道人这般模样。 据她了解, 天心道人的推演之术, 以往都是极为顺利, 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反噬。 就算此前推算大地存在, 都没有像今日这般严重。 况且, 天心道人的修为更是准地巅峰, 若不是推演一道成地困难无比, 改修另外一道, 怕是早就成地了。 虽然她与天心道人都是准地巅峰的存在, 但她对天心道人向来保持着尊敬。 主上, 我这是受到了反噬, 那红衣女子背后, 定然有极为了不得的存在。 我正是推算那背后之人, 才受到如此反噬, 生机近乎耗尽, 怕事命不久矣。 天心道人咳了口血, 声音虚弱道。 瞧见那皱眉头一皱后, 又看了眼其他人, 嘴角含血笑道。 主上, 天心以后, 恐不能继续为您效劳了。 那红衣女子身份定然不凡。 嗨嗨, 我虽然即将陨落, 但还是推算出一丝天机, 那红衣女子体内有鬼仙血脉, 是鬼仙一族无疑, 但具体来历, 却算不出来, 或许不是这方宇宙之人。 天心道人说完后, 不等那咒等人反应, 便化作星光消散。 主上, 这, 不按预言又止, 天心道人的话, 以及天心道人的死, 大大刺激了她。 而如今天心道人陨落, 以后的一些行动怕事, 没人坐镇全局。 毕竟天心道人的推演之道, 在圣族中是最强的, 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天心道人这样的人。 哼, 那咒此时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最优秀的儿子陨落, 战争失败, 现在得力干将天心道人有神魂聚散。 这几件事大大刺激着她的神经, 战争失败还可以重来, 儿子可以培养。 但天心道人就这么一个, 一时让她无法接受。 众人看着沉默不语的那咒, 内心极为惶恐不安。 那可是鬼仙一族, 他们圣族的克星,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他们圣族的创造者。 如今有一位鬼仙族人在长河界, 还与他们敌对, 他们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 若是被鬼仙一族知晓, 他们针对鬼仙族的族人, 那后果不敢想象。 主上, 不如我等先撤军, 毕竟我圣族的天骄都去了别的界域, 等那些天骄归来再战也不迟。 这时, 波安试着开口说道, 他知道此时的主上在暴墓的边缘, 若自己不开口的话, 场中的众人没人敢开口。 罢了罢了, 就依你所言, 先撤退吧。 那咒强行将怒气平复下去, 面色阴晴不定, 不知在想些什么。 鬼仙一族? 等众人离开后, 那咒难难自语。 显然, 让他下定决心撤退的, 正是红衣的存在。 作为圣族的大帝, 他非常清楚鬼仙一族的强大。 别看他们, 圣族入清别的世界, 在万千世界中呼风唤雨, 但在鬼仙族眼中, 不过是个稍微大点的蝼蚁。 东周大陆, 南荒。 这里, 已经是东周大陆, 灵气最充裕之地。 那么多条灵脉, 可不是假的。 打铁铺。 从里南那离开后, 魔九没有耽误, 将一英事宜安排妥当后, 便将天南学院, 举办天交大会的消息放了出去。 在南荒还好, 没有引起大的动静。 但除了南荒众人比较平静外, 东周大陆与永元大陆的众人满怀热情, 心情无比激动。 因为这是天南皇朝统治两方大陆后, 第一次举办天交大会,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记强心计。 在此之前, 谁都不知道天南皇朝统治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如今看来, 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 并且, 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参加。 这给了那些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的天交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东周大陆, 几周, 远小学宫处。 小胖子书前听闻这消息后, 满眼放光, 嘴里喃喃。 哇哦, 这是我的机会, 我也要参加。 书前的老爹听闻后, 翻了个白眼。 你说你一个小学宫的夫子, 去参加这个天交大会, 是不是有失身份。 但小胖子可没管那么多。 一方面, 他很久没见李南。 自从李南去了玄黄界, 回来后, 基本没有见过李南这位大哥, 很想去见见。 虽说这次大会不一定会见得到, 但依旧不减他的热情。 另一方面, 谁还不是一个天交了? 他也想会一会两方大陆的天交妖孽。 这么个大好机会, 可不能放过。 另外, 他相信李南拿出来的奖励, 定会让人无比心动。 他也不例外。 还有就是, 小学宫这一脉, 也需要天交加入进来。 按照他的想法, 就是先跟那些天交打成一片, 至少混个脸熟。 这样会顺利很多。 上次, 宇大哥李南不就是这么认识的吗?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 李南这么变态, 结果一出手, 便震惊东周大陆, 甚至长河界。 这也是他最为得意的地方, 李南有多么变态, 就不说了。 现在还是东周大陆与永元大陆的皇主。 两方大陆都在他的统治下, 想想就无比激动, 似乎统治两方大陆的人是他输钱一样。 北渊, 原神女殿。 世尊, 这个天交大会, 我能不能参加? 楼莲眨巴着大眼睛, 可怜巴巴看着苏眉, 似乎不同意的话, 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莲儿, 你自然要去参加。 此次天交大会, 你不必有任何顾忌, 尽管在皇主面前展示自己的天赋。 苏眉淡淡一笑, 冰冷面色褪去, 神色有些深沉,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世尊, 我知道了, 我一定要将他们都打趴下。 楼莲挥了挥他的小拳头, 仰起高傲的下巴, 稚嫩的脸庞露出认真的神色。 他早就想在李南面前表现自己, 上次匆匆一瞥, 他可是对李南充满好奇。 他搞不懂世尊为什么要他隐藏自己的天赋, 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杀李南。 同样不明白, 这次世尊为什么直接同意他参加天交大会, 更是让他展示所有实力。 他的眼中带着不解之色, 但本着想不通就不想的原则, 很快他就将这些是遗忘的一干二净。 毕竟还有世尊在, 根本用不着他多想。 永元大陆 一座名为《听雨的小城镇》, 这里有个铁匠铺, 是听雨镇唯一一家铁匠铺。 铺子名很简单, 就叫打铁铺。 打铁铺就是为了给镇子里的人打打铁, 大多都是生活劳作用品。 打铁铺的老板名叫贺琴, 是位女子。 别看他是位女子, 就小瞧他, 虽是女子, 但力气大得很。 你们以为这女子是一身的肌肉吗? 那就错了, 这女子看起来若不经风, 十分柔弱。 同时, 还长了张倾国倾城的脸。 这就让他的名声传遍周围城镇, 大家伙都想看看一位倾国倾城。 弱不经风的女子是怎么打铁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围观, 久而久之, 贺琴厌烦了, 除了前来打铁之人, 其余人一概不予接待。 同样, 因为他长得倾国倾城, 前来提倾的人亦是数不胜数。 可以从小镇的这头, 排到小镇那头的一百里外。 但无一例外, 都被贺琴拒绝了。 甚至还有飞天遁地的大能前来提倾, 但依旧被拒绝。 而贺琴一点事都没有。 这成为了小镇子饭后的谈资, 大家伙都觉得贺琴不识好歹, 竟然连飞天遁地的仙人都敢拒绝。 于是, 小镇内外的人都不敢找他打铁了, 看见他如同看到温神一样, 躲得远远的。 生怕被他连累, 惹得仙人的不快。 此时, 打铁铺内。 师父, 咱们的打铁铺, 已经三个月没有客人前来了, 米缸里, 已经快没有米了, 接下来会不会没有饭吃了? 一个面容俊秀的少年, 在一旁喋喋不休。 少年身前是位倾国倾城的女子, 如画中仙一般, 正是贺琴。 虽然少年是个画牢, 没事总说个不停。 但贺琴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反而笑意盈盈。 浅笑地看着少年, 这少年跟贺琴一样, 都与打铁铺格格不入, 根本看不出二人是打铁匠。 少年名为公玉桥, 小时候被贺琴捡到, 便拜了贺琴为师。 师父, 钢里真的没米了, 你还笑, 到时候我们就要饿肚子了。 公玉桥着急大叫道, 在他看来, 这师父却实声地好看, 但太不靠谱了, 若不是他, 二人早就被饿死了。 你嚷嚷啥? 师父平时怎么教你的? 做人要温润如玉, 不要小家子气, 不要被小事影响, 不就是米吗? 你还担心师父会让你饿着不成? 贺琴对于公玉桥的态度明显不满, 但面容上却是笑呵呵的。 可见他对这个弟子的喜爱, 闻言, 公玉桥认真点了点头, 然后一双明眸望着贺琴, 好像在说这是事实。 见状, 贺琴一时有些尴尬。 嗨嗨, 大丈夫要不拘小节, 师父说不会让你饿着, 就定不会让你挨饿, 你难道不信为师吗? 贺琴严肃地说道, 不过眼神有些闪躲。 公玉桥再次点了点头, 接着又摇了摇头。 喂, 臭小子, 你什么意思? 贺琴洋装发怒, 这臭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接�, 公玉桥见状, 连忙跑开, 然后大声嚷嚷道, 师父, 你不是说你会先术吗? 现在, 天南学院进行天交比试, 挑选人才, 师父你要不要去试试? 第101章, 不靠谱的贺琴, 天交大会开始。 公玉桥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 然后对着贺琴眨白了一下眼睛, 颇有兴趣地盯着贺琴。 臭小子, 你怎么知道的? 闻言, 贺琴有些纳闷, 不过马上遮掩过去。 这不传遍了吗? 听说, 皇主还传下, 运厥, 让无法修行之人, 也可以掌握一定的力量。 好像马上就要到我们这个镇子了, 师父你不知道吗? 公玉桥一副吃惊的模样, 好像在说, 师父你果然不靠谱。 臭小子, 你那是什么表情? 贺琴怒声道, 似乎气不过, 又接着道, 当初若不是老娘, 你早就饿死了。 想想当初, 老娘把你从, 现在就这么对老娘的。 贺琴如一个骂街的泼妇, 丝毫不顾及他这副倾国倾城的脸, 也不在意师父的身份。 原来骂人这么爽, 难怪这臭小子总喜欢。 贺琴心中愤愤按道, 他决定了, 以后定要经常骂这臭小子几顿。 闻言, 公玉桥翻了白眼。 真好意思说, 当初若不是这娘们把我捡回来, 我早就成就大帝。 好好的一场机缘, 硬是被这娘们破坏了。 不骂你几顿, 简直对不起我。 没杀了你这娘们, 就算本地仁慈了, 我心里愤愤不平, 大帝啊, 那可是大帝。 大帝竟就这么离他远去, 都怪这娘们。 臭小子, 你这是什么眼神, 是不是找揍? 贺琴掳起袖子, 做事拿起扫帚, 就要朝公玉桥打去。 这臭小子, 越来越诡精了, 差点让他看出什么来。 贺琴心中暗道, 以后要小心一点才是。 师父, 不要啊。 公玉桥惨叫道, 似乎贺琴真对他下手了一样。 贺琴翻了个白眼, 这小子真能演戏。 别闹了, 说说正事。 贺琴的语气严肃起来。 见状, 公玉桥也收起了心思, 摆出一副认真模样。 这个天交大会, 为师认为你可以去参加。 贺琴话还没说完, 便被公玉桥打断了。 师父, 我又没修炼过, 我怎么参加? 你让我一个未来的大帝, 去参加这天交大会。 这也太丢本地的脸了吧。 为师此前测过你的根骨, 很适合修炼, 是个修炼天才。 从而走上修行之路, 也不会缺少资源。 贺琴说起正事来, 让人觉得幸福与靠谱。 文言, 公玉桥陷入思索之中。 确实如贺琴所言, 他现在缺少修炼资源。 若是能够得到天南学院的帮助, 他定能早日恢复修为, 早日踏足大帝之境。 怎么样? 为师可不会害你。 贺琴理所当然道, 只是听到这话的公玉桥, 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若不是你, 我就已经是大帝境了。 现在还要我感谢你, 真的谢谢你哦。 师父, 我去参加, 只是我没有修为在身。 公玉桥撇了撇嘴, 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果然, 贺琴见到他这副模样, 拍了拍傲人的胸脯, 保证道, 这不是有为师吗? 乖徒儿, 你就放心, 师父我定能把你送到天南学院的鄙视地点。 听到这话的公玉桥, 又翻了个白眼, 眼神中充满怀疑之色。 师父, 这是到哪了? 看着前面一片白矮矮的土地, 果然, 这个女人一如既往地不靠谱。 嘿嘿, 这是意外, 意外。 贺琴善善道, 有些尴尬。 师父, 你确定是从这边走的? 看着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 公玉桥再次提出质疑。 嘿嘿, 你上次不是说想看海吗? 师父对你好吧, 专门带你来看海。 贺琴不好意思道, 我信你个大头鬼, 上次说看海, 将本地带到个鸟不拉式的荒漠。 哎呀, 你要相信师父, 师父这次肯定不会走错的。 贺琴连连保证。 嗯, 折腾了七八遍, 贺琴终于走对了路线。 看吧, 师父不会走错的, 师父只是想带你看一下大陆的风采。 贺琴自信地说道, 若不是与他生活了这么久, 公玉桥真会信了他的邪。 前面正是天南学院永园大陆分院总院, 里面人山人海, 大多是一些年轻的天骄, 还有许多长辈陪着。 在这里, 倒没有出现狗眼看人低的情况, 反而都是笑容和蔼的打招呼, 很是客气。 对于这种情况, 众人早有预料。 如今已不是从前, 所有人都要看天南皇朝的眼色形势, 也莫了争斗的必要。 万一得罪一个天骄, 那就不好受了。 公玉桥对于天南皇朝的事迹, 早有耳闻, 心中更是无比好奇。 他也想渐渐能统治两方大陆的皇主是什么样的。 看这样子, 那传说中的皇主想必没有出现。 不知去总院鄙视的时候, 那皇主会不会出现。 公玉桥心中暗道, 而后, 没有理会贺琴, 禁止朝天南学院永园大陆分院走去。 其实, 大多有实力, 有背景之人都会选择前来永园大陆分院总院。 而实力不足, 又没有背景之人, 大多是在永园大陆各地的分院。 然后经历考核, 再被送来永园大陆分院总院。 兄台, 你也是来参加天骄大会的吗? 这时, 一人走到公玉桥身边, 热络地打起招呼。 不然, 还是来看你的。 不过, 公玉桥显然没有兴趣, 竟直接出言对道。 那人闻言, 脸色一阵轻一阵子, 见公玉桥气质超然, 也不敢放肆。 哼, 最后冷哼一声, 远离了公玉桥。 其他还想上来搭讪的人见状, 纷纷停住脚步, 对着公玉桥指指点点。 这臭小子, 再奶都不安分。 远处的贺琴, 见到公玉桥这般模样, 也是不知说什么好。 半个月时间一会儿过。 今天是天交大会开始的日子。 各地的天南学院人山人海, 无比热闹。 众天交也双目放光, 都希望自己能被大能看上, 或是加入天南皇朝的下属势力中。 同时, 这次的奖励也让他们期待已久, 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取得头名。 负责天南学院永园大陆分院总院的, 是刀爵。 同时, 还有楚家老祖楚连心等准地, 盛进在一旁辅助。 没有传人的, 都想办法前来观看, 毕竟这样的日子可不多见。 都想收一两个满意的弟子。 诸位, 天南学院天交大会, 现在正式开始, 还请各位天交们, 展现出自己应有的天赋实力。 你们将会得到天南学院, 全方位的培养。 刀爵话音落下, 现场响起了, 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众天交对接下来的鄙视, 跃跃欲试。 想要一展自己的风采, 败入圣境乃至准地的门下。 第102章 念见皇主的机会 随后, 又有天南学院的人员, 为众人介绍了相关的测试考核。 这个测试可谓是多方面的, 不局限于实力。 包括悟性、 天赋、 战力等等方面。 只要有一方面达到要求, 都能加入天南学院, 得到相关的培养。 天南学院可谓是诚意满满, 使得前来参加的天交大开眼界。 此前, 各大势力招收弟子, 大多看的是天赋潜力, 其余方面基本不看, 更没有相关的测试。 而在天南学院, 汇集了两方大陆的修炼功法, 可谓是极重加之长。 对于这些天交来说, 完全够用。 永元大陆, 天南学院永元大陆总院。 龚玉乔百无聊赖, 等着测试, 他对这个一点兴趣也没有。 毕竟都是小孩子玩的, 以他的身份来说, 实在有些。 无聊。 龚玉乔打着哈欠, 静静等待着测试。 因为他没有修为在身, 不用参与比试, 只要做相关测试就行了。 他正在排队的测试项目是天赋, 也就是根骨, 看看有没有特殊体质, 血脉天赋之类的。 好在测试人员比较多, 速度也快。 龚玉乔没有久等, 便轮到了他。 快看, 到那家伙了。 后方, 一个有些贼眉鼠眼的年轻人, 与他旁边一人嘀咕着。 他旁边之人, 正是此前被龚玉乔回怼的人。 哼, 我倒要看看他, 有什么能力, 竟然那么嚣张。 彭其冷笑道, 龚玉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让他难堪, 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 若是你没有天赋, 就是个普通人的话, 看我怎么弄你。 彭其心中暗道, 目光紧紧盯着龚玉乔。 龚玉乔顺利走到测试石碑前, 眉头一皱。 小家伙, 别愣着, 快滴血测试吧。 旁边的测试人员, 见龚玉乔愣住, 开口提醒道。 哦, 不好意思。 前辈, 请问一下这个测试石碑是什么来历。 龚玉乔欠一道, 接着问起了这测试石碑的来历。 一方面, 滴血测试在各大宗门市里很少见。 另一方面, 则是眼前这测试石碑给他一种神秘与古朴感, 以他的眼界都看不透。 尽管没有修为在身, 但眼界还是在的, 故有此疑问。 呵呵, 小家伙, 这测试石碑是我们的皇主拿出来的, 永元大陆就总院才有。 另一块则是在天南学院总院, 也就是在东周大陆南荒。 好了,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快滴血测试吧。 测试人员笑呵呵的, 并没有因为龚玉乔的问题显得不耐烦, 反而热心地解答。 多谢前辈解惑, 小子叫龚玉乔, 龚玉乔感激道。 随即不再犹豫, 咬破手指, 滴了滴血上去。 嗡。 随着血滴落下, 石碑顿时有了反应, 绽放出耀眼的青色光芒。 台下众人见状, 响起一片喧哗声, 显然这么大的动静, 刺激到了他们。 此人为何能使石碑发出这么耀眼的光芒?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吗? 这个谁知道啊? 目前就他的光芒最甚, 看来加入天南学院板上钉钉了。 难道他伸去什么血脉? 才导致石碑绽放如此耀眼的光芒? 台下看到的众人, 窃窃私语, 看向龚玉乔的眼中带着艳羡之色。 同样, 也有人很是激动。 这小子, 怎么可能? 彭起眼中的愤痕之色一闪而过, 不敢显露嘶吼。 咦? 测试人员有些惊讶, 这是头一次遇到这般情况, 他也不太了解。 不过, 他倒是不担心, 因为石碑会给予反应。 嗯? 龚玉乔眼中的震惊之色一闪而过, 仿佛他的里里外外都被探查了一遍, 甚至包括他还没有激活的血脉之力。 小家伙, 你是叫龚玉乔是吧? 恭喜你了, 你的天赋潜力可不一般, 估计会引起准递的注意, 我倒是有些好奇你的血脉之力了。 测试人员何善地说道, 他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在他看来, 引起准递注意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吧。 接着, 在众人的目光中, 石碑光芒一闪而过, 并没有将龚玉乔的情况显露出来, 就连这位测试人员都不知道。 这是, 卢子轩面色一正, 没想到还有这么回事, 连他这位测试人员都没资格知晓吗? 卢子轩正想着, 忽然,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刀绝。 见过院长, 见刀绝出现, 卢子轩连忙行礼。 龚玉乔? 刀绝对着龚玉乔一问, 心里有些好奇。 皇主此前可是说过, 若是出现石碑主动影去信息, 可将其带到东周大陆前去见他。 这可是能走入皇主的眼, 连他对这小子都有些羡慕了, 毕竟, 想要入皇主的眼, 是何等的困难。 见过院长, 小子正是龚玉乔, 龚玉乔不敢大意, 眼前之人绝对是准地, 跟他以前是一个境界的存在。 好小子, 不必多脸。 你的情况, 我也不知晓, 只能询问皇主了。 刀绝看着龚玉乔, 越看越顺眼, 甚至想收他做徒弟。 但这是皇主提前说过的, 他不敢私自做主, 还是要先带去给皇主看看。 那个, 你们继续测试, 我先带他去见皇主。 话必, 刀绝便带着龚玉乔冲天而起,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卢子轩一时没回过神。 院长说, 带他去见皇主。 卢子轩愣愣道, 他没想到, 龚玉乔竟然这么好运。 要知道, 他都没有资格见皇主。 如今, 在自己手中测试天赋的少年, 竟然有机会面见皇主。 这让他满是羡慕, 同时, 一股自豪油然而生。 毕竟, 这是在他这测试的天骄。 说出去, 也备有面子, 以后也有吹牛的资本。 这小子, 何德何能, 竟然可以面见皇主。 彭琪面色通红, 双目已经被愤怒与极度冲斥。 不过, 仅仅持续片刻, 面上便露出苦笑。 能面见皇主之人, 绝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难怪那么不假词色, 看不上他。 原来是真有本事在身, 彭琪收拾好心情, 发誓绝不招惹此人。 除了彭琪外, 测试的天骄, 大多都露出艳羡之色。 也有少数人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恨不得取而代之。 好了, 测试继续。 你们若有实力的话, 也会有面见皇主的机会。 场中, 响起一道威严的声音, 众人纷纷回过神。 刚刚弓玉桥, 确实刺激了很多人, 但也激起了众人的好胜心。 毕竟弓玉桥没有修为在身, 修炼要从基础的开始, 日后不见得比他们更强。 有人按下决心, 一定要努力修炼, 得到皇主的关注。 第103章, 胖揍书前。 咦? 这臭小子引起的轰动还挺大的, 不愧是传说中的血脉。 不枉老娘打断你的大地之路, 到时候看你怎么感谢老娘。 贺卿剑刀绝带走公寓桥后, 在一边喃喃自语, 脸上笑意盈盈。 而后, 腾空而起, 消失在天际。 东周大陆, 南荒, 天南学院。 这是天南学院的总院, 依旧坐落在南荒, 并没有选择搬离。 与众多分院一样, 这里热火朝天, 正进行着一项项的测试。 甚至还有永元大陆的天骄赶来, 专门为了到总院参加测试。 目的就是为了见见传说中的皇主, 或是看看这些大人物。 在总院负责的正式魔酒。 红文老魔还在找陆念的路上, 还没有回来。 身为天南学院的院长, 天南皇朝的皇主。 李南自然知晓这里的情况, 不过让他好奇的是, 竟然真有人被石碑隐藏了信息, 这人还来自永元大陆。 须知, 这石碑乃是千道所得, 神秘无比。 他一共迁到了两块石碑, 一块放在总院, 一块则是放在了永元大陆分院总院。 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天骄。 这石碑也没让他失望, 将诸多隐藏起来的天赋体质, 能力都发掘出来。 这能最大限度开发天骄的潜力, 让一些实力不显的天骄得到关注与培养。 来啊, 胖爷在此, 你们谁赶上来? 小胖子书前开始飘了, 他此前连胜了十场, 说话都开始大声起来。 泪台下的仲天骄文言纷纷怒目而逝, 实在是此时的书前太过欠揍。 他的脸上就写着两个字, 揍我。 我知道他, 原小学宫的孙家之人, 后面进了通天榜, 然后成为了小学宫的夫子。 这小胖子好欠揍啊, 你们谁上去揍他? 就是, 给他点颜色瞧瞧。 大家伙都是来参加天骄大会的, 就没见过如此欠揍之人。 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有看好小胖子的, 有恨不得将他胖揍一顿的。 师尊, 我想揍他。 楼莲看着苏梅挥了挥小拳头, 露出虎牙, 恶狠狠说道。 苏梅文言, 哑然一笑, 于是, 轻轻点了点头。 得到示意的楼莲对着苏梅一笑, 立马跳上了擂台。 小胖子, 姑奶奶来揍你, 做好准备没有? 楼莲放声说道, 比起小胖子还要嚣张。 揍他, 揍他, 揍他。 书前还会说话, 底下众人便开始起哄。 卢姑娘, 你还是下去吧, 我怕等一下打伤你就不好了。 书前苦笑道, 楼莲他自然认得, 他不认为楼莲是他的对手。 楼莲能成为神女殿的圣女, 还是神女殿殿主的弟子, 自然非同一般。 但他此刻已经膨胀了, 再加上楼莲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 也没见楼莲与其他人战斗过。 所以, 说话难免有些膨胀。 死胖子, 你别嚣张, 看姑奶奶怎么揍你。 听到书前的话后, 楼莲内叫一个气啊。 竟然看不起我, 待会姑奶奶就教你怎么做人。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面对一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还这么说话。 这小姑娘我认识, 是原来神女殿的圣女, 还是神女殿殿主的弟子。 这么说, 倒是有看头了, 这小子不过连圣十场就这么嚣张。 底下众人纷纷附和, 为楼莲加油鼓气。 苏梅文言, 玩耳一笑, 有些幸灾乐祸。 自家弟子的实力, 他非常清楚。 天赋绝对比书前还要妖孽, 只不过没有显露罢了。 否则, 早就名扬东周大陆了。 若不是天南皇朝统治东周大陆, 他还会让楼莲继续低调。 如果不能成长起来, 天赋再好也没什么用。 从当初东周大陆那么多势力, 针对李南就可以看出来。 他神女殿虽是超级势力, 但也没办法面对所有势力, 富于顽抗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毁灭。 毕竟李南只有一个, 手底下还有大帝为他效命, 而且不止一个。 这找谁说理去? 所以狗才是王道。 但现在, 没必要狗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李南的存在。 臭胖子, 接招。 说话间, 楼莲便朝书前冲去, 释放出冰冷的气息。 死! 书前倒吸一口气, 楼莲还没接近他。 他便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意, 似乎要将他的血液冻住。 如果仔细看的话, 书前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冰霜, 冒着寒气。 书前连忙施展修为, 将寒气驱散。 但这寒气似乎无处不在, 他只好留一部分精力抵御寒气。 这还没出手, 便弱了三分。 书前眉头微皱, 他也发现自己似乎太过膨胀了。 但楼莲可没给他思考时间, 他只想将书前胖揍一顿, 出一口气。 二人如今都是洞天静, 一时倒也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 书前明显不敌楼莲, 这还是楼莲留守的结果。 百招过后, 书前被楼莲一掌击倒在地。 胜负一分。 小胖子, 大道苍蟹。 见李南有如此威势, 气场, 龚玉乔心惊不已。 这还是年轻一辈的天骄吗? 龚玉乔不禁扪心自问, 但得出的答案让他心惊不已, 因为就连他也生不起 与李南争斗的心思。 正是, 龚玉乔恭敬说道, 李南瞥了眼刀绝, 刀绝会议, 转身出了宫殿。 你可知自己有什么天赋吗? 李南但笑道, 对于龚玉乔的反应他, 看在眼里, 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有系统在, 自然可以看得出龚玉乔的跟角。 虽不知龚玉乔此前是什么修为, 但他的天赋着实不凡, 连他都感觉到一丝诧异。 回皇主, 学生并不知晓。 龚玉乔心中一惊, 但面不改色。 他以学生自居也没什么错, 毕竟他也要入天南学院。 而天南学院的总院长就是李南。 放心吧, 朕并没有追究你来立的打算, 只是你的天赋着实不一般。 说到这, 李南停顿下来, 笑眯眯看着龚玉乔。 他倒要瞧瞧龚玉乔要怎么狡辩。 闻言, 龚玉乔大为震惊, 慌张之色, 一闪而过。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龚玉乔心中暗自猜测, 再想要怎么回答。 朕并不知道你此前是什么身份, 只要你不做损害天南皇朝之事, 朕也不会过问。 李南似乎知道龚玉乔心中所想, 一脸淡然道。 听到这, 龚玉乔明白自己的来历, 并不知道, 但他可不会天真以为真不知道。 至于是不是炸他, 这点直接被他排除了。 炸也不是这般炸。 果然皇主真乃人中龙凤, 连他的来历都可以看出来。 龚玉乔此刻已经被李南蛰伏了, 心想, 加入这样的皇朝也不错。 回皇主, 学生对于自己的天赋略有了解, 此前的修为是准地巅峰, 在冲击大地境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一身修为散尽不说, 还返老还童, 跟没有修炼过一样。 龚玉乔苦笑道, 也不再隐瞒, 主动将自己的来历说了出来。 文言, 李南陷入思索之色。 龚玉乔还以学生自居, 说明他愿意加入天南学院。 至于龚玉乔冲击大地境的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他也不清楚。 或许归咎于他体内隐藏的血脉吧。 也正如李南所想, 龚玉乔正是因为冲击大地境失败, 本要生死盗消, 结果散尽一身修为之力, 激活了隐藏的血脉之力, 得以重活一世。 这才让他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并且可以重新修炼。 不过, 龚玉乔也不清楚自身拥有的血脉之力, 因为他没有修为再生, 也察觉不到这股力量。 那你为何不重新修炼? 李南问道, 若不是系统, 他还真看不出龚玉乔重活一世。 回皇主, 学生所修功法特殊, 要到了16岁才可开始修炼。 龚玉乔恭敬应道, 不过心里有些纳闷, 他觉得李南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那你可知你体内的血脉之力。 李南再次问道, 正是这股血脉之力, 才让石碑主动引去龚玉乔的天赋情况。 学生不知, 龚玉乔有点猛, 摇摇头, 想试着感应, 却发现并没有修为, 无法感应。 血脉之力? 我怎么不知道? 而后, 龚玉乔看向李南, 想必皇主不会无地放使才对。 这下轮到李南惊讶了, 龚玉乔竟然不知道。 不过, 马上回过神来, 若是知道的话, 想必他此时已经是大地境。 而这血脉之力, 估计也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激活的。 很可能就是冲击大地失败后, 才得以激活, 让龚玉乔重活一世。 二人相识一眼, 都想到了这种可能。 既然不知道的话, 那真便给你说说, 正是由于你体内的血脉之力, 才让你的信息被石碑隐藏。 你体内的血脉之力, 名为大道苍邪, 并不是寻常的血脉。 乃是大道之力的变异, 由大道化成, 恐怕整个长河界都找不出第二人来。 李南将了解到的相关信息, 都给龚玉乔说了一遍, 这给龚玉乔惊得说不出话来。 别说龚玉乔了, 李南刚知道的时候, 也是被惊掉了下巴。 原来我这要牛逼。 此时, 龚玉乔心中这么想到。 而后, 李南一脸古怪地看向龚玉乔, 这家伙感觉比自己还像主角。 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师尊, 或者青梅竹马? 李南好奇问道, 美女师父倒是有一个, 正是他打断了我的大地之路。 闻言, 龚玉乔有些错愕, 不知皇主为什么会问这个,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了。 他此时已经对李南很是相信, 他能感觉得出, 李南对自己没有恶意。 就算知道自己拥有大道苍邪, 也只是对自己表示欣赏, 没有那种鲫鱼之色。 他可是十分清楚, 这种血脉之力的诱惑之力, 如果放出声去,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打他的主意。 这代表着暗部旧班的修炼, 就能轻轻松松成为大地。 因为大地正是, 至少要掌握一条完整的大道, 才能成为大地。 而拥有大道苍邪的他, 里面本身蕴含一条甚至多条大道, 成帝不过是最基本的。 真有。 李南暗自嘀咕, 这似乎是主角母版。 重活一世, 大道苍邪, 美女师父。 如今看来, 你那师父可能不一般啊, 你得好好感谢他。 李南若有所思地说道, 眼眸中蕴含着深意。 他有一种直觉, 就是公寓桥口中的美女师父, 肯定知道些什么, 才打断了他的成帝之路, 目的就是为了激活他体内的大道苍邪。 听到李南说的话, 公寓桥陷入思索之中, 正是贺勤打断他的大地之路, 但他好巧不巧活了下来, 还收他为徒。 若不是有意为之, 谁都不信。 不过, 贺勤并不知道, 他虽重活一世, 但记忆犹在。 目前看来, 贺勤的确是为了他好, 但是, 不是为了他体内的大道苍邪, 谁都说不准。 而他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如果贺勤出手的话, 他将毫无办法, 只能任人宰割。 想到这里, 他看向了李南。 现在能相信的, 能帮到他的只有李南。 这是他的直觉。 只要李南一句话, 他将毫无顾忌。 第105章, 宫玉桥的顾忌。 见宫玉桥看来, 李南自然明白他的顾忌。 他也分布清宫玉桥的师父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为了夺取大道苍邪, 又或者是单纯为了宫玉桥好。 皇主, 如果我加入天南皇朝, 是否可以保证我的安全? 宫玉桥神色有些紧张, 他不知李南会不会答应下来。 就算答应下来, 他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些都不得而知, 只能寄希望李南不要狮子大开口。 哦? 你是为了防备你师父。 李南虽然知道, 但该问的还是要问。 是, 宫玉桥没有犹豫, 直接应道。 行, 朕同意了。 李南但笑道, 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如果让宫玉桥加入天南皇朝, 未来定是他的一大助力, 这可是未来的大地。 啊? 多谢皇主。 宫玉桥有些没反应过来, 听清楚后立马感激说道。 无妨, 将来朕还需要你的帮助, 你得快点成长起来, 成为大地强者, 这个时代可能不会太平。 李南笑着说道, 有宫玉桥的加入。 他心情大好, 随即多说了几句。 是, 宫玉桥有些受宠若惊, 同时对李南口中的话有些好奇。 他倒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过皇主这么说定有他的道理。 皇主是这一代天赋最高之人, 若是能与他并肩作战, 也是荣幸吧。 宫玉桥暗自想道, 心里竟有些渴望, 希望快点成长起来。 这是天命丹, 可以提高你的天赋潜力。 你且服下吧。 李南拿出一枚天命丹, 上面泛着光滑。 虽然宫玉桥拥有大道苍蟹, 但这天命丹对他仍有帮助, 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他的天赋潜力。 多谢皇主。 宫玉桥不敢犹豫, 接过后直接服下。 虽然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丹药, 但他也知道李南没必要害他, 所以没有犹豫。 接着, 李南换来穷奇。 主人! 穷奇片刻便出现在二人眼前。 宫玉桥见出现在面前的穷奇, 心中闪过震惊之色。 这气息绝不会错, 一定是大帝。 宫玉桥内心暗道, 虽然早就传闻天南皇朝有大帝强者, 但没亲眼见过总是有几分不幸。 如今大帝强者亲自出现在他面前, 还是让他大为震惊。 尽管他之前离大帝只有一步之遥, 但终究不是大帝。 见过大人, 宫玉桥不敢犹豫, 直接恭敬行礼道, 说不定以后还要眼前的大帝帮忙。 穷奇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主人亲自面见的人, 他也不会给脸色。 这是穷奇, 乃是一位大帝强者, 以后你可以跟在他身边修炼。 李南笑着说道, 目前还不知宫玉桥师傅存在什么心思, 当然要保护宫玉桥, 这是他以后的助力。 是, 多谢皇主, 多谢穷奇大人。 宫玉桥心中的感激与震惊无以复加, 刚开始还以为是介绍给他认识, 没想到是让他跟在一位大帝强者旁边修炼。 这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宫玉桥此时已经对李南感激涕零了。 穷奇, 你助他炼化一下天命丹, 他日后迟早会成为大帝, 甚至比你还要强。 李南对着穷奇说道, 略微带有告诫的意思。 穷奇虽是他召唤出来, 对他恭敬无比, 但对其他人多是看不上。 闻言, 穷奇面色一惊, 对着宫玉桥左看看, 又瞧瞧, 还将宫玉桥全身探查了一遍。 心中有些郁闷, 他也没看出来, 这家伙日后定成大帝的可能啊。 宫玉桥, 你不要介意, 穷奇他就是这样。 李南笑着道, 不敢不敢, 这是学生的福分。 宫玉桥忙道, 能被一位大帝强者注意, 是他的福分。 不错, 你小子不错, 以后本大人照着你。 闻言, 穷奇咧嘴大笑, 李南笑而不语, 去吧, 祝他炼化天命丹。 李南诞生说道, 这穷奇也是个活宝, 没有丝毫大帝的风范。 是, 穷奇与宫玉桥攻进道, 然后都退了出去。 南荒, 天南学院, 这边并没有出现石碑隐藏信息的情况, 若要石碑主动隐藏, 除非天赋过于强大变态, 否则一般是遇不到的。 宫玉桥只是个意外。 当然, 如果楼莲进行测试的话, 也许会被石碑隐藏天赋。 毕竟, 是被李南看好的人, 还被赐予了天命丹。 不过, 正因为知道了天赋, 楼莲无需测试, 她只是来进行比试地, 展现自己的风采。 按照楼莲的话来说, 她要当一当大姐大, 要成为众天交中的第一。 在教训了一顿书前后, 楼莲便退下擂台, 继续跟在苏梅身边。 擂台赛, 楼莲根本无需参加, 这是给她的特权, 也是对她天赋实力的认可。 不止楼莲, 一些天赋实力特别强大的天交, 都有这种特权。 只不过人数比较少。 天南学院给的特权名额, 每个境界只有十人, 可见其含金量。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最优秀的。 当然,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 有人不在特权名额上, 不见得比这十人弱, 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实力罢了。 虽然这十人不用参与擂台赛, 但终究还是要参与比试的, 若是输了, 脸上无光。 被楼莲一顿胖揍后, 输钱低调了许多, 生怕楼莲再找个理由揍她一顿。 她也拥有特权名额, 不用参与比试。 此前是因为想出风头。 这小楼下手真重? 书前看着镜子里鼻青脸肿的自己, 眼神有些忧怨。 她算是看明白了, 楼莲看她太嚣张, 故意揍她的。 一个月的时间一会儿过, 天南学院天交擂台赛的结果出来了。 这还只是初步比试, 等各地分院将结果汇总出来后, 还有一轮比试在天南学院总院举行。 因为是第一次举行, 永元大陆分院的天交也要来到南荒总院, 进行比试。 然后就是第三轮比试, 进行排名, 取钱一百。 这个一百, 是两个大陆加起来的, 可见有多稀少。 能进入前一百的, 都会有奖励。 另外的, 还会是情况决定其余人的奖励。 毕竟里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天交, 为天南皇朝培养人才。 第106章, 排名, 时间一天天过去。 此次的比试, 不出意料。 果真涌现出许多名声不显的天交, 这让的原本拥有特权, 不用参与比试的天交压力咒增。 特别是东周大陆, 就好像商量好了般, 许多默默无闻的天交扎堆冒了出来。 使得这次的天交大会更加热闹, 为这次比试增添了许多精彩之处, 让观众觉得大为过瘾。 这也是李南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过, 这都在李南的意料之中。 他将东周大陆的世界本源补充完整后, 天交如雨后春笋冒出也在意料之中。 况且, 有诸天星辰大阵的影响。 逐渐吸收星辰之力, 两方大陆的灵力都在缓慢增加, 更加适合修炼。 这天, 两方大陆排名前100的天交名单已经出来了。 受李南示意, 这次排名只算参与比试之人, 盛境之下, 每个境界都有一百人上榜。 所以, 拥有大道苍写的公寓桥并没有登上任何榜单。 况且, 他也不需要同这些天交进行比试。 不出意外, 洞天镜排名榜首的正式楼莲。 除了洞天镜外, 炼体镜排名榜首之人, 是一位虎背熊腰的少年, 名叫熊明, 达到了炼体极境, 只差一丝便能突破至炼体禁忌领域。 聚气镜排名榜首之人, 是一位身着黑色短裙的萝莉, 名叫云仪, 修为是聚气镜极境, 同样只差一丝便能踏入禁忌领域。 元丹镜排名第一之人, 是一位手持长枪的少年, 名为楚郎。 他来自永元大陆, 是元超级势力楚家之人, 不过是个数字, 在楚家没什么存在感, 结果这次鄙视一名惊人, 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 使得楚家老祖大感意外, 直接将他带在身边, 亲自培养。 众位准地强者保持着默契, 并没有跟楚家老祖抢这个苗子。 神魂镜的榜首, 名叫枯木, 是一位炼药师, 但战力同样十分强悍, 强势拿下第一。 虚镜榜首, 名为祝瑶, 是位女子, 在此之前名声不鲜, 几乎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 同样一战成名, 强势登顶, 虚镜第一。 而后, 被曼宁仙子说为弟子, 献煞旁人。 王镜排名榜首的, 名为丁温书, 此前同样名声不鲜, 而后一战成名天下之。 黄镜排名第一的是陆白, 不愧是玄黄界见到天赋最强之人, 轻松拿下第一。 对这一点, 李楠没有丝毫意外。 若是他不拿第一, 才奇怪了。 大能镜榜首, 则被龙儿拿下了。 龙儿服用了李楠, 赐予提升血脉的丹药后, 血脉得以净化, 如今已经是真龙。 经过一番争斗, 也是轻轻松松拿下了大能镜榜首。 李楠见时机差不多了, 身影一闪, 便到了天南学院总院。 虽然比试已经结束了, 但仍耐不住众人的热情, 他们还激情讨论着。 快看, 皇主来了。 这就是皇主, 看起来跟这些天骄差不多大。 你那不是废话吗? 皇主才是长河界天赋最强之人。 他当初。 别说了, 别说了, 安静。 我们听听皇主怎么说。 随着李楠现身后, 现场出现一阵欢呼声, 但很快便安静下来。 众人都看向李楠, 想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诸位, 你们都是我天南皇朝的天骄。 这次天骄大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飞马, 一鸣惊人, 一战成名天下之。 我们天南皇朝在这个界域还不算强大。 因此, 我们必须要努力修炼。 长河界外还有许多界域, 更有邪魔一族虎视眈眈, 我们必须强大起来。 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诸位能够努力修炼, 将来与我一起面对邪魔的入境。 李楠陆陆续续说了很多, 他这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这么多话。 随着李楠话音落下, 大多人显得有些错愕, 都没想到李楠会说这些。 皇主会不会言过其实了? 人家皇主什么身份, 有必要骗你吗? 就是, 我看很有可能不久的将来, 就要面对天地大乱, 邪魔入侵, 还是好好提升修为吧。 到时候也有一丝自保之力。 是啊, 皇主将这么多资源拿出来培养天骄, 不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力吗? 众人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中, 大多都是相信李楠的, 决定按李楠说的提高修为。 但也有人不以为意, 认为李楠就是言过其实, 别有用心。 李楠看着众人这般模样, 并没有意外, 只要大多数人相信他便够了。 他虽是天南皇朝的皇主, 但还不至于控制所有人的思想。 等实力进一步强大起来, 他还会允许私人势力的存在, 他只要坐在云端之上就够了。 诸位, 下面有请排名前100的天骄上来领取奖励。 李楠见差不多了, 于是话锋一转。 果然, 随着李楠话音一落,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有请练体进排名前100的天骄登台领奖。 魔九在一旁大声道, 李楠只是现身说几句话, 更多的事情还得靠他来。 于是, 后面的事情都交由了魔九主持, 李楠便离开了这里。 练体进排名前100的, 也不知是不是补全了世界本源的缘故, 东周大陆占据了70人。 接着, 便是聚气境、 圆丹境, 这两个境界的天骄两方大陆都差不多。 而到了洞天境, 神魂境之后的境界, 永元大陆的天骄要多一些, 但也相差不大。 总体来说, 两方大陆的天骄, 排名前100的人数, 都差不多。 至于奖励, 岂不就是圣境丹药? 因为李楠千道的丹药实在太多了, 有时还是一葫芦, 一葫芦的千道。 这下刚好可以作为奖励发出去。 领到奖励的天骄, 喜笑颜开, 实在是这些丹药太珍贵了。 别看李楠拥有的丹药十分之多, 但圣街之上的丹药过于稀少, 能炼制圣街丹药的人寥寥无几, 并且品质还没有李楠千道的高。 除了丹药外, 天南学院按李楠的意思, 还准备许多天才地宝, 武器, 功法。 就这样, 排名前100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奖励。 除此之外, 在此次天骄大会中, 一些有亮眼表现的天骄, 也被赐予了奖励。 第一次天骄大会, 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107章 陆远 天骄大会结束后, 众人恋恋不舍离开了天南学院。 也有优秀的天骄, 成功败入天南学院总院, 成为天南学院的弟子。 还有一些人选择留在了东周大陆, 想看看他们皇主生活的地方。 更多的则是留在了南荒, 因为南荒的天地灵气是最高的, 这里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为此, 李楠也没有反对, 他们想去哪是他们的自由, 只要有利于天南皇朝整体的强大, 对于这些事, 他懒得理会。 虽然天南皇朝统治了两方大陆, 但是底下待有的争斗还是有, 李楠并没有进行阻止。 青云事件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虚空中, 这人灰头土脸, 头发显得有些凌乱, 正是赶了许久路的红纹老魔。 他这段时间披心待跃, 没有休息, 一直在找陆念的路上。 因为知道陆念是陆家之人, 所以只要找到陆家所在之地便可。 但长河界何其大, 东河狱作为长河界的大狱之一, 自然无比庞大。 要打听到陆家的消息也不容易, 他可是去了好几个世界才打听到了陆家所在。 终于, 在全力赶路下, 红纹老魔在今日来到了青云事件。 终于到了, 希望太后在青云事件。 红纹老魔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这段时间可谓是马不停蹄。 连续去了六个世界, 才在今日来到了青云事件。 这已经是第七个世界了。 如果再找不到, 只能继续找。 红纹老魔施展术法, 清洗了一遍, 全身上下, 又整理了一下衣衫, 这才准备继续赶路。 道友, 还请止步。 突然, 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红纹老魔闻言, 顺势停了下来。 他一打量, 来人也是未准的, 顿时一惊。 不知道有有何事。 红纹老魔冷声问道, 神色中有些戒备。 哈哈, 道友, 此事应该由我问你才是。 这里是我青云事件, 不知道有来有何事。 来人看到, 红纹老魔的神色, 也不介意, 笑着反问道, 道友是陆家之人。 这时, 红纹老魔也反应过来。 如果是陆家之人的话, 道也正常。 毕竟青云世界是陆家祖地所在, 算是陆家的大本营, 他近来被发现也在情理之中。 老夫陆家陆远, 见过道友。 陆远对着红纹老魔拱了拱手, 客气道。 天南皇朝, 红纹, 见过道友。 红纹老魔同样拱手回道, 言语间客气了不守, 毕竟这是陆家之人, 还是皇主的娘亲族人。 哦? 你刚刚说你是天南皇朝之人。 陆远闻言, 好像想到了什么, 亚然道。 正是, 道友听说过, 红纹老魔心中意景, 面无表情道。 哈哈, 红纹道友不必紧张, 我没有恶意, 请问你们的那位皇主是不是姓李? 陆远大笑道, 眼中有些期待。 他也听说了东周大陆里南的事情, 当时很是生气, 恨不得亲自去灭了那些势力。 但他知道, 这一切要陆远的点头。 而陆远明显打算亲自去报仇, 所以他也没轻举妄动。 另外就是对李南颇为好奇。 说起来, 他也是李南的长辈。 正是, 红纹老魔有些奇怪, 他见陆远没有恶意, 言语间还有些亲切感。 于是, 点了点头, 这事, 只需一打听就知道, 根本不用隐瞒。 可是李锦明? 陆远问道, 在他看来, 李南去了别的世界, 做主的应该是大姐的夫婿才是。 是也不是, 红纹老魔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见陆远看过来, 红纹老魔接着道, 名义上, 我天南皇朝的皇主是李南皇主。 而实际上, 我天南皇朝的一切事物, 都由太上皇做主。 但是, 皇主如果下达命令, 没人敢反对, 皇主只是不想管这些事物。 红纹老魔说完, 陆远有些不淡定了, 目光中露出惊讶之色。 红纹道友, 你是说, 李南还在天南皇朝? 陆远开口问道, 言语间有些激动, 皇主一直都在天南皇朝。 红纹老魔不明所以, 但还是应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哈哈。 陆远扶长大笑, 心情充满激动喜悦。 陆道友, 你这是, 红纹老魔不明所以, 有些纳闷。 哈哈, 我算是李南的舅舅。 对了, 不知红纹道友所来何事。 陆远心情大好, 这才想起正事, 自己是来询问红纹老魔来此做什么的。 文言, 红纹老魔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 这也说得通陆远为什么这么激动, 这倒是省事不少。 陆远明显是因为李南感到高兴, 说明陆念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也不是那种狗血剧情, 不然陆远就不是这副表情。 于是, 红纹老魔痛快的将来一说了出来, 哈哈, 小男有心了, 放心吧, 陆念大姐她没事, 身子已经好转, 马上就要恢复大地修为了。 陆远心情愉悦, 一股脑说了出来, 而后又接着道, 红纹道友, 你先随我去歇歇歇歇, 大姐就在仙凤山修炼, 不必着急。 如此, 多谢陆道友了。 红纹老魔客气道, 她也放心下来, 只要太后人没事就好。 哈哈, 叫什么道友, 红纹老爹, 我应该长你几岁, 你喊我陆远老哥就行。 红纹老爹, 快给我说说李南那小子的情况, 你是不知道, 当时, 陆远一路上问个不停, 如同一个好奇宝宝。 红纹老魔见状, 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只好将所有知道的事情, 都跟陆远说了遍。 很快, 二人便到了陆家所在地。 来人, 陆远大声喝道, 爹。 突然, 一道亚异的声音传了过来, 陆腾。 陆远看去, 有些惊讶。 你小子怎么在这里? 陆远问道, 我这不是回来看看老爹你吗? 刚好在这里。 陆腾话还没说完, 便被陆远打断道, 我管你, 臭小子在这做什么, 赶紧给我去告诉你大姑, 李南已经回到天南皇朝了。 什么? 闻言, 陆腾一惊。 现在陆家之人, 大多都知道了李南是陆念之子。 许多人对于李南可是好奇得很, 毕竟登上通天总榜, 长河界天赋最高之人。 老爹你是说, 李南表弟回来了? 陆腾惊讶道, 还不快去? 陆远何吃道? 闻言, 陆腾连忙朝陆念闭关之地顿去。 第108章, 陆念出关, 秘境即将开启。 红文老爹, 来来来, 这是我珍藏许多年的上好灵茶。 陆远笑呵呵说道, 递上一杯茶。 多谢陆老哥。 红文老摩接过茶后, 慢悠悠品尝起来。 老爹, 如何? 陆远笑眯眯看着红文老摩, 像一只奸诈的老狐狸。 不错, 果真是好茶。 红文老摩抿了名嘴, 赞美道。 哈哈, 红文老爹, 你再给我说说李楠的事情吧。 陆远满怀期待, 看着红文老摩。 不如这样, 老哥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尽管问我, 老爹我置无不言。 红文老摩苦笑道, 陆远已经缠着他说了几遍, 竟然还想听, 他都不知说些什么好。 红文老爹, 老哥问你, 李楠对我陆家的感官怎么样? 陆远有些紧张, 毕竟是陆家没有保护好他娘亲, 使得陆念差点生育。 若不是陆无双从李楠那得到的丹药, 恐怕陆念已经陨落, 到时还不知李楠怎么对他陆家。 现在的李楠可是有四位大帝手下, 还有一位大帝境的护道者。 算起来, 他外甥李楠有五位大帝守护他, 真是古可怕的力量。 这些都是红文老摩告诉他的。 红文老摩认为, 这些都是公开的事情, 皇主也没进行隐瞒, 稍微打听就能知道。 所以他也干脆说了出来, 反正迟早会见到皇主, 这些都不是秘密。 陆老哥, 这! 红文老摩一愣, 似乎没想到陆远会问这个问题, 皇主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 说实话, 老弟我也并不知皇主所想, 但皇主颇为关心太后, 只要太后没事, 皇主定是对陆家有所好感的。 红文老摩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是他不是能决定的, 只能大致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红文老弟, 有你这么说就够了。 文言, 陆远心中松了口气, 他最怕的就是李楠对陆家有间隙。 仙凤山。 这里也算是陆家祖地的一部分, 陆念正是在这里, 闭关修炼。 仙凤山一处洞府内, 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子正在闭眼修炼, 恐怖的气息以她为中心, 向四周八方传播而去。 不多时, 这位女子睁开了双眼, 正是陆念。 终于, 修为已经恢复到准地巅峰, 只要还需一些时日便能恢复到地境, 现在也是时候为男儿报仇了。 陆念喃喃自语, 眼中杀意一闪而逝, 而后便站起身来朝洞府外面走去。 不久后, 一人从天际落下, 出现在洞府前, 正是陆腾。 大姑, 陆腾有要事禀报, 还请大姑出来一见。 陆腾对着洞府恭敬道。 然而过了半晌, 洞府内没有传出丝毫动静。 大姑, 小腾有要事禀报, 是关于李南表弟的, 还请大姑出来一见。 陆腾再次恭敬道, 只不过等了一会, 洞府内还是没有回应。 陆腾有些纳闷, 于是用神识朝洞府扫去。 大姑呢? 陆腾有些错啊, 大姑不是一直在这闭关吗? 怎么会不见了? 难道是去为李南表弟报仇去了? 陆腾嘀咕道, 在他看来, 这种可能最大。 于是, 他也不再犹豫, 赶紧朝陆家飞去, 先将此事告诉他爹再说。 你说什么? 大姐去给李南报仇了? 陆远大声道, 有些惊讶。 我去的时候, 大姑不再动府, 想必是给李南表弟报仇去了。 陆腾苦笑道, 这是他们都没想到的, 还以为陆念前去的时候会通知他们一声, 结果一声不响地就走了。 照你这么说, 还真有可能是报仇去了。 闻言, 陆远陷入沉思之中。 陆老哥, 不如你与我一起, 前去东周大陆, 太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 这时, 红文老魔站出来说道, 他巴不得早点回到东周大陆。 找人的这段时间里, 修为落下了不少, 估计要被魔九那老帮子超过了。 这叫他如何能忍? 也只能如此了。 陆远叹道, 东周大陆, 李南正在宫中修炼, 诸多事务都有李锦明处理, 他也不用担心。 这时, 罗血来了。 公子! 罗血恭敬道。 有什么事? 李南一愣, 他有一段时间没见罗血, 罗杀二人了。 今日一看, 罗血已经是大能静巅峰的修为, 距离圣境只有一步之遥。 死亡沙漠秘境即将开启。 罗血还是一如既往的画手, 能用一句话说完, 绝不说第二句。 好, 我知晓了, 这个名额分配就由父皇做主吧。 到时候, 我也进去一趟。 李南淡淡道, 罗血前来的原因, 无非是死亡沙漠秘境名额分配的事情。 之前是由各大势力掌管, 如今天南皇朝统治东周大陆, 这一切都要他说了算。 不过, 他也懒得想这些事情, 就交给老爹头疼去吧。 罗血离开后, 李南神情有些恍惚。 没想到三年这么快, 李南摇头, 失声笑道, 他竟也会感叹时间的流逝。 若是放在前世, 还会经常感慨一下。 但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修士的寿命动辄几百上千年, 时间也便成为了最没意义的事情。 除了那些凡人, 也没人在乎时间的流逝。 关于死亡沙漠秘境, 他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破望神童来自于这个秘境。 破望神童的来历他十分清楚, 是一位一世大地境的强者, 自暴送入虚空乱流。 而后被前古城三大势力的老祖, 从秘境带了出来。 这三大老祖因此神魂受损, 还是被他救了过来。 也不知这三大老祖如今怎么样了, 李南颇有些好奇。 不过, 他也不会主动去见那三人, 虽好奇, 但没必要。 所以, 这一趟秘境很有必要去看看, 他隐隐觉得这个秘境不一般。 按照已知的情况, 这个秘境就可以让人成圣, 这个机缘不可谓不大。 不知多少人困在大能静, 终身无法成就圣人强者。 除此外, 他还想探究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宝物。 毕竟连破望神童都有, 出现一些其他的宝物也不奇怪。 李锦鸣的效率很高, 没费多少时间便将名额安排了下去。 毕竟这个秘境是为圣境之下的强者准备的, 圣境无法进入, 所以李锦鸣也没花多少心思。 第109章 秘境开启 如果放在以往, 死亡沙漠秘境的开启定是一大盛事。 这毕竟是百年才开启一次的秘境。 但如今, 众人显得兴致缺缺。 在众人看来, 与其去死亡沙漠找寻机缘, 不如实实在在为天南皇朝立功的好。 因为李南赐下的机缘与秘境的相比, 甚至还要更好。 这是李南没有预料到的, 听到消息的李南哑声失笑。 不过也没有在意, 秘境同样有危险, 为天南皇朝立功同样不简单。 这看个人的选择吧。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马上就到了秘境开启的日子。 原来死亡沙漠的地方, 已经没有了漫天飞沙, 就连之前追着李南追杀的虫子也消失不见。 反而屹立起许多的建筑, 这里赫然成为了一处宜居之地, 使得许多人来到这里修炼生活。 这天, 天际飞来了许多到身影, 他们的气息都很强大, 几乎没有弱者的存在。 仔细看去, 就会发现都是大能镜的强者。 平常圣镜不出的情况下, 大能镜就是修为最高的存在。 别看李南接触到了很多圣镜强者, 但其实, 这些圣镜强者基本不问世事, 主要以修炼为主。 必一次关就是几十上百年, 甚至几百上千年。 若不是李南要统一东周大陆与永园大陆, 也没这么多圣镜强者跳出来。 随着这些身影慢慢落下, 然后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起来。 王小兄弟,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也大能镜了。 一位矮小老者唏嘘不已, 他已经迈入大能镜多年, 但始终没有突破圣镜的希望。 胡前辈, 没想到还能遇到你, 这多亏了前辈昔日的指点。 矮小老者身旁是一位中年模样的男人, 正是矮小口中的王兄弟, 他名王腾。 唉, 我已经进去两次了, 都没有遇到突破圣镜的机缘。 矮小老者叹了口气, 神情有些落寞, 昔日他遇到的小辈都已经大能镜了, 他还是在大能镜, 真是世事无常。 前辈, 我觉得你突破圣镜的机会还是挺大的, 修炼不能着急, 否则容易走上岔路。 如今, 只要为皇朝立功, 也能得到皇主的赏赐, 想必要突破圣人不难。 王腾认真地说道, 他是真不想胡前辈走上岔路, 他能有如今的修为, 多亏了眼前之人昔日的指点。 你说得对, 是老夫这香了。 胡元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困在大能镜巅峰已经很多年。 起初相信自己可以突破圣镜, 但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一直突破不了圣镜。 后面冒险, 进入死亡沙漠秘境, 九死一生, 但也没有得到相关的机缘, 反而差点把命搭上。 就这样, 二人有一搭, 没一搭地聊着。 来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不乏黄静, 黄静强者。 他们主要是过来看热闹, 可不敢进入秘境, 否则跟找死没什么两样。 不多时, 李南与罗邪等人也来到了附近。 快看, 那人是不是皇主? 有眼力好的人惊讶到, 为了确认不是幻觉, 他还使劲揉了揉眼睛。 你想什么呢? 皇主怎么可能会来这? 真是皇主。 没想到皇主都来了, 这个秘境看来很重要。 你不是说废话, 不重要的话, 会有这么多强者前来吗? 皇主该不会要进秘境吧? 那可是让大能静都能蝶血陨落的地方。 皇主岂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想象的存在? 若是皇主要进去, 小小的秘境那不是手到擒来? 依我看, 这次进入秘境的强者有福了, 毕竟有皇主在, 想必皇主也不会轻易看着他们陨落。 由于李南并没有隐藏自己, 几乎瞬间便引来了激烈的讨论声与欢呼声。 如今的李南已经在东周大陆深入人心了。 从每个城池巨大的雕像就可以看出来, 虽是神灵法身的模样, 但与李南有七八分像。 众人也一直认为这就是李南。 罗显, 罗莎, 你二人真要进入秘境。 李南看着罗雪与罗莎, 沉声问道。 他此前便告诉过二人, 他可以给二人晋升圣境的资源。 况且, 以他们二人的资质, 想要突破到圣境不过是时间问题, 真没必要去冒险。 公子, 我感觉这秘境不一般, 所以想去看看。 这时, 在一旁的罗莎说道, 语气很是认真。 闻言, 李南不再言语, 闭目仰神起来。 罗雪, 罗莎二人相视一眼, 有些无奈。 他们此前还能帮到李南,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李南越来越强大。 而且, 李南的手下都出现四位大帝了, 他们还是大能静的修为, 这让他们有了很大的紧迫感。 他们这才不顾一切, 想要快速提高修为。 若是一位闭关的话, 虽然也能突破至圣境, 但耗费的时间就多了许多。 到了那时候, 谁知道他们的公子又会成长到哪一步。 别看他们是大能静, 但面对王静的李南, 他们都不敢言声。 李南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让他们都心惊不已, 使得他们心里充满苦涩。 遇到这样的公子, 不知幸运还是不幸。 快看, 秘镜入口开启了。 忽然, 有人大声说道, 语气无比激动。 见状, 有人直接冲了进去。 真是找死。 这时, 大多数人都没有轻举妄动, 冷笑看着刚刚冲进去的那人。 不过片刻, 冲进去的那人便被风暴撕得粉碎。 看着眼前这一幕, 李南有些错愕。 秘镜入口就这么恐怖吗? 哼, 秘镜入口开启后, 一般要等上三天时间, 入口的风暴才会减弱。 否则直接闯进去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除非他是圣人还差不多。 有人看到这一幕后, 眼中闪顾不忍之色, 对着众人出声提醒道。 一些不清楚情况的人, 对着那人投去了感激的眼神。 还有这说法, 李南有些出神, 不过也没有在意, 他可没时间等上三天。 玄机, 他看向罗血, 罗沙二人。 罗血罗沙威威点头, 见状, 李南放下心来。 于是, 他带着罗血与罗沙直接朝着秘镜入口走去。 片刻, 李南三人便到了秘镜入口前, 然后静止走了进去。 第110章, 进入秘镜。 皇主他们是要干嘛? 天哪, 皇主竟然直接进去了。 众人紧紧盯着李南三人, 眼睛眨都不敢眨。 没有人敢幸灾乐祸, 更多的是担忧, 生怕李南在这出现意外。 皇主好强, 不愧是东周大陆最强的天骄, 就这么进入秘镜了。 那风暴, 竟然不能对皇主造成丝毫影响。 有人倒吸一口气, 瞪大了眼睛, 眼中充满不可思议之色。 还有皇主身边的那两人, 他们好像是罗血与罗沙大人。 虽然这两位大人的实力, 比起其他人来说要弱了一点, 但同样是顶尖的大能净强者。 而且从一开始, 就跟在皇主身边, 竟然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大能净。 我有预感, 这两位罗大人出来后, 定会突破之圣景。 有人认出了罗血与罗沙, 眼中有不可思议之色闪过。 实在是罗血与罗沙二人提升修为的速度, 过于匪夷所思。 罗血与罗沙大人同样轻松, 就通过了。 他们好强啊。 有人面色凝重开口, 他同样是大能净。 看到罗血, 罗沙这么轻松穿过风暴后, 心里不是滋味。 这就是后来居上吗? 他喃喃自语, 嘴角露出苦笑。 皇主好强! 看到李南这么轻易通过风暴后, 王腾凝重地开口。 他也是一个天骄, 并在天骄大会中取得了大能净前十的成绩。 本以为李南只是天赋出众, 没想到实力竟然也如此强大。 他虽然也能穿过风暴, 进入秘境中。 但是, 多多少少都会受伤, 跟李南的轻松血液相比,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皇主当然强。 你小子不是说废话吗? 胡元笑道, 脸上露出古怪之色。 这小子竟然跟皇主去比,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你小子在天骄大会上成绩不俗, 为何想来闯秘境? 胡元有些奇怪, 王腾应该有成胜的资源才是, 毕竟上榜的天骄都得到了丰厚的奖励。 前辈, 我就前来看看。 我总觉得这秘境不一般, 所以想去试一试。 虽说有足够的资源, 但不进去又不甘心, 我被中人, 岂能畏畏缩缩缩。 闻言, 王腾心中生起无限豪情, 眼睛放光, 大声说道, 好小子, 今日老夫可被你说了两次,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胡元感慨道, 有些唏嘘, 又道, 王小兄弟, 你也别前辈前辈的叫了, 好我老哥就行了, 上次就跟你说了。 钱, 胡老哥, 老弟我听你的就是。 王腾苦笑道, 他与胡元一师一友, 也从心底尊敬胡元。 这就对了。 老弟, 听老哥一句劝, 别跟皇主去比, 比不了的, 倒是可以去跟他手底下的人去争一争。 胡元语重心肠道, 他可不想王腾道心崩溃。 老哥, 我明白。 王腾苦笑着硬了下来, 他当然不会跟李南去比, 不然就是自讨苦吃。 李南进入秘境入口后, 这足以将大能镜撕裂的风暴对他根本造不成影响, 如同微风一样, 他十分轻松就穿过了风暴。 接着, 李南视野一变, 赫然出现在秘境之中。 李南试着感应一番, 根本没有发现罗血与罗沙二人的踪迹。 难道是随机传送? 李南脸上闪过思索之色, 没有太多意外, 这算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希望你们二人顺利成圣吧。 李南摇头一探, 他自然清楚罗血二人的想法。 罗血二人虽是他召唤出来的, 但都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过往,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只不过, 他们二人听从他的命令罢了。 陈寅片刻后, 李南才抬头认真打量周围的环境, 刚刚只是用神识略微一扫。 这里的环境与外界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灵力却十分浓郁, 足以跟南荒媲美。 须知, 在南荒这个小小的地方, 李南可是埋入了许多的灵脉, 还用阵法锁住灵气, 使其不外散。 但这个秘境的灵力浓度, 似乎还要更加浓郁一丝。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些莫名的气息, 似乎很古老。 走了这么久都没遇到什么危险。 难道是言过其词了? 李南在秘境逛了半天, 都没发现什么危险, 但他有些不解。 按理说, 不应该这么轻松才是, 难道是出了什么变故? 在李南思考之时, 距离李南不知多远的地方, 罗血和罗沙二人正在浴血拼杀。 在罗血与罗沙周围, 数不清的异兽围了上来, 对着二人虎视眈眈, 嘶声大吼。 其中, 还有十道气息无比强横的存在, 与罗血二人的气息不相上下, 正是大能镜巅峰的存在。 数百只大能镜的异兽, 只不过, 他们的气息比起那十只异兽, 要弱一些。 血! 罗沙眼神凝重, 看了眼罗血, 喊了一声。 嗯…… 罗血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二人虽然神色凝重, 却没多少惧怕之色, 反而瞳孔变成血色通红, 整个人变得嗜血起来。 血节! 罗血低吼道。 他直接开启了自身最强的神通, 血节顾名思义。 只要有血, 罗血就能让其变成劫难。 只见无数的异兽体内的血被引动, 破体而出, 朝着罗血汇聚而来。 这些都是低阶的异兽,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那些修为黄境之上的异兽, 已经可以压制他们体内血液的异动。 煞时间, 无数低阶异兽瞬间暴毙, 死相凄惨, 成为了一具具干尸。 大地被血染的腥红, 邪意无比。 人类, 你找死! 那十尊大能镜巅峰的异兽, 瞬间暴怒, 朝着罗血全力杀来。 其余异兽同样无比疯狂, 死亡的这些异兽都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如今被眼前的人类屠杀一空, 这怎么能忍受? 这些异兽完全忘了, 是他们率先对罗血二人发动进攻的。 呵呵! 罗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嗜血狂魔, 他的皮肤变得血红, 特别是双眸, 无比射人心神。 接着, 无数异兽的血竟被他直接吸进体内, 在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茧, 将他包裹在内。 剩下的异兽健壮, 眸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 又震惊又恼怒。 眼前的人类是找死吗? 竟敢直接吸收这么多他们的血液。 第111章 第一个, 须知, 他们的血液中蕴含的能量霸道无比, 并且无比博杂。 眼前的人类竟然敢直接吸收这么多他们的血液, 这不跟找死无异。 人类, 这是你自己找死。 一只虎形异兽争宁道, 嘴巴一张喷出一股腥臭气息, 朝着血色大茧, 轰击而去。 其余异兽健壮, 也不甘落后, 纷纷朝血茧攻击而去。 你们是当我不存在吗? 罗沙面色冰寒, 声音如从九幽传来, 阴冷无比。 不好, 快退。 一只长着三只脚的阳形异兽, 脸色大变, 瞳孔猛缩, 着急吼道。 罗沙双目血色光芒一闪, 冲在前面的虎形异兽随即一愣, 眼中闪过茫然之色, 身形顿了下来, 而后朝罗沙漫步走去。 其余异兽健壮, 神色戒备, 看着罗沙, 一时竟不敢上前。 实在这一幕, 实在太过诡异。 主人, 虎形异兽低着头颅, 恭敬地说道, 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人类, 你对虎沙做了什么? 那只三角阳形异兽, 神色凝重道, 这一幕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是非常高超的, 魅惑之术。 旁边, 一只狐狸震惊开口, 他也是大能镜巅峰的强者。 眼前的人类竟然比他的魅惑之术还要高超, 竟可以直接奴役大能镜巅峰的虎沙, 这让他无法理解。 他看向罗沙的目光中, 带着隐隐的惧怕。 莫人比他更清楚这种能力的可怕,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可以悄然无息控制所有人。 实在是他太过慌张, 这种变态的能力不可能一直可以用, 肯定有什么限制, 让他失去了原有的判断。 别等了, 大家一起上, 不信他可以奴役所有人, 只要将他杀死就没事。 三角羊率先回过神来, 他不信这种变态的能力可以没有限制的使用, 肯定有什么弱点。 否则的话, 就太过无解。 诸多异兽文言不再犹豫, 一起朝罗沙杀去。 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暴虐、杀戮, 方才只是被罗沙的手段吓住了, 但依旧改变不了他们骨子的东西。 正如三角羊所说, 罗沙的这个能力不可能一直使用, 需要出其不易, 并且十分耗费精神力。 哼! 罗沙冷笑一声, 他可不止这点手段。 他心念一动, 虎沙直接朝三角羊冲去。 他方才也看出来了, 都是三角羊在为这些一手出谋划策。 如果解决了三角羊, 定会轻松许多。 虎沙, 你醒醒! 三角羊见虎沙冲来,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但虎沙没有丝毫留守, 完全遵从罗沙的意志, 不顾防守, 每一招都朝三角羊的命门打去。 三角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在虎沙不要命的打法下, 他一退又退, 完全不是对手。 巨副王, 快来帮我, 我要坚持不住了。 三角羊着急大吼, 一身毛发立起, 头顶三只脚有光芒闪烁, 这是他最后的手段。 老山羊, 你还有求本王帮忙的时候? 一只翅膀非常巨大的蝙蝠冷声说道, 言语中有些幸灾乐祸。 废话少说,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撤了。 三角羊怒声道, 他是打不过虎沙, 但要逃, 还是可以逃走的。 闻言, 巨副王不再言语, 开始同三角羊一起对付虎沙。 面对巨副王与三角羊的联手, 虎沙顿时落入了下风, 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除了这三只大能进巅峰的异兽外, 还有七只大能进巅峰的异兽, 其中有五只异兽朝削减内的罗血杀去。 在他们看来, 罗沙虽然有些诡异, 但不是不能对付, 但罗血的血腥手段将他们下得不轻。 那可是超十万头异兽就这么被罗血抹杀, 还将他们的血液汇聚吸收, 想想就让他们不寒而栗。 除了这五只大能进巅峰的异兽外, 还有诸多大能进的异兽一同出手, 目的就是想将罗血罗沙诛杀在此。 一时间造成的动静连数十里外都能听得见, 地上躺着无数异兽的尸体, 地面被血染得腥红。 砰砰砰。 以五大大能进巅峰异兽为首, 诸多大能进, 黄静异兽朝着血茧不断轰击。 终于, 血茧承受不住, 崩溃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罗血, 此时的罗血全身通红, 就好像被血液浇灌过一样, 变得邪意无比。 罗血猛地睁开眼睛, 仿佛有一道血色的光芒迸射而出, 直插异兽的心脏, 让他们的心跳骤然一停。 扑扑扑。 一些弱小的异兽直接喷出漱口鲜血, 还有的异兽体内的鲜血逆流而出, 又朝着罗血汇聚而去。 此刻的罗血, 犹如掌控血液的邪神, 邪魅诡异。 呵呵。 罗血张嘴冷笑, 白色的牙齿与鲜红的血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着, 罗血拿出了一把血色细长腰刀, 直接冲向异兽, 显然是要跟这些异兽厮杀一场。 呵。 罗血一刀朝那头大能静巅峰的狐狸斩下, 顿时血色刀芒冲天而起, 周围都被血色刀芒覆盖。 狐狸易受健壮, 他已经避无可避, 神色猛的一变。 好在他修为也不弱, 本体变为百丈之巨, 一找朝血色刀芒迎去。 破。 狐狸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有些萎靡, 但终究是挡了下来。 哼。 罗血冷哼一声, 不管不顾, 继续提刀朝狐狸杀去。 其他异兽想要上前帮忙, 已经来不及了。 我愿臣服, 还请饶我一面。 危急时刻, 狐狸大吼, 面色欺然。 但罗血是谁, 从来没有怜香西域的想法, 像没有听到一样, 静止朝狐狸斩下。 破。 狐狸直接被斩杀, 连魂魄都被斩灭, 就此陨落。 成为了第一个陨落的大能静, 巅峰异兽, 其他异兽健壮, 神色欺然, 吐死狐狈之感, 顿时油然而生。 接着, 狐狸的血液也朝罗血汇聚而去, 被罗血吸收。 罗血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这些血液来者不拒, 通通吸收。 第一个, 罗血自顾自说道, 眼神又看向了其他异兽。 在他眼中, 也就那四位大能静巅峰的异兽, 能让他提起兴趣, 其余的他一脸不屑。 那四位大能静巅峰的异兽, 分别是一条百丈长的通天巨蟒, 争宁无比的独角巨鳄, 背上布满花纹的嗜血恶龟, 以及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苍狼。 第112章, 拜见主人! 四尊异兽见罗血看来, 眼中闪过惧怕之色。 与他们同一个层次的狐狸, 竟然一刀就重伤, 两刀便陨落, 眼前的人类实在太可怕了。 几位, 现在可不是退缩的时候, 否则定会被他一一击破, 到时候都得陨落在这里。 嗜血恶龟瘟声说道, 眼神紧紧盯着罗血。 老龟说的有道理, 我们身为这片山脉的王, 岂能由这个人类欺负? 苍狼也开口说道, 谋中闪过冰冷嗜血之色。 通天巨蟒与独角巨恶没有开口, 只是凝重地点点头。 事到如今, 容不得他们退缩, 嗜血恶龟说得对, 好只会让他们被各个击破, 唯有联手才能抗衡。 罗血见他们这么快便统一意见, 眼中有些凝重, 接着一股滔天战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作为修罗族人, 他最不怕的就是战斗, 最享受的同样是战斗。 战斗与他犹如家常便饭, 甚至刚刚斩杀那只狐狸, 根本没好多少力气。 上! 苍狼吼道。 接着, 这四尊异兽的手下不要命地朝罗血冲去, 这些异兽都是黄金以上的修为。 他们想通过这些异兽, 消耗一下罗血的实力, 哪怕耗费一些罗血的灵力也是好的。 哼! 罗血眼中闪过不屑的表情, 尽管这些异兽多多少少会对他造成影响, 但无关大雅。 一道又一道的血色刀芒从罗血手中爆发出来, 将冲来的异兽屠杀殆尽。 罗血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依旧冰冷地看着四尊异兽。 这四尊异兽的脸色逐渐难看, 本以为靠着数量的优势, 怎么也能取得一些优势。 但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们一耳光, 数量对于罗血来说根本没有用, 反而使罗血杀得愈加兴奋。 越来越多的血液朝罗血汇聚而来, 罗血身上的气息更加恐怖。 明明都是大能镜巅峰, 但罗血的实力却超出他们太多。 这下, 他们明白, 就算四兽联手也不是罗血的对手, 甚至还会被斩杀在此。 就在他们由于要不要逃走时, 罗血已经朝他们杀来了。 那些异兽根本无法拦住罗血, 如果非要阻拦的话, 只能变成尸首。 渐渐地, 恐惧的氛围笼罩在异兽的头上, 见罗血冲杀过来, 根本不敢阻拦嘶吼。 任罗血朝四尊异兽王杀去。 你们干什么? 还不快杀了他? 通天巨蟒怒吼, 冰冷的双眸仿佛要喷出火来。 这群蠢货怎么敢把罗血放过来的? 异兽们刚要阻拦, 此事已经来不及了, 罗血已经来到通天巨蟒的不远处。 罗血二话不出, 踢着刀便跃上了通天巨蟒的头颅, 任通天巨蟒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 人类, 你真要与我等不死不休? 通天巨蟒谋中有恐惧之色闪过, 罗血在他头上他才发现, 罗血身上的气息简直深不可测。 有一瞬间, 他甚至以为自己对上的是圣境强者。 面对通天巨蟒的怒吼, 罗血不管不顾, 直接将血色长刀插入通天巨蟒的头颅。 好。 通天巨蟒吃痛大吼, 身躯不断扭动, 想将罗血甩下来。 呵呵, 如你所愿。 罗血冰冷到, 然后腾空而起, 一道巨大刀光朝巨蟒落下。 哄。 只见通天巨蟒被一批为二, 重重砸在地上, 巨蟒挣扎了一回, 便没了动静, 看样子是陨落了。 蟒王? 独角巨鳄大惊, 猙獰的头颅浮现慌张之色, 就连即将化骄的通天巨蟒都陨落了。 他们怎么可能是眼前人类的对手? 于是乎, 剩下的三只大能竟巅峰异兽不管不顾, 朝着远处逃去。 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些手下死了就死了吧, 大不了重新再收些手下。 若是他们的命没了, 那就是真的没了。 罗血剑状眼神放在了嗜血巨龟身上, 因为他跑得最慢。 不过片刻, 嗜血巨龟便被罗血追上。 只是, 嗜血巨龟见罗血追来, 竟直接缩进了龟壳里。 砰砰砰, 罗血一刀又一刀, 却只是在龟壳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一时无法破防, 就连伤到嗜血巨龟都无法做到。 人类, 你是破不开我的防御的, 不如我认你为主如何, 只要你放过我。 嗜血巨龟见罗血一时半会, 奈何不了他, 悄悄松了口气, 但同时又无比担心,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哪有一只防守的道理, 虽然他的龟壳很硬, 但总有一天会被打破, 赶紧认怂, 才有可能留下一命。 罗血就像没听到一样, 依旧不管不顾用刀劈着龟壳。 嗜血恶龟顿势极了, 连忙道, 大人, 小龟我很有用处的, 我至今不过修炼千余仔, 将来有望成就准地, 大帝也有一丝可能, 只要您放过我, 小龟立马任您为主, 可以为大人您看家护院。 文言, 罗血停了下来, 看向嗜血恶龟的眼神有些奇怪, 这家伙也太怕死了吧。 不过, 真要如这龟所说, 那他的天赋潜力还真是高。 如果有了公子的天命单, 那么眼前, 这只丑龟真有可能成为大帝。 嗜血恶龟健壮, 悄悄松了口气, 看来命是保住了。 他不敢犹豫, 伸出头颅, 一道血色契约从头顶浮现。 大人, 这是小龟的认主契约。 嗜血恶龟讨好的说道, 罗血没有犹豫, 将一点鲜血滴了上去。 至此, 罗血灵魂气息便烙印在上面。 罗血与嗜血恶龟间, 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感应。 只要罗血想, 随时都能让嗜血恶龟神魂俱灭。 这就是灵魂契约的可怕之处。 拜见主人! 嗜血恶龟赶紧拜到, 他可是知道罗血杀人不眨眼, 若不是他天赋潜力比较大, 恐怕也会不狐狸与莽王的后城。 哼, 我不是你的主人。 罗血冷声道, 主人, 您就别开玩笑了。 嗜血恶龟一愣, 面容浮现恐惧之色, 他不会是要反悔吧? 没跟你开玩笑, 你的主人另有其人, 现在你就先跟着我, 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罗血淡淡说道, 此时独角巨恶与苍狼已经跑远了, 想追也追不上。 至于这些剩下的异兽, 也跟着两大兽王慌张跑路, 他也懒得动手。 第113章 黑渊被气死了。 闻言, 嗜血恶龟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不是要杀龟, 而是要让龟换个主人。 也太下龟了。 是, 嗜血恶龟赶紧应道, 然后又接着道, 大人, 这个世界法则残缺, 实力最强的便是大能镜的存在。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成帝? 罗血打断道, 眼神冰冷, 看着嗜血恶龟。 大人, 我体内的血脉传承告诉我可以成为准地, 只是这个世界法则残缺无法成胜。 如果去了外界, 将法则补充完整, 小龟我立马就能成胜。 嗜血恶龟赶忙解释, 信誓旦旦。 罗血感觉他的话语不似作假, 便也没有多问。 不过, 大人您却可以在这个世界成胜, 因为您修的法则完整, 在这个世界突破, 还相对容易一些。 嗜血恶龟羡慕地说道, 他说的也是事实。 因为秘境内法则残缺, 故而修炼的法则也是残缺的。 不然这么多大能静的异兽, 怎么可能敌不过罗血? 就是修炼的法则完整程度不一样。 同时, 秘境内法则残缺, 外界的人在这渡成圣洁, 天洁的威力没那么大, 通过的几率要大一些。 如果是在外界, 法则完整。 难度是这里的几倍不止。 故而才有那么多人冒险进入秘境, 就是为了成圣。 罗血文言, 目中闪过思索之色。 而后, 他又试一试血恶归继续说。 虽然在这成圣容易许多, 但他并不打算在这突破。 虽然容易, 但成圣的时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缘, 可以十分清楚感悟天地法则, 甚至可以悟得一丝大道。 而这里法则残缺, 那么成圣时感悟的法则 必定是残缺的, 不利于后面的大道之路。 那些想在这突破成圣人的, 其实大多是没有再进一步希望的, 否则必不会如此选择。 虽然这个世界的最强者是大能静, 但一些机缘之地却无比恐怖, 甚至圣境去了都要陨落。 然外界进来的人, 修为最高也不过大能静, 所以许多机缘并没有被取走。 其中最危险, 也是机缘最多的地方, 名为黑渊。 里面遍布强者尸体, 甚至有许多强者的坟墓, 蕴藏着许多强大的传承, 有传言称, 里面有大地强者的墓穴, 藏着大地的传承。 但是, 进入黑渊的人, 大多死在了里面, 只有少数人活着出来。 除了黑渊外, 还有藏龙山脉, 风暴雷海, 北明之地等等地方, 都有许多的机缘, 危险性相对黑渊来说要低险。 嗜血恶龟不愧是在秘境成长的, 对于这些东西一清二楚。 嗜血恶龟话音落下后, 罗血陷入了思考之中, 进入秘境的时间是有限的, 恐怕最多只能去一到两个秘境, 之后就要返回东周大陆, 不然会被困在这里一百年, 直到下次秘境开启, 才能出去。 嗜血恶龟健壮, 也没打扰, 只是心中暗道, 大人, 您可千万别去黑渊, 千万别。 黑渊怎么去? 就在嗜血恶龟在心里祈祷时, 罗血便问了出来。 啊? 嗜血恶龟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竟然真的要去黑渊? 大人, 黑渊真的恐怖无比, 要不去其他的机缘之地。 嗜血恶龟劝道, 去黑渊不是要了龟的命吗? 就去哪? 罗血直接一言定音, 不容反驳。 公子, 想必你也会去黑渊吗? 罗血喃喃道, 这才是他要去黑渊的原因。 碰, 突然传来一声大响。 虎煞被巨浮王与三角羊联手, 轰杂在地上, 将方圆十里破坏得不成样子。 虎煞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躯上鲜血淋漓, 数十道伤口, 争宁无比。 罗血看了一眼, 嗜血恶龟。 嗜血恶龟顿时会议, 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巨浮王与三角羊面前, 朝着二兽大打出手。 龟王, 你做什么? 三角羊怒吼道。 他刚才同虎煞对杀, 本身就受了不小的伤, 如今嗜血恶龟竟然又加入进来, 一眼不合朝他出手。 他刚才心思都放在对付虎煞上, 所以不知道嗜血恶龟已经臣服罗血了。 呵呵, 我是来杀你的。 嗜血恶龟眼中浮现嗜血之色, 他不是罗血的对手。 难道还打不过三角羊与巨浮王吗? 须知, 就连罗血都打不破他的龟壳, 更别说眼前的三角羊与巨浮王了。 三角羊与巨浮王的攻击打在他的身上, 犹如挠痒痒一样。 见状, 三角羊与巨浮王心声退役, 他们此时才发现, 罗血正冷眼盯着他们。 攻击罗血的几位兽王死得死, 逃得逃, 这让他们有点骑虎难下。 另一边, 罗莎看着杀来的丑陋无比的千足异兽与双头狮子, 他也没有客气。 眼中红色光芒一闪, 双头狮子顿时浮现挣扎之色, 不过仅仅片刻, 双头狮子的眸中闪过一阵迷茫。 主人! 与之前的虎沙一样, 双头狮子也被罗莎奴役, 生死尽在罗莎的掌控中。 杀了他。 罗莎对着双头狮子冷声道, 而后撇了千足异兽一样。 那家伙太丑了, 还是杀了吧。 罗莎心中暗道, 如果此时的千足异兽知晓, 定会大喊冤枉。 他竟然会因为长得丑, 就被罗莎判了死刑。 千足异兽这时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双头狮子吐出的红蓝两色光柱轰到在地。 狮王? 你? 千足异兽有些不解, 不知双头狮子为何要攻击他。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方才双头狮子可是全力出手。 红蓝两色光柱是双头狮子领悟的火兵法则之力。 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因为偷袭, 出其不意, 直接将千足异兽重伤。 千足异兽的身躯一半被烈火燃烧, 一半被寒冰冻住。 让他不停地挣扎, 但无济于事。 主人? 这时, 双头狮子恭敬地说道, 露出询问之意。 刚才只是传音, 故而千足异兽没有察觉。 你? 噗! 千足异兽气地吐出一口鲜血, 而后死死盯着双头狮子, 如果眼神可以杀狮的话, 双头狮子不知道死了多少遍了。 他太丑了, 留着没用, 杀了吧。 罗沙别过头, 冷声道。 闻言, 千足异兽又喷出一大口绿色的鲜血, 这是被气的。 什么叫他长得太丑了, 留着没用。 而后, 一命呜呼, 活生生被气死了。 第114章 大地龙骨 千足异兽陨落后, 罗雪又将三角羊与巨斧王斩杀。 这些异兽死得死, 逃得逃, 还有三尊异兽王被收服。 十尊大能进巅峰的异兽王, 仅仅逃走了两尊, 分别是独角巨鳄与苍狼王。 弑血恶龟看到这一幕, 赶紧将脑袋缩进龟壳, 眼珠子小心翼翼转了转。 这人类也太凶残了, 太下龟了。 幸好老龟有自知之明, 否则定扛不住那人类女子的奴役。 弑血恶龟心有余悸, 罗沙与罗雪一个比一个凶残, 竟然翘无声息就将双头狮子奴役。 那可是双头狮子, 据说有两个意识, 可见罗沙的可怕之处。 大人, 见罗雪看来, 弑血恶龟讨好的说道, 眼神很是谄媚。 嗯, 带我们去黑渊。 罗雪冷声道, 是是, 两位大人跟小龟来。 弑血恶龟现在可不敢反对, 跟着去黑渊还有一线生机, 若是拒绝的话, 怕是闺命不保。 秘境某个地点, 里南百无聊赖地走着, 这秘境也没看出有什么危险啊。 都三天了, 想必外界的人也要进来了。 里南低估道, 他这三天连个生灵的影子都没看到。 若不是还有植物的存在, 他定会以为自己进入的是一片死狱。 也不知罗雪二人怎样了。 里南心中暗暗叹气。 嗯? 这是? 里南瞳孔猛缩,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在他面前, 一副巨大的白骨躺在地上, 这白骨还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死去这么久, 还有这么强的威压? 里南有些惊恶, 这是什么生物? 该不会是龙吧? 里南南难道。 随后, 通过系统, 他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确实是一条真龙的骨头。 这个秘境竟然有真龙的存在。 里南神色很是惊讶, 据他了解, 东周大陆与永元大陆都没有真龙的身影。 除了龙二服用了他给的血脉单成为真龙外, 他听都没听过其他真龙的存在, 可见真龙有多么神秘。 如今这里却有一具真龙的白骨, 这怎能不叫人吃惊? 这死去太多年了。 里南上前查看了一下龙骨, 本想着将其收走, 结果这龙骨一碰变碎, 化为粉末。 里南按道可惜, 真龙的骨头可是天才地宝, 可以用来练气。 如今, 这么巨大的真龙骨却要随风飘散, 实在可惜。 接着, 里南又继续朝前走去, 腾空而起。 这三日, 他也看出来了, 此地是一条巨大的山脉。 就是不知为何, 连个生物的影子都看不着, 同时也没发现危险, 这让他有些纳闷。 咦? 里南大吃一惊, 表情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无比震撼。 一具比刚才的真龙骨, 还要大上百万倍的白骨横在山前,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反射着光芒。 童子哥, 这不会又是真龙骨吧? 里南心里默默问道, 实在这庞大如星辰的白骨, 与之前的真龙骨很是相像。 难道真有这么巨大的龙吗? 不过片刻, 系统便证实了他的猜测。 这确实是一条真龙的白骨, 而且是一条至少是大地径的真龙, 否则身躯不会有这么庞大。 里南没有犹豫, 快速朝地径龙骨飞去。 只不过,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感受到的威压越来越大, 到了百里处, 单凭他的实力已经无法靠近, 否则会被强大的威压粉碎。 这就是大地径的真龙吗? 里南大为震撼, 仅凭死后的威压就让他无法靠近。 若是活着的真龙大帝, 那该有怎样的光景? 系统, 我可以将这具龙骨收走吗? 里南眼睛里有一股渴望, 这可是大地径的龙骨, 随便取一块下来都能炼化成地气。 当然, 得有那个能力炼化, 否则只能拿龙骨当武器使用, 但也比圣气强大太多了。 可以。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深处响起, 听到回答后, 里南放下心来。 实在是这具龙骨太过巨大, 比它体内的洞天世界还要庞大, 否则就可以收进洞天世界。 接着, 神灵法身的力量将里南覆盖在内, 隔绝了大地龙骨的威压。 里南不敢犹豫, 快速朝龙骨飞去。 神灵法身的力量在快速消耗着, 若不是大地真龙死去多时只剩下龙骨, 恐怕有神灵法身的力量, 里南都无法靠近。 难道这大地真龙生前是地进大地, 还是天进大地? 随着靠近, 里南更加惊讶, 呼吸都急促起来。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强大的存在, 就连死后的威压都让神灵法身全力以赴对待。 须知, 神灵法身可是黄境大地巅峰, 甚至一只脚迈入了玄境大地。 所以, 这具大地龙骨, 生前很有可能是地进大地之上的存在。 也只有这等存在, 死后无数年后的威压还让神灵法身全力以对。 终于, 消耗了神灵, 拜见主上, 半神境, 东周大陆, 秘境入口。 众人纷纷朝秘境飞去, 接着便消失不见。 胡老哥, 我们也走吧。 王腾笑着说道, 他有预感, 这次的秘境内定会有大事发生。 行, 我们走。 胡元也笑着回应, 他已经想开了, 若是不能成圣, 那便收个弟子了却余生。 秘境内, 藏龙山脉外, 一行人快速朝这里略来, 四男三女, 一共七人。 太阴老头, 你确定这里有祖龙的遗憾? 其中一个老玉问道, 他名为苍梅。 苍梅道友, 放心就是, 我的消息不会有错。 太阴老头也不闹, 乐呵呵回道。 太阴的能力还是有保证的, 竟然可以带我们进入这个秘境世界, 想来祖龙的遗孩定会在此。 同行的其他人纷纷附和道, 能来到这个秘境已经是他们转了, 自然不会去说太阴老头的不是。 嗯? 突然, 太阴老头眉头一皱。 怎么了? 太阴道友? 双华问道, 众人也都看向太阴老头。 祖龙的气息消失不见了。 太阴老头沉着脸说道, 也不管众人, 快速朝葬龙山脉略去。 其余六人面面相去, 他们当然不会认为太阴在骗他们, 毕竟太阴的人品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看来出什么意外了。 苍梅冷声说道, 呵呵, 也许有人杰足先登? 双华冷不丁冒出一句, 我们去看看, 不就行了, 别愣着了, 太阴道友已经走远了。 济南面无表情道, 然后朝太阴追去。 其他人见状, 纷纷跟上。 呜呜呜。 哄。 震耳欲聋的声音突然响起, 正在奔向藏龙山脉深处的太阴随之一顿, 眼睛里有错愕之色闪过。 接着, 一个让他无比震惊的画面突然出现。 空间破碎, 倒倒空间裂缝, 肆虐天地, 大地崩裂, 无数白骨似乎活了过来, 一股无形的音波充斥天地。 这些白骨朝着一个方向跪拜下去, 天地似乎寂静下来, 没人知道这些白骨在做什么。 太阴能清楚感受到, 有的白骨身上散发着圣静的气息, 甚至还有远超圣静气息的白骨, 让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他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就这么愣在了原地。 李南这时也确定下来, 这些白骨跪拜的就是他, 至于原因他也说不清。 难道是, 说了那句大地龙骨? 李南暗自猜测, 好像也只有这个原因。 李南的目光看向了, 其中九道气息最强的白骨, 这九具白骨都是龙骨, 身上散发的气息都是大地的气息。 但这九具大地龙骨比先前的龙骨气息弱了许多, 同样小伤很多。 让他意外的是, 这九具大地龙骨与那些白骨一样, 都朝他跪拜。 拜见主上! 拜见主上! 突然, 九具大地龙骨竟然同时开口说话, 声音响彻天地, 直接将先前造成的空间裂缝抹去, 抚平。 他们竟然有意识, 李南此时已经抹了。 拜见主上! 拜见主上! 随着九具大地龙骨开口, 所有的白骨都随之开口, 一时诡异至极。 远处的太阴听到这响彻天地的声音后, 一股恐惧之感从头传到脚。 他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事情, 若知道有这种情况, 打死他也不来。 跟随太阴的六人同样面色大变, 这一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此刻的他们哪里敢继续待在这? 二话不说转头便跑。 嗯? 正在藏龙山脉深处的李南摇头一望, 他也感受到这七人的气息, 因为有神灵法身的帮助。 好像不是东周大陆之人。 李南目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也没去管这七人,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么处理这数不清的白骨。 这些白骨如同生灵一样, 还会开口说话, 更重要的, 还有力量在身。 那为何那具大地龙骨没有意识呢? 李南有些想不通, 若是被收进系统空间的那具龙骨有意识, 那才是真的完蛋。 这也让他松了一口气。 这秘境也太神秘了, 连大地境的存在都有。 但为何只允许圣境之下的生灵进入呢? 李南有些想不通。 儿等, 先后在此地, 那九位。 李南放声说道, 忽然, 他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九个名字。 这种感觉很奇怪, 就好像被植入记忆一样, 让他面色大变。 系统? 李南在心里着急道, 宿主不必惊讶, 这是先前那句半神镜龙骨的残念, 对你并没有危害。 半神镜? 李南大吃一惊, 这难道是地镜之上的境界? 震惊过后, 好半场, 李南才回过神来, 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 陆 旭 元 王 石 空 盐 安 光 李南大声喝道, 这九个字, 正是那九具大地龙骨的名字。 属下在此。 九具大地龙骨, 齐齐朝着李南一拜, 白骨眸中似乎有火焰生腾。 你们九人随我而来, 其余族人, 静接在此后面。 李南淡淡说道, 他此时, 仿佛成为了那半神镜的真龙, 一言一行都带着无尽威严。 是, 所有白骨大鹤。 见状, 李南悄悄松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现在发生的事, 对他来说不是坏事, 反而拥有了九位大地镜强者, 以及无数的白骨大军。 要知道, 这些白骨大军内, 圣镜的强者比天南皇朝要多上百倍千倍。 也就是说, 只要他掌握这只白骨大军, 那他天南皇朝的实力将会强大百倍千倍不止。 本想着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再接着征伐其他事件。 如今道豪, 完全可以凭借这只白骨大军将诸多世界收入囊中。 你们可知这密境内, 还有什么机缘? 李南对着九具龙骨蛋蛋问道。 回主上, 还有黑渊直的一去。 空公竟回道, 那就去黑渊。 李南淡淡说道, 如今有九位大地在, 还有什么好怕的? 就算没有这九位大地龙骨, 他也敢走上一走。 主上, 黑渊也不一般, 里面也有陨落的大地强者, 同时还有黑魔的存在。 空继续说道, 只不过还没说完, 便被炎抢过话。 不就是黑魔? 有我等在? 难道还担心主上受到伤害不成? 炎的眼中闪过不屑。 第116章, 来历, 道六。 黑魔? 李南有些不解, 这密境未免太过匪夷所思。 大地境之上的半神境都存在, 还有眼前的九位龙族大地。 这该不会是某个强大的世界吧? 李南心中暗道, 一时间想了很多, 在密境内的所见所闻都太过神秘。 还有先前疑似不是东周大陆的七人, 让他有些想不明白。 难道这密境还连通其他事件? 但是没听东周大陆的人说过, 显然突然出现的这七人, 是这次才出现。 这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 主上, 黑魔正是在黑渊形成的, 其中一些陨落的强者, 怨气不散, 久而久之便被黑渊同化, 变成没有理智的黑魔。 黑魔有强有弱, 强的黑魔大多是死去的强者化成的, 弱的则是修为低下的人被黑渊影响造成的。 见李南有些不解, 空主洞解释道。 一路上, 李南与这九居大地龙骨聊了很多, 让他感到惊骇无比的是, 这九居大地龙骨竟然知道他是外来者, 他们还有自己的思维意识。 那你们为何认我为主? 李南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问了出来。 九居大地龙骨文言一愣, 面面相去。 主上, 此事说来话长。 圆街过话, 一阵思索后, 开口说道。 我们将那个时代称为龙帝时代, 我们先前的主上, 被人称之为祖龙。 后来, 有一位自称可以算天算地的道士出现。 他告诉主上, 他叫道六。 原说道一半, 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南打断道, 你说什么? 那个道士叫道六。 此时, 李南满脸惊骇, 他一听道六, 瞬间就想道道十二。 他没记错的话, 道十二的师尊叫道十一。 那再往前推呢, 是不是就是道十, 道九。 想到这个, 李南顿时头皮发麻, 道十二那家伙的来历也太大了吧。 嗯, 那道士自称为道六, 对了, 那道士也是奇怪, 还说他师父教道五, 徒弟教道七。 原有些不解, 但看李南问了, 索性将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道五, 道六, 道七, 看来没错了。 李南深吸一口气, 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神秘。 他有预感, 道十二绝非一般人, 比他想象的要神秘得多。 亏他先前还想将道十二收入麾下, 结果人家的来历比他大多了。 你接着说吧。 李南呼出一口气, 淡淡开口。 那道六说将来龙族将会发生大劫, 甚至会灭族。 当时, 除了主上外, 所有族人都对这个道士嗤之以鼻, 甚至想将他捉起来暴打一顿。 后来, 也不知这道士对主上说了什么。 然后主上对他深信不疑, 也是从那时候起, 主上便开始了应对龙族大劫的准备, 让当时的龙族之人都颇为不解。 不过, 主上凭一己之力, 力排众义。 当时, 主上便是大地之上的半神境, 也没有谁敢反对。 于是, 主上的计划便得以顺利实施, 谁知, 当大劫来临那天, 主上的计划竟然是牺牲自己, 来保全龙族, 他施展, 偷天换日之法, 将整个龙族化为民族, 也就成了明龙一族, 或是古龙一族。 当时, 主上有言, 说将来有谁可以将他的遗骸收走, 他便是明龙一族的皇。 同样, 如果没有人将主上的遗骸收走, 那么我等将会被永远困在此地, 直至消亡。 不过, 因为主上是半神境, 这个消亡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我等都不知存在了多少个纪元岁月。 听完原的话后, 李南已经不知作何言语, 在这无尽岁月面前, 言语是多么的苍白, 得是跟在皇主身边的人吧。 一个老者不确定道, 他看向身边的一个老玉。 道友, 你说的没错, 方才进去之人正是罗显, 罗沙大人。 那老玉语气十分肯定道, 其他人闻言, 脸上露出艳羡之色。 虽然他们都是大能静的强者, 但跟罗薛二人根本无法相比。 不说他们能有幸跟在李南身边, 单单是他们的天赋, 就超过他们。 要是我也能跟在皇主身边该多好。 有人发出感叹, 言语中尽是唏嘘。 听到此言的众人都摇了摇头。 哼, 跟在什么皇主身边? 你们不如跟着本公子如何? 本公子定能让你们成圣。 忽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言语中尽是戏血之色。 众人看去, 只见一位面色孤傲的青年 从远处飞了过来。 青年后面还跟着十二位气息 强大的大能静强者。 那十二位大能静强者的气息 浑厚无比, 比他们强大多了。 死! 众人倒吸一口气, 同时, 他们心中无比震惊。 这些人是从何而来? 为何没有见过他们? 你小子是谁? 竟敢侮辱皇主? 找死不成? 这时, 方才的老者忍不住出声质问道。 看不起他可以, 但皇主却容不得任何人的侮辱。 众人都愤怒朝孤傲青年看去, 竟敢这么说皇主, 这人找死不成? 放肆! 忽然, 青年身后的一位大能静巅峰强者怒喝, 然后身影一闪便到了老者身前, 一掌朝老者拍下。 噗! 老者没反应过来, 胸口被这一掌轰得塌陷, 气息顿时为敏, 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你敢! 旁边的老玉大怒, 树跟银针朝着出手之人袭去。 叮叮叮! 银针全树被那人抵挡下来, 那人转身一看, 神色无比冰冷。 嘴里缓缓吐出两个字, 找死。 而后, 这老玉也被那人一掌重伤, 似乎怒气未消, 又朝老玉补了一掌。 老玉直接陨落在此, 众人看着这一幕, 敢怒不敢言。 呵呵! 诸位, 本公子来是长河界魏家之人, 或许你们没听说过魏家, 但魏家是长河界十大超然势力之一, 也就是长河界最强大的十大势力之一。 你们能为本公子效劳, 是你们的福分。 魏杰冷笑道, 他魏家是长河界最顶级的势力之一, 今日竟然发现一处秘境入口, 发现只能圣境之下的修为才能进入。 因为他刚好是魏家嫡系中的大能镜巅峰强者, 然后就有了来这一探究竟的任务。 一进入秘境, 便到了这附近。 什么? 众人睁大眼睛, 有些不可思议。 长河界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这怕是比天南皇朝还要强。 一时间, 众人心思各异。 你们谁来跟本公子说说, 这里是什么情况? 魏杰倾笑道, 他很满意众人的震惊表情。 作为魏家之人, 就是要高高在上, 俯视众人。 回魏公子, 眼前这个入口为黑渊, 是这个秘境最大的机缘之地, 传说有大地的机缘。 同样, 这里面危险无比。 这时, 一人站出来说道, 背后无数的目光好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的身体, 让他冷汗直流。 不说没办法, 这位公子迟早要知道。 说话之人名为孙伟, 他并没有太过在异众人的反应。 我等都是天南皇朝的子民, 魏家公子, 你就等着被皇主清算吧。 那老者涌出一口鲜血, 虚弱地说道, 眼睛里, 竟是愤恨之色。 闻言, 孙伟面色一变, 他们平常, 虽勾心斗角, 但总归是在天南皇朝治下。 某种程度上来说, 都是自己人, 但这魏家之人, 却是实实在在的外人。 呵呵, 天南皇朝? 本公子听都没听说过, 如果你们那皇主赶来, 本公子不介意, 让你们天南皇朝换个皇主。 魏杰倾笑着说道, 说到最后, 声音更是冰冷无比。 皇朝? 就连一般的帝朝他们魏家都不放在眼里, 更别说皇朝了。 按照以往的印象, 若是有大帝的存在, 一般会称之为帝朝。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气韵之力。 但偏偏是李南这个怪胎, 他硬要自己成帝之时再改名为帝朝。 恐怕魏杰也不知道, 天南皇朝到底有怎么样的实力。 算上神灵法身, 天南皇朝有四位大帝境的凶兽, 九位大帝境的明龙。 一共是十四位大帝强者。 就是不知道, 魏杰知道天南皇朝有这么多大帝强者时, 会是什么表情。 闻言, 场中众人一时无法反驳。 在他们看来, 或许魏家真比天南皇朝要强大。 你很不错, 这没破圣丹便赐予你了。 魏杰漫不经心道。 小人孙伟谢过公子, 愿为公子赴汤蹈火。 孙伟面色大喜, 没想到还有这收获。 众人见状露出羡慕之色, 有的人更是暗暗后悔。 孙伟是吧? 你来给本公子带路。 魏杰倾笑道, 一枚破圣丹罢了。 是是是。 孙伟连忙硬道, 接着, 孙伟就带着魏杰等人进入了黑渊。 众人见状, 有的人选择继续进入黑渊, 也有的人选择远离这里。 黑渊内。 李南在九位大帝的保护下, 有惊无险, 一路朝黑渊深处前去。 他并不知外面发生的事情, 就算知道可能也不会过于在意。 超然势力也理所当然。 毕竟总要杀鸡儆猴。 主上小心。 突然, 陆低声喝道。 说说。 似乎什么东西被割裂开来。 接着, 陆不断对着面前的虚空出手。 似乎有意控制力量, 虚空并没有破碎。 过了好一会, 虚空的波动才停了下来, 陆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给他跑了。 陆冷冷说了句。 李南有些不明所以, 想必是黑魔出现了。 而且这黑魔的修为还不低。 陆, 这黑魔同样 是大地镜, 跑了很正常。 空笑着说道。 比陆那冷冰冰的样子可爱多了。 李南如是想到。 而后他又想到了罗血, 似乎罗血也是冷冰冰的模样。 主上, 接下来要慢些了, 越到深处, 那黑魔的实力就越强大。 如果是全盛时期, 我等自然不惧。 但, 圆咒着没说道, 面色不太好看。 第118章 圣镜黑魔。 李南闻言, 有些为难。 没想到黑渊深处, 让九位大地强者 都感到为难。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李南不禁产生了一些好奇。 同时, 他还在思考, 这破忘神童 是从哪里得到的? 现在看来, 这破忘神童 应该不是 从黑渊得到的才对。 只能说, 那三位圣人走了狗屎运, 但手握至宝却不自知。 走吧, 不用担心我, 我有自保手段。 李南淡淡道。 是。 闻言, 众人不再相劝。 黑渊外围, 罗血与罗沙 小心翼翼的前进, 他们比李南要艰难许多。 李南有九位大地强者保护, 他们二人 一切只能靠自己。 怎么样? 还要继续深入吗? 罗血皱着眉头, 这黑渊的可怕 超出了他的想象。 如果仅仅在外围, 他们二人自然没有问题。 但随着慢慢深入, 遇到的怪物 越来越强大, 让他们都心惊不已。 就在刚才, 他们联手斩杀了 一只半圣黑魔。 如果放在外面, 一只脚 迈入圣经的强者, 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 但在这里, 却显得格外强大。 两人联手, 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其斩杀。 可见, 那半圣黑魔的厉害。 先在这附近, 寻找机缘吧。 罗沙沉阴片刻, 虽然很想深入, 但是以二人的手段, 恐怕不够用。 连一只半圣经的黑魔, 都需要二人联手。 如果多来几只, 两人只有逃跑的下场。 他们虽然无惧生死, 但也不想, 就这么憋屈地死去。 小心! 呼地, 罗沙大喝, 声音满是着急。 碰! 罗沙话音刚落, 一只黑魔出现在罗血身后。 罗血文言面色大变, 但已经来不及了,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黑魔打中后背, 拍飞出去。 噗! 罗血喷出一口鲜血, 气息变得不稳。 该死! 罗沙语气冰冷无比, 手持一柄血色长枪 朝黑魔冲了过去。 然而, 刚奔到一半, 又一只黑魔现身, 使得罗沙硬生生止住了脚步, 只好闪身到罗血身侧。 二人面色凝重无比, 方才打伤罗血的黑魔, 怕是已经拥有圣人的实力, 否则不会这么轻易, 就进了罗血的身。 罗沙还是在黑魔要出手时才, 察觉到异常, 可见这只黑魔的可怕。 不过好在, 黑魔虽强, 但是却不懂得运用法则之力。 他们一身的实力来源于蛮力, 也就是所谓的肉身之力, 或是修为之力。 这也是他们敢于直面黑魔的原因。 如果真如外界的圣人强者一样, 那他们早就有多远走多远。 你没事吧? 罗沙眼中闪过担忧之色, 这还是他们首次受挫。 罗血摇了摇头, 并未言语, 默默拿出了一颗丹药服下, 然后紧紧盯着这两只黑魔。 这黑魔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朝二人冲了过来。 两只一四有圣人实力的黑魔联手, 那压力可想而知。 他们只能艰难地抵挡, 不过好在, 黑魔不懂使用法则之力, 无法控制他们。 尽管如此, 面对拥有圣人力量的黑魔, 罗血二人屡屡受挫。 罗血更是接连受了几掌, 身受重伤, 不过有疗伤的丹药在, 一时也没有什么影响。 你可以控制住他们吗? 罗血抹了嘴角的鲜血, 艰难问道, 眼中闪过一抹疯狂之色。 时间不会太长, 罗沙迟疑了一会,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闻言, 罗血笑了, 笑得无比疯狂。 你真要如此? 罗沙猝眉, 他知道罗血要做什么, 但危险性极大, 哪怕是拥有嗜血亡体的罗血, 也是一样。 这可是黑魔之血, 没人知道, 黑魔血液里蕴含什么物质, 一旦出错, 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哼, 无休罗族怕过什么, 这黑魔之血, 还能翻天不成。 罗血眼中闪过不屑, 不就是小小的黑魔? 来吧。 见状, 罗沙不再相劝。 若二人铁了心要跑, 这两只黑魔也拦不住。 但一向心高气傲的二人, 怎么会甘心逃走? 罗沙收拢心神, 无比庞大的神势风暴, 在尸海中汇聚。 面对两只一世圣人境的黑魔, 他不敢大意。 哦。 随着罗沙的出手, 空间似乎传出了一阵无形的波动。 这正是罗沙的手段。 他的魅惑, 可以奴役大能境巅峰的强者, 但对于圣人强者, 他没有信心, 因为二者的生命层次不一样。 不过, 仅仅是控制片刻, 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瞬间, 其中一只黑魔便愣在原地, 手持血色细长腰刀朝那只黑魔砍去。 这一击没有丝毫留守, 是他能发挥出的巅峰实力。 破! 在这全力一击下, 哪怕是圣人黑魔的肉身, 也没抗住这一刀。 黑魔的胸口被这一刀穿胸而过, 露出了再快速跳动的心脏, 那心脏也被分为两块。 无数黑红鲜血喷涌而出, 罗沙没有犹豫, 一只手直接抓住了黑魔的心脏。 黑魔的鲜血顺着罗鞋的手, 被罗沙快速吸收。 哪怕黑魔拥有圣人实力, 制造鲜血的速度奇快无比, 但也比不上罗鞋吸收的速度。 不多时, 黑魔的鲜血便被吸收殆尽, 成为了一具干尸。 吼! 另一只黑魔怒声大吼, 罗鞋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他。 不好, 他要引来其他怪物。 罗沙面色有些苍白, 这是他强行控制圣人进黑魔的下场, 如不是他神识庞大, 怕是直接变成痴呆。 哼! 罗鞋冷哼一声, 刚刚吸收完一只圣静黑魔的鲜血, 他的实力又增长了一分。 如果完全炼化, 他甚至可以直接冲击圣人静。 二人没有久留, 能杀死一只黑魔, 就已经赚了。 而罗鞋还因此强大一分, 可以说是赚大了。 在外界想要吸收圣人的鲜血, 何其艰难? 也就是在这里, 才有这可能。 不过, 半炙箱的时间, 二人便摆脱了黑魔的追击。 二人刚打算歇息一会, 远方突然有十几道人影向这边来, 显然是发现了他们。 二人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还不知道有其他世界的人来了秘境。 只是暗暗警惕, 该有的谨慎还是有的, 不然在这残酷的世界根本活不长。 不一会儿, 十几道身影便出现在罗血, 罗鞋二人身前不远处。 他们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二人, 平头论足。 第119章 遭遇未竭 魏公子, 这二人是天南皇朝皇主身边的人, 好像叫什么罗血, 罗鞋。 孙伟在一边谄媚地介绍道, 哦, 他们就是那小皇主的身边人。 魏杰眼中闪过不屑之色, 这二人看起来衣衫蓝绿, 无比狼狈。 是的, 听说他们天赋实力都比较高。 孙伟继续道, 他不敢有丝毫隐瞒。 哦, 魏杰眼中闪过玩味之色, 天赋比较高吗? 也不知与他相比如何。 听着他们的闲言碎语, 罗血二人面色越发冰冷, 随时都可能抱起杀人。 如果放在平时, 他们二人早就动手了, 哪会给他们啰嗦的机会。 实在刚才耗费的灵力有些多, 现在不宜大动干戈, 否则定要他们好看。 二位, 听说你们的天赋不凡, 不如跟着本公子如何? 魏杰上前如沐春风地说道, 仿佛他真的是看上了罗血二人的天赋, 想招募他们。 滚。 罗血声音冰冷无比, 宛如看一个死人一样看着魏杰。 放肆。 不等魏杰说话, 他身边的十二道身影便同时怒喝道, 面色不善盯着罗血。 若不是罗血本身的气息不弱, 恐怕早就有人上前下杀手了。 此前的老者与老玉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呵呵, 好急好急。 魏杰脸上冰冷无比, 身为魏家之人, 在那不是被众星捧月。 如今, 在这小小的秘境, 竟被天南皇朝的人一而再地看不起, 真当他魏杰好欺负, 好说话不成, 他全然忘记了自己的霸道之处。 这就是你说的天骄。 魏杰神色不善地看着孙伟, 吓得孙伟冷汗直流。 这, 魏公子, 小的也没和他们接触过, 肯定是他们嚣张跋扈惯了, 仗着有点实力背景就不把其他人放在心上。 但如今遇到魏公子, 他们定会匍匐在您的脚下。 孙伟小心翼翼地说道, 背上冷汗直流。 罗血, 罗莎, 你们听着, 你们眼前的乃是长河界魏家之人, 魏家的嫡系公子。 你们或许不知道, 魏家是什么存在, 我跟你们讲, 魏家乃是长河界十大超然势力之一, 俯瞰长河界众生。 你们天南, 皇朝在魏家面前, 就犹如蝼蚁, 随手可灭, 现在魏公子念你们天赋不凡, 想收为己用。 你们可别不识好歹, 勿为言之不欲。 孙伟似乎太过恐慌, 又朝罗血二人大放厥词, 还将天南皇朝贬低得一文不值。 长河界, 魏家, 罗血喃喃自语。 正是, 魏家是长河界最强的势力之一, 魏公子能看得上你们, 是你二人的福气。 孙伟鼻孔朝天, 仿佛他是魏家之人一样。 魏姐满意地看着这一幕, 似乎觉得收下着孙伟也不错, 刚好替他打嘴炮。 罗血的目光仿佛是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这就么盯着孙伟, 身为修罗族之人, 最反感的就是叛徒。 孙伟被罗血的目光盯得发毛, 心虚无比。 随即又想到了魏家, 他现在是魏杰的手下, 旋即胆子又大了几分。 天南皇朝又怎么样? 在魏家面前还不是蝼蚁。 他这一路可是将了解到的信息给魏杰说了个遍, 就连听说到的天南皇朝有四位大帝强者都说了, 但仍未被魏杰放在心上, 这就让他彻底放下了心。 此时, 罗血与罗沙二人已经恢复了大半。 面对同镜之人, 罗血与罗沙就这么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朝魏杰等人走去。 站住, 你们想做什么? 孙伟见状, 顿时急了。 他虽然没有见过罗血, 罗沙亲自出手, 但罗血罗沙可以直接穿过风暴进入秘境,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呵呵, 魏杰笑着看着这一幕, 面对罗血罗沙二人,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就算是天赋绝伦之辈, 又能强到哪去? 他们魏家的人, 哪一个不是天赋绝伦之人? 在这名不经传的天南皇朝, 他可不认为有什么天赋绝伦的天才。 放肆, 站住! 眼见罗血二人要接近, 魏杰身边的十二人大声呵斥, 眼神戒备看向二人, 同时等待着魏杰的命令。 然而, 罗沙眼睛血红光芒一闪, 在不知不觉中, 就有一人中了招, 被罗沙给奴役。 罗沙并没有选择控制魏杰, 身为魏家的公子, 手中没一点底牌, 他是不幸的, 要是奴役失败, 魏杰并没有在意两人的动作, 在他看来, 这两人听到魏家之名后, 应该会沉浮于他才是。 扑扑! 忽然, 罗血直接抱起杀人, 两位大能镜巅峰的强者被他一刀斩杀。 实在是距离很近, 再加上这些人防备并不高, 也不认为罗血敢出手。 这才让罗血有机可乘。 放肆! 原本笑呵呵的魏杰, 脸色顿时僵住了, 脸上有些不可置信。 怎么敢的? 他怎么敢的? 魏杰怎么也想不通, 他是魏家之人, 他可是魏家之人啊。 然而, 罗血与罗沙并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 趁着众人愣神的间隙, 二人联手又斩杀两人。 原本十二人的追随者, 变成了八人, 其中还有一人被罗沙奴役, 可谓是行事大好。 给我杀。 魏杰怒吼, 他已经被愤怒占据了头脑, 此刻只想着将罗血罗沙斩杀泄粉。 然而, 罗血罗沙又岂是那么好杀的? 罗血直接祭出血色细长腰刀, 血色刀芒冲天而起, 覆盖方圆百里。 一人躲闪不及, 直接被一刀斩首, 就此陨落。 他们的鲜血被罗血牵引吸收, 罗血的气息正在不断增强, 距离圣境越来越近。 罗沙也不甘落后, 神石风暴朝着众人席卷去, 使得众人身形一顿。 配合罗血的杀招, 又是三人陨落在罗血的刀下。 算上魏杰与孙伟二人, 魏杰那一方还剩六人。 哦不, 还有一人被罗沙奴役了。 见到这个场景, 魏杰神色有些慌张。 他虽是魏家之人, 但成长至今, 历经的战斗趋值可数, 战斗经验与星星 更无法与罗血二人相比。 这就导致他直接慌了神, 毕竟他可是魏家之人, 怎么有人敢对他出手? 难道不怕魏家的报复吗? 第120章 论根对主上的重要性 住手, 我可是魏家之人, 还是魏家嫡系一脉? 你们不怕死吗? 就算你们不怕死, 难道不怕天南皇朝 也随之毁灭吗? 魏杰面色慌张, 着急大喊。 虽然有些丢人, 但总比丢了命强。 他算是看出来了, 就这两人, 还真有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斩杀在此。 罗谢罗沙文言一顿, 显然魏杰的话戳中了他们的软肋。 他们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但天南皇朝与李南 是他们要守护的。 不过, 也仅仅是一顿而已。 他们十分清楚李南的性格, 说魏杰就是整个长河界联合起来, 恐怕李南也会直接打过去。 自从李南被逼去玄黄界, 再次归来后可谓是强势到底。 接着, 罗血罗沙又朝几人杀了过去。 该死。 魏杰脸色殷勤不定, 原本以为凭借魏杰的声势 可以吓住他们, 没想到根本没被这二人放在心上。 他虽是魏杰嫡系, 但说到底就是一个顽固。 他这一代的兄弟姐妹 基本都成圣了, 也就他在大能静。 若不是这次, 刚好只有圣境之下的人 才能进入这方秘境, 恐怕也轮不到他带队。 原本好好的差事, 哪里会想到有性命之危。 幸好有族中赐予的保命之物。 魏杰心中暗道, 为了这次能够顺利探索, 族中给了他几件保命之物。 圣人、圣王、 大圣的法指各一张, 足够应对许多危险了。 扑! 罗血又将一人消首, 冷眼看着魏杰。 忽然, 罗血心中一紧, 似乎有什么危险要发生。 他不敢有丝毫犹豫, 立马拉开了与魏杰的距离。 只见, 魏杰寄出了一张金灿灿的法指, 法指释放出强大的威压。 里面蕴含着强大的波动, 好似能毁天灭地。 罗血与罗沙神情民众, 紧紧看着这一幕。 面对圣人法指, 他们没有好的办法, 只能应接。 不过好在, 他们手里也有法指, 圣境与准地的法指都有。 但这一路, 他们从来没有动用过。 一来, 造成的波动会非常巨大, 怕会引来强大的黑魔。 二来, 他们是来磨练自身, 想更快地突破之圣境。 杰杰杰, 这就你们得罪我的下场。 魏家的底蕴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去死吧。 魏杰恶狠狠地说道, 面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他仿佛已经预料到 二人会被圣王法指轰杀。 没错, 以防意外, 他直接使用了圣王法指。 在他看来, 圣王法指足够将他们二人抹杀。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圣王法指是一位圣王强者的权力一击, 确实能够诛杀罗血二人。 但罗血二人手中也有法指啊。 就凭你手中的圣王法指吗? 罗血有些不屑, 虽然不想依靠外物, 但此时也没办法。 于是, 他也掏出了一张法指。 法指迎风便掌, 散发出青色的光芒。 这股威压, 比之魏杰的那张法指的威压, 还要更甚。 赫然是大圣强者的法指。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魏杰失声道, 神情有些颓废, 他没想到罗血身上也有法指的存在, 还是大圣法指。 不过一个照面, 青色光芒便将金色法指粉碎, 朝魏杰积事而去。 魏杰没有犹豫, 直接祭出了大圣法指, 他已经在想怎么逃了。 罗血二人绝不是他可以对付的, 他将来一定要找二人狠狠地报仇, 还要灭了这天南皇朝。 趁两张法指交锋之际, 也不知魏杰施展了什么手段, 禁止消失在了此地。 最终, 两张法指打了个平手, 化为灰烬消散。 哼! 罗沙冷哼一声, 手中血色长枪瞬间变大, 将剩下的几人串了起来。 除了魏杰外, 跟他来的所有人进阶陨落, 就连被罗沙奴役的那人也是一样。 此地巨大的波动, 很快便引来了一些人。 他们见识罗血二人, 没有久留, 很快就离去。 同样有想跟着罗血二人的, 毕竟在他们看来, 罗血二人是妥妥的大腿, 不抱可惜了。 他们乃知, 就算抱大腿, 也要有实力在, 否则只是自取灭亡。 不久后, 一行七人出现在此地, 正是先前出现在藏龙山脉的太阴等人。 好可怕的气息, 起码是大胜强者交手。 太阴喃喃自语, 神色很是凝重。 原本得知了祖龙遗骸所在, 是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 结果事情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先是祖龙遗骸的气息消失不见, 出现了无数白骨大军。 现在在这被称为黑渊的地方, 更是有大胜强者交手, 还有那可怕诡异的怪物。 让他怀疑, 来到这是不是一个错误。 太阴道友, 我等还要深入吗? 双华面色凝重道, 此地绝不是他们可以深入的。 是啊, 太阴道友, 这里绝非善地, 不如我等换个地方寻找。 既男脸上也泛起了男, 所见所闻皆超出了他的认知。 若不是几人都在此地, 他早就一个人离开了。 闻言, 六人都看向了太阴。 太阴沉阴一阵, 面色有些阴晴不定。 这里明显不是一般之地, 恐怕也有巨大的机缘, 但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里绝非他们能够染指的。 于是, 太阴最终选择了退去, 毕竟这里实在不是他们能应付的, 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命留在这里。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的。 他们都是天资绝伦之辈, 来着只为寻找祖龙遗海。 如今, 祖龙遗海不见踪影, 自然没了涉险的心思。 黑渊深处。 李南一行人的速度越来越慢, 这里四处都是黑色的迷雾, 能够屏蔽人的无感。 就算遇到大地实力的黑魔, 众人都是远远避开, 尽量不产生冲突。 主上, 前面就是那处大漠。 说着, 空的眼里浮现火热之色。 李南有些奇怪地看了空一眼, 这家伙一说到这处大地之木的时候, 眼神便无比火热。 难道真有什么好东西? 嗨嗨。 空被李南看得发毛, 他总不能说, 这处大墓是他一个救敌的吧? 作为一条品德高尚的龙, 自然不能将这样的事说出来。 若不是祖龙, 他也不会活到现在。 也没有机会挖救敌的大墓。 第121章 兴奋的空。 秘境某个出口处, 魏杰表情阴冷, 狠狠望了一眼黑暗方向。 天南皇朝, 等着吧, 准备迎接我魏家的怒火。 魏杰留下一句愤怒的话后, 便转身从出口离开了秘境。 这处出口, 正是魏杰所发现的连接秘境的入口所在。 空, 你对这大墓很了解吗? 李南看了眼空的表情, 若有所思地问道。 主上, 算了解, 但不是很了解。 空善善说道, 有些尴尬的同时, 又感觉很爽。 李南再次奇怪, 看了空一眼, 也没有多说。 他有预感, 空这家伙有事瞒着他, 不过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私事。 那就走吧。 李南淡淡说道, 眼里有兴奋之色闪过, 盗墓, 他也是头一回啊。 况且, 这还是大地之墓。 看空这激动的表情, 就知道这墓不一般, 不然空哪里会是这么兴奋的表情。 主上, 请跟我来。 空兴奋地说道, 搓了搓双手。 老东显, 你空大爷来了。 元, 石, 眼等八位大帝, 有些无语地看着空, 他们龙族的脸都被空给丢尽了。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大地之墓, 谁都想去挖挖, 他们也不例外。 只不过没有空的恶趣味罢了。 主上, 这边这边, 这老东西的墓一看, 就知道那边, 设了陷阱。 空在前面带路, 时不时说上一句。 还别说, 经过空的带路, 这一路真没遇到什么危险。 众人古怪地看着空的背影, 元几次想开口都停了下来。 除了里南外, 元, 陆等八位大帝, 都不想去看空这家伙。 进来的时候, 还说不了解, 结果怕是, 比这墓主人都要清楚这大墓的布局。 主上, 小心点, 前面就要进入大墓的内围了, 可没办法直接过去, 需要费一番手脚。 空似乎没有看到众人古怪的表情, 继续若无其事地说道。 里南几次想提问, 但都硬生生止住了, 然后面无表情点了点头。 接着, 只见空往前走了一步, 墓中顿时起了大雾, 将众人笼罩在内。 主上, 别急, 这大雾伤不到你。 空大声喊道, 然后对着前面就是一顿出手, 果然, 里南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不适。 除了伸手不见五指, 看不见外, 几乎没有影响。 不一会儿, 大雾散去, 露出了正在出手的空。 在空的前方, 是两只妖兽模样的傀儡。 一只如虎状, 一只像猿猴。 竟然是玄境大地的实力。 里南大吃一惊, 这墓主人到底是何来历? 不过, 空与两只妖兽傀儡打得有来有回, 虽然目前是黄金大地的修为, 但也没落下风。 反而再不断细耍这两只妖兽傀儡。 看空的样子, 似乎是想将这妖兽傀儡收为己用。 空没有开口, 众人也不好上去帮忙, 里南也没有说话。 他想看看空的实力如何。 他发现, 他还是低估了空的实力, 或者说这九位龙族大地的实力。 他一直以为这九位龙族大地的修为, 如今不过黄金大地, 应该与神灵法身差不多。 现在看到空的战斗后, 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曾经身为天静大地的空, 哪怕如今得修为低至黄金大地, 那也不是一般玄金大地能够比拟的。 从空一打两句玄金妖兽傀儡,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空显得游刃有余, 明显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 而另外八位大地也不用多说, 以前跟空同样的境界, 如今自然不会差到哪去。 想到这, 对于那位半神经的祖龙更加好奇了, 当时到底是怎么样的危机, 才导致他的陨落。 关于这一点, 原空等九位大地也说不清楚, 只觉得当时有股毁灭的力量 要降临在他们头上, 是祖龙偷天换日, 将他们救了下来。 代价就是改变种族, 祖龙牺牲。 终于, 趁一个攻击的间隙, 空抓住机会, 直接将虎兽傀儡镇压。 现在只剩一个原兽傀儡, 空轻松了许多。 不到半个钟, 空便把原兽傀儡也镇压, 只需抽时间炼化。 这两具玄金大地实力的妖兽傀儡, 就会为他所用。 李南眼中闪过亚裔之色,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被空得手了, 不过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同时, 心中更加坚定要尽快提升自身的实力, 他们九位大地终究是祖龙留下来的。 万一存在什么后手, 他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好在目前都听他的。 主上, 这边, 前面不远处就是那老东西的墓穴, 说不定还有什么好东西, 他的地气可还没看见。 空阵压两具妖兽傀儡后, 心情大好, 手舞足蹈, 破墨横飞又开始介绍起了大墓的情况。 李南笑着点了点头, 其余八位大帝直接装傻, 像不认识他一样。 集体翻了个白眼, 这人推丢龙族的脸了。 不多时, 在空的领路下, 一行人终于来了墓主人所在的墓室。 只见一具黑棺在一处世界中浮浮沉沉, 里面充斥着浓郁的灵气, 无数灵药遍布其中, 不乏万年, 十万年, 乃至百万年的灵药。 死! 李南倒吸一口气, 这哪是墓室分明是一处世界, 还是一处没有被开发过的世界。 众位大帝也是一样,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们的身家都没这么丰厚, 怪不得空一提到这个大墓就无比兴奋。 李南古怪地看了眼空, 他觉得空一定对这个大墓的主人很了解。 旋即, 李南下定决心, 一定要多进几处大地之墓。 实在是这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 不然这一趟就亏大了。 主上, 这个世界想必是那老东西孕育的世界, 给我一点时间定能将整个世界搬走。 空的眼神中露出火热疯狂之色, 似乎不搬空这里的一切就对不起他一样。 文言, 李南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在想, 空这家伙, 难道跟着墓主人有什么大仇大怨? 不然, 不至于这般厌过拔毛。 原, 陆等八位大帝抽了抽嘴角, 人家不就是跟你打过几架, 揍过你几次, 有必要这么狠吗? 于是, 在众人的目光下, 空大摇大摆盘坐在地, 开始炼化这方世界。 空。 突然, 一道无比愤怒的声音响起, 就好像有人撅了他的坟一样。 第12章, 道古, 三年签。 谁? 正在美滋滋炼化世界的空, 被吓了一跳, 整个人打了个寒颤。 你说老子是谁? 老子是你大爷。 忽然, 一道虚幻的人影出现在虚空中, 愤怒地盯着空。 这愤怒的样子, 似乎吃了空的心都有。 嗨嗨, 道古兄, 好久不见。 空有些尴尬, 这道墓太上头了, 以至于忘了大地留下的手段。 如今墓主人就出现在他面前, 还是曾经的故人, 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的确好久不见, 我他娘的都陨落了, 你还活得好好的。 道古骂骂咧咧, 若是真身在此, 定要将空暴打一顿。 这不是祖龙的功劳吗? 不然我也早就作画了。 空同样唏嘘不已, 虽然这个老对头比较讨厌, 但也是为数不多了解他的人。 那你倒是说说, 今儿个来老子的墓穴做什么? 连老子死后都不放过。 道古立刻急了眼, 气呼呼道, 哎呀, 道古兄, 此言差矣。 你说我们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这些宝贝留着也是留着, 不如给我拥拥队吧, 还能发挥一下这些宝物的价值。 空也不管道古的心情, 反正今日他是十分的畅快, 能看到老对头吃饼, 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空又接着道, 道古兄, 你快说说, 你的那件顶尖地气藏哪去了? 空, 你别太过分, 道古的心情差到了极点, 你说, 你想要我的地气, 好好说话不行吗? 硬要这么一副渐渐的表情, 又不是不能给你。 空, 行了行了行了, 道古都陨落这么长的岁月, 你们二人好不容易相见。 原看着这二人有些无言, 不过还是出声劝道, 空与道古本来是很好的兄弟, 只不过后来分道扬镳, 成为了死对头。 闻言, 空与道古都不知说些什么好, 陨落这么长的时间, 他这缕残魂已经十分虚弱, 随时可能烟消云散。 没想到, 还能碰到以前的兄弟和死对头, 只能说是造话弄人。 李南站在一旁, 没有插话, 像个无视人。 罢了罢了, 道古摇头身, 深叹了口气, 继续道, 圆珠就在这方世界, 你炼化世界后, 自然可以找得到, 与其被其他人得到, 还不如便宜了你这家伙。 道古似回忆起从前, 面色十分复杂, 深深看了眼空, 便不再说话, 静静等着这缕残魂消散。 圆珠就是道古的地气, 甚至蕴含了一丝半神气的威能。 老家伙, 你是怎么陨落的? 空有些不解, 以他对道古的了解, 这家伙应该没那么容易陨落才对。 他虽然知道道古的墓穴在此, 但陨落的过程却不了解。 他那时候已经被困在了藏龙山脉, 只是隐隐感知到道古陨落了。 哼,过去无数岁月, 还有什么好说的? 幕后黑手还活不活着都不知道。 道古提到这件事时, 古井步步的脸上泛起了涟漪, 可见他的心情并非表情的平静。 不该啊, 当时除了祖龙, 也就你这家伙一只脚, 迈入了半神境。 难道又是他吗? 空子戏想了想, 脸上闪过震惊之色,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也能说得通。 他隐隐觉得, 龙族的灭亡与祖龙突破至半神境有关, 但没有相关证据。 但现在, 道古的只言片语, 让他立刻联想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道古闻言, 沉默少许。 或许如你所言, 是那幕后黑手所为吧。 但如今已经没有了意义。 言必, 道古不再多言。 他这旅残魂出来, 是因为感受到了空的气息, 想见见这个熟人。 如今心愿已了, 这旅残存无数岁月的残魂, 也该消散了。 在一旁的李楠, 听着他们的对话, 有些心惊。 尽管他们并没有明说, 但他也感觉到, 这幕后黑手的实力非同一般, 起码是半神镜, 甚至超越半神镜的存在。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在他脑海深处响起。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连续签到三年, 奖励年签机会一次, 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李楠已经习惯了系统的声音, 但今日, 这道声音还是让他心头一喜。 三年的年签, 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东西。 如今看来, 不是每一年都有年签, 因为第二年就没有。 丁, 恭喜宿主获得真灵丹一枚。 丁, 恭喜宿主获得阴阳二气各一缕。 丁, 恭喜宿主获得本源丹九枚。 丁, 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灵脉一千条, 上品灵脉五千条, 中品灵脉一万条, 下品灵脉五万条。 恭喜宿主获得八十一颗星辰。 恭喜宿主获得圣气星号一百, 地气星号二十。 听到系统一连串声音的李楠, 以他如今的涵养, 也惊呆了。 难道是童子哥见自己在这秘境内得了太多东西, 吃醋了? 然后给他来一个爆发。 李楠回过神来, 看向道古的眼神怪怪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家伙不会死, 应该说会活过来。 只因为系统给了他一枚真灵丹, 这枚丹药在系统的介绍中没有品阶。 或者说他现在还不配知道这枚丹药的品阶, 真灵丹可以汇聚一个人的真灵, 不管死去多久, 只要真灵还在, 都能让他复活过来。 人或许会生死盗销, 魂飞魄散, 但真灵往往没有那么容易磨灭。 现在的道古还有一缕残魂, 要复活他轻而易举。 前辈, 请问你对那幕后黑手可有了解? 这时, 李楠突然出声问道。 道古一愣, 然后疑惑看着李楠。 嗨嗨。 道古老兄, 这是我们的主上。 空相争信咳了两声, 然后一本正经道。 哦? 道古眼前一亮, 他还以为李楠身份一般, 没想到还是空几人的主上。 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李楠, 只不过没看透他的情况, 认为跟空他们一样, 是一位大帝。 老朽见过龙皇。 李楠是空等人的主上, 那自然是新的龙皇, 面对龙皇道古也是很客气的。 尽管眼前的龙皇比不得之前的祖龙, 但身份足以让他尊敬。 前辈多礼了。 李楠回之以礼, 等待着道古的下文。 第123章 复活 龙皇, 老朽对于幕后黑手并无太多了解, 只知幕后黑手在阻止半神境的诞生。 道古陷入了回忆, 神情有些恍惚, 开始慢慢诉说。 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 幕后黑手曾找过我, 只不过被老朽拒绝了, 后来就被人偷袭, 直接陨落了。 道古慢慢到来, 言语显得十分平静。 这无数岁月以来, 他的心境早已没有波澜。 那为什么祖龙大人可以突破之半神境? 原, 空等人有些不解, 祖龙当时是突破之半神境后, 经过不少岁月才经历灭族危机。 在当时, 似乎并没有人出来阻止祖龙, 也没有人对祖龙下杀手, 反而是祖龙主动叮剑。 此事, 我也不知, 恐怕只有祖龙才知晓原因。 道古摇了摇头, 这只是他的一道残魂罢了, 了解到的事情有限。 在他看来, 就算本体在这, 估计知晓的也不多。 前辈, 正想请你加入天南皇朝。 你可愿意。 众人正在沉思时, 李南突然开口说道。 此时, 李南一本正经, 面目威严, 如高居九天之上的帝王。 而道古的残魂已经十分虚幻, 随时都可能散去。 哦? 道古有些惊讶, 他已经陨落了, 怎么还邀请他加入这什么天南皇朝? 难道是借他的名义用用吗? 还是收集相关的信仰之力。 道古对此也不太了解, 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做出决定。 罢了罢了, 既然老朽对龙皇有些用处, 那老朽加入便是。 道古拜见龙皇, 道古郑重行了一礼, 李南坦然受之。 无需多礼, 日后还需道古前辈为朕的天南皇朝效力。 李南神秘一笑, 淡淡说道。 龙皇, 老朽只怕有心无力。 道古抽了抽嘴角, 我本体都陨落无数岁月了, 连这残魂都将消散, 还怎么替你笑脸。 既然道古前辈是我天南皇朝之人, 那朕自然不可能看着你陨落。 这是真灵丹, 能够使前辈复活过来。 李南笑着说道, 大大方方拿出了真灵丹, 复活过来怎么可能吗? 龙皇就不要跟老朽开玩笑了。 道古摆了白手, 并没把真灵丹当回事。 其实是真灵丹光滑不显, 如同一枚普通丹药, 单靠神石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主上, 道古这老家伙虽强, 但怎么可能是一枚丹药就能够复活的? 空在一旁提醒道, 前辈事事变之。 李南没有理会空, 转而对道古正色道, 将真灵丹送了过去。 龙皇, 如果你真能让老朽复活, 老朽今后的命就是你的。 道古见李南一脸正色, 似乎不像忽悠人。 于是, 他接过了真灵丹, 当着众人的面帘画起来。 虽是残魂, 但一些能力还是有的。 肉眼可见的, 道古的残魂瞬间凝食。 接着, 真灵丹战放出无穷的光芒, 似乎连接了古今岁月之河, 跨越时空, 真灵朝着道古汇聚而来。 这是…… 众人睁大了眼睛, 眼前的这一幕大大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他们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看到的这一切。 难道真的能复活? 空张大了嘴巴, 无比震惊。 李南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复活一个死去无数岁月的存在, 这得有多么变态。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一道神魂出现在众人面前, 赫然是道古。 真灵丹虽然可以汇聚真灵, 将死去的人复活, 但复活的也只是神魂, 肉身则要另外想办法。 道古? 空尸声道。 这真的复活了?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齐齐望向李南。 这一刻, 他们觉得李南无比神秘, 就连半神镜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让李南做到了。 这震惊可想而知, 我真的复活了? 道古喃喃自语, 有些不确定, 但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神魂后, 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拜见主上, 今后道古的命就是您的。 道古朝着李南深深拜道, 感激之情无法言表。 嗯, 无需多礼, 肉身的话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或者等回去之后再给你住肉身。 李南心情也很激动, 不过表面上很平静。 原, 空等九人深深看了李南一眼, 他们发现这个主上的神秘之处远超他们的想象, 不愧是能够拯救他们的人。 原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没有开口。 这一幕, 恰巧被李南看到了, 不过李南也没有说什么。 主上, 我的肉身还在关中, 想必还能用。 道古有些不好意思道, 尽管是自己的肉身, 但死去无数岁月, 终究有些隔音。 不过, 道古还是顿入关中, 片刻后便从关中飞了出来。 他已经进入肉身, 虽说还不能控制自如, 但也没多大的影响。 嘖嘖嘖, 你这肉身居然还好好的。 我说, 你这老家伙是不是知道有这么一天? 空在一旁酸溜溜地说道, 在他眼里, 道古真的就是走了狗屎运。 我还没跟你算到我木的仇, 是想找揍。 道古冷冷说道, 眼睛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空间状, 打了个哆嗦, 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哼, 道古冷哼一声, 旋即不再理会空。 走吧。 李南笑了笑, 没说什么。 这二人看似是同水火, 但不过是表面。 要说道古复活, 谁最高兴? 恐怕除了道古本人, 就空最高兴了。 文言, 道古直接将墓穴中的所有东西收了起来。 道古前辈, 你可知这黑渊中还有什么宝物? 李南淡淡问道, 道古在这里, 应该有所了解才是。 主上, 您直呼我名字便可, 我可当不得前辈二字。 道古正色道, 主上, 黑渊来历悠久, 埋葬过许多大地。 在一般人看来, 这些大地遗留的传承便是最珍贵的机缘, 但在我看来, 黑渊真正的机缘在于黑渊本身。 道古没有藏私, 一股脑将所有知道的信息都说了出来。 文言, 众人都震惊看着道古。 黑渊拥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能够诞生黑魔。 这股力量的来源却不得而知, 刚才道古所言, 正是要去寻找这股力量, 将这股力量化为己用。 第124章, 魏剑。 道古兄, 你没开玩笑吧? 空精亚道, 不可思议地看向道古。 这可是黑渊, 存在不知多少岁月的境地, 更是埋葬了许多大地强者。 如今, 道古既然要去寻找黑渊力量的来源, 怎么能不让人震惊与恐惧? 李南还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多多少少有些猜测。 众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道古, 这死过一次的人就不要命了吗? 主上, 诸位, 老朽并未开玩笑, 这是这股力量的来源或许跟半神劲有关。 道古先是朝李南拱了拱手, 接着缓缓将猜测说了出来。 跟半神劲有关, 众人更加惊愕了, 不过转念一想, 这还真有可能。 只不过, 若是跟半神劲有关的话, 也不是他们目前可以接触的。 老朽也知道, 目前并不适合接触这股力量, 甚至贸然接触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但只是与诸位说上一说, 以后总要来接触的不是吗? 见到众人惊愕的模样, 道古苦笑道, 旋即解释了几句。 道古说的有道理, 这股力量的来源必须要弄清楚, 若真是涉及到半神劲, 那必须要将其掌控在我等手中。 李南严肃说道, 半神劲层次的力量非同小可, 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放心, 那可是超越大地的存在。 连大地都无比恐怖, 一念间就可以毁天灭地, 更别说之上的半神劲。 是, 见李南发话, 众人都硬了下来。 接下来, 还是以搜刮资源为主, 若是到时间了便返回东周大陆, 入口处的坐标你们也已知晓。 接下来, 朕会前往风暴雷海, 道古与朕一同前往。 回到东周大陆后, 朕会赐予你们一道机缘。 那些白骨大军就由你们带去东周大陆。 李南来到黑渊主要是想见识一下, 他并不缺少资源。 如今还得到了道古这么一位强者的效力, 黑渊总算没有白来。 他所说的机缘, 自然那久没本元丹。 本元丹可以使服用之人回归本元, 提升天赋上限。 也就是说元, 空等久未大地服用后, 便可以回归本元, 重新化为龙族。 并且在这基础上, 还会提高天赋, 增加修为上限。 空等久人便有了冲击半神镜的可能。 是。 元,空等久人听到后, 恭敬应道。 对于李南说的机缘, 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都已经是大地的他们, 一般的机缘早已看不上。 不过, 空倒是有些好奇地看向李南, 关于这机缘他不敢小觑。 毕竟主上拿出来的真灵丹, 可是让道古起死回生, 想必主上说的机缘非同一般。 语言, 空等久人分开后, 李南便和道古一同朝风暴雷海而去。 长河见, 魏家所在。 这里被称为魏杰。 以姓魏杰, 可见魏家的强大与威势。 魏杰,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魏家一出大殿, 主座上一位中年人对着魏杰怒声吼道。 这中年人是魏杰的父亲, 名为魏刑。 父亲, 孩儿所言句句属实, 他们真不将我魏家放在眼里。 孩儿抱上魏家的名号后, 那两人丝毫不顾忌我魏家, 还杀害我魏家之人, 最后更是拿出大圣法旨, 想将孩儿一并斩杀。 若不是孩儿有挪移符, 估计已经回不来了。 魏杰添油加醋, 将事情全部说了一遍, 把锅全部甩给了罗鞋等人, 自己则置身事外。 魏杰文言, 手指轻轻敲打着座椅扶手, 似乎在思考魏杰话中的真实性。 对于魏杰, 他可是太了解了。 别看魏杰, 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估计这件事, 还是因魏杰而起, 只不过将自己摘了出来。 哼, 我还不了解你。 魏杰冷声说道, 不怒自威。 父亲恕罪, 实在他们不将我魏家放在眼里, 孩儿才想出手教训他们。 只不过, 魏杰战兢兢道, 对于这个父亲, 他十分惧怕。 你说得也对, 魏家的威严不容挑衅。 你可知他们是何人, 属于哪方势力? 魏杰面无表情, 看不出喜怒, 淡淡瞥了魏杰一眼。 父亲, 他们来自天南皇朝, 在东周大陆。 关于这一点, 魏杰还是很清楚的, 当时孙伟都给他说了, 关于那秘境可有什么想说的。 魏杰想了想, 又继续问道。 这秘境入口出现得太过匪夷所思, 突然就出现在魏杰附近, 结果只能圣境之下的人进去, 想必也不会有什么珍贵的资源。 回父亲, 这秘境很是神秘, 据说, 秘境内有大地的传承。 接着, 魏杰将他了解的情况都说了一遍。 这么说来, 这秘境还真非同一般, 看来还得派人前去看看, 什么时候关闭。 魏杰沉吟了一会, 才缓缓开口。 父亲, 不必想那么多, 只是圣境之下的强者罢了, 我魏家有的是。 况且, 在秘境中突破圣境的几率要大上许多, 可以让那些没多少希望突破至圣境的人前去。 魏杰虽然纹固, 但头脑还是有一些。 闻言, 魏杰想了想, 便同意了魏杰的想法。 那就继续由你带队, 将功赎罪。 是, 父亲。 魏杰面露喜色。 魏杰摆了摆手, 魏杰便退了下去。 罗显, 罗沙, 天南皇朝, 你们给我等着。 不一会儿, 一人来到了大殿内。 二爷。 来人恭敬道, 他口中的二爷正是魏杰。 你下去查一查天南皇朝, 在东周大陆。 魏杰淡淡开口, 眼睛里闪过一丝冷色。 天南皇朝, 竟敢无视他魏家, 该杀。 是。 来人应了一声, 便退了下去。 道古, 这风暴雷海, 你可有了解。 李南淡淡问道, 他此去风暴雷海, 主要是为了提升自身的实力。 现在, 他手下的大地强者都有十四位, 但他的修为不过亡静。 属实有些低了。 主上, 风暴雷海没什么特殊的, 只不过有风属性与雷属性的法则本源, 对于圣境之上的存在, 没什么用。 不过, 道古缓缓说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话语一顿。 不过什么? 李南问道, 他有些好奇。 第125章, 雷属性法则本源。 雷属性的法则本源, 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凭借雷属性法则本源, 他可以更进一步。 但听到古的语气, 似乎还有什么隐秘。 主上, 其实老朽疏忽了, 这风暴雷海的风属性与雷属性的法则本源, 在老朽, 还未陨落时便已存在。 如今过去这么长的岁月, 他演化到什么程度, 老朽也未可知。 道古沉吟道, 他有些无奈, 实在陨落这么长的时间, 许多事情都已改变。 沧海桑田, 不外如是。 哈哈, 无妨。 李南道是颇为洒脱, 他来此地主要是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 若是不能, 也没关系。 没过多久, 二人便来到了风暴雷海的边缘。 朝里看去, 只见无数雷光闪烁, 更有雷龙、 雷虎等各种雷兽遨游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未曾进去, 边缘地带便以狂风大作, 刚风刮得脸颊生疼。 更别说风暴雷海里面存在多大的力量。 不过, 李南并没有犹豫, 直接踏入了风暴雷海, 一直深入。 这期间, 遇到的雷兽都被三下五除二解决掉。 这些雷兽的实力并不强大。 但随着不断深入, 遇到的雷兽也是越来越强大, 有的让李南感到了心惊。 很明显, 这是拥有盛进实力的雷兽, 但直接被盗鼓一道眼神灭杀。 不得不说, 拥有一位实力强大的护道之人, 简直不要太舒服。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直接有人帮你解决, 可谓是顺风顺水。 盗鼓看向李南的目光有些奇怪, 李南一愣, 玄机明白了怎么回事。 想必盗鼓以为他是大地境吧, 毕竟他有系统遮掩, 看不出来他的境界也很正常。 盗鼓, 你觉得正是什么境界? 李南笑着问道, 现在的盗鼓服用真灵丹后, 完全听从他的命令, 告诉他也无妨, 反而能让他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然, 盗鼓觉得他是大地境界, 出现什么疏忽那就玩犊子。 主上, 老朽看不出来, 盗鼓苦笑道, 他这是说的实话, 如果李南不说的话, 没人知道他的具体境界。 朕现在是王静, 就是你想的那个王静, 以后还得麻烦你为朕护道。 李南看着盗鼓一脸震惊的模样, 也是觉得有些好笑, 玄机多说了几句。 是, 请主上放心, 老朽定会誓死保护主上的安全。 李南说出境界后, 盗鼓并没有失望, 反而眼睛一亮, 激动无比。 他并不在乎李南的境界, 李南救了他之后, 他便是李南手中的剑。 他这一生没有承诺过什么, 但每一个承诺, 他都做到了。 李南救了他, 他说话算数, 他的命就是李南的。 剑状, 李南摇头一笑, 他看得出来, 盗鼓所言, 出自肺腑。 盗鼓, 你可敢知道雷属性本源法则所在。 李南淡淡问道, 来到风暴雷海深处后, 除了雷兽的实力越来越强, 钢风越来越利, 并没有感受到法则本源的气息。 闻言, 盗鼓认真感应起来。 作为曾经的大帝巅峰强者, 一步跨入半神境的存在, 感知力自然无比强大。 不过片刻, 盗鼓便感知到了雷属性法则本源的存在。 主上, 请随我来。 盗鼓恭敬道, 玄疾撑起了一个护照, 将李南护在里面。 李南点了点头, 跟在盗鼓的身后。 为了照顾李南, 这一路并不快。 半个时辰后, 二人在一片平静之地停了下来。 这里没有钢风, 也没有雷兽, 如同外面一样, 无比平静。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外界。 没想到, 在这风暴雷海深处, 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李南敢凯道。 是啊, 若不是仔细感应, 老朽也想不到雷属性法则本源竞会在这么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 盗鼓附和道, 显然这地方也出乎了他的意料。 接下来, 你替真护法便好。 李南对着盗鼓淡淡说道。 闻言, 盗鼓只好答应下来。 有他在, 就算李南失败, 他也能及时反应过来。 李南前方, 一颗雷珠静静漂浮在虚空中, 这正是雷属性的法则本源。 他已经化为实体, 可见他本源的雄厚强大。 对于雷属性法则, 李南并不陌生。 他还将天节雷电收进洞天世界, 化为己用。 此时, 雷属性法则本源已经被盗鼓控制住, 将他定格在虚空中, 使其无法逃离。 若是有人想恋化他的话, 首先要打得过他, 别看他只是一个珠子大小, 但他的威能丝毫不弱于圣境强者。 其次就要控制住他, 不让他逃跑。 这样才能进行恋化, 否则看到了这个法则本源也没用。 李南自然不会有这个担心, 有道鼓在, 只要安心恋化即可, 也不用担心被雷珠所伤。 很快, 李南盘坐在虚空中, 灵力缓缓朝雷珠而去。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尽管不用担心受到伤害, 但要成功恋化也很好经历。 为了成功, 李南还将洞天世界内的雷结之力释放出来, 目的就是引雷珠的共鸣。 别看二者都是雷, 但雷北明之地。 道鼓, 既然雷属性法则本源形成雷珠, 即将化形, 那封属性法则本源是否也可以? 这时, 李南忽然想到此地有封, 雷两种属性的法则本源。 他来此的目的是, 为了雷属性法则本源, 封属性法则本源并没有太在意。 很有可能。 闻言, 道鼓沉吟了一会, 也是缓缓点头。 不过片刻, 道鼓便找到了, 封属性的法则本源, 与雷属性法则本源一样, 都是珠子的形状。 主上,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这封珠太快化形了。 道鼓笑着说道, 按道, 主上似乎像极了传说中的天命之子, 连这样的好事都能被他碰到。 李南也笑了, 这秘境没有白来。 随便去一处地方, 都能有所收获, 让他都觉得自己是气韵之子。 主上, 你只需滴一滴精血上去, 他们化形后, 自然会认你为主, 把你当成父亲。 道鼓连忙说道, 这个手段一般来说会很管用, 就算不认李南为主, 但也会很亲近李南。 文言, 李南没有犹豫, 取出两滴心头之血, 滴在了雷珠与风珠上。 雷珠与风珠瞬间便将精血吸收, 李南感觉到与他们之间多了一道联系。 李南已经开始期待, 风雷二珠化形后会是怎样的景象。 接着, 李南将风雷二珠收进了洞天世界, 他们要化形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不可能停留在秘境内, 这风暴雷海孕育出了风雷属性的法则本源, 风雷属性的法则本源同样反补了风暴雷海。 这风雷法则本源被李南取走后, 估计要很长岁月才能重新孕育出来, 这期间风暴雷海的威胁会大大减小。 主上, 距离秘境关闭还有几个月, 接下来去哪里? 风暴雷海外, 道鼓笑着问道, 这些天, 他也算是见识到了李南的一些手段, 让他大开眼界。 他亲眼看见李南的修为, 从王静一口气提升到大能静巅峰, 距离圣人只有一步之遥。 使他大为震惊, 开始的时候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李南, 后面接受了李南妖孽的事实。 这也不能怪李南, 提升修为的资源他又不缺, 其次就是感悟法则。 吸收了那么多的雷属性法则本源, 若还是不能突破的话, 那才是奇了怪。 如果不是这密境内存在缺陷, 他甚至想在这里突破之圣境。 来都来了, 那便去趟北明之地吧。 李南笑着说道, 去哪里都无所谓了, 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况且, 还有缘空等九人替他搜刮黑渊的资源, 这一趟让他大为满意, 得到了数不清的资源, 还有多位大地的传承。 北明之地。 这里靠近北海, 常年被冰川覆盖, 同样存在着许多机缘。 相较于黑渊, 藏龙山脉, 风暴雷海之地, 北明就显得冷清许多。 广袤的土地上, 看到的人类寥寥无几, 就连兽类都极少现身。 突然, 北明之地的上空飞过两道身影。 看他们身上的样子, 似乎遭受了一场大战, 全身都是血污, 衣衫蓝绿。 王藤小子, 你快将老夫放下, 自己逃命去吧。 胡元气喘吁吁, 声音有些微弱。 仔细一看, 胡元的胸口处有一道深深的口子, 都可以看到内脏。 胡老哥, 我不会放下你的, 要走一起走。 王藤同样气喘吁吁, 面色冰冷, 眼神深处闪过一道杀意。 也不知黄主等人如何了。 这时, 胡元突然出声说道, 王老殿, 如果接下来不敌那些人, 你尽管放下, 我走就是, 一定要活下去, 找到黄主, 为我报仇。 胡元眼神凛冽, 好好地寻找机缘, 也不知从哪出现一群人, 见到天南皇朝之人就杀。 他们自称是魏家之人, 见到人后, 也不说明缘由, 直接对着他们出手。 王藤与胡元都遭到了魏家之人的追杀, 然后两人碰到了一起, 便一同逃跑。 胡老哥, 这位家好像不一般, 有传言称, 他们是长河界十大超然势力之一, 是长河界的巨头, 俯瞰长河界的兴衰, 恐怕天南皇朝都不被他们放在眼里, 兴许是有人得罪他们了, 这才对着我等斩尽杀绝。 王藤想了想, 还是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说了出来, 面色有些复杂。 老弟, 胡斗。 胡元大声喝道, 然后又接着道, 老弟, 你我都是东周大陆之人, 对于皇主应该有所了解才是。 皇主统治大陆以来, 天地灵气在不断增加, 你我的修炼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可以说, 东周大陆之人都受到了皇主的恩惠。 魏家又如何? 超然势力, 长河界巨头又如何? 我天南皇朝就该低人一等吗? 就算现在实力比不上魏家, 但总有一天, 我相信在皇主的带领下, 天南皇朝定能将魏家斩落下马。 老弟, 你看着吧, 魏家嚣张不了多久, 你的心思我也明白, 无非就是想安身立命, 但老哥活不了多久, 这次机缘没有找到, 成圣无望, 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也别怪老哥啰嗦, 老哥只是希望, 你跟锦皇主的步伐, 能够更进一步。 以后老哥全下有知, 也有吹牛的资本, 说我老弟是圣镜, 甚至大地强者。 胡元苦口婆心, 他是真的希望王腾好, 二人算是一师一友的关系, 在这残酷的世界里尤为难得。 或许王腾看不明白, 因为他的人生阅历还不够。 但快到生命终点的胡元, 他可是看得很清楚, 非常明白李楠的潜力。 他虽不知魏家处在什么层次, 但不妨碍他做出选择, 很明显, 他更加相信天南皇朝, 相信李楠。 老哥, 王腾懂了。 听着胡元阵龙发聩的声音, 王腾面红耳赤。 换做任何一个人跟他说这些话, 他都不会有这般感受。 但这人是胡元, 是引他踏上修行路, 传他修炼法, 毫无保留教导他之人。 虽然没有任他这个弟子, 但在他心中, 胡老哥就是胡老师。 嗯…… 胡元点了点头, 心中松了口气。 老哥, 你快些疗伤吧, 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 王腾一脸担忧地说道, 无事, 你老哥没这么容易死。 胡元绷紧脸, 疼得面色苍白, 但还是咬牙说道。 第127章, 李楠现身。 快跑, 那魏家之人又杀过来了。 一位老者惊慌大喊, 在他周围, 还有十几位大能静的强者。 他们都是近来寻找突破圣境的机缘, 奈何机缘没有寻到, 反而遭到了魏家之人的追杀。 跑? 你们能跑哪去? 老者话音刚落, 他身后便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闻言, 老者面色一变, 数十道身影将他们围在中间。 快说, 罗写在哪里? 魏杰寒生问道, 眼神中净是不屑。 我等并不知晓。 老者小心翼翼地回道, 扑! 魏杰二话不说便将其斩杀。 不知道, 那留着你的性命有何用? 魏杰舔了舔嘴唇, 目中闪过血色, 接着道, 你们呢? 知道罗写在哪里吗? 剩下的十几人神色慌张, 他们乃知道罗写在哪, 进来后都没碰到过罗写。 回答人, 我等并不知道罗写在哪里, 进来秘境后都不曾见过罗写。 这时, 一位中年男人小心翼翼说道, 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 但魏杰带来的人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 再加上人数也不占优, 他们连拼死一战的想法都没有。 呵呵, 你们都不知道吗? 魏杰笑呵呵问道, 面色有些猙獰。 是啊, 大人, 我们都不知道, 求大人饶我等一命吧。 十几人慌慌张张, 开口求饶。 既然都不知道, 那都杀了吧。 魏杰轻蔑地看着眼前的众人, 眼睛里浮现出嗜血之色。 你会遭报应的, 皇主定会为我等报仇。 一人目露凶光, 狠狠说道, 还不出手。 魏杰冰冷道, 文言跟在他身后的人纷纷出手, 短短时间便将十几位大能净强者斩杀殆尽。 哼, 皇主? 放心吧, 我会让天南皇朝进阶覆灭, 让你们的皇主在地下与你们团聚。 魏杰冷声说道, 眼眸中浮现出一丝快感。 黑鱼鱼? 罗血, 罗沙还在外围寻找机缘, 或是斩杀黑魔。 他们并不知道, 魏杰重新带人杀回来了, 以罗血的性子, 恐怕也不会放在心上。 北明之地, 两道流光闪过, 正是李南与道谷二人。 突然, 两人停了下来。 李南眉头一皱, 刚刚神灵法身给他传了一道消息, 应该是出了什么变故? 神灵法身受天南皇朝的香火之力, 自然而然会接受到一些所求, 如果请愿强烈的话, 也能感受得到。 李南想了想, 他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天南皇朝出现了变故? 这也不太可能, 天南皇朝有诸天星斗大阵覆盖, 还有穷奇等四寿坐镇, 要发生变故的可能性非常小。 主上, 怎么了? 道谷有些纳闷, 难道出什么事了? 于是, 李南没有隐瞒, 将是说了一遍。 闻言, 道谷笑着说道, 主上, 这香火之力, 请愿的话, 想要跨越世界, 非常困难。 更别说你还能感受到, 除非请愿之人实力非凡, 或者在同一个世界。 说到这, 道谷不再言语, 反而用神识扫描秘境。 接着, 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主上, 有人在屠杀天南皇朝的人, 他们来自魏家。 道谷缓缓说道, 闻言, 李南面色一冷, 这倒是跟神灵法身的香火之力中的 所求对得上。 杀我天南皇朝之人, 杀朕的子民, 真是好胆。 李南面露杀意, 这个魏家, 恐怕又是来自其他世界。 不过, 既然屠杀他天南皇朝的子民, 就要接受他李南的怒火。 主上, 可要老朽将其抹杀。 道谷淡淡说道, 脸上挂着冷意。 对于他来说, 隔着这么点距离抹杀, 连圣经都不是的蝼蚁,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不便, 朕倒是想看看何人敢这么猖狂。 李南怒了, 原本大好的心情被怒火取代。 这还是头一次, 神灵法身接受的香火之力, 居然传来这么强烈的怨念。 快说, 罗血那杂毛去哪了? 魏杰恶狠狠地说道, 在他的前面, 是一个面容娇好的女子, 她没有丝毫怜香惜玉, 左右捏着那女子的下巴, 女子嘴角流着鲜血, 气息有些微弱。 罗血已经成了他的心魔, 一想到, 罗血的模样, 就气得咬牙切齿。 我不知罗, 血在哪? 女子声音微弱地说道, 然而, 女子话音刚落, 便被魏杰直接捏死。 不知道, 那就去死。 魏杰大声吼道, 然后恶狠狠看着前面的其他人。 这些人都是来自天南皇朝, 全是被魏杰抓过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逼出罗血, 然而, 罗血却一直没有出现。 这直接把魏杰惹毛了, 一言不合就开始杀人。 公子, 二爷吩咐过, 以寻找大地传承为主。 你看, 这时, 一人走上前小心翼翼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魏杰有些不耐烦, 但也没多说什么, 他可不敢违背他爹的话。 最后问你们一遍, 罗血到底在哪里? 如果不说的话, 你们都得死。 魏杰已经快要失去耐心, 如同一只发狂的狮子, 随时都可能责任而逝。 被困住的众人面露绝望之色, 别说他们不知道罗血在哪, 就算知道, 又能如何, 还不是要死在这些人手里。 哦? 你找罗血合适? 朕倒是知道他在哪。 忽然,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来人正视李南。 他强行忍住怒气, 笑呵呵问道。 嗯? 你知道罗血在哪? 快说。 文言, 魏杰回过头面露寒意, 大声问道。 被困住的众人文言, 纷纷朝李南看去, 有些不敢相信, 但事实摆在他们眼前。 皇主? 真的是皇主来了, 我们有救了。 拜见皇主! 拜见皇主! 被困住的众人面露喜色, 全都朝李南拜倒。 什么? 你就是那天南皇朝的皇主? 魏杰面色一惊, 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眼前之人, 但随即冷下脸。 露出猙獰之色, 杀意缓缓流出。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魏杰冷笑着看向李南, 他待会就要让李南看看得罪魏家的下场。 第128章 圣人之威 你为何要杀我天南皇朝的子民? 李南没有魏杰的态度, 面无表情问道。 哼! 魏杰见到李南这副模样, 心里很是不爽, 都落在他手里了, 还装什么装? 没错, 在魏杰看来, 李南已经是他手中带载的羔羊。 哼, 既然你是天南皇朝的皇主, 那本公子就告诉你, 也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罗血, 罗沙那两个家伙, 杀了我魏家十二位强者, 本公子还差点死在他们手上。 这么说, 你可明白。 魏杰依赴高高在上的模样, 看到李南后, 反而不急着解决天南皇朝的众人。 挣扎吧, 挣扎吧。 然而, 李南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 魏杰戏谑道, 眼眸近视快感, 仿佛下一刻李南就要跪倒在他面前。 跪吧, 跪吧, 我要让天南皇朝所有人都看看, 他们的皇主如条死狗一样跪在我面前, 看他们还敢不敢得罪我魏家。 魏杰似乎已经预想到了那个画面, 嘴角浮现得意的笑容。 皇主, 别听他的, 杀了他, 为我等报仇。 就是, 皇主我等死不足惜, 为我等报仇就好。 这时, 被困住的人群中有人大吼。 找死? 魏杰冷笑, 一位手下走出, 正想下杀手, 刀即将落下。 然而, 那名手下眉心突然出现一个血洞, 一命呜呼。 魏家之人大惊, 实在是那人死得太过蹊跷, 突然就一命呜呼。 而现场根本没有人动手的痕迹, 装神弄鬼, 给我杀了他们。 魏杰怒道, 是, 有两人走上前, 正想杀了刚才说话的人。 然而, 与先前一样, 正要动手时, 一命呜呼。 这次, 他们的头颅更是爆成血污, 死得不能再死。 什么人? 魏杰面色寒冷, 眼眸中有金句之色闪过。 如果那人要对他出手的话, 那他是不是也会一命呜呼? 想到这, 魏杰不寒而栗。 于是, 魏杰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掏出了准地法指。 这是他这次进来特意讨要的, 在他看来, 有了准地法指已经够用了。 恐怕他也想不到, 在这秘境之中会有大地的存在, 还是被李南收服的大地。 若是知晓的话, 恐怕就不会这般行事。 当然是朕的人, 你以为凭手中的准地法指就有用吗? 李南话语轻飘飘地, 不带一丝色彩。 但听到魏杰耳中, 却让他神色大变, 眼眸中慌乱之色一闪而过。 哈哈, 我可是魏家之人, 你敢杀我吗? 魏杰张狂大笑, 似乎忘记了罗血当时怎么对他出手的。 魏家之人又如何? 李南眼神带着冷意, 他此时拥有的力量, 想必不会输于一般的超然势力。 魏家想要动他, 就要做好两败俱伤, 甚至是灭亡的准备。 只要道谷等人恢复过来, 天南皇朝绝对是长河界最强的势力。 十位大帝巅峰的强者, 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 看到李南的眼神后, 魏杰眼中闪过一抹金句, 大吼道, 给我杀了他。 魏家众人文言, 纷纷朝李南杀来。 魏杰也没有犹豫, 直接祭出准地法指,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顿时出现。 只不过, 这气息刚出现, 就被抹平, 仿佛从未出现过。 出手之人, 正是在暗中的道谷。 李南从系统空间内拿出一柄剑, 上面泛着青色光滑, 正是之前牵到的圣街武器中的一把, 名曰青莲剑。 魏杰见自己祭出的准地法指, 就这么轻易被抹除。 眼中畏惧之色更具, 一股生死之威出现在他的心头。 他有感觉, 若是逃不掉, 定会死在此地。 那暗中之人, 竟然能翘无声息将准地法指抹除, 他已经无法想象暗中之人是什么存在。 至少圣境强者做不到。 想到这些, 魏杰脸色瞬间惨白, 身形颤抖起来。 出手吧, 若你能接阵一剑, 阵便饶你一命。 忽然, 李南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听到后, 他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李南显露出了修为, 正是大能镜巅峰。 而他也是大能镜巅峰, 要接李南一剑也不是不可能。 哼, 一剑开天门。 然而, 李南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考虑时间, 一来就施展出混沌剑体的神通。 如今, 李南已经是大能镜巅峰的修为, 又是以圣气青连剑施展, 威力可想而知。 一道巨大的青色光剑出现在苍穹, 似乎能将天刺破, 朝着魏杰斩去。 青色光剑上还闪烁着雷霆, 连带着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空间似乎不存在一样, 巨剑转瞬极致, 直接到了魏杰身前。 感受到这股威压, 魏杰摊坐在地, 一摊液体出现在地面上。 不, 你不是大能镜, 你是圣人镜。 不公平, 不公平。 魏杰发狂大吼。 而后, 巨剑在他惊恶的目光中朝他落下, 他整个人瞬间变成了积分。 似乎他就是个普通人一样, 连抵挡都做不到。 接着, 无穷剑气肆虐, 朝魏家之人杀去。 扑扑扑。 一个个的魏家之人倒地不起, 就此死亡。 不到半刻钟, 此地所有的魏家之人进阶陨落, 大地一片苍蝇。 圣人吗? 李南喃喃自语, 对于这一剑的威力他有预料, 但没想到这么强。 竟然直接有了圣人之威。 这一剑, 他还将雷之法则融入进去, 配合混沌剑体, 有圣人之威也说得过去。 拜见皇主, 多谢皇主救命之恩。 多谢皇主救命之恩。 众人纷纷朝李南拜谢道, 从他们的眼神中, 可以看到劫后余生的庆幸, 也能看到对李南的感激。 都起来吧, 你们都朕的子民, 庇护你等, 都是朕应该做的。 李南淡淡说道, 说到这, 李南画风一转, 诸位也看到了, 有的人可不管我们的生死, 站着背后势力强大, 就无法无天, 魏家, 如他们说的一样, 是长河界的巨头, 是十大超然势力之一。 但朕想说, 天南皇朝不具任何势力, 他们只要赶来, 朕拼死也要让他们伤筋动骨。 诸位, 还请好好修炼, 提高修为, 将来不认识邪魔入侵, 还是别的势力攻打我们, 都需要诸位的帮忙。 李南画音一落, 众人心中生起一股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他们仿佛对天南皇朝 有了归属感。 有的人按下决心, 要努力修炼, 有的人默默感激李南, 感激天南皇朝。 原本, 他们并没有这个观念, 以为天南皇朝 跟别的势力一样, 都是为了抢占修炼资源, 压榨底层的人。 但此刻, 他们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说之前举办天交大会, 赢得他们的赞美, 那么此刻则让他们彻底归心。 一个愿意庇护他们的势力, 就算他们没有什么价值, 也愿意庇护他们的势力, 怎么能不让他们感动? 第129章 赐语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东周大陆, 死亡沙漠秘境入口处。 不断有人从秘境内出来,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欢喜的人是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忧的人则是这一趟什么也没得到, 还差点将命留在了秘境。 老哥, 我们总算出来了。 王腾笑着开口, 陆念来了。 魏剑, 魏家所在。 魏行此时无比恼怒, 因为前往秘境的魏家之人全部陨落, 无意活口。 连他的儿子魏杰也陨落其中。 虽然魏杰在他眼中就是个顽固, 他也并不看重魏杰, 但魏杰始终是他儿子。 如今, 连带着他儿子在内, 前去秘境之人进阶与命。 甚至没有半点消息传来, 是谁杀了他儿子都不知道, 秘境入口也已经关闭。 如何不叫他恼怒? 父亲, 此事我觉得就是天南皇朝之人所为。 这时, 一位面容俊逸, 温和如雅模样的年轻人开口说道, 他们从一开始便斩杀我魏家之人, 杰弟侥幸逃得一命, 或许这次又是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将杰弟和我魏家之人斩杀。 说到这, 青年不再开口, 而是淡定地站在原地, 嘴角擒着笑。 他名魏锦, 同样是魏行的儿子, 在魏家嫡系这一带中排行第七。 杰弟, 魏兄早就劝你要收敛一点, 这下可好, 连命都没了。 不过, 作为你的大哥, 我会替你报仇的。 魏锦喃喃自语, 也没在意魏行的脸色。 行了, 小杰都陨落了, 你就别在这阴阳怪气。 魏行捧着脸说道, 对这两兄弟他也很无奈, 一个天赋实力高强, 却是为丫鬟所生, 说的正是魏锦。 因他天赋的缘故, 所以并没有什么狗血剧情, 魏锦的母亲因此母凭子贵, 说是一不登天也不为过。 一个是正是所生, 却不思进取, 修炼天赋也比不上魏锦。 种种原因, 魏杰与魏锦从小便不对付, 但魏锦却始终压魏杰一头。 毕竟, 在这个世界终究是要靠实力说话。 不过, 你说得对, 天南皇朝能斩杀他们第一次, 就能斩杀第二次。 你不是要给你弟弟报仇吗? 那就由你去调查天南皇朝, 查到后不要轻举妄动, 他们应该没那么简单。 魏行咒梅说道, 他有些心烦意乱, 这么多魏家子弟陨落在秘境, 还都是大能净强者, 他不好给家族交代。 不管是不是天南皇朝所为, 都只能当成天南皇朝所为。 唯有将天南皇朝找出来, 将其覆灭, 才能说得过去。 是, 魏锦丹弹应道, 而后便退了出去。 天南皇朝, 东周大陆。 魏锦走后, 魏行喃喃自语, 捏了捏额头,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东周大陆。 从遥远的虚空看去,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散发出点点星光。 这正是诸天星斗大阵覆盖后产生的效果, 若是强行攻伐的话, 便会受到诸天星斗大阵的反击。 这天, 遥远的虚空处,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一闪, 便到了东周大陆境前。 只需一步, 便可踏入东周大陆。 这人雍容华贵, 身着素色长裙, 看起来有些风尘仆仆, 面色有些激动, 眼神微微闪动, 正是入念。 他施法画出一面水镜, 仔细打扮了自己一番, 确定无碍后, 才一步踏入东周大陆。 南荒。 李南将本元丹赐于圆, 空等九人后, 便独自闭关。 这才有时间, 查看自己先前千道的东西。 除了真灵丹与本元丹这两样外, 还有二十件地气, 一百件圣器, 可谓是大大增加了天南皇朝的底蕴。 李南只是略微一看, 便没有管这些地气, 圣器, 做到心中有数便可。 主要还是要赐予手下的那些大帝, 圣境强者, 但也不能白白就赐予。 得按功劳换取, 李南喃喃自语, 想到这个他就头疼, 他真不适合管理。 还是交给老爹来吧。 接着, 李南又查看起千道的灵脉。 这次千道的灵脉, 数量之多, 简直不敢想象。 就连极品灵脉都有一千条, 这可都是修炼用的资源。 像极品灵脉, 只有少部分的大势力才能拥有一条, 一般而言都是上品灵脉。 而一些弱小的势力, 下品灵脉都没有, 只能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有了这些灵脉, 天南皇朝众人的修炼速度绝对会暴涨。 八十一颗星辰。 李南看着系统空间内, 那庞大无比的八十一颗星辰, 也是露出激动之色。 这八十一颗星辰, 跟一般的星辰可不同, 乃是通过炼化而成, 还可以组成阵法, 足以灭杀大地。 若是纳入朱天星斗大阵, 威力还会翻上一番, 就算半神镜来了也可以抵挡一二。 这下好了, 此前还要想办法牵引星辰, 现在直接就能使用。 说着, 李南便将八十一颗星辰连接朱天星斗大阵。 嗡嗡嗡嗡。 八十一颗星辰一闪, 便消失在眼前, 围绕着东周大陆与永元大陆在虚空中旋转起来。 两方大陆的压力增加了不少, 空间变得更加稳固。 感受到这般情况, 李南面色一喜, 没想到, 朱天星斗大阵还有这般功能。 阴阳二气。 李南有些惊愕, 这阴阳二气并非是一般的阴气或者阳气, 而是混沌初开, 诞生出的一缕阴气, 阳气。 童子哥, 你又要给我开挂了? 李南心中暗道。 就在李南准备练话时, 突然, 他整个人愣住了, 面容有些错愕, 眼眶顿时湿了。 老娘? 李南轻声呢喃, 接着,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景明与李小暖。 臭小子, 你说真的? 念念真的来了? 李景明直接冲了进来, 朝着李南大声问道, 双手抓住李南的肩膀, 神情十分激动。 老爹, 你别晃了, 我人都要晕了。 李南有些无语, 翻了个白眼。 还不等他说话, 李小暖也冲了进来, 急匆匆问道, 哥, 娘亲来了吗? 她在哪? 娘亲, 赞。 李南正要说, 然后一愣, 接着心中大为感动。 臭小子, 你别愣着呀, 还不快说? 李景明急声道, 看着李南忽然停住话语, 给他一巴掌的心思都有了。 就是, 哥你快说吧。 李小暖也急切道, 气鼓鼓的, 臭哥哥, 这时候还玩这一套, 你们跟我来吧。 李南苦笑道, 实在不是他不想说, 而是言语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 接着, 三人消失在了原地。 第131章, 重逢, 命运的齿轮。 东周大陆, 中周。 陆念立于虚空之中, 面色冰冷, 恐怖的气息弥漫天地, 虚空微微颤抖。 他并不知道, 李南已经归来的消息, 此时正想着给李南报仇。 不过, 他此时却有些纳闷, 他发现, 东周大陆跟以前不一样了。 灵气变得更加充裕, 法则也更加完整, 还有神秘的镇法笼罩整个大陆。 这也是他没有直接动手的原因, 虽然十分痛恨东周大陆的各大势力, 但也得了解清楚, 再出手。 你是何人? 忽然, 一道大鹤声传来, 一道人影出现在陆念前方不远处。 来人是弗罗, 他带着徒弟前来大罗建功拜访, 没想到感受到陆念的气息。 面对这股陌生的强横气息, 他不敢大意, 只好上前来询问。 你管我是谁? 陆念此时的心情并不好, 正想着怎么给李南报仇, 冷声回道。 你不是东周大陆之人? 弗罗面色凝重, 看着陆念, 陆念身上的气息比他还要强横, 如果有什么坏心思, 将会极难对付。 关你屁事! 陆念冷声道, 丝毫没有给弗罗这位准地面子。 阁下, 如果你不交代清楚, 恐怕没那么容易离去。 见陆念要走, 弗罗宁众说道, 就算不敌, 他也要拖住陆念, 相信天南皇朝的大帝很快就能赶到。 哼! 陆念正愁有气没处撒, 直接朝附罗宫去。 四四冰寒之力朝虚空蔓延, 似乎要将空间冻结。 除此之外, 陆念并没有施展其他手段, 手脚并用, 直接往弗罗脸上招呼, 一拳一脚将弗罗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实在是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 陆念的修为已经恢复到准地巅峰, 而弗罗的修为不过刚刚突破至准地三重。 死! 弗罗倒吸一口气, 这娘们的实力怎么这么变态? 问你个事? 陆念冷声道, 碰! 又是一拳砸在弗罗的脸上,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说不说? 陆念冷声道, 然后一脚踢在弗罗的胸口, 弗罗直接将远处的大山撞出一个口子。 二人的打斗, 很快便被人注意到, 但两人的气息过于可怕, 也没人敢上前观看。 袁大罗建宫的公主, 此时正瑟瑟发抖, 她不过大盛进巅峰, 想帮忙也帮不了。 你倒是问啊, 你不问我, 乃知道你说什么? 弗罗憋屈的声音响起, 此时的弗罗鼻青脸肿, 哪还有丝毫准地的风范? 你可知道, 哪些势力欺负过李楠? 陆念还想出手, 听到弗罗的话后, 身形一顿, 有些尴尬。 转而冰冷地看向弗罗, 越看越觉得, 弗罗不像好人, 神色逐渐不善。 李楠? 弗罗一时没有想起来。 嗯? 陆念冰冷盯着弗罗, 弗罗被盯得心里直发毛。 别动手,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见陆念又要动手, 弗罗终于想起了李楠是谁, 这不正是他们的皇主吗? 你找皇主做什么? 弗罗神色戒备地问道, 心中有些着急, 这女人好像来者不善, 当然是给我儿子报仇, 不然我来做什么? 等等。 陆念冷冷说道, 话说到一半才回过神来, 转而问道, 你说皇主? 你是天南皇朝之人? 是啊, 不然呢? 弗罗应道, 就这么看着陆念, 打又打不过, 直接开摆。 您真是皇主的母亲。 弗罗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刚刚可是听到陆念说为儿子报仇。 嗯? 陆念点了点头, 还想问些什么? 突然, 面前空间一闪, 三道人影赫然出现, 正是李南三人。 念念! 李锦鸣率先开口喊道, 声音有些颤抖。 锦鸣, 陆念轻声唤了声, 而后朝李南与李小暖看去。 小南, 小暖。 娘亲! 李南和李小暖纷纷喊道, 李小暖直接扑进了陆念的怀里。 一旁的弗罗此时有些纳闷, 心里有些苦涩, 这一顿打白癌了。 男慌? 娘亲, 你这些年都去哪了? 李南好奇地问道, 虽然早就知道老娘不一般, 但真看到时还是有些惊讶。 她的娘亲竟然是准地修为, 好像还是受了伤没恢复过来。 男儿, 想必你也有猜测, 魏娘正是陆家之人, 是陆家家主的长姐。 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受了道伤, 时日无多。 魏娘不想, 你们看到我那副样子。 后来, 无双那孩子带来了你给的丹药, 魏娘这才恢复过来。 陆念宠溺地看着李南, 对于李南, 她总觉得亏欠太多。 特别是上次李南独自面对东周各大势力围杀时, 他们陆家竟然无动于衷, 只是拦住了大地。 若是知道是李南的话, 恐怕陆家绝不会看着李南落入这般险地。 娘亲, 你受伤还没恢复过来? 李南问道, 无妨, 有了你的丹药。 魏娘完全恢复, 只是时间问题。 陆念笑着说道, 她也没说假话, 只要再闭关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 李南虽然也知道陆念的情况, 但总归是要恢复了才放心。 娘亲, 这是天命丹。 接着, 李南又拿出了天命丹等丹药, 说明了其效果。 陆念听着是一愣一愣的, 不过他也没多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 哪儿? 陆念刚想说话, 便被李南打断, 李南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 娘亲, 这丹药我不缺, 你安心服用便是。 李南笑着道, 接下来, 李南与陆念聊了一会后, 便离开了。 老爹的眼神已经望眼欲穿, 他怕再不离开, 老爹会找个理由揍他。 真没想到啊, 娘亲既然真是陆家的人, 还是陆家家主的长姐。 这么说的话, 陆家家主就是我舅舅, 那我的背景好像还蛮大的, 就算没有系统, 也能在长河界横着走。 那魏家是吧, 真不知道, 魏家之人知道, 我是陆家家主的外甥后, 会是什么表情。 真是人生无常, 系统激活的那天后, 似乎我的命运齿轮就开始转动, 多亏了无双表哥, 不然老娘可能就陨落了。 李南喃喃自语, 现在一身轻松。 此前还在想, 若是没有得到系统, 那他凭借先天道体, 肯定会被清玄上的重点培养, 从而送去清玄帝国, 成为一代天骄。 后来, 说不定也能接触到陆家, 但能不能搭上陆家的关系, 就不一定了。 因为没有系统在的话, 他的娘亲平静的日子, 接下来的日子, 倒显得平静不少。 李锦鸣与陆念过上了二人世界, 李南也没去打扰他们, 皇朝的事情, 暂时交给了稻谷去办, 这对于稻谷来说, 再简单不过。 原, 空等九位大帝还在炼化本元丹, 身上的气息逐渐朝龙族靠拢,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就能重新化为龙族。 随着李南在秘境内拯救众人的事情传出, 有的说书人还说上一说, 使得李南的威望更甚。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归心, 慢慢承认自己是天南皇朝的一份子。 雷州某处, 一位身着黑袍的青年, 面色有些复杂。 皇主, 又有些无奈。 南南道, 难怪赶那般喊价, 也要将石珠弄到手, 肯定跟我一样发现, 那是一只神童。 此人正是当初李南斩杀前谷承重人时, 躲在暗中的人影。 唉, 看来我与他没有缘分。 黑袍青年重重叹了口气, 这段时日, 他一直想将那枚石珠子拿回来。 结果, 在今日才知道, 当初拍走石珠子的, 竟然是当今皇主, 整个人瞬间就梦了。 哼, 看我不展现天赋, 一定要多拿你, 有点资源。 黑袍青年恶狠狠道, 他名木羔羊, 也是少有人知晓的天骄。 当初若不是李南, 或许这破旺神童真会落, 在他手里。 言罢, 似乎发泄够了, 木羔羊转身朝南荒走去, 去的方向赫然是天南书院总院。 然而, 木羔羊走到半路, 却碰到了一位女子。 这女子身材高挑, 面容娇好, 煞是好看, 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眼睛。 穿着一袭素裙, 长发披肩, 一平一簇, 净显魅力。 紧紧对视的刹那, 木羔羊便被这女子吸引了, 她心跳加速, 瞬间红了脸。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贺琴。 贺琴此时的心情并不美好, 龚玉乔自从去了天南书院后, 她再也没有看到龚玉乔的身影。 似乎龚玉乔在故意躲着她一样, 她这些天一直在找寻龚玉乔, 结果连龚玉乔的影子都看不到。 去天南书院问, 也没有确定的消息, 让她有些抓狂。 看什么看, 信不信老娘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贺琴面色冰冷, 狠狠说道, 抱歉, 姑娘, 我是故意的, 不不不, 我不是故意的。 木羔羊有些紧张, 慌张说道, 只不过她的眼睛还在盯着贺琴看。 那你还看, 贺琴翻了个白眼。 不好意思, 姑娘, 木羔羊低着头, 有些不敢说话。 哼, 你去哪儿? 贺琴也没抓着她不放, 毕竟她知道自己的魅力, 见木羔羊不一般, 故此多问了一句。 我去天南学院。 木羔羊, 想也没想, 直接说道。 哦, 贺琴淡淡应了声, 并无其他的反应。 气氛一下, 有些尴尬。 姑娘, 是打翻去哪儿? 木羔羊, 轻声问道, 若不是贺琴修为高, 还真听不到木羔羊说什么。 跟你一样, 去天南学院。 贺琴想了想, 开口说道, 反正暂时找不到公寓桥那家伙, 不如去天南学院看看, 她对天南学院也很是好奇。 太好了, 姑娘, 那我们同行吧。 木羔羊兴奋道, 手舞足蹈。 对了, 在下木羔羊, 不知姑娘怎么称呼。 木羔羊小心翼翼地问道, 姓贺。 贺琴淡淡撇了木羔羊一眼, 嘴里缓缓吐出两个字。 贺姑娘, 你是哪里人啊? 贺姑娘, 你修为怎么样? 我可以教你的哦。 贺姑娘, 我跟你说。 一路上, 木羔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尽管贺琴有些不厌其烦, 但木羔羊依旧乐此不疲地说着。 这天, 红文老摩带着陆远, 陆腾回到了东周大陆。 在知道陆念来到东周大陆后, 红文老摩几人也是松了口气。 陆远看到李南后, 激动地拉着李南说了一天的话。 李南也被陆远的热情弄得有些不适应, 但陆远是自己的舅舅, 他也不好拒绝。 小南, 要是我家那兔崽子, 有你这么优秀就好了。 那小子整天不思进去, 实力又差劲, 又不听话。 陆远叽叽喳喳地说着, 丝毫没有顾及身后陆腾的感受。 李南有些尴尬, 这么说他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竟然有一天会成为别人口中, 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陆腾的眼神有些优越, 似乎在说, 这就是他亲爹。 时间总在不经意间流逝。 原, 空等九人成功炼化了本元丹, 他们又恢复了龙身, 不再是一副白骨的模样。 实力更进一步, 修为都恢复到了玄境大地。 同时, 罗雪、 罗沙成功迈入圣境, 成为一位圣人强者。 恰好, 陆念来跟李南告别, 说是邪魔一族还在不断折腾, 得回青云、 世界闭关, 恢复修为, 以及应对邪魔一族。 杨青, 这是冰破珠, 乃是顶级地气, 想必对您有所帮助。 李南拿出一颗乳白, 犯着寒义的珠子, 将它递给了陆念。 这是三年牵纳二十件地气中的一件, 刚好适合陆念。 这样一来, 陆念的安全也能得到极大的保障。 一件顶级地气可不是开玩笑的。 陆念没有拒绝, 直接收了下来。 他对自己的儿子很了解, 他不接受的话, 恐怕不行。 虽然不知道这地气是怎么来的, 但看李南的样子, 丝毫没有心疼之色, 就知道李南身上还有地气在, 并且不止一件, 不然绝不是这般神色。 因此, 陆念拿得没有顾虑, 很是欣慰。 念念,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李锦鸣眼巴巴看着陆念, 有些不舍。 老爹, 你实力强大了自然可以去找娘亲, 只是你这大能静的修为, 貌似不太够用, 也不知当时娘亲怎么看上你的。 要知道, 娘亲可是为大帝。 李小暖也遇到, 尽情地嘲笑李锦鸣。 你还说呢, 你自己的修为不过动天境, 还不去好好修炼。 陆念突然严肃地对李小暖说道, 不过片刻, 便被李小暖撒娇的眼神打败了。 锦鸣, 小暖说得有道理, 虽然我并不要求你实力有多强大, 但有一天儿子需要帮助, 你总不能上去拖后腿吧。 陆念柔声说道, 若是放在以往, 他也并不会在意李锦鸣的实力如何。 但如今, 李南必定会一飞冲天, 期间定会面临种种困难, 甚至是生死危机。 作为父母, 他们定不会袖手旁观。 况且, 邪魔一族入侵更加频繁, 唯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走得更远。 第133章, 儿子长大了, 十方世界。 李锦鸣重重点了点头, 给了陆念一个放心的表情。 陆念见状也没有多留, 直接消失在眼前。 自从知道陆念是大地后, 李锦鸣心中便有了种急迫感。 而且, 陆念还是长河界陆家之人, 或许放在以前他没有听说过, 但前些天跟陆远聊天的时候, 也慢慢对陆家有所了解。 陆家就是巨无霸般的存在, 好在自己有儿子在。 按李南的话说, 就是不须陆家, 陆家有没有他们, 强还不一定。 这句话, 给了李锦鸣一定的底气, 不至于有什么负担。 再加上陆远对他的态度,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因为陆远对他的态度, 实在太好了, 让他受宠若惊。 须知, 他在陆家眼中, 就是蝼蚁般的存在。 陆远却对他这么客气, 他也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只当是李南的面子。 同样, 他也想不通陆远为什么会看上他, 这不符合情理。 况且, 他李某人有自知之明。 但问陆远, 陆远总是三间齐口, 让他感觉怪怪的。 难道我还有什么特殊身份? 李锦鸣喃喃自语。 老爹, 你在说什么? 李南突然问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李锦鸣有些尴尬, 想得太入神了, 都忘记还有李南等人在。 老爹, 娘亲刚才他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你儿子很强大, 不需要你过多的担心,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修炼顺其自然就好, 儿子也照得住你。 不过, 小暖, 你是该好好修炼, 小暖。 李南缓缓说道, 他并不想给老爹什么压力, 同样不想给李小暖压力。 话还没说完, 李小暖做了个鬼脸, 就跑开了。 臭小子,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看好天南皇朝。 李锦鸣笑着说道, 心里有些复杂。 儿子长大了呀。 李南回到住处不久, 魔九便来了。 皇主, 消息都打探清楚了, 距离最近的十个世界, 分别是清玄界, 大风界, 真阳界, 云天大陆, 金云世界, 天水大陆, 蛮界, 白云大陆, 山海界, 灵界。 魔九缓缓说道, 见李南没什么反应, 又接着道, 其中清玄界, 是原先清玄圣地背后的势力, 是清玄帝朝所在。 不过, 同样属于清玄帝朝的清玄书院, 当初并没有参与维沙宁, 而是选择退出了东周大陆。 说到这, 魔九停顿下来。 李南还在南荒时, 虽然就将清玄圣地覆灭了, 但对于这些手下来说, 可以轻松得知, 李南又没封锁消息。 而他们身为李南的人, 自然要打听一下, 跟李南相关的事情。 与其他世界一样便可。 李南沉吟片刻, 淡淡说道。 说到底, 他将清玄圣地覆灭后, 仇恨已经解了。 如果清玄帝朝要报仇的话, 他也不拒。 皇主, 还有就是山海界比较特殊, 分为山界和海界, 其实他们是两方世界, 不知什么原因融合在一起, 不过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分开一定距离, 后面又合在一起。 魔九接着道, 从眼神中可以看出来, 他对山海界也充满好奇。 那其他的呢? 李南问道。 其他的世界都比较正常, 没什么特殊。 魔九缓缓道。 嗯, 朕知晓了, 你先下去吧。 李南诞声道。 魔九离去后, 李南喃喃自语, 不知在想些什么。 从秘境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要突破圣人似乎差了点什么, 为何在秘境的时候没有察觉到。 李南皱着眉头, 有些不解。 罗雪, 罗沙都已经突破至圣境, 那他为什么还感觉差了点什么? 这不应该啊。 童子哥, 你可知原因。 李南只好问系统。 宿主, 罗雪, 罗沙二人乃是修罗族, 每个种族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突破至圣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本系统建议宿主多出去走走, 体悟红尘。 系统的声音到这, 戛然而止。 是我的心境不圆满吗? 李南喃喃自语, 隐约明白了什么? 山海见。 三个月后, 原, 空等九人基本稳固了修为, 对于天南皇朝也都了解清楚。 这天, 李南换来众人议事。 拜见皇主, 拜见主上。 众人先是朝李南行礼, 嗯, 无需多礼。 李南对此表示无奈, 他本就不喜欢这么繁文入节, 但又不得不受着。 诸位, 想必你们也清楚了长河界的情况, 外有邪魔虎视眈眈, 内则各大势力把控资源, 天骄凋零。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 总有一天长河界会被邪魔占据。 今日喊你们过来, 想必诸位心里都有数。 即日起, 我天南皇朝将对外进行征服, 原则是以收服为主。 如果遇到投靠邪魔的, 一律斩杀, 拒不臣服的, 可以放他们离开。 如果闹事, 则不必留守。 这次的征服目标, 一共有十方世界, 分别是青悬界, 大风界, 真阳界, 云天大陆, 金云世界, 天水大陆, 蛮界, 白云大陆, 山海界, 灵界。 其中, 山海界镇亲自取, 其余九大世界你们各自商量, 或许, 镇在山海界的时间比较长, 但不用多管。 成功征服世界后, 可引动诸天星斗大阵进行覆盖。 李南缓缓说道, 将想到的事情都吩咐了下去。 是, 众人齐声应道。 接下来, 众人各自商量了自己的去处。 每个世界都有一位大帝在背后, 确保此行的顺利。 同时, 李南听取了众人的建议, 将此事传遍天南皇朝。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征服大战, 可以凭借功劳换取资源宝物。 消息一出, 不出意外, 天南皇朝一片喧哗, 同时想应者云集。 那些缺少刺, 山海剑, 劫匪头子, 南荒, 天南书院总院。 这里是其中的一个聚集地, 此时正有许多强者朝着赶来, 他们都是为了参与这次征服之战。 三天后, 这里已经人满为患,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影。 老哥, 这人也太多了, 你说会以什么方式带我们前去? 人群中, 王滕跟胡渊说着话, 眼前的场景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虽然早就知道会有很多人前往, 但未免也太多了。 据他所知, 东周大陆有五大聚集地, 永园大陆有四大聚集地, 而这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泽泽, 确实太多人了, 立功哪有那么容易, 等着看吧, 应该就要启程了。 胡渊皱眉道, 没有多说, 看这样子就两天就要出发。 快看, 好大的非洲。 忽然, 人群中有人激动大喊。 老弟看吧, 估计就是乘坐着非洲前去。 胡渊闻言看去, 然后笑呵呵道。 王腾无奈一笑, 这倒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肃静! 忽然,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 将所有人的声音都给压了下去。 众人闻言,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气息后, 纷纷闭上嘴巴, 不再发出半点声音。 煞时间, 现场落针可闻, 无比安静。 诸位, 即刻开始登非洲, 稍后就出发。 红文老魔缓缓说道, 他负责带领南荒聚集地的人前往灵界, 大帝则是为他们保驾护航, 关键时候才会出手。 负责灵界的大帝是空, 名义上是红文老魔负责这一切, 暗中则是空盯着。 除了高层外, 没人知道此行还有大帝的存在。 红文老魔话音刚落, 众人就开始有条不紊朝非洲飞去。 人数虽然多, 但有他这位准帝看着, 倒也没有出什么乱子, 一切都在正常进行着。 其余八大聚集地也是一样, 基本都开始登非洲, 按照既定的计划发展。 道古,这次还需你送阵前去山海界。 李南笑着开口, 心早已飞到了山海界。 是,这是老朽应该做的。 道古同样笑着说道, 这次他虽然没有什么任务, 也不用去参与征服大战, 但要在山海界听从李南的召唤。 李南要亲自去山海界,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突破圣人。 这三个月他虽有去体悟红尘, 但效果不大, 这才生出了前往山海界的心思。 他还是太年轻了, 精力过少。 没想到要成为圣人, 还有心境上的考验。 李南摇头苦笑, 道古,我们走吧。 李南呼出一口气, 不再多想。 哇哦。 道古手一挥, 两人便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处于无垠虚空。 李南饶有兴致, 看着眼前的一切, 虚空无比黑暗, 甚至看不到光亮。 有的地方还充斥恐怖的能量, 能轻易撕裂圣人的身体。 主上, 虚空中同样便不危险, 有的地方甚至能困住大地, 老朽那个时代, 还有虚空生物的存在, 它们的目的就是毁灭。 不过在这里, 却没有虚空生物的气息, 倒是奇怪。 道古跟李南介绍着虚空相关的信息, 一时有些感慨。 哦? 虚空生物是什么存在? 李南有些惊讶, 又是一种没见过的物种吗? 虚空生物不单是一种族群, 而是一个泛指。 虚空生物依托虚空存在, 它们会毁灭看到的一切。 如果主上看到的话, 自然会明白。 道古一时也没想到, 有什么形容词, 似乎就是毁灭的代言。 嗯? 李南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还是别看到了, 现在的邪魔一族就足够烦恼, 若是虚空生物出现的话, 就该轮到它头疼了。 时间缓缓流逝, 二人一直在赶路, 倒也没觉得过得有多快。 直到回过神来时, 时间已经过了半年。 终于, 前方出现了一个世界的轮廓。 从远处看去, 好像是两个世界合在了一起, 一个八字形的世界浮现在眼前, 正是山海界。 终于快到了, 看来运气比较好, 现在山界与海界还未分开。 李南笑着说道, 脸上有喜色浮现, 这些天赶路可把他累得够呛, 这还是道古带着他走。 主上, 是落在山界还是海界? 道古问道, 山界吧。 李南想了想, 说道, 莫过多久, 二人便到了山海界的上空, 道古将李南放下后, 因李南的要求消失不见。 去哪好呢? 李南喃喃自语, 感受着山海界的气息, 似乎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李南摇头一笑, 自己本来就不是山海界之人, 何来格格不入一说? 应该说, 本该如此。 咦? 这下方好像是个凡人王朝。 李南来了兴致, 静直落在了城外的树林内, 便打算大摇大摆, 朝城中走去。 忽然, 李南眉头一掀, 有些错愕。 画本小说中的英雄就美情节, 竟然让我碰到了。 李南不远处, 一伙劫匪绑着一个少女, 正出言威胁恐吓。 少女十七八岁的模样, 生得一副好皮囊, 看起来端庄秀丽, 似乎是大家闺秀。 此时柔弱的样子, 简直我见犹怜。 哦, 少女被劫匪捂出了嘴, 想喊救命, 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喊什么喊? 别喊了, 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这时, 一个劫匪不耐烦道, 还拿出刀子, 笔划了一下, 那少女被吓得不敢说话。 是吗? 李南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耳中。 谁? 刚才的劫匪大喊, 被吓了一跳, 然后朝四周看去 却没有看到李南的身影 哼 我已经报关了 你们若是不想死 就赶紧逃吧 李南在暗处笑呵呵道 是谁 别装神弄鬼 有本事救出来 看你爷爷削不削你 一个手持大刀的劫匪贺道 他是这伙劫匪的老大 也就是所谓的劫匪头子 你们不怕官差抓你们吗 李南如了劫匪头子的意 既然劫匪头子让他站出来 那他就站出来好了 主要是他想看看 劫匪头子怎么削他 小子 老子劝你别多管闲事 否则要了你的命 劫匪头子面目争鸣道 配合他身上的伤疤 还真有几分吓人的模样 你们不怕官差 李南没有理会 劫匪头子话 继续问道 哼 在这个小地方 官差也不敢跟老子作对 劫匪头子嚣张道 眼神颇为得意 李南站出来后 他已经毫无顾忌 然后朝身边的几人 眼神示意了一下 第135章 李大侠 你们想干什么 李南假装慌乱 后退几步 想干什么 你说呢 两个瘦小的劫匪 脾里脾气地冷笑道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别过来啊 你们再过来 我就不客气了 李南大声说道 装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喂 快逃啊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忽然 被绑住的少女 竟然正拖出来 大叫出声 哟 小娘皮 你还真有两下子 这都能挣脱出来 劫匪头子冷笑道 而后招呼劫匪围了过来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解决那小子 这时 劫匪头子又对着李南前面的两人喝道 文言 这两人捏了捏手腕 不怀好意地对着李南冷笑 然而 他们离李南还有两不远 还未近身 李南一个剑步冲上前 踢飞一个 又顺手将另一个打倒在地 这两人躺在地上哀嚎不已 似乎骨头断裂了 好小子 没想到你也有两下子 给我上 听到动静的劫匪头子 转身一看 顿时一惊 然后招呼手下 朝李南围来 暂时放弃了对那个少女出手 李南似乎有些凝重 面色紧张地 盯着围上来的人 算了 不装了 真累 李南伸了个懒腰 然后直接冲了上去 不过片刻时间 便将所有劫匪打倒在地 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 劫匪头子大声求饶 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不清楚状况的人 还会以为是李南欺负了他 喂 怎么现在求饶了 李南饶有兴致地问道 大侠 是小的有眼无珠 您就把小的当一个屁放了吧 我们一众兄弟都不容易 就是为了口吃的 劫匪头子连连求饶 模样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那你得问他 李南画风一转 朝着那少女说道 姑奶奶 您就饶了我们吧 下次再也不敢了 劫匪头子 又转头对着少女求饶 少女眼中闪过不忍之色 出声说道 大侠 要不放了他们吧 为何 李南有些不解 这些劫匪 都绑了眼前的少女 刚才还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大侠 你有所不知 现在兵荒马乱 他们出来做劫匪 也是逼不得已 你看他们这副模样 也不像杀过人的样子 他们绑位不过 为了点吃的 少女慢慢到来 也有几分道理 正如少女所说 乱的是这世道 人都是迫不得已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愿意做这要命的营上 李南案自运 转大因果树 查看这一伙 普通人的因果 再简单不过 果然如少女所说 这伙人身上 竟都没有沾染人命 见此 他便有了决定 还不快滚 李南冷声说道 多谢大侠 多谢大侠 见李南要放他们走 纷纷感激道 大侠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这时 少女恭恭敬敬 行了一礼 对李南表示感谢 不用客气 你刚刚也说了 他们也就是为了吃口饭 不见得能害你幸免 李南一脸淡然道 大侠 我名下嫣然 敢问大侠 如何称呼 夏嫣然笑了笑 如盛开的花朵 美艳动人 你叫我李大侠就好 李南笑着道 他突然觉得 大侠这个称呼还不错 啊 李大侠 我看你的样子 不像是本地人 是外来的吗 夏嫣然翻了个白眼 不过明显对李南有些好奇 于是接着问道 是啊 如你所说 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李南一正 不过还是如实道 对于夏嫣然来说 东周大陆 是他轻一世之力 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李南忽然想起 这个世界 也是有凡人的 而他们修炼之人 对于凡人来说 就如同高高在上的天神 拥有半山倒海的力量 可轻易抹杀凡人 只不过 在天南皇朝 李南传下了运绝 使得凡人 也拥有了力量 只是他们的寿命 依然有限 遥远的地方 有多遥远 我能去看看吗 夏嫣然看着李南的眼睛 认真地问道 很遥远 特别特别遥远 李南有些愣神 不知该怎么回答 夏嫣然的问题 他能去看看吗 这个问题 似乎有魔力一般 让他不知如何回答 他一个凡人 又怎么跨越无垠虚空 前往东周大陆 就算天南皇朝 统这山 离开 一个小院子内 李南有些错愕 夏威与夏嫣然的对话 被他一字不落 听到了耳中 正想着该怎么办时 夏威突然过来了 李大侠 恕老夫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夏威和颜悦色道 伯父客气了 请坐 李南起身相迎 淡淡一笑 不以为意 李大侠 在寒舍 可还住得习惯 夏威也没客气 直接坐了下去 笑眯眯问道 这些天 多谢伯父的款贷 在下 在这住得很是孰心 伯父来此 可有要事 如有需要在下的 尽管开口 李南笑着道 先是感谢一番 然后话风一转 询问夏威 来此的缘由 不瞒你说 老夫来这里 还真有事 想询问小友一二 夏威面不改色 笑眯眯道 伯父请说 李南摆出一个 请的首饰 然后倒了一杯茶 递给夏威 小友可有气欠 夏威问道 眼睛紧紧盯着李南 没有 李南摇了摇头 心中叹息 该来的还是来了 没有被老爹 老娘催婚 没想到 来到这山海界 竟被一个凡人问询 真是世事无常 看来要早些离开了 小友可有婚配 夏威继续问 不曾婚配 李南再次摇了摇头 伯父 在下 暂时没有考虑过婚姻大事 况且 人生路还长 要去的地方还很远 不等夏威继续提问 李南便接着说道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闻言 夏威哪能不明白 李南这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然后婉拒了 小友说的是 大丈夫 生于天地间 当有鸿湖之志 我看小友 绝非凡人 将来定会有一番成就 夏威也不勉强 人家已经婉拒 再纠缠 就不礼貌了 多谢伯父 李南拱了拱手 小友 你先忙 老夫就告辞了 还有事情要忙 外面兵荒马乱的 小友不妨 在这多住些时日 夏威起身说道 话语中 还是表达了挽留之意 他也看得出来 李南这是打算离开夏府 只不过外面兵荒马乱 让他有些不放心 多谢伯父的好意 李南再次感谢道 没有拒绝 也没有答应 夏威见状 便知李南心意已决 便不多说 离开了这处小院 丫头 不是爹不帮你 实在是无能为力 夏威心中暗暗叹息 夏威离开后 李南有些沉默 暗自观察了 夏嫣然一回 便消失在院中 不见踪影 李大哥 李大哥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李南离开半天后 院外突然传来了 夏嫣然的声音 李大哥 见久久没有人回应 夏嫣然 直接推开了院门 走了进来 却发现院中没有人影 只有两只蜻蜓 在嬉戏飞舞 院中 石桌上的茶 早已冷却 茶杯未冻 还在桌上 只是石凳上的青年 不见了人影 李大哥 夏嫣然突然感觉 心中空落落的 他知道这是李南离去了 碰 他手中提的篮子 掉落在地 菜肴瓜果 我洒落一地 李大哥 这是你留给我的吗 石桌上 除了茶水外 还有一柄 三尺长剑 静静躺在那 这是李南 当初使用的泰旋剑 这柄剑 只是天接 对于现在 他来说已经没有用处 甚至承受不住 他的力量 于是 李南将其留下 这凡人世界 兵荒马乱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打到凌晨来 这也算是李南 给夏嫣然的 护身手段 就当是萍水相逢的赠礼 夏嫣然拿起泰旋剑 细细打量 头发 随风飘在了剑刃上 却直接断裂 泰旋剑 夏嫣然喃喃自语 目中亮起了 不一样的光芒 而后 回到住处 拿起纸笔 写了一封告别信 悄悄离开了下府 不见踪迹 李南到达山海界时 天南皇朝 征服世界的队伍 快的已经到目的地了 慢的 则还在路上 其中 魔九带领的队伍 已经到了清玄界 用不了多久 就会发起战争 若是能直接收服 固然好 但往往不做过一场 他们就认识不到差距 不会想着臣服 当然 这方世界 已经被清玄帝朝统一 我们只需 拿下清玄帝朝便可 虚空之上 魔九对着陆宫进道 那便派人去传个话吧 若是臣服 也免得本座动手 陆淡淡道 眼中闪过不屑之色 清玄帝朝的大帝 他并不放在眼里 更别说 他现在已经恢复龙族本源 修为也恢复到 玄境大帝 是 魔九应道 然后退了出去 清玄帝朝 帝城 为了给清玄帝朝面子 魔九亲自前来 虽然清玄帝朝的下属势力 曾侵犯过天南皇朝 得罪过皇主 但皇主同样说过 跟其他世界一样 处理便可 对于一个拥有 大帝强者的势力 魔九自然不会小看 若是兵不血刃 拿下最好 如果要做过一场 他也不拒 放肆 帝城上空 不许飞行 给我拿下 就在魔九还在思考 怎么最小损失 拿下清玄帝朝时 下方居然传来爆合声 将他的思绪打断 而后 便看到二十多位身着银白战甲 手持长歌的将士 朝他冲来 哼 这些将士 还未近身 便被魔九一声冷哼 以更快的速度 倒卷回去 狠狠砸在地上 此时 魔九准帝四重的气息 毫无保留地释放 如同天神下凡 准帝的强大威压 更是压得下方众人 抬不起头来 阁下 还请收手 这里是我清玄帝朝 阁下这般形势 未免太过霸道 难道是不将我清玄帝朝 放在眼里吗 忽然 一道声音 自地宫中传了出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道 立在魔九不远处的身影 见状 魔九便收起了气息 刚才强大的威压 似乎没有出现过 阁下 你是何人 来我清玄帝朝有何事 来人一身灰色长袍 同样是一位准帝 见魔九是位准帝强者 气息也不弱 他并没有选择出手 而是耐心问道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 无名魔九 来这只为收服你清玄帝朝 拿下清玄剑 魔九没有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第137章 陈服 魔九话音落下后 天地间一阵安静 诡异至极 不论是挥袍准帝 还是清玄帝朝诸多强者 都不可思议 看着魔九 大脑似乎停止了运转 他刚刚在说什么 所有人心中 都浮现这么一个问题 他怎么敢的 放肆 挥袍准帝面目猙獰 怒气冲天 如同一个炸弹 直接被魔九的话引爆了 一身威压 毫不保留地释放 风云倒卷 空间颤抖 二话不说 出手就是杀招 朝魔九杀去 轰隆隆 二人交战 如同雷声乍响 方圆万里 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空间破碎 山崩地裂 原来你也是准帝四重 魔九轻笑道 他原先看不透 这挥袍准帝的修为 面色还有些凝重 随着挥袍准帝的出手 他立马洞悉了 挥袍准帝的修为 让他悬着的心 放了下去 魔灵 魔九低声喝道 一具万丈大小的 巨魔虚影 出现在他身后 仿佛要将这天地撑破 撕碎 巨魔虚影抬起手掌 就朝挥袍准帝拍去 速度看似很慢 结果一瞬间 便到了挥袍准帝的头顶 哼 挥袍准帝冷哼一声 毫不畏惧 迎着巨魔手掌 冲天而上 一座小塔 自挥袍准帝的手中出现 朝着巨魔手掌撞去 轰隆隆 巨魔手掌崩溃开来 小塔也倒退回 挥袍准帝的手里 这一击两人都没占到便宜 看着山河破碎的景象 挥袍准帝没有再出手 反而戒备地看着魔九 他出手 主要是为了警告魔九 现在大帝不在 清玄帝朝 若是继续开战 这清玄界怕是会被打崩 清玄帝朝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如果还不退去 本座将引动地震 让你有来无回 挥袍准地面无表情 出声威胁道 文言 魔九一愣 片刻后 魔九笑道 你若是有攻伐地震 尽管一试 魔九也有毒的成分 若是清玄帝朝真有攻伐地震 那他应该可以看出端倪 但他没有感受到威胁的气息 说明不存在攻伐地震 防御地震可能存在 果然 听到魔九的话后 挥袍准地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 魔九这么难缠 哼 想必你也做不了主 快去请你们的大帝出来吧 魔九面容有些凝重 不过还是淡淡说道 大帝啊 他即将面临大帝 想想就刺激 听闻此言 挥袍准地有些拿不准了 难道此人 真是为了征服清玄界 没有开玩笑 这样的话 事情就大条了 明知有大帝在 还来挑衅 不是蠢才 就是真有那个本事 而眼前的准地 明显不是蠢才 挥袍准地的脸色 阴晴不定 一时不知做何回应 关键是帝尊不在 阁下 真要这般形式 因为大帝的怒火 可不是你能承受的 虽然想了很多 但挥袍准地 还是出言威胁到 毕竟他感受过帝尊的强大 那气息深不可测 仿佛念头一动 就能将他镇压 莫白 退下吧 魔九 正欲说些什么 天地间 忽然出现了一道声音 整个天地 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是 帝尊 挥袍准地面色一变 赶紧攻身硬道 因为这道声音 正是帝尊的 他也是帝尊口中的墨白 冷汗 从他背后流出 暗道好险 若是他有背叛之心 怕是日子不好过了 接着 一道人影 出现在虚空中 气息并不强大 至少在魔九眼中 看来是这样的 但他面目 无比威严 正是清玄帝尊 大帝 魔九恭恭敬敬 行了一礼 大帝不可辱 就算是敌对的大帝 也是一样 哼 我只不过是一句分身罢了 请你身后的那位出来吧 清玄帝尊卿笑了声 身为大帝 自然有他的骄傲 就算是分身在此 一位准帝也不够格 与他对话 是 魔九恭身硬道 他话音刚落 鹿的身影就出现了 说吧 是臣服 还是离开 鹿直接开口问道 面色一如既往的冰冷 清玄帝尊面色有些凝重 他甚至没有察觉道路的存在 若不是陆主动释放一丝气息 他早就出手教训魔九 现在还是不清楚陆是怎么出现的 可见陆的实力在他之上 道兄 无可否问一个问题 清玄帝尊笑容和煦 不知在想些什么 可 陆丹丹说道 对于一位大帝 该有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道兄 你们准备征服多少事件 清玄帝尊笑着问道 他并没有问 为何要入侵 是不是有仇之类的问题 身为一位大帝 他自然有自己的考量 眼光也不局限于 小小的一见 目前正在收服十大事件 若没有正面回答 若是真说出来 消息走漏 就白白 替天南皇朝树敌 虽然都是要征服的 但也要先悄悄地发育 等实力强大到摧枯拉朽的时候 自然不用担心 诸多势力联手的问题 清玄帝尊闻言 目光闪烁 显然在思考什么 片刻后 清玄帝尊的平静了下来 心中有了决断 好 我代表清玄帝朝臣服 清玄帝尊话说一半 这才发现自己 还不知来人的身份来历 天南皇朝 无名露 露弹弹倒 随后 清玄帝尊与露交流了一番 在了解到天南皇朝 来自东周大陆后 面色极为震惊 而后 在知道天南皇朝的皇主 是里南时 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 他可是知道 里南的背后 还有露家的影子 在一旁的墨白 听到清玄帝尊的话后 脸色阴晴不定 哈哈 莫白兄 咱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现在都是自己人了 这时 魔九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介绍了一下自己 他对莫白的坚持 还是比较佩服的 毕竟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哈哈 多谢魔 九兄手下留情 刚才神通 可是无比强大 若不是 莫白心中 松了一口气 就怕眼前之人 事后找茬 现在看来 是他小人之心了 一时间 二人相谈甚欢 山海剑 李南离开夏府后 随意找了个方向 一边游山玩水 一边体验红尘 只不过 心境上 仍旧没有大的突破 所见所闻所感 都不能让他更进一步 难道我的想法是错的 李南南南自语 高老伯 海宁城 李南想来想去 没有丝毫头绪 罢了 只管前行便可 想多了无用 李南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夜色已深 月亮高悬 旁边还有一络燃着的火堆 周围三三两两 躺着十几人 男女老少都有 这是李南在路上遇到后 救下来的 他们被一对敌军追赶 恰逢李南感到 这才活了一命 李大侠 是有什么烦心事 睡不着吗 忽然 一道略微嘶哑的声音 从背后传了过来 李南没有回头 依旧望着高悬的明月 高老伯 我只是暂时遇到个问题 想不通罢了 李南苦笑道 什么问题 方便与我这糟老头子说说吗 老头子或许能给你提提建议 高老伯沉音一会 笑着问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 平时就喜欢瞎琢磨 但有时候啊 还得问问长辈 说不定就能想通了 是吧 高老伯见李南没有作声的意思 便再次说道 听这声音倒是显得颇为豁达 高老伯 你说什么才是红尘 李南问道 你说红尘啊 老头子没你想的那么多 我只知道 我吃的饭 喝的水 我对长辈的怀念 对子女的呵护 前半生的意气风发 现在的风雨飘摇 家国破碎 不怕你笑话 在老头子看来 这些都在红尘中 这些都是红尘 高老伯笑呵呵地说道 似乎他的经历 都在这一戏话中 虽然历经沧桑 但没有丝毫影响 他对生活的热情 对生命的热爱 高老伯 晚辈受教了 李南缓缓道 这一刻 他想到了很多 又似乎什么也不懂 李大侠 你还年轻 何必急着追求这些事情 凡事都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你这么一个年轻人 不该因为这样的事情苦恼 像老头子那时候 可是意气风发 仙衣怒马 乃像你这般苦苦思索 愁眉苦脸 我看你啊 不像是一个大侠 倒像是借酒交仇的失忆人 但又没见你喝酒 外在 高老伯似乎来了兴致 话头来了 就说个不停 李南只好在一边陪笑 如高老伯所说 他这些天 因为苦于没有思绪 经常愁眉苦脸 被高老伯撞见后 经常打听他的情况 想帮帮他这个小伙子 高老伯 您说得对 我不应该想那么多 快些休息吧 李南笑着说道 经高老伯这么一说 他的心情确实好了很多 这些天 他太过急于求成 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高老伯说得对 他还年轻 才二十多岁 因为系统的帮助 得了太多逆天的机缘 以至于他忘了自己的年龄 按照正常来说 达到圣人精的强者 无不是活了八百进千年 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存在 想通后 李南也不急于成为圣人 正如高老伯所说 凡是要循序渐进 他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 天南皇朝 有十几位大帝强者在 他也不用担心 等一举拿下十大世界后 天南皇朝廷 能涌现更多的强者 到时候 朱天星斗大阵覆盖下 加上他提供的灵脉 天南皇朝的实力 只会越来越强 想通了 高老伯突然出声问道 听声音有些萧瑟 想通了 李南应了一声 而后 李南便离开了此地 高老伯似乎早就知道 他会走一样 没有作声 沉沉睡去 走出一里地后 李南回头看了看 高老伯是东康国的一员 是位地方父母官 名为高裕 然东康国朝廷昏溃无能 清小人 远贤沉 导致东康国国力衰弱 军队战力更是一塌糊涂 面对西康国的攻势 无能为力 甚至不是一和之敌 高老伯 可惜你生不逢时 李南摇了摇头 大步向前走去 这是东康国与西康国之间的战争 与他无关 李南的矫程很快 天亮时 他已经到了另一个城池前 不过城池还未开门 现在战时还需要露营 若是没有怕会被当作 奸细抓起来 海宁城外 此时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此 墨帝大多是想进入海宁城 以避战乱 当然 也不排除偷鸡摸狗之辈 或是敌国浑进来的奸细 至少在李南的眼中 就看到几人目光闪烁 一看就是别有用心之人 不过 李南并没有管 他这次来到海宁城 目的是找一个住宅 居住下来 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后 他打算同凡人一样的生活 忘记自己的身份 彻彻底底融入进来 看看能不能有所体悟 半个时辰后 城门终于打开 城外的众人排好队 迎接守卫的检查 没有嫌疑之后 才被放入城内 站住 突然 一位守卫大喝道 现场顿时骚乱起来 这人是奸血 抓住大大有赏 眼见那人要逃走 守卫大声喊道 此话一出 便有人蠢蠢欲动 正所谓财博动人心 哼 只见那人冷哼一声 面色猙獰起来 从腰间抽出一柄刀 冷眼看向众人 见状 众人纷纷后退 虽然财博动人心 但也要有命享受 翠 那人还吐了口唾沫 双手持刀横在胸前 似乎这样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守卫有些无奈 现场人多眼杂 根本不敢全力追击那人 若是被奸细浑进去 那他们就成海宁城的罪人了 喂 碰到我算你倒霉 李南突然出现在那人身后 冷声说道 接着 那人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李南打晕在地 不省人事 周围人见状 纷纷暗道可惜 羡慕地看着李南 李南提着那人 便朝守卫走去 到了镜前 直接将那人扔在地上 你很不错 哪里来的 一名守卫问道 眼睛里 竟是赞赏之色 在下从临城那边过来 途中还救了高玉大人一命 这是他给我写的 通行条子 李南面不改色地回道 又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书信 上面盖了高玉的印章 哦 你还救了高大人一命 可有想法从军 建功立业 那守卫文言 眼中闪过吃惊之色 然后接过了李南手中的书信 查看起来 在下嫌散逛了 并不适合在军中发展 李南挽聚了守卫的好意 李大侠 那真是可惜了 你先进城吧 到时候赏赐下来 自会有人给你送去 那守卫一看信 有些惋惜道 不过也没有为难李南 人各有志 强求不得 多谢 李南谢了一生 便进入城内 汇入人流 第139章 十年 时间如白居过系 春去秋来 转眼间 十年时间一画过 李南在海宁城也居住了十年 这十年间 日子倒是过得平淡 西康国打败了东康国 完成统一 海宁城也没受到太大的波及 只不过换了位当权者 这对李南的生活来说 基本没有影响 为了打发一下时间 李南开了嘉义馆 以他大能静的修为来说 为这些普通人 一直再简单不过 不过 为了不引起轰动 李南将能接触到的医书 都学了遍 这对他来说 没有丝毫难度 于是 就算不凭借修为 他的医术也是 极其高超的存在 李大夫 李大夫 忽然 正在医馆的李南 听到外面 传来急切的呼喊声 李南不敢犹豫 连忙起身朝外走去 只见一位妇人 抱着婴儿 面容无比焦急 快步朝着跑来 步伐有些虚浮 还大口喘着气 别着急 别着急 李南赶紧接过婴儿 对着那妇人 和声说道 李大夫 我这孩子 昨晚便额头发烫 现在依然如此 喊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妇人焦急道 面色很是紧张 一口气 将孩子的情况说了遍 放心吧 你家孩子会没事的 李南给了他 一个放心的表情 或是李南自信的笑容 感染了他 竟直接倒地晕了过去 哇 路过的人见到 神色一惊 对着妇人窃窃私欲 李南上前 查探了一下情况 对着众人慢条斯理道 诸位放心吧 这人没事 用不了多久 就会醒过来 闻言 众人放心下来 对于李南的话 他们无比相信 这十年来 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症 李南总能要道病除 手道擒来 这也使李南的名声大振 果然 李南话音落下没多久 这妇人便醒了过来 李南看着怀中的婴儿 眼中闪过不忍之色 幸好她不是普通人 有修为在身 不然这个婴儿 真会就不回来 为了消除影响 李南将婴儿 带入一个单独的房间 半个时辰后 李南将婴儿抱了出来 妇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半个时辰 可把她急坏了 李大夫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妇人急切问道 放心吧 她已经没事了 说着 李南将孩子递给了妇人 对着她和须地笑道 李大夫 谢谢 谢谢 妇人先是摸了摸烟的额头 发现 确实没有那么烫了 婴儿的表情 也恢复正常 然后 对着李南一阵感谢 如果不是抱着婴儿 估计要当场跪下 你先在旁边 坐着歇会吧 不能急 不然你家孩子就过来了 你要倒下怎么办 李南笑着道 她此时三十来岁 为了不让众人怀疑 自然成为了大叔的模样 李大夫 真是谢谢你了 你为何不娶妻啊 妇人有些纳闷 这十年间 许多人家跑到李南的医馆来 推荐介绍女子 但李南无一例外 全都拒绝了 这也让得海宁城众人猜测 李南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甚至还传出了 李南深爱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 只是无法在一起 然后终生不娶 这么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当一个人是正面形象时 众人脑补的画面 也大多都是正面的 呵呵 要是娶妻了 可就没人替你们治病了 看着竖妻耳朵听得众人 李南笑着道 为何呀 娶妻了 还不是可以替我们看病 一位中年男子不解问道 呵 娶了妻 当然就要花钱月下了 谁还愿意整天忙这些事 李南笑着说道 面容尽是打趣之色 那李大夫这一身 医术就可惜了 是啊 是啊 就算如此 我还是希望李大夫能成嫁 一个人过于孤苦了些 是啊 李大夫什么时候成亲 我们好来喝杯喜酒 一时间 众人热烈讨论了起来 李南一一笑着回应 成亲这件事 也是这十年 无法回避的话题 不管何时 总有人提 兴许 是我太优秀了 李南暗自想道 这十年间 天南皇朝 对九方世界的征服 也落下了帷幕 就 魏景到来 青云世界 爹 魏家之人 在打听东周大陆 天南皇朝的消息 这天 陆腾找到路远 说起了这件事 哦 他们打听什么 路远问道 也没太过在意 哼 魏景那小子 打听天南皇朝的实力 看样子是天南皇朝 得罪了他们 陆腾笑着说道 你这臭小子 还笑 那你怎么说的 闻言 路远正式起来 魏家可不是一语之辈 那我当然是 实话实说了 反正我不知道 天南皇朝 有大地的存在 你知道吗 还是长河界 其他势力知道 天南皇朝 有大地强者 路腾一本正经道 眼中竟是无辜之色 好你个小子 魏家 怕是会被你坑惨 路远幸灾乐祸道 不过 魏家竟敢找他外甥的麻烦 真是不知道怎么死的 通知你表弟了吗 路远问道 已经派人去了 路腾点了点头 这么重要的事情 肯定不能忘 嗯 等着看吧 估计你表弟 也用不上我们帮忙 不过 还是要准备一下 路远又跟路腾 商量了一下计划 虽然李南 用不上他们 但也要做好准备 超然势力之间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一不小心 甚至可能引发 长河界的大战 东周大陆 李锦明 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于是叫来了魔九等人 也派人 知会了几位大帝医生 诸位 此事你们怎么看 李锦明问道 我等一致认为 让他们有来无回 众人相视一眼 眼眸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这不是送来的功劳吗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去准备吧 李锦明同样也没当回事 不过必要的流程 还是要走一下 不然也太不给魏家面子 魏家好歹 也是长河界的巨头之一 不知道魏家知道 此事会怎么想 大概会说声谢谢 说吧 这次怎么安排 魔九迫不及待道 哼 看情况吧 我们总不能全部都上 就算实力很强 那也得势敌 倚弱 红文老魔 笑眯眯的模样 像急了老奸巨华的狐狸 我们只需这般 这般 然后 等着魏家 再次上门就行了 红文老魔一本正经道 众人面容古怪的 看着红文老魔 坑人一次就算了 还把第二次都算好了 那就一红文老魔的 不过我们谁上场呢 魔九笑着道 然后又回到了 最开始的问题 他们都想上场 在自家 势力范围内战斗 根本不会有任何意外 这意味着功劳 谁都想立功 老邦子 你还要负责天交大会 这次赢敌 就交给老夫来吧 红文老魔笑着道 文言 魔九脸上露出便秘之色 红文老魔 简直不当人子 虚空中 魏锦带着魏家人马 朝着东周大陆的方向 急驰 穿过一个接一个的世界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跟魏行 申请了一位大帝的跟随 就算路腾那家伙没说实话 但也足够应付 除了向路腾打听了外 他还跟其他人也打听了 一遍天南皇朝的情况 结果都和路腾说得差不多 时间缓缓流逝 魏锦这一行人 进入了东河域 距离东周大陆的距离 越发接近 公子 前面就是东周大陆 一个随从 上前禀报 呵呵 终于到了 准备好战斗 魏锦冷笑道 随即吩咐道 在他看来 此行根本不会有意外发生 就算有意外 暗中的大帝也足以解决 不一会儿 魏锦等人便穿过星光 进入了东周大陆的上空 好家伙 红文老魔 目瞪口呆地望着魏锦等人 这送人头 也不是这么送的吧 竟然直接进入大阵内 这是有多么看不起他们 天南皇朝 准备好覆灭了吗 一道大鹤声 响彻天地 似乎半个东周大陆的人 都可以听见 下方的人 像看傻子似的 望向天空中的魏锦等人 在天南皇朝的大本营内 还敢说这话 真不知道该怎么死 喂 你小子 就这么上赶着送死啊 红文老魔觉得有些无趣 身形一闪便到了魏锦等人不远处 出声嚷嚷道 你是何人 竟然对我家公子这么说话 找死吗 一位准地强者 出声喝道 似乎随时都可能出手 你们是魏家之人吧 哦 我想起来了 你这娃娃 是那啥子魏锦是吧 红文老魔咧嘴笑着说道 魏锦这家伙 竟然亲自来了 算是意外之喜 这得多亏了路腾 为了便于认识 便将魏家的画像送往了天南皇朝 红文老魔自然而然便将魏锦认了出来 嗯 魏锦脸上有些殷勤不定 似乎天南皇朝之人早就知道他们要来一样 那为何还这般嚣张 想到这 魏锦脸色大变 唯一的可能 就是天南皇朝不惧他们 甚至有信心将他们留下 不过 魏锦马上便恢复了镇定自若的模样 就算知道了又如何 他可是带了大地强者前来 小娃娃 你的脸色怎么一阵轻一阵子的 是生病了吗 红文老魔一脸关切之色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心实意关心魏锦 找死 魏锦身旁的准地 见红文老魔如此放肆 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顿时怒不可遏 一拳朝红文老魔砸去 哄 一道轰鸣声 瞬间响起 空间被撕裂开来 拳头一瞬便到了红文老魔身前 嘖嘖嘖 说了几句就受不了 还想攻打我天南皇朝 真是找死 红文老魔不以为意 不屑道 然后伸手一挡 便将拳头挡在眉心三寸外 这里是天南皇朝 他可是能借用气韵之力 别说面对的是一位准地 就算再来一位准地 他也有信心将他们拿下 就这 红文老魔嘲讽道 说话之际 还一掌朝眼前的准地拍去 这名准地躲避不及 暗暗吃了一个大亏 闷哼一声 退了下去 你们天南皇朝知道我们要来 见身边之人还要出手 魏锦赶紧出手拦住了他们 目前当务之急是搞清楚状况 呵呵 自然 红文老魔见状也没有继续出手 这些人在他眼中都是死人了 你们就这么有信心拿下我们 魏锦戏谑道 虽然不知天南皇朝通过什么手段 知道他们要来 但是他背后还有一位大地强者在 他不信天南皇朝 这也能解决 本来是没有信心 让你们全部留在这里 但现在吗 红文老魔同样细写道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这一边 但魏锦好像没有看清楚状况 还敢口出狂言 你可以说出一言了 嗯 包括暗中那位大地 顿了顿 红文老魔目录杀鸡 继续道 第141章 进阶覆灭 红文老魔此言一出 魏锦的面色瞬间大变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怎么可能 魏锦心脏狂跳 一股不祥的感觉充斥他的胸膛 暗中的那位大地 面色同样一尘 紧紧皱着眉头 似乎在考虑红文老魔话语的真实性 哼 你们肆无忌惮 闯入了大阵内 还想隐藏行踪 那不是搞笑吗 红文老魔冷笑道 话语十分不客气 要怪就怪他们太嚣张了 大阵 魏锦脸色猛的一尘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们刚刚进入东周大陆时 穿过了一层星光 本以为只不过是正常的星光 现在看来 那层星光恐怕就是大阵结界 这也不怪他们大意 实在是诸天星斗大阵过于变态 足以将一方星域笼罩在内 更别说一方大陆 只不过 他们想都没想过 还有这般逆天的大阵 更没想到 天南皇朝拥有这样的大阵 还有实力布置这般大阵 就是这样的大意 疏忽之下 现在他们逃都逃不出去 若不是进入大阵内 想要拦下一位大帝 基本不太可能 是啊 看样子你也想到了 正是那层星光 红文老魔不再言语 冷眼看着魏警等人 还不出来吗 红文老魔冷声道 见状也不再犹豫 那位暗中的大帝 竟然还不现身 既然如此 那就别现身了 只见 红文老魔拿出一枚 刻着天南二字的 古朴令牌 一道波动 从令牌上传出 接着便沟通了 诸天星斗大阵 说来 这还是第一次利用 诸天星斗大阵 攻伐大帝 八十一颗星辰瞬息 便被引动 投下恐怖的力量 朝着暗中那位 大帝碾压而去 在大阵的笼罩下 暗中的魏家大帝 必无可避 只能硬扛 诸天星斗大阵的威能 那后果可想而知 破 我恨 只留下一道声音传出 暗中的那位大帝 便被诸天星斗大阵诛杀 见状 魏警等人顿时失魂落魄 一股寒气 从头到脚 遍布全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魏警喃喃自语 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连大的都陨落了 本以为是件 无比轻松的事情 谁知道 会有性命之危 哈哈 天南皇朝 你们好 好的很啊 准备好 迎接我魏家的怒火吧 魏警劈头散发 仰天长笑 眼神中 尽是不甘之色 他似乎也知道 自己的下场 直接自觉于此 哼 你们也一同上路吧 红文老魔话音话下 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落在了魏家众人身上 随即 魏家众人 同魏警一起 覆灭于此 魏剑 正在修炼的魏行 突然睁开双眼 心中一突 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作为修行之人 他自然十分相信 心中的预感 这种冥冥中的感觉 更是帮助他 多次化险为夷 二爷 二爷 不好了 魏行还在思虑时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 惊慌的声音 怎么回事 魏行文言 面色一变 一闪身变 到了来人面前 二爷 公子他 公子的命牌碎了 来人战战兢兢 他刚刚还在密室 看守命牌 结果一连串的命牌 随之碎裂 吓得连忙前来禀报 什么 你再说一遍 魏行面色大变 抓住来人的脖子 提起来怒声喝道 二爷 公子的命牌碎了 来人喘着气 粗着脖子说道 碰 魏行将来人丢在地上 有些失魂落魄 姐儿 姐儿 他就两个儿子 如今都丢了性命 如何不叫他伤心愤怒 等等 魏行突然想了起来 魏锦前去时 可是请了一位大帝跟随 魏锦陨落了 他跟在魏锦身边的大帝呢 于是 魏行连忙奔向祖辞 那是魏家的禁地 没有允许 一般人可不允许进入 同时 祖辞内放着 魏家大帝强者的命牌 这么一来 如果有大帝陨落 也不至于将消息传出去 避免对魏家造成影响 不过片刻 魏行就到了祖辞 作为魏家二爷 他自然有权限进入祖辞 果然 摆放命牌的地方 有一块命牌已经碎裂 魏行生生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发生这么大的事 连大的都陨落了 他不可能继续瞒着家族 也不敢瞒着家族 大帝陨落 不管在哪方势力 都是天大的事情 什么 魏南天陨落了 魏家家主怒喝道 目中杀意宛若实质 老二 你最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清楚 不然就要执行家法 魏陈面色兵稳无比 魏南天正是 跟随魏井前去的大帝 一味大帝的陨落 这对魏家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魏行面容苦涩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得清清楚楚 想到家法 他浑身一个机灵 那根本不是人能承受的 听闻魏行说的后 魏陈也有些无言 这件事 换成他们来做 恐怕也是这般结果 哼 那天南皇朝分明 不将我魏家放在眼里 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甚至有机会的话 必须将其 魏许冷声道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意思不言而喻 魏许是魏家老三 在魏家被称为三爷 好了 还是商量一下 怎么对付天南皇朝吧 他们既然可以斩杀南天 想必也有大帝存在 而大帝强者 是面对邪魔一族的核心力量 不能在明面上发生地战 此事 还需要好好商议一番 魏阵缓缓说道 虽然他很想直接过去 将天南皇朝覆灭 但东周大陆 不是他们魏家的势力范围 况且还有陆家坐镇 想要悄无声息 覆灭天南皇朝 根本做不到 另一方面 天南皇朝 既然拥有斩杀大帝的力量 自然不可小觑 在弄清楚 天南皇朝的实力之前 也不敢轻举妄动 实在是天南皇朝 直接将魏南天斩杀 给了他们一个 大大的下马威 而且 他们甚至还不敢 将此事公之于众 魏南天是他们魏家的后手 暗中隐藏的大帝强者 现在 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大哥 就由我先去调查一番吧 也好将功赎罪 我魏家的脸面 不是谁都能打的 这时 魏行站了出来 咬牙切齿的 也好 老二就由你去调查一番 明的不行 就来暗的 如果确定 天南皇朝有大帝在 就征召器前往域外战场 剩下的不用我告诉你怎么做吧 魏震臣迎道 眼中净是杀鸡 第142章 再遇下燕燃 海宁城 李南如往常一样 坐在医馆内 等着病人上门 看着门外 川流不息的人群 李南的内心颇为宁静 这里是他除了南荒外 生活最久的地方 一住就是十年 他隐隐有种预感 自己快要离开海宁城了 说是预感 不如说是 突然生出的念头 这十年间 他见过太多生老病死 特别是两国战争那几年 百姓流离失所 又同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如今新朝施行人证 百姓的生活好了许多 往人群中一看 大多可以看到笑脸 不像之前 百姓脸上的表情 大多是麻木不仁 没有惊奇神 李南正想着 人群中 忽然传来一阵惊呼声 只见一位男子 背着个全身是血的女子 快步奔来 男子的脸上 满是焦急之色 面容有些苍白 腰间还流着鲜血 似乎随时会倒地一样 男子前方 还有个人在引路 为其打开道路 李大夫 李大夫 快来救人了 要出人命了 带路的那人大喊 显然对这里 极为熟悉 闻言 李南连忙出门一看 神石一扫 然后愣在了原地 不过 马上回过神来 快速接过男子 背上的女子 将其抱入医馆内 也不管众人如何 连忙往女子体内 输送一股晶圆 稳住女子的气息 而后 便拿出银针 消过毒后 便往女子身上扎去 有惊无险 女子的气息 终于稳定了下来 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遇到的夏嫣然 医馆内 男子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 见李南出来了 急忙问道 大夫 她怎么样了 她已经没有大碍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你是她丈夫 李南脸色平淡 不过还是忍不住问了句 十年时间 夏嫣然成熟不守 岁月在她身上 留下了痕迹 但同样没咽动人 男子闻言 大大松了口气 脸色变得轻松不少 大夫说笑了 在下并不是她丈夫 而是嫣然的一兄 密飞红笑着说道 我看你也受伤了 一起看看吧 听到密飞红的话后 李南一愣 旋即转过话题说道 在夏密飞红 先行谢过大夫了 密飞红抱拳说道 不久后 密飞红的伤势 便被李南轻松治好 只需休息些时日 便可痊愈 你们怎么 受这么重的伤 李南有些纳闷 她之前 可是将太玄剑 留给了夏嫣然 按理来说 在这凡人王朝 有了太玄剑的庇护 应该没人伤得了夏嫣然 这 密飞红一世不知道 该不该说 若是开口 很可能会为李南带来麻烦 一定程度上 李南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这样做 就是忘恩负义 若是不开口 同样 李南是 他们的救命恩人 不说也不好 无妨 有什么事我担着 你尽管说便是 李南 似乎看出了她的顾虑 笑着说道 有些不以为意 唉 其实不是在下不愿说 只是怕连累到李大夫 不过 既然李大夫这么说了 在下不说 倒是显得矫情 李大夫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与燕然等四人 一劫金兰 行侠仗义 不久前 意外碰到了一位仙人 那仙人 不仅抢走了 燕然的佩剑 还将燕然打成重伤 好在没有伤我等的性命 只是二弟 与三妹气愤不过 上前理论 没成想 被那仙人抬手间 就带走了性命 蜜飞红娓娓道来 神色有些悲伤 同时又无比气愤 听到这 李男基本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就是有个修行之人 偶然间看到了下 燕然手中的太玄剑 生出寂余之心 便将太玄剑夺走 还打伤了下燕然 李男的脸色 冷了下来 本来送给下 燕然护身的太玄剑 没想到 成了催命符 若不是恰巧碰到她 估计下燕然 真要因此与命 放心吧 我会替你们报仇的 李男冷不丁说了句 蜜飞红没有搞清楚什么意思 想追问一句 就在这时 屋内传来英明一声 四妹 蜜飞红高兴喊了声 迅速走了进去 大哥 夏燕然声音有些微弱 不过看样子已经没有大碍 气色已经恢复不少 这是 四妹 是李大夫救了你 蜜飞红赶紧到 眼神有些闪躲 二哥和三姐呢 夏燕然问道 二弟和三妹不幸身亡了 闻言 蜜飞红只好如实回答 心中重重叹了口气 蜜飞红的话 如同晴天霹雳 砸在夏燕然的脑门上 让她一时缓不过神来 都怪我 都怪我 夏燕然私生喊道 言语中尽是自责 四妹 这不怪你 要怪就怪 我们没有实力 否则定不会让男人这般行事 蜜飞红安慰道 见夏燕然要走 急忙拦在身前 大声说道 四妹 你先缓缓 还不能走路 夏燕然一把 推开了蜜飞红 一言不发朝外走去 在门外的李南 自然一清二楚 心中重重叹了口气 你还需要休息 别急着走 李南柔声说了句 李大哥 听到声音的夏燕然 抬头一看 可不是她心中 日思夜想的李南吗 瞬间 夏燕然便 扑进了李南的怀里 眼眶顿时湿润下来 好像所有的委屈 在这一刻 都有了发泄的渠道 夏燕然 就这么在李南的怀中 哭了起来 感受着怀中的娇躯 李南心中一阵 一股莫名其妙的内疚之感 涌上心头 一发不可收拾 跟出门外的蜜飞红 看到这一幕后 默默走到了一边 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李大夫 就是四妹口中的李大哥 四妹 这下你总算得偿所愿 可是二弟 三妹却回不来了 我又该何去何从 蜜飞红心中 很是复杂 自从四人一结金兰后 一直都是一起行事 如同真正的兄弟姐妹般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如今只剩他跟四妹 四妹找到了 他日思夜想的心上人 那他呢 蜜飞红一时没有答案 不过他相信 随着时间流逝 会找到答案的 现在就听李南的话吧 看看他是不是 真有能力替二弟 三妹报仇 他知道自己去报仇 也是去送死罢了 可笑的是 想去送死 甚至都找不到仇人在哪里 李南变成了他此刻的光亮 因为李南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会为二弟 三妹报仇 第143章 被强吻 李南看着紧紧抱住他的夏嫣然 略微有些尴尬 这丫头 一哭就没完没了 李南心中暗 暗叹了口气 他最见不得女孩子哭哭啼啼 让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那个 嫣然 李南开口道 声音有些别扭 啊 李大哥 李大哥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夏嫣然听到李南 喊他名字时 这才反应过来 又是一阵连忙道歉 翘脸通红 低头不敢与李南对视 真是丢死人了 夏嫣然心中忐忑不已 略微有些激动 他也不知道 自己哪来的勇气 直接扑进了李南的怀里 或许是二哥 三姐的噩耗 让他内疚不已 急需有个人的安慰 又或者是看到 李南的惊喜 或者两者皆有之 没关系 李南摇头一笑 当初的女孩 十年不见 似乎还和之前一样 接下来的时间 夏嫣然与蜜飞红 便住在了李南的院子里 只不过 蜜飞红内心越发急躁 住在这 他有些放不开 很是不自在 他留下来 主要是想 亲眼看到李南为二弟 三妹报仇 但现在 李南还没有行动 让他有些等不及了 四妹 我有话跟你说 这天 蜜飞红找到夏嫣然 他准备告辞离去 大哥 怎么啊 夏嫣然不解 四妹 我打算离开这里 出去寻找成仙的机缘 蜜飞红 直接说明来意 夏嫣然自然明白 蜜飞红的意思 大哥 你要不再等等吧 李大哥说 会为二哥 三姐报仇 他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 夏嫣然有些为难 这个义兄的脾气 他是知道的 四妹 你听我说 我出去寻找成仙的机缘 也是为了自己 历经那一次后 我发现 我们都太弱了 面对飞天遁地 摧山烈石的仙人 根本无能为力 若是以后 再次遇到这样的强者 又该如何应对 这次侥幸活的性命 难道下次 也会侥幸活下来吗 四妹 靠人不如靠己 当然我没有说 李大夫不好的意思 总要自己 强大起来不是吗 你想想 李大夫他会以什么方式 替我们报仇 要不他与那位仙人一样 拥有强大的力量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何种可能 何种方式 替我们报仇 四妹 如果你想与李大夫在一起 也要强大起来 拥有强大的力量 否则到头来 终究是一场空 李大夫说为我们 报仇的时候 或许你没发现 他的眼神无比平淡 似乎那位能随手 叫我们抹杀的仙人 在李大夫面前不值一提 不被李大夫放在眼里 蜜飞红一口气 说了很多 夏嫣然还是跟 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没有什么小心思 有什么说什么 心里根本藏不住事 作为他的义兄 自然有义务提醒一下他 他也同样希望 夏嫣然能够幸福 听完蜜飞红一席话后 夏嫣然沉默了 他是天真烂漫 但不是傻 他自然也感受到了 李楠的补一般 赠予他的剑 都能引起仙人的规予 说明他本人也非同一般 恐怕与那仙人并无两样 甚至李楠就是一位真正的仙人 他还记得 与李楠初次见面时 李楠说他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大哥 夏嫣然张了张嘴 却不知说些什么 他总不能劝大哥 别去吧 蜜飞红对着夏嫣然咧嘴一笑 将好的一面留了下来 他也不知未来会面临什么 所以 每一次告别 都要将自己最好的形象 留给亲近的人 目送蜜飞红离去后 夏嫣然精神有些恍惚 似乎看到了 与蜜飞红香时的那天 太玄剑将恶人斩杀后 一人偷袭于他 若不是蜜飞红香救 恐怕他也命丧皇权 后来 遇到了二哥与三姐 四人一劫金兰 一起游历天下 行侠仗义 那段日子 好不快活 就算没有寻到李大哥 也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如今寻到了李大哥 但二哥 三姐却离开而去 大哥也要远去 踏上那不知归处的路途 放心吧 蜜飞红会没事的 突然 李南温柔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李大哥 呜呜 文言 夏嫣然又扑进了 李南的怀里 细声哭泣起来 李南一下正住了 怎么又哭了 这让我李某人 很为难的好不好 一只手 停顿在半空中 不知该放下还是 好半场 夏嫣然终于停止了哭泣 李南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想亲自报仇吗 李南鬼使神差 问了句 嗯 想 夏嫣然刚开始没反应过来 但马上使劲点了点头 李大哥 报完仇 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 这时 夏嫣然突然问道 刚哭过 眼眶还是红红的 惹人怜爱 李南刚想扯个话题 搪塞过去 但看着夏 嫣然认真严肃的表情 心中有些犹豫 夏嫣然的样子 如幻灯片一样 在她的脑海中 自相拾起不断出现 在夏府的那段时光 夏嫣然 更是每天都去找她 聊些有的没的 李南在心中 重重叹了口气 她不是没想过男女之情 但 李南想了很多 正欲说些什么 忽然 夏嫣然直接吻了上来 一股冰凉 又炙热的感觉 印在她的嘴唇 让她猝不及防 李南一愣 脑海中 一瞬间变得空白 刚才的思绪 完全被打乱 我这是被抢吻了 李南的脑门上 闪过大大的问号 好一会后 夏嫣然红着脸低声道 李大哥 对不起 我太喜欢你了 虽然飞红大哥说 要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配得上你 可我不想管 有没有实力 我只知道 若是我再不主动出街 李大哥 你又要离开我了 说到最后 夏嫣然身若闻盈 若不是李南有修为在身 怕是听不到 夏嫣然说什么 放心吧 我不会离开你了 李南揉了 揉夏嫣然的头 笑着说道 声音很温柔 思来想去 却被夏嫣然的 一个吻破了房 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还有 有点甜事怎么回事 这一刻 李南的心里 有了夏嫣然的影子 或许 从十年前的惊鸿一瞥 就注定了这段缘分 但除了夏嫣然 还有谁为了那遥不可及的人 寻那十年时间 第144章 三年 李大哥 你是传说中的仙人吗 夏嫣然好奇地问道 自从跟李南吐露心意后 二人的关系 就升温了许多 夏嫣然也没有刚开始那么拘束 仿佛一切都在 朝好的方向发展 是也不是 李南但笑着答道 看着夏嫣然眼中的不解之色 于是继续说道 我是修行中人 这世上 有没有先并不知道 李南将一些修行中的事情 都告诉了夏嫣然 夏嫣然的眼中露出向往之色 如果她也能修炼 那该多好 嫣然 这是天命丹 你吃下她后 就能修炼了 李南看出了 夏嫣然眼中的向往 这些天 她一直在考虑 与夏嫣然之间的关系 随着渐渐熟悉 她发现了夏嫣然 身上许多的闪光点 今天拿出天命丹 也是下定决心 哦 夏嫣然接过天命丹 没有迟疑 一口吞了下去 顿时 一股能量 从天命丹释放而出 流向四肢骨骸 夏嫣然感觉舒服极了 好像整个人要飘起来一样 见状 李南没有迟疑 一指点 在夏嫣然的眉心 将一篇 修炼功法 传给了夏嫣然 天命丹虽说 以提升天赋潜力为主 但也蕴含庞大的能量 如果没有修炼功法 这股能量 将无法转化为修为 那就白白浪费了 春去秋来 三年时间一化过 在李南的帮助与教导下 夏嫣然的 修为到了神魂境 为了夏嫣然能走得更远 李南将阴阳二气度 进了夏嫣然体内 凭借阴阴阳二气 夏嫣然在聚七境 原单境都达到境际领域 其余境界就没这么顺利 不过都达到了极境 李南对此也没有办法 他当时是靠着几样 夏嫣然能再聚七境 原单境两个境界 迈入境界 已经是极为了不得 至少在李南接触的人 他就没见过 谁迈入境界领域 可见要迈入境界 有多么困难 李大哥 我现在可以替二哥 三姐报仇了吗 夏嫣然兴奋地问道 如今修为达到了神魂境 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了不少 魅力大了许多 这些年 他心心念念的 就是给二哥三姐报仇 毕竟这是因他而起 就等不及了呀 李南笑着问道 算起来 夏嫣然的结义二哥 三姐的死亡 与他也有一定关系 因为是他送出去的太玄见 是啊 三年了 我无时不想着给他们报仇 也不知飞红大哥怎么样了 夏嫣然情绪有些低沉 一凶一节的死亡 给他带来了 很大的心理负担 同时又在担心 蜜飞红的近况 嫣然 放心吧 你蜜飞红大哥没事的 他另有机缘 李南神秘一笑 蜜飞红离开后 他便让道谷 暗中留意蜜飞红的情况 让道谷赐予蜜飞红一些机缘 有道谷这位大地强者的帮助 蜜飞红 未来的成就 也不会低 听到李南这么说 夏嫣然放心下来 他对李南 无比相信 那我们什么时候 去报仇啊 夏嫣然眼巴巴问道 快了 咦 李南本想打个哈哈 等过些十日 再带着夏嫣然前去报仇 没想到 竟然感觉到太玄见在靠近 嫣然 估计你 马上就能报仇了 李南立马换了种说法 眼带笑意 真的吗 李大哥 夏嫣然顿时激动起来 李南点了点头 笑而不语 走吧 我带你去报仇 李南霸气地说道 言语中无比自信 离海宁城一千里外 十几人正朝着海宁城的方向 急速飞行 其中 一人手中握着柄剑 剑身上刻着太玄二字 段师兄 当初你是怎么在这里 得到太玄见呢 一个身形瘦小 脸上长着黑质的青年问道 哼 这还用说 肯定是段师兄眼光好 有机缘傍身 来凡人王朝 都能获得天节宝剑 可见身具浓厚的气韵 那是 说不定这次 我们也能沾沾段师兄的光 在这得到不错的机缘 段德还没有开口 其余人 就夸夸其谈起来 纷纷朝段德宫为道 诸位师兄师弟 你们客气了 这次能不能得到宝物还不好说 不过太玄见 总是指着这边 想必还有跟太玄见相关的机缘 段德适时开口说道 脸上充满得意之色 这三年 他凭借太玄见 不仅成为天之骄子 还进入了宗门长老的眼中 他们正有说有笑 朝海宁城方向前行 忽然 两道身影出现在前方 好巧不巧 挡住了他们前行的路 你们是何人 竟敢挡我们的路 脸上长着黑质的青年 最先注意到这个情况 大声喝道 心里则美滋滋想着 终于让我碰到了出风头的机会 说不定在段德师兄 心里的分量能更进一步 文言 段德一方减慢了速度 朝着前方的身影瞧去 这步瞧不要紧 一瞧下一条 段德面色大变 他十分清楚地记得 三年前 他将前方的那个女子 打成重伤 性命垂危 如今 那个女子不仅活生生 出现在他面前 还有神魂镜的修为 这可是跟他一样的境界 心中略有惊慌 不过片刻 他眼珠子一转 一定是获得了什么机缘 当初有泰旋剑在手 现在还成了神魂镜强者 如果这机缘被我得到 想到这 段德面露贪婪之色 如今 他们这边有十三人在 还都是清一色的神魂镜强者 而对面 只有两人 那女子是神魂镜 另外一人 她虽然 看不出是什么境界 但也没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威胁 最关键是有泰旋剑在手 就是王镜强者 他都敢争斗一番 这两人 正是李南与夏嫣然 诸位师兄师弟 泰旋剑 就是从前面的女子手上得来 他当时 可是没有修为再生 三年时间 竟然达到了神魂镜 想必他手上 还有了不得的机缘 如果我们得到 段德不知为何 刚刚竟然感到一阵心悸 不过看着身边的 十二位神魂镜的师兄师弟 这股不安 被他强行压了下去 于是 他也顾不得太多 直接说明原委 这与他平时说的不一样 不过 这是没有人管他的说辞 众人听到耳中的 是夏嫣然三年时间 修为从无到有 达到了神魂镜 顿时 众人的呼吸急促起来 三年时间 突破到神魂镜 这个机缘足够 让他们更进一步 如果他们得到 是不是也会成为 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 第145章 你全家都是妖族的 嫣然 太玄剑 可是被那人夺走的 李南指着段德 淡淡问道 是他 就是他 夏嫣然看到段德的刹那 怒从兴起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李南看着夏嫣然的模样 面色一冷 他从来没有见过夏嫣然这副模样 就连初次见面时 他被劫匪绑架 也没这么愤怒 嫣然 那他就交给你了 其余人 我来解决 李南淡淡说道 话音落下后 便朝段德等人飞去 师兄师弟们 都给我上 这人还敢冲上前来 找死 段德面色阴冷 朝着众人寒声道 当即 便有两人 朝李南冲去 其中一人 正是那脸上 长有黑质的青年 不过 他们明显 低估了李南的实力 距李南 还有三丈远时 便被李南一剑斩成两半 死无全尸 其余人健壮 面色大变 他们都没看清 李南怎么出手 段师兄 这人 怎么这么强 他绝不是神魂镜 一人惊慌道 见李南一就 漫步朝这边走来 众人的脸上 越发凝重 怕什么 他就是一个人罢了 我们一起上 这时 一人提议道 于是 连带着段德在内 所有人都朝李南杀去 出手就是权力 没有丝毫留守 他们明白 若不能将李南斩杀 那死的就是他们 呵呵 李南冷笑一声 随手挥出几剑 除了段德外 所有人都被斩杀 啊 段德失声大叫 眼前的一幕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股不安的死亡感 笼罩在他的心头 前辈饶命 前辈饶命 段德顾不得脸面 此刻只想保住性命 于是朝着李南不断磕头 哼 李南冷哼一声 段德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燕燃 交给你了 李南柔声对下燕燃说道 下燕燃点了点头 也不废话 十剑便朝段德杀去 由于李南在 段德也不敢反抗 不过两剑 段德就被夏燕燃斩杀 斩杀斩德后 夏燕燃站在原地 久久不语 李南拿起太玄剑 轻轻擦拭了几遍 重新将它交到了夏燕燃手里 魏剑 大哥 我可以确定 东周大陆有大地存在 而且是未知的大地 魏行缓缓说道 眼神中浮现一丝冷色 天南皇朝 等着吧 只要你们的大地 强者离开 就是你们覆灭之时 没有打草惊蛇吧 魏阵眼中一亮 直接问道 他们魏家吃了 这么大一个闷亏 怎么也要还回去 若是同等的超然势力 他们还真不好 明目张胆地动手 但天南皇朝 明显是个 明不见经传的小势力 只要他们的大地离开 前去狱外战场 他们就能派个大地 覆灭天南皇朝 大哥请放心 这次绝对没有打草惊蛇 只要他们的大地一走 就是天南皇朝覆灭之时 魏阵冷笑道 脸上浮现出一丝快意 似乎看到了 天南皇朝覆灭的景象 那就联系一下 其他几方势力 共同征召天南皇朝的大地 前去狱外战场 魏阵的脸上 浮现一丝阴险之色 缓缓说道 大哥 不过天南皇朝 为于东合运 那里是陆家的地盘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惹恼陆家 魏阵沉吟道 陆家同样是一方巨头 不可忽视 老二 你多虑了 想必陆家也不知道 天南皇朝 有大地的存在 不然早就征召过去了 魏阵摇摇头 沉生说道 魏形略威斯律 表示认同 现在域外战场 形势紧张 除了暗中的大地强者 几乎都前往了域外战场 应对邪魔一族 没过多久 陆家便得到了消息 因为天南皇朝 在东合运 所以前去征召大地的事情 就落在了陆家身上 哼 魏家打来的好主意 恐怕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我们不仅早就知道 天南皇朝有大地在 天南皇朝的皇主 还是老子的外甥 陆怀笑呵呵道 眼神深处 冰冷之色一闪而过 之前就听闻魏家派人 前去天南皇朝找查 结果魏南天 陨落在了东周大陆 如今将东周大陆 有大地的事情公开来 估计就是想征召走大地 好对天南皇朝出手 二哥 那我们要不要去 征召小南的手下 陆远犹豫道 去 为什么不去 既然魏家 想找天南皇朝的麻烦 那就成全他们 陆怀眼中 闪过一抹奸诈之色 据他所知 天南皇朝拥有的大地强者 可不止一位 反正魏家也没说 东周大陆 有几位大地强者 征召一位 也是征召 闻言 陆远眼中 闪过错愕之色 顿时明白了陆怀的打算 这是打算再坑一波魏家呀 不过他喜欢 谁让魏家 找他外甥麻烦 当李锦明听到这个消息时 面容同样有些惊恶 然后马上被愤怒取代 这个魏家 真是不识好歹 没找他们的麻烦 就算仁慈了 如今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天南皇朝 真当天南皇朝好欺负 不多时 李锦明换来了混沌 饕铁二凶兽 跟混沌铁说明了原因 二凶兽 直接点头答应 特别是饕铁 他早就想出去了好吗 如今 不仅可以出去 还可以去干架 关键是 还可以尝尝 邪魔异族的味道 何乐而不为 在这里 都不能随意吃东西 太为难受了 看着二寿欢天喜地的样子 李锦明一正 心想 平时也没亏待你们啊 怎么一听说要出去 就这么激动 看着混沌与饕铁 陆远脸上 闪过凝重之色 虽然混沌 饕铁修为 只是大地一众 但冥冥中 带来的压力 却超过境界本身 说明混沌 饕铁的实力 还在境界之上 陆远将混沌 与饕铁 带到域外战场时 魏家第一时间 便得到了消息 陆兄 没想到 你东河域 又出现了两位大帝 好像还是妖族的 真是可喜可贺 魏行阴阳怪气地说道 表情有些阴郁 眼神深处 更是闪过一抹杀意 你才是妖族的 你全家都是妖族的 闻言 陆远还未作声 混沌就忍不住问声道 你 魏行顿时气节 怒气就要爆发出来 魏兄 消消气 混沌兄并不是妖族的 见状 陆远赶紧当起和室楼 只不过目中闪过一抹笑意 第146章 遭遇 大哥 我今日看到了 天南皇朝的大帝 竟然有两位 而且气息都不弱 难怪南天会陨落 魏行冷声道 话语中很是愤怒 哼 既然他们都来了域外战场 那么便去灭了天南皇朝吧 魏阵冷声说了句 若有机会 也将他们送上路 魏阵又补了句 山海剑 李大哥 接下来我们该去做什么啊 夏嫣然抱完仇后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若不是李南 还陪在他身边 他都不知何去何从 接下来 我们便游历山海剑吧 或许你还不知道 山海剑由山剑和海剑合成 现在山剑和海剑合在一起 每过一万年 山剑与海剑便会分离 李南简单介绍了一下山海剑 听得夏嫣然一愣一愣的 他没想到 自己生活的世界 竟然这么神奇 李大哥 那我们现在是在山剑吗 夏嫣然好奇道 没错 海剑那边几乎都是大海 只有零星的几个岛屿 李南笑着答道 李大哥 那我们去海剑吧 夏嫣然眨巴着大眼睛 撒娇式地说道 活了近三十年 他的活动范围不过康国境内 只是山剑的一愚 这让他对山剑与海剑的一切 都充满了好奇 他最好奇的还是东周大陆 他想看看 李南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不过 他只能从李南的 直言片语中感受一二 李大哥 你距离圣人应该快了吧 夏嫣然刚刚猎杀了一只 半丈大小的兔子 正烤着兔子的肉 见李南在一旁乐呵呵看着 于是出声找话题 平常都是这样 李南的话不多 聊天几乎都是他主动找话题 他丝毫没有觉得累 反而乐在其中 他也感觉得到 李大哥对他越来越关心了 虽然还没有正式接受他的感情 但一切都在朝他预想中的发展 嗯 可能快了 可能还差得远 李南摇头笑了笑 刚来山海届时 老想着尽快突破之圣人 但十年时间开了家医馆 治病救人 让他的心境平和了许多 不再那么执拗 后面又通过三年时间教导下 奄然修炼 整天与夏奄然待在一起 让他的心境更加平静 如今 他不急着突破之圣人了 顺其自然变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反而感觉到 心境上有了一丝突破 距离圣人不远了 那就助理大哥 早日突破之圣人 夏奄然认真地许愿 西六 问道肉香 夏奄然的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快撒香料 李南赶紧提醒道 夏奄然顾着和他说话 香料都还没放 哦 夏奄然一阵手忙脚乱 才将好几种香料撒好 虽然香料撒得晚了 但肉的味道没有打折扣 二人吃得津津有味 李大哥 可还符合你的胃口 吃完后 夏奄然满嘴流油地问道 你看我样子就知道了 你烤得很好吃 李南笑着说道 表示肯定 那以后 我就给李大哥烤肉吃 夏奄然握着小拳头 轻声说道 好啊 李南笑着回了句 哇 李大哥好高啊 同高同意 高矮两人健壮 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与他们同为准地的黑军 竟然就这么翘无声息地陨落了 连一点征兆都没有 他们此时 看向李南的目光 竟是惊惧 燕然 你怎么样了 李南没有理会二人 朝夏奄然关切地问道 李大哥 我没事 夏奄然虽然嘴里说着没事 但胸口不断起伏 呼吸有些急促 可见刚才的事情 还是吓到了他 李南确定夏奄然真的没事后 才放心下来 你们是何人 李南看向高矮两人 淡淡问道 回前辈 我叫童高 高个子回道 我叫童爱 矮个子同样应道 童高 童爱两人看不出李南的深浅 以为黑军是李南杀死的 此时根本不敢犹豫 你们是兄弟 李南亚然道 是 我是兄 童高道 我是爹 童爱马上道 你们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吧 李南服额 这兄弟俩 说话一人一句 也算是 让他大开眼界 片刻后 李南便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黑军以前 靠着邪恶的手段 屠杀陷阱生灵 以获得强大的实力 这其中恰好有童高 童爱兄弟在乎的人 于是童高 童爱二人历经磨难 修行有成后 开始找黑军报仇 不过 黑军也没那么容易对付 二人追杀 黑军 已有千年岁月 期间一次次 被黑军逃走 直到今日 黑军同样使用 以往的恶劣手段 随手抓个人 来威胁二人 谁知道 今日碰到个硬查 你们背后 有势力在吗 李南问道 虽然童高 童爱二人 大致说了一下经历 但他也听出了 其中的不意 这两人 要成长到现在的程度 有多么艰难 可想而知 可见二人 都是大毅力之辈 同时 因为自己与下 燕燃两人 竟然真的 被黑军威胁住 这说明二人的心性不坏 反正迟早要拿下山海界 提前将这二人 收入麾下 也未尝不可 既然提前遇到 就是缘分 回前辈 我与爱帝相依为命 并没有加入任何试炼 童高不明 所以 老实回答道 是的 我与兄长相依为命 没有加入试炼 童爱同样答道 你们可愿 加入我的试炼 李南也不卖关子 直接问道 他原先还以为 二人都是准地了 身后有一大帮子人才对 不过这样也好 两个了无牵挂的准地 难怪黑军见了都要逃跑 前辈 童高愿意 前辈 童爱愿意 童高 童爱相依一眼 齐声说道 二人都不傻 能翘无声息 将黑军诛杀的人 起码都是大地强者 更别说 他们连波动都感受不到 这已经超出 他们的理解范围 这丹药 你们各自服下 李南拿出两枚天命单 并没有说明 是什么丹药 童高 童爱两人没有犹豫 各自接过一枚天命单 就此服下 李南见状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二人虽然一被胁迫 但并不愚蠢 李南忽然想到 这二人算不算 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很快 童高 童爱二人便有了反应 面容浮现惊恶之色 他们原先 还以为是控制他们的丹药 没想到 非但不是 这丹药还可以提升 天赋潜力与修为 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乃是天命单 顾名思义 服下后相当于 被天命照顾了一次 可以提升人的天赋潜力 让没有天赋之人 变成天骄 想必你们也感受到了 他的强大之处 希望你们好好修炼 为我天南皇朝出一份力 童高 童爱正在感叹 丹药的强大时 李南的声音 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二人心中大为感动 这么强大的丹药 他们别说见过 听都没有听说过 如今他们却得以服用 多谢前辈 高定会为前辈 为天南皇朝尽心竭力 多谢前辈 爱同样如此 定会为前辈 为天南皇朝尽心竭力 童高 童爱的声音 先后响起 满是激动 在他们看来 这梅丹药 就是一份天大的机缘 足以让他们更进一步 服下丹药后 二人已经感觉到 递竟在向他们招手 自然对李南无比感激 不必喊我前辈 喊公子便好 李南笑着说了句 看了眼下燕然 又接着说道 你二人 就先找个地方闭关 炼化天命丹 我与燕然就先走了 是 童高 童爱恭敬应道 此时他们的心情 无比喜悦 追杀黑军的途中 还得到这么大一个机缘 兄长 那老道士 还真说对了 我二人真的遇上贵人了 童爱咧嘴笑道 是啊 得找个机会 感谢一下那个老道士 童高同样笑着说道 李南下 燕然在山海界游历时 魏家之人 已经准备好 第二次前往东周大陆 报仇雪恨 天南皇朝 我看你们这次 怎么逃过一件 混沌 饕餐 两只畜生罢了 迟早要杀了你们 为姐儿 魏南天等人报仇 魏行喃喃自语 目中闪过愤恨之色 恨不得 亲自前往东周大陆 覆灭天南皇朝 只不过 他也只能想想罢了 若他出现在东周大陆 必然会被陆家知晓 从而混沌 饕餐也会知道他 前往了东周大陆 混沌 饕餐是东周大陆的大地 而东周大陆 位于东河域 则默认混沌 与饕餐是属于东河域一方 与陆家同一阵营 魏行自然不能 被陆家抓到把柄 好在混沌 饕餐都前往了域外战场 天南皇朝 应该没有大的强者了 为了稳妥起见 魏行与魏震 魏雪二人商议了一番 决定派出 魏家隐藏起来的一位大帝 否则 仅凭大帝之下的存在 或许不能对天南皇朝 造成太大的影响 只是 这次派出隐藏的大帝后 那位大帝必然会暴露 在陆家的视野中 之后 也要前往域外战场 至于是否会遭到混沌 饕餐的敌视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 两位大帝 一重罢了 他们为家隐藏起来的大帝 就有三位 除去这次前往东周大陆的 还有两位隐藏起来的大帝 更别说 明面上的大帝强者 自然不会将混沌 饕餐放在眼中 第148章 陆出手 天南皇朝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 最重要的便是资源 甚至 一定程度上 修炼资源 还要在天赋潜力之上 这十几年 天南皇朝的诸多强者 基本是不缺修炼资源的 红文老魔从准地四重修炼 到了准地七重 魔九同样如此 其余人多多少少都有进步 须知 到了这般境界 想要短时间内进步 是极为困难 除了天赋外 还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恰好 这两者 天南皇朝的众多强者都不缺 一来他们服用了 李南赐予的天命丹 二来有资源供应 修炼进度 自然极快 老邦子 你说魏家 还会不会派人来 我等的都淡出鸟来了 红文老魔在一旁说道 这一只修炼 虽然看到修为的提升 很爽 但总觉得缺少些乐趣 然后就想到了魏家 呵呵 你急啥 来了 也没有你出手的份 你上次已经出过手了 魔九冷笑两声 上次因为要负责天交大会 所以出手的机会 和功劳 都让给了红文老魔 如果魏家还来 哪能让红文老魔 继续出手 嗨嗨 老邦子 上次他们可是来了大帝 就算还要来 估计还会有大帝前来 红文老魔善善道 那又怎样 魔九不屑道 在东周大陆内 不来还好 来了 就算你是大帝 都要你有来无回 咦 魔九意外看了 眼红文老魔 这家伙刚收到魏家 结果魏家的人就来了 与上次的人一样 直接步入了东周大陆上空 实在是诸天星斗 大阵极具欺骗性 如果不发动阵法的话 确实就如一层星光 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 哼哼 红文老魔 这次就让我来 你就在一旁好好看 卧槽 魔九乐呵呵说道 只是话还没说完 便发现 已经有人迎上去了 去的还是穷奇 哈哈 老邦子 你还是同我一起看戏吧 红文老魔哈哈大笑 对着魔九挤眉弄眼 东周大陆上空 一行人突然出现 正是魏家之人 带头的是魏家隐藏的大帝 名叫魏振天 他与魏南天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知道魏南天陨落在这后 便主动要求 前来覆灭天南皇朝 这就是天南皇朝 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不过是灵气浓郁点罢了 魏振天南南自语 眼中闪过不屑 他也知道 天南皇朝的两位大帝 都被征召前往域外战场了 此时天南皇朝 应该没有大帝的存在 哼 就先覆灭 天南皇朝收点利息 之后再灭了混沌 饕天 让他们知道 得罪我魏家的下场 魏振天自言自语 似乎天南皇朝 于他而言随手可灭 动手吧 先去杀戮一番 杀到他们胆寒 再灭了天南皇朝 魏振天对着众人冷声道 闻言 魏家众人 便朝天南皇朝的人杀去 只不过 他们刚动身 穷奇便出现了 一身大地的气息 毫不掩饰 朝着众人 直接杀去 怎么还有大帝 众人面色大变 而且这大帝 还朝他们杀来 他们顿时头皮发麻 一股死亡的气息 笼罩在他们的头顶 嗯 魏振天同样神色大变 不是没有大帝了吗 那这冒出来的是怎么回事 魏振天感觉到 事情的不同寻常 恐怕这天南皇朝 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 竟然有三位大帝 如果不是 派了他前来 这次魏家 又要损失惨重 想到这 魏振天有些庆幸 于是急忙朝穷奇杀去 他也看出了 穷奇的修为 不过大帝一众 而他是大帝二众 要牵制住穷奇并不难 对 就是牵制 他根本没想过击败 因为以他领先一个小境界 想要击败穷奇 根本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感受到穷奇的 气息非同寻常 虽然是大帝一众 但气息 却可以与大帝二众相媲美 只是 他刚朝穷奇杀去时 卫振天顿时脸色大变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 萦绕在他的心头 他感受到了死亡之危 怎么会 卫振天不敢置信 天南皇朝 怎么还有大帝的存在 这个气息 起码是玄境大帝 而他不过是黄境大帝 受死 陆冷声道 一股滔天气息 自他身上散发出来 如同杀戮之王 让人不敢直视 不好 卫振天大惊 想要逃 可是为时已晚 他的气息 已经被路锁定 没有办法 他只能硬抗路的手段 路的攻击手段 大多是肉搏 他甚至不用化为龙身 便将卫振天 打得节节败退 所过之处 留下一道道空间裂缝 这还是诸天星斗大阵 稳固空间后的结果 否则两位大帝的交战 定会使得东周大陆空间破碎 陆龙枪 哇 随着空间波动 一只血红色的长枪 出现在路的手中 陆龙枪 是路的一道神通 无比强大 可以凝聚所杀之人的 鲜血灵魂成为一柄枪 还能不断叠架 如果杀了魏振天 那么陆龙枪 又可以将魏振天的 灵魂鲜血吸收 使其变得更加强大 这也是陆出现的原因 遇到一位大帝 没有理由放过 魏振天见状 心神大乱 直觉告诉他 不可以硬抗 这一枪 他接不住 黄金大帝 与玄金大帝的差距 实在太大 更别说陆 不是一般的玄金大帝 不过 陆可不会给魏振天思考时间 直接持枪朝魏振天杀来 魏振天心中大慌 他已经后悔来这了 如果早知道天南皇朝 有这么变态的大帝在 他说什么也不会来 可惜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也没有逆转时空的能力 扑 陆直接一枪 捅穿了魏振天的喉咙 魏振天眼睛睁得老大 想说些什么 但喉咙被扎穿的缘故 根本说不出来 魏振天的血液灵魂 开始被陆龙枪吸收 陆龙枪的气息增长了一丝 不过 陆没有把魏振天的血液吸收干净 而是留下十分之一左右 这是大帝的尸体 刚死的 血液还有十分之一的样子 给你吸收了 陆的身形一闪 便到了罗血的面前 将魏振天的尸体随手一扔 淡淡说了句 多谢师尊 罗血感激道 这可是大帝的血液 对他来说有大用 虽说只有十分之一 但他能不能吸收 还是个问题 别看十分之一狠手 但他现在不过是圣人静 要炼化这十分之一的大帝血液 恐怕要花费不少时间 别愣着了 快练化 为师来助你一臂之力 陆催促道 是 罗血愣了一下 马上回过神来 心里有些感动 随着魏振天被斩杀 剩余的魏家众人 也接连被穷起斩杀 根本花不了什么功夫 魏家之人 再一次覆灭在了东周大陆 红文老魔 与魔酒相识一眼 嘴角露出苦笑 这叫什么事啊 哼 下一刻 二人齐声哼道 转身各自修炼去了 第149章 20年 魏振天前去东周大陆后 魏行等人的脸上 就开始洋溢着笑容 在他们看来 魏振天前去东周大陆 应该万无一失 现在 他们已经在谋划 怎么将混沌与饕餐 斩杀在域外战场 大哥 想必振天等人 已经到东周大陆了 就是不知此行顺不顺利 不知为何 魏行冥冥中 感觉到一股不安 于是出声说道 放心吧 天南皇朝的两位大帝 都在域外战场 我们的人都看着的 应该没什么意外 魏振陈阴片刻 眯着眼说道 就是 二哥 你就放心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魏许同样乐呵道 他们可不认为 天南皇朝 还有什么底牌 大哥 三弟 不知为何 我总是感觉到一股不安 你们说 天南皇朝 会不会同样有隐藏在暗中的大帝 魏行沉着脸 缓缓开口 忽然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天南皇朝的两位大帝 最开始就不被人所知 如果暗中还有大帝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老二 但愿不是真的 闻言 魏振陈重道 如果天南皇朝暗中还有大帝 那么这件事就糟糕了 魏振天也可能一去不返 三人正聊着 两个族人急忙走了进来 脸色十分惊慌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惊慌 魏振本来心情就不太好 冷着脸问道 回家主 族中的一些圣境 准地的族人命牌碎裂了 一人慌张跪倒在地 盲声道 什么 魏振三人大惊 不可置信看着这人 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魏行心中的不安感愈加强烈 上次也是这样 命牌碎裂的这些强者 都是前往东周大陆之人 到了此刻 三人怎能不明白 是前往东周大陆的人 出现意外了 如今 除了魏振天外 他们都陨落了 那魏振天 恐怕也凶多吉少 想到这 三人急忙朝祖祠略去 不过片刻 三人便到了祖辞 急忙看向魏振天的命牌 果然 心中猜测成真 魏振天的命牌已经碎裂 这代表着魏振天陨落了 一时间 三人谁也没出声 一股压抑的气息 充斥整个魏界 天南皇朝 一道咆哮声 回荡在天地间 魏界众人纷纷收敛气息 生怕惹怒了魏振 他们都在猜测发生了事情 使得家主如此震怒 这天南皇朝又是何方神圣 竟然引得家主无比震怒 除了少部分人外 魏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与天南皇朝的矛盾 魏家的高层 也需要一层遮羞布 很快 魏振无比震怒的消息传了出去 而震怒的原因 竟然是名不经传的天南皇朝 诸多吃瓜群众不明所以 纷纷打听天南皇朝的下落 能使魏家家主如此震怒的势力 他们都很是好奇 陆家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于是便有了猜测 能让魏振这般震怒 恐怕是与派去东周大陆的族人有关 怕是又陨落了一顿大地 时间总在翘无声息中流逝 春去秋来 白居过戏 又是二十年时间过去 这二十年来 魏家没有再次派人前去东周大陆 除了应对邪魔一族外 魏家之人在外界基本不见踪影 邪魔一族也在这二十年间 再次发起了一次全面进攻 并且 邪魔一族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天骄 压得长河界喘不过气来 为了应对邪魔一族的天骄 陆家没有办法 听从了陆无双的建议 前往天南皇朝求援 随着天南皇朝天骄的加入 长河界的形势开始好转 邪魔一族开始落入下风 其中 玄黄界见到第一天骄陆白 发挥出了强大的实力 同境界的邪魔 没有谁能在他手中坚持十个回合 基本都是秒杀 当然 那些邪魔族的天骄除外 不过 邪魔族的天骄在同一境界时 也大多不是陆白的对手 除了陆白 楼莲 书前 龚玉桥等人 同样发挥出了强大的实力 可谓是一战成名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慢慢地 天南皇朝的名气 在长河界流传出来 进入了各大势力的眼中 因为那些实力强大无比的天骄 竟然都是出自天南皇朝 这使得众势力震惊不已 就连那些巨头同样如此 稍微好点的 可能就是陆家了 因为李南的缘故 他们多多少少对天南皇朝有所了解 对这些天骄的出现并不太意外 因为他们有些人亲眼看见过天南皇朝举行的天骄大会 东周大陆的灵气浓度 更是使得他们心惊不已 这么多天骄的出现 开始还有的势力 刨出各种诱惑 想又使天南皇朝的天骄加入 后面 天南皇朝的天骄不为所动 于是 有的势力开始使用一些手段 本着得不到就毁灭的心态 想趁天南皇朝天骄不注意的情况下 掳走或是斩杀 这一情况 被天南皇朝高层知道 李锦明大怒 他自然明白 这些天骄意味着什么 这是他们天南皇朝的未来 于是 李锦明派出路在内的三位大帝 将那些针对天南皇朝天骄的势力 挨个警告 搜刮了一大批资源 不是不想覆灭那些势力 而是以大局为重 抵抗邪魔一族为主 天南皇朝的强势 使得许多势力纷纷闭嘴 不敢再打天南皇朝天骄的主意 另外 经过二十年的不断修炼 红文老魔等人的修为到了准地九重 下一步就是成为真正的大帝 天南皇朝的中间力量 也慢慢成长起来 不论是大能进 还是圣进强者 都增加了许多 这得益于天南皇朝 不可比拟的修炼环境 以及珍贵的修炼资源 虽然李南在山海界 但这么多年迁到的修炼资源 都会派稻谷送来东周大陆 让李景明分配下去 加上从各方势力搜刮来的资源 倒也不会出现缺少资源的情况 这二十年间 李南与夏嫣然一直在山海界游历 期间也碰到过不少趣事 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 二人水到渠成 山海界一出镇子 李南抬头望向天空 嘴里喃喃自语 似乎有万千感慨 眸中闪过一道光亮 三十多年 这才感受到一丝成圣契机 不容易啊 李南话音落下后 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原地 第150章 契机 渡劫 此时 夏嫣然正在一个院子里 准备做饭 嫣然 我的成圣契机来了 即将闭关 时间长短不定 不要担心 忽然 一道传音出现在夏嫣然的脑海 李大哥 夏嫣然一惊 连忙出门搜寻李南的身影 只不过这回李南已经没影了 李南的身影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万里之外 这里是一处山脉 荒无人烟 很快 李南便在一处高山中 挖掘出一座洞府 联系道谷将此事告诉他后 马上就进入了闭关中 成圣契机来之不易 如果这次没有成圣 那还不知要等多少年月 道谷得到消息后 不敢犹豫 短短时间便到了李南闭关的洞府外 为了避免有人打扰李南 道谷监视着此地的风吹草动 不敢有丝毫放松 虽然他是大帝 但仍旧全力以赴 李南这一闭关 就是三年 夏燕燃急得不行 生怕李南出了什么意外 他虽然急 但也没有到处去找李南 而是默默修炼 等待李南的归来 这天 头顶的天空中 忽然被乌云覆盖 一股毁灭的气息充斥当中 似要毁灭一切 这是天结 正在修炼中的夏燕燃 忽然睁开眼 难难自语 他此前度过禁忌天结 自然知道天结的气息是什么样的 难道是 李大哥 夏燕燃有些欣喜 但马上 面容便被浓浓的担心之色取代 面对这等天结 他感觉到自身无比渺小 似乎是当初还是凡人时 面对断德的无力感 咦 道谷惊讶一声 心中有了猜测 赶紧起身离开了此地 他能感受到 这是李南引动了天结 这说明 李南即将渡劫成圣 这天结 怎么还在叙事 道谷面色逐渐凝重下来 他能感觉到 这天结的范围 已经覆盖方圆百万里 而且还在不断扩张 简直闻所未闻 这还是承圣节吗 承递节的声势 也不过如此吧 他原本对李南充满信心 小小的天结 自然不在话下 但如今 看到如此恐怖的天结后 心中无比震惊 有的只是凝重之色 洞府内 李南陡然间睁开了双眼 眸中光亮一闪而过 来吧 今天就是我李南成圣的日子 李南轻声说道 眸中很是自信 他缓缓走出洞府 看向头顶的天结 终于 结云不再扩张 天结的叙事已经完成 哄 一道水桶粗细的天雷 朝李南轰下 第一道天雷 自然没有意外 被李南轻松接下 山海界的诸多大能 也感受到了 这股恐怖的天结气息 纷纷走出闭关之地 朝天结方向看去 眼中净是凝重之色 这般天结 不知多少年未曾见过 他们根本不敢想象 这是承圣节 这是谁在杜结 怎么有这么恐怖的声势 难道是大地强者在杜结吗 哈哈 难道我山海界 要诞生大地了吗 是不是大地杜结 谁也不知道 不过这天结的声势 倒是无比可怕 不管是谁杜结 我们都要交好一番 这么强大的天结 能不能度过还是两说 我们还是不要靠得太近 以免被波及 许多人看着天结的方向 惊异不定 窃窃私语 这般天结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轰轰轰 天雷不断轰下 李南面无表情 手持青帘剑 将轰击而来的天雷斩碎 如一位折仙 万法不清 天雷亦不能对李南造成影响 尽管天雷的威力越来越大 但李南的面色 没有丝毫改变 嗯 正在渡截的李南 神色一动 动天世界内的雷珠 此时竟有了反应 看来是感受到了天雷的气息 似乎是有些渴望 这雷珠是雷属性本源所化 原本以为快要化行了 结果一过几十年 依旧没有化行 如今在天雷的刺激下 似乎要化行了 于是 李南心念一动 雷珠便出现在他手上 既然你想吸收天雷 那我便成全你 李南笑着道 下一刻便将青帘剑收起 这雷珠 应该不会让他失望才是 本身就是雷属性本源所化 足以媲美圣境宝物 用来应对天杰 似乎再合适不过 果然 如李南所料 面对天雷的轰击 雷珠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天雷的力量 竟然被雷珠吸收了一部分 这对于雷珠来说 可是不小的机缘 天雷本就是天杰之力 蕴含天道气息 如今 雷珠吸收天雷之力 不知道将来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李南心中十分期待 终于 在雷珠的帮助下 雷杰基本没对李南 造成什么影响 在远处的道谷 看到最后一道天雷结束后 心中松了一口气 虽然雷杰结束了 但接下来是更恐怖的星魔节 李南没有犹豫 度过雷杰后 静止盘坐在地 准备度星魔节 李南再次睁眼时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床前还有个电视机 正播放着新闻 我这是怎么了 李南虚弱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不是在度节吗 马上就要成为圣人了 怎么会在这里 看着熟悉的场景 李南有些恍惚 难道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吗 小南 你终于醒了 这时 病房门忽然打开 响起了一道惊喜的声音 李南转头看去 发现来人是自己的老妈 老妈的心情激动无比 喜极而泣 小南醒了 小南醒了 你快来 老妈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 不断对着手机说道 妈 我这是怎么了 李南捏了捏太阳穴 发现有些头疼 发生了什么 一时想不起来 很快 李南便从老妈那得知了原因 再知道自己昏睡一年后 更是无比惊讶 难道那真是梦吗 李南有些怀疑 如果真是梦的话 那也太真实了吧 没过多久 李南的老爸 就赶到了医院 看到已经醒过来的李南 也是眼前一亮 十分激动 与他记忆中的一样 老爸不太会表达 只是问东问西 关心他身体怎么样 而后 老爸老妈买来了 李南最爱吃的食物 说着这一年来的变化 三人你一言 我一语笑嘻嘻地聊着 似乎这样也挺好的 李南突然说了句 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 神色很是复杂 系统 签到 李南心里默念叨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肥宅快乐水一瓶 果然 只要自己主动签到 这签到就没有好东西 不过 这肥宅快乐水都来了 还真是怀念 心魔 散 下一刻 李南缓缓说道 第151章 圣人 随着李南话音落下 眼前的老爸老妈 病床什么的都消失不见 哪怕心魔构建的世界再完美 甚至连李南都看不出破绽 但有一点 心魔也无法影响 那就是系统的存在 随着李南睁开双眼 天上的节云瞬息间 消失不见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错觉 恭喜主上成就圣人 这时 道鼓惊喜的声音 出现在耳旁 道鼓 辛苦你了 李南南难道 声音有些平淡 虽然刚才的那一切都是心魔 可也实实在在 让他见到了 前世的老爸老妈 在这个世界 虽然也有爹娘 但相比于前世 总有些不同 特别是 他有记忆的存在 总觉得 亏欠前世父母许多 道鼓 准备将山海街纳入统治 这就交给你了 李南轻声说道 他来山海界有两个原因 最主要的 就是成为圣人 其次就是 将山海界纳入天南皇朝的统治 如今 已经成为圣人 收服山海界 再简单不过 凭道鼓一人 就可以做到 交代完事情后 道鼓按照李南的想法 去收服山海界的势力 去了 一个镇子的小院中 下燕燃神色交集 眉头紧簇 不时朝远处看去 天杰的毁灭气息 令他惊心动魄 如今 杰云已经消失不见 但李南还没有出现 让他有些不安 燕燃 我回来了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李大哥 夏燕燃转身一看 喜悦之情 浮现脸庞 正是他苦苦思念的李南 李南出现在 他身旁后 夏燕燃扑进了他的怀里 低声啜泣 李大哥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刚刚那天节也太吓人了 夏燕燃心有余悸地说道 燕燃 没事了 你李大哥天赋绝伦 天节自然无比强大 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李南笑着说道 笑容温和阳光 燕燃 过些日子就回东周大陆 到时候带你见见老爹和娘亲 啊 李大哥 要不要晚点 我有点紧张 夏燕燃心里有些甜蜜 但又很紧张 心脏扑通扑通的 放心吧 我爹娘都很好说话的 他们肯定会喜欢你 李南笑着说道 他自然明白 夏燕燃的顾虑 只是可惜夏燕燃的爹娘 都已经过世 是在夏燕燃与李南中 逢前就去世了 不然以李南的手段 为夏府严寿什么的 轻而易举 为此事 夏燕燃难过了许久 他常常为不告而别 出去闯荡 感到后悔 连夏府的最后一面 都没见到 再次回到夏府时 夏府就已经去世了 不过短短几年 就发生了那么多意外 人生无常 谁也不知道这次的见面 是不是最后一面 如果知道的话 想陛下燕燃 也不会出去闯荡 转眼间 三个月过去 再到谷出面后 山海界各势力 没一个抵抗的 都选择了臣服 实在是一位 大地强者的威慑力 过于强大 至此 山海界纳入 天南皇朝的统治 只需回到东周大陆后 将朱天兴斗大镇 覆盖过来便好 又是半年过去 李南等人 顺利回到了东周大陆 老爹 这是燕燃 你未来的儿媳妇 回到东周大陆的第一件事 李南便将夏燕燃带去 见了老爹 娘亲目前不在东周大陆 只能以后说 燕燃见过伯父 夏燕燃有些紧张 盈盈失了一礼 哈哈 不必客气 没想这臭小子 给我带来一个这么好看 乖巧懂事的儿媳妇 真是便宜这臭小子了 李锦铭笑呵呵说道 对于夏燕燃他 自然是满意的 只要李南喜欢便可 他可不会管这些事 老爹 我有那么差劲吗 李南嘟嘴说道 不是你差劲 是我儿媳妇优秀 李锦铭回了句 丝毫不在乎李南的脸色 燕燃 匆匆见面 也没来及给你准备礼物 都怪这臭小子 也不提前说一声 搞什么突袭 这是玄女剑 刚好是女子用的 就当做第一次见面的礼物 李锦铭慢慢说道 从储物空间中 拿出一柄三尺长剑 上面刻着玄女二字 多谢伯父 夏燕燃看了李南一眼 李南微微点头 安排好夏燕燃的住处后 李锦铭跟李南说起 这近四十年来的事情 李南认真听着 三天后 李锦铭才大概说完这些事 臭小子 你突破到圣人了 李锦铭话题一转 突然问道 差不多四十年才突破 我没想到这圣人这么难突破 李南苦笑着说道 哼哼 你小子知足吧 你才百岁 不到就突破这圣人 让其他人知道了 该怎么想 李锦铭看着凡尔赛的李南 冷笑道 你小子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李锦铭询问道 这小子突破到圣人了 估计接下来会有大动作 是时候统一东合育了 李南想了想 遥望远方 淡淡说道 如今天南皇朝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那你小子 可要处理好陆家的关系 毕竟那是你娘亲的家族 而且实力不弱 李锦铭面色凝重 缓缓说道 老店 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做 李南轻声道 他自然想到了陆家 他不会让娘亲难做 但统一东合育 是必然的 如果陆家愿意 听他的号令自然好 不愿意的话 那就慢慢来 只要他足够强大 陆家不会看不清局势 若是陆家知道 他不足百岁 便突破之圣人 以陆家的眼光 自然不会与他为敌 这还是他考虑的 最坏的结果 他也算是半个陆家人 最大的可能就是 陆家会跟陆无双一样 追随于他 反正他也不是外人 你心里有数就好 李锦铭见状 也不再多说 陆家与儿子之间 他自然支持儿子 怎么没看到小暖 李南问道 他有些奇怪 若是小暖知道他来了 肯定会屁颠屁颠跑过来 哼 那丫头 也不知去哪风去了 直到我们治下 有十一方世界后 他便去 其他世界玩去了 李锦铭苦笑道 看得出来 他有些头疼 一儿一女 儿子向来很懂事 做什么 都不需要他操心 女儿的性子很跳 爱玩 尽管如此 他从来没有因为 李小暖爱玩 而批评他 在他心里 只要李小暖快乐 平安就足够了 其他的一概不操心 如今以天南皇朝的实力 也可以保护 李小暖不受伤害 第152章 商议 父子二人又聊了些其他的事情 李南这才告辞离去 老爹 山海界也纳入治下了 还请你多多费心 离去前 李南笑呵呵说道 然后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好小子 又给你爹加担子 李锦鸣笑骂道 对于李南 给他加担子 已经习惯了 谁让他有这么优秀的儿子 虽然平时说话 嘴上说 李南的不好 但实际上 他心里比谁都自豪 李南离开后 便开始召集手下前来 商量一统 东和狱的事情 李南回到东周大陆的时候 众人便得知了消息 所以这几天 也没有闭关修炼 都在等待李南的召唤 他们知道李南 肯定会召集他们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这才过去三天时间 众人收到消息后 快速朝东周大陆赶来 因为有诛天星斗大阵 有传送功能 众人的速度都很快 不过半天时间 算上山海界在内 共十二方世界的强者都来了 其中大部分是李南 没有见过的 众多的强者 倒是让李南眼前一亮 有种天下 近在我手的感觉 算上东周大陆在内 天南皇朝现有大帝 强者十五位 其中龙族九位大帝 道谷 四凶兽 还有清玄界臣服的清玄大帝 一共十五位 若算上他的神灵法身 那就有十六位大帝强者 而准帝强者 就更多了 共有五十六位 其中 红文老魔 魔九等十八位准帝 都是准帝九重的存在 距离突破大帝不远了 若是他们突破之大帝 那么天南皇朝的底蕴 又会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 圣境强者就更多了 多达一千多位 可别觉得 一千多位圣境很多 这可是 十二方世界的圣境强者 这些都是天南皇朝的中间力量 实力最强的一批人 拜见皇主 众人齐声行礼 眼神中带着火热 许多人还未见过李南 此时更是激动无比 自从被天南皇朝统治后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李南 他们对李南充满好奇 毕竟通过了解 他们得到的丹药 修炼功法 强大的神通 等等 都是李南拿出来的 当然 最主要的是这些东西 都十分罕见 价值巨大 平常闻所未闻的 仿佛在李南这都是稀松平常的小玩意 一方面 他们屈服于天南皇朝强大的实力 另一方面加入进来后 确实让他们受益无穷 境界都有了提升 不用多礼 李南弹弹道 此次召集诸位过来 有个事情说一下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 诸位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 朕决定开启东和域的统治征服之战 诸位也知道 外有邪魔虎视眈眈 同时内有各大势力 暗都不止 唯有将各方势力凝成一股绳 才能更好地面对邪魔 说到这 李南停顿下来 给予了众人反应的时间 果然 听到李南说的话后 有人眉头紧皱 有人双眼放光 有人十分平淡 诸位 不只是邪魔 暗中还有更恐怖的存在 若不提高实力 将来很可能遭到清算 李南又将一些事情隐晦提出 他想看看众人的反应 他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邪魔一族 反而是逼得祖龙陷阱 自身的存在 虽然道古等人 被困在秘境中 也不属于这个时代 尽管过去无尽岁月 但那秘境属实奇怪 一缕残魂 都可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想来 有些说不通 况且 关于那个时代 现在没有任何记载 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有时候甚至想 秘境是不是另一个宇宙 只是连接了东周大陆 但这仅仅是他的推测 没有任何证据 而道古 十年前终于来了 李南斟酌了一下 他说辞 尽可能简单说了一下 听到李南的话后 陆念面色有些凝重 他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竟然有这么大的抱负 一统东河狱 这是陆家都 做不到的事情 尽管陆家在东河狱 是至高无上的霸主 但也没办法 去管理那么多的世界 然而 今天却在李南的口中听到 令他大吃一惊 男儿 你确定要这么做 这其中 涉及到方方面面 东河狱 虽是长河界的大狱之一 可也无比庞大 旗下世界数不胜数 有那么多心思去管理吗 陆念的脸色有些复杂 自他离开东周大陆后 李南的成长速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李南手底下的大地强者 拿出来的修炼资源 丝毫不逊色 当今陆家 娘亲 我知道你的顾虑 这些事情 对我而言并不是问题 李南自信点了点头 他有系统的帮助 有诸天星斗大阵存在 天南皇朝本身的实力 强大了许多 这些都不是问题 相反 随着征服的世界 越来越多 他能够用的人才 天南皇朝的底蕴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这与陆家 是不一样的 他有 蕴爵的存在 还有千道的丹药 都是为他服务的 更别说 有诸天星斗大阵存在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足够覆盖长河界 更别说东河狱 这件事 还得跟你舅舅商量一下 魏娘 虽然是陆家之人 但陆家的家主 毕竟是你舅舅 魏娘不好多说 你可明白 陆念轻轻叹了口气 无论是陆家 还是天南皇朝 他都希望好好的 现在 天南皇朝 要一统东河狱 他家在了中间 很是为难 不管是天南皇朝 或是陆家 他都不愿意看到 任何一方受到伤害 娘亲 我自然明白 我可以去跟舅舅谈谈 但是 不论早晚 东河狱 都要归于天南皇朝的统治 李南对于陆念的话 表示理解 但也说明了自己的要求 接下来的日子 李南便在青云世界 住了下来 他知道这件事 关乎重大 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 特别是 像陆家这么大的家族 其中的利益纠纷 更是无比庞大 他虽是陆怀的外甥 但对于陆家而言 他就是个外人 能不能顺利将陆家收入麾下 还是两说 此前只是他的猜测罢了 不过 他也不着急 陆家从一开始 便放在了最后解决 春去秋来 李南已经在青云世界住了十年 这期间 李南也见过陆怀击面 二人同相关的事情 进行了商量 不过 这么大的事情 哪怕是身为家主的陆怀 都不能完全做主 李南也不着急 虽然过去十年 但东和域 还有大半的世界 没被拿下 他有的是时间 等待陆家做决定 就算最后拒绝了也无妨 随着时间流逝 天南皇朝 只会越来越强 这是陆家 以及其他势力 无法比拟的 因为天南皇朝 有李南 这个外挂在 慢慢的 不知是消息走漏 还是故意有人散布消息 说李南想收服陆家 许多陆家族人 都得知了这个消息 自然而然 李南在陆家 引起了一阵非议 越传越烈 甚至一部分陆家人 已经开始仇视李南 听说了吗 李南居然想收服 我们陆家 他怎么想的 做梦也不是这么做的 哪个李南 这么离谱吗 他算哪根葱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配不配 还想收服我们陆家 怕是脑子病得不轻 还能是哪个李南 你们可小点声 李南是家主的外甥 身份地位 可不是我们能比 听说他还登上了通天榜 哼 就算他登上了通天榜 我陆家 就没有添交了吗 陆无双公子 不过千岁 就是圣王强者 如今都已经大胜九重 马上就要 迈入准地 看 前面那人就是李南 说话 可别被他听到了 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许多陆家人 窃窃私欲 对着李南指指点点 这些事情 李南早就知道了 他也没管 他们想说 就让他们说个够 对他也没什么影响 到时候他拿下陆家后 这些人自然不敢再说 又是十年过去 这对于修行之人来说 不过是短暂的闭关时间 陆家针对李南的声音 愈演愈烈 似乎形成了一个浪潮 不过 李南依旧没有当回事 估计是有人在针对他 故意搞事情 这十年 越来越多的世界 被天南皇朝征服 成为了天南皇朝治下的一份子 大帝依旧是那些人 没有改变 准地倒是增加了36人 达到了92人之多 圣境强者更不用说了 相比于准地而言 要多上许多 主要是一些 世界实力最强者就是圣境 连准帝都诞生不了 而天南皇朝征服的对象 至少也是要拥有 圣境强者的世界 不然征服许多弱小的世界 太浪费时间 这天 李南闭关结束 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圣人九重 距离圣人 亡不过一步之遥 二十年时间 从圣人一重到圣人九重 速度奇快无比 这还是 李南没有急着突破 以感悟法则为主 不然 早就突破到圣亡境 丁 检测到宿主 已经签到十年 获得特殊签到一次 请问宿主 是否进行签到 系统的声音 照常响起 只不过跟往日的 有些不一样 李南心头一喜 他签到早就满十年 但系统 一直没有提示签到 他还以为要签到百年了 才有特殊签到 签到 李南在心里默念到 这个签到他等了许久 十年前 想必签到的东西非同一般 恐怕下一次 特殊签到 就是百年签了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360颗星辰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石脉星号石 极品灵脉星号5000 上品灵脉星号1000 中品灵脉星号5000 下品灵脉星号1000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半神器星号石 地器星号100 圣器星号1000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地阶丹药星号999 圣阶丹药星号1000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半神镜 傀儡星号1 地镜傀儡星号石 准地傀儡星号50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起源之风一旅 第154章 李雷 系统一连串的声音 在脑海响起 李南顿时喜出望望 果然如他所料 随着签到时间的增加 这次十年 签签到的东西 比以往要强上太多 360颗星辰 与之前签到的81颗星辰一样 都是经过炼化的 直接就能用 是用来配合 朱天星斗大阵的 除了灵脉外 竟然还签到出神石脉 看着系统的介绍 李南道吸一口凉气 神石脉 可是晋升半神镜的关键 没有神石 就无法吸收 神石内的神力 想要突破 至半神镜 乃至更高的境界 神石必不可少 因为长河界 根本没有神力的存在 只能依靠神石 进行突破 如今 竟然签到了十条神石脉 以后突破半神镜的资源有了 如果被其他势力知晓 绝对会引起一场 腥风血雨 越看 李南越惊喜 这次还有十件半神器 一百件地器 圣器更有一千件 大大增加了 天南皇朝的实力 他正愁手下用的武器不够好 如今这次签到来的真吉时 斩仙剑 难道是半神器 这时 李南想到了之前 签到的斩仙剑 之前系统只是说 斩仙剑是地器之上 李南将斩仙剑 拿出来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他的级别系统 依旧没有显示 这次系统倒是大方 还来了999平的地阶丹药 与1万平的圣阶丹药 虽然他平时 也能签到地阶与圣阶的丹药 但数量有限 如今刚好补充消耗 此外 最让李南激动的 则是半神镜的傀儡 半神镜啊 据他所知 长河界并没有半神镜的存在 就连天晋大地 都可能不存在 所以 有了这具半神镜傀儡 长河界没有任何势力 再是李南的对手了 就算所有势力 连核都不行 除了半神镜的傀儡外 还有十具地镜傀儡 分别是三具 黄镜大地傀儡 三具玄镜大地傀儡 三具地镜大地傀儡 以及一具 天镜大地傀儡 另外 还有五十具准地傀儡 有了他们 天南皇朝的实力底蕴 瞬间被增 李南的底气 同样大增 底气来源于实力 此刻 李南很想说一句 你们一起上 看我消不宣你就完事了 咦 李南看了眼 起源之风 有些奇怪 不知这东西 有什么用 忽然 动天世界内 出现漫天雷霆 使得李南一愣 这是 李南有些吃惊 一位粉雕欲拙的小男孩 出现在动天世界的虚空中 小男孩的眉心 有雷霆的纹路 神秘无比 李南顿时 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雷珠吸收了 他渡劫的天雷后 便陷入了沉寂 直到今天 才化形成功 如今 一化形就是圣经 泽泽 这也太变态了吧 李南惊讶道 他此时也忘了 这雷属性本源 可是经过无尽岁月演化 才最终化形成功 有圣经实力 也不奇怪 于是 李南赶紧将化形后的雷珠放了出来 不然动天世界 非得被他祸祸了不可 爹爹 粉雕欲拙的小男孩 对着李南开心地喊道 之前李南 低了一滴心头 写在雷珠上 与雷珠存在着联系 故而化形后 自然将李南当成了父亲 乖 李南心情有些奇怪 也说不上来怎么回事 这就习当爹了 你以后就叫李雷 李南直接确定了 雷珠化形后的名字 简单有好记 好呀好呀 李雷笑 嬉嬉应道 看到李雷后 又联想到起源之风 或许可以给风珠吸收 将来化形后 说不定又是一大助力 本来以为风珠也快化行了 谁知离开秘境后 风珠根本没有反应 李南没有犹豫 直接将风珠与起源之风放在了一块 与起源之风接触的瞬间 风珠便有了反应 似乎是喜悦 李南没有管风珠 只希望风珠快点化形 他给风珠化形后的名字都想到了 爹爹 抱抱 李雷张开双手 乃声乃气说道 好 李南笑了声 直接将李雷抱在怀里 然后走出了闭关之地 这时 恰好下燕燃走了过来 看到李南怀中的孩子后 顿时有些奇怪 叫娘亲 李南对着李雷说道 娘亲 李雷对着夏燕燃 乃声乃气叫道 可爱至极 夏燕燃有些错 李南怎么就有孩子了 他怎么不知道 见状 李南将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夏燕燃这才明白 怎么回事 看向李雷的目光 多了些亲切感 对了 燕燃 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李南问道 夏燕燃明显 是来找他的 但他闭关修炼 没事的话夏燕燃 一般不会来打扰他 李大哥 是这样 伯母说 有事情邀你过去 我便过来了 夏燕燃眼神中有些担忧 他知晓李南来着的目的 李南也没有瞒着他 好 那就一起去吧 李南沉吟一会 稍微一想 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估计是陆家 有商量结果了 最好不要有什么幺蛾子 不然打脸就不好看了 李南心中暗道 这二十年 明显有人在针对他 他只是不计较罢了 如果有人当着他面 为难他 他可不会吃这一头 直接镇压就完事 当然 最主要的是 让陆家看到他的潜力 和未来 让陆家相信 在他的带领下 能够走得更远 如果是其他势力的话 直接镇压就完事了 但陆家不同 有娘亲在 还有陆无双家在中间 他就必须考虑 手段必须怀柔 再说 他对几位舅舅的观感 也挺不错 想必不会是 舅舅针对他 李南来到大殿后 发现大殿里坐满了人 正等着他 大殿内的氛围 很是沉重 没有人主动开口说话 见李南来了 陆怀 陆远 都笑着打了个招呼 小南 坐 李南同样笑着回应 至于其他人 并没有当回事 看了一圈 发现陆念并不在 想必是为了避嫌 他此时心中 已经有了数 这两位舅舅 应该是不会反对他 至于其他人 就不知道了 小南 我们针对你的提议 商量了许久 但现在还有些问题 所以特意邀请你过来 做个回答 陆怀缓缓说道 随着陆怀开口 大殿内一下热闹了起来 有的人站在李南这一边 为李南说话 有的人不怀好意地 看着李南 暗自冷笑 第155章 交锋 李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没有觉得丝毫意外 舅舅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便是 我自无不可 李南嘴角擒着笑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没有被这些讥讽的话影响 几位长老 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问吧 陆怀见李南这般模样 暗自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了一旁的家族长老 陆家长老团 有18个席位 都是准地强者 他们听到陆怀的话后 有人立马坐不住了 讥讽道 老夫想问一下 你是以天南皇朝皇主的身份 站在这 还是以家主外甥的身份 站在这呢 开口的是九长老 有人听到九长老的话后 立马看向了李南 他们想听听李南怎么说 陆怀 陆远 眉头皱了下 不过没有作声 哼哼 这有什么关系吗 难道我身为天南皇朝皇主 就不能是 你们家主的外甥了 李南朗声道 闻言 众人有些奇怪 当然有关系 如果你是以天南皇朝皇主的身份 站在这 那么我陆家就不可能被你收服 九长老陈生说道 就是 就算你是家主的外甥 我们陆家凭什么要臣服于你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哼 这人啊 就是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以为自己是家主的外甥 就忘了自己 有几斤几两 一个小小的皇朝 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 哪来的实力收服我陆家 还想一桶东和玉 怕不是在做梦吧 一时间 陆家众人讨论纷纷 大多不屑地看着李南 哼 李皇主 想必你也听到了 你天南皇朝 可没资格 让我陆家服气 九长老喝了杯茶 缓缓说道 李南还未作声 他又接着道 李南 如果你是以家主外甥的身份 站在这 如果答应我们几个条件 这件事倒是可以商量 哗 此言一出 不仅李南惊讶了 就连陆家众人 也纷纷看向九长老 想从九长老的脸上 看出什么 九长老这么说 肯定是经过 诸位长老同意了 定然不会信口开河 哦 那你倒是说说 李南面色平静 开口说道 李南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你加入陆家 如果以后成为陆家家主的话 自然可以命令陆家众人 这时 三长老站出来说道 在他看来 这么做 已经是给了李南面子 这还是看在家主的面子上 文言 李南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三长老 这话说得好听 加入陆家后 定然要以陆家为主 就算以后统治了东河玉 也是为陆家做嫁衣 况且 成为陆家家主 并不是一定的 然而 陆家众人却不乐意了 一愤填膺 哼 我就说 李南的目的 定然是为了加入我陆家 不然他哪来的失恋 真是痴心妄想 长老们也太好说话了 要不是 看在他是家主外甥的面子上 就凭他也想加入陆家 听到这些议论声 李南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来这的目的 主要是想解决二者之间的问题 哪怕陆家提些过分的要求 比如说 地气 地阶丹药等修炼资源 他都会考虑 因为陆念夹在了他与陆家之间 他不想让陆念难做 但陆家众人的反应 明显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他来这后 多多少少透露出自己的一些实力 甚至严明 有至少十位大地强者 如今 不论是陆家长老 还是陆家子弟 对他都持着讥讽不懈的态度 一时让他有些恼火 我若是不愿呢 李南冷声道 面无表情看了一眼三长老 哼哼 李南 刚才九长老已经把话言明了 若是不愿 那就请便 三长老笑呵呵道 李南 我们看在家主的面子上 已经做出退步 并让你有竞争家主的资格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不会真妄想 凭你天南皇朝 就想统治东河狱吧 你这是在白日做梦 九长老毫不客气 何吃道 舅舅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文言 李南并没有理会九长老 只当他是个凡人的苍蝇 转而朝陆怀问道 虽然一些关键的事情 需要经过长老团商议 但作为家主的陆怀 话语权绝对是最大的 况且 陆怀不仅是陆家家主 还是为大地强者 如果陆怀做出选择 这些长老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除非是同为大地的陆家老祖 但一般陆家老祖 不会干预家主的决定 小南 虽然我为陆家家主 但这件事 不是我能单独做主的 希望你能理解 陆怀歉意道 好的 我明白了 多谢舅舅 李南笑了笑 他自然清楚 舅舅的为难 九长老是吧 你们听着 我来与你们商谈 并不是凭我的天赋潜力 而是我有足够的实力 能拿下陆家 李南转头朝九长老说道 掷地有声 话音刚落 现场一阵惊呼 都没想到李南会说出这般话 简直是把他们陆家的脸面 按在地上摩擦 众人对着李南怒目而视 恨不得当场给李南一记耳光 哼 我来是给你们面子 若不是看在我娘亲的面子上 不想让他为难 否则 来到这的 就不是我了 而是我手下的大帝 李南似乎觉得没说过瘾 又接着道 挑衅地 看着三长老与九长老 就数他们跳得最欢 数子 三长老愤怒地看着李南 恨不得将李南当场诛杀 家主 还请护我陆家威严 家族威严不容挑衅 请家主下令情下李南 以警校友 九长老立马朝陆怀说道 神情悲愤 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还请家主护我陆家威严 请拿李南 以警校友 闻言 陆家众多子弟纷纷喊道 就连许多长老同样如此 对着李南怒目而视 安静 陆怀出声喝道 心中有些无奈 小男还是太莽撞了 这话岂是随便能说的 这下可好 我都没办法替他说话了 哎 陆怀心中叹了口气 有些头疼 一旦没有处理好 对他的声望将是个巨大的打击 第156章 出手 李南 我虽是你舅舅 但同时是陆家家主 陆家威严不容触犯 你的这番言论 确实有些不妥 念在你年少轻狂 又曾经救过无双的份上 就不与你计较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陆怀缓缓说道 不管怎么说 他都不可能真的严惩李南 只能说找个说辞 闻言 众人虽然还是心里不舒服 但陆怀已经放话了 谁也不好搏了陆怀的面子 呵呵 挑衅陆家 李南冷声道 面容有些计较 然后接着道 你们是在长河界一历太久了吧 认为谁都要给你们面子 遵从你们的命令 在我看来 不论是陆家 还是长河界其他九大巨头 都不过如此 我来 是不想让我娘亲家在中间为难 并不是怕了陆家 事已至此 我话不多说 东河与我一定要一同 长河界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反抗 那就别怪我不手下留情 李南话音刚落 就引得众人怒目而逝 这一下就连陆怀都有些生气 李南没有理会那些痴人的目光 正准备离开 树子 找死 突然 九长老怒喝道 竟然闪身到李南身后 对着李南 就是一掌拍去 这一掌要拍实了 一般的圣镜绝对抵挡不住 怕是会直接要了老命 其他人见状 顿时惊了 这可是家主的外甥 怎么敢的 陆怀心中一阵 要出手阻挡 已经来不及了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波动 李南心中一惊 而后眼眸中闪过一丝冷色 真当他好欺负不成 哼 李南冷哼一声 一尊黄金大帝的傀儡出现在身后 轻松挡住了九长老的攻击 而后朝着九长老就是一拳 九长老面色大变 眼中充满惊惧 一股生死之威填满心头 他没想到 还有人帮助李南 关键是 这人传来的波动 竟然是大帝强者 傀儡可没有留守 这一拳全力出手 直接轰在了九长老的头颅上 直接爆成了血污 一位准地强者 就这么被轰杀了 虽然说起来耗费时间 但傀儡出现 道轰杀九长老不过短短一瞬 这时 众人才反应过来 面色紧张地盯着李南 陆怀同样如此 他没想到 还有人暗中保护李南 这也让他松了一口气 若是李南真被九长老诛杀 他就不好向陆念交代了 说此 三长老见九长老被一拳轰杀 眼睛通红地看着李南 恨不得将其生吞活泼 别这么看着我 我不喜欢被人这么盯着 万一我一个不开心 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 李南轻轻扫了三长老一眼 冷声道 放肆 我陆家岂能有你这般行事 也太不将我陆家放在眼里了吧 三长老并没有被吓住 对着李南怒声喝道 家主 难道他是你外甥 就任由他在陆家胡作非为吗 他可是杀了我陆家 一位长老 如果不严惩他 如何负重 三长老知道 不是李南的对手 转而又朝陆怀说道 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呵呵 陆怀 这下看你怎么处理 三长老眼神深处 闪过一丝冷笑 心里暗道 闻言 众人被彻底点燃了怒火 虽然是九长老主动偷袭李南 但九长老被轰杀是不争的事实 而李南还活得好好的 杀了他 杀了他 难道就凭他是家主的外甥 就能胡作非为吗 我陆家的脸面何在 这可是我陆家的九长老 一位准地强者 就这么被轰杀了 要是传出去 我陆家的脸面何在 我陆家的威严何在 一时间 群情激愤 恨不能杀之而后快 李南再次朝着三长老看去 只见三长老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眼中闪过细血之色 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你吗 李南轻声道 本来杀了九长老后 他便不打算出手了 奈何这三长老硬要作死 把他往反派的道路上逼 但李南可不会在乎那么多 反派也好 正派也罢 这个世界本质就是弱肉强食 虽然李南的声音不大 但还是被众人听到了 三 鸭福 李南话音刚落 陆家众人齐齐变了脸色 尽管不太相信李南说的话 但是没人敢去赌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李南真能换来十位大帝强者 后果不敢想象 一时间 众人窃窃私语 都被李南的言语震惊到了 敢怒不敢言 没有办法 众人只好寄希望于陆怀 李南再怎么说 都陆怀的外甥 至于陆念 众人根本没想过 能不帮着李南对付陆家就足够了 嗨嗨 小南 其实我们没必要闹那么僵 你知道的 舅舅是相信你有哪个实力 统治东河狱 只不过你也看到了 作为陆家家主 有些时候很无奈 不过 三长老和九长老说话太过 被斩杀也实属活该 陆怀缓缓说道 他的意思很明显 并不打算追究李南的责任 说的话就是霍西尼 他对于这个外甥 其实算不上了解 从陆念 陆远等人的直言片语中可以知道 李南手底下的力量很强 光是大地强者 他们知道的 就不下五人 加上这次出现的两位 足足七位了 因此 他并不想跟李南闹翻 李南的天赋潜力 是长河界众所周知的 能登上通天总榜的天骄 说是长河界第一人 也不为过 这么一位前途光明的天骄 手底下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成长起来几乎是必然的 他对于投入李南麾下 根本没有什么反对 再怎么说 李南都是他外甥 一定程度上 来说就是自己人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他虽为陆家家主 但还有同为大地的老祖等人在 这件事 就不可能是他一人可以决断的 如果凭他家主的身份 强行投入李南麾下的话 不用多想 陆家瞬间就会分崩离析 身为长河界的巨头之一 没人愿意 有人骑在自己的头上 特别是这些 已经习惯高高在上的人 文言 李南微微一笑 对于陆怀的反应 他早有预料 陆怀身为陆家家主 根本不可能下令 投入天南皇朝 但也没有反对 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诸位 你们都是陆家的高层 那你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呢 李南声音不大 但每一个字都如一柄重锤 砸在众人的心间 一些人更是脸色苍白 他们深知 如果他们做出这个决定 几乎就会被打伤陆家叛徒的标签 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看来 你们还在怀疑陈的实力 李南轻声道 他用的是陈 此刻不再代表陆怀外生 而是天南皇朝的皇主 在场的都是聪明人 自然听出了李南话语中的意思 一时间竟有些心惊 也罢 就让你们看看朕的实力 李南自言自语 李南话音刚落 在他的身后 瞬间出现了一位大地镜的傀儡 接着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加上之前换出的大地傀儡 此时共有六位大地傀儡 拱位在李南身旁 刹时间 大殿中充斥着恐怖的威压 哪怕是路怀 路远 也是皱着眉头 面容很是凝重 他们没想到 李南竟然说的是真的 竟然真的可以随时换出大地强者 虽然这些大地强者的气息都有些怪 但是大地无疑 只不过 这些大地是怎么躲过路家的探查的 路怀一时想不通 面色复杂地看向李南 怎么样 够了吗 呵呵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三位都是黄晋大地巅峰的实力 这三位都是玄晋大地巅峰的实力 李南自顾自说着 朝着大殿内众人扫尸一拳 被李南看到的人 都不自觉低下了头 他们害怕极了 生怕李南找他们算账 三长老与九长老的尸体血迹还在这 有了这前车之鉴 他们可不敢再口嗨什么 哼 都不说话 看来是威慑还不够吗 李南轻笑道 也不在意有没有人回答他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这些人对他产生阴影 甚至产生恐惧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直接压伏便是 伏 我伏了 忽然 一道颤抖的声音响起 李南顿时看了过去 只见一人面色苍白 身子发颤 这是十八长老 此前也附和九长老说的话 对他冷嘲热讽 他看向李南的眼神充满恐惧 生怕李南一个不开心就找他麻烦 我也服了 还有我 服了服了 随着十八长老的主动屈服 屈服的人慢慢变多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人在观望 哼哼 你们先站一边 朕说过 要让你们都看到朕的实力 李南话音刚落 又有三尊大帝傀儡出现在他身后 每出现一尊 他都会专门介绍一句 如你们所见 这三位都是地境大帝巅峰的实力 不知陆家有几位地境大帝强者 李南依旧自顾自说着 他嘴里轻飘飘的话 如有万钧之力砸在众人的心头 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陆怀面露苦涩 这位外甥还真会给他找事情 他知道 从此刻起 没有东河裕陆家了 只有天南皇朝陆家 此前针对李南的人 更是面露恐慌之色 生怕遭到李南的侵犯 实在是李南身后的大帝 带来的威慑太大了 还没完呢 你们不会以为 这就是朕的所有实力吧 李南轻飘飘说道 嘴角擒着笑 还没完 李大爷 喊你李大爷行了吗 你就饶了我们吧 众人听到后 心脏骤然一跳 这叫什么事 太吓人了 随着李南话音落下 又一尊大帝傀儡出现在李南身后 正是那尊天静大帝傀儡 你们要不猜猜 他是什么实力 李南但笑着说道 他很清楚 这些站在长河界云端的人 是什么想法 如果这一次不把他们震慑住 到时候 恐怕会麻烦不断 来 你来说说看 这时 李南指着长老团中的大长老 缓缓开口 虽然这位大长老 也没怎么发言 但谁叫他是大长老呢 闻言 大长老欲哭无泪 在场这么多人 怎么偏偏选中我 难道是天静大帝 大长老试着开口 生怕惹怒李南 你来说说看 李南没有理会大长老 又指着二长老说道 天静大帝 二长老同样小心翼翼说道 之后 李南又指了几人 他们都小心翼翼回答 哼 你们说的都没错 这位就是天静大帝的强者 还是天静大帝巅峰的强者 李南先是轻笑一声 而后面无表情 慢慢说道 第158章 神力 得到李南的肯定后 现场煞时间安静下来 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 纷纷聚集在李南身上 天静大帝 竟然真的是天静大帝 陆家最强者 不过是地静大帝罢了 而且只有一位 还是刚入地静大帝罢了 与李南相比 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根本没有可比性 更别说还有天静大帝的存在 他们总算知道 李南的底气来源于啊 他们还可笑地认为 李南是凭借与陆怀的关系 没想到 他们才是井底之蛙 何其可笑 同时 他们又感到十分庆幸 李南有这么强的实力抵运 但没有选择直接发动大战 不然陆家就真的要毁于一旦了 你们可服 李南冷声道 服 不管是真服还是假服 众人都齐声说道 哎 陆怀的心情很是复杂 心中重重叹了口气 舅舅 请点好人数 我要所有陆家之人都要知道 他们从此刻起 便归我天南皇朝统治 李南对着陆怀淡淡说道 是 陆怀恭敬应道 同时也是做给陆家之人看 诸位 你们别以为入我天南皇朝 便是耻辱 朕要告诉尔等 这世界以实力为尊 朕有这个实力 朕不仅要将东河域纳入治下 还要将长河界收入版图 朕要长河界兴礼 李南缓缓说道 置地有生 直到这时 他们才明白 李南的野心有多大 陆家只是一个开头罢了 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李南麾下 有天津大地存在 要统治长河界 似乎并不算困难 只要步步为营 长河界迟早要归天南皇朝统治 这么一想 陆家众人呼吸急促 顿时觉得 臣服天南皇朝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反而还能抢占先机 占据天南皇朝中的核心位置 拜见皇主 拜见皇主 顿时 有人大喊起来 于是众人都跟着大喊 碰 这时 大殿外传来一道声响 众人神识一扫 竟然发现是陆家老祖的躯体 陆家老祖赫然已经陨落 陈族 陆怀面色复杂 尽管有派系之争 但陆臣怎么也是陆家之人 如今却落得陨落的下场 这时 道谷像个没事人一样 站在李南身后 陆家众人都忌惮地看了道谷一眼 想要大地陨落 是何其困难的事情 如今既然发生在他们眼前 如何不叫人惊惧 他们对于李南的实力 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舅舅 这里就交给你了 过些十日将会有大阵覆盖过来 李南淡淡说了句 便带着道谷离开了此地 诸位 大家伙都是陆家人 我作为陆家家主 就再说几句话 大家都是明白人 此前我的意思 诸位都知道 我认为 李南是可以带领我们陆家 变得更加强大 但有人不信邪 要挑战李南的权威 这下可好 连完整的尸身都没留下 到了此时此刻 我希望诸位能够明白 李南是给了我面子 不然后果大家都知道 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李南的性格 我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你们认为他拿出来的 就是全部的力量了吗 在这 我提醒某些人 不要自悟 另外 虽然李南没有提 但我希望我们陆家 臣服于天南皇朝的事情 还是要尽可能地保密 不要被外人知晓 这对将来一统长河界 还是有好处的 李南离开后 陆怀对着陆家众人说了很多 话里话外 都是劝劫陆家众人 要识时误 跟着李南的步伐走 燕燃 走吧 离开大殿后 李南便找到夏燕燃 打算回东周大陆 这边的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 虽然与他预想的有些差距 但也相差不大 其实 正如李南所说 最为难的还是陆念 若不是怕陆念为难 他才不会来这走一遭 如今这样子 也算圆满解决 既让陆家见识到自己的实力 又能以最小损失 将陆家收入麾下 这一趟算是没白来 道古 你可知道哪一步了 李南出声问道 他这些年以闭关为主 很少关注这些事情 主上 估计一百年后 东河狱就会被我们完全掌控 道古说道 文言 李南露出思索之色 一百年并不长 甚至可以说已经很快了 但对于李南来说并不满意 若是单单一个东河狱 就耽误百年时间 那么要统治长河界 那不得成千上万年 道古 还是要加快速度 不行的话 就把陆家之人也安排上 李南随即说道 他不能让东河狱 就耽误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他做 是 道古文言 闪过思索之色 回到东周大陆后 李南开始查看 朱天星斗大阵的信息 并且将朱天星斗大阵 直接覆盖向陆家所在 为了能够顺利覆盖 他此前还在青云世界 留下了百条灵脉 作为大阵能量的支撑 随着覆盖的世界越来越多 朱天星斗大阵所需的能量 也越来越大 如果不是迁到了那么多条灵脉 估计真是个问题 接着 李南又将360颗星辰 连接朱天星斗大阵 使得朱天星斗大阵的攻伐能力 大大提升 而后 又取出一条神石脉 埋入南荒 几乎瞬间 一股神秘的能量出现 让人闻一口 就飘飘欲鲜 仿佛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这是神力 道古有些错愕 似乎不敢相信 表情十分震惊 他之前就是缺少神力 才是半步半神境 如果拥有足够的神力的话 那么他就跟祖龙一样 就是半神境的强者了 除了道古外 一些修为顶尖的人 同样感受到了 这股神秘的气息 只是他们并不清楚 这是什么 只知道 这股气息 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主上 你究竟是谁 道古难难自语 连神石脉都能拿得出来 这可不是 一般人能拿得出来的 他敢说 整个长河界除了李南 没有谁能拿得出神石脉 别人不知道 难道他还不知道吗 这神石脉 乃是神界之物 想要成为半神境强者 只能前往神界 或是吸收足够的神力 而李南竟然有一条 这岂不是 说他只要修为恢复过来 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 半神境强者 想到这 道古顿时呼吸急促 就连历经无数岁月 都无法让他保持平静 第159章 对付魏家 李南拿出神石脉后 东周大陆 正在翘无声息 发生巨变 这是李南也没有预料到的 当然 这种变化 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毕竟 神石脉中蕴含的能量 乃是神力 是神界才拥有的能量 比起灵力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随着时间流逝 前一幕话中 神石脉是放出的神力 被人吸收 南荒诞生的天才 越来越多 一些处在突破边缘的人 眼看突破无望 吸收丝丝神力后 更是一举突破 这一切 正在翘无声息 影响东周大陆的众人 李南还在犹豫要不要 将剩下的 九条神石脉拿出来 毕竟这些十日 神石脉带来的影响 他也看在眼里 众人越强 对他的帮助就越大 甚至连带着东周大陆 都会受益 如果神石脉够多的话 东周大陆 会不会演变成 另一个神界 没人告诉他答案 思虑片刻后 李南再次拿出了 八条神石脉 将其埋入 东周大陆的地底 瞬间 东周大陆 便掀起了一阵灵力 与神力混合的风暴 许多人因此受益 当众突破 剩下的一条 李南将其埋入了 洞天世界内 洞天世界就这么大 有一条神石脉 就足够了 况且 想必以后 还能通过系统签到 道古 有了这些神石脉 你有把握 突破之半神境吗 李南换来道古 轻声问道 主上 别说我一人突破 就是让空 他们突破 也不在话下 道古激动道 这些天 他一直在努力修炼 目的就是为了 早日恢复修为 然后突破之半神境 文言 李南便明白了 神石脉与他想的一样 的确与半神境有关 或者说 与地境之上的境界有关 虽然系统介绍说 蕴含神力 但到底有什么效果 还是问过才知道 魏家的位置 打听到了吗 李南接着问道 这件事 他并没有询问 陆家之人 魏家一 而在找他麻烦 连续两次派遣强者 入侵天南皇朝 尽管他们 都折戟在此 但也不可饶恕 魏家 将是天南皇朝 对长河界 露出獠牙的第一个对象 同时是杀鸡锦猴的那只鸡 没有哪个势力 比魏家更合适了 找到了 魏家距离东河狱 那你带上几个人 去将魏家高层拿下 如果不识好歹 直接斩了 朕现在也不缺 那几个大帝 李南淡淡说道 魏家已经不被他放在眼中 或者说 长河界各大势力 都不被他放在眼中 是 道谷硬道 正打算离去 把他们带上吧 还有陆等人 李南补了巨 而后将 三尊帝境大帝傀儡 一尊天境大帝傀儡 拿了出来 是 道谷若有所思 对于陆他也有些了解 主上喊他带上路 估计是料定魏家 会反抗到底 或者主上的意思 就是将魏家 陆此时 还在域外战场 自从上次陆现身 将觊觎天南皇朝天交的势力 教训一遍后 便留在了域外战场 没有办法 道谷只好前往 域外战场去找路 主上交代的事情 他必须完成 至于域外战场如何 他并不在乎 邪魔一族 在他眼中看来不过如此 若是主上腾出手来 简简单单就能灭了邪魔一族 域外战场 自从有了天南皇朝的强者加入后 邪魔一族就一直被压着打 甚至不敢冒头 特别是路的出现 使得邪魔一族大惊 一柄鹿龙枪杀的邪魔一族胆寒 因此 域外战场 这些年倒是平静了不守 不再像从前那样 一直打打杀杀 找到路后 道谷将事情 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呵 早就看魏家的人不爽了 这一下 终于能够杀得痛快 路邪妹笑道 眼眸中闪过冰冷之色 道谷兄 魏家的大地大多都在这 等我们拿下这里的 再去魏剑灭了剩余的人 路缓缓说道 他这些年 对魏家也有了一定了解 不会对这里有影响吧 道谷迟疑问了句 毕竟李南 只是让他们对付魏家 这里 可是域外战场 如果引起巨变 就不好交代 能有什么影响 你我还怕这些邪魔 路不屑道 眼中竟是轻蔑之色 哈哈 也是 道谷哈哈大笑 路说的没错 有他们在 邪魔还敢翻天不成 只能说是长河界的大地 都太弱了 才会被邪魔打压入侵 如今有他们在 邪魔不过是小意思 魏震 滚出来 一道大鹤声 回荡在天地间 这道声音 充斥着冰冷的沙意 就连一些大地 都感到胆寒 是谁 竟然对魏家家主 露出沙意 是不想活了不成 嘘 你小心点 别自找麻烦 能这么对魏家家主 说话的人能简单吗 我看今日也许会发生大战 到时候该如何是好 哼 想多了 这里可是域外战场 他们怎么可能真的打起来 若是内乱了 邪魔一族就不好处理了 不过 既然有人敢对魏家家主 露出沙意 说不定也是一方 巨头势力的人才敢 就看魏家怎么应对吧 一时间 域外战场议论纷纷 路线身后 众人更是惊掉了下巴 这不是天南皇朝的猛人吗 怎么会对魏家家主 露出这么大的沙意 路 你想如何 魏震沉着脸 语气不善 缓缓问道 自从知道路是天南皇朝的人后 魏家之人的心情可不好受 魏震更是亲眼瞧见路 压着邪魔一族的大帝暴打 当时可把他吓坏了 不过 好在路并没有找他们魏家的麻烦 让他悬着的心放了下去 谁知今日 路竟然露出这么大的沙意 真当他魏家是个软柿子吗 凤凰主命 魏家三番两次 欺我天南皇朝 更派遣大帝 入侵我天南皇朝 为了皇朝脸面 顾命我将你魏家高层 压界回朝 等待发落 路冰冷的声音响起 不但丝毫感情色彩 看向魏震的目光 如同看一个死人般 哗 路的声音落下后 魏震还没说话 现场众人 就一阵一轮 魏家竟然入侵天南皇朝 还派遣了大帝 然后 还被天南皇朝挡下了 今日为报仇而来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人看向魏震的目光 有些古怪 现在谁不知道 路是域外战场中 最强大的几人之一 魏家竟然敢招惹 天南皇朝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第160章 算你的 放肆 真道我魏家好欺负不成 魏震怒声喝道 他魏家两位大帝 陨落在天南皇朝 如今天南皇朝 还要找他要说法 简直岂有此理 路 你们天南 皇朝好大的面子 我魏家 可不是软柿子 不是你想捏就能捏的 这里是域外战场 若是我们争斗 被邪魔找到破绽 这个责任 你负不起 这时 魏行在一旁冷冷说道 他也看出来 路想要动手 他们虽然不拒 但也不能被其他人 捡了便宜 况且这里 还是域外战场 也怕邪魔趁此机会入侵 那就不妙了 少废话 别拿所谓的大意压我 小小邪魔罢了 解决你为家后 邪魔我自会收拾 现在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束手就擒 跟我回朝 二就是战 现在 你们告诉我怎么选 路的眼眸 冰冷地看着两人 声音如从地狱传来 带着滚滚杀意 哈哈 文言 魏震疯狂大笑 一头长发 随风飘舞 面容尽是冷意 我魏家 乃是掌和界 十大巨头之一 就凭你还想动摇我魏家 是不是我魏家 太久没展现实力了 以至于让有的人忘了 作为巨头的恐怖 今日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负命我魏家 你以为凭你一个人的实力 就能翻天吗 天真 魏震怒声说道 一股霸气油然而生 作为巨头之一 没有任何势力 敢小瞧魏家 也就是李南 没有将魏家放在心上 如今 竟然有人想 骑在魏家身上拉屎 这叫魏震如何能忍 魏家的声誉 不容有损 完了完了 这下要来真的了 刚刚是谁乌鸦嘴 如果天南皇朝 和魏家打起来 受益的就是邪魔一族 这下怎么办 你担心个锤子 还是关心自己 能不能在地战中活下来吧 看陆地的样子 也不像开玩笑 恐怕真的会跟魏家打起来 这下有热闹看了 我们快走一边去 看看谁硬谁说 诶 你怎么还有西瓜 分我一块 我这有瓜子 一起尝尝呀 呵呵 你魏家 这是做出选择了 陆摇头笑道 这魏震还真是天真 若他一个人在此 还真不好出手 如今 有道古载 还有三位地境大地 一位天境大地 加上之前 就在域外战场的混沌 饕餮 穷奇 陶雾 以及清玄大地 哦 对了 陆家现在 也是主上麾下的人了 也就是自己人 他想不通 有什么理由 可以输 就在陆化音落下的瞬间 道古等人 便出现在他的身后 眼神冰冷地 看向魏震 加上陆 一共十一位大地 这个阵容的出现 一下惊呆了众人 魏震同样神色大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天南皇朝 竟然还有强者隐藏 其中有几位的气息 他都看不透 这说明他们的修为 都在自己之上 这让他面色更加凝重 心中暗暗叫苦 天南皇朝 隐藏得可真深 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大地在 我看天南皇朝 是第十一大巨头 都不为过 是极是极 亏我还以为清玄大地 是个独自打拼的大地 没想到他背后 是天南皇朝 这还真是藏得太深了 这可怎么办 如果打起来 邪魔一族 趁机入侵 就完蛋了呀 呸 你在吃西瓜 你担心个锤子 好好吃瓜就行了 上 陆大喝一声 直接使出神通陆龙枪 手持陆龙枪 就朝魏阵杀去 道谷摇了摇头 这家伙 就是个猛夫 然后可怜地看了眼魏阵 这家伙也不行 既然被陆三言两语 就激得拼命 没看出陆是故意激你的吗 都出手吧 不必留手 道谷淡淡说了句 他自然是站在陆这一边 虽然主上的意思是 活捉就行 但也说了可以直接斩了 魏家三番两次 对天南皇朝出手 刚好用来立威 想必有了魏家的前车之剑 后面那些巨头 就会好对付很多吧 就算他们选择联手 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失败的后果 思虑片刻 道谷也朝魏家的强者冲去 此时 魏家名面上的十四位 大帝强者都赶来了 各自找上对手 道谷等人可没有丝毫留情 虽然魏家的大帝 要比他们这边多上三人 但他们这边的大帝质量更高 就拿道谷来说 他以一敌二完全不是问题 甚至能稳稳占据上风 陆持着陆龙枪全力出手 没有丝毫留守 轻而易举便将魏阵压着打 魏家大帝强者 见家主危在旦夕 便来了魏大帝一起对妇虏 剩下的一位大帝强者 则是找上了天晋大帝傀儡 因为刚刚天晋大帝傀儡一击 就把一位魏家大帝打成重伤 一时间 魏家大帝苦不堪言 特别是对上四位傀儡大帝的人 更是心惊胆战 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观战的众人也一样 原本以为是龙争虎斗会是一场激烈的大战 谁曾想 从战斗开始 陆家的大帝强者就是一边倒 天南皇朝的大帝一开始就处在了上风 随着时间的增加 魏家各位大帝身上都留下了伤势 只是轻重与否 哼 魏震 难道你不知是我故意击你的吗 既然你选择为了脸面拼一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不过 你也放心 看在魏家这么多年来抵挡邪魔的份上 魏家的无辜之人 我不会下杀手 现在就请你上路吧 陆朝魏震传阴道 面色看不出喜怒 直到这时 魏震才明白 陆这是要下杀手 真的敢当着邪魔的面下杀手 难道不怕邪魔趁机入侵吗 只是 随着一柄长枪穿过他的喉咙后 他的意识瞬间变得模糊 再也没有能力思考那些问题了 家主 一人怒吼 神色无比悲愤 当着我的面走神 这可不太好 清玄大帝冷声道 他能成为大帝 同样不是简单之辈 虽然不及道谷等人 但在同等境界下 实力也不弱 不等面前的魏家大帝反应过来 便一拳朝着他砸去 正愁没有办法立功 如今来得刚刚好 魏家大帝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瞧着一只巨大的拳头 朝自己砸下 他本身就是大帝一众 而清玄大帝是大帝二重 实力还比不上清玄大帝 仓促之下 只能举起双手抵挡 后果可想而知 魏家大帝顿时受了重伤 趁你病 要你命 清玄大帝没有丝毫犹豫 这是到手的功劳 可不能浪费了 砰砰砰 又是几道 强大的术法神通 砸在魏家大帝身上 魏家大帝的身影 已经摇摇欲坠 眼见再来几下 就要陨落 破 一柄长枪 突然刺入了 魏家大帝的喉咙 清玄大帝转头看去 正是陆 将两位对手斩杀后 又一枪 要了他对手的命 算你的 陆淡淡说了句 便朝其他人杀去 清玄大帝 有些错愕 正正看着陆远区的背影 有些心惊 第161章 万青 陆腾出手来后 战斗彻底处于 一边倒的状态 就算是大帝强者 都逃脱不了陨落的下场 他手中的陆龙枪 因为吸收这么多 大帝强者的鲜血灵魂后 也越加协议与强大 原本现场 其他势力的强者 想要上前阻拦 但看到天南皇朝道谷 陆等人的实力后 纷纷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天南皇朝的人 他们惹不起 哪有人杀大帝 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这么简单 他们今日见到了 无论是陆 还是道谷 或者是三位 帝晶大帝傀儡 与天晶大帝傀儡 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人心惊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魏加最后一位大帝 死在了陆的手上 道谷等人也明白 陆是为了培育陆龙腔 所以也乐地将人投让给他 各位 戏也看够了 可有什么想法 这时 陆冰冷的声音响起 使得众人如坠冰窟 感觉无比寒冷 嗨嗨 陆爹 这是他们最有应得 陆帝的风采依旧 让我等汉言啊 是啊是啊 魏加仗着有点实力 就不将他人放在眼里 有此一难也是活该 听着众人的言语 道谷的嘴角 不道德地笑了 果然 只要你有实力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时间回到方材大战的时候 邪魔一族 那咒等高层聚集在一起 像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人族那边搞什么鬼 难道真的打起来了 那咒有些错愕 根本分不清是真是假 万一人族那边是个陷阱 对于圣族来说 就不太美好 但是 伴随着战斗波动传出 无不说明 这是真的打起来了 而且不止一两人 呵呵 这有什么奇怪的 人族那边能团结起来 还不是因为 我们给了他们压力 若是我们撤走 他们早就 打得天翻地覆了 那咒对面的一人开口 他名圣元 同样是位大地强者 那我们是利用这次机会进攻 还是看着他们打 圣元旁边的一人道 他看起来 身材无比高大魁梧 有四五丈高 肌肉膨胀 线条分明 他名立山 同样是圣族的大地强者 负责进攻长河界的圣族中 以纳性 圣性 立性为主 那 圣 立三大家族 便是圣族入清长河界的主要力量 立山兄 不用着急 就先让他们打着 最好是死几个大地 到时候 我们再看看情况 要不要出手 那咒笑着道 跟长河界的人族 打交到这么久 他也开始长记性 没见到实质性的好处 就不出手 那咒兄说的有道理 就暂且看着吧 不过想要大地陨落 可没那么容易 特别是 还有我等在 立和缓缓说道 他也是利家之人 块头同样很大 只是 他的话还会说完 便面露错愕之色 接着打惊 真的有大地陨落了 这怎么可能 人族完真的 圣元不可思议开口 从他的神色 可以看出来 无比震惊 哼 这人族真是 有我等圣族 在一旁虎视眈眈 结果还发生内斗 大地都能陨落 这可是大好时机 我们要不要出手 那咒眼神火热地 看向众人 他曾经最看重的 子嗣陨落在此 他还没有报仇 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 他不愿错过 要不再看看 那边的战斗 还没停 圣元缓缓开口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保持冷静 嗯 那咒点了点头 没有反对 既然他们想打 就让他们打好了 到时候尽收渔翁之力 又有大地陨落了 立和惊讶开口 尽管已经陨落了一位大地 但又有大地陨落 这可不常见 就算他们平时 与人族大战的时候 大地也没有 接二连三的陨落 又一个 那咒等人 彻底震惊了 他们顿时明白过来 人族这边是真的发生变故了 再怎么演戏 都不可能付出几位大地的性命 作为代价 速速准备 等他们停止战斗的那一刻 就发动进攻 这次 我要人族付出代价 那咒冷声开口 道谷等人 刚结束大战 此时还在接受众人的恭维 能把魏家大地强者 全部斩杀 这份实力 让所有人心惊 须知 到了大地这一境界 想要斩杀 是何等的困难 除非是实力相差巨大 而天南皇朝等人 竟然能斩杀魏家一众大地 这个消息 正如同风暴扫过长河界 越来越的势力 知晓了天南皇朝的存在 天南皇朝 如一颗巨星冉冉升起 哼 这邪魔一族 还真敢趁这个时候发起进攻 看来他们也不蠢 不过要怪就怪来的时候不对 道古轻声道 眼眸中尽是冷色 鹿 那就接着杀 道古朝鹿笑着说道 鹿点了点头 没有言语 很快 邪魔一族再次全面进攻的消息 传遍整个域外战场 原本轻松的氛围 瞬间变得肃杀 众人对于这次邪魔一族 发动全面进攻 有了猜测 但没有人敢说出来 天南皇朝的威名 都是靠杀出来的 这时候没人敢冒犯 天南皇朝的威严 毕竟魏家的前车之鉴 就摆在那 几位前辈 几大巨头势力的画室人 正在等各位前辈开会 还请各位前辈一步 这时 一人小心翼翼上来说道 带路吧 道古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道古等人 就跟着来到了一处大殿 大殿外 此时还有人等待着 一看 正是鹿远 鹿远见状 快步迎了过来 前辈 里面各大巨头的画室人都到了 可能会针对我们天南皇朝 鹿远传音道 道古点了点头 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就算陆远不说 也没事 他正愁没有理由 对这些人出手 大殿内 除了魏家外 九大巨头势力的画室人 都到了 分别是陆家陆怀 风家风裕 古家古山 火神教教主司徒信 月神教教主月婉 天魔教教主司后 靠山宗宗主王二 玄天公公主玄明 以及万卿 值得一提的是 万卿是地境大地巅峰的存在 一个人便是巨头 长河界没有人敢招惹万卿 只因他一个人了无牵挂 实力又是最强之人 所以 众巨头势力 也承认万卿的地位 承认他一人便是一方巨头势力 第162章 透露消息 此时 大殿内的气氛有些微妙 风族长 听说你与魏家走得挺近的 古山戏学道 古族长 你可别血口喷人 我与魏正可不熟 他那家伙 竟然得罪天南皇朝 谁敢跟他熟 风玉也不闹 笑呵呵说道 没想到啊 天南皇朝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啊 万卿 方才的大战也看到了 有什么感受 靠山踪踪主王 二面色有些凝重 朝着万卿问道 万卿 不瞒你说 我感觉至少有六人的实力 不下于我 万卿苦 笑着摇摇头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从三人身上 都感到了威胁 他甚至不是对手 闻言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万卿已经是他们中 最强的存在 而天南皇朝竟然有六人 不弱于万卿 这是什么概念 王二心中大惊 他已经很高估天南皇朝了 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 天南皇朝 层出不穷的强者 他可不会认为 眼前出现的强者 就是天南皇朝的全部实力 也就是说 天南皇朝暗中 还有与那六位相媲美的存在 王二心中重 重叹了口气 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已经超过他靠山踪了 他靠山踪 虽然名字普通 但暗中 却是长河界 最强的实力 看来要认清现实了 不然魏家就是前车之剑 王二在心里 默默告诉自己 他可不会认为 天南皇朝的强者 都是莽夫 如果没有信心 肯定不会大摇大摆出手 估计还在钓鱼 对 钓鱼 想到这 王二心中大惊 暗倒好险 若是自己站出头来 估计靠山踪也要完了 因为他靠山踪 此前就是玩这手 什么扮猪吃老虎 势敌已弱 什么假装全力出手 结果背后 一堆强者等着 王二开始静下心来 打定逐一不招惹 天南皇朝 就算天南皇朝 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他答应就是 万事 以保住小命为先 命只有一条 没了就是没了 这时 盗骨等人也进来了 看到众人后 先是笑着 打了个招呼 这些人路远 都有介绍 所以一照面 就都认识了 诸位 不知韩老夫来所为何事 盗骨笑眠眠问道 盗兄 想必你也知道了邪魔一族 全力进攻的消息了 邀你前来 主要是为了对付 邪魔一族 陆怀提前开口说道 先把正式敲定 他怕这些人 闹什么幺蛾子 这确实是陆怀想多了 现在的人可聪明着 没有几个人 是傻子 如今 看到天南皇朝 这么强大 讨好还来不及 怎么会主动得罪 那不是找死吗 那你们讨论的如何了 盗骨问道 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不再等到兄前来 还没开始讨论 还得借助到兄等人的光啊 风玉笑着说道 怎么看都不像 与魏家交好的样子 古山暗自赋匪 还没讨论啊 这下方便了 老夫提个建议如何 盗骨笑眯眯道 像一只奸诈的老狐狸 道兄请说 道兄请说 众人看向了盗骨 等待他的下文 诸位 老夫的建议 就是将邪魔一族 全部覆灭 盗骨缓缓道 似乎再说一件小事 闻言 众人惊呆了 脸色变幻 齐齐沉默了下来 似乎都在思考到 古所言的可行性 他们皱着眉 面色凝重 诸位 不知老夫的提议如何 盗骨接着问道 提议如何 提议得太好了 让我担心受怕 王二此时心惊胆战 覆灭邪魔一族啊 怎么敢提出来的呀 如果不是有覆灭魏家在前 恐怕此时 没人会信盗骨的话 偏偏盗骨的话 让他们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原先十大巨头势力 连手都奈何不了 邪魔一族 甚至堪堪抵挡 如今 天南皇朝一来 就说覆灭邪魔 这要不就是疯子 要不就有无比强大的实力 没有人觉得 盗骨是疯子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盗骨真的有办法覆灭邪魔 他们都有感觉 长河界的天要变了 能覆灭邪魔 那是不是意味着 同样可以覆灭他们 细思极恐 道兄说笑了 我们哪有那个实力覆灭邪魔啊 要是有可能 早就将邪魔覆灭了 靠山宗宗主王二 最先反应过来 苦笑着说道 老夫竟然开口 自然是有那个把握 盗骨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既然如此 只要能将邪魔覆灭 那我便听到凶安排 各方反应 盗骨离开大殿后 众人面面相去 有的人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不过也没放狠话 不知是害怕 还是什么 陆怀看着神情各异的众人 心中有些感慨 他也没料到盗骨竟然这么直接 拿魏加立威之后 竟然直接摊牌 因为天南皇朝强者众多 连天晶大地都有 一时间谁也没有发言 都想看看 其他人怎么做决定 盗骨的意思很明显 统治长河界 意味着什么 不用多说 他们这些巨头 都要屈服在天南皇朝的淫威之下 否则就要 与天南皇朝发生争锋 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毕竟 天南皇朝明面上的强者 丝毫不逊色 与他们这些巨头势力 更别说 天南皇朝暗中的强者 同时 天南皇朝 有天晶大地的存在 他们都想知道 怎么晋升天晶大地 地晶大地 到天晶大地 就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么多岁月来 长河界已知最强者 就是地晶大地巅峰 也就是大地晶九重 诸位 都说说吧 天南皇朝实力强盛 如今给出了这么明显的信号 估计是在给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天魔教教主司后 率先开口说道 神色有些交集 司教主说的有道理 天南皇朝实力强盛 我们任何一家 都无法与之匹敌 甚至联手都不一定是天南皇朝的对手 还是想想退路吧 火神教教主司徒信缓缓说道 与司后一样 他同样脸色沉重 对于道谷所言 不敢有丝毫怀疑 想要有退路 恐怕只有投入天南皇朝麾下才行 这时 王二说了句话 然后闭口不言 众人闻言 开始沉思起来 王二能想到的 他们自然也能想到 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诸位 魏家 恐怕是天南皇朝 拿出来立威的 还是想想魏家的下场吧 再者 就算我们联手 又能如何 敌得过天津大帝吗 正在众人名思苦想时 陆怀站出来说道 表情很是不甘心 王二看着陆怀 若有所思 说道 诸位 还是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邪魔已经打过来了 准备迎敌吧 至于这些等战后 在意也是一样 闻言 众人只好作罢 他们在这也商量 不出什么 众人散去后 王二单独找到陆怀 问道 陆家主 你对天南皇朝怎么看 哦 王宗主 为何这么问 陆怀一副诧异的样子 随口反问道 陆家主 名人不说暗话 我看你 似乎对天南皇朝挺了解的 所以前来问问 有没有退路 王二不想 跟陆怀扯东扯西 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王宗主 我们都是长河街的超级巨头 哪来的退路 除非 陆怀摇头缓缓说道 除非什么 看到陆怀欲言又止 王二赶紧追问道 除非投入天南 皇朝麾下 才能避开这一劫 陆怀不紧不慢地说道 见状 王二点了点头 目中露出思索之色 也没多说什么 跟陆怀到了声谢 便离开了 王二前脚刚走 月神教教主月婉 走了上来 问了陆怀同样的问题 月教主 方才王宗主 跟你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投入天南皇朝麾下 陆怀缓缓说道 心想这是怎么了 怎么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陆家主 多谢了 月婉朱唇微起 到了声谢 之后 火神教教主司徒信 天魔教教主司后 都找上门来 问的都是相关的问题 另一边 王二离开后 风家家主风玉 谷家家主谷山 玄天公公主玄明 还有万卿 都一起找上了他 几位 这是有什么事吗 王二明知故问 他前脚刚从陆怀那离开 后脚就遇到这几人 不用想都知道怎么回事 王宗主 我们就是想问问 真的只有投入天南麾下一条路走吗 万卿开口问道 他本就是孤家寡人 去哪都一样 但是不想被束缚 否则大可以建个势力 或者投入其他势力 万兄 投入天南皇朝麾下兴许 是我等的机缘呢 再者 天南皇朝实力强劲 拥有天静大地 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 天南皇朝 要统治长河界 也没有错 或许长河界 在天南皇朝的带领下 可以更加强盛 王二缓缓说道 一些事情他看得很明白 自从知道天南皇朝 有天静大地的那一刻 他便知道 长河界要变天了 现在不过是顺势而为 几人文言 面面相去 尽管这个结果 不愿接受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都是长河界的巨头 势力化石人 一些浅显的道理自然明白 几位 别多想了 还是好好应对这一战吧 若是天南皇朝真能将邪魔覆灭 臣服又何妨 王二笑呵呵说道 看着还有些不甘心的几人 王二不再多说 希望他们别做蠢事吧 此时 邪魔一族已经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邪魔一族精锐 其初 只留下少部分族人 守着营地 战场前方 陆无双 小青 还有红衣待在一块 此时红衣已经是大圣经 因为可以吞噬邪魔的缘故 红衣的修为提升得特别快 看来这次邪魔是清朝而出 战斗时小经典 陆无双凝重地说道 红衣等人点了点头 这次战斗 恐怕会异常激烈 不过 没有人害怕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杀 看着越来越近的邪魔大军 陆无双大吼一声 朝前方杀去 每一次出手 就是一大片邪魔被斩杀 红衣 小青同样如此 毫不留守 邪魔不断 被他们收割着 同时 一丝丝邪魔的能量 灵魂 气血被红衣吸收 仿佛有无穷的力量一样 就算一直出手 也没有感到疲惫 很快 邪魔一族也发现了战场上的异常 开始派遣强者 针对红衣等人 但同境界下 红衣也好 陆无双也罢 他们都不惧任何人 特别是红衣 隐隐对邪魔有压制效果 使得邪魔在面对他时 无法发挥全部力量 最后落得被斩杀的结局 第164章 一处虚空中 这里一望无际 看不到尽头 在这么大的虚空中 却充斥着强大的威压气息 此时 有两方人马正在对峙 一方是以道谷为首的长河界众人 一方是以圣元 纳咒 立山为首的邪魔一族 从他们的气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的都是大地强者 连准帝都没资格来到此地 因为 这处虚空就是大地之间的战场 邪魔一族 仅仅三个家族之力 便有上百大地强者 而长河界的大地 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位 从人数上看 双方倒也势均力敌 从战力上看 若不算道谷等人的话 邪魔一族是要领先的 不过 现在有了道谷等人 加入进来 在顶尖战力上 双方倒也差不多 只是 道谷等人的实力 不能只看表面 就拿路来说 现在虽然还是地境大地 但发挥的实力 足以媲美天境大地 道谷同样如此 距离天境大地 不过一线之隔 随时都可能 恢复到天境大地的境界 同样可以发挥出 天境大地的实力 这么一来 长河界这边 就有了三位天境大地强者 而邪魔一族 不过也是三位罢了 正是那咒 圣元与丽山 哼 你们人族 在面对我族入侵的情况下 竟然还自相残杀 现在 本地便要图了你人族 那咒冷声说道 谋中浮现嗜血的光芒 你来还是我来 道谷朝路问道 并没有将那咒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没必要跟一个死人计较 路直接上前踏出一步 朝那咒杀去 可恶 那咒见状 面色有些不好看 一个地境大地 竟敢主动朝他杀来 找死 路不敢大意 直接掏出一柄长枪 这长枪上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真龙 张牙舞爪 黑色长枪释放出 强烈的威压 这是李南次与路的破天龙枪 乃是一件半神器 是之前牵到半神器中的一件 刚好路使用长枪 能最大发挥破天龙枪的威力 这是 那咒眉头一皱 他竟然从路手中的长枪上 感受到了一股淡淡威压 路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思考 持着破天龙枪就朝那咒杂来 这一击之下 空间顿时破碎开来 哼 那咒没有直接抵挡 而是掏出了一柄锯锤 朝着破天龙枪杂去 叮叮叮 刹那间 路与那咒便交手了上百招 谁也没有得到便宜 算是势均力敌 那咒心中一惊 没想到 眼前这地境大地 竟然可以跟他 一个天境大地 打得有来有回 丝毫不落下风 于是 更加认真起来 只不过 就算他怎么认真 哪怕是全力出手 也还是跟路打了个平手 打够了吗 现在轮到我了 路经声道 没有丝毫感情 像一头即将发怒的狮子 闻言 那咒大惊 面色大变 路龙枪 只见路低吼一声 路龙枪瞬间覆盖破天龙枪 成了血红色 神通路龙枪 加上半神器破天龙枪 威力有多大 那要试试才知道 平时也没有实验对象 对付一般人 也不需要用到破天龙枪 仅仅神通路龙枪 就能对付 而那咒 是天境大地的实力 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对象 路也不怕 把那咒直接打死 因为本来就是要将那咒斩杀的 如果斩杀了那咒 想必路龙枪 又会强大一截 看到破天龙枪 绽放血红色的光芒后 一股危机在心头莫名升起 那咒 脸色猛的一变 在这一枪下 那咒头一回 感到了无力之感 但他终究是天境大地 躲过了破天龙枪的致命一击 破 那咒的肩膀 直接被破天龙枪 穿了一个大洞 这是他头一次 在狱外战场受伤 那咒又惊又怒 看向路的眼神中 多了思怨恨 同时又有些惊惧 他想不通 为何一个地境大地 竟然可以伤到他 甚至这一击让他感到恐慌 这是多少年 不曾有过的感受了 咦 路意外地看了眼那咒 这一枪竟然被躲过了 路心中微微叹气 如果他此时的修为 是天境大地的话 这一击绝对必杀那咒 奈何修为不够 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后 那咒也不会傻傻等着他杀 战斗越发谨慎 虽然不敌路 但要自保并不难 要说最惨的 还要数丽山 因为丽山面对的 乃是天境大地巅峰的傀儡 傀儡并没有痛绝 并且还保留其生前的战斗技巧 值得一提的是 李南迁道的傀儡 并不是用材料制作成 而是其生前便是强者 死后经过密法炼制而成的 只是没有个人意识 但完全保留了 生前的战斗本能与技巧 面对天境大地巅峰的傀儡 丽山有苦说不出 他与圣元 纳咒三人 不过天境大地出妻罢了 也就是大地竟实重 面对天境大地巅峰的傀儡 可想而知 碰 破 丽山被傀儡一拳击飞出去 喷出一大口鲜血 道谷观察了一下路 与天境大地傀儡的情况 微微一笑 果然如他所料 这邪魔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是要斩杀 还有点困难 只见道谷拿出了一枚古朴 光滑不显的圆珠子 这正是他的本命地器 圆珠 随着道谷心念一动 圆珠一闪 便到了圣元身前 再次一闪 圣元的身影消失不见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圆珠内部有影子在闪动 赫然是圣元 没错 道谷要用圆珠困住圣元 他好腾出手来帮助路 或者天境大地傀儡 一人无法斩杀 那两人呢 此时 丽山还一脸忌惮看着天境大地傀儡 方才那一击让他气息不稳 几乎重伤 傀儡可没想那么多 又朝丽山杀去 不给丽山一丝恢复的可能 丽山全程被压着打 连还手都做不到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丽山的气息越发不稳 逐渐变弱 而傀儡一直维持着原样 稳定发挥大地巅峰的实力 突然 丽山一个来不及 又被傀儡一拳轰在胸口 鼓励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很明显 这一击让本就岌岌可危的丽山 直接中伤 刚想逃跑 结果道骨忽然出现在他身旁 微微一笑 双指如流光 朝他头颅暴射而来 破 丽山的头颅瞬间暴成血雾 只是大地强者 明显不好杀 虽然头颅暴成血雾 但丽山并没有陨落 他的神魂还在 如果要灭杀丽山 只能将丽山的神魂 同样抹杀 这边 这时 陆的脑中 响起一道声音 正是道骨给他传音 接着 他便看到天静 大地傀儡 朝那咒杀来 陆没有犹豫 闪身到丽山身旁 陆龙腔 直接扎穿了丽山的血肉 与神魂 饥渴得汲取丽山的神魂与血肉 直到这时 道骨才 放心下来 丽山是逃不掉了 被陆的路龙腔一吸 基本宣告死亡 第165章 战后 你可知道公寓桥 你们是谁 那咒见道骨 与天静大地傀儡袭袭来 脸色大变 惊呼出声 道骨并没有理会那咒 自顾自出手 配合天静大地傀儡 将那咒完全压着打 不过短短两个时辰 那咒变 被打得大口咳血 气息虚弱下来 而这时 陆也将丽山 彻底斩杀 丽山成为了 陆龙腔中的养分 圣元还被困在圆珠里 一时半会 无法脱身 只能眼睁睁看着丽山陨落 看着那咒显向还生 他知道 那咒也坚持不了多久 而那咒陨落的话 他势必 也会步他们的后尘 旋即 圣元开始全力轰击圆珠 想尽快摆脱控制 破 陆斩杀丽山后 紧接着朝那咒杀来 趁那咒还没反应过来 便一枪 穿透了那咒的胸口 鲜血淋漓 那咒也直接被一枪定 在虚空中 摆脱不得 一身气血 朝露龙腔汇聚 弱得这么神通 越发诡异 吞噬丽山的神魂血肉后 散发出的气息直逼 天进大地 眼看路已经稳住了局势 盗谷转身到了圆珠附近 开始控制 圆珠朝圣元出手 有了盗谷的出手 圣元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困住 无法挣脱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天进大地傀儡 腾出手来 随之而来的 就是邪魔大地境的强者 一个个被斩杀 同时 一些邪魔强者 见情况不妙 连丽山都陨落了 开始溃逃 面对一心想要逃跑的邪魔大地 长河界众人也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跑 不过结果是好的 在众人的努力下 邪魔族至少有30位大地强者 被留在了这里 其中还有三位 天进大地邪魔 最后 纳咒同样被路斩杀 只剩下困在圆珠中的圣元 盗谷等人并没有急着将他斩杀 打算交给里南处理 从大战开始 到大战结束 族族经历了十年时间 这一战的意义不言而喻 邪魔已经对长河界造成不了威胁 只是逃掉的那些大地境邪魔 总是个隐患 另一边 除开地境强者的大战外 地境之下的战争还在继续 邪魔一方根本不知道 几方大地已经逃跑 而后果便是长河界一方的大地 亲自下场 将那些邪魔屠戮一空 此前是因为 邪魔一方同样有大地强者在 他们根本无法出手 保持一个平衡 现在邪魔大地已经逃跑了 自己的安危都保证不了 自然不用顾忌太多 战后 元长河界九大巨头 势力又聚集在一起 他们面色复杂 有大战胜利的喜悦 也有看到稻谷 陆等人实力的震惊 还有即将被天南 皇朝统治的不甘 种种心情混杂在一起 让他们无比复杂 诸位 别拉胯着脸了 天南皇朝 有这个实力 我们只能接受 况且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陆怀心情有些激动 但并没有表现出来 他这外甥 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幸好陆家投诚得快 呵呵 陆家主说的有道理啊 像天南皇朝 实力这么强大 不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 如今想要统治长河界 可能会有深层次的原因 是什么 我等也不知道 现在 放在我等面前的 就只有一条路 莫得选啊 不如顺其自然 好好为天南皇朝办事吧 这样兴许 能得到那位皇主的看重 也说不定 王二缓缓说道 他此时已经没有别的心思 只想抱紧天南皇朝的大腿 也好 反正本地区哪都一样 我等有这个实力 与天南皇朝也没仇怨 投入天南皇朝后 想必也不会亏待我等 万青笑着开口 看到道谷等人的实力后 他非常渴望自己的修为 能得到提升 于是还特意找了道谷一趟 得到的消息 让他十分激动 见有三位 都为天南皇朝说话后 其他人也不傻 于是 商量了一下 决定一同投入 天南皇朝麾下 在天南皇朝也好 有个照应 就这样 除了陆家外的八大巨头 决定一致 向天南皇朝投诚 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李南得到消息 已经是半年后了 这天 他突然心血来潮 想去天南书院看看 毕竟 天南书院是 天南皇朝天交的聚集地 有天赋的 基本都被收进了天南书院 因此 李南对于天南书院的发展 非常关心 平时也让魔九等人盯着 咦 李南正在天南书院走着 突然发现一位长相身材 都十分完美的女子 正在给书院弟子授课 以李南的眼光来看 也顿时惊为天人 只是 他的眼中 只有对眼前美貌之人的欣赏 没有半分邪念 这位美貌女子 正是贺勤 见过院长 忽然 有弟子看到李南 急忙行礼 现在书院的人都知道 天南皇朝的皇主 同样是天南书院的院长 其他人文言 纷纷看了过来 齐声道 见过院长 他们大部分 还是第一次见李南 因此对李南很是好奇 院长 贺勤盈盈失了一礼 对于李南 他同样感到好奇 嗯 李南点了点头 一问系统 他顿时明白了 眼前之人的身份 在这可还习惯 李南淡淡问道 习惯 贺勤恭敬答道 这是他的本能 对于李南他 不敢有丝毫不敬 他心中觉得有些奇怪 诸位 先行散去吧 正找贺长老有些事 李南对着弟子们淡淡说道 等弟子们离开后 贺勤有些好奇 开口问道 院长 不知有何事 你可知道公寓桥 李南开口道 见到贺勤后 他便想到了公寓桥 想替公寓桥 问问当年的事情 看看是不是存在什么误会 闻言 贺勤有些错愕 没想到 李南会问这个问题 但明显 李南知道 他与公寓桥的关系 不然也不会开口提问 估计是有什么事情 贺勤点头 缓缓说道 公寓桥那小子 自小与我生活在一起 只是来到天南书院后 便没见过这臭小子了 李南嘴角 微微一抽 人家躲着你 你怎么可能见得到 贺长老 这是 你就没必要说了 还是说说之前的事情吧 公寓桥跟朕说 他并没有失去记忆 说到这 李南停顿下来 看向贺勤 想知道 贺勤会说些什么 第166章 贺勤的来历 听闻此言 贺勤的脸色有些微妙 有些惊讶 又有些不可思议 似乎还有些羞愧 这臭小子一直都在装 贺勤心中暗道 一股羞愤之情 油然而生 难怪不愿意见我 看来是故意躲着我 难道是担心 我对他不利吗 一时间 贺勤想了很多 院长 是不是那小子 担心我对他不利 故意躲着我 贺勤气呼呼问道 他当初 可是为了公寓桥好 真是不是好人心 李南不治可否 微微点头 等着贺勤接下来的解释 院长 你可知大道苍蟹 贺勤没有回答 而是问了问题 大道苍蟹 李南微微汗手 大道苍蟹 正是公寓桥拥有的血脉 看来 他之前的猜测没有错 贺勤果然知道 这大道苍蟹 想必也了解 公寓桥的相关情况 公寓桥那小子身上 确实有大道苍蟹 李南轻声道 不瞒院长 我初见那小子的时候 他准备冲击大地净 正是由于 在冲击地净的过程中 我发现公寓桥身上 潜藏着大道苍蟹 但却没有激活 处于被封印的状态 那是我见烈欣喜 一个身具大道苍蟹的人 如果不再入地净 之前激活 以后根本激活不了 所以我便设法打断了 公寓桥晋升大地 公寓桥因为身具大道苍蟹 加上我的一些手段 基本不会存在 殒命的危险 同时 大道苍蟹的强大之处 不仅可以顺利晋升大地 最重要的 可以引动大道共鸣 突破至大地之上的境界 也要容易许多 贺勤缓缓说道 说出了不少秘心 让李南都有些惊讶 贺长老 难道你就没想过 将他的大道苍蟹夺为己用 李南冷声问道 对于贺勤所言 他并没有权幸 一方面贺勤没有言明 为何他可以感受到 公寓桥身上被封印的大道苍蟹 另一方面也没说他的目的 院长 这你就误会我了 若是别人知道 有大道苍蟹存在的话 可能会不顾一切抢夺 但对我来说并不需要 贺勤苦笑道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眼神中透露着一股特别的自信 就连李南都被他感染 况且 在这方世界 我敢说 除了你我二人 绝没有第三人知道 大道苍蟹的存在 贺勤接着道 身上浮现出无与伦比的自信 仿佛他说的话就是事实 看着贺勤这般模样 李南微微一愣 心想着贺勤看来不一般 贺长老 看来你的来历不一巴 李南微微一笑 意有所指地说道 院长 你可知大地之上 贺勤没有回答 转而问道 半神境 李南微微一愣 而后直接道 没错 大地之上被称为半神境 那院长可知 为何是半神境 而不是神境吗 贺勤再次问道 李南有些错愕 看向贺勤的目光 有些纳闷 然后微微摇头 他确实不知道这回事 看样子 贺勤似乎比较了解 院长 半神境之所以是半神境 是因为大地只是吸收了神力 躯体依旧跟原来一样 而半神境容纳的神力有限 不及神境的万一 尽管如此 半神境强者的实力 也远超大地强者 想要突破至神境 躯体必须化为神体才行 想要将躯体转化为神体 不是神力能够解决的 相传 神界有化神尺 可以将躯体转化为神体 后来 有的界面为了方便突破至神境 便偷偷造了化神尺 被神界发现后 那方界面 所有通过伪造化神尺 成为神境的强者 几乎都被神界抓去 下场如何 没人知晓 贺勤再次说了一则秘星 这一下 真把李南虎住了 神境 化神尺 还有人伪造化神尺 大姐 我只是问你跟公寓桥相关的事情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 李南有些头疼 他隐隐感觉自己 又沾上了一个大因果 为什么是又 因为此前祖龙的事情 就是一个大因果 别看现在 没什么事 真要遇到还真不是 他现在可以对付的 只能寄希望 连续千到百年的系统奖励 毕竟连续千到十年 就有半神境的傀儡 百年来一个 神境傀儡不过分吧 如今 竟然连神界的因果 都沾上了 有的事情 知道了 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他此时 不得不怀疑 贺琴是故意说的 目的就是要把他拉进来 修了大因果树的李南 对于因果 是很了解的 有的事情 一旦沾上 根本脱不了身 除非将其化解 贺长老 你别告诉朕 你就是那方界面 通过伪造的 通过伪造的化神池 成为了神境强者 李南福娥 缓缓问道 他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 不然贺琴 是怎么知道 这么多秘心的 院长 小女子 可没有故意欺瞒您 这不刚碰到院长大人 便将事情相告了 贺琴撒娇道 做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听闻此言 李南顿石头大 祖龙的因果 还没化解 如今又沾染上了 神境强者 也不知是好是坏 那你怎么变成 现在这样的 李南不解 一个神境强者 如今却大帝都不是 当初为了逃命 自爆了神区 也不敢修成大帝 怕被他们找到 然后误打误撞 来了长河界 遇到了龚玉桥那小子 本想收他为徒的 如今看来 没这缘分 贺琴故作轻松道 一席间 可以从他的眼眸中 看到一丝落寞 从神境跌入到 如今的大圣境 连大帝都不敢突破 心中的苦楚 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南一时 不知该如何开口 看贺琴的样子 确实没有对龚玉桥 出手的想法 反而是有恩于龚玉桥 贺长老 你就先在天南书院任教吧 既然你有成神的经验 便传授到古等人 晋升半神经的一些经验 李南缓缓说道 最终 他还是没有将贺琴赶走 一是他已经沾染因果了 二是 贺琴的来头 确实大 知道很多 他不了解的秘星 一定程度上 对他来说很有帮助 再则是 贺琴是天南书院的长老 算是自己人 贺琴点了点头 看向李南的目光更加奇异 他将来例说 与李南听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觉得 李南非同一般 这种感觉 他也不说 亲事怎么回事 再探黑渊 贺琴正打算离开 这时道古忽然出现 李南身前 有些讶异地看了贺琴一眼 他竟发现 有些看不透眼前的女子 而后对着李南恭敬道 主上 道古 魏家的事情解决了 李南淡淡问道 有道古等人出马 要解决魏家 应该不在话下 已经解决了 并且另外八大巨头势力 也已经投诚 道古缓缓说道 神情比较平淡 并没有妖宫的意思 嗯 你说什么 另外八大巨头也投诚了 李南脸上露出错愕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道古 得到道古的再三确认后 李南是真的惊了 本来还以为 要花个成千上万年的时间 才能一统长河界 结果 道古直接说 所有巨头势力 都已经臣服于他 这等于长河界 基本掌握在他的手中 接下来 道古便将事情的经过 完整叙述了一遍 李南听得一愣一愣地 道古这一趟去的 不但消灭了绝大部分邪魔 还将所有巨头势力收服 李南大为激动 这下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发育了 道古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贺琴贺长老 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走动一下 李南笑着说道 文言 道古有些惊讶 不过没有多问 答应了下来 跟贺琴介绍了一番 也算打好关系 贺琴心里自然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也没有多说 带着这个好消息 李南找到了李景明 果然 他的娘亲也在 如今邪魔一族 已经构不成威胁 域外战场的防护 可以稍微降低 李南简单跟李景明 聊了一些事情 只是李景明现在还是大能静 让李南有些焦急 李景明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他的修为提升速度 已经很快了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成为圣境强者 是迟早的事情 毕竟 不是谁都像李南那么变态 不足百岁 就踏入圣境 另外 李小暖现在还在外游玩 不过有人保护 倒也不用担心 接下来 诸天星斗大阵 不断朝整个长河界覆盖而去 这将是长河界的一道屏障 将来如果还有邪魔入侵 诸天星斗大阵 就会教他做人 春去秋来 几十年时间一画过 这期间 红文老魔成功突破至大地 献煞众人 天南皇朝的底蕴不断增强 诸天星斗大阵 也顺利覆盖整个长河界 长河界内有任何异动 都能瞬间被李南察觉到 因此 隐藏在长河界中的邪魔 全部被揪了出来 他们的下场自然是死 因为东周大陆存在神石脉 不断有神力涌现 东周大陆的空间越发稳固 稻谷 缘 空等十位强者 修为都恢复到了天境大地的层次 距离恢复到巅峰 指日可待 这天 又到了百年一次 死亡沙漠秘境开启的日子 原先死亡沙漠的地方 现在已经一片繁华 灵气充裕 李南带着稻谷 以及龙族九位大德 来到了秘境入口 如他所料 秘境并没有阻拦道谷等人 而他有系统帮忙隐藏气息 也顺利通过入口进入秘境 这次来到秘境 主要是想弄清楚黑渊的来历 以及可以诞生黑魔的原因 结合道谷等人的说辞 这黑渊来历明显不一般 甚至存在大恐怖 不过 如今众人的实力都有所恢复 面对黑渊也多了几分信心 最重要的 有李南在这 他们十分相信李南的能力 这次 众人没有犹豫 禁止朝黑渊掠去 到了黑渊后 众人直接朝着黑渊深处奔去 这次 比上次的速度要快上很多 特别是李南这里 有十尊大帝近傀儡在 还有一尊半神近傀儡 根本不知何谓害怕 如果这次还不能将黑渊的秘密 探索出来的话 那就只能等下次了 李南明明中有种感觉 这次定能有所收获 随着不断深入 碰到的黑魔实力越来越强 现在碰到的黑魔 都有大地实力 幸好 这些黑魔大多是单独形式 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李南等人 在解决了十一尊大地实力的黑魔后 终于到了深渊的腹地 这里已经算得上 黑渊的核心之地了 而核心之地的黑魔 实力也更加强大 稻谷等人 远远就感受到了黑魔的气息 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 外面的黑魔实力 大多是在黄近大地的实力 强一点的 就是玄近大地实力 而在黑渊核心之地 感受到最差的黑魔气息 都有地近大地的实力 甚至还有一尊黑魔的气息 远在他们之上 主上 这里面怕是有半神镜的黑魔 稻谷凝重道 心中掀起滔天大浪 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怎么会 这里竟然有半神镜的黑魔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空大惊道 一脸不可置信 幸好上次没有贸然闯进来 不然后果难料 原也感叹道 无妨 半神镜的黑魔就交给朕解决 你们多加小心 李南心中同样无比惊骇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想退去 想等到有足够的实力 再来探索黑渊 这个念头刚出现 便被他掐灭掉 如果事事都求稳的话 那还修炼个锤子 况且 他也没那么多时间 时间很是紧迫 万一这百年内出现什么变故 那就后悔 都来不及了 他隐隐感觉 黑渊存在某个大秘密 能造出黑魔的力量 想想就可怕 而且 竟然有半神镜黑魔的存在 这就说明 这股力量 至少都可以造出半神镜的强者 如果被他得到了 天南皇朝的底蕴实力 都能快速提升一大截 也能更好面对未知的风险 道谷等人文言 面面相去 看到李南掏出十一尊傀儡后 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 其中有一尊傀儡 他们都看不透 甚至感到了致命的威胁 诸位 你保命要紧 如果没办法探索出秘密 那就下次再来 出发前 李南特意交代道 他还真怕这些人出什么事 到了里面 很有可能照应不及时 所以 有什么事情只能提前说 道谷等人点了点头 心中很是感动 下一刻 众人便朝黑渊核心之地走去 无比小心 将自身的气息收敛到极致 第168章 华神池 就在李南等人 往黑渊核心之地缓缓前行时 秘境中 一行几人正朝黑渊的方向 快速前进 不久后 一行人便到了黑渊前 缓缓停了下来 他应道有 你确定黑渊中 有华神池的消显 苍梅冷声问道 对啊 太阴道有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只是你说的太过匪夷所思 这黑渊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 一不留神 可能就要与命其中 双华接着道 脸上有些犹豫 苍梅道有 双华道有 都事已至此 我等不都是为了华神池而来吗 想必太阴道有 也不会拿此事开玩笑 我等为了传说中的华神池 连圣禁都未突破 是成事败 就看这一遭了 一旁的济南出声说道 他知道 苍梅 双华 因为上次祖龙遗孩的事情 对太阴产生了怀疑 所以有些借地 苍梅 双华二位道友 老头子不会拿生命 与你们开玩笑 那记载你二人也都看了 自然明白不会有嫁 接下来还请三位 好好配合老头子 太阴笑呵呵说道 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 看起来很有幸福力 文言 苍梅 与双华不再言语 算是同意了太阴所说 若是另外几人 也来就好了 这样把握就大一点 济南感叹道 本来他们上次有七人来了这方秘境 如今只有四人前来 另外三人不愿等候百年时间 都选择突破到了圣人 太阴文言 没有多说什么 而后 也不知这几人施展了什么手段 竟然凭空消失在原地 气息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不存在一般 黑渊核心之地 李南等人缓慢前进着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些灰头土脸 刚刚与三尊黑魔遭遇 而这三尊黑魔不按套路出牌 竟然直接发出信号 通知其他黑魔 这就导致李南等人 遭遇了数十只黑魔的围攻 幸好有半神境的傀儡在 不然真就要遭殃了 就算如此 李南等人也不敢停留 生怕引来那只半神境的黑魔 道谷老兄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地 早该到核心了才对 怎么前面还一直有路 这黑渊有些不对劲啊 空纳闷地说道 哼 这也不奇怪 毕竟能造半神境黑魔的力量 能简单的才怪 道谷随口说道 对于空等人 道谷没有丝毫架子 你说我们会不会遇到半神境的黑魔 空随口说道 到了这里 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 空就想着说说话 活跃气氛 只是 他话音刚落 却发现并没有人回应他 反而气氛变得无比诡异 你还是你 真的是乌鸦嘴 道谷没好气道 不会吧 空心中一片蛙凉 难道他的乌鸦嘴又生效了 果然 随着道谷话音落下 一道无比强横的气息 出现在众人前方 这还不算完 还有许多 黑魔应声而来 半神黑魔 犹如这些黑魔的王者 这些黑魔无比安静 都在听从半神境黑魔的命令 速战速决 打不过就快点跑 见状 李南直接吩咐 那半神境的黑魔倒是不怕 因为他手上有半神境的傀儡 关键在于 这半神境的黑魔 可以号令黑渊中的其他黑魔 这就导致李南等人 根本没有办法与其交锋 一旦被缠住 甚至有陨落的危险 道谷等人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纷纷祭出了李南赐予他们的半神器 半炷香的功夫 就轰出一条路 从黑魔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主上 我们还要前进吗 道谷凝重地问道 眼神中闪过不甘之色 我们小心点吧 尽量避免与黑魔的接触 能寻到黑渊的秘境自然最好 若是寻不到 就只能等下次了 李南沉阴片刻 口中缓缓说道 他心中同样不甘 都到这里来了 连黑渊中神秘力量的影子都没看到 时间缓缓流逝 李南等人又遭遇了一次半神进黑魔 然后显知又显逃了出去 好在众人都没什么事 不然李南就要难受了 就在众人即将放弃时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口池子 这池子泛着神秘的气息 呼吸一口 就让人精神一震 仿佛要羽化灯陷 这是 李南大吃一惊 这池子似乎很是古老 里面有一股神秘的能量 但池子中的水明显不多 被薄薄的一层雾气掩盖 透过雾气 还可以看到水中散发的阴阴气息 主上 这池子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仿佛可以让我更进一步 道骨宁重道 文言 原 空等九位龙族大帝 纷纷点头 目光火热地看向池子 不过 最终还是李治更胜一筹 他们都看向李南 虽然这池子 具有无比伦比的吸引力 但李南在这 如何分配 自然要由李南做主 童子哥 李南这时也懒得猜测 万一半神经的黑魔又找来了 他们恐怕就要错失这桩机缘 最简单容易的办法 就是询问系统 宿主 这方池子 具有让人脱胎换骨的作用 按照宿主已知的话说 就是可以使进入池子中的人的身躯 蜕变为神躯 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李南顿时大惊 这该不会就是贺琴所说的化神池吧 是真的化神池 还是魔方伪造的 这就不得而知了 看情况 或许真是伪造的 也说不定 因为这秘境 不可能是神界的一部分 这下 李南有些愁眉苦脸 这么好的东西放在这里 实在可惜了 但要怎么带走呢 他刚刚设了各种办法 想要将其带走 却发现无能为力 仿佛这口池子与黑渊是一体的 想要将离开秘境 李南等人离开后 忽然有四道人影出现 正是泰英等四人 他们刚刚就在此地 比李南还要先来 正考虑用什么手段 收走化神池 结果还没动手 李南等人便来了 泰英几人见到李南等人后 也是被吓了一跳 见李南看向这化神池后 心神一下子提了起来 还以为李南等人发现了他们 接着便见到李南施展手段 想取走化化神池 好在都失败了 然而 还不等他们松一口气 化神池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消失不见 不仅李南他们大吃一惊 连他们都颇为不解 泰英道有 苍梅三人皱着眉头 欲言又止 唉 泰英重重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看来我等跟化神池没有缘分 还是早些退走吧 恐怕这黑魔就要发现 这的异常了 泰英话音刚落 一道愤怒的吼声响彻黑渊 连带着黑渊都震动起来 仿佛发生了什么变故 快走 泰英大喝道 然后不知施展了什么手段 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他三人同样如此 李南还在考虑 要不要继续深入 听到这吼声后 瞬间就有了决断 加快速度 我们赶紧退出去 李南赶紧说道 说完 李南等人便快速 朝黑渊外掠去 比近来十速度不知快了多少 这一路 虽然也有黑魔发现了他们 但似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都没有理会他们 任由他们从眼前飞过 李南心中有了猜测 也顿时明白 事情大条了 这绝对与自己迁到的化神池有关 不敢犹豫 速度又加快几分 若是黑渊的黑魔都联合起来 他们怕是要损失惨重了 幸好有自知之明 没有继续留在那 主上 看来方才看到的那池子不一般 能引得黑魔如此震怒 恐怕对于黑魔来说非常重要 道古缓缓说道 他有些意外地 看了李南一眼 他心中隐隐有种猜测 这池子的消失 恐怕跟主上有关系 呵呵 你说的或许是对的 这池子可能对黑魔非常重要 能对其提供力量 李南见离外界越来越近 也不再着急 顺口回道 众人闻言 有些不解 李南也没有解释什么 现在还在黑渊内 不宜多说什么 系统空间自带屏蔽效果 没人知道化神池在他身上 如果主动说出来 被察觉到就完蛋了 是啊 要是我们能得到这神秘池子就好了 说不定我能一跃成为半神镜的强者 空有些遗憾道 道古古怪地看了空一眼 如果之前只是猜测池子的消失 与李南有关的话 那么现在就能确定 池子的消失跟李南有关 他跟李南在一起这么久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从李南喊他们撤离 再到现在的表现 池子说不定已经被李南收走了 虽然这种猜测很无厘头 但并不妨碍他对李南的盲目自信 虽然主上的自身实力还差了点 但他掌握的力量却是无比惊人 道古暗暗想到 空这家伙白活了这么些年 小龙就是小龙 比不得高贵的道古大人 有惊无险之下 李南等人顺利离开了黑渊 然而 黑渊并没有随着李南等人的离开 变得平静下来 反而更加狂暴 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李南凝重地朝黑渊看去 这黑渊中爆发的能量 让他感到心惊 接着他脸色一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 道古 这黑渊中的黑魔是否可以出来 李南急忙问道 他虽然没有见过黑魔出来 但不代表黑魔无法出来 若是可以出来 那就糟了 主上 据我所知 黑魔无法离开黑渊 一旦离开黑渊 他们的力量就会消失不见 道古虽然不知 李南为何这么着急 但还是慢条思理说道 闻言 李南顿时放心下来 不然还要想办法通知进来的人 到时候估计会损失巨大 须知 这些都是他天南皇朝的子民 另一边 太阴四人也有惊无险出了黑渊 这是搞什么 难道化神池真的消失了 还是被那人取走了 苍梅吐槽道 脸色有些差 皱着眉头 不知在想些什么 看这样子 化神池兴许 真被取走了 但我们当时也在那里 化神池就这么消失在眼前 若说是谁取走 谁也不知道 双华皱眉道 几位 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地吧 若是遇到先前那些人 恐怕我们就不好走了 这时 太阴缓缓说道 打断了几人的思绪 闻言 他们相识一眼 不再犹豫 离开了秘境 李南等人同样如此 选择离开了秘境 毕竟 除了黑渊 这秘境中 已经没有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而黑渊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想要一探究竟 已经不可能 作为这一切始作俑者的里南 并没有多说什么 心神已经放在了系统空间中的神叶泉上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这神叶泉就是化神池中的水 也就是神叶 神叶配合化神池 可以使人的躯体转化为神区 理论上 普通人也能进入化神池 将身躯转化为神区 但一般而言 没有人扛得住转化过程中的痛苦 想要尝试蜕变为神区 至少都要圣人之上的强者 想要一步登天 何其艰难 搞清楚化神池与神叶泉的妙用后 里南默默给系统点了一个赞 毕竟 原本化神池中的神叶少得可怜 而系统却给了他一个神叶泉 可以源源不断产生神叶 也就是说 只要有人达到大地境 就可以去化神池 尝试让神区转变为神区 并不用担心神叶不够用 现在 神石卖它有了 化神池它也有了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成为神境强者 指日可待 里南美滋滋想着 原本紧张的心情 一下消除大半 见里南突然发出奇怪的笑容 道谷等人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也没有打扰里南 笑就笑吧 虽然甚得慌 回到天南皇朝后 里南第一时间回到闭关之地 然后进入洞天世界 没得说化神池一定要放在洞天世界内 第170章 震惊的和情 洞天世界 此时已经有万里大小 比起之前大了许多倍 已经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世界 并且 洞天世界内已经诞生生命 虽然只是简单的生命形式 但意义重大 里南找了个地方 将化神池放下 又将神叶泉放入其中 没有发现问题后 里南这才放下心来 毕竟 这化神池 是要对外开放的 但他并不打算 将洞天世界告诉其他人 刚好诸天星斗大正在 将洞天世界与东周大陆 连接起来便可 这样就能避免其他人知道他有内世界 实在是他的这个内世界过于变态 灵气比如今的东周大陆还要充裕 同时还有神时脉的存在 在里面修炼 事半功倍 搞定后 里南来到天南书院 找到贺琴 贺长老 跟朕来 朕有个东西 想让你瞧瞧 里南笑明你说道 是 院长 贺琴不明所以 不过跟上了里南的脚步 他看里南这么神秘的样子 他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经过朱天星斗大阵的传颂之地时 贺琴更加好奇了 这是要去哪 难道是去建公玉桥那小子 贺琴暗自猜测 贺长老 跟紧了 这个世界想要进去 可要经过阵的同意 就在贺琴猜测时 里南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 文言 贺琴的好奇心更重了 他倒是想看看 是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终于 在里南的带领下 二人来到了里南的洞天世界 一进入洞天世界 贺琴便感受到了 此地与外界的不同 这里的灵气浓度 竟然比东周大陆还要高 而且 竟然还有神力的气息 贺琴不断打量着洞天世界 似乎想要将这里看透 哄 忽然 前方的天空中 一道天雷劈下 接着 一道龙卷风冲天起 朝天雷卷去 天雷轰击在龙卷风上 不断闪烁 不过片刻后 龙卷风与天雷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未出现过 若不是亲眼所见 定以为这是错觉 爹爹 爹爹 两道声音突然出现 李楠笑着看去 正是李雷与李峰 李峰正是此前的风珠所化 吸收起源之风后 风珠顺利划行 好小子 你们可不要将这里破坏了 你们可还要住在这里 李楠笑着说道 心情大好 放心吧 爹爹 我们会注意的 李雷与李峰连连保证 你们玩去吧 爹还有事情要处理 李楠摸了摸二人的小脑袋瓜子 笑着说道 李雷 李峰走后 贺琴还没回过神来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贺长老 你这是 李楠装作不解的样子 心想这就把你震住了 这才哪到哪 啊 院长 他们是 贺琴小心翼翼问道 言语中有些紧张 贺长老 正还以为你看得出来 他们一个是雷属性之本源所画 一个是风属性本源所画 不过 这两个孩子机缘不错 一个吸收了天结中的天雷天道之力 一个吸收了起源之风 李楠笑着解释道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雷属性本源 风属性本源 画形 天道之力 起源之风 李楠的这些画 如同天雷在贺琴的耳中乍响 贺琴只觉得自己要疯了 揉了揉眼睛 盯着李楠看了好一会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连传说中的本源之力画形 都能让你碰到 而且还是两位 贺琴心中暗暗猜测 虽然早就觉得李楠不一般 认为李楠可以庇护他 才愿尾身天南书院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 李楠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神秘得多 院长 您是要带我看这方世界吗 还是想让我培养您的两位孩子 贺琴回过神来 缓缓问道 虽然拥有大道苍血的公寓桥 百万年难得一见 但本源画形的李楠 李雷更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如今见到后 让他收为弟子都算高看了他 他敢这么问 主要是天南皇朝 没有谁比他更有见识 哪怕是李楠也是一样 他有这个自信 呵呵 朕带你来的目的 可不止于此 你且跟朕来 李楠没有回答贺琴 但笑着说道 而后继续带路 没过多久 李楠便带着贺琴 来到了化神池前 院长 这 这 看到化神池的刹那 贺琴顿时梦了 激动得语无伦次 一下不知说什么好 院长 这是化神池 回过神来后 贺琴只觉得自己口干舌燥 看向李楠的目光 无比火热 正是 李楠微微汗手 一时间 贺琴绝美的脸上 各种复杂表情接连出现 上演了一出变脸大戏 咦 还有神叶拳 贺琴错愕出声 有些不可置信 如果说化神池可以仿造出来 那么神叶就是神界的专属物质 无法被仿造 当初 他那个界面 就是因为从神界偷引神叶 导致被神界发现 引来了灭顶之灾 因为他们这些成神的强者 被斩杀后 迎接他们界面的结局 不用多想 好一点还能苟延残喘 若是遇到一些邪魔邪神 他们的界面 瞬间就会化为炼狱 说是灭顶之灾 一点都不为过 院长 这神叶拳 是从何而来 贺琴急声问道 神情有些恐惧 怎么了 李南奇怪道 他有些纳闷 刚才还表现的 一副震惊的模样 现在怎么表现出 一副害怕的样子 院长 这神叶乃是神界的专属之物 贺琴急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哼哼 无妨 我这神叶拳 不用担心来练 闻言 李南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没想到还有这层原因 感情迁到的化神池 还没有神叶拳重要 不过 他对于这件事 倒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是通过系统签到得来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 看到李南的神情后 贺琴也反应过来 是自己着急了 贺长老 按理说 已经到了长河界 距离你的那个界面 应该非常遥远才对 为何不敢突破之地境呢 李南淡淡问道 他有些好奇 院长 不怕一百年签到奖励 闻言 李南一时没有说话 贺琴所言 实在有些天方夜谭 原本他以为 贺琴遭受神界的针对 或者得罪了什么仇家 如今 从贺琴的话中可以知道 贺琴并没有什么仇家 当时只是遭到了神界的侵犯 顿时 李南看向贺琴的眼神怪怪的 这也太怕死了吧 就算你突破到大地境 在神界的人眼中 也不过是蝼蚁 人家凭什么针对你 况且 隔了无尽距离 神界真的知道 有贺琴这么一个人存在吗 看到李南的眼神 贺琴有些不好意思 他其实也想到了 可能神界根本不会在意他的生死 毕竟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 主要是他的心里在作祟 胆子太小了 被李南看得有些尴尬 贺长老 你还是尽快突破到地境 甚至是神境吧 李南悠悠开口 这个结果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搞半天这家伙 竟然是个胆小鬼 凭着自己的意测 连大地都不敢突破 他以为要跟神界对上了 原来都是贺琴的幻想 是 院长 贺琴小声道 支支吾吾 对了 尽快替朕培养一些强者出来 就算神界之事 不用放在心上 但实力必须要不断强大 李南接着道 不容质疑 是 院长 贺琴苦着脸答应了 早知道这么多事 就不来天南书院 竟然被抓壮丁了 哼 臭小子 都怪你 贺琴心里委屈巴巴 正在做思想斗争 不过很快败下阵来 他已经被李南抓壮丁了 想逃也逃不掉 修炼无岁月 转眼就是二百年过去 这天 李南从修炼中睁开了双眼 眸中如星辰般深邃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连续签到百年 获得百年特殊签到机会一次 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系统的声音 在李南的脑海深处 响起 签到 李南没有犹豫 这次百年签到的机会 他已经等了很久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器通天桥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经脉星号十条 神石脉星号1000条 极品灵脉星号10万条 上品灵脉星号20万条 中品灵脉星号50万条 下品灵脉星号100万条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下品神器 星号十 半神器星号100 地气星号1000 圣器星号1000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星辰 星号10008克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诸天星斗大阵阵图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丹药星号一百万平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人神进傀儡星号一 半神进傀儡星号十 递进傀儡星号一百 随着李楠在心里默念签到后 系统一连串的声音在脑海响得不停 李楠逐渐张大了嘴巴 这百年签到的奖励 也太丰富了吧 通天桥不用多说 他之前还闯过通天桥 在通天榜上赫赫有名 并因为通天桥有了一系列的事情 而且通天桥是连接万界的通道 难怪这么强大 竟然是一件神器 现在通天桥掌握在他手中 对于天南皇朝来说如虎天翼 以后这万界都将沉浮在他的脚下 神经脉不用多说 里面蕴含的神力比神石脉要精准许多 而且还迁到了十条 神石脉也有一千条 其他的灵脉更不用说 加起来有一百八十万条 这些都是资源 对于一方势力来说无比重要 而他竟能通过系统得到这么多 接着 里南拿出了十件下品神器 这可是神器啊 一口气竟然迁到了十件 如果算上通天桥的话 那就是十一件神器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 除了神器外 半神经都有一百件 地器更有一千件 圣器更不用说 一万件 天南皇朝的底蕴又大大增加了 怕是 整个长河界加起来 都没有我手中的地器多吧 里南笑着道 一股很大的满足感 油然而生 一万零八颗星辰 系统这是 担心我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吗 里南哑然失效 这来得正好 有了这一万零八颗星辰 就算神经强者来了 他也不怕了 没有犹豫 里南直接将这一万零八颗星辰 融入朱天星斗大阵 朱天星斗大阵阵图 里南有些疑惑 不是已经有朱天星斗大阵了吗 怎么又来一个 但仔细一看 这个阵图 竟然是与朱天星斗大阵配套的 或者说是朱天星斗大阵的升级版 现在的朱天星斗大阵融合阵图后 将会直接成为神级大阵 对于里南来说 恰好是时候 有了神级大阵 安全性将会大大增加 他也会没有后顾之忧 丹药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迁到的实在太多了 各类丹药都有 最后 新里南的 就是人神境的傀儡了 现在从系统那得知 神境分为人神境 地神境 天神境 神君 神王 神皇 神帝 有了人神境傀儡在 里南的气势又足了不少 虽然他已经是 长河界权力最大之人 但也没有太飘 他可是知道 还有神界的存在 另外 半神境傀儡 竟然有十尊 加上原来的 共有十一尊半神境傀儡 哼 现在玄皇界 恐怕也没有我的实力强了吧 里南喃喃自语 虽然不知道玄皇界有多么强大 在他看来 玄皇界的戒主实力 顶添了人神境 这还是 他往高了猜 或许半神境倒是有可能 大致看了下千道的奖励后 里南做到心中有数 玄疾就出了关 他可没忘了 玄皇界也有邪魔的存在 甚至玄皇界的邪魔 比长河界的更加强大 如今长河界的邪魔被赶走了 那就去帮助一下玄皇界 顺便将玄皇界 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虽然他没有修炼 运厥 但神灵法身修炼了呀 天南皇朝 自然是越强大越好 如今 在长河界内 他可以凭借天南皇朝的 气韵之力 匹敌人神境的强者 若是加上诸天星斗大阵 怕是人神境强者来了 也要隐恨 第172章 夏燕然杜劫 接下来的时间 里南换来了道谷 他要了解一下 天南皇朝众人的修为情况 如今两百年过去了 想必大帝强者会多上不少吧 他有这个信心 一方面是天南皇朝 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供应 一方面则是东周大陆上 有神力弥漫 对于一些强者来说 足够他迈出关键的一步 主上 道谷恭敬道 他也近两百年 没有见到里南 这次忽然收到里南的消息 心里很是激动 因为他已经突破至神境 成为人神境的强者 他特别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里南 但里南在闭关中 实在不好打扰 咦 你人神境了 不错不错 里南看到道谷后 用系统查看一下 主要他想看看 道谷如今的境界 人神境 道谷果然没让他失望 这多亏了主上的资源供应 加上有化神池 这才三十年前成功突破 道谷谦虚道 看向里南的目光中 带着浓浓的感激 哈哈 不必客气 你也是为朕效力 如今顺利突破至人神境 可喜可贺 里南笑着说道 十分高兴 接着 他掏出一件下品神器 说道 道谷 你跟我也有两百多年了 这是一件下品神器 就赐予你了 道谷看着手上的盘撞神器 面色十分激动 这可是神器啊 哪怕是下品神器 同样是神器 就连贺琴都没有一件神器 须知 人神境用的 大多是半神器 多谢主上 道谷感激到 对着手上的光盘形状的神器 爱不释手 这件神器 名为月悬盘 道谷 其他人修炼的情况如何 有多少人成为了地镜 除了你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突破之神境 里南连问了几个问题 这都是他特别关心的 毕竟马上就要前往悬黄界 手下实力越强 自然越好 主上 除了我外 贺琴贺长老突破到了神境 道谷缓缓说道 面色有些惊恶 哦 里南同样有些惊讶 贺琴天赋这么高吗 两百年就从大圣突破到神境 不可小觑 须知 他闭关的这两百年 如今也只是准地巅峰罢了 是的 主上 当时我被他吓了一跳 道谷满是感慨 那其他人呢 里南接着问道 龙族的九位大帝都突破到了半神境 如今距离人神境也不远了 道谷知道里南关心什么 于是直接说道 不错 看来他们也在努力修炼 里南缓缓点头 他们能在二百年突破到半神境 非常不错了 那新晋大帝有多少 里南有些期待 在他闭关之前 准地可有不少 主上 新晋大帝数量比较多 共有二百零八人 道谷笑着说道 当时知道有这么多新晋大帝时 他也非常吃惊 而后 又将这二百零八位大帝的信息 告知了里南 不错不错 道谷 你传令下去 天南皇朝即将奔赴玄皇界 一方面消灭邪魔 一方面将玄皇界纳入我天南皇朝的统治范围 里南放声说道 情绪非常激动 如今 单单天南皇朝本身的力量 就不可小觑 新晋大帝强者竟然有两百多人 本来按他的猜测 能有一百人就不错了 没想到 还是小看了众人 是 道谷没有犹豫 直接宣布这件事去了 道谷走后 里南也没有闲着 直接找到了李景明 臭小子 你也舍得出来看我们了 果然 如里南猜的那样 见到李景明后 定是要被说上几句 儿子要修炼 要是跟你一样 不想着修炼 那怎么行 若念在一旁瞪眼说道 看向里南的目光 尽是溺爱之色 说吧 臭小子 你这次来又有什么事 李景明笑呵呵道 老爹 娘亲 我打算进攻玄黄界了 李南淡淡道 李景明二人闻言 并没有出声反对 这在他们看来 再正常不过 什么时候 陆念问了句 过些十日吧 我一直闭关 都没好好休息一下 李南随口道 臭小子 你也知道一直闭关啊 燕燃的丫头 也跟着有样学样 一直努力修炼 你得顾及人家的感受 话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们是不是该成亲了 李景明缓缓说道 虽然对于李南的婚事 从来没有催过 但夏燕燃的情况 他们看在眼里 因为有李南在 夏燕燃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一直苦苦修炼 实在是李南过于优秀 身为李南的女人 她不想被说闲话 不说给李南正面子 也要不让李南掉面子 李景明二人自然明白 夏燕燃的想法 所以才会顺嘴一提 况且 李南确实老大不小 虽说修行中人寿命悠长 但他们二人是李南的父母 自然会想着抱孙子了 如今闲来没事 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长河界都是天南皇朝的地盘 李景明反而不急了 就安排了几个姓的过人 帮忙管理 他只要做决定就行了 他也知道 长河界顶端的强者 都是自家儿子的人 根本不用担心出什么事情 所以 他与陆念都想着抱孙子的事情了 老店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起来 还没去看燕燃 娘亲 你们二位慢慢聊 我先走了 李南急声道 赶紧离开了此地 暗道好险 竟然被催婚了 不过 老爹说的有道理 已经两百多年了 是时候给燕燃一个名分了 李南默默想着 旋即脚步加快了不少 不一会儿 他就到了夏燕燃闭关的地方 神识一扫 发现夏燕燃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 他也没有打扰 反而在外面等待了起来 感受到夏燕燃身上的气息后 李南微微一笑 这妮子也要成为圣人了 下一秒 整个天空忽然暗了下来 正是天节来临的预兆 正在闭关的夏燕燃 突然睁开了双眼 眼中闪过一抹坚定之色 只是下一刻 她的脸颊就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李大哥 夏燕燃天天叫了声 燕燃 快去肚结 李南笑着说道 给了夏燕燃一个鼓励的眼神 夏燕燃没有犹豫 直接闪身到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 开始肚结 没有任何意外 夏燕燃顺利度过了雷结 只是还有心魔降临 等了半想后 夏燕燃正开前往玄黄界 如今的玄黄界 邪魔混杂 站在玄黄界顶尖的势力 也无能为力 实在是邪魔的渗透太过严重 甚至这些超级势力的高层 就存在邪魔族人 因为 入侵玄黄界的邪魔族中 有赫赫有名的幻魔一族 他们与入侵长河界的邪魔一样 都自称为圣族 只不过 他们内部之间 又将圣族分为若干个种族 幻魔顾名思义 可以幻化面容 这就是幻魔一族的强大之处 混迹在玄黄界中 基本没有人能发现 这天 李南下了一道命令 天南皇朝圣境之上的强者 开赴玄黄界 只需留下一部分强者 驻守长河界便可 去玄黄界的方式也很简单 通天桥如今 掌控在李南手中 只需心念一动 便可将众人送去玄黄界 道古 在玄黄界 你注意几个人 李南淡淡说道 随后将之前在玄黄界认识的几人 说与道古听 如果他们被邪魔掌控了 那就没必要了 是 道古淡淡应了声 他如今人神境的修为 神识可以轻易覆盖整个长河界 到了玄黄界 也不在话下 其实 想要收服玄黄界 凭道古一人就足够了 但道古是底牌 目前也用不着道古出手 除非玄黄界有半神境应付不了的局面 真到了那时 局面就危险了 嗡嗡嗡 随着通天桥绽放光滑 天南皇朝的众人顿时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玄黄界 道古 如何 李南轻声问道 主上 玄黄已经千疮百孔 已经有许多邪魔混入进来了 道古文言 用庞大的神识感应了一番 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这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李南笑着说道 对于神境 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过 神境强者出手 但凭道古的神识 能够轻易覆盖玄黄界 并将邪魔找出来 就可以看出一二 这可是神 虽然只是人神境 但与大地有生命层次的区别 主上 看我的 道古笑而不语 玄疾心念一动 顿时无数邪魔倒地不起 虽然肉体没有什么异样 但魂魄真灵都已殒灭 主上 好了 片刻后 道古笑着道 人神境就这么强大了 也不知在之上的地神境 天神境 甚至神地有多么强大 李南喃喃自语 很是感慨 本想着搞定完玄黄界后 就开始打听神界的消息 但看到道古的实力后 他顿时打消了这个想法 如果此时就去找神界 说不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还是先将这诸天万界拿下 没错 李南已经从系统那得知 这个界面为诸天万界 长河界 玄黄界 都只是诸天万界的大世界之一 想要征服整个诸天万界 怕是要消耗不少时间 不过有通天桥在 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也不知是谁将通天桥留了下来 可以连接诸天万界各个世界 从这就可以猜测出 以前的诸天万界实力应该不弱 毕竟有神器的存在 而且 这通天桥是中品神器 虽然只是功能性神器 但对于李南来说 比一些杀伐神器还要好 因为它可以连接诸天万界 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 完成对诸天万界的统一 道古 将玄黄界的界主找来 今日就将玄黄界统一吧 李南看向道古 缓缓说道 是 道古硬道 你们几位就带领他们 前去战场 将邪魔覆灭吧 接着 李南又朝援 空等九位龙族强者说道 是 主上 九人齐声应道 安排完事情后 李南突然觉得有些无聊 实在是自己的手下太强大了 都用不着自己出手 来到这玄黄界 也就是呼吸一下这边的空气 不多时 道古便带着一人来到了李南面前 这是个中年人 满脸胡茶 看起来倒是挺壮硕 坦胸露乳 肌肉很发达 主上 道古打了声招呼 便没作声 你就是玄黄界界主 李南朝中年人看去 颇有些好奇 你是 玄黄界界主有些疑惑 他正在修炼 恢复伤势 结果被人直接掳走了 更让他心惊的是 他根本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在道古手上时 体内的灵力似乎消失了 提不起半点修为 朕是天南皇朝皇主 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朕来自长河界 李南淡淡说道 倒也没有给玄黄界界主脸色看 皇主阁下 不知你将我带来 有何吩咐 玄黄界主试着问道 心神有些忐忑 哼 让你过来也没别的事 长河界有些小了 李南淡淡说道 文言 战天哪能不明白李南的意思 皇主大人 我战天代表玄黄界臣服您 只有您这样的强者 才能带领玄黄界更加强大 只希望皇主大人 能看在玄黄界的众生上 接纳我玄黄界的投靠 如今玄黄界有邪魔虎视眈眈 还请皇主答应小战的要求 战天话落 李南抽了抽嘴角 这玄黄界界主倒是个人才 行了 少拍马屁 邪魔自由我天南皇朝的人对付 你赶紧将阵的旨意传下去 希望邪魔覆灭之前 玄黄界如你所说 臣服于阵 李南瞥了战天一眼 淡淡说道 是 战天暗道好险 刚才七上八下的心情一扫而空 道鼓 你想笑就笑 别憋着 李南看了眼面色 有些潮红的道鼓 淡淡说道 哈哈 主上 这小子真是个人才 很实实物 看他这样子 我还以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种 道鼓一听李南说的话 顿时憋不住了 开口大笑 行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注意一下 同时关注一下战场的情况 正去见见老朋友 李南随口说道 而后就消失在原地 李南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玄天大陆 神识略微感应一番 嘴角露出了浅浅的笑意 落花城 还跟以前一样 似乎并没有受到邪魔的影响 这里照常漫天飞花 东方汉学正在一家酒楼 独自喝着闷酒 心情看样子有些不好受 第174章 故人 覆灭邪魔 汉学兄 举杯消愁愁更愁 你不是从来不喝酒的吗 怎么开始饮酒了 正在喝酒的东方汉学 听到这声音后 整个人一击灵 睁大双眼 朝身后看去 看到是李南后 人似乎清醒不少 不负之前的醉胎 李兄 你怎么来了 东方汉学站起身问道 身形有些不稳 似乎随时都可能摔倒 我过来看看 这不 一来就碰到你喝闷酒 李南淡笑着说道 东方汉学此前 可是非常不喜酒 滴酒不沾 如今再次相见 却是这么一个场景 李兄 快坐 东方汉学移了张椅子 说道 似乎李南的到来 让他心情好了不少 李南也不客气 静止坐下 看向东方汉学的目光 有些疑问 李南也不开口 自顾自满了一杯酒 然后又自顾自喝了起来 说起来 他也不太爱喝酒 只是如今故人相见 怎么也要喝一杯 以为封尘 二人就这样 各喝各的 谁也不打扰谁 直到喝了三葫芦酒 东方汉学才缓缓开口 李兄 你知道吗 新月死了 秀明堂兄死了 大哥也死了 都死了 东方家族 没了 听闻此言 李南顿时一正 他从没想过是这么个原因 他此前来玄黄届时 还在东方府上住过一些时日 也认可东方汉学这个朋友 对于东方新月也有印象 这才两百多年不见 对于修行中人 不过短短一瞬 毕个官的功夫 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汉学兄 知道仇家是谁吗 李南也不知道 怎么安慰东方汉学 发生这么痛心的事情 任何的言语 都显得苍白无力 李兄 知道仇家是谁还好说 关键就是 不知道仇家是谁 东方汉学喝着酒 颓废地说道 闻言 李南皱了皱眉头 东方家族 也是一方强大的势力 但谁能翘无声息 覆灭东方家族 连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 汉学兄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但不管怎么说 你不该如此颓废 东方家族的大仇 还等着你去报 李南喝了口酒 缓缓说道 但是 我连仇家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去报仇 东方汉学面色通红 眼睛里布满血丝 唉 李南心中重重叹了口气 看着这副模样的东方汉学 有些于心不忍 便道 汉学兄 借你一滴血用用 东方汉学有些错愕 不过也没有多想 逼出一滴血 悬浮在空中 李南没有犹豫 他现在已经是准地巅峰修为 想必也能通过大因果树 算出覆灭东方家族的凶手 要东方汉学的血 就是这方面原因 东方汉学身为东方家族的嫡系 他的因果 自然与凶手存在关联 随着李南施展大因果树 透过东方汉学的血滴 一道道线条 跟东方汉学连接起来 奇怪 怎么会没有 李南有些错愕 李南不信邪 又施展了一遍大因果树 发现还是没有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李南算不出对方的踪迹 对方没有留下一丝因果 但这是不可能的 凭借李南现在的手段 哪怕是大地强者 与东方汉学的因果 他都能查探出来 另一种可能 就是那些凶手已经陨落 真灵陨灭 这样的话 因果才会消失不见 李兄 查不到就算了吧 东方汉学摇头晃脑 苦笑道 汉学兄 也不是查不到 说出来 你可能比较难受 李南欲言又止 他已经确定那些凶手已经陨落了 故而才查探不了因果 但覆灭东方家族 绝非简单就能做到 里面定然涉及到许多强者 而要是所有强者都陨落 忽然 他想到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邪魔覆灭了东方家族 然后玄黄界内的邪魔 都被盗谷抹杀了 这样才能说得通查探不了因果 李兄 你说吧 到了现在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汉学兄 方才我施展一门神通 可以确定 覆灭你东方家族的凶手 都已经陨落了 李男缓缓道 他知道说出来后 东方汉学有多难受 不知道凶手就算了 甚至都无法亲自报仇 李兄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东方汉学扯住李男的衣服 急声问道 是真的 李男轻叹一口气 点了点头 顿时 东方汉学一屁股跌坐在地 双目无神 李男拍了拍东方汉学的肩膀 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是还需要他自己想通 玄黄界域外战场 随着天南皇朝强者的到来 邪魔族节节败退 不断有大地强者陨落 在元 空等九位龙族半神的共同出手下 邪魔族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他们在玄黄界的最强者不过半神境 如今面对九位龙族半神 连逃跑都做不到 气息被元 空等九位半神死死锁定着 元 空等九位半神看到这边形势大好 也没急着出手 天南皇朝 还有那么多大地 圣境需要立功 需要战斗 如果他们继续出手的话 根本没有那些大地 圣境的分 想跑 这时 空发现邪魔的半神境强者 竟然想逃跑 这下 不用多说 九位龙族半神齐齐出手 朝邪魔的半神强者杀去 没有丝毫留守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无数的邪魔被斩杀 邪魔族的半神 同样逃不过被斩杀的命运 因为 九位龙族半神 可不是简单的半神强者 还有礼难赐予的半神器在手 所以 邪魔族的半神 没有悬念地被斩杀 除了战场外 战天朝玄黄界 发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 即刻起玄黄界 归天南皇朝统治 没有说明原因 十分霸道 但是 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势力敢反对 这就是战天在玄黄界的威势 从里南来到玄黄界 已经是三年 这场针对邪魔的战争 也持续了三年 三年时间 玄黄界的邪魔也被覆灭 玄黄界同样归于 天南皇朝统治 东方汉学与里南 也在洛花城喝了三年 主上 这天 道谷找到里南 表示已经完成任务 汉学兄 我可是 陪你喝了三年的酒 也该出去走走了吧 天南神朝 到十二来了 用了三年时间 便将玄黄界收入囊中 这个速度 是很快的 里南没有骄傲自满 反而要求众人 加快对诸天万界的探索 早日将诸天万界一统 这不论是对天南皇朝 还是对诸天万界来说 意义都十分重大 在里南还未成长之前 或者没有里南 提供资源时 诸天万界最强者 不过半神境 也就是玄黄界界 主战天这个修为境界 在诸天万界的历史岁月长河中 可以说是没落了 毕竟 通天桥这个神器 足以证明 诸天万界曾经的辉煌 里南下达指令后 便不再关注进度 他要闭关突破大地 不论怎么说 自己的实力 都是最重要的 修炼无岁月 转眼就是两千年过去 这天 正在闭关的里南 忽然睁开双眼 眸中闪过明亮的光芒 破镜时机已到 就是现在 天空浮现一层厚厚的结云 结云里面 传来惊人的毁灭波动 里南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外界 淡淡看了 眼天空中的结云 不以为意 这两千年来 他最主要的心思 都放在了 感悟大道法则上 否则 以他的积累 要突破大地 根本用不着这么长的时间 如今 里南感悟的大道有 剑之大道 雷之大道 因果大道 混沌大道 消融大道 没错 此前里南感悟的法则 都已修成大道 这就是两千年来的成果 有一条大道 就能成就大地 如今 里南足有五条大道 而且都是顶尖的大道 修成一条大道 便是黄晋大地 两条大道 则是玄晋大地 以此类推 里南修成了五条大道 只要度过天节 势必会成为大地中 最顶尖的存在 轰隆隆 天雷乍响 水桶粗细的天雷 轰击在里南的身上 但里南根本没有丝毫反应 不为所动 就算任由天雷轰击 也对里南造不成影响 实在是如今的里南太过强大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天节终于散去 里南成功突破至大地 并且一跃成为天晋大地 这就是大地吗 里南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嘴里轻声说道 他仿佛成为了天地的中心 就连规则都无法加深 大地恐怖如斯 也不知神境有多么强大 里南双眸明亮起来 到了现在 他也可以去化神池吸收能量 准备突破至人神境 因为人神境相对于大地来说 主要的区别就是能量 以及躯体 别看这两者的差距 天差地别都无法形容 里南先是闭关了一段时间 稳固了一番修为 而后 照常换来了道骨 询问这两千年来的情况 主上 道骨一如既往的恭敬 咦 你的神境了 里南眼神微动 有些惊喜 前段时间刚突破 道骨笑着道 不错不错 里南不令夸奖 道骨在两千年前 便是天南皇朝的最高战力 如今更是率先突破至地神境 天南皇朝的实力底蕴 又加强不少 道骨 说说这两千年的情况吧 里南淡淡说道 贺卿长老跟我一样 突破到了地神境 九位龙族半神强者 都突破到了人神境 而突破到半神境的 大地强者就比较多 道骨缓缓说来 仿佛这些都是一些平淡小事 道骨 你传令下去 尽快将诸天万界一统 这样也好 沉下心修炼 朕打算万年后 就找寻神界的下落 里南沉吟片刻 缓缓开口 道骨文言 目放金光 那可是神界 万年后吗 又是三千年过去 诸天万界 被天南皇朝一统 同年 里南竟升天神境 成为了天南皇朝 金字塔顶端的强者 终于成为最强者了 不用再靠手下 支撑着了 里南南南自语 被一群修为 强大无比的手下围着 有时候压力真大 道骨 传令下去 此刻开始 天南皇朝 竟升为天南神朝 正在修炼的道骨 忽然听到了 里南的传音 心神一震 这可是神朝 他早就向里南提议 成立帝朝 但里南一直没有开口 如今 竟然直接成立神朝 可见里南的野心 有多大 晋升神朝的指令一出 诸天万界 瞬间哗然 接着就是无比的激动 天南神朝的气运 瞬间暴涨 气运金龙 更是直接拥有了 神军镜的实力 而这也是里南的目的所在 如果按部就班 先晋升帝朝 再晋升神朝 提升旧月 没有这么恐怖 感受到 气运金龙的强大后 里南会心一笑 短暂的放松后 里南又进入闭关之中 他此前可是说了 万年后就要寻找神剑 如果可以的话 便将神剑拿下 又是一千年过去 里南成功突破 智神军镜 这天 他刚准备继续闭关 结果到古前来禀报说 有人要来见他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里南顿时有些好奇 他已经很久没有抛头露面 一般人也不敢来打扰他 于是 他神识一扫 接着 脸上露出 错愕表情 十二兄 里南轻声唤道 没错 正是当初在南荒时 遇到的道十二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道十二 竟然前来找他了 李兄 好久不见 道十二微笑着开口 脸庞不负当初的稚嫩 反而让人感到温和 如春风拂面 是啊 好久不见 里南悠悠开口 转眼就是六千多年 很是感慨 十二兄 可有什么事 李南笑着问道 如今道十二来寻他 定有什么要紧事 李兄 红一何在 道十二没有回答 反而问了声 闻言 李南有些错愕 不过马上回过神来 当初也是因为红一 如今再次相见 还是因为红一 片刻后 红一便出现在道十二面前 红一 许久不见 道十二的声音 如春风拂面 让人觉得心静 就像能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打招呼一样 有些欣喜 有些惆怅 他们也得却算得上老朋友 你有什么事 红一的性子 还是那么冷 除了对李南等少数几人外 红一 你先听我说个故事 也不管红一答没答应 道十二自顾自 说了起来 红一见李南 没有出声 也没有打扰 静静听着道十二所说 第176章 未面升级时 道十二说了两久 李南与红一就静静听着 道十二说完后 李南的眼神怪怪的 盯着道十二看个不停 似乎要将道十二里里外外 全看个遍 道十二被看得发毛 李兄 还请自重 道十二请可道 闻言 李南翻了个白眼 从道十二说的来看 红一来自鬼仙一族 更是鬼仙一族的嫡系 其实就是鬼仙一族的少主 如今鬼仙一族 在神界过得并不好 处处遭受打压 因为鬼仙一族 传承自更加神秘的仙界 只是仙界 被神界覆灭了 鬼仙一族 苟言残喘 如今神界的鬼仙族的族人 更是稀少得可怜 他们都不敢 以鬼仙族自居 生怕遭到 神界势力的围剿 道十二此次前来 就是想看看 红一修为怎么样 到了哪一步 毕竟 按他的话来说 当初他师父 受故人所托 将红一带来了东周大陆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红一 保住鬼仙族这位少主 因为东周大陆 有一线生机所在 这一线生机 说得正是李南 只是没想到 几千年过去 红一竟然突破神境了 让他大吃一惊 须知 要成神 可是需要神力的 还要经过化神尺的脱胎换骨 才能蜕变为神区 李兄 你是越来越神秘了 一如既往 还是让我看不透 道十二苦笑道 十二兄 我也不知道 你竟然来自神界 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这一脉 恐怕来自更久远的仙界吧 李南缓缓说道 心里有些复杂 道十二这一脉 真是无比强大 李兄 你说得没错 仙界也好 神界也罢 放在岁月长河中 不过沧海一粟 想必要不了多久 你这天界 就要取代神界了吧 道十二笑着说道 也不在乎李南怎么想 颇为字意洒脱 闻言 李南心中一惊 虽然已经有人 将诛天万界 称为天南界 但将天南界 改名为天界 他只在心里想过 道十二是怎么知道的 李兄 这是我前几代 祖师算出来的 说神界之后 就是天界 再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了 道十二见李南面色 有些不对 赶紧出声解释道 十二兄 你这一脉的来历 可真大 怕是如今的神界之主 也不敢小瞧你们吧 李南感慨道 这话带着试探的成分 毕竟他也不知道 有没有所谓的神界之主 李兄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这次来是替李兄效力的 至于神界之主 想必李兄 迟早能将他拿下 道十二亲笑道 闻言 李南有些心惊 这道十二 竟然是来给他效力的 着实有些费解 李兄 我也不瞒你 罗雪 罗沙二人 也是当初先 借修罗一族的族人 他们身上的气息 错不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 为何出现在你身边 但想必有其道理 这也是我愿意 为你效力的原因 道十二 似乎看出了 李南的疑惑 便缓缓说道 将一些隐秘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那红一呢 李南问道 红一 就与我等一样 先行闭关修炼 等时机成熟了 便进攻神界 救出鬼仙族人 道十二缓缓说道 他本想着早点 将红一等人 带去神界 让他们修为更进一步 如今在诸天万界 便能突破神境 那就没必要 特意去神界了 只需等时机成熟 前往神界 一举将神界拿下 跟道十二聊完后 李南正打算闭关修炼 突然 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 丁 检测到宿主 连续签到千年 获得千年签到机会一次 请问是否进行签到 终于等到了 如今可是过去六千多年 系统才提醒 签到 李南没有犹豫 心里默念道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经脉星号一千条 神石脉星号一万条 极品灵脉星号五零万条 上品灵脉星号一百万条 中品灵脉星号一千万条 下品灵脉星号一条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未免升级时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上品神器星号十 中品神器星号五零 下品神器星号一百 半神器星号一千 地气星号一万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神王 近傀儡星号一 天神近傀儡星号十 地神近傀儡星号二十 人 神近傀儡星号三十 半神近傀儡星号一百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丹药星号一千万平 丁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 听着系统一连串的声音 李南陷入了幸福的烦恼 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这一次千年千道 获得的资源足够让他修炼到神帝 还大有富裕 神经脉 神石脉 极品灵脉等神脉 灵脉就不必多说了 妥妥的修炼资源 能增加诸天万界的灵气浓度 提高修炼速度 卫面升级时 看到这个时候 李南大吃一惊 系统显示 可以提升卫面的等级 别看李南现在 是神军镜 虽然在诸天万界 也能突破神镜 但诸天万界始终比神界要低 因为神界本源可以释放出神力 天地之间的能量也是神力 这与诸天万界有本质的区别 而神经脉 神石脉的神力是有限的 如果得不到补充 那么随着修炼之人的吸收 这些神脉中蕴含的神力 将会逐渐消散 如果诸天万界本源得到加强 如果可以释放出神力 或者与神力同一等级的能量 这对于诸天万界的生灵来说 无比重要 他们也不用担心神力不够用 从而放心地提高修为 诸天万界也能诞生更多强者 这个未面升级时 可谓是吉时雨 前往神界 接着 李南又查看了千道的神器 他的眼睛似乎在闪闪发光 实在是系统给的太多了 光是上品神器就有十件 除了三十件中品神器 和五十件下品神器外 还有一千件半神器 地气就更不用说了 不知不觉 李某人已经成为诸天万界 哦不 是天界最富有的人了 没错 李南已经打算 将诸天万界更名为天界 好好欣赏了一番神器后 李南恋恋不舍 将他们收到了系统空间 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神王进的傀儡啊 比他还要强 原本以为这次迁到的傀儡 应该只比上次高一个境界 如今看来是自己猜错了 这个傀儡还会根据自己的修为来确定 幸好自己修炼到了神君境 不然这傀儡的实力 应该没有这么强 除了这尊神王进傀儡外 还有十尊天神境傀儡 二十尊的神境傀儡 三十尊人神境傀儡 再加上一百尊半神境傀儡 天南神朝的实力瞬间暴增 这些都是他统治天南神朝的基础 有系统奖励的丹药在 绝大部分强者都成了他的人 这些傀儡更不用多说 百分百忠诚于他 这次签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就连丹药都签到了一千万瓶 各种丹药都有不乏神接丹药 直接让人突破境界的丹药都有很多 甚至直接成帝的丹药也不在少数 这就是神接丹药的强大之处 不过服用这种丹药 终究比不上自己修炼突破 但对于一些无法突破的人来说 这丹药显得无比珍贵 倒是可以用来赏赐一些立功之人 李南如是想到 他天南神朝有一批元老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修炼天赋 刚好可以用来赐予他们 李南又看了下其他的签到奖励 这次的签到奖励过于丰富 让人眼花缭乱 说好一万年 如今过去四千年 还有六千年 现在有了到十二 一时半会也不着急前往神界 希望这六千年内 能够进行一次万年签到 对于这一点 李南心里也没谱 系统提醒的签到 除了每天的提醒外 连续的特殊签到 根本没有规律可言 就比如十年签过去了大几十年才提醒 百年签同样过去了几百年才提醒 这次的千年签更是过去了六千年 但得到的奖励也没得说 很是丰厚 足以让人眼红发狂 到十二这家伙都出现了 也不知陆丰那小子去哪了 李南南南自语 陆丰这小子仿佛失踪了一样 整个诛天万界都没有他的消息 他甚至怀疑陆丰是不是陨落了 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 那家伙的气韵可是无比强大的 与其怀疑他陨落 李南更相信陆丰去了其他界面 按下思绪后 李南也没有别的事情 分发下一些资源 交代一些事情后 便开始闭关修炼 修炼无岁月 六千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密室内 李南紧闭的双眸赫然睁开 这六千年来 天界的本源愈发强大 释放出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不少 但还是不能与神力比肩 炼花未免升级时 需要一定过程 想必终有一天 天界的本源能释放出 与神力比肩的能量 除了天界本身的变化外 天南神朝的变化同样巨大 抵御实力比起六千年前要壮大 成百上千倍 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一方面 诞生的天骄数不胜数 越来越多的天骄 绽放出应有的光芒 留下了数不清的传说 另一方面 天南神朝的强者越发强大 神境强者已经突破四位数 达到3691人 当然 主要还是以人神境强者居多 地神境偏少 天神境更少 而天神境之上的神军强者 不过两位数 神王强者只有11位 正是龙族的9位强者 以及道谷与贺卿二人 李南的修为 顺利突破至神皇境 成为天南神朝 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至于道十二 这家伙的修为是天神境 算得上是天赋绝伦了 以他的一手俘虏之术 就算神军境的强者 在他面前也讨不了好 李南出关后 照常换来了道谷 主上 道谷恭敬道 与道谷同来的 还有道十二 李兄 这是要前往神界了 道十二见面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出了关键的问题 正是 如今我天南神朝的发展 也到了瓶颈 不如前往神界瞧瞧 李南淡淡道 神特么的瓶颈 道十二暗自负匪 但面上不敢表现嘶吼 他对于李南也算比较了解 知道这位是等不及了 何时出发 道十二问道 以早不宜迟 定在三年后吧 李南淡淡开口 三年不过眨眼罢了 他要给众人反应的时间 同时将天南神朝安顿好 他可不希望自己去了神界后 天南神朝出乱子 虽然这种可能不大 但凡有丁点 可能也不容忽视 对了 十二兄 你可知混沌 饕贴 逃物 穷奇 李南突然想起来四凶兽 这也是他迁道得来的 上次忘记问了 知道 他们同样来自仙界 道十二点点头 这六千年他已经知道 有这四大凶兽存在 他已经不觉得意外了 文言 李南点点头 不再说话 对于系统 说不好奇是假的 如今看来 这系统可能与仙界有点关系 不然也不会召唤出罗血 罗沙 与四大凶兽出来 哦 对了 还有斩仙剑 系统可是介绍说 斩仙剑曾斩过仙 如今没有仙的存在 那是怎么斩仙的 这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跟仙界有关吧 李南也只能如此猜测 他有种感觉 覆灭神界后 也许就能得知系统的相关线索 对于系统 李南虽然好奇 但也仅仅只是好奇 如果可以得知来历的话 自然最好 若是不能 那也无所谓 将事情交代下去后 李南找到夏嫣然 难得过上了一段时间的二人世界 在悠闲的时光中 三年时间眨眼过去 李南也将带领众人 前往神界 不过 因为是前往神界 注定去的人不能太多 同时去的几乎都是强者 第178章 许楠 另外 因为一些不确定性 比如 不知要前去多久 不知多久才能回来 因此 李南还带上了一些 天赋潜力巨大的天骄 这样可以使得他们 能够更加快速地成长 对于这一点 没人反对 光是报名的天骄 就数不胜数 李南只好随意挑选了三千人 别看三千人很多 放在整个天界来说 三千人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12 李南淡淡喊了声 到十二会议 只有他知道 前往神界的路 自然成为了李南的指路工具人 于是乎 三千位神境强者 带着三千天骄 朝着神界飞速而去 这期间 也遇到了不少危险 但对于李南等人来说 不过随手就能解决 连时间都耽搁不了 这就是神境强者的强大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李南等人离开天界 已有百年 终于 一道世界的轮廓 出现在众人面前 神界到了 主上 这里是神界三千玉中的仓玉 前面不远处是琉璃城 最强者是帝神境的修为 道鼓恭敬道 方才他已经将方圆百万里 都查探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那就前去琉璃城好好修整一番 然后将仓玉各大势力打探清楚 我们就以这里为基础 先将仓玉掌控 再谈后续的事情 李南淡淡道 言语中很是自信 是 众人闻言 眼神中尽是火热 对于李南的话 深信不疑 不久后 李南一行人 便到了琉璃城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李南已经将三千人 都分散出去 小小的琉璃城 三千神经太多了 同时 带来的三千天骄 也随着众人出现在各地 能不能成长起来 就靠他们自己了 神界的修炼环境 可比天界好多了 这对于众天骄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是大挑战 十二 道古 好像这神界 也没什么不同 李南随口道 看着城内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大多数的 还是修为低下之辈 道十二与道古文言 笑笑没有开口 李南说的对 确实没有什么不同 咦 李兄 有热闹看了 道十二忽然道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走吧 我们前去看看 李南淡淡道 他自然也发现了 道十二所说的热闹 好你个丫头骗子 给你脸了是吧 一个脸色有些苍白的青年怒声道 他看起来有些猥琐 眼神有些阴沉 啪 青年一巴掌 抽在了一个小丫头的脸上 留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这小丫头十五六岁的模样 长得却极为俏理 看起来有些瘦辱 一只手捂着脸颊 一只手擦掉了嘴角流出的鲜血 面对青年的出手 他根本不敢反抗 青年又是一巴掌山下 只是这次被小丫头躲了过去 躲 你还敢躲是吧 信不信我宰了你 青年怒气冲冲道 小爷我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竟然这么不给小爷面子 你让小爷的脸往哪放 青年一把抓住小丫头的手 小丫头根本正脱不开 被一把拉了过来 面对青年的纠缠 小丫头想跑跑不掉 只能苦苦哀求 少城主 求求你放过我吧 呵呵 你让我爽够了 自然会放过你 青年嘴角露出一丝邪恶 用手摸了摸小丫头的脸 然后舔了舔手指 露出享受的表情 众人健壮 纷纷与他保持了距离 甚至不敢正眼去看 反而当作一切都没发生 任由青年动作 只因这青年 是琉璃城城主的儿子墨徐 而琉璃城城主墨善 是琉璃城的天 更是地神境的强者 这就导致 没人敢去得罪墨徐 就算墨徐再怎么混蛋 其他人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是头一侧 小丫头苦苦哀求 但墨徐丝毫不在意 反而更加兴奋 眼看就要 拖着小丫头走 小丫头的脸上露出绝望之色 对于墨徐 她很了解 她今日出来 不过是为了给病重的哥哥买药 谁知道会遇到墨徐 想到要面临的事情 小丫头就一阵恐惧 但想到受伤严重的哥哥 她又不敢拼命 只能任由墨徐将她带走 只希望墨徐丸够了 能饶她一命 因为她还要救哥哥 你是谁 给老子让开 忽然 一道人影挡在了墨徐身前 墨徐不耐烦地吼道 放开她 来人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眼睛死死盯着墨徐 哥 小丫头听到这个声音 脱口而出 来人正是她的哥哥许楠 哦 我要是不放呢 墨徐丸未到 事情似乎变得有趣起来了 若是她当着眼前之人的面 想到这 墨徐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她还没有体验过 不放 则死 许楠冷声道 眼中露出一丝杀意 呵呵 我好怕呀 就凭你还想杀 墨徐冷声道 只是话还没说完 一柄剑已经将她的头颅斩下 鲜血喷涌而出 死不瞑目 出手的正是许楠 她此时手持一柄三尺轻锋 赶忙将小丫头抱在怀里 这一幕 不仅墨徐没有想到 就连墨徐的手下也没想到 大街上的众人也没想到 竟然有人胆敢出手 杀了墨徐 天要被捅破了 煞时间 原本还热闹无比的大街 瞬间冷清无比 除了墨徐的护卫外 没有人还敢留在那 此时 墨徐的护卫脸色很难看 竟然有人当着他们的面杀了墨徐 仿佛一记响亮的巴掌 抽在他们脸上 不仅如此 许楠杀了墨徐 就连他们也要受到牵连 可以想象 用不了多久 琉璃城城主就会得到消息 他们大概率会被墨扇斩杀 因为他们保护不力 想到这 这些护卫 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城主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再清楚不过 眼下 只能将许楠情下 交给城主发落 才能获取一线生机 至于逃跑 他们根本没想过 要在一位地神经的强者面前逃跑 就是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 许楠的气息很不稳 刚刚出气不易斩杀墨徐 已经是全力出手 让本就身受重伤的他 雪上加霜 用不了墨徐的护卫出手 怕是也活不了多久 第179章 师父来了 哥 你怎么样了 小丫头看见许楠面色惨白 心中一阵恐慌 这是他唯一的亲人 可千万不要出事 小丫头十分慌张 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紧紧抱住许楠 手脚有些颤抖 小丫头 哥没事 许楠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眼神深处藏着一抹暗淡与不甘 他刚刚得到机缘传承 难道就隐命于此吗 许楠心中很是复杂 但他不后悔 从站出来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要承担什么后果 哥 你别说话了 都怪我不好 我太笨了 就知道给你惹祸 小丫头 手足无措地说着 神色慌张 眼眶有泪水在打转 许楠揉了揉 小丫头的头 揉声道 这不怪你 他们太霸道了 如果我们能活下去 一定要拥有强大的势力 小丫头点了点头 对于许楠的话 他向来放在心上 墨徐的护卫们自然也感受到 许楠的气息已经衰弱无比 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 就在他们准备拿下许楠时 城主府正在闭关的墨扇 突然睁开双眼 眼神中闪过不可置信之色 随即就是大怒 地神境的 气息毫无保留的释放 整个琉璃城都感受到了墨扇的威压 众人顿时一慌 准备拿下许楠的护卫见状 连忙跪倒在地 脸色煞时惨白无比 冷汗直溜 他们低着头 不敢有丝毫动静 许儿 许儿 我的儿 墨扇气声道 表情十分痛苦 平复心情后 他瞬间便发现了许楠所在 也知道自己儿子的陨落 是许楠所为 对于墨徐的为非作歹 欺男霸女 他早有耳闻 甚至从未放在心上 于他而言 在琉璃城这一亩三分地 没有什么是他搞不定的 就算在神界 能成为神境的 也只是一小部分人 通常来说 只要成为神境强者 就有资格成为一方城主 更别说 墨扇还是地神境 因此 他根本没有想过 有人竟敢不顾他的面子 直接斩杀墨徐 而且还是在琉璃城 自己的地盘内 小子 你想怎么死 墨扇 直接出现在许楠面前 冷声问道 他很想直接将许楠抹杀 但他的脑海中 忽然想到 许楠背后是不是有靠山 否则凭他一个蝼夷 怎么敢杀自己的儿子 因此 他强行按下杀意 呵呵 一人做事一人担 要杀要寡 随你的便 但他与此事无关 还请你饶他一命 许楠眼神柔和 看了小丫头一眼 旋即冷声道 小丫头想开口说话 但不知怎么的 硬是说不出话来 小子 死到临头 还敢替别人求情 实话告诉你 他也活不了 莫善眼神不善 他只是想知道 许楠的背后 是不是有其他强者的影子 而不是打算放过他俩 哈哈 我赌你不敢杀他 许楠哈哈大笑 笃定道 笑话 还有本城主不敢杀的人 文言 莫善心中一喜 看来要问出背后的人出来了 他这些年也有敌对之人 就怕忽然有人找他麻烦 他是一位神军大人 要收的弟子 你敢杀吗 许楠不懈道 前几年 确实有一位神军强者 要收小丫头为弟子 不过 不知是什么原因 那位神军强者 暂时放弃收小丫头为徒 说过些年再来 听闻此言 莫善心中一愣 乍道 你当本城主 是三岁小孩吗 你爱信不信 到时候那位神军大人来了 若是见不到他 估计你 也会跟我们陪葬 许楠笃定道 莫善见许楠脸不红 心不跳 也顿时明白 许楠没有说谎 这让他有些为难 许楠跟那小丫头的关系 明显不一般 对于自家的儿子 他很了解 估计看到这小丫头 有几分姿色 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然后便爆发冲突 便眼前之人斩杀于此 莫善眼神深处 立色一闪而过 既然已经得罪了 那就要斩草除根 若是那神军真的前来 也不一定知道 是他所为 许楠看到莫善的神色一冷 心中大感不妙 这是要杀人灭口的节奏 还以为扯大旗 能让小丫头逃过一劫 看来他与小丫头 都要隐命于此 许楠心中 重重叹了口气 面对一位的神静大能 他根本逃脱不了 就算能逃 也命不久矣 只是苦了这小丫头 你真当本作 是三岁小孩 这小丫头 修炼都够呛 还能有神军师父 莫善冷声道 以他的境界 自然看出 这小丫头不一般 似乎体内有一道封印 估计就是那位 神军留下的 但他就装作不知道 除掉这二人后 那位神军就算发现 他背后 也是有神军强者在 不一定会对他出手 况且 看这样子 他们都不知道 那位神军的名号 他就更不怕了 竟敢冒充神军弟子 给本作去死 莫善冷漠道 而后对着 许南二人随手一挥 顿时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朝二人席卷去 在这股力量下 许南感觉到 自身无比渺小 仿佛蝼蚁一般 不 如果我能活下来 一定要变得强大 许南心中大吼 眼睛通红 不满血丝 随即就是一阵绝望 面对这么强大的力量 怎么可能活下来 就在他以为自己 要粉身碎骨允命时 那股朝他轰来的力量 忽然消散 化成轻飘飘的微风拂过 就在他不解时 一道冷漠无比的声音 忽然响起 是谁要杀我的弟子 我的弟子 也是你能杀的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整座琉璃城 似乎坠入无边冰窟 冰寒无比 就算在这艳阳高照的天气 人们都觉得寒气不断冒出 要将它们冰冻 听到这声音的刹那 莫善心中咯噔一声 暗道不妙 最让他惊惧的是 他只听到了这道声音 但声音的来源 却无法分辨 这清楚的表面 来人的修为要比他高 而他只差一步就要 步入天神镜 说明来人 至少都是天神镜的强者 想到这 莫善打了个寒战 哥 你没事吧 这时 小丫头忽然出声说道 充满关切 哥没事 许南摇了摇头 心中一喜 看来真的是小丫头的师父来了 第180章 收图 不过 许南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此前要收小丫头 为弟子的 是一位女子 但这传来的声音 却是男子的 难道这人 不是为了小丫头来的 就在许南暗自猜测时 一行人出现在了此地 他们的身上没有修为波动 如同普通人一般 正是李南等人 嗯 莫善心里有些奇怪 这一行人 他刚刚也发现了 正在琉璃城内游玩 怎么忽然来到这里 就是你要杀我的徒弟 李南可可两声 冷声道 方才正是他出手救了许南两人 因为他看出了那小丫头的不一般 听到许南与莫善的对话后 他便临时起意 刚好他没有徒弟 收下这小丫头刚刚好 至于那个神君 是谁都不知道 而且关这小丫头的因果 也不像有师父的样子 干脆他收下了 你师 莫善脸色阴晴不定 他根本看不出李南的修为 也不明白李南的来历 小丫头 你可愿拜我为师 李南瞥了莫善一眼 没有理会 莫善在他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 莫善见李南没有理会自己 心中大怒 但又不好发作 因为他看不透李南的修为 小丫头看着李南笑 盈盈的样子 不知为何 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没有犹豫 小丫头直接道 我愿意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李南柔声问道 师父 我没有名字 哥哥都是喊我小丫头 小丫头眨巴大眼见 低声说道 文言李南看向许南 这时 许南已经奄奄一息 作为自己徒弟的哥哥 也不好见死不救 于是将一颗丹药 送入许南的嘴里 片刻 许南便恢复过来 伤势完全好转 修为也更进一步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许南赶紧拜谢道 心中大惊 仅仅一颗丹药 就能将他救过来 这丹药 恐怕非同一般 于是 许南接着道 小丫头 确实没有名字 还请前辈替他取名 如今小丫头 拜前辈为师 这是小丫头的福分 名字也理应 由前辈来取 文言 李南深深看了许南一眼 发现许南 与小丫头之间 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因果纠缠 却很深 但又不是 男女关系之间的因果 真是怪事 取名之 事先放一边 小丫头 这老东西 想杀了你们俩 你想怎么做 李南瞥了莫善一眼 淡淡说道 仿佛他一言 就可以决定莫善的生死 文言 小丫头张大了嘴巴 不知如何开口 于是 他看向了许南 从小都是哥哥做决定 他也乐于听哥哥的 前辈 还请前辈 替我们报仇 斩杀此人 许南见小丫头看来 犹豫了一会 面色冰冷到 李南暗自点了点头 许南的想法 与他不谋而合 并且杀法果断 他刚刚也是看到了许南 直接出手 斩杀莫徐的过程 对他的表现 颇为满意 再加上他是小丫头的哥哥 就更加满意了 将来或许也是 天南神朝的一大助力 并且 许南的天赋潜力很高 他天南神朝的一众强者中 还有的没有徒弟 倒可以推荐推荐 听到许南的话后 莫善心里咯噔一跳 一股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前辈 这都是误会 看在 莫善急声道 虽然他背后有神军强者在 但原水解不了尽可 况且 他背后的神军 不一定愿意得罪面前 疑似神军的强者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南随手一击 陨落在此 死不瞑目 许南看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心中极为震惊 刚刚随手就能将他们抹杀的莫善 就这么 被前辈随意击杀了 他感到不可置信 随后 他替小丫头 感到由衷的开心 因为有这位前辈在 小丫头以后 应该不会遇到危险了 多谢前辈 小子无以为报 愿为前辈笑全马之楼 许南恭敬道 他也不是傻子 能遇到这么厉害的强者 当然要想办法 抱住大腿 这些年的经历 他很明白背景的重要性 特别是今天的经历 如果小丫头 一开始就有强者 作为靠山 莫须根本不敢打他的主意 而他也不会身受重伤 都是没有实力 没有背景 李南摇头 呵呵一笑 这小家伙 还是个聪明人 师父 小丫头在一旁撒娇道 他也并不傻 他也想让哥哥 得到师父的照料 月容 到十二花音落下后 道谷 空 陆白 红衣等人相识一眼 最后目光聚集在道谷身上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收下这个弟子 道谷微微一笑 到了如今这一步 没有逆天的机缘的话 神王进的修为 已是他的极限 不如收个弟子 将一身所学传承下去 许南拜见师尊 许南见道谷答应 收他为徒 赶紧拜谢道 心情大为激动 嗯 道谷满意点了点头 这时 小丫头也有样学样 朝着李南拜道 弟子拜见师父 小丫头 无需多礼 起来吧 李南欣然受了一礼 微笑着说道 是 看着小丫头的模样 李南接着道 你既然喊许南哥哥 那便姓许 这里又是琉璃城 便叫许琉璃如何 琉璃多谢师父赐名 许琉璃欣喜道 露出一个纯真的笑容 没过多久 城主莫善陨落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琉璃城 还迅速朝琉璃城外转去 听闻此消息的修士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莫善是谁 那可是地神境的强者 据说突破天神境也不远了 如今竟然陨落了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还不信这个传闻 认为是捏造的 但随着城主府的人出面说明此事 才将传闻证实 直接惊掉了一地的下巴 特别是李南等人 高调落脚城主府 没有一点隐瞒的意思 还将城主府的人全部赶了出去 立马就有人猜到 莫善陨落与李南等人有关 纷纷对新来的李南等人感到好奇 这可是能斩杀莫善的存在 没有人敢小觑 一时间 整个琉璃城风声鹤唳 萦绕在一片紧张氛围之中 但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众人发现 李南等人并没有声势 也没有干预他们的正常生活 莫善陨落的影响 才慢慢降低 琉璃城外 一处山巅 一人面色阴冷 看了眼琉璃城 嘴里缓缓道 莫善 原本以为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没想到竟然提前死了 死就死了 竟然没有一点价值 不过这也好 方便我去向御主禀报 这琉璃城 还是要落在我的手中 此人名为月容 话音落下后 嘴角露出冷笑 而后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仓玉的各大城主 皆是要通过御主的任命 这算是仓玉的官方机构 城主之上是辅主 辅主之上为御主 仓玉御主只有一位 而辅主有八位 之下的城主更是有许多 至于月容 为什么不向辅主禀报 亦是觉得 辅主想要拿下李南 可能有点困难 毕竟李南翘无声息 就将陌善斩杀 更重要的 则是怕辅主抢他的功劳 若是辅主也看上了 琉璃城这块地方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二是 御主才有权利任命城主 辅主只是平时代为管理 而且 陌善被斩杀这事 必须要向御主禀报 几天时间一会儿过 月容来到了仓玉的中心 这里是仓玉御主所在之地 属下拜见御主 属下有要事禀报 一处大殿内 月容对着一人恭敬拜道 那人坐在大殿最尊贵的位置 身形伟岸 眼眸中似有星河眼花 他就是仓玉御主 名为洛星河 莫善 放心吧 御主会替你报仇的 你的位置就由我接替了 月容心中暗道 很是激动 神情却毫无变化 何事 洛星河缓缓开口 眼眸古井无波 看不出喜目 回御主 琉璃城城主 莫善陨落了 月容恭敬道 将他听到的传闻说了遍 闻言 洛星河面无表情的脸庞 有些诧异 莫善陨落了 洛星河也仅仅只是诧异罢了 一个小小的城主罢了 平时可能得罪了人 被杀了不足为奇 但是 莫善再怎么说 也是他的人 怎么能轻易被人斩杀 他的脸面何处放 月容 你去将斩杀莫善的人带来 如果他愿臣服本御主 此事就此结果 否则 死 洛星河的面容 看不出喜怒 声音平淡道 是 闻言 月容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没办法 只能先答应下来 这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月容有些后悔 那人可以斩杀莫善 说明也有斩杀他的实力 如今让他过去将其带来 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月容 你怎么还不走 洛星河见月容站在原地 纳闷道 狱主 那人拥有斩杀莫善的实力 属下过去 怕是逃不了好 属下生死是小 但多了狱主的威名是大 还请狱主派个实力强大的大人 与我走上一遭 月容咬咬牙 心想 大不了被臭骂一顿 那也比过去丢了性命强 闻言 洛星河目中闪过一抹沉思 片刻后 缓缓说道 那你便叫上方舟一起吧 想必足够应对 是 听闻此言 月容面色大喜 方舟是卢星府的辅主 而琉璃城便属于卢星府的管辖范围 虽然他是直接向狱主禀报的此事 但也不算月己禀报 因为他本身就是狱主的人 找到方舟后 月容便将此事说了一遍 方舟闻言大怒 竟然有人敢在他卢星府行凶 这是把他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这让他怎么受得了 况且 莫善本身就是他罩着的人 这等于不将他方某人放在眼里 方府主 狱主说了 若是那人愿意臣服 便不予追究 但我觉得 那人明显不将方府主你放在眼里 谁都知道 莫善是你的人 竟然还赶不顾你的面子将他斩杀 分明是不将你当回事 我想那人大概率不会臣服御主 月容一副推心致富的模样 天尤家促说了个遍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李南不好过 或者说让方舟与李南狗咬狗 他好趁机赚取利益 月兄 你放心 若是那人真如此 我会向御主提议 由月兄担任琉璃城的城主 文言 方舟沉思片刻后 缓缓说道 他也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月容的想法 他虽然不知道李南的实力 但也能猜测一二 况且 月容与莫善之间的矛盾 他早有耳闻 如今这么说 只怕是为了琉璃城 虽然如此 但他也不介意 卖月容一个面子 月容与莫善有矛盾 又不是与他有矛盾 如此 那就多谢府主了 月容笑着道 第182章 灾神体 琉璃城 李南斩杀莫善后 便住进了城主府 将自己当成了城主府的主人 这么做也没有问题 在众人看来 再正常不过 这些天 他一直与许琉璃待在一块 传授许琉璃修炼的知识 教导他怎么修炼 这是他的第一个徒弟 自然无比用心 至于为什么收许琉璃为徒 那是因为 许琉璃的体质 很是逆天 灾神体 而许琉璃的经历 也无不说明这一切 若不是有他出现的话 恐怕与许琉璃 沾上关系的许男 也要陨落了 这也是许琉璃 没有亲人的原因 只有一位 不会影响到许琉璃自己 反而对于他接触的人 影响很大 从那天就可以看出来 默许那家伙 接触许琉璃后 在有护卫的情况下 还被许男一见消售 这就很不可思议 就算这位顽固再怎么弱 好歹也是位 地神境强者的子嗣 不可能没有一点保命手段 这只能说明 灾神体的可怕 如果换个人来 默许都不会死 另一方面 默许死后 如果不是李南出现 许琉璃的哥哥许男 也要祭天 若不是有系统在 还有天界的气韵加深 李南也不敢轻易接触许琉璃 更何况将他收为弟子 虽然灾神体很可怕 但也无比强大 只要许琉璃 将来能完美控制自己的体质 估计以灾神体的特性来说 因此一位神帝不在话下 琉璃 师父 有什么事吗 许琉璃听到李南的叫唤 快不过来问道 琉璃 有件事 师父想要问一下你的意见 李南微笑着说道 师父 请问 许琉璃正经道 静等李南的问话 你可还记得 封印你体质的那位神君 师父 有印象 但是他长啥样我忘记了 许琉璃嘟嘴说道 情绪有些低落 暗自怪自己笨 好不容易有让师父感兴趣的事情 竟然还想不起来 无碍 不记得也没关系 为时想了想 有件事 还是要问一下你的意见 那位神君将你的体质封印了 这才使你无法修炼 李南缓缓说道 他说话时 一直在注意许琉璃的表情 师父 他为什么要封印我的体质 是我的体质很特殊吗 许琉璃也不笨 瞬间便有了猜想 是的 因为你的体质很特殊 同时 你的体质强大无比 说到这 李南停顿了下来 心中有些不忍 有些事情 让许琉璃提早知道 不是什么好事 以这小丫头的性子 若是知道 是因为自己 让亲人死去 哥哥许南有生命之危 怕是心里那一关过不去 嗯 师父 许琉璃见李南突然停顿下来 有些不解 脆声道 没事 师父只是想告诉你 你的体质无比强大 将来成长起来 会比你哥哥还要厉害 这么说 你可明白 李南微笑道 最终还是没有将事情告诉许琉璃 琉璃明白 师父是要为我解除封印吗 文言 许琉璃瞬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欣喜道 李南点了点头 师父 那你就帮我 解除封印吧 以后我就可以保护师父和哥哥了 许琉璃激动地跳了起来 欢喜道 见许琉璃激动的模样 李南决定要为他解除封印 以他的天赋 成长起来应该很快 至于灾神体带来的副作用什么的 对他倒是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大不了就先让许琉璃去霍霍其他人 童子哥 可有办法让他掌控体制之前 不让灾神体影响其他人 李南决定问问系统 毕竟封印的灾神体带来的影响就无比强大 若是灾神体解封了 那后果不敢想象 估计许琉璃走到哪 哪里就会爆发天灾人祸 到时候 只不定会变成过街老鼠 这对许琉璃幼小的心灵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若是不解封的话 许琉璃基本无法修炼 童子哥 你一定要给力啊 就在李南祈祷时 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深处 响起 宿主 取出一滴你的心头血 融入许琉璃的体内 而后使用大因果树 隔离他的因果 就这么简单 李南惊讶到 系统并未作声 琉璃 你闭上眼睛 李南柔声道 许琉璃闻声照做 虽然不知 系统为何让他取一滴心头血 但想必不会无地放食 不多时 一滴泛着神秘气息的血液 浮现在空中 没错 这滴血液泛着神秘气息 神秘而古老 有丝丝雾气萦绕 这正是李南的心头血 见到这滴血的刹那 李南惊了 他的心头血竟然这么强大 那里面蕴含的能量 让他多感到心惊 似乎有鸿蒙紫气的气息 虽然不仔细感应 根本发现不了 这还是他的血液 若是换个人来 根本感受不到鸿蒙紫气的气息 只会觉得这滴血液无比珍贵 这一下他有些明白系统的意思了 若是隔绝掉许琉璃的因果 这也许 让他无法正常修炼 因为许琉璃 目前只是一个弱者 将因果完全隔离 根本是他承受不住的 他又没有系统 完全隔离因果 意味着他不能修炼 无法从天地中吸取能量 无法与任何人产生交集 而李南的心头血 拥有鸿蒙紫气等强大无比的先天能量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丝 却能使许琉璃消除这个弊端 能让他不受隔离因果的困扰 想明白后 李南没有犹豫 控制着心头血小心翼翼 融入许琉璃的体内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的心头血 以许琉璃目前的情况来说 根本承受不住 好在这低心头血 只是一个戒指 并不需要许琉璃吸收 只需将其融进许琉璃体内便可 在李南的努力下 这低心头血终于进入了许琉璃的体内 进入了他的心脏 有了这低血液在 许琉璃的修炼将会比很多人要顺畅很多 这对他以后的修炼有巨大的帮助 虽然目前还没有凸显作用 一旦许琉璃可以承受这低血液的能量 这低血液就会被许琉璃炼化吸收 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机缘 见一切顺利 李南没有犹豫 直接施展大因果树 将许琉璃的因果完全隔离 让他的灾神体 无法对身边人造成影响 接着便解除了许琉璃体内的封印 第183章 鱼来了 就在李南解除许琉璃体内封印的同时 大景玉一处繁华之地 一位美妇突然睁开双眼 闪过惊讶之色 是谁 竟然解除了我设下的封印 美妇喃喃自语 眉头微醋 这下怎么办 灾神体这种传说中的体质 一旦封印被解开 若没有相应的手段 怕是会获及苍生 美妇暗自焦急 许琉璃体内的封印 是他好不容易设下的 这些年 他问了许多人 都没有丝毫办法 如今 竟然被解开了 这怎么行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美妇留下一句话后 便消失在原地 琉璃成 成竹符 琉璃 这下 也可以修炼了 不懂得 随时可以来问师父 李南威笑着说道 嘻嘻 谢谢师父 许琉璃开心说道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处理好许琉璃的事情后 李南便自顾 自想着事情 一晃几天时间过去 这天 岳蓉与方舟 终于到了琉璃城外 看着面前 人来人往的琉璃城 岳蓉目中 贪婪之色一闪而过 如果她成为 琉璃城的城主 势必能得到 更多的修炼资源 以后 未必不能更进一步 辅助大人 接下来就有劳你了 岳蓉面色有些凝重 如果是她一人的话 没有一点底气 如今 有方舟这位 神军强者在 她也没什么惧怕的 苍玉偶尔出现一个强者 也说得过去 虽然不知李南 是什么修为 以她的想法 神军静顶天了 另外 还有方舟在 她自认为 可以应付过去 就算无法拿下 但要逃命 也不是问题 岳兄 放心 本府主倒要看看 是谁胆敢杀害陌善 方舟笑着说道 她的想法 跟岳蓉一样 就算有强者冒头 估计神军静 就顶天了 咦 府主 那丝竟然还留在城主府 好生嚣张 岳蓉惊讶到 呵呵 这样刚好 没有白跑一趟 走 我们前去会会他们 方舟冷笑一声 不以为一道 城主府内 正在教导 许琉璃的李南神色一正 微微一笑 鱼来了 嘴里缓缓吐出三个字 师父 什么鱼来了 许琉璃不解 疑惑道 是吃的鱼吗 哈哈 你好好修炼 如果有进步的话 为时抓鱼给你吃 李南淡笑道 好夜 晚上我要吃鱼 许琉璃欣喜到 他还没吃过师父做的饭 一定要好好修炼 让师父 抓鱼给他吃 交代几句后 李南便离开了 道鼓 交代下去 尽快将仓鱼拿下 李南缓缓开口 鱼已经来了 他也不打算等了 是 道鼓应道 一位神君 道也不错 李南南南道 嘴角露出一丝 玩味的笑容 话音刚落 李南便消失不见 再次现身时 已经到了城外 站在了月容 与方舟的对面 方舟与月容 看着忽然出现在 面前的李南 心中一惊 眼中惊慌之色 一闪而过 阁下 你是何人 为何要阻我们的路 方舟面色凝重道 他竟然发现 看不透眼前之人 眼前人的修为气息 犹如深渊 深不可测 呵呵 你们不是找我的麻烦吗 怎么问起我的来历了 李南随意道 闻言 方舟与月容 再次一惊 二人 立马就想到了 你是斩杀莫善的那位强者 方舟惊一道 李南点点头 细血看着两人 得到李南确认后 方舟的一颗心 仿佛沉入海底 无尽深渊 朝他压迫 让他喘不过气来 月容同样一呆 没想到 眼前之人 就是斩杀莫善的凶手 动手吧 李南淡淡道 方舟与月容相视一眼 可以从对方眼中 看到惧怕与退缩之意 李南 仅仅是站在他们面前 便使他们 生不起对抗的心思 反而带给他们的是 无尽的恐惧 该死的 方舟心里已经骂了 月容无数遍了 这个不好 很有可能就是送命 前辈 这都是误会 我们只是想来看看 是谁斩杀了莫善 莫善那家伙恶贯满盈 私吞资源 该杀 前辈杀得好 方舟谄媚道 露出讨好之色 他是真怕李南杀了他 是啊 是啊 我们来此 主要就是为了感谢前辈 月容连连附和 就这 李南戏学道 方舟 月容面面相去 露出苦笑 看样子都要哭了 前辈 还有 还有 是御主 让我们二人 请前辈回去做客 他要好好招待一下前辈 方舟赶紧道 心想 御主 你可别怪我了 这前辈 明显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哦 是吗 李南淡淡道 是是是 给我们二人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欺骗前辈你啊 方舟与月容急忙道 这一刻 他们达成了共识 死到有不死平道 希望御主 不要怪我们二人 那好吧 出来乍道 御主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我就随你们二人 前去做客 李南淡淡说道 你们还不带路 见方舟 月容愣在原地 李南冷声道 是是是 方舟 月容擦掉脸庞的冷汗 急忙带路 实在是李南此时的威势 太过强大 让他们心生恐惧 一晃几天过去 这几天 作为苍玉御主 洛星河头 都要大了 因为时不时收到 城主陨落 或是城池 被夺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 让洛星河有些心不在焉 就算反应 在迟钝的人 都反应过来 是有人针对苍玉 想将苍玉占为己有 他作为苍玉御主 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存在 他是怎么都躲不掉的 同时 他无比恼怒 作为神王强者 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什么时候沦落到这个地步 他很想杀过去 但也知道 不是时候 他们既然敢针对他 那必然有相对应的手段 如果就这么忙过去 实属下诚 甚至会落入对方的圈套 目前来说 还是要以不变因万变 这天 李南跟着方舟 岳容二人来到了苍玉的中心 御主洛星河所在之处 恼怒无比的洛星河 见方舟 岳容二人回来了 心中苦闷 正愁无人消解 正想跟二人说道说道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第184章 卑宫区西洛星河 这时 方舟突然颤颤巍巍道 御主 有位前辈要见你 方舟没有犹豫 将事情叙述了一遍 你是说 他比本作还要强 洛星河惊一道 他连拍死 这两人的心都有了 竟然还把人带他面前来了 真是猪队友 方舟 岳容连连点头 虽然没有与李南交手 但很明显李南 让他们感到深不可测 而洛星河比起李南来说 还要差很多 见状 洛星河也不好 多说什么 这些天传来的噩耗 加上李南的到来 更加让他心烦意乱 此时 他还没有往李南身上想 没办法 洛星河只好主动去迎李南 听方舟所说 这位前辈 很是恐怖 他不敢大意 见到李南的刹那 洛星河感觉脑袋嗡嗡的 果然如方舟所说 就连他都看不透李南的修为 只是隐隐从李南身上感受到 致命的威胁 前辈 里面请 里面请 晚辈已经恭候多时了 洛星河赶紧上前讨好道 一看李南 就知道 他来者不善 但没有办法 只能先稳住李南 李南微微点头 看洛星河的目光 有些奇怪 这狱主似乎有些憋屈 李南也没有在意 一高人胆大 他根本不担心会受到威胁 说吧 你邀请我前来所为何事 李南喝了杯茶 淡淡开口说道 啊 前辈 其实也没啥事 晚辈只是想见识一下您的风采 如今看到您的风采后 才知道什么叫仙人凌晨 前辈仙人之姿 引人瞩目 晚辈对前辈的佩服 犹如滚滚江水 滔滔不绝 洛星河赶紧道 尽他所能 将能想到的夸人的 词汇说了个遍 文言 李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确认道 我真如折仙下凡 是是是 前辈 您就是活脱脱的仙人 洛星河急忙道 可是仙界 不是被神界灭了吗 难道你们是想对我下手 李南抿了口茶水 随意说道 听闻此言 洛星河三人一愣 顿时被吓了一跳 急忙道 前辈 这是误会 实在是前辈的风姿天下无双 让人拜扶 行了行了 少拍马屁 李南摆了摆手 虽然听着挺舒服 但他也不是自恋的人 跟你商量个事 前辈请说 洛星河战战兢兢道 他决定了 不管是什么 只要他能办到 绝对不推辞 这前辈也太可怕了 你这御主之位 给我做做如何 李南淡淡道 李南话音刚落 洛星河一愣 脑瓜子瞬间嗡嗡 不过好歹 也是为神王 马上就回过神 笑着道 前辈能做这御主之位 是仓欲众生之福 前辈想做 晚辈没有理由 不答应 只是 这些天 不断有人袭击各大城池 麾下的这些 城主损失有些大 洛星河没敢拒绝 直接答应了下来 他可不想看李南出手 只是将他遭遇的情况说了下 也算对李南有个交代 否则 让李南误会城市他搞鬼 那就不好交代 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李南不置可否 我等拜见御主 见状 洛星河三人赶紧行礼 虽然将御主之位 让了出去 但并不代表他们会没事 他们可不敢奢望 李南能将他们放走 能留一命 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 此时最好的办法 就是向李南表示臣服 虽然耸了点 但能活下去不是 见几人这么配合 懂事 时时务 李南也没有理由 找他们的麻烦 缓缓道 我这人最不喜背叛 后果 不用我多说吧 是是是 洛星河三人急忙硬道 悬着地心落了地 暗暗松了口气 这时 稻谷 忽然走了进来 身上强横的气息 压制得三人喘不过气来 洛星河还好 他同样是神王境 就算比不过稻谷 但承受些许威压没什么影响 但方舟 与岳蓉二人 就没那么好受了 被稻谷强横的气息一冲 嘴角流出丝丝鲜血 自己人 收起你那气息 别伤着他们了 李南责怪道 是 主上 道鼓恭敬道 三人见状 心中大惊 现在才来得及观察道鼓 方才只觉得 被一道气息 冲击得没有抵抗之力 这般强者 竟然称呼前辈为主上 他们更庆幸之前 能够从心 否则他们 就变成三具尸体了 说说吧 李南笑着道 他知道 刚才道鼓是为了 给三人一个下马威 方才的责怪 只是做做样子 下马威的效果 立端见影 只有让他们感到 巨大无比的差距后 才不敢心生他想 主上 我们的人已经将苍蝴拿下 道鼓将事情 简单说了遍 李南不停点头 骆星河听闻此言 心里充满苦涩 他此刻终于明白 这些人全是一伙的 好了 你们互相熟悉一下 以后就以苍蝴为基础 逐渐将神剑拿下 李南淡淡道 只是他的话 听在骆星河等人的耳中 在骆星河等人的心中 掀起滔天大浪 瞳孔猛缩 这已经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 拿下神剑 这怎么可能 他们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骆星河此时已经熄灭了 逃走的心思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便明白 除非他陨落 否则便要一直 替李南卖命 将没到来 骆星河三人扶下逆单后 只觉得胸口一阵脚痛 仿佛整个身躯要扭缩在一团 接着 他们发现 自身的修为竟然在倒退 骆星河神王境中期的修为 竟然倒退至神军境巅峰 方舟神军境后期的修为 倒退至天神境巅峰 月容帝神境巅峰的修为 倒退至人神境后期 三人脸色大变 心中充满恐惧 这种未知的变化 让他们对李南更加敬畏 而后 他们竟然感觉自己的神力 比先前凝炼数倍 虽然修为倒退了 但上线似乎拔高了 此刻 三人也明白 逆单并非毒药 而是无比珍贵的神药 我等多谢玉主 玉主若有吩咐 我等万死不辞 三人相视一眼 现在他们对李南又惊又畏 李南淡淡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 李南看向道谷 缓缓道 道谷 你速将苍玉统筹安排好 我去给琉璃捉几条大鱼吃 言必 李南便消失不见 道兄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骆星河对着道谷恭为道 他是个明眼人 从李南对道谷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来 道谷绝对是李南的心腹 方舟 月容健壮 也纷纷讨好道谷 道兄 我等出来乍道 还请道兄多加照顾 这是我得到的一件下品神器 平常也不会使用 如今就当是送给道兄的见面脸 骆星河拿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 脸上闪过肉疼之色 这是他为二的神器 但为了跟道谷打好关系 只能大出血 骆兄客气了 你我都是主上的臂膀 理应齐心协力才是 本来不该收你的礼物 但奈何是神剑 刚好我的徒儿是用剑的 如此就多谢骆兄了 文言 道谷态度轻尽了几分 接过了骆星河手中的神剑 正如他所说 许南拜他为师后 他都没拿出称心如意的礼物 赐予许南 如今看到这神剑 倒也合适 骆星河虽然有些肉疼 但听到道谷的话后 好受了很多 只觉得这礼物送得值 方舟与月容见状 他们有些苦恼 骆星河可以拿得出神器出来 但他们却没办法拿出来 方舟也只有一件神器罢了 月容更是没有 就算在神界 神器也属于稀有之物 一般而言 天神镜之上的强者 才会有神器在守 天神镜之下 拥有神器的人 凤毛麟角 就算是下品神器 也极其珍贵 方舟 月容正名思苦想 好在这时 道谷缓缓说道 你二人就别给我送礼了 骆兄的神剑 是我的徒儿用得上 跟着主上做事 只要你们立功 得到的东西 比你们想象中的 要多得多 文言 月容 方舟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看到谷的样子 的确不愿意收 骆兄 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出面呢 你尽管说一声 道谷对骆星河笑着道 收了人家的神剑 得成情 接下来 苍玉的事情 还需骆兄注意避之力 道谷接着道 有骆星河在 苍玉的事情 会容易许多 道兄 无须客解 这是我应该做的 骆星河笑着道 对了 骆兄 苍玉的化神池在何处 道谷突然想起来 来神界还有个目的 就是调查当初 负面贺卿所在见面的事情 事情起因 据贺卿所说 跟化神池有关 必须要调查一番 化神池在泽天城 骆星河下意识回道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不明白道谷谷问化神池做什么 但也没多问 文言 道谷没有解释 转而安排苍玉的事物 一晃三天过去 道谷等人正在商议事情 这天 一位美妇忽然来到了宫殿外 寻找骆星河 这美妇 正是当初封印 许琉璃体内灾神体的人 他明江梅 他从大景域出发 来到苍玉后 想了想 决定还是要找骆星河帮忙 目前也不知道许琉璃情况如何 解除他封印的人 实力至少不下于他 来找骆星河 也是多一份保障 江道友 来此事有什么事吗 骆星河有些不解 特别是对于江梅的到来 心里有些警惕 如今正是他们商议 对神界出手的时候 江梅的到来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江梅见骆星河的样子 顿感有些奇怪 似乎骆星河对他有些防备 由于许琉璃灾神体的情况 迫在眉睫 他也没多想 直接说明了来意 文言 骆星河皱起了眉头 嘴里喃喃道 灾神体 江道由你确定 骆星河也听说过灾神体的名头 自然明白 这种体质的恐怖 关键在于 这种体质只能封印 还不能击杀 否则定会被灾神体的本源缠身 然后导致霉孕缠身 灾祸不断 而且 在这期间 灾神体的本源 会不断吞噬其气域 快速壮大 直到那人的死亡 但问题就出在这 灾神体本源 不会随着人的死亡就消失 而是会越发壮大 找寻下一个宿主 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 灾神体本源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直至将整个世界阴灭 所以 江梅发现 许琉璃身具灾神体时 才会想着将其封印 如今封印却被破了 后果不用多说 骆星河也知道有多严重 骆育主 你以为我会拿这种事情 跟你开玩笑 江梅醋梅道 江道友 此事 我去商量一下 你先在这等一下 说完 骆星河便离开大殿 他要马上跟道谷言明情况 这是耽误不得 得趁着灾神体宿主完好时 将灾神体封印 否则灾神体宿主出事后 怕是来不及了 江梅见状 越发觉得奇怪 总觉得骆星河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骆星河找到道谷后 将事情说了一遍 骆兄 此事你不必管了 道谷只是淡淡说道 表情没有一点波动 道兄 灾神体如果 骆星河焦急道 只是他还没说完 便被道谷打断了 骆兄 我自然明白 灾神体的可怕 你放心就是 灾神体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文言 骆星河不再多说 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 难道道兄 早就知道灾神体的事情了 看他的神情 灾神体的副作用 难道被解决了 想到这种情况 骆星河大吃一惊 看向道谷的眼神 有些惊疑不定 第186章 大景欲 于是 骆星河想好了说辞 正准备去跟江梅 说明情况时 道谷忽然问道 骆兄 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事 骆星河便将江梅说了出来 文言 道谷沉思片刻 忽然问道 骆兄 江梅来自哪个狱 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 再大景欲 骆星河缓缓道 大景欲 道谷嘴里喃喃自语 似乎想到什么 眼中光芒一闪而过 说道 骆兄 下一个狱 就是大景欲 你是说 接下来拿下大景欲 骆星河诧意道 他们这几天商议的时候 并没有将大景欲算进来 如今看来 先将大景欲拿下 也不是坏事 只要将江梅控制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定能将大景欲轻松拿下 骆星河瞬间就知道该怎么做 江梅不过神军境 他虽然修为倒退至神军 但要拿下江梅 也不过反掌之间 骆玉主 商议好了吗 灾神体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都清楚 见骆星河到来 江梅迫不及待说道 神色有些着急 江道友 商议好了 骆星河微微一笑 然后走到江梅身前 接着 星光一闪 出现数条星光锁链 不等江梅反应过来 星光锁链立马就将江梅制住 使得江梅无法逃离 骆玉主 你这是做什么 江梅怒吼道 脸色铁青 他不明白 骆星河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江道友 你这还不明白吗 当然是困住你 骆星河笑着说道 他本身修为就比江梅高 加上错不及防的出手 要困住江梅 可谓是轻轻松松 骆玉主 你难道就不怕大景玉 跟你苍域开战吗 江梅威胁到 胸口被气得此起彼伏 文言 骆星河微微一笑 并没有理会他 开战 的确是要开战 不过是要将你 大景玉收入囊中 骆星河心中暗道 加入里南的阵营后 他才明白里南的力量 有多强吧 虽然跟整个神界比起来 要有所不如 但要拿下几个大狱来说 就跟吃饭喝水那么简单 他同时相信 跟里南混是很有前途的 就算现在不能将 整个神界收入囊中 但终有一天 他们会称霸神界 看到骆星河的神色后 江梅这才反应过来 他已经被困住了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接下球 想办法逃走才是正事 骆玉主 你困住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要能办到 就给你办 江梅也不废话 修炼到这一步 没有不惜命的 他也不例外 骆星河困住他 而不伤他 想必是有所求 哼哼 跟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省事 江道友 我要你做我们的内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大锦玉 骆星河缓缓说道 居高临下地看着江梅 仿佛要将江梅的神色 尽收眼底 江梅闻言 眼中惊恶之色一闪而过 心脏猛的一跳 竟然是真的想要跟大锦玉开战 骆玉主 据我所知 你们仓玉可没有那个实力 拿下大锦玉 难道不怕损失惨重吗 江梅怒声道 看向骆星河的目光有些呆滞 他从没想过 骆星河还有这么一面 竟然劫持他 还要他做内影 哼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要做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帮助我们拿下大锦玉 骆星河对于江梅所言不以为意 他也不打算解释什么 下重不可与兵 我要是拒绝呢 江梅冷声道 拒绝 江道有是聪明人 想必不会拒绝 如果你答应的话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骆星河缓缓道 他知道江梅只是用言语 表示自己的愤懑 发泄罢了 不会真的拒绝 果然 江梅沉默半赏后 便答应了骆星河的要求 李南那天离开后 便找了条大河 亲手抓了十几条大鱼 他答应许流离的 要抓鱼给他吃 师父 你做的鱼也太好吃了 许流离吃着鱼 嘴里夸赞道 好吃就多吃点 李南笑着说道 嗯 许流离急忙点头 看着许流离这副模样 李南也是哭笑不得 只是说 下次多抓些鱼来给他吃 使得许流离一阵欢呼 许流离吃饱喝足后 李南便开始指导他修炼 如今灾神体已经解封 许流离的修炼速度 一日千里 他要做的 就是让许流离 逐渐控制住自己的灾神体 试着将灾神体的力量掌控 这是明显急不来 毕竟许流离现在修为太低了 对此 李南也不在意 就这样 李南一边教导许流离修炼 一边想着神界的事情 时间一晃过去三年 道谷等人准备对大景玉出手了 李南也知道这件事 不过他并没有插手 大景玉并没有神皇强者 道谷他们能解决 江道友 就拜托你了 骆心河郑重道 放心 我会完成任务的 江梅微微一笑 这三年 他待在仓谕 知晓了道谷等人的存在 明白大景玉根本不是仓谕的对手 于是 果断投靠了李南 三年时间 骆心河的修为 也恢复到了神王初期 实力比起之前要强大不少 使得他对李南越发感激 感叹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江梅到了大景玉后 连同他在内的十二位辅主 一起邀请到了大景玉中心 寓主所在地 他要做的 就是将大景玉的辅主 都聚集在一起 这就是他的任务 见其他十一位辅主已经到来 江梅暗自松了口气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 就看到谷等人的了 江辅主 这么着急邀请前来 可是有何要事 一个浓眉大眼的壮汉问道 他是大景玉的辅主之一 名为徐松 神君静巅峰修为 闻言 其余人也朝江梅看了过来 徐辅主 不用着急 待会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江梅盈盈一笑 打了的哈哈 听闻此言 众人不再追问 而是耐心等待下来 不久后 大景玉的御主 万景出关 开始召见众人 万景有些纳闷 现在还不是会面的时候 怎么全都找来了 第187章 被包围了 大殿内 万景坐在御主宝座上 等着众人的汇报 然而 过了些许时间 十二位辅主 没有一人开口 诸位 你们全部前来大景宫 可是有什么要事 万景见 众人不动声色 也没有人开口说话 有些纳闷 索性开口问道 御主大人 不是您换我等前来的吗 徐松摸了摸脑袋 开口问道 众人点了点头 面面相去 他们此刻 还没有怀疑到江梅身上 本御主什么时候 喊你们过来了 万景直接反驳道 眼神一眯 顿时觉得 有些不对劲 闻言 众人都看向了江梅 徐松这时 也反应过来 说道 御主大人 是江府主通知我 前来议事 没错 的确是江府主通知老夫 前来议事 说有重要事情商议 本府主 也是受江府主邀请 说御主大人召见 我们也是一样 顿时 所有人都看向江梅 而江梅镇定自若 不受丝毫影响 万景摆了摆手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只是奇怪地看着江梅 氛围变得有些诡异 万景看着江梅冷声道 江府主 本御主何时说 要召见诸位 你到底有何居心 召见众人前来 你有何目点 听到万景的质问 江梅微微一笑 轻声道 诸位 召集你们前来 的确有要是相商 还是关系到 诸位身家性命的大事 江梅 什么叫关系到 身家性命的大事 你对我说清楚 徐松怒喝道 其余人也纷纷看向江梅 有些不明所以 江府主 到底有什么要警示 别卖关子了 万景同样皱着眉头问道 平日里江梅可不是这样的 今日看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与诸位同聊一场 不忍刀兵相向 江梅话还没说完 便被中横打断 江府主 你所说的刀兵相向 是什么意思 中横话音刚落 众人便警惕 看向江梅 实在是江梅今日的态度 太过奇怪 加上他所说的 很难不让人怀疑 哼 万景冷哼一声 而后施展手段 神王威压 朝江梅压去 江梅瞬间 被压制在原地动弹不得 江梅 你最好跟本御主交代清楚 否则你性命不保 万景威胁道 御主 方才我所言非虚 今日就是为了诸位前来 各位不妨感受一下外界 江梅虽然被困住 被万景压制得有些难受 但没有丝毫着急 因为她知道 道谷等人已经来了 万景等人就犹如瓮中之鞭 优势在我 什么 万景惊呼出声 脸上 竟是不可置信之色 其余人跟万景的表情一样 都是不可思议 一副震惊之色 他们竟然发现自己 被困在此地 而外界更是有二十道强烈的气息 丝毫不弱于他们 感受最为强烈的 还是万景 他此时的脸上 被凝重取代 外界至少有三人的实力 不在他之下 一个不好 怕是要交代在这里 最要命的是 这里已经被他们布置阵法 悄无声息封印起来 根本无法逃离 江梅 万景怒喝道 眼睛紧紧盯着江梅 他根本想不通江梅 为何要背叛他 玉主 你无需瞪着我 外面的情况也看到了 有时候身不由矣 江梅缓缓道 若是可以的话 他也不想背叛大景欲 就如他所说 身不由己 若不背叛大景欲 投靠苍狱 他现在可能已经陨落了 就算他不投靠苍狱 大景欲的下场 又能好到哪去 终究还是逃不过覆灭的结局 知道苍狱实力的江梅 对此身有感受 听闻此言 众人皱着眉头 显然 江梅这话 还是有点效果 正如他所说 身不由己 万景重重叹了口气 此时也没了责怪江梅的心思 江梅是什么人 他也清楚 能让江梅臣服 除非真的遇到 不可抗力因素 就如现在这样 江梅 他们实力很强大吗 万景不甘心问道 他很想跟外界的人拼了 才有此疑问 狱主 这个实力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传闻他们有神皇强者在 江梅苦笑道 他也希望万景等人 能随他一起投靠里南 这样还能共事 不至于刀兵相向 一起共事这么长的岁月 还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文言万景陷入了思索之中 如今 外界之人为而不公 怕是也存着 让他们主动臣服的意思 否则全力出手的话 他们大概率要陨落在此 江梅 你所言当真 他们真有神皇强者在 徐松这时问道 眼神有些闪烁 徐府主 这只是传闻 不过大概率是真的 因为他们神皇的强者 我看到的就有六位 他们都对一人无比恭敬 江梅不假思索道 对于徐松的情况他有些了解 徐松现在这么问他 想必是有想法了 因为徐松过去 有一段恩怨 然而敌人 是神皇强者 他侥幸逃的一命 后来 被万景所救 这才来到大景域 成了一位辅主 这是他曾经意外了解到的事情 除了万景外 也就他知晓此事 并且万景 与徐松都不知道 他知晓这件事 文言 徐松内心有些动摇了 他迫切想要报仇 虽然万景答应 他会替他报仇 但要猴年马月去了 毕竟万景的修为 也不过神王境 他也不想万境 随他冒险 谁都不知道的是 他与万景极为熟悉 关系十分要好 看到徐松沉默下来 姜梅接着道 诸位 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也不瞒诸位 臣服他们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他们的实力深不可测 来之前 他们跟我保证过 会一视同仁 立功 甚至还有神器赏赐 到了此刻 众人心里 其实都有了退意 外界的气息 让他们生不起反抗之心 只是 还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心里那一关过不去 都是神军之上的强者 修炼到这一步 都十分不易 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 玉珠 抱歉 我 众人正在做思想斗争时 徐松突然开口 脸色十分复杂 第188章 邀请函 万景回过神 看了看徐松 凝视了片刻 他自然明白 徐松的想法 沉默片刻 苦涩道 诸位 认输吧 随着万景声音落下 众人都松了口气 实在是外面道骨等人 带来的压力巨大 没人会冒着陨落的风险去战斗 太不值得 江道友 此前多有得罪 还请海寒 万景放开了 对江梅的压制 歉一道 狱主 身不由己 江梅松了口气 缓缓说道 见众人的神色有些不安 又接着道 诸位 放心 等以后 你们就知道 今日的决定 有多么正确 似乎是在响应江梅的话 道骨 贺琴等人 一同现身 他们自然听到了 万景等人的谈话 对他们来说 能顺利收服自然好 否则也不介意 出手一次 这位是道骨大人 平常事务 都由他负责 江梅对着众人 简单介绍了一下道骨 闻言 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跟道骨打招呼 道骨也没有摆架子 跟众人有说有笑 又说了下相关情况 诸位 这是主上 让我带给你们的 此单名为逆单 具体效果 我就不多说 你们现在服下吧 一番客套后 道骨将逆单拿了出来 只有服下丹药的人 才算是自己人 万静暗自撇了 江梅一眼 可没说 要服用丹药的 江梅不由地苦笑 这丹药他也服了 他倒是想吃 只可惜 美人只能服用一枚 不过 他也没有解释 服下丹药后 众人自然会明白 这个效果 除了江梅外 十一位服主 与万静都接过逆单 吞服下去 效果很明显 修为开始倒退 神力更加凝炼 一开始 因为修为倒退 众人还一阵惊慌 但感受到自身神力 越发凝炼后 顿时明白过来 纷纷感激地看向道骨 时间缓缓流逝 众人也都炼化了逆单 对于神境强者来说 炼化丹药轻而易举 基本不费什么时间 我等多谢道骨大人赐丹 众人相识一眼 齐声朝道骨败谢道 呵呵 主位不必客气 另外 这丹是主上赐予的 日后见到主上 在败谢不迟 道骨笑着说道 到了此刻 众人才算心服口服 心中的怨气 也随着逆单 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 很顺利 因为十二位服主 与狱主都臣服了 麾下的城主 自然也很顺利地 投入了苍狱的怀抱 目前 李南还是打着苍狱的旗号 天南神朝的旗帜 并没有屹立在神界 拿下大井狱后 李南并没有急着 去攻打其他狱 这两大狱 在神界来说 并不起眼 发生了什么 基本不会引起关注 天元狱 二十年时间转瞬即逝 许琉璃如愿以偿 突破到了地境 成为了大地强者 天元狱 位于神界中心 是神界最强大的狱 更有神庭坐镇 神庭是神界最强的势力 如同帝王般 俯视整个神界 传闻中 神庭有神帝坐镇 也不知是真是假 毕竟 神帝已经有很长岁月 没有出现过 神帝城 大街上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师父 就是在这里 举办大会吗 这里好多人啊 他们看起来都好厉害的样子 不过在我心中 师父才是最厉害的 许琉璃在一旁 说个不停 看什么都充满好奇 像是一个小女孩 李南耐心地解答 许琉璃的疑惑 时不时附和两句 惹得许琉璃 笑个不停 神帝城有一个 十分巨大辽阔的广场 这里是 接下来交流大会的地点 此时 广场上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他们按照各自的区域 坐着 虽然人多 但并不显得嘈杂 在广场一处边缘之地 李南 看到了苍玉的标识 于是带领众人走了过去 或许是不起眼的缘故 并没有其他人找上李南等人 毕竟先前苍玉的实力 放在神界来说 都是垫底的存在 大景玉 同样好不到哪去 所以大景玉的区域 就在苍玉不远处 基本上是紧挨着 因此 苍玉与大景玉 无人问津 也在情理之中 李南也乐得清闲 反倒是若兴和 万静等人气不过 纷纷摩拳擦掌 想要在接下来的大笔中 取得好成绩 好让苍玉名扬神界 时间缓缓流逝 各大玉基本到齐了 当然 少不了那种 自视身份的大玉 要等其他大玉到齐了才出现 想要压轴出场 快看 明神玉的人来了 他们看起来好可怕 人群中 有人惊呼出声 李南文生看了过去 只见明神玉的人都身着黑袍 身上有股 令人不适的气息 李南玄 急皱起眉头 心中有些不解 他不知为何 自己看到明神玉的人就不是 或者说明神玉那种气息 让他有种深恶痛绝的感觉 玉主 明神玉是神界排名第二的大玉 仅次于天元玉 他们的背后有神皇强者存在 传说中 明神玉还有神帝强者 不知是真是假 这次带队的 是明神玉的副玉主 名叫明千洛 见李南忽然皱眉 洛星河顺着李南目光看去 发现是明神玉的人 就主动解释道 李南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说 明千洛 这次 怎么是你这家伙带队 你们玉主呢 一道红亮的声音 忽然响彻在每个人的耳旁 接着 异形人从天际出现 不到片刻 就出现在广场上 他们的穿着 与明神玉的全黑不一样 或者说是 完全相反 因为他们的穿着 是全白颜色 白玉主 我们玉主 正在闭关之中 说不定下次出现时 已经是神帝了 你不去闭关修炼 跑来这里做什么 明千洛讥讽讽到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这二人不对付 见里南有些疑惑 骆星河再次道 玉主 他们是白神玉的人 为首的那人 是白神玉的玉主 名为白羽 修为据说是 神皇境巅峰 白神玉和明神玉之间 也不知是何原因 素来不对付 甚至发生过大战 陨落过神王强者 还是经过神厅神主 大人调停后 才收敛了些 闻言 里南只是缓缓点了个头 没有言语 骆星河拿不准里南的心思 便没有多说 随着明神玉和白神玉的人到来 现场似乎瞬间火热起来 有的人更是目光火热地看向 两大玉的人 恨不得取而代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些玉越强大 得到的资源就越多 能培养的强者就越多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 强者越来越强 弱者越来越弱 如果不是里南的到来 苍狱这次也会跟以往一样 看着其他玉的表演 自身就走个过场 然后资源被其他玉瓜分 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 天元玉的人登场了 骆星河话音刚落 就发现一行人出现在广场上 带队的是个老者 现场的气氛瞬间被引爆 达到了巅峰 只因天元玉是神界第一大玉 并且神界神主就是天元玉的玉主 玉主 天元玉带队的人跟名神玉一样 都是副玉主 名为寒山 不过这寒山是神皇强者 另外神庭神主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骆星河接着说道 他主要的目的是得里南介绍这些人 里南汉手 今日一见 神界的强者还是挺多的 不像天界 诞生的神境强者不过三千多人 如今 这广场上 在这的神境强者就有数万人 天界与神界之间 敌运根本没法比 这也是里南拿下仓玉和大景玉后 就停止出手的原因 里南正思考时 现场突然安静下来 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 里南抬头朝广场中央看了一眼 发现一位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正坐在那 神庭神主吗 里南暗道 眼神有些凝重 这位神主 竟然真的是神帝强者 只是 他为何 装成神皇境巅峰 里南不解 不过也没有在意 以后注意点就是 神帝战里 他又不是没有 诸位 稍安勿躁 首先 感谢诸位呢 接下来 就开始大笔吧 神庭神主缓缓说道 随后 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狱主 大笔是 每个大狱出五人 修为不能超过神王境 所以半步神皇强者 也是可以 被算在神王境内 洛兴和缓缓说道 神情有些凝重 哦 无妨 大锦狱那边就不参加了 走个过场就行 不然最后自己人 跟自己人打起来没意思 李南摆了摆手 随意道 他自然对道谷等人 很有信心 半步神皇罢了 好像谁没有一样 道谷等人的实力 早就达到神王境的顶端 加上他赐予的 一些顶级功法 神通 还有神器 在神王境不拘任何人 你们谁上场 李南随意问道 此时 跟在他身边的 有道谷 贺琴 龙祖九位神王等人 阵容 可谓豪华至极 第190章 抽签 听到李南的问话后 众人面面相去 你看我 我看你 就是不说话 算我一个 贺琴率先说道 他早就看神界之人不爽 刚好趁这个机会 先收点利息 主上 当初追杀我的人 就是名神域的人 这时 贺琴忽然向李南传音道 目中露出嘶嘶杀意 李南一正 刚好名神域 给他一种厌恶的气息 这下刚刚好 如果对手 是名神域的人 不必留守 李南淡淡道 丝毫不在意 名神域有多强大 在他眼里 对付整个神界 可能人手不够 但单拿一个域出来 他是真没放在眼中 况且 名神域跟白神域 可是死对头 他对付名神域 想必白神域 也会出手 他们跟白神域之间 可谓是天然的盟友 众人闻言 不禁有些奇怪 这出来乍到 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这时 盗谷忽然道 主委 当初那群人身上的气息 与名神域的人的气息很相像 盗谷就说了这么一句 眉头莫尾的话 然后不再言语 洛星河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但龙族九位神王 却瞬间大怒 眼神死死盯着名神域的人 怒不可遏 洛星河 或许不知道道谷说的是什么 但他们十分清楚 当初有人逼死了他们的皇 逼死了祖龙 害得龙族化为民族 失去龙族的优势 他们九位 还是在里南的帮助下 才得以重新化为龙族 但除了他们外 其余族人 到现在都是民族 这份仇恨 用不供带天来形容都不够 我来 我要上场 九位龙族神王 现在都争着要上场 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最后 确定了四位龙族神王 以及贺琴 他们将代表仓谕上场 原本觉得会上场的道谷 反而落空了 道谷不得已苦笑一声 没办法 争不过 他一个老头子 怎么跟九位龙族神王比 道谷兄 放心 空大爷会替你报仇的 空拍了拍道谷的肩膀 瘟声说道 道谷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空这家伙修为追上来后 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时不时说出一些 贱贱的话 道谷只好装作没听见 空也见好就收 不敢太过放肆 不然道谷真拿出神器 要跟他干一场 他还是很虚的 毕竟以前被揍怕了 确定上场的人后 李南也没什么交代的 只是让他们以自身安危为主 比试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轮流上场 五局三胜 至于对手 就由抽签决定 由于骆星河是名义上苍玉御主 所以是骆星河上前抽签 大景域那边则是万镜进行抽签 李南就在苍玉的区域内 闭目养神 许琉璃不想观看比试 则在神帝城四处闲逛 道谷无事 不用上场 便被李南安排 去保护自家徒弟了 骆兄 万兄 万镜与骆星河笑着打了个招呼 然后一起朝广场中央而去 那里是抽签的地方 刚到抽签的地方 还没来得及抽签 忽然传来一道 阴阳怪气的声音 哼 这大笔啊 还真是没有门槛 谁都能参加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实力 闻言 万镜与骆星河 转头看去 很明显 这样的话 就是针对他们这样的人 万兄 算了 别给大人铁麻烦 骆星河拍了拍万镜的肩膀 哼哼 土狗 就该待在土狗的地方 来这里找什么存在感 别到时候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骆星河神色一动 说话的那人 长着 我的 都是我的 听到万镜有理有据的质问后 众人都朝万镜与王健轩看去 众人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 戏谑 嘲讽 不屑 等表情不易而足 这是剑山玉王家的人 背后还有神皇老祖在 难怪敢这么嚣张 不把他们当回事 是啊 这王健轩也太过嚣张 这可是神庭脚下 竟敢不将神庭的规矩当回事 哼 估计那人惨了 竟敢这么投铁说王健轩 怕是出了这神帝城就要丢了命 唉 希望神庭神主 可以做主吧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神主的脸面 可不好看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就算是神境强者 也免不了看戏的心思 苍狱区域内 李南睁开眼 淡淡一笑 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你瞎说什么啊 王健轩低吼道 脸色铁青 他没有料到万镜竟然这么投铁 让他下不来台 我可没有瞎说 当当是你 王健轩要抢夺我手中的29号签 难道不是吗 堂堂见山玉的神王 敢做不敢当 万镜没有惯着王健轩 继续大声道 放肆 你是找死不成 王健轩这时 也不知说些什么 低声威胁道 看向万镜的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神主大人 见山玉王健轩 当众威胁比人 既然交流大会 无法做到公平公正 那我大景欲 不参加也罢 接着 万镜又放声说道 似乎在响应自己说的话 果真带领大景欲的人退去 顿时 广场一片喧嚣 众人看向王健轩的眼神 多了几分厌恶 够了 一道略微沧桑的声音响起 带着不容反驳的意味 见山玉 剥夺此次 鄙视资格 排名降至末尾 话音一落 众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 见山玉落得这么个结果 排名末尾 说明此次资源的瓜分 就没见山玉的事情 往后千年 见山玉的资源 将无比戏缺 王健轩还想反驳 但想到神庭神主后 立马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刚才发生的 正是天元玉带队的那位老者 是如今神庭神主的师尊 万兄 你真不参加了 骆兴河急忙追上万静的脚步 出声问道 不参加了 万静笑着说道 刚才只是为了恶心一下王健轩 不参加大比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景玉本来实力就不行 与其垫底 不如放弃参赛 专看苍玉表演就好 而李南的重点 也放在苍玉 派两队人马 参赛根本没必要 骆兴河张了张嘴 没有多说 他自然明白 万静的想法 王健轩狠瞪了万静一眼 然后不甘心退走 回到剑山域的区域 万静与洛兴河正往回走着 这时一人挡在了他们面前 一看 正是先前与王健轩 发生争吵的李二狗 李兄 有何贵干 洛兴河 万静自然知道眼前人的身份 于是开口问道 虽然有所猜测 但该有的问候 还是要有的 二位 方才多谢了 李二狗认真道了个谢 不用客气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今日法 让我解气不少 万静笑呵呵道 接下来的比试 我想了想 还是不参加了 李二狗忽然说道 闻言 万静神色一正 他也不打算参加 李兄 不如你等等我们 先别急着走 想了想 万静犹豫道 李二狗 如果就此离开的话 势必会遭到 王健轩的报复 能不能活着回去 都是个问题 那就多谢了 李二狗感激到 他带来的人 除了他是神王静外 其他人都是神军静 若是王健轩 针对他 后果不敢想象 如果有万静 洛星河的加入 想必会安全不少 他其实已经后悔 跟王健轩发生冲突了 想想还真是后怕 洛星河 万静相视一眼 会心一笑 时间缓缓流逝 由于比试的 都是神境强者 而且是以神军 神王为主的战斗 想要结束 要花费很长时间 因此 一场比试 最长为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时间 还未奋出胜负 就算占平 一连过去大半个月 终于轮到苍狱上场 这还是洛星河 抽到129号签的缘故 不然要等的时间更长 苍狱这边上场的人 分别是贺琴 空 陆 虚 岩 对手同样是个 名不经传的大狱 没有费什么力气 苍狱轻松拿下胜利 看着这些战斗 李楠有些百无聊赖 实在没趣 于是交代一声 李楠便离开了广场 他打算找许琉璃玩去 神帝城内 许琉璃看什么都一副 好奇宝宝的模样 这看看那逛逛 忽然 许琉璃的眼前出现一座高楼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绝位楼 绝位楼里面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许琉璃的哈喇子 一下子流出来了 眼冒星光 好香啊 许琉璃喃喃自语 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毫不犹豫朝绝位楼走去 殿小二见有人来了 急忙迎上来 因为来绝位楼的 非富即贵 甚至有神境强者 前来用善 客官 里面请 殿小二客气地对许琉璃说道 然后领着许琉璃朝里面走去 有包厢吗 看大厅人比较多 许琉璃皱眉问道 不好意思 客官 包厢已经满了 殿小二为难道 文言 许琉璃有些纠结 实在是人太多 他可是知道自己的吃相 对着这么多人不太好意思 但又太香了 怎么办 吃 不吃 吃 不吃 最终 在面子与美味之间 许琉璃选择了美味 好嘞 客官您请 请坐 客官稍等 菜马上好 殿小二将许琉璃带至六楼的一处窗边落座 微笑着说道 文言 许琉璃已经等不及了 再次留下不争气的哈喇子 正如殿小二所说 菜马上好 许琉璃坐下还没多久 便已经开始上菜 看着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 许琉璃没有犹豫 拿起筷子就吃 一开始还能注意一下吃相 后面更是直接上手 左手拿起一块宝圆熊掌 右手一条肥美鲫鱼 许琉璃边吃边嘀咕道 师父还说什么玉鱼熊掌不可兼得 看我一手一个 我的 都是我的 第192章 别抢我吃的 绝位楼顶楼一个包厢内 有两人正在津津有味吃着 他们身旁 还有几位姿色 上好的女子陪着 一副享受的模样 明兄 这里的食物可还满意 一位身着华丽锦衣的男子 笑着问道 他名为钟议员 钟兄 自然满意 若是这姑娘多来几位 就更满意了 哈哈 一位身着黑色锦衣的男子 笑着说道 他正是钟议员口中的明兄 名为明露禅 哈哈 明兄也是性情中人 只恨没有早点相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服侍明兄 钟议员大笑道 接着使了个眼色 更把身边的几位女子 送给明露禅 钟兄 你也太客气了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尽管跟我说一声 明露禅也不知是真罪假罪 一股脑说了一通 至于话中有几分真假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明兄 钟兄 感谢二位光临绝位楼 小弟敬二位一杯 这时 一人手持酒杯走进包厢 笑着说道 然后分别敬了 明露禅和钟议员一杯 早就听闻绝位楼少主风流倜傥 非同一般 如今看来传言不可信 庄兄比之传言更甚了 钟议员笑着说道 他口中的庄兄 正是绝位楼的少主 庄木 不错不错 庄兄的确称得上 风流倜傥四个字 庄兄 请 明露禅也笑着说道 别看他现在这么好说话 是因为 绝位楼的东家 是位神皇强者 庄木身为绝位楼少主 有跟他同等对话的资格 所以不会白脸色 钟议员同样如此 他是天元玉 一位神皇强者的后辈 故而 身为明神玉三位传人之一的明露禅 才会这么好说话 毕竟身份摆在这里 身为明神玉的三位传人之一 背后的能量十分恐怖 明神玉为神界第二大玉 明面上来看 实力仅次于天元玉 但背后隐藏多大的力量 没人知晓 三人有说有笑 又喝了几杯酒 吃饱喝足后 三人便一同出了包厢 明露禅之所以来到绝位楼 品尝美食是一方面 最主要是为了拉拢钟议员 与庄木二人 他身为明神玉三大传人之一 自然要有自己的人脉 培养自己的根底 而钟议员 与庄木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 对他目前来说 很有帮助 庄木与钟议员 也是不甘平庸 想做出一番事业 毕竟天赋潜力有限 只能从另外方向发展 狼有情 妾有意 自然走到了一起 他们聊着聊着 便走到了六楼 明露禅眼睛一瞥 恰好看到了 坐在窗边 左手拿着熊掌 右手拿着林雨肯的许琉璃 这一眼 顿时惊为天人 他没想到 还有如此作风的女子 庄兄 那人是谁 明露禅眼睛一转 朝庄木问道 他也不是傻子 来这的人非富极贵 虽然自己背后的能量 十分庞大 但目前 正值三位传人竞争的时刻 也不好多声波折 庄木闻言 沿着明露禅的视线看去 顿时发现了许琉璃 看了看明露禅的样子 立刻明白了 明露禅的想法 说道 明兄 这人我没有印象 应该是第一次来绝位了 看他的样子 估计是来自小地方 很有可能是 跟着长辈来着见见世面 他长辈不在身边 或许在参加大比 听到庄木的话后 明露禅顿时两眼放光 眼神深处 有银荡之色闪过 看到明露禅的眼神 庄木与中医员 哪能不明白他的想法 庄木主动提议道 明兄 我看人家一个人 吃饭怪孤单的 不如去陪陪人家 哈哈 庄兄 你说得不错 一个人吃饭 也太孤单了些 明露禅笑着道 然后朝着许琉璃的方向走去 庄木与中医员 自然跟在身后 小妹妹 你一个人 在这吃饭吗 明露禅邪妹笑着说道 又脚踏在板凳上 用手撩了下额前的头发 做出一副自以为 很帅的模样 还朝许琉璃眨了眨眼 然而 许琉璃此时正在大吃特吃 并没有理会明露禅 他此时心中冒出的想法 就是 这人是谁 该不会抢我吃的吧 顿时 许琉璃加快了吃的速度 在明露禅 庄木 中医员三人 错愕的目光下 一盘盘食物 被许琉璃吃了个精光 隔 吃完后 许琉璃还打了个宝隔 想抢我吃的 没门 哼 许琉璃 恶狠狠说道 还鄙视地看了三人眼 明露禅 说吧 许琉璃 就绕过三人 静止朝出口走去 过了一会 明露禅才回过神来 朝两人看了一眼 嘴里缓缓吐出几个字 他说 我要抢他吃的 庄木与中医员 也不知说什么好 只好点了点头 他人呢 明露禅还声道 心里很是郁闷 他堂堂名神语传人之一 怎么可能抢他吃的 庄木指了指外面 示意许琉璃 已经出去了 许琉璃 刚出爵位楼 明露禅 便出现在他面前 拦住了他 臭婊子 你刚刚说 谁要抢你吃的 明露禅冷声道 很是愤怒 你想做什么 许琉璃惊了 这人有病吧 怎么无缘无故 找他麻烦 这就是师父说的坏人吗 一时间 许琉璃 想了很多 可是 看不透他的修为爱 许琉璃顿时为难了 师父说过 打不过就跑 可是 貌似跑也不过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想做什么 你猜啊 明露禅邪恶道 更是伸出手 朝许琉璃的脸摸去 你再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许琉璃退后一步 气鼓鼓说道 他这些年 一直在里南的庇护下 除了早些年 经历的一些事情 对于这些明争暗斗 乃至弱肉强食 根本不了解 坐手脚 叫人 你叫啊 怎么不叫 明露禅明显来了兴趣 激笑道 许琉璃被激得面色通红 愤愤瞥瞥了明露蝉一眼 不等他说话 忠议员冷笑道 站在你面前的 可是明神域的传人 你认为 你叫人会有用吗 还比得上明神域不成 就是 明兄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别不知好胆 万一给你家大人惹祸 那就玩犊子了 庄牧也跟着说道 明神域知道吗 许琉璃摇了摇头 他乃知道 什么明神域 明神域 是神界第二大狱 你背后的人惹不起 只要你好好服侍明兄 自然不会为难你背后的人 不然你背后的人 也要跟着遭殃 庄牧信誓旦旦说道 从他高傲的神情 可以看出来 很有自信 许琉璃文言 半信半疑 心里咯噔一声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 要是给师父 带来麻烦怎么办 一时间 许琉璃心乱如麻 不知如何是好 哼 就在许琉璃慌乱时 一道冷亨 深圳的明露禅 钟一元 庄牧三人退了一大步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谁 明露禅凝重低喝 脸色有些难看 竟敢打我家少主的主意 找死不成 接着 一道身影 出现在许琉璃身旁 正是道鼓 道鼓爷爷 见道鼓出现 许琉璃 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欣喜地喊道 虽然道鼓是许男的师父 但面容是老者模样 所以许琉璃一直喊他爷爷 都是修行中人 也没人计较 所以道鼓 就随他去了 道鼓微笑着点点头 他从一开始 便看到明露禅等人的动作 只是想看看 许琉璃怎么解决 如今 遇到这么个情况 自然要站出来 你是何人 竟敢杀我三人 找死不成 庄木冷声道 看向道鼓的目光 有些凝重 因为道鼓一道 冷哼声就将他们震伤 修为定然超越他们许多 我是何人 你们无需知晓 这里若不是神帝城 你们已经神魂俱灭 道鼓是三人 冷声道 仿佛在说一件十分平常的小事 确实 神帝城有规定 不能在这里 发生打斗 更不允许伤人 若不是考虑 还在进行大比 不便惹是生非 面前这三人 已经被道鼓斩杀 其实 规矩从来都是为了约束弱者 主要是明露禅三人的身份 不好当众斩杀 道鼓才 硬生生压住了心中的杀意 不过 这三人已经上了他必杀的名单 见道鼓杀意凛然的模样 明露禅三人 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道鼓 强烈的杀意 让他们心中 咯噔一跳 同时 有些庆幸身在神帝城中 不然真会被斩杀在此 莫办法 明露禅三人 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 只能等到 来日再进行报复 三人刚走 等他们身形消失不见 李南就出现在了许琉璃的身旁 师父 许琉璃委屈地喊了声 嗯 这是怎么了 李南有些奇怪 这不过些许时日不见 许琉璃 怎么这副模样 听到李南的问话 许琉璃欲言又止 主要是怕李南不让他出来玩 道鼓见状 便传音跟李南说了下刚才的事情 顿时 李南的脸黑了下来 面沉如水 所有认识李南的人都知道 他此事已经发怒了 片刻后 李南平复一下心情 柔声道 琉璃 师父跟你说 你师父可是很强的 在这个世界上不具任何人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连累到师父 李南像哄小孩子一样 安慰了一番许琉璃 明露禅三人虽然离开了 但他们的心情明显不佳 明露禅更是暴怒 查到他们的来历没有 明露禅对着手下冷声道 如同一只责人而是的狮子 查 查到了 他们来自苍狱 手下将他打听到的事情 说了一遍 苍狱 你确定 庄牧似乎不敢置信 苍狱不过一方 名不经传的小狱 怎么敢对他们出手 难道是 不想活了不成 确定 属下亲眼看到 他们跟苍狱狱 骆心河 一起来的 就是为了参加大比 手下战战兢兢道 对了 苍狱实力似乎不一般 那手下似乎想起什么 然后将苍狱大比的情况说了下 哼 苍狱 他们这是找死 别以为有了点实力 就能不将我冥神域放在眼里 我倒要看看他们 怎么死的 吩咐下去 下一轮比试 安排我们与苍狱对上 我要让他们 后悔来到这里 明露禅冷声道 面容尽是阴狠之色 是 手下应了声 然后退了出去 安排与苍狱对上 不过是简单不过的事情 就算傅狱主明迁落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况且 傅狱主明迁落与明露禅之间 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庄牧与中议员文言 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他们看来 是苍狱自己找死 这么安排 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 明迁落听到明露禅的要求后 只是皱了下眉头 也没有多说 玄机将这件事安排了下去 他要安排哪两个狱对上 不过是手到勤癌的事情 也没人会说什么 况且 还是苍狱这等小狱 更没人会关心了 只要不触碰他们的利益 天元狱 白神狱这等大狱 自然不会在意 发现明迁落坐手脚后 白羽微微皱了下眉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换了下对手罢了 只是苍狱的名头 被他记在了心里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使得明神狱针对苍狱 他都有兴趣掺火一脚 没有别的原因 就想给明神狱捣乱 目光闪烁后 白羽换来一人 对着他传音说了几句话 那人点了点头 转头朝苍狱方向走去 这个动作自然被明迁落 看在了眼里 他也没有阻止 白羽有着动作很正常 他只是想将苍狱的人都留下来 就算去报信又有什么用 就算苍狱的人不参加比试 总要出神地城 总要回去吧 总会找到动手的机会 这时 洛星河正在苍狱区域内闭目养神 看到贺勤五人 简单赢下一场比试后 他便等着下一场比试 这时 一人走到他面前 不知跟他说了什么 使得他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更有愤怒之色浮现 第194章 对上 等那人走后 洛星河怒声说了句 可恶 那人正是白羽派来的 将明迁落做手脚的事情说了遍 洛星河的心中有些疑惑 他又没有的罪名神域 明迁落为什么会针对他们 反而 他对于白羽送来消息 倒是没什么奇怪的 毕竟 明神域与白神域之间的恩怨人尽皆知 凡是跟明神域有关的事情 白神域知道 德化定要横插一脚 反之亦然 不过 这并不耽误 他对白羽的好感 人家也算是好心 将消息告诉了他 否则 等到鄙视之日 才知道的话 可能会吃大亏 虽然他对贺勤等人 很有信心 但明神域的人也不弱 至少那五位 都是神王强者 这恐怕是一场 艰难的大战 洛星河也没了 继续闭目养神的心思 将得知的消息 跟贺勤等人说了遍 谁知 得到消息的贺勤等人 竟然双目放光 隐隐之中 更有杀意浮现 这下 洛星河彻底猛逼了 这是要搞哪一戳 有没有人 跟他解释一下 洛星河再笨 也明白过来 这几位 恐怕都跟明神域的人有仇 接下来的大战 可以想象 至于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也懒得管了 而后 洛星河找到了李南 将事情说了遍 毕竟 能做主的 只有李南一人 这种事情 他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明神域可是实打实 神界排名第二的大狱 如今苍狱 竟然要跟明神域对上 让他又激动 又慌张 若不是对李南等人的实力 有些了解 他定不敢参与进来 怕是马上就要考虑 怎么跑路 李南只是淡淡点了个头 对于明神域的动作 并未放在心上 刚好心仇旧恨 一起算 很快 一年时间转瞬即逝 第一轮比试的结果出来了 共有1500大狱晋级 马上就到了第二轮比试 果然 与之前得到的消息一样 苍狱的对手 正是明神域 似乎明千洛 有些等不及了 抽到的签 竟然是一号 这就表明第二轮比试的 第一场比试 就是苍狱 与明神域之间的对决 骆兴河没有胆怯 直接朝广场中央走去 明千洛同样如此 骆御主 不如打个商量如何 一见面 明千洛就冷笑着说道 名副御主 有什么就说吧 骆兴河有意在副字上 加重了声音 与明千洛针锋相对 哼 接下来的无偿比试 不认输赢 都不能认输 如何 明千洛含声道 这一刻露出了他的疗牙 文言 不仅骆兴河一惊 就连其他听到这话的人 同样一惊 心想 是不是苍狱有人得罪明千洛了 以至于让明千洛说出 这样的话 骆兴河尽管早有预料 但心里还是 有些慌乱 明神域的实力 放在那 想到李南的交代后 骆兴河暗暗松了口气 缓缓说道 如你所愿 不如无偿比试 一起进行 话 骆兴河话语一出 不止明千洛 就连广场上的众人 都十分错愕地看向骆兴河 他们都是强者 骆兴河与明千洛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听到了 他们的耳朵里 在他们看来 骆兴河这是疯了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明千洛这是 要找苍狱的麻烦 甚至是想将苍狱的人 永远留在这里 难道骆兴河 看不出来吗 好 明千洛放声大笑 他没想到骆兴河 竟然这么勇 是想破罐子破摔了吗 闻言 骆兴河只是淡淡一笑 笑吧 等一下看你怎么笑得出来 李南自然也瞧见了这一幕 相比于明千洛的蔑视 嘲笑 他要淡定得多 无常比试同时进行 也是他要求骆兴河提出来的 万一明神域陨落了三人后 不敢继续比试了怎么办 没错 不管是李南也好 还是贺勤等人也罢 他们都想将明神域的人 直接斩杀在此 那就开始吧 哼 明千洛冷声道 旋即 五人出现在他身后 骆兴河依旧淡淡一笑 贺勤等五人出现在他身后 而后 骆兴河赶紧退了下去 没想到 还有这么好看的娘皮 不如来我明神域如何 留在苍狱的话 死了就可惜了 明千洛瞧见贺勤后 顿时惊为天人 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 一时静起了色星 闻言 贺勤 只是眯着眼冷了 看了明千洛一眼 见贺勤无视自己 明千洛脸色有些难看 狠狠瞪了贺勤一眼 然后退了下去 很快 贺勤等五人 就各自挑好了比试对象 比试开始 随着话音落下 贺勤等人分别冲向了 各自的对手 贺勤的对手 是一个长着红发红毛的人 被称为红毛神王 空的对手 是一个身材魁梧 十分壮硕的男人 手持一柄锯锤 被称为锯锤神王 陆的对手 看起来平平无奇 似乎并不起眼 身着一袭黑袍 面色有些阴冷 名叫秋元 虚的对手 是一位老玉 神色阴冷 脸上有着皱纹 被称为白骨神王 岩的对手 是一个 看起来丑陋无比 脸上有一大块 黑色胎记的男人 名叫阿丑 随着五人各自找上对手 他们在虚空中 开始交手 从一开始 就可以看出来 双方都没有试探的心思 直接就是不留余地 想将对方斩杀在此 也不知明千洛 是不是起了 炫耀戏耍的心思 竟然来到仓谕的区域内 找到骆星河 好似要看他的笑话 只不过 骆星河老老实实 站在里南不远处 根本没有搭理明千洛 骆玉主 等着吧 你们这边五人 很快就会陨落 明千洛冷笑道 谁知道呢 说不定 是你明神域的 五位神王陨落 骆星河对了回去 没有给明千洛半点脸色 就凭五位神君 什么 他们竟然是神王 明千洛刚想嘲讽 看到贺琴等人身上 释放出的气息后 顿时大跌眼镜 眸中浮现惊恶之色 苍玉出现五位神王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难道是白神域 明千洛暗倒 但又觉得不对劲 这几人都没在白神域出现过 不太可能是白神域的人 不过 他也没有慌张 大家都是神王 难道还怕你苍玉不成 只是不知为何 他心中突然有些心烦意乱 似乎要出现什么重大变故 对决一 见到明千洛错愕的样子 洛兴河笑而不语 没有出声嘲讽回去 在他看来 战斗的结果 才更能说明一切 洛玉主 这就是你的底气吗 明千洛气击败坏道 苍玉忽然冒出五位神王 看样子还不是一般的神王 太过出乎意料 搞不好真要阴沟里翻船 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看到洛兴河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就如吃了苍蝇一样 脸色更加难看 看向洛兴河的目光充满冷意 然而 洛兴河并没有理会明千洛 双方都已经为敌了 没必要给他面子 见洛兴河不理睬的样子 更是恨得压痒痒 李南同样看到了明千洛这副模样 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连大小王都分不清楚的人 如一个跳梁小丑 另一边 见山玉王建轩看到苍玉 对上明神玉后 也是发出冷笑 他虽然不知苍玉为何招惹上了明神玉 但能看到苍玉的人吃扁 感到很痛快 不过 在看到苍玉参玉鄙试的五人 张大了嘴巴 因为苍玉第一轮比试 碰到的对手 同样来自一方小玉 都是神王境之下的强者罢了 所以 贺勤五人 也没有展现所有的修为 自然看不出来 不仅明千洛 王建轩等人感到震惊 现场的观众同样如此 苍玉 怎么会这么强的实力 谁知道 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哼 就算比试 没有输又能怎么样 别忘了 他们可是明神玉的人 得罪明神玉 可没有好下场 一轮声 惊讶声不绝于耳 这时他们才明白 苍玉为何有这份信心 原来不是自不量力 也不是找死 而是有面对明神玉 五人的底气 但也有的人并不看好苍玉 因为明神玉太过强大 不过 更多的人都朝交战双方看去 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事实摆在眼前 贺勤与红毛神王 打得虚空泛起涟漪 一道道绚丽的神通 浮现在众人的眼前 其中的能量波动 更是使得众人面色凝重 红毛怪 还记得定元界吗 贺勤贺道 闻言 红毛神王神色一宁 随后目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红毛神王嘴里蹦出几个字 你还活着 想不到吧 这次我要你们明神玉付出代价 贺勤冷声道 旋即一掌朝红毛神王拍去 瞬息便轰在红毛神王的胸口 红毛神王的胸口随即塌陷 可以想象 贺勤这一掌的力量有多大 尽管如此 但身为神王 这点伤势 对于红毛神王来说 根本无关痛痒 片刻后 便恢复过来 你活着又能如何 你我都是神王 难道你 还能斩杀我不成 红毛神王讥讽道 眼神中带着不屑 呵呵 如你所愿 贺勤虽然早就知道 要斩杀一位神王进强者 无比艰难 但还是低估了其中的难度 凭他的手段 若不借助外力的话 基本没有可能斩杀神王 好在 李南赐予了他一件上品神器 俗话说 实力不够 装备来凑 上品神器 就算是神皇强者 也基于不已 更别说神王 一般的神王 能用中品神器 就十分不错了 别看神境强者有这么多 但神器依旧无比稀少 就是因为 能锻造神器的人 少之又少 见贺勤拿出一只玉簪 红毛神王的脸色 一下凝重起来 因为玉簪上 带着淡淡的威压 上面有神力流转 一看就知道是神器 并且不是一般的神器 红毛神王不敢大意 将自己的神器也拿了出来 神色戒备地盯着贺勤 贺勤淡淡一笑 他的玉簪是针对神魂的神器 比一般的神器 还要珍贵许多 更别说是上品神器 而红毛神王的 不过是件中品神器 品质上就不如贺勤手上的玉簪 更别说玉簪是针对神魂的神器 贺勤没有犹豫 周身泛起神力光滑 神力朝玉簪涌去 顿时 玉簪的光滑大胜 咻 不等红毛神王反应过来 玉簪已经朝他突刺而来 见状 红毛神王不敢大意 将自己的硬撞神器挡在身前 然而 想象中的撞击没有出现 玉簪竟然穿过硬撞神器的阻拦 直接轰在红毛神王的神魂上 这一幕 不仅红毛神王愣住了 不敢置信 就连观战的人同样愣住 此时 红毛神王的肉身完好 但他的神魂遭到了玉簪的重击 趁着这个大好机会 贺勤抓住时机 直接全力朝红毛神王出手 想要一击 将红毛神王斩杀是不可能的 玉簪能对红毛神王造成影响 贺勤已经很知足了 在贺勤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 红毛神王的形势愈发艰难 特别是受到玉簪的重重一击 对他的神魂造成了极大的伤势 落败只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是 贺勤抱着斩杀他的心思 这让他胆寒 另一边 陆从一开始就施展陆龙枪 这个神通已经吸收过 地神境的血肉灵魂 但神王的血肉灵魂 还没有吸收过 他的对手是秋元 跟他一样不爱言语 跟一条阴冷的毒蛇一样 看得人心里直发了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秋元从一开始便落入了下风 原本还以为是龙争虎斗的局面 结果成了陆压着秋元打 陆也没想到 他的对手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开始还以为是秋元有什么阴谋诡计 到后面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确确实实是他克制秋元 秋元面对他根本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一身修为大打折扣 秋元心里同样郁闷 因因有恐惧之色闪过 眼前之人也不知怎么回事 仿佛天敌一般 将他克制得死死的 再这么下去 他估计要陨落在此 没错 就是陨落 他知道 这么下去下场很惨 想要求饶 可陆根本不给他机会 反而更加凶猛地朝他攻击 秋元也看出来了 陆这是 想要他的命 想要逃跑 却发现 陆已经将他锁定 如果强行逃走的话 定会面临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若没有抗下 怕是要陨落在此 真要如此狠心 难道你不怕明神域的报复吗 秋元也豁出去了 出声威胁道 他不想陨落在此 还有大把的时光等着他 第196章 白语题合作 面对阔原的威胁 回应他的 却是一柄血色长枪 破 陆没有犹豫 直接一枪刺穿了秋元的喉咙 哥 秋元还想说些什么 却发现 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只能任由陆将他击杀 他想求饶 却发现无能为力 刺穿他喉咙的长枪 在不断吞噬他的血肉灵魂 使他的思考都出现了暂停 丧死 忽然 一声怒吼从广场传来 响彻天地 谁都可以感受到 这声音中的怒意 这声音的主人 正是明千落 然而 路里都没理 继续吞噬秋元的血肉灵魂 明千落看着奄奄一息的秋元 心仿佛在滴血 无比痛苦 这是他明神域的中间力量 也可以说是绝对高层 毕竟神王已经是神界的巅峰力量 神皇强者只是少数罢了 大多的大狱 根本没有神皇强者 更别说之上的神帝 在神皇不出的时候 神王便是神界的最强力量 如今明神域的神王秋元 竟然陨落在大笔之中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须知 他们与白神域之间 陨落的也不过是一位神王 你们仓域是想要覆灭吗 明千落对着洛星河恶狠狠说道 天地之间的温度 仿佛都降了下来 让人胆寒 哼哼 好像陨落的是你明神域的人 洛星河壮着胆子笑呵呵说道 他话音刚落 秋元便陨命在路的腔下 好好好 明千落连说三个好字 心情愤怒到了极点 但他也知道这是神庭组织的大笔 此时没办法站出来阻止 很无力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千落恨不得当场 将洛星河等仓域的人斩杀 他硬生生压住了脾气 离开了仓域区域 他怕接下来忍不住对洛星河出手 什么 仓域的人竟然真的赶下杀手 对方可是明神域的人 仓域难道是要找死不成 明神域怎么了 要知道 白神域可跟明神域不对付 看着吧 白神域肯定会想办法落井下石 甚至保住仓域 毕竟这也算给白神域出气了 哼 这下有好戏看了 那可是明神域 已经多久 没有神王陨落了 上次还是明神域与白神域大战 才导致神王陨落 如今既然又有神王陨落 或许会引起御战 御战 这也太恐怖了吧 上次御战 还是明神域和白神域之间 好不容易平息下来 难道又要起战端了吗 这也不一定 仓域毕竟实力不详 表现出来的实力也就五大神王 加上御主也就六大神王 可明神域可有神皇强者在 传闻中还有神帝 仓域怎么可能是明神域的对手 很有可能被覆灭 丘元被陆斩杀后 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人议论声不绝于耳 都不可思议地看向仓域众人 李南似乎没有发现似的 自顾自闭目养神 只是嘴里露出了一丝微笑 白神域所在区域 白羽吃惊地看向路 看向仓域众人 他不明白仓域怎么敢斩杀丘元的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原本是想提醒一下仓域众人 结果仓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玄疾 也不顾众人的眼神 静止朝仓域所在区域走去 洛域主 不请自来 还请见谅 白羽笑着说道 白羽主 哪里哪里 还为感谢白羽主的提醒 白羽主 请坐 洛兴和剑里南没有迎接的意思 只好自己招呼道 白羽闻言 笑了笑 当时提醒仓域 只是想给明神域找点麻烦 不想明神域轻易得逞 哪知道仓域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 白羽开门见山 洛域主 不知你对明神域怎么看 明神域是神界第二大域 实力抵运身后 传言还有神帝作证 洛兴和缓缓道 这是神界众所周知的事情 他不知白羽问这个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洛域主的是 明神域的确有一位神帝作证 神皇强者也有三位 白羽微微笑道 闻言 洛兴和暗暗心惊 明神域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 此次来的父域主明千洛 不过是神王 他想当然地认为 明神域神皇强者就一位 没想到竟然有三位 连传言中的神帝也存在 白玉主 你为何跟我说这些 洛兴和有些不解 虽然白神域跟明神域有仇 就算想针对明神域 但白羽的态度 未免太好了些 既然洛玉主问 那我也不卖关子了 白羽沉音片刻 又接着道 洛玉主 你也知晓 明神域实力强大 单靠仓域 恐怕难逃一截 我来这的目的 就是想要跟洛玉主合作 共同对抗明神域 怎么个合作法 洛兴和思虑片刻 见李南没有反应 只好带着胆子问道 于是 白羽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竟然是要仓域集体投入白神域 成为白神域的一员 若换作以前 洛兴和兴许就答应了 毕竟白神域是一方大域 不是仓域能比较的 更有神皇强者作证 然而 现在仓域都有李南做主 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毕竟李南的实力非同小可 就算比不上白神域 怕也相差不大 再者 现在仓域实际是李南掌握的 他都需要听从李南的命令 他没那个胆子 也不想投靠白神域 洛玉主 不如再考虑考虑 见洛兴和拒绝得这么干脆 白宇有些错愕 他本以为是首到勤来的事情 仓域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 难道仓域还有什么底牌 白宇暗自猜测 多谢白玉主的好意 洛兴和拱手道 白宇过来也是好意 他也不好责怪什么 白宇闻言不再劝说 反而有些好奇 洛兴和哪来的底气 画面回到贺琴身上 他重伤红毛神王的神魂后 出手更加伶俐 反观红毛神王 因为神魂受到重创的原因 处处受制 脸色苍白 神力运转都力不从心 面对贺琴的权力出手 形势岌岌可危 他更是感受到了 很久没有感受到的性命之危 毕竟 与他一同上场的邱元已经陨落 这让他的心理阴影加重了几分 然而 不管他怎么反抗 终究只是徒劳 遭受上品神器重创神魂后 还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超常发挥 更别说对手 还是处在巅峰的贺琴 终于在贺琴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攻击下 红毛神王祭秋元后 第二个陨落 第197章 苍玉胜 看到这个场面 广场鸦雀无声 只是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几个呼吸后 众人才回过神 那可是神王 竟然连续陨落两位 还都是名神域的神王 这时 已经有人开始打听苍玉的来历 或者说打听场上之人的来历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贺琴等人 仿佛凭空冒出来的 明千落的脸色黑的可以滴出水来 连续陨落两位神王 这个代价很是沉重 更别说场上还有三人 幸好 这三人的情况还比较乐观 但也奈何不了苍玉的人 之后 明千落不由地想到了明露禅 都怪他是他要针对苍玉 才导致两位神王陨落 他回到明神域后 该怎么跟狱主交代 观战的众人 也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陆展杀秋元时 就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剧烈的冲击 如今 苍玉一方竟然再次 斩杀明神域的神王 这冲击犹如山崩海啸 狠狠将他们震慑住了 原先还幸灾乐祸的人 此时都闭上了嘴 转而变严肃取代 能毫无顾忌 斩杀明神域的神王 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苍玉非同一般 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天元玉所在区域 寒山惊讶地看了场上的陆与贺琴几眼 眼睛中有光芒闪过 贺琴雨露的表现 他看在眼里 心中暗暗震惊 这苍玉的人不一般 白宇同样如此 他不懂苍玉的底气来自 但明神域实在难以对付 如果可以的话 他倒是愿意跟苍玉合作 一举将明神域拿下 空 须 严三位神王 见贺琴和陆两人都斩杀了对手 似乎心有灵犀 一同取出了李南赐予他们的神器 看他们的架势 就知道要全力出手 空的对手 是聚锤神王 他身形魁梧 十分壮硕 不过对于空来说 聚锤神王显然不够格 在空的天赋神通空间之力面前 聚锤神王根本碰不到空 只有挨打的份 空认真后 他与聚锤神王周围的空间 似乎被冻结了 聚锤神王在面对空进攻的同时 还要抵挡无尽的空间压力 一时间 聚锤神王的压力骤增 他顿时明白 丘元与红毛神王为何这么快陨落 打了这么久 对手竟然还没有认真 这上哪说理去 面对空的全力出手 聚锤神王的心跟着提了起来 空运用的空间之力仿佛达到了极致 神出鬼没 时不时给聚锤神王一下重击 最终 聚锤神王有心无力 成为这次大笔第三位陨落的神王 广场众人已经惊惊地说不出话来 纷纷感叹 苍遇太过凶残 神王说斩杀就斩杀 毫无道理可言 一般而言 要斩杀一位神王比登天还难 结果短短时间内 连续陨落三位神王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需全力一击 将白骨神王斩杀 明神域的第四位神王陨落 至此 只剩阿丑在言的手下苦苦支撑 眼见跟他一起上场的四位神王都已陨落 阿丑已经动了逃跑的心思 他已经顾不得面子 一心只想逃跑 终于 在承受炎的一击后 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 瞬间远离了战场 身形跟着消失不见 什么 明神域的人竟然逃跑了 这也太丢脸了 是啊 明神域跟苍鱼约好 不能认输 结果人家直接逃跑 这也是长见识了 接下来 估计要引发大战了 苍鱼可是斩杀了明神域的四位神王 到时候引发御战 可不得了 呵 明神域这是输不起 大笔的争端 还是他们挑起来的 我还听说 是明千骆抽签作弊 故意跟苍鱼抽到一起 哈哈 这个我也知道 明千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下看他回去 怎么跟他们御主交代 煞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明千骆的眼神怪怪的 今日之后 明神域怕是要背上一个输不起的名头 堂堂第二大狱 不顾脸面逃跑 想到这 明千骆的脸色一阵轻一阵子 胸中的闷气 简直如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 但只能死死压住 看向苍鱼之人的眼神 更是毫无顾忌地释放杀意 已经不想掩盖 然而 眼看着阿丑逃跑的方向微微一笑 有些不屑 嘴里缓缓吐出两个字 心眼 逃出交战之地的阿丑 心中有些惊喜 见眼没有追上来 正觉得有些庆幸 突然 他脸色猛的一变 接着 一股白色火焰从他的心脏开始燃烧 仅仅片刻 白色火焰就沿着血管燃烧他的经脉 而后透体而出 整个人被白色火焰包裹 啊 阿丑发出了令人心寒的惨叫声 面容扭曲 无比猙獰 求求你杀了我 杀了我 啊 阿丑一边惨叫 一边求人杀了他 这种痛苦 绝非生灵能承受 不仅燃烧他的肉身 还灼烧他的神魂 阿丑的情况 被众人看在眼里 在广场的人 大多都是神境强者 这一幕 自然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众人看向 炎人处无害的脸庞 齐齐打了个寒颤 阿丑的下场 历历在目 这简直是惨无人寰的折磨 见状 寒山轻轻叹了口气 而后一指点出 将阿丑灭杀 至此 明神域的五位神王 尽皆陨落 还不宣布比试结果 贺琴瞥了眼 站在远处的裁判 冷声道 裁判文言 身子一个哆嗦 赶紧上前说到 苍玉和明神域的比试 苍玉胜 虽然比试结束 苍玉取得了胜利 但现场的气氛 却特别沉重 仿佛暴风雨 来临前的宁静 苍玉胜利后 也没有人站出来欢呼 都默默看着苍玉众人 就连与明神域有仇的白神域 也没有站出来 这一战的结果 出乎了除苍玉外 所有人的意料 如同一柄锯锤 重重砸在了众人的胸口 玉主 接下来怕是不好办了 骆兴河传音道 他神色紧绷 这个结果同样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没想到贺勤等人这么猛 连明神域的神王都可以斩杀 李南文言 淡淡一笑 他们还没杀够 也该到苍玉立威的时候了 第198章 商量对策 玉主 苍玉难道有什么底牌不成 不得不说 苍玉的实力还真强 连斩明神域五位神王 想想 就热血沸腾 白羽身旁 一人兴奋到 眼睛里冒着星星 见状 白羽缓缓说道 不好说啊 但我看骆兴河 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 估计有什么后手吧 那人接着道 玉主 其实我们可以跟苍玉联合 到时候 说不定真能将明神域拿下 白羽文言 摆了摆手 并未做出回复 另一边 天元玉所在区域内 寒山同样在沉思 他不明白 苍玉为何有这么大的胆子 明神域的强大众所周知 连他们天元玉 都不敢轻易与明神域翻脸 而这苍玉 却不将明神域放在眼里 难道苍玉有什么强大的后手 是什么底气 让苍玉敢于面对明神域 难道是神帝 忽然 寒山灵光一闪 暗道 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 见山玉 他们虽然 失去了参加比试的资格 但没有离去 苍玉斩杀明神域五位神王 他们也看在了眼里 原先还以为 苍玉很难对付 没想到 苍玉这是自己找死 那可是明神域 王建轩顿时一阵激动 刚才苍玉之人的表现 可是吓了他一跳 如今苍玉跟明神域结上仇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也要踩苍玉几脚 明千落此时的心情 犹如爆发的火山 他直接找到了明露禅 就是明露禅让他对付苍玉的人 如今五位神王全部陨落 这让他怎么跟玉主交代 你为何要针对苍玉 见到明露禅的第一句话 明千落就是质问 他已经很克制自己的情绪 好歹明露禅是自己的孙子 爷爷 见明千落的情绪不太对 明露禅隐隐隐有种不安 接着 他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遍 不敢有丝毫遗漏和隐瞒 闻言 明千落狠狠瞪了明露禅一眼 原本因为自己的孙子 能成为三位传人之一 他倍感荣幸 结果间接让五位神王陨落 这事若是传出去 明露禅的传人身份 立即就会被取消 还要面临残酷的责罚 然而 他虽然为明神域的父御主 陨落五位神王的事情 他同样不敢隐瞒 必须要上报给御主 还要承担责任 唉 明千落重重叹了口气 明露禅传人的身份是保不住了 只能寄希望不要有太重的惩罚 而他父御主的身份 能不能保住海两说 明露禅见情况不对 心中咯噔一下 有心提问 但不敢开口 他从未见明千落这副模样 让他心惊胆寒 露禅 因为你针对苍狱 参与鄙狱比试的五位神王 进阶陨落 无疑幸免 明千落缓缓开口 听闻此言 明露禅神色一正 无比震惊 这 这怎么可能 爷爷 那仓狱的人呢 明露禅也明白过来 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五位神王因他而亡 这个罪名一旦坐实 不但他要接受惩罚 连明千落也要因为 他在明神狱抬不起头来 明千落叹了口气 轻声道 仓狱的人 完好无损 听到这话的明露禅 瞬间变得失魂落魄 灵患舞 这怎么可能 明露禅有心质问 但他不敢 也知道明千落不会骗他 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 仿佛要将他吞噬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好好修炼 将来弥补犯下的过错 明千落看着明露禅 失魂落魄的样子 于心不忍 这怎么也是自己的孙子 该拉一把 还是要拉一把 虽然自私 但获得的力量 拥有的权利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人 过得好一些吗 安慰了一番明露禅后 明千落便领着明露禅 朝明神狱而去 该面对的 还是要面对 明千落回到明神狱后 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明元初 这是他的祖上 也是明露禅的老祖 明元初是明神狱的 神皇强者之一 有他庇护的话 他与明露禅 都会没什么事 千落 你不是带队 前去参加大比了吗 这么急匆匆前来 可有什么要事 明元初缓缓问道 明千落是他的后辈 自然比较亲近 老祖 明千落将事情叙述了一遍 包括明露禅所说的 都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明元初愣了一会 这是颇为严重 神色有些复杂 不过自己后辈 该关照还是要关照 便道 千落 这件事我来处理 你跟陆禅那小家伙说一下 让他别担心 好生修炼 多谢老祖 明千落激动道 而后问了句 那苍狱呢 哼 杀我明神狱的神王 该杀 明元初冷哼道 天地间的温度都下降几分 刺骨寒意弥漫 杀意宛如实质 片刻后 明元初将杀意一收 仿佛刚刚出现的 都是幻觉 你先退下去吧 到时会通知你 这事还得跟另两位商量 闻言 明千落便退了出去 明露禅正苦苦等在门口 将明千落出来 赶紧上前问道 爷爷 怎么样了 明千落见明露禅不安的样子 微笑着说道 放心吧 老祖说不会有事 让你别担心 好生修炼 多谢老祖 谢谢爷爷 此时的明露禅 才放下心来 出言感谢道 另一边 明元初也没有耽搁 找到另外两位神皇 奎宽 奎宽 然后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遍 这就是头上有人的好处 可以平等对话 不至于犯了错 就要承受严重的后果 奎宽 奎宽 奎宽相识一眼 明元初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想了想 奎宽冷漠道 苍狱的人是想死吗 连我明神狱的人也敢杀 奎宽 奎宽 接话道 苍狱太不把我明神狱 放在眼里 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三人相识一笑 转而讨论 怎么对付苍狱 因为苍狱表面的实力 不过有六位神王罢了 但他们都知道 这不可能是苍狱的全部实力 思量片刻 明元初缓缓说道 二位 既然苍狱的实力不清楚 就由我走一趟 奎宽 既成相识一眼 明元初主动前去自然最后 但苍狱的实力具体怎么样 谁也不清楚 万一苍狱也有神皇在 那明元初一个人过去 很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第199章 两位神帝间的秘密 元初兄 这件事还是跟狱主说说吧 苍狱透露着古怪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狱 怎么敢对我明神狱出手 背后说不定存在 可以抗衡我们的力量 奎宽缓缓缓说道 他虽然是神皇强者 但形势向来谨慎 苍狱的形势 处处透露着古怪 这根本不像一般小狱而为 没有人愿意赴死 苍狱的形势 跟找死没有区别 因此 必须谨慎对待 也好 那就跟狱主汇报一下 明元初点点头 他们的狱主是位神帝强者 一般而言都不会露面 明神狱的事情 大多交给了明千诺 这位副狱主负责 他们三位神皇 也轻易不会干涉明千诺的决定 同样以修炼为主 因为这件事找上狱主 三人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这是必须的 明神狱的狱主 其实就被尊称为明神 名叫寿宿 你们来此有何事 见奎宽三人连美前来 寿宿有些奇怪 回狱主 来这是因为大笔发生了一件事 我与与苍狱的鄙视中 我方五位神王全部被杀 三人相视一眼 明元初站出来说道 对于这件事 他不敢有丝毫隐瞒 陈阴伴上 寿宿悠悠开口 你们这么谨慎是对的 连我都算不出 苍狱背后之人的来历 死 听到寿宿这么说 明元初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连狱主都算不出来 那苍狱背后究竟是何人 须知 他们的狱主寿宿 可是神帝强者 连神帝都算不出来的人 该不会也是位神帝强者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事情就糟了 一时间 他们都想到这种可能 眉头紧皱 眉宇间有些不安 你等也无需过多担心 如果有人成为神帝 我自然会有感应 但目前并没有察觉到 有人成为神帝 神界的神帝强者 也就我跟神庭神主二人 兴许苍狱的背后之人 有隔绝因果的神物 也说不定 甚至很可能就是 神庭那位神主 瘦素嘴角露出冷笑 苍狱背后 怎么可能存在神帝 如果有 也是神庭神主 但这不太可能 至于还有第三位神帝 瘦素想都没想过 这在他看来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秘密 只有他与神庭神主二人知晓 神界的本源 也就只能让他们两人 成为神帝 神界的本源 根本支撑 不起第三人 晋升神帝 一般而言 神界的神皇强者 都少得可怜 更别说神帝 就拿名神域来说 神界的第二大域 仅仅只有三位神皇 像苍狱 大井狱等诸多狱 根本没有神皇强者存在 这都是当初 神界与仙界发生大战 导致神界本源受损 以至于神界 只能诞生两位神帝 这个秘密 只有他与神庭神主知晓 这也是他为何 断定仓谕背后 没有神帝的原因 而神庭神主 想必也不会找他麻烦 二人都心知肚明 身为神帝 他们二人 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些事情 大多没有意义 文言 魁宽 继承 明元初三人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显然 寿宿的话 令他们感到震惊 苍狱背后 心虚有神皇存在 你们三人一起出手吧 让世人知晓 我明神欲不可欺 寿宿随口道 摆了摆手 示意魁宽三人退出去 是 魁宽 继承 明元初正重道 魁宽三人离去后 寿宿沉阴片刻 而后 他面前的虚空 浮现一面水晶 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水晶竟然浮现出一道人影 如果仔细看的话 正是当时出现在广场 发表讲话的神庭神主 寿宿 你找我有何事 神庭神主有些不解 露出疑惑之色 苍巫 苍狱的事情 你知晓了吧 寿宿直接说道 苍巫正是神主的名字 你这是怀疑我 沉阴片刻 苍巫立马想通了怎么回事 冷声道 寿宿翻了个白眼 起初确实怀疑苍巫 但他知道这不太可能 解释道 苍巫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苍巫背后的那人 我也算不出来 相信你懂我的意思 哦 寿宿 居然有你算不出来的人 那真是奇怪了 那你名神域可要小心点 毕竟陨落五味神王了 文言 苍巫野鱼道 他们二人虽然同为神帝 但并不是一路人 有时候还会经常伴嘴 哼 寿宿冷哼一声 一挥手 水晶便消失不见 苍巫说的有道理 可不能阴沟里翻船 名神域的神皇不过三人 要是真出现什么意外 那我名神域真不如他的天元域了 寿宿暗道 目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时间一晃 又是近一年时间过去 第二轮比试也结束了 这天 就是第三轮比试开始的日子 好巧不巧 洛欣和幼抽到了一号牵 这次的对手 比名神域的人差很多 看到对手是苍巫的人时 一上场便集体认输了 苍巫第三轮比试胜利 接下来只要等待第四轮比试就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不出所料 第四轮比试也同样获得胜利 接着 第五轮 第六轮比试都获得胜利 苍巫已经排进前一百 对此 众人没有觉得有丝毫意外 反而觉得 苍巫有夺冠的可能 苍巫的主要对手 就是天元玉 这也是在场所有人的共识 因为连名神域都惨败苍巫之手 除了天元玉外 其他的队伍 基本没有击败苍巫的可能性 在众人的期待下 苍巫又连胜了三场 顺利击身前十 能排进前十之列的 实力都不可小觑 他们队伍当中 都是神王强者 这代表着神王与神王之间的碰撞 这么多天的比试下来 除了名神域有神王陨落外 其余大域 没有任何人陨落 这也将苍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然 有好有坏 好的方面是 其他大域都忌惮苍巫 未占先弱三分 生怕苍巫神王突然暴起杀人 好在贺勤等人 只斩杀了名神域的人 这才使得他们域的对手稍微安心 但也不敢得罪苍巫 坏的方面 则是苍巫引得众人忌惮 会出现排挤 针对的现象 对此 李南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不遭人度视庸才 第二百章 大笔第一 时间缓缓流逝 在众人的期待下 大笔终于迎来了决战 正如众人期待的那样 苍巫的对手正是天元玉 也是神界最强的大鱼 原本出场讲完话的神庭神主 已经离开 再知道天元玉与苍巫对上了 又来到现场 特意观看比试 发现苍巫出现后 广场众人传出震震惊呼 他们虽不知道 苍巫已经是神帝强者 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热情 因为天元玉是神界 排名第一的大鱼 而苍巫是天元玉的玉主 神庭神主 苍巫上场的 始终都是贺琴 空 鹿 虚 岩五人 没有变化 虽然众人也都发现 苍巫所在区域内 还有其他人存在 而且也发现 那些人的气息并不简单 但没办法 苍巫就是不派其他人上场 使得他们窥探苍巫的想法落了空 天元玉参巫比试的 同样是一开始出现的五人 他们分别是疏蝶神王 罗珠神王 柳姬神王 灿谷神王 刘燕神王 苍巫与天元玉的第一场比试 由贺琴对战疏蝶神王 你很强 疏蝶一上场 就凝重到 你也很强 贺琴诸唇威起 互相夸赞一句后 两人便没有了任何言语 开始试探性的进攻 然而 试探进攻对于二人来说 都没有任何效果 砰砰砰 轰轰轰 贺琴 疏蝶虽然都是女子 但战斗的画风有些奇怪 他们竟然在肉搏 还发出了沉重的撞击声 如同天地之力的对抗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三天时间一画过 两人谁也没有得到好处 若硬要分出胜负的话 贺琴胜了半招 但无关痛痒 这是鄙视 谁也没有击败谁 算作占平 不过 众人心里都清楚 贺琴并没有拿出 那只神秘的玉簪 一击就让红毛神王 重伤的玉簪 从这情况来看 众人也都明白 是苍玉故意针对明神玉 或者用反击来形容 更加恰当 毕竟明千落抽签作弊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千落 以及明神玉 已经成了众人口中的谈资 笑量 尽管如此 也没有人敢当众嘲笑明神玉 苍玉跟天元玉的第二场比试 是空与灿古神王之间的对决 二人一上场 灿古神王就严阵以待 他知道 空对于空间的掌控出神入化 用空间之王来形容都不为过 他要做的 就是坚持三天 是的 就是坚持三天 他没有把握与空正面对抗 然而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不到一天 他便败了 于是 苍玉取得了一胜一瓶的成绩 领先天元玉 接下来上场比试的 是炎与刘燕神王 二人一定程度上 都是玩火的 不过 沿海掌握燃烧神魂的心炎 明显要比刘燕神王更胜一筹 刘燕神王 虽然操控火焰出神入化 甚至可以燃烧天地万物 但目前还停留在石的阶段 而炎 不但可以燃烧天地万物 还能燃烧欲望 燃烧神魂 虚实结合 比之刘燕神王要高上一层 因此 一上场 刘燕神王便略带恭敬地说道 还请到胸指点 炎也是点了点头 对于都是玩火的刘燕神王 他还是看得上眼的 同道之人本身就会互相吸引 更别说都修炼到了神王的层次 这场大战 一直持续了三天 待三天结束之时 刘燕神王主动认了输 毕竟 这三天时间 他从炎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就算让他喊炎老师 他都会心甘情愿恭敬地喊上一声 道不清传 炎能将他的道展示给刘燕神王看 这份恩情有多重 可想而知 苍玉已经胜了两场 若接下来的比试不败 那冠军就是苍玉的了 众人虽然感到有些错愕 但不是接受不了 相反 看到名神玉的下场后 大部分人都觉得 苍玉能取得这次大比的冠军 而且 鹿还没有上场 须知 鹿在与名神玉丘元的比试中 乃是第一个斩杀的对手 鹿的实力可想而知 带来的压迫感 还要胜于其他几人 因此 有鹿在 这场比试 几乎已经奠定了胜利 第四场比试 正如众人期待的那样 苍玉这边上场的正式鹿 天元玉上场的是 罗珠神王 看到自己的对手是鹿后 罗珠神王暗自苦笑 若是须 还能周旋一二 面对一身杀戮气息的鹿 他真没有信心 结果也如众人所料 一天后 鹿取得了胜利 比试至此 苍玉与天元玉之间的比试 结果已经出来了 第五场也没有比下去的必要 苍玉胜 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这与苍玉 赢得名神玉的比试不同 这是苍玉取得了这次 三千玉大比的冠军 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玉 到取得这般成就 用传奇来形容都不为过 苍玉激动得羽无伦次 手舞足蹈 苍玉竟然能取得三千玉 大比的第一名 这是他无论如何 都没有想到的 以前如果有人跟他说 苍玉能取得这个成绩的话 他定然以为那人是傻子 但如今 事实摆在面前 让他不得不相信 想到自己被迫加入里南麾下 这些年经历的这一切 如同做梦一样 万金看向苍玉的眼神 又酸又羡慕 他大景玉 怎么就没有这么个好事 大家都是在玉主手下办事 怎么好处名声 都让骆星河这家伙得了 行了 这才哪到哪 赶紧上去领奖吧 李南微笑着说道 文言 骆星河得意地看了万金一眼 然后朝广场中央走去 在万众瞩目下 他拿到了这次 大比第一名的奖励 除了修炼资源外 还有一件中品神器 另一边 明元初等人 也看见了这一幕 心里杀意生疼 快了 快了 只要他们走出神地城 就是他们的死期 明元初狠狠道 做好准备了吗 李南朝道谷问道 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就在刚刚 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 提示他可以进行万年签了 道谷恭敬道 主上 我等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手 只要明神狱的人赶来 定要他们有来无回